雨夜 荒山 一行十余人匆匆赶路 泥泞的山路上 留下一串慌乱的脚印 山脚处 一团硕大的黑影 低头绣着脚印 随即发出一声刺耳绵长的笑声 哦 狼群追上来了 快走快走 已经用了遮蔽气息的药材 怎么狼群还能追踪气味 难道那些畜生 能看懂脚印 普通的狼群肯定看不懂 但狼妖呢 狼群里肯定藏着妖物 惶恐的气氛 在队伍中快速弥漫 为首的灰发老者沉声道 翻过这座青湖山 便能抵达藏石镇 镇上有官兵驻守 可保郡主平安 队伍中心 是一名少女 名模好齿 容貌端庄秀美 穿一身洁白的长袍 即便脚步有些亮呛 但目光始终平静 有一种超乎她年岁的冷静 她是晋国最小的郡主 慕青瑶 自从出生 便拥有特殊天赋 被皇族赋予众望 如今是大晋四天剑最年轻的弟子 同时也是天气学宫 湖中遭遇妖物袭击 护卫的三百进军 只剩下十余人 不得不撤回境内 结果在青湖山 又遇到狼妖出没 晋国立国十五年 天灾不断 妖邪丛生 黄都附近还好 越是偏远的乡镇 越容易出现妖邪作祟 这些年来 百姓苦不堪言 为抵御妖邪 思天剑不惜重金打 造出扶妖镇 可将妖邪党于镇外 保一地百姓平安 但扶妖镇所需的关键之物 菱花太过稀少 至今为止 扶妖镇仅仅造出三座而已 分别安置在 皇城与周边的 两座大城之内 以至于三座主城的 地价连年攀升 扶妖镇虽然安全 却与穷苦百姓无关 只是富人们的天堂罢了 急行中 灰发老者感叹道 妖独虽然覆灭 可天下的妖邪 却比前朝还要多 只要扶妖镇打造的足够多 天下百姓自可安泰 木青妖的声音清零 带着一份坚毅 狼群来得极快 黑压压 一片跃动的狼影 在大雨中快速接近 为首的一个硕大身影 一个纵跃就有两三丈 甩开狼群极跃 果然有狼腰 灰发老者顿住脚步 缓缓抽出长剑 沉声道 老夫来抵挡一二 郡主只管向前逃 千万别回头 十余名近卫 抽出随身刀剑 毅然回身 沉默着冲向袭来的狼群 对面 牦牛般大小的青色巨狼 腾空扑来 你也出受死 与狼爪碰撞 发出金铁骄明般的脆响 妖狼的力量之大 灰发老者明显不敌 但在巨狼扑空的瞬间 那把长剑突然脱手 竟自行旋转到妖狼背后 猛刺而下 破 长剑扎进妖狼后颈 高大的巨兽 栽倒在一棵大树下 区区妖物 难逃老夫的遇见之术 灰发老者冷哼一声 握住剑柄 就要斩断狼头 头狼一死 狼群自会退去 破 两团白气 忽然从树后喷出 灰发老者豁然一惊 他看到被刺中的狼妖眼睛里 竟带着拟人般的鬼诈之色 中计了 刚想到这里 一颗硕大的狼头 从树后的阴影里探了出来 獠牙如刀 毛发鲜红四血 额头伸着第三只狼眼 那是一头比老者还高的血色巨狼 两团白气 正是他的鼻息 三眼蟹狼 咔嚓 老者紧紧发出一声惊呼 血盆大口 便将其直接吞没 之前的青色狼妖只是诱饵 真正可怕的妖物 隐藏在狼群深处 大雨忽然停了 月光从乌云的缝隙中落下 沐青瑶终于爬上山顶 小郡主死死地咬着牙关 在大雨中继续前行 单薄的身影 仿佛随时会淹没在风雨当中 身后传来的惨叫 让他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他忍不住回头看去 惨白的月光下 是狼妖将那位灰发老者 吞进口中的一幕 这一刻 沐青瑶的心脏仿佛停顿下来 逃 小郡主的脑子里 只剩下这一个字 下山的路 泥泞不堪 沐青瑶慌乱中滚落山下 直至半山腰才停住 当他爬起来的时候 山顶那头巨大的血狼 正对月长啸 逃不掉的 绝望中 沐青瑶发现 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 屋子里亮着微弱的灯火 应该是猎户的屋子 拖着疲惫的身体 沐青瑶逃到木屋进前 木屋修建得十分古怪 屋门上面宽下面窄 屋子前面高 后面低 绝非为了节省木料 而是特意打造成如此模样 上宽下窄 前高后低 这里是木棺 小郡主欺然而笑 走投无路之下 没有柳暗花明 只有一具山中木棺 天命如此 他注定要埋谷青湖山 妖狼的低吼越来越近 沐青瑶带着一身冷雨 推开了木屋的门 屋子里十分干净 正中间是一张木榻 与棺材的构造一致 走进木屋 随后木青瑶愣住了 木榻上竟躺着一具尸体 是名少年 十六七岁的模样 一身黑衣 面容清秀 闭着眼一动不动 黑衣少年怀里 抱着个狭长的刀鞘 足有无耻 刀柄抵着下颚 前端顶着脚尖 木青瑶很快恢复了平静 大境地界 有许多千奇百怪的民间习俗 匪夷所思的下葬方式 这木屋显然是木棺 尸体已经入葬 那把长刀 则是陪葬品 抱歉 饶你清静 我已无路可逃 借此地葬身 木青瑶靠着木门 轻声而言 屋外 是越来越近的狼笑声 木青瑶知道 狼妖很快会追来 他看不到任何希望 只好将这里 当作自己的葬身之地 这时 木榻上的黑衣少年 突然坐了起来 小郡主的心跳 几乎停顿了一下 诈是 黑衣少年睁开了眼 目光深邃的犹如古井 活人 木青瑶低呼一声 刚才慌乱间没细看 现在才察觉到 对方有呼吸 并不是尸体 当然是活人 你谁啊 黑衣少年开口 声音有些沙哑 好像很久没说过话了 打扰了 我叫木青瑶 小郡主冷静地道 山中木棺 活人入葬 你人还未死 为何要给自己修坟 我家的习俗 我看青湖山不错 早点给自己修作坟 爱你是了 黑衣少年冷淡地道 木青瑶嗅眉微醋 人未死 坟先利 在如何匪夷所思的下葬方式 在如何奇怪的风俗 也要有个最基本的共同点 人死才下葬 没人会在活着的时候 先给自己立坟 这种习俗实在诡异 但木青瑶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一时想不起来 哒 哒 哒 门外传来力找踏动的响动 越来越近 对不起 连累你了 木青瑶缓缓缓坐在墙角 双手抱息 声音很轻 满带歉意 是他引来了狼腰 眼前的黑衣少年 也会被一并吞杀 砰 屋门被撞得发出闷响 狼腰的低吼就在门外 隔着木门缝隙 能看到巨大的獠牙 买卖上门 好事啊 黑衣少年嘀咕着跳下木榻 在桌子底下 翻出几个生的鸟蛋 也不包皮 擦一擦 直接扔进嘴里 连壳一起生吞下去 木青瑶睁大了双眼 疑惑着少年的举动 对方没有任何惊慌 反而有种淡淡的窃喜 就像在路边走着走着 忽然捡到钱似的 三眼血狼的恐怖 木青瑶身有感触 连保护他的那位修行者 都难逃狼口 眼前的黑衣少年 怎么会不怕 非但不怕 还有点高兴 哐荡 屋门被撞开 一颗硕大的狼头 在寒风中叹了进来 好 血狼额头的第三只眼 裂开到极致 死死盯住了屋中的少女 木青瑶浑身绷紧 一张翘脸苍白如指 尽管面临绝境 小郡主仍未失去冷静 对黑衣少年说道 狼腰吞我的时候 你趁机逃走 也许有一线生计 小郡主很清楚 狼腰的目标是他 面对木青瑶的好意 黑衣少年好似充耳未闻 怀抱着刀 脸挂着笑 面对狼腰道 上个月追你的时候 你跑得可挺快的呀 竟然居然送上门了 狼腰听闻声音 浑身狼毛根根炸立 额头的第三只血眼 豁然盯住黑衣少年 随后木青瑶惊讶地发现 血狼的第三只眼睛 竟泛起了恐惧 急促的狼吼中 血狼就要退出木屋 不过完了 黑衣少年已经抽出了刀 小小的木屋里 一片黑色的刀光爆起 呼 灵力的刀气中 火烛熄灭 涌进木屋的风雨 也在此刻凝固 咔嚓 木青瑶看不到四周的情况 在黑暗中 他听到了一种披斩的声音 随后 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 木青瑶能清晰听到 自己如雷的心跳 即便贵为郡主 即便饱毒诗书 即便心智过人 可他不过是 十六七岁的少女而已 面对狼腰 说不怕是假的 周围弥漫起刺鼻的血腥气 木青瑶的两只小手紧紧捏起 他不知道 血腥气息的来源 究竟是黑衣少年 还是三眼血狼 烛火重新燃起 照亮了黑衣少年 冷峻的面颊 门口处 血狼硕大的头颅 被整整气气切了下来 獠牙大张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三只狼眼中 留存着惊悚的目光 好似看到了恐怖的天敌 耶 更近了 远处的群狼长笑不断 听起来阴森恐怖 直至黑衣少年 将狼头踢出门外 又重新关好屋门 木青瑶才意识到 自己脱离了危险 小郡主谈口微张 不可思议的 望着黑衣少年 那可是连修行者 都能吞杀的狼腰 居然被一刀削手 仿佛黑衣少年 斩的不是妖狼 而是一只 闯进自家的野狗 斩妖如土狗 救命之恩 日后定当报答 木青瑶轻声道 将心里的恐惧 慢慢散去 用不着道歉 上个月我追了他几十里 累得够呛 不说还给他逃了 你就过我 我不会忘 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木青瑶道 云缺缺钱的缺 木青瑶听罢诧异了一下 以缺为名 实在罕见 箱子里有我的旧衣服 都是洗过的 如果不怕染风寒 你也可以不换 云缺抱着刀翻了个身 脸朝里侧 背对着小郡主 木青瑶早已动得瑟瑟发抖 被大雨淋透的衣袍 贴在身上 十分难受 小郡主抿着唇 犹豫了一下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轻声说完 木青瑶起身 开始更换 稀稀素素的声音 在寂静的午夜里 显得格外清晰 云缺忽然睁开了眼 目光清明冷冽 怀里的刀缓缓出窍 锋利的刀刃流转过一抹寒芒 刀体上 清晰倒映着身后的烛火与一切 随后 云缺的眼神开始变了 变得惊讶震撼 好大 什么 刚刚换完衣服的木青瑶 莫名其妙地道 雨好大 云缺的声音平静如常 不知何时 屋外又下起大雨 雨滴的响洞盖过了远处的狼嚎 狼群还在 木青瑶担忧地道 他们不敢进来 困了 你自己想办法 我先睡了 云缺打了个哈欠 很快响起憨声 群狼环似之下 还能这么快入睡 木青瑶不得不佩服眼前 这个少年的胆量 他坐在木桌旁 望着烛火出神 回忆着这一路经历的种种危机 又想起被妖狼吞杀的护卫与老者 心情愈发沉重 小郡主太累了 趴在桌上沉沉睡去 他做了个噩梦 梦到小小的木屋里 有一头比狼群还可怕的妖怪 正对他张牙舞爪 直到清晨 木青瑶在噩梦中惊醒 屋外的狼嚎已经消失 木榻上 冷峻的黑衣少年 正四氧八叉地睡着 早没了昨夜斩腰的那份冷酷 嘴角还挂着口水 梦一般嘟囔着 好大 好大 也不知究竟梦到了 木青瑶无奈地笑了笑 对方与他年纪相仿 却独自住在深山 那份给活人立坟的习俗 究竟出自何处 很快云雀睡醒 翻出把锋利的踢骨刀出了门 不到一刻钟 就将狼皮包好 云雀回屋后 将狼皮装进个黑袋子里 背在身后道 我要回镇上 你走不走 藏石镇吗 我也想去 木青瑶点头道 心里暗暗惊奇 那可是一人多高的巨狼 再老练的猎人 独自包皮 也得一个时辰以上 这才多大一会儿 那边一起 不过说好了 早饭你请客 云雀推门走了出去 天亮后 木青瑶看清了周围的环境 小木屋虽然建在半山腰 但屋后面 就是不知多深的山剑 他昨晚跌跌撞撞 根本没看路 如果掉进山剑 九死一生 一阵后怕中 木青瑶刚想迈动脚步 忽然定在门口 漂亮的眼眸里 泛起惊恐 走啊 怎么了 云雀疑惑道 走不得 狼魂还在 木青瑶直勾勾地 盯着云雀身后 在他眼前 一道巨大的血色狼魂 正漂浮在木屋门外 猙獰恐怖 你能看到魂铁 云雀头都没回 面带兴奇 望着眼前的少女 我体质特殊 是先天通灵之体 能看到灵体鬼物 我能沟通弱小的灵体 但狼魂太强 我无法控制 他会杀掉我们 木青瑶声音沉重地道 通灵之体 倒是罕见 拿着这个 你就不用怕了 云雀说着 将长刀摘了下来 塞给对方 刀很沉 木青瑶用尽全力才抱住 刀很凉 尽管有刀鞘 依旧有种彻骨的含义 木青瑶觉得自己 抱着的不是一把刀 而是一块万年寒冰 木青瑶觉得这把刀 一定有很强的力量 也许能抗衡狼魂 但他想不通 自己只是抱着刀 怎么就能抵御狼魂了 而云雀没了刀 赤手空拳 一旦被狼魂附身 神魂会瞬间崩塌 你怎么办 木青瑶见云雀 毫无防备地往外走 立刻惊呼道 我又不是你这种 怕鬼的小姑娘 云雀满不在乎的道 那不是普通鬼物 狼魂很可怕 它能附身摧毁你的神魂 木青瑶焦急起来 云雀已经走进了狼魂 此刻十分凶险 但随后 木青瑶就惊讶地发现 狼魂竟在云雀走进的时候 主动避让开来 根本不敢近身 这怎么可能 木青瑶震惊地谈口微张 一时说不出话来 走啊 待会儿赏午了 午饭可比早点贵得多 云雀催促道 木青瑶紧紧抱着刀 小心翼翼绕开狼魂 果然狼魂对他也束手无策 独自盘旋在木屋上方 无声地嘶吼着 为什么 你不怕狼魂 木青瑶惊奇地问道 只要杀的活物够多 就会积攒出杀气 大量的杀气会凝练成杀气 在足够多的杀气面前 鬼物 就是个笑话 云雀呵呵一笑 捡起地上的狼头 用力一抛 将其扔进屋后的山剑 木青瑶听得将信将疑 他的手碰到一块铁牌子 低头一看 是块秀极斑斑的黑铁腰牌 挂在刀鞘上 上面刻着斩腰丝三个字 看到这块腰牌的瞬间 木青瑶终于想起了人为死 焚仙利的习俗来自何处 前朝 大燕国四天剑设立的特殊机构 斩腰丝 碰 狼头落进山剑的声音 远远传了过来 木青瑶回头望去 棺材形状的木屋后 飞起了成千上万的漫天黑鸭 这些以腐肉为食的黑鸭 只出没于枯骨众多的乱葬岗 既然成群出没 只能说明一件事 山剑里 堆积着无尽白骨 带着满心震撼 木青瑶跟着云雀朝山下走去 一路上 小郡主思绪万千 前朝燕国 与北域妖都的一次清国之战 最终两败俱伤 皇帝战死 军中高手净数丧生 大燕王朝耗尽元气 日薄西山 很快被大晋取代 虽然妖都亲父 残留在晋国的妖物依旧繁多 于是大晋效仿前朝 同样设立了斯天剑 负责与妖邪作祟有关的特殊案子 但晋国的斯天剑内 没有设立斩妖司 不是不愿设立 而是招不来前朝斩妖司里 那些特殊的高手 据史料记载 前朝斩妖司 汇聚着一群神秘的武者 与正常的武副不同 气血极其强大 战力惊人 其中的强者 甚至能以肉身之力搏杀妖物 专门以猎杀妖邪为生 获取丰厚的报酬 斩妖司的人 有个特殊的传统 继承斩妖人 必定先立分 为自己建一座气派辉红的大幕 然后留下一缕头发 代替自己将来再次长眠 因为斩妖司的人 最终归宿只有一个 战死 石骨无存的那种 15年前的大战 大燕斩妖司 是与妖都抗衡的主力军 最终全军覆没 与皇帝同时战死 至此 雄威赫赫的斩妖司 成了史册里的一行行文字 望着眼前阔步而行的黑衣少年 穆青瑶从未想过 自己居然能见到 前朝斩妖司的后人 一个期待 在他心里 如野草般疯涨 如今大进的司天剑 虽然也称得上高手伶俐 但面对四处作祟的妖协来说 只能疲于应对 大多时候是以击退妖协为主 很难彻底灭杀 这就造成了 暗下葫芦扶起瓢的尴尬局面 赶走一波妖协 对方很快会在其他地方出没 依旧会有百姓惨遭杀害 但前朝的斩妖司不同 斩妖司 顾名思义 奉行着斩禁杀绝的原则 但凡发现妖协 必定不计代价的斩草除根 杀到一个不胜为止 若晋国也能组建起 类似前朝的斩妖司 大进的黎明百姓 就会多一条活路 不用再为虚无缥缈的扶妖镇 等待了一年又一年 最终只能等来无尽的遗憾 没人比穆青瑶更清楚 打造扶妖镇的艰难 不仅费时费力 劳民伤财 所需的九转凌花 更百年难遇 他从六岁开始变 为了寻找凌花奔波游走 十余年间 经历无数危险 才仅仅找到一朵 这还是运气够好 否则几十年都难以发现 一朵凌花的踪迹 即便发现了 也未必踩得到 因为九转凌花 是西式的天才地堡 附近往往徘徊着强大的妖邪 上一朵凌花的争夺 丝天剑的高手 陨落十多位 重创数十人 又牺牲了上千名 精锐进军的生命 才得来 下山之路 慕清瑶心里 全都是斩妖四三个字 等他回过神而来 已经走进一座小镇 藏石镇 位于靖国边陲 隶属支远县管辖 镇子不大 街上是土路 由于昨夜的大雨 变得有些泥泞 街上行人不多 不过小镇上的早点铺子 早已人满为患 慕清瑶观察着吃早点的人 全是些粗不一的汉子 手上遍布老茧 这些人都是苦力 慕清瑶想起了 藏石镇上有一处玉石矿 黄兜里 有不少玉器出自此地 走到一处包子铺 立刻闻到肉包的香气 慕清瑶看了眼 冒着热气的龙屉 很快收回目光 保持着郡主的端庄 可肚子却不争气地 咕噜噜直叫 好在附近人多 没人听得到 让个地儿 云雀站在一桌 满满灯灯的苦力身后 声音冷淡 没看都坐满了吗 让什么让 来晚了 一边蹲着吃 一个精瘦的汉子 回头一瞧 顿时改口道 呦 云干 来到我这有地方 你坐你坐 一桌汉子 纷纷起身让座 一个不胜 在包子铺墙角蹲成一排 捧着大碗 继续吃 两屉肉包子 云雀坐下后 瞧着桌面倒 包子铺老板 立刻将原本端 给别桌的两屉包子 送到云雀面前 整个过程娴熟自然 无论老板 还是被截惑了包子的时刻 都觉得十分正常 没人有意见 这种做派 在沐青瑶印象里 只有黄城的那些崖内 才做得出来 但他发现 周围的汉子们 包括那包子铺的老板 对云雀并非惧怕 而是一种敬意 发自内心的尊敬 沐青瑶拿起个 热腾腾的肉包子 咬了一小口 很香 小郡主品味着 第一口包子的香甜之际 云雀那边 已经半提进度了 他们家包子 在镇上味道一绝 每天只卖固定数量 卖没了 就得等明天 你这种吃法 活该饿肚子 云雀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盯着沐青瑶面前的 那体包子 两眼放光 饿狼一样 沐青瑶立刻护住 自己的包子 加快了速度 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解 身为郡主 怎么会出现护食这种举动 实在太失态了 可包子真的很好吃 镇上有一条不一项 住着的都是穷苦人家 巷子尽头 是一个小小的宅院 半人高的破墙 一间老旧小屋 修建的前高后低 房门上宽下宅 小院里干干净净 墙角长着矮小的白色野花 这里是云雀的家 走进小院的时候 沐青瑶有一种 走在灵堂里的感觉 屋门前 云雀停住脚步 我到家了 你若没地方去 可以住在这里 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我可以付钱 我也不在意名声 你不用顾虑太多 沐青瑶道 不是你在不在意的问题 是我在意 云雀皱着眉道 你要住个一两天 邻居街坊会认为我带回个窑紧 你要住的时间长了 他们会以为我带回来的媳妇 怎么办 等别人说媳妇跑了 沐青瑶愣了一下 居然无言以对 云老爹 你可算回来了 院外传来一声大吼 闯进个中年汉子 穿着官差的衣服 来者是藏石镇的捕头 武大川 武大川火急火燎的来到境前 道 出事了 县令老爷多了个闺女 好事啊 什么时候吃鞋 老规矩 三道菜之后 朝墙外咳嗽五声 三长两短 云雀道 沐青瑶听得奇怪 问道 为什么要咳嗽五声 非得在三道菜之后 武大川脱口而出 因为三道菜之后 是东家最忙的时候 血账的方面大多会疏忽 说白了 就是白痴的最佳时机 嗨 不是生了个闺女 而是多了个和小窜 一模一样的女儿 县令老爷家出了鬼啊 听闻双子鬼案 小郡主好奇起来 眨了眨眉的眼眸 望向云雀 穆青瑶好奇的 不仅是案子本身 她更好奇 为何衙门里发生鬼案后 不快补自己破案 反而先来找云雀 云雀懒洋洋的道 多个闺女不是挺好 将来双范的彩礼 县令老爷那么贪 才肯定受到手软 武大川苦着脸道 还手软 现在县令老爷是脚软 都要站不稳了 云老弟 你赶紧去瞧瞧吧 等着你救命呢 云雀道 五兄说笑了 吃饭的时候找我肯定道 这种鬼案听起来就吓人 我又没有一官半职 平头百姓一个 这种事还是躲远点为好 武大川 云老弟可不是平头百姓 你也是衙门的人呐 云雀道 你我能一样吗 你是补头 一个月少说十两银子的俸禄 县令老爷提起我当个武座 没俸禄不说 还得和尸体打交道 咽一具尸才一百个铜钱 十具尸体一两银子 想要追上你的俸禄 藏石镇至少一个月得死一百人才够 一年死一千多人 十年 武大川 别 别十年了 照这么死下去 每两年 镇子上的活人都得搬走 穆青瑶终于听明白 云雀原来还有个差事 是镇上的武座 在大晋国 武座虽然隶属官府是衙役 但没有任何官职可言 验尸拿钱 说白了就是临时工一个 与巡夜的庚夫 养马的马夫 烧饭的火夫一样 而且 武座这行当 很难找到人 毕竟和尸体打交道 正常人哪有不忌讳的 大多的武座 都是些年迈之人 半截入土不在乎了 轻壮干这行的 基本没有 庚夫职业 白天大把时间 马夫喂马 多少能捞点草料 火夫更不必说 一个个全是大度肥肠 唯独武座 半点油水捞不到 但凡有命案出现尸体 衙门的人早就滤过一遍 好点的衣服都留不下 到了武座这里 只有两袖清风 留条遮羞布就算好的 当然 也不是全无好处 如果走点运的话 没准能撞见鬼 各司其职 各管其事 等县令老爷成了尸体 我肯定公事公办 帮他好好宴一宴 云雀说完抬腿就走 慕青瑶不知云雀去了 只能跟着 武大川早已习惯云雀的脾气 甘着急却不恼 跟在旁边陪着笑 不住地劝说 云雀充耳不闻 直接去了集市 别的不满 专门寻摸淡泪 藏石镇的集市十分热闹 一大早就人山人海 卖山货的 卖皮药的 卖首饰的 卖小吃的 卖儿女的 应有尽有 经过一处猪肉摊的时候 断了只手的屠夫 非得塞给云雀二斤五花肉 说什么也不要钱 去年要不是云根去了趟矿上 我们这些老矿工 没几个能活得下来 当时我就发誓 今后就算改行 云根到了 一概免费 卖面条免费 卖猪肉免费 卖身也免费 卖猪肉的汉子 嘿嘿笑道 你还是卖猪肉吧 卖身的话 我这辈子 肯定不来你家买卖 云雀到了生谢 拎着二斤猪肉 走向不远处的山火摊 慕青瑶见云雀没走远 问了下卖猪肉的汉子 这位大哥 去年矿上发生了什么事 别提了 去年矿里闹要挟 死了好几个人 我这只手 就是被要挟给咬掉的 要不是跑得快啊 命都没了 报了衙门 可不快 根本不敢进去查看 后来是云根一个人一把刀 进去矿里走了一趟 矿上这才消停 我们这群矿工 对云根感激不尽啊 集市上 云雀只寻找鸟蛋蛇蛋一类 其他的鸡蛋鸭蛋 比比皆是 云雀从不停过 慕青瑶想起 云雀在山上木屋的时候 就生吞过鸟蛋 而且皮都不去 不知是什么奇怪的癖好 逛了一大圈 眼看着已经赏武 武大川看了看天色 道 差不多了云根 衙门里要开饭了 马小脚早上吩咐过 中午吃肉 谁是马小脚 慕青瑶问了句 就是县令 这位大人小贪不断 大贪不敢 由于脚小 被百姓起了的外号叫马小脚 云雀说完 与武大川朝着县衙而去 慕青瑶无奈地笑了笑 他对云雀的特立独行 愈发感兴趣 原来走这么大一圈 就是为了等饭点呢 藏石阵县衙 大门口 一个武大三粗的中年男人 正在来回踱步 一个劲的搓手 手心里全是冷汗 远远看见武大川和云雀到了 男人立刻迎上去 云老爹 可算等到你了 县令老爷快急死了 此人是县衙的主部 名叫牛不才 人如其名 一点才也没有 目不实钉 仗着家中旧父在朝廷为官 这才打点个主部的职位 由于不识字 总带着个家里的帐房先生在身边 云雀拱了拱手 道 县令老爷还有多久能急死 我在这等一会儿 我不急 别借啊 云老爹 你可是牙役 县令老爷是咱们顶头上司 真要出个三长两短 咱们谁也逃不开干系 牛不才苦涩道 卑职是武座 只看尸体 不看活人 云雀道 武座在衙门里 是按照尸体算钱的 看活人可一个铜板都得不到 牛不才没办法 道 就当县令老爷死了 这次和厌世一个价 云雀道 县令大人为国为民 兢兢业业 起早贪黑 深得藏食镇百姓爱戴敬重 如今家逢巨变 我等草民实在于心不安 牛不才连忙习惯地吹捧道 没错 县令老爷乃一方父母 多年来勤勤恳恳为百姓谋福祉 是我被榜样 说着说着 牛不才看到 云雀伸出手一只手 云老弟这时 既然主部大人 也认同县令老爷值得敬重 那么这种榜样 是不是得加钱呢 云雀道 双倍 牛不才试探道 无两 云雀道 不二嫁 不然我只管厌尸 你压得太黑了吧 县令老爷这个月 才收了二十两 牛不才察觉说漏嘴 急忙点头道 行 无两就无两 说完满脸肉疼地 先预知了无两银子 熟悉的人都知道云雀的规矩 先拿银子后办事 无论看活人 还是看死人 都这规矩 一旁的小郡主 再次看得瞠目结舌 钱 还能这么赚 沐青瑶今天算开了眼见 县衙大堂 县令马庸两眼无神 端坐在太师椅上 穿了双肥大的靴子 大堂里摆着两张凳子 凳子上各自坐着一名 二十上下的女子 全都身穿绿裙 长得一模一样 如同双胞胎似的 三班牙翼围拢在一旁 大眼瞪小眼地盯着两个女子 绿裙女子名叫小翠 是县令马庸的亲闺女 尚未出阁 原本好端端地待在后宅 结果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来 都问不出丝毫破绽 如果问得狠了 小翠还会哭哭啼啼 关键是两个小翠同时哭 看得跟闹鬼差不多 没办法 马庸只能让三班牙翼 看着两个女儿 再派人去找云雀帮忙 尽管是武座 但云雀的能耐 藏石镇的人无人不小 那是连妖都能猎杀得很人 藏石镇原本地处偏远 又在晋国边陲之地 周围荒山极多 按理说 这种地方最容易妖挟从生 可偏偏这些年 藏石镇安然无恙 极少出现要挟作祟的案子 以至于连附近大城镇的人 都羡慕万分 要不是藏石镇上 实在没什么好地方 估计这里 都能搬来不少大户人家 一见云雀到了 马庸顿时来了精神 云雀 快来帮忙辨认一番 看看哪个才是 我的亲生女儿 旁边的三班牙翼 看到云雀 也纷纷放松下来 好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慕青瑶跟在云雀身旁 看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后 他目光晃动一下 多看了右侧的女孩眼 云雀进来后 只是随意扫了眼 道 都是活的 马庸 牛不才 武大川与一众三班牙翼 起起愣了下 谁不知道是活的 关键谁是假的呀 逐步牛不才急得直搓手 冒着冷汗道 云老弟你看清楚 两个小岁当中 肯定有个是假的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必是妖邪啊 云老弟是除妖高手 难道分辨不出吗 分不出来 云雀道 我宰的都是长矛的 妖邪化人这种情况无能为力 我又不会开天眼 那可怎么办呢 牛不才一个劲斗手 要不然 咱们用土办法 武大川提议道 呃 呃 个七天七夜 看谁挺不住 谁就是小翠 妖邪肯定不怕呃 牛不才骂道 什么馊主意 呃 七天 活人都饿死了 分出来有个屁用 马庸哀声叹气道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我可怜的闺女啊 我还有个办法 云雀一句话 让众人重拾希望 一双双迫切的目光 落在云雀身上 快快讲来 马庸催促道 想要分辨哪个是真的小翠 其实也不难 查验左臀即可 云雀说完办法 在场众人再次愣在原地 一众三般牙役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明所以 虽然不清楚 云雀的办法准不准 但他们不介意开开眼 此话当真 牛不才最为交集 县令老爷是他的顶头上司 这要出点事 他肯定好不了 出气筒撒气包 背黑锅 全得招呼身上 马庸惊一道 你真有把握分辨出真假 十足的把握 云雀道 马庸一咬牙 吩咐道 都出去 男的都给我出去等着 三般牙役顿时失望地往外走 五大穿汗 一个劲回头 满脸不舍的模样 连主步牛不才也出去后 大唐的正门被关闭 屋内只剩两个小翠 县令马庸 云雀和沐青瑶 由于沐青瑶是女人 这种事无需回避 马庸狐疑地问道 为何偏偏要验左臀 云雀道 前天小翠沐浴的时候 撞到了桌角 左臀有块淤青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原来如此 那你怎么知道的 马庸惊讶道 无意中看见的 云雀脸不红心不跳地道 旁边的沐青瑶 听得哭笑不得 马庸无奈之下 示意云雀可以开始查验了 云雀指了指左侧的小翠 道 先从你开始 那个小翠一脸羞脑 又无可奈何 只好转过身 背对着几人解开腰带 慢慢献出 云雀需要观测的部位 看了眼之后 云雀当即断定道 身上没有淤青 另一个不用看了 你就是假的 我不是 小翠哭喊道 我的真的 爹 你好好看看我 我是你女儿啊 说着就要扑过来 却被云雀以刀鞘挡住 真的小翠可以出去了 你最好别妄动 否则我现在就砍死你 冷冰冰的刀鞘 让那刚刚艳体的小翠 悲愤欲绝 贪坐在地哭天抹泪 坐在右侧的小翠 匆匆逃出大堂 在几个牙役的护送下 返回后宅 随后牛不踩五大川 与其他牙役 纷纷冲了进来 刀枪棍棒 齐齐指向 哭成泪人的假小翠 好你个妖蟹 赶来牙门作祟 今天你死定了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正是猪妖之时 等着受死吧 一众牙役呼喝连天 就是没人动胆 而且都站在云雀身后的位置 五大川胆子比较大 持刀在手 谨慎道 云老弟快动手 我来接应 别让这妖蟹逃了 在众人都以为 云雀此举 众人大为不解 在妖蟹面前放松警惕 对方很可能趁机反扑 木青摇轻声道 这个小翠 是真的 刚才那个才是假的 一语一点醒梦中人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云雀用了 欲擒故纵的手段 先稳住那妖蟹 牛不才挑起大拇指道 不愧是云老弟 刚才若在这里动手 小翠的安危不说 连大人都有可能被剥解 这下妖蟹回了后宅 云老弟可以随意施展 不用顾紧 武大川与一群衙役 献出敬佩之色 一根根大拇指挑得老高 攀坐在地的小翠 如梦方形 悲喜交加之下 直接昏死了过去 牛不才急忙喊来丫鬟婆子 将小翠带到安全的地方 云雀字牙笑了笑 对木青摇道 猜对了 想知道结果的话 就跟我去除妖 木青摇望着云雀清澈 如古井的毛子 静默了稍许 摇头道 我不去了 我等在这里 我只想知道真相 云雀点点头 抱着刀 大步走向后宅 牛不才武大川等一众牙役 急忙跟在后面 没敢跟太近 都离着老远 生怕被波及 大堂内 木青摇安静地坐在一旁 犹如一朵柔美的花 但灵动的毛子里 始终积压着一层 外人不得而见的阴霾 马庸变得轻松起来 在大堂里缓缓躲着步 脚步声很沉 咚咚咚咚咚 走了十几步之后 马庸来到木青摇身后 脚步声就此顿住 郡主刚才应该跟去才对 留在这里 恐怕更危险 马庸的身影 引在了阴影里 两侧嘴角缓缓翘起 呼 一阵狂风吹来 原本洞开的大门 框当何必 屋子里的光线 立刻暗了下来 危险的地方 有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木青摇没有回头 轻声道 藏石阵我并未来过 既然认得出我 你应该不是县令 郡主很聪明吗 既然如此 你就更不该留下 因为留下来 只有死路一条 嘿嘿嘿 宁孝中 县令马庸的身影 在阴影里 开始膨胀扭曲 一股腥臭之气 从木青摇身后袭来 木青摇的毛子晃动了一下 缓缓起身 道 我看不出双子鬼案的真相 但我能看出 这是一个局 专门为我设的局 我想知道 是谁指使你来杀我 回过身 木青摇面前的 已经不是县令马庸 而是一个 生着虎头的人形怪物 虎口如血盆 獠牙开合间 发出人言 你去地府问问阎王爷 他也许心情好会告诉你 现在嘛 做我的血食吧 虎头怪物腾身扑出 腥臭的大口 咬向木青摇白皙的咽喉 木青摇始终站在原地 他知道自己根本逃不掉 他也知道 有人会来援手 咔 当虎头怪物即将咬下的瞬间 一道黑影破门而入 那是一把刀 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刀 黑一刀直接斩在虎头上 将硕大的虎头 一切两半 砰 大门开启 云区的身影去而复返 一身黑衣冷冽如风 怪物的虎头 连着半个身体都被切开 摔倒在地 却诡异的没有血液流出 伤口断面竟是一层岩石 看起来十分诡异 裂开的虎头上 两只眼珠齐齐盯住云区 两片虎口同时开合 发出沙哑低沉的声音 不愧为支远线最强的猎妖人 你如何看出来的 我的妖气收敛到极致 你察觉不到才对 云区呵呵一笑 瞄着虎妖道 马小脚穿大鞋 这么大的破绽能看不到吗 我又不是瞎子 有种下次本体来 看我扒不扒你的虎皮 嘿嘿嘿 下次便是你的死妻 两半虎头不再动弹 渐渐凝固成石头 被云区一脚踩碎 沐青瑶镇定的神色 终于缓和下来 轻嘘一口气 你的通灵天赋 莫非也能看破傀儡分身 云区收起刀 看不出 我只能看到假小脆身上的猖鬼 不过你给了两个提示 沐青瑶轻声道 第一 县灵外号马小脚 今天竟穿了双肥大的靴子 明显有问题 第二 你邀我去斩妖 说的却是想知道结果就随你同往 而我想知道的不是结果 是真相 你很聪明 胆子也大 不过聪明又胆大的人 往往活不长 云区抱着刀道 刚才如果我不回来 你会死得很惨 沐青瑶轻声道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因为你也想知道真相 揣摩人心就无趣了 没人喜欢被旁人看穿想法 云区道 不是揣摩 而是心有灵犀 沐青瑶道 你肯定是个有学问的 说话真好听 可惜虎妖用了傀儡分身 问不出真相吗 云区道 虽然不清楚虎妖背后的主使 但能确定一点 他的目标 是我 沐青瑶的声音低沉了些许 毛子里那层阴霾更深了几分 我还奇怪 这老妖怎么会来找我的麻烦 平常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家伙很厉害 跟他动手 容易吃亏 我们就此别过 今后大路朝天各走一遍 云区道 你知道虎妖的底细 沐青瑶略感兴趣地道 平山君 扶平山的老妖 云区的声音顿了顿 沉声补充道 七阶 七阶两个字 将沐青瑶脸上的好奇瞬间抹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寒意 天下有妖 亦有能与妖邪抗衡的修行者 修行者零零总总 各不相同 主要分为 武 道 如 佛 巫五种 巫者 道家 如是 佛门 巫骨 巫者打熬气血之力 专修本体肉身 由于无法沟通天地气息 被其他几种修行体系鄙逼逝 使其为世间最低等的修行者 往往会称之为武夫 并且 前边还会加上莽 憨 笨 傻等等负面词赘 道家修原神 感悟天机 借用五行之力 施展法术见诀 欲见飞行 搬山填海 大乘者立地飞升 佛门修本心 感悟佛法 弘扬教义 佛法越强 本身越强 修至巅峰 可肉身成佛 不死不灭 如是修气韵 养一口浩然正气 后机勃发修身立命 世间大如行走天下 可改换王朝气韵 乌谷修谷道 阳谷四重 下咒 入梦 呼风唤雨 招神弄鬼 万里之外取人命 世间五种修行体系 都有固定的品阶划分 从九品至一品 九品最低 一品最高 与人族相对应 妖族也有固定的等级 从九阶至一阶 七阶妖族 相当于七品的人族修行者 之前在青湖山 被三眼血狼吞杀的灰发老者 便是一位八品到家修士 有开光镜的修为 而七阶妖族 需要七品壁谷镜的修士 方可抗衡 穆青瑶的嘴角泛起苦涩 这次远行 从一开始 便处处危机不断 到了青湖山 除他之外 全军覆没 穆青瑶已经有所察觉 那只三眼血狼 就是朝他而来 今天在藏石阵县衙遭遇虎妖 他更加确定 有人不想让他 活着返回天气皇城 深吸一口气 小郡主望向对面的黑衣少年 云雀 你是不是很缺钱 穆青瑶声音很轻 目光中带着一份浓浓的蜥蜴 听闻缺钱二字 云雀慵懒的神色 立刻警惕起来 这种话从水口中 说出无关紧要 无论是天生丽质的少女 还是满脸猥琐的大叔 其中蕴含的意境是一样的 是不是很缺钱 想不想吃块糖 有区别吗 没有 缺啊 当然缺钱 不缺钱 我犯得着漫山遍野的猎妖吗 不过我这人有自知之明 赚一百两银子的能耐 我肯定不接一千两银子的活 云雀道 穆青瑶忽略了云雀这番话 轻轻抿着唇道 我想请你做临时护卫 送我回天祈皇城 报酬三千两百银 云雀抽了口冷气 想都没想白手拒绝 穆青瑶料到对方不会同意 声音有些凝重地补充道 外加一个天祈学宫的名额 云雀的眉峰忽然动了动 天祈学宫的大名 天下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天祈学宫不属于皇朝 不听从皇帝调遣 虽地处皇城重地 却出陈于世外 天祈学宫建立至今 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历经数代王朝更迭 是一处汇聚各方名师的严学之地 被天下修行者视为修炼圣地 天祈学宫内设有十二殿 分类繁杂 每一殿都有修为高深的先生授课 若能入天祈学宫求学 即便出来后 一点本事没学到 有学宫弟子的身份存在 也会被各方势力恭敬几分 无异于一份行走天下的护身符 想进天祈学宫的人如过江之计 怎奈名额有限 每年的入学者寥寥无几 不是天父 斐然之辈 就是名门之后豪门子弟 普通人想要进学宫 难如登天 能给出一个学宫名额 连许多皇亲国妻都做不到 云雀不知道穆青瑶的身份 对面的少女 不仅被七阶 虎妖惦记 又能给出学宫名额 身份绝对不简单 不用现在答复我 你可以考虑考虑 穆青瑶说完 望向门外 武大川与几个牙医 正火急火燎地往这边来 一进门 看到云雀后 武大川长出一口气 道 云老弟 你怎么不见了 那要挟后来自己出来了 居然是县令老爷家的丫鬟 根本不是小翠 问他经过 他说自己之前浑浑噩噩 神志不清 好像做了个梦 刚醒过来 猖鬼附身 醒过来就无碍了 云雀道 原来云兄弟 早知道是丫鬟啊 县令大人呢 武大川觉得 脚底下有东西 低头一看奇怪道 怎么有一堆碎石头 你踩的 就是县令大人 云雀道 武大川吓得一蹦多高 惊呼道 大人怎么碎 碎了 假的 有妖邪冒充县令 你们去找找真的县令吧 我估计还在衙门里 此件事了 我回去了 云雀说罢 与沐青瑶离开县衙 武大川牛不踩等人 在县衙里一顿好找 最后在茅厕 发现了县令马庸 幸亏来得及时 再晚一会儿 这位县令老爷马小角 非得被淹死不可 双子鬼案虽然完结 但县令大人 从此对一切吃食 再也不感兴趣 看见什么吃的都想吐 回到不一项 天色已经渐暗 中午没在县衙混到饭吃 云雀早已饿得鸡肠碌碌 回到家开始忙活 把二斤新鲜五花肉 切成大片 切了半颗白菜 葱姜蒜大油炸锅 加上粉条开煮 没多大一会儿 屋子里满是菜香 整整一小盆猪肉白菜 炖粉条 热气腾腾 又热了几个大号的白面馒头 云雀吃得狼吞虎咽 穆青瑶第一次见识到 这种民间菜肴的做法 用纤细的两根手指 撕下一小块馒头 慢条丝里地嚼着 加菜也有讲究 只从最上面开始 一次加的菜 只够一小口 吃相温文尔雅 隐隐透着一种高贵 反观云雀 埋头猛吃 群狼进食什么样子 他就什么样 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 两道身影倒影在窗纸上 两相对比之下 小木桌的两侧 简直是美人与凶兽 完全相反的两种景致 一口气吃掉五个馒头 云雀打了个宝格 对面的穆青瑶 连半个馒头还没吃完 见云雀吃饱 穆青瑶放下了手里的食物 我们穷苦人家 没那么多讲究 你吃你的 云雀道 高门大户里的规矩 一旦家中主人吃完 其他人也就不会再继续吃了 我吃饱了 穆青瑶脸上 挂着浅浅的微笑道 手艺不错 很好吃 我在王府里 从没吃过这种菜 原来是金枝玉叶的郡主 难怪赶出价三千两 云雀已在榻上 声音慵懒 并没有因为对方高贵的身份 而表现出该有的敬意 钱财身外物 如果你觉得不够 我可以再加 不过天祺学宫的名额 很难用钱买得到 你考虑的如何 穆青瑶轻声道 明天早上从镇子南门走 往左乌鸡镇 往右百玉城 两条路都同天祺 云雀无精打采的道 如果你肯出二百两银子 我可以送你到乌鸡镇 或者百玉城 之后的路你自己走 我个人建议 你走百玉城 因为百玉城是玉石买卖的重镇 来往客商繁多 城内驻军不少 你亮明身份 肯定有人护送 穆青瑶没有任何失望 声音清零的道 以你的身手 留在藏石镇 只会埋没人才 金子会发光 但不见天日的话 再贵重的珍宝 也无法展现光彩 读书人说话果然多好听 可惜我不是什么金子 更不是珍宝 我就是个平凡的武夫 没事猎点小妖 咽点尸体转外快 狗活于世 混吃等死 云雀道 你能与七阶妖物抗衡 应该在七品境界 若为朝廷效力 至少是偏将 与游击将军的级别 如此身手 岂是凡夫俗子 穆青瑶道 郡主眼光不太行啊 我哪里是什么七品 我只是个小小的八品武夫而已 云雀道 穆青瑶稳重的目光晃动了一下 心中出现震惊 他始终认为 伪装成县令的七阶虎妖 与云雀同等境界 而且在穆青瑶看来 云雀的实力 应该隐隐压着那虎妖一头 从虎妖平山君的语气中 也能证实这一点 穆青瑶听得出 那虎妖对云雀 有着相当强烈的忌惮 若非忌惮雀 虎妖平山君 大可本体前来 一个七阶虎妖 八品武者绝对挡不住 到时候 他这位郡主必定身亡 可平山君没来 只用了傀儡提身 一次暗杀不成功 立刻远顿 这不是明显的忌惮 又是什么 穆青瑶实在想不通 云雀为何以八品武者的境界修为 却能震得住七阶的强大虎妖 压下心底的震惊与疑惑 穆青瑶沉稳的道 武者前三境为后天境界 九品炼体 八品炼骨 七品炼神 这三个后天境界 最为耗费钱财 需要大量增加气血的药物 洗炼本体 尤其八品炼骨镜 所需的资源无比庞大 你在县衙验尸 一具才一百个铜钱 验上几辈子 也赚不够炼骨的药钱 即便能烈妖赚钱 想要冲进七品炼神 也不知要何年何月 若能护送我回到皇城 我可以提供 你在炼骨镜的所有药材 我不想死 我想活下去 穆青瑶的声音很轻 听得出发自内心 除了交易之外 还有他对活下去的期待 云雀沉默了一下 你不认得平山君那头虎妖 对吧 穆青瑶轻轻点头 炼骨镜的消耗确实太大了 你给的好处十分诱人 说实话 我很动心 不过这笔买卖 我不接 云雀笑了笑 哦 平山君那老妖懒得很 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杀个郡主 肯定有人指使 对付平山君问题不大 对付他背后的势力 我实在无能为力 抱歉了 如果答应你的话 不是送你回皇城 而是陪你一起死 穆青瑶轻轻叹了口气 不甘心得到 天祈学宫十二殿 容纳如道五三家精华 你若进入学宫 有机会转修其他体系 以你的聪慧 修道与修儒 肯定更加适合 武道实在太难了 这一点 无需郡主关心 云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道 我入不了儒家 进不了道门 拜不得菩萨 我这一生 只能做个武夫 为什么 穆青瑶疑惑道 因为我的命 早就卖了呀 云雀道 入夜后 小镇偶尔传出几声犬吠 昊月当空 夜来人静 不一向的小屋里 光线暗淡 穆青瑶拨了拨灯油 火光再次明亮起来 由于我的天赋 能沟通灵体 父王从小教给我一个任务 寻找灵花 我从六岁开始 每年至多在家里 住上三两月 其他时间都在四处奔波 十余年间 我几乎走遍了半个禁国 仅仅发现过 一朵灵花的踪迹 穆青瑶轻声地讲述着 如自言自语 那年我十一岁 亲眼目睹了灵花的争夺 一头两人多高的熊妖 杀死了上千名 重甲进军 夺到了灵花 一位师兄 被熊妖撕碎了身体 五脏净裂 即将生死 我问他可有一言 他却看着灵花开怀大笑 他说不赔 他这条命转了 一朵灵花 又能打造一座扶摇阵 护一城百姓平安 师兄死了 笑着死的 从那之后 我心里的些许埋怨 尽数散去 如果有一天 我因为寻找灵花而死 我想 我也该是笑着而去 寒风未至夜仙黄 从中一点香 傲骨痘炎霜 小郡主的声音很轻 可这番低语 却带着沉沉的重量 傲骨痘炎霜 哪怕寒风彻骨 危机重重 沐青瑶 也会在这条 他自己选的路上 走到底 听对方说完 云雀打着哈欠道 你图个啥呀 受苦挨累 还得随时搭上命 你是皇帝 还是圣人 我不是皇帝 我也不是圣人 我只是个 不忍看到 黎明百姓 深受要挟之苦的 普通郡主 随为女儿身 但行君子道 沐青瑶目光坚毅的道 即便找到灵花 打造出扶妖镇 百姓也只会歌颂皇帝 有几人知道 你的功劳 就是你这种女君子 让三座大城的地皮 连年攀升 真正的穷苦人家 还是水深火热 扶妖镇 只会庇护有钱人而已 要我说 就不该存在扶妖镇 大家一样 随时都能遭遇要挟 随时都会死 这才公平吗 云雀的公平之说 听得沐青瑶 促起秀眉 地价这种事 他之前并未关注过 不过略一思索 便认可了云雀的说法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 四天剑的人 会努力寻找灵花 十年不够 就找上百年 早晚有一天 大静的所有城镇 都会变成安全之地 沐青瑶坚定地道 宜山的愚工 也是这么想的 云雀道 我知道你心里 也有一颗赤城之心 藏石镇 去年矿场 闹妖邪的时候 是你仗义相助 铲出来妖邪 我看得出镇上的人 对你十分敬重 你有没有想过 投靠朝廷 报孝家国 沐青瑶道 没想过 云雀晃着一根手指道 而且你说错了 我去矿上 除药是收费的 麻小脚家的钱 否则我才不去 我只是个 自私自利的小人 活一天算一天 堂堂拿二 该当顶天立地 难道你没有报复 沐青瑶道 有啊 我最大的报复 就是活下去 云雀道 沐青遥望着邪倚 在床榻上的黑衣少年 对方那张 清秀的脸庞上 始终是提不起精神的 慵懒神色 显得昏昏欲睡 看不到斗志 也看不到朝气 好似个垂目老者 冷无声气 然而云雀跃是如此模样 沐青遥 心里的好奇便越重 沐青遥 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对面的少年身上 必定藏着沉重的秘密 我已经讲述了自己 能不能说说 你的故事 沐青遥声音很轻 我的故事很无聊 你确定想听 云雀道 想听 毕竟今晚 也许是我这辈子 最后的一夜了 沐青遥声音中 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 道 我想听最后一个故事 好吧 看你这么可怜 讲给你听也无妨 云雀的脸上献出无奈 道 故事的开始是 从前有一对舞者夫妻 生了个儿子 故事的结尾是 舞者夫妻 在一次大战中战死 他们不到三岁的儿子 在蚕食断骸中 幸存了下来 我的故事讲完了 小屋里 安静下来 油灯中火苗摇曳 沐青遥的影子 变得不断晃动 一如他此刻的心绪 故事实在太简单 简单到无聊 然而沐青遥 却从这段简单的故事里 听出了一个 令他久久无法平静的线索 大战 三岁 遍地尸海 十五年前 前朝大雁 与北玉妖都同归于尽 那场大战 震惊了天下 从云雀的年纪判断 当时的他 只有两三岁而已 沐青遥清澈的眼眸 此刻盛满了震撼 明知是一场死战 那对战死的舞者夫妻 不可能带着柚子去参战 应该在出发前 将孩子安顿好才对 可云雀 却出现在战场 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一件事 当时的云雀 随军攻打妖毒 不到三岁的娃娃 竟参战了 沐青遥无法想象 一个三岁的娃娃 究竟拥有何种 可怕的力量 能在战场冲杀 要知道 那不是普通的凡人战场 敌人不是普通军兵 而是成千上万的 强大妖族 仅仅想象一下 那种惨烈的画面 沐青遥便通体声寒 望着邪乙 在床榻上的慵懒少年 沐青遥的心 没来由地疼了一下 后来呢 那孩子去了何处 沐青遥追问道 被一个青湖山的 老猎人收养 混吃等死到现在 云雀道 沐青遥再次微微蹙眉 他察觉到故事的结尾 不对劲 北域腰兜 距离青湖山百万里之遥 即便被收养 也该在北域附近才对 你是怎么回到的青湖山 沐青遥道 我也想知道 云雀将两只手抱在脑后 望着棚顶道 我缺失了一段记忆 大概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 等我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青湖山了 沐青遥沉默了下来 仿佛有一种共鸣 让他能感受到 云雀心里的孤独 与那份深深的疑惑 沐青遥低下头 从井上摘下一个挂件 由红绳编织 顶端掉着一块小小的玉石 玉石成天青色 雕刻着一根羽毛 唯妙唯笑 这件月玉 我从出生一直带着 有安神之效 在山上的时候 你就过我一命 死物当作我的谢礼 沐青遥将月玉 放在云雀手里 整个人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明媚一笑 道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何况是救命之恩 如果你不收 我死之后这块玉 也会落在别人之手 你竟然给 我当然收 这块玉值不值二百两 云雀捏了捏玉石 上面还残存着 小郡主的体温 值 沐青遥微笑道 如果你以后去了天气皇城 我建议你到四天间 见见见见证 坚证是我师尊 修为高深 也许能帮你 找回那段缺失的记忆 我正好奇心不重 丢了一个月记忆而已 想不起来就算了 云雀喝了一声 道 如果你打着重建前朝 斩妖丝的心思 我劝你早点放弃为好 莫机会了 沐青遥并不意外对方 看穿他的心思 微微偏着头 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正常人 困了 睡觉 云雀说完一句 便抱着刀 沉沉睡去 沐青遥没睡 望着遍布群星的夜空出神 北街有女人投了紧 南街有乞丐发了疯 西街的上百个孩童 在睡梦中 惊醒大哭大叫口吐白沫 东街的野狗 没来由地死了满地 这一夜 镇上的所有郎中 都忙碌到天明 最后得出同一个结果 中邪了 镇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天亮后 沐青遥站起身 望了眼熟睡的云雀 随后脚步轻轻地出门 离开了这座棺材般的小屋 今天的天气十分阴沉 黑云当空 大雨将至 沐青遥独自走在 空旷的街头 脚步不急不缓 她没有直接离开藏石镇 而是走到云雀 第一次带她吃包子的 那家包子铺 要了一笼剃肉包子 狠狠地一大口咬下去 好香 这一刻 小郡主甩掉自己高贵的身份 狼吞虎咽 她体会了一次 平民百姓的生活 虽然活着不易 却如此爽快 活着真好 吃完了包子 沐青遥重新恢复 稳重矜持的神态 付了钱 起身走向镇子南侧的出口 街上来往的行人 渐渐多了起来 沐青遥走在街上 发现很多人 在打量自己 目光不善 而这些打量自己的人 居然都是普通的镇上百姓 沐青遥有些不解 脚步加快了几分 南街 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长街 街道两侧有店铺 有民宅 还有一座土地庙 庙宇修得不大 连正门都没有 就是间 勉强遮风挡雨的大屋 里面供奉着土地爷的泥像 从外面 即可看得一清二楚 当沐青遥图经土地庙的时候 忽然轰隆一声闷响 庙里的泥像 居然倒塌 摔了个四分五裂 倒塌的泥像 犹如一个信号般 街上所有人都停住脚步 一双双充满愤怒与敌视的目光 汇聚在沐青遥身上 沐青遥预感到不妙 低着头想要离开此地 就是他 人群里 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妇 大吼一声 指着沐青遥道 他就是 昨天的外来人 我们镇上平安多年 他一来就闹了一夜怪事 他是扫把星 是邪碎 人群寂静了片刻 爆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喊 我家孩子吐了一宿 眼看着要没窗了 原来是他害的 我儿子的棺材都备好了 烧死他这个邪碎 我儿肯定能活过来 他死了 镇子就干净了 烧死他 烧死他 南街的土地庙前 架起了一堆毅然的木料 足有半人多高 淋了不少煤油 沐青遥被绑在木头堆里 四周的百姓群情激愤 那五大三粗的汉妇 找来一只火把 大呼小叫地咒骂着 木青遥望着阴沉的天空 苦涩地笑了笑 他想象过自己 被妖物咬死的惨烈景象 也想象过自己 被敌人一箭穿心 甚至想象过 跌落陷阱 被活活困死 他想过很多种死法 唯独没想过 会死在一群百姓之手 命运仿佛跟木青遥 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他不畏危险 努力想要守护的天下黎明 反而成了杀掉他的凶手 偏过头 木青遥看到破旧的土地庙里 土地掩带颗残破的泥巴头颅 正对着自己 好像在嘲笑 当汉妇即将点燃木料堆的时候 人群里挤出个少了一只手的汉子 你们干什么 当街杀人 没有王法了吗 汉子是集市上卖肉的屠夫 什么王法 王法管得到邪碎吗 上百个孩子中了邪 就是这女人的原因 烧死他 孩子们就有救了 法不择重 况且 我们烧的是邪碎 对 烧死他 人群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有些人一个劲催促着汉妇快些点火 缺手的汉子急了 大吼道 不能烧 她是云根带回来的女人 肯定不是要挟 汉子认出了木青遥 这才尽力阻拦 云根这几个字 让四周安静了下来 连那汉妇也变得犹豫不定 这时 人群里有人高呼道 昨天镇上根本没来外人 就他一个外乡人 他进了镇子 才出现这么多邪门的事 他肯定是邪碎 云根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第一个人出生 就有第二个 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们 再次呼喝起来 大吼着烧死他 缺手的汉子 被几个壮汉推搡到一旁 他一个人 哪能挡得住数百名百姓 缺手汉子 被推得跌倒在地 朝着四周人群大吼着 你们中了鞋 你们才中了鞋啊 汉妇来到木料堆镜前 恶狠狠地抡起火把 杨起的火把 却如定在身后一般 任凭汉妇如何用力 居然砸不下去 汉妇回头一看 一只手 稳稳地抓住了火把 汉妇身后 是一身黑衣的冷峻少年 背着刀 目光清冷 是不是藏石镇 这几年太安生了 闲得你们没事找事 云雀的冷雨 惊得汉妇立刻松手 退出好几步 周围的人群 变得鸦雀无声 人们的脚步 都在不自觉地往后退去 让出了土地庙前 一大圈空地 云雀提着火把 环顾四周道 想看鞋碎事吧 好 明儿我带回来点 让你们看得够 轰隆一声 天空传来滚滚雷音 人们浑身一哆嗦 又齐刷刷往后退了几丈远 仿佛那黑衣少年 比鞋碎还要恐怖 远处有不少人闻讯赶来 其中一个瘦小的汉子 挤进人群 跳起来照着那汉妇 就是一耳光 山的汉妇原地转了三圈 败家婆娘 谁他娘让你来这撒泼的 云根带回来的女人 能是鞋碎吗 你他妈 老子被驴踢了是不是 汉妇委屈道 打媳妇算什么能耐 我们儿子眼看活不成了 不是闹鞋碎是傻啊 瘦小汉子 脸色铁青地骂道 我儿子就算今天死了 我也姓云根 没有云根 去年 我们矿上这些人 全都得没命 你们谁不信 现在站出来 四周的百姓 纷纷低下头 现出愧色 云雀的存在 在藏石镇 犹如传说一般 百姓虽愚昧 但百姓们并不傻 藏石镇能如此安稳 多年没有妖邪 靠着的不是县令的智力 而是青湖山这位猎妖人 一对牙翼匆匆赶来 为首的正是五大川 问清原委后 五大川也被气得不轻 扬言要将闹事的 全抓回县牙 一时间土地庙前闹哄哄 全是求饶声道歉声 云雀解开穆青瑶的绑绳 带着对方离开了南街 重新回到不一巷的时候 下起了一场大雨 你怎么来了 穆青瑶轻声道 送你去百玉城 云雀晃了晃脖子上 挂着的月玉 道 这玩意肯定值二百两对吧 穆青瑶轻轻笑了起来 汉手道 值 山上的事不算什么救命之恩 有你没你我都会杀那头狼妖 这块玉就当护送费了 云雀将月玉收进衣领 道 不过事先说好 直到百玉城 多一步我都不会走 到时候 你自己想办法回皇城 咱们两亲 穆青瑶静静地望着 对面的黑衣少年 轻声道 谢谢你 别谢 买卖而已 你请我愿 二百两银子的 活我还接得起 云雀道 还有旧衣服吗 我想沐浴 穆青瑶的白裙染满油污 手脚也沾了不少煤油 十分狼狈 柜子里有一套 洗澡的话 只能在屋子里 云雀指了指墙角的一个木桶 他这屋子就一间房 烧菜都得在院子 翻找出一套灰色的长山 云雀帮忙 烧了热水 倒满木桶 我出去等着 云雀抱着刀 打开门 外面的雨很大 瓢泼一般 穆青瑶犹豫了一下 道 不必了 你背过身 别回头即可 云雀文言又关上了门 坐在凳子上背对着木桶 放心 我这人说话算数 肯定不会回头 我相信你 穆青瑶见云雀背对自己做好后 抿了抿唇 开始宽衣沐浴 外面大雨倾盆 屋内安静异常 只有些许水波撩动的细想 小郡主从来没有当着外人沐浴的经历 翘脸上始终挂着一抹蕴红 洗到一半的时候 穆青瑶轻轻咬了咬牙 忽然转头看去 专心致志地摆弄着长刀 你是个君子 穆青瑶声音很轻地低语了一句 木椅上 云雀只是喝了一声 君子 傻子才做君子 云雀重新调整好刀刃的角度 继续欣赏着刀中美景 看鸡眼 咽一下口水 当穆青瑶换好了干净的长衫 外面的大雨也停了 衣衫有些宽大 毕竟是男人的衣服 穆青瑶用裙衣上的腰带扎住腰脂 如铺的长发 简单地继承马尾 整个人干净清爽 少了些少女的娇柔 多了几分英气 何时出发 你是雇主你定时间 不过 我建议越快越好 云雀收好长刀 转过身道 我想去看看那些中邪的孩子 木青瑶道 他们想烧死你 你还去看望人家 菩萨也没你这么慈悲的 云雀道 百姓愚昧 最容易被人蒙蔽 我看得出刚才那一幕 有人背后挑唆 我不怪他们 我只是担心那些孩子的安危 不会没来由的上百名孩子一起中邪 我跟随师尊学过一些医道 也许能帮上忙 若这么走了 于心不安 木青瑶道 镇上的人我大多认得 人群里有几个生面孔 晚走一分 并危险一分 云雀道 没到百玉城之前 你会帮我的 不是吗 木青瑶俏皮地微笑道 古往今来 做东家的向来事多 反正二百两银子的活 到百玉城之前 你随便折腾 云雀道 出了门 两人来到最近一处出世的人家 一家三口 平日里靠着在山里摘些野果子售卖 冬天的时候 便上山砍柴回来卖 日子过得很苦 家里是个女儿 四岁大 两眼翻白 时而吐些白沫 气息微弱 看样子活不了多久 云雀进来的时候 夫妻两人正直勾勾盯着女儿 茫然无措 郎中怎么说 云雀道 一见是云雀 夫妻俩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郎中瞧过 只说和其他孩子一样中了邪 没得治 云哥儿你救救我家孩子吧 求求你了 云雀看了眼气息奄奄的女娃 道 她没中邪 你家也没有邪碎 我就不了 夫妻俩一听 琪琪瘫倒在地 抱头痛哭起来 我来试试 沐青瑶说着走到女娃旁边 仔细地拔起墨 远山般的带眉缓缓促起 夫妻俩急忙擦干眼泪 安静地等在一旁 两久 沐青瑶收回手 朝夫妻俩道 打一盆清水 给孩子灌下去 灌到吐为止 至少让他吐三次 夫妻俩急忙照办 打来清水 她们现在病急乱投医 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 大城里的郎中又请不起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女娃被灌了一大盆清水 足足灌吐了三次 随后 女娃的脸色转好 气息也冲突起来 不多时 竟悠悠转醒 夫妻俩大喜之下 一个劲地败谢 沐青瑶让两人将办法散布出去 解救其他中邪的孩童 随后 离开这户人家 看走眼了 果然是邪碎 云雀道 你没看错 女娃并非中邪 而是中了毒 我看不出是什么毒 只能用这种办法缓解 幸好有效 沐青瑶忧心忡忡地道 连几岁大的娃娃都能利用 不是邪碎是什么 世上有很多披着人皮的邪碎 生得与人一样 却比妖邪还残忍 云雀冷笑了一声 沐青瑶一时无语 心里泛起一种自责 宁静的小镇 自从她这位郡主抵达之后 便成了别人的棋盘 小镇上无辜的百姓 也成了别人的棋子 我们现在就走 沐青瑶振作起来 坚定地道 只有她离开 藏石镇才能恢复真正的平静 路口处 武大川和两个捕快的身影 匆匆而来 云老爹 可找到你了 县令大人 让你赶紧过去验尸呢 武大川带来了一则死讯 死者是镇上一位 园外的独生女儿 昨晚不知为何 突然投合自尽 早上捞出来的时候 尸体都泡走行了 惨不忍睹 云雀毕竟是衙门的武作 县令既然下令 他不好置之不理 跟着武大川来到北街 街尾的一口水井旁 围着一圈牙翼 县令马雍 主部牛布才都在 还有个富泰的中年男人 坐在地上哭天喊地 水井一侧 蒙着一大块黑布 罩着一具尸体 我的闺女啊 你怎么好端端地投了井啊 你走了 卫富可怎么活啊 园外痛哭流涕 白发人送黑发人 马雍和牛布才不断地安慰园外 好话说尽 对这位园外很是客气 看见云雀到了 马雍急忙到 云雀你来得正好 快快验尸 看看徐园外家的千金 到底因何投何 是陈玉所至 还是心结难解 云雀翻了个白眼 你找个说辞 直接定案得了 人都死了 神仙也看不出 是陈玉还是心结 没办法 谁让干这行呢 云雀来到黑布前 打算开始验尸 慕青瑶始终跟在一旁 云雀抓住黑布一脚 提醒道 陈诗水井一夜 虽然达不到巨人观的程度 但绝不会好看 你确定要看 慕青瑶肯定的点了点头 神色肃然 云雀直接掀起黑布 看到尸体的瞬间 慕青瑶的呼吸 停滞了一瞬 有种要呕吐的冲动 慕青瑶闭眼缓和了一会儿 才再次睁开眼 没再敢看尸体 将目光落在云雀身上 作为武作 云雀是专业的 简单查看一番尸体 确认没有伤痕 问旁边的牙医 先捞的哪头 脚 先捞的脚 尸体是捣着的 一名牙医回复道 云雀又转向园外 问道 你闺女有没有疯病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啊 我闺女一直正常 昨晚还挺开心的说 要给我织一件羊毛的砍尖呢 不大会儿就投了警 我的女儿啊 问完两个问题 云雀给出了验尸结果 她杀 凶案 一句凶案 将周围众人听得奇奇发愣 明明是跳井自尽 怎么成了凶案 县令马庸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如果是自尽好办 安抚一番徐员外即可 可若是凶案 折腾的就是衙门的人 总得查线索找凶手吧 尽快破了案子还好 如果有凶案长时间悬着 她这个县令的考计 就得大打折扣 刑狱一类 是考核县令的重要标准 凶案若积累过多 县令的乌杀不保 尤其这种尸体 完好的情况 连推说是 妖物所为都难以扶重 妖邪作祟 必定伤人 哪有妖邪不吃人 偏偏喜欢托人下水的 牛不才别看大字 不识一个 但他会察言观色 发现县令大人的脸色难看 就知道坏事了 急忙补就到 云雀啊 你再好好看看 是不是有妖邪作祟 害死了原外家的千金 说这话的时候 牛不才隐晦的 笔梁出一根手指 代表着一两银子 不会错 就是凶杀案 云雀道 再仔细看看 我瞧着像自尽的样子 牛不才说着 笔梁出三根手指 云雀自然看得出 对方的小动作 呵呵一笑 一马归一马 你加上脚趾头 这案子也是凶杀案 有人在昨夜 行凶杀人 现在正逍遥法外 牛不才正在原地 说不出话来 向来贪钱的小五座 今天居然对银子 不感兴趣了 牛不才自以为了解云雀 殊不知云 却有自己的底线 贪钱归贪钱 但有些事 就算给他做金山银山 他也不屑多看一眼 慕青瑶 安静地旁观着一切 马庸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瞪了牛不才眼 牛不才无奈之下 只好反驳道 既然非得定成凶杀案 那云雀你来说说 证据在何处 凶手连影子都没有 你凭什么判断 是凶杀 云雀笑了笑 道 想要证明很简单 有请主部大人 坐在井边 我来给你证据 牛不才不明所以 为何非得做井口 井里刚死了人 牛不才可不想坐过去 但县令的一个眼神 他只能无奈地坐到井口 从现在开始 我说的都是假设 牛大人 要用点心 你就当作是真事 云雀说了句奇怪的话 牛不才满口答应 在井边坐好 你爹死了 云雀道 啊 没有啊 今儿早上 还出门溜弯来着 牛不才挠头道 假设 牛大人 你应当表现出 该有的悲伤 云雀道 马拥斥责道 就当你爹死了 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牛不才连连说好 皱起眉头哀声叹气 表现出父亲过世的 悲伤情绪 你娘死了 云雀道 牛不才想了一下 从皱眉头 变成了一脸悲容 他现在有点入戏了 你夫人也死了 云雀道 牛不才的悲容 瞬间变成笑容 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随后看到周围人 全看着他 立刻又转为 愁眉苦脸 你儿子死了 云雀道 牛不才愣了下之后 沉默不语 看得出 变得更加难过 好消息是 不是你轻生的 云雀道 牛不才的沉默 瞬间转变为愤怒 挤眉瞪眼 你家所有亲戚 都死绝了 只剩你一个人 你得了不治之症 只有一天能活 天黑就会死 云雀道 牛不才坐着牙花子道 这么惨 我怎么觉得 你在咒我呢 天黑前 你会做什么 云雀问道 最后一天可活 我肯定得吃点好的 晚点好的 跟熟人告个别 然后躺床上等死呗 牛不才皱着眉道 想不想跳井 云雀道 不想 我宁可死家里 我也不死井里 牛不才 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云雀笑了笑道 牛大人满门灭绝 又身患绝症 这么惨了 你都不想投井 沉原外家的闺女 衣食无忧生活惬意 她为什么偏偏去投井呢 她 可能一时想不开吧 牛不才心虚地道 说的没错 的确有这个可能 云雀指着井口道 既然想不开 她怎么不在井边 仔细想想 牛大人 如果想不开要跳井的话 你会坐在井边 重新想一想吗 还是从家里跑出来 一头扎进去 云雀说完 旁边的人 全都沉默了下来 沉原外所言 当晚她女儿好端端的 除非受到极大的打击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投井的女人 明显没有情绪上的打击 云雀的声音悠悠响起 跳井自杀 首先要跳进去 投河和投井不同 井口狭窄 即便自尽 也没人会选择 脑袋先下井 尸体既然从脚捞上来的 证明是大头朝下入的井 无需线索 单单这种死法 就透着古怪 所以云雀才断定是凶案 昨晚有人将沉原外的女儿 从家中掠出 大头朝下 塞进了井里 断定了凶案 可惜没有丝毫线索 县令马庸 挤出一身冷汗 追问沉原外 可有凶手的蛛丝马迹 结果对方毫无察觉 根本没看到有人 劫走了女儿 这下麻烦了 武大川 你是捕头 本官献你十日之内 找出凶手 马庸将怒火 撒在捕头身上 武大川脸色一垮 只好微微懦懦地领命 无头悬案 连点线索都没有 去哪找凶手啊 水井旁 乱哄哄 县令 主部 捕头 牙役 苦主 一群人七嘴八舌 议论不休 沐青瑶的目光 始终落在云雀身上 小郡主觉得奇怪 云雀原本已经验过诗了 此刻 却一个人蹲在尸体旁 好像在嘀咕着什么 由于周围的声音嘈杂 沐青瑶听不到云雀 在说些什么 但他能看到 云雀眼里 那一抹罕见的冷冽 事到够乱了 腰来乱世 人也来乱世 云雀伸手合上尸体的眼睛 望着腹肿的尸体 嘀咕着 他没来之前 你洗澡最好看 可惜以后 看不到了 哎 又少了一个爱好 将黑布重新盖好 云雀缓缓起身 单手握住了刀 清秀的脸庞 好似扑上一层寒霜 云雀道 想不想破了这个案子 沐青瑶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禁国 是有王法的 我相信 善恶有报 不过孩童中邪 女人投警 这些鬼事的背后 是有人故意煽动 百姓烧死我 若找出凶手 就要直面幕后之人 你或许会有危险 云雀道 想要你命的大人物 不会在这种小地方出面 藏在镇上的家伙 充其量是喽啰 最大的危险 是距离皇城最近的地方 二百两银子 还没到 让我卖命的地步 沐青瑶 虽然是喽啰 但此人十分阴险 怕是不好对付 你大可送我离开藏石镇 为何冒险 找出对方 云雀道 人呐 可以苟且偷生 可以混吃等死 但必须活一个念头通达 不宰了凶手 我不爽 沐青瑶 念头通达 你认得死者 云雀道 收养我的老猎人 第二年就死了 有时候没吃的 我就来镇上找 陈渊外 最有钱也最小气 多说给半碗粥 还是没几厘米的那种汤水 他女儿每次都会 偷偷塞丢两个馒头 白白的 跟秀儿姐身上的一样 云雀在笑 可毛子里的杀意 几乎要溢出眼眶 所以吗 我要教那凶手认个字 云雀道 什么字 沐青瑶道 叫他死字怎么写 云雀声 如冰寒 云雀说得好似玩笑 但沐青瑶 从对方的目光中 看出了浓浓的杀意 几天相处下来 沐青瑶从未见过 云雀如此神态 哪怕面对平山君 那种强大的妖物 云雀依然是懒散的模样 但今天 云雀不同以往 沐青瑶能感受到 云雀心里的愤怒 沐青瑶走到井口 朝下看去 他动用了自己的天赋力量 很快寻找到水底的一条幽魂 并将其成功带出水井 幽魂出现后 水井旁边的众人 感受到一股冷意 马勇下意识地紧了紧外套 沉原外止住了哭声 牛不才打了个哆嗦 五大川皱起眉 好似察觉到一丝危险 沐青瑶朝云雀点了点头 是一死者的幽魂出现 可以去寻找凶手 云雀对县令道 杀人凶手 没准就是祸乱县衙的家伙 害得大人掉毛坑的罪魁祸首 现在有些线索 还望大人调牌人手 随我追查个清楚 马勇文言 立刻将两件案子联系在一起 顿时火冒三丈 吩咐下去 把县衙里的三班衙衣全掉了过来 加上镇上驻守的军兵 总共上百号人马 云雀说有线索 马勇是姓的 毕竟武作 只是云雀的一份灵工罢了 人家的主业是猎妖的 一道女人轮廓的幽魂 飘荡在街头 时而茫然四顾 时而缓缓前行 速度不快 穆青瑶以自身的天赋 沟通着亡者之魂 借其残存的一丝灵智 寻找着凶手的下落 云雀走在穆青瑶旁边 县衙里的众人 离着两人一大段距离 都不太敢靠近 云雀只说 有凶手的线索 可没说凶手是人是妖 幽魂飘飘荡荡 最终来到镇上唯一的一间客栈 小家老店 这座客栈不大 是一处小院 总共十几个房间 就这了 云雀打量一番客栈 抬脚迈了进去 武大川紧随其后 一进门就抓住店家 询问近期住店的人 得知只有三个客人 几天前到的藏石镇 还是一起的 听闻只有三个人 武大川稳了稳心神 命人将客栈包围 随后让店家 将住店的客人叫出来 武大川是有修为的 他是九品武者 别看境界很低 在藏石镇这种小地方 足以担任捕头 不大话 住店的三个人走出客栈 站定在小院里 为首的是个光头汉子 个子很高 其余两人模样普通 扔进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那种 官也有何事 我们可是守法的良民 出来贵宝地做些小买卖 光头汉子客气地说道 昨天夜里 你们去了何处 武大川沉声质问 哪也没去啊 就在客栈睡觉来着 店家能证明 我们从未出去 光头汉子道 明天还得赶路 谁有空在晚上出门瞎逛 就是 咱们做小买卖的起早贪黑 不容易啊 另外两人抱怨起来 武大川仔细看了看三人 除了那光头瞧着有些特殊 另外两人实在看不出 有什么可疑之处 叫来店家 武大川问道 他们几个 昨晚是不是一直在客栈 说不清楚的话 跟我回衙门仔细想想 店家是个小老头 早被一群牙翼 吓得魂不附体 连忙道 一直在 我没看见他们出去 武大川犯了难 有店家作证 人家晚上根本没出去 相当于没有嫌疑 正纠结的时候 武大川看到云雀突然踹出一脚 直奔左侧的住店之人 对方戴着小帽 调服打扮 个子不高 身形瘦弱 与镇上的小贩类似 武大川伸知云雀的站立 这一脚下去 踹正的话 普通人都能直接给踹死 武大川正惊讶着 云雀为何突然出手 只见带着小帽的住店之人 快速抬腿格挡 用膝盖挡下了云雀的一脚 此人被踢得后退了十几步 稳稳站定 不过神色却变得难看起来 脸上现出傲骂 云雀呵呵一笑 道 九品舞者当挑夫 你们做的买卖不小啊 刚才那一脚 云雀用出了九品程度的力道 正常人是挡不住的 武大川闻言 挑起大拇指 高 比起追查盘问抽丝剥茧 人家一脚 就能踢出对方的真正身份 武大川喝道 九品舞者假冒挑夫 你们意图不轨 拿下他们 武大川有着九品舞者的修为 加上周围上百名官兵衙役 即便面对三名九品舞夫 他也不惧 更何况 还有个战力害人的云雀在场 最低等的九品舞者 虽然武力不俗 一个打十个二十个 亦如反掌 可人若是多了 上百名训练有素的官兵围攻之下 一个九品舞者也有 被杀掉的危险 九品练体 主要打凹体魄 淬炼气血 体力远超常人 修的是外境法门 被誉为以一抵百 但体力再强也有尽头 只要九品舞者耗尽体能 便与虚弱的常人无异了 除非能达到八品的练古境 一身铜皮铁骨 能在数百人的围攻下 大杀四方 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 面对围拢而来的官兵 围守的光头汉子 安稳如长 笑道 慢着 在下有晋国发放的经商牙牌 我可是正经八百的生意人 雇佣两个舞者 不算什么吧 光头汉子说吧 取出一个象牙雕刻的牌子 外围相经 一看就是贵重之物 武大川立刻犹豫起来 回头请示县令马雍 马雍的脸色 也变得有点难看 这种牌子他认得 那是身家巨富的大商骨 才能得到的东西 相当于晋国的通行令 各处州府衙门 只要人家一亮这种牌子 县令也得客客气气 牛不财 在旁边直吸凉气 他家就是做生意的 上下几代人 也没混到一个经商牙牌 早就寄予多年 今天看到 真的哪能不羡慕 马雍沉吟了一下 道 既然有牙牌在身 阁下应该没什么嫌疑了 走 我们去别墅查查 经商牙牌 代表的可不仅是财富 还有广泛的人脉 没准牵连着朝廷里的某位重臣 拥有牙牌的伤骨 即便杀个人 也足以用钱来摆平一切 与其得罪一个豪富伤骨 县令马雍宁可留一桩悬案 悬案多说影响考计 往大的说 乌杀不保 可得罪一个拥有牙牌的大伤骨 有可能人头不保 马雍当机立断 打算走人 等等 云雀的声音 打断了县令的脚步 生意人雇佣舞者 的确不算什么 但你杀了人 就该偿命 云雀盯着对面的光头汉子 笃定道 这位小兄弟 你在何处 看到我杀了人 凡事都要讲个证据 你平白无故血口喷人 我可以去县牙告你 光头汉子笑道 反咬一口 云雀冷静道 我没看到你杀人 不过 我有你杀人的证据 他能作证 说吧一指沐青瑶 马雍牛不踩五大川几人 纷纷诧意起来 都知道 云雀这两天带着个小姑娘 除了模样秀美之外 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 光头汉子 是吗 那你让他证明给我看 云雀看了眼沐青瑶 沐青瑶微微点头 朝着旁边的空气问了句 杀害你的凶手 可是此人 客栈门口 一时间变得寂静下来 一众牙役 觉得后几辆有些发冷 在这些凡人眼里 沐青瑶对着空气说话 显得诡异古怪 县令马雍 和主部牛不才互相看了眼 都觉得莫名其妙 认为云雀带着的小姑娘 脑子有点问题 不用怕 你只认即可 我给你做主 沐青瑶的声音很轻 却十分凝重 很快 沐青瑶得到幽魂的确认 他抬起葱白的手指 点向光头撞汉道 死者之魂已经确认 他是被你所害 此言一出 周围众人 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见鬼 不算稀奇 毕竟世上妖邪繁多 时而有鬼物出没 能与鬼物沟通的 在场众人可闻所未闻 光头汉子听罢 直接大笑起来 鬼话你也信 堂堂大镜何时多出这种规矩 连鬼都能作证了 壮汉旁边的两名舞者 发出阴阳怪气的笑声 对沐青瑶的指认不屑一顾 马庸觉得丢脸 道 行了 都别在这闹了 都回去 牛不才急忙拦住沐青瑶 打算让云雀带着这个脑子 有问题的小姑娘 赶紧走 大镜确实没有这种规矩 但我例外 沐青瑶取出一块紫金 打造的特殊腰牌 昂首道 我是富男王次女 凌云郡主 天生有通灵之力 陛下遇刺阴阳令 受我特权 可断阴暗 阴阳令一出 马庸牛不踩五大川几人 眼珠子直接瞪了起来 愣正半赏后 奇迹下跪 口称郡主大人 晋国有不少王侯 公主郡主更数不胜数 绝大部分公主郡主的封号 普通百姓都不知道 也没听过 唯独凌云郡主 几乎无人不知 凌云郡主是皇族中的一个特例 从出生便被皇帝重视 封号凌云 亦为云云众生中的中灵玉秀 凌云郡主的事迹 无不着迷 或许凌云郡主的其他事迹 藏石镇的这些人不太清楚 有一件事 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 牛不才都知道 晋国现存的三座扶妖大镇当中 其中一座大镇 最为关键的材料菱花 就是凌云郡主找到的 尽管称不上普渡众生 但凌云郡主 在大镜百姓中的威望之高 汗有人能及 慕青瑶穿着云雀的普通布衣 气质在此刻 却显得高贵圣洁 葱白的手指纹丝不动 指着光头壮汗道 我以凌云之名断此凶案 死者阴魂为证 你 就是凶手 阴魂为证 平日里听起来极为可笑的一句话 然而 出自慕青瑶之口 就成了铁证如山 凌云郡主 有着皇帝遇刺的阴阳令 可断阴暗 换句话说 慕青瑶有着以阴魂为证的特权 而且还是皇帝亲自下发的特权 但凡涉及阴魂灵体的悬案 慕青瑶找到的证据都是铁证 即便他胡乱指证 马拥牛不采等人也得信 不信 就是质疑皇帝 刷 刷 刷 牙蚁官兵们 齐刷刷抽出刀剑 围住三人 云雀寒声道 把杀人约获的勾当说成买卖 你挺会颠倒黑白的 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光头汉子道 无话可说 既然遇到凌云郡主 我们杀没杀人都无法反驳 只能认倒霉 你们公事公办即可 抓我们回去就是 光头汉子说的有恃无恐 他身边的两名武者也毫不在乎 仿佛被押去县崖大牢 只是换了个客栈而已 云雀缺缓缓举起刀 道 既然证据确凿 该当就地正法 哦 众舞划过空气的响动 突然出现 一身黑衣的云雀一步跃出 抡起刀鞘 直奔光头汉子 从镜到洞 瞬间转变 冲出的同时 脚下竟炸起一道风轩 别看是刀鞘 但这一击的力道之大 看得武大川倒吸冷气 以他九品武者的身手 绝对挡不住 难怪人家敢裂腰 单看这份爆发力 就无比惊人 武大川在震撼之余 认为对面的光头汉子 肯定被一击打倒 结果出乎意料 云雀砸出的剑鞘 被那光头汉子给挡了下来 挡住剑鞘的 是一根沉重的冰铁棍 光头汉子的武器十分普通 但冰铁棍的重量极其惊人 与剑鞘对轰之后 两人齐齐被震开一段距离 光头汉子将冰铁棍戳在地面 发出轰隆一声闷响 地面立刻被砸出一个水盆大的坑洼 武大川瞬间估算出冰铁棍的重量 惊呼道 五百斤往上 它是八品练骨径 这种分量的武器 九品练体武者拿得动 也抗得动 提着跑也没问题 但是当作武器绝无可能 五百斤以上的武器 唯有练骨径的八品武者 才能做到随手施展 光头汉子冷哼道 九文之远线有位猎妖人 实力超群 今日得见果然不凡 不过 猎妖人就该猎杀妖物才对 人间的事最好少管 否则容易小命不保 我在猎妖啊 云雀晃了晃手腕 道 你不就是妖吗 披着一身人皮而已 哈哈 若能成妖 简直荣幸至极 今天我就来会一会你这位猎妖人 光头汉子爆合一声 数百斤重的冰铁棍 五动的霍霍生风 在身前形成一片棍影 这架势 吓得一众牙异官兵纷纷后退 都不用打 只要挨上点边 就得鼓断金蛇 五大川一咬牙 抽出长刀喝道 光头的交给云兄弟了 其他人随我捉住另外两个贼人 一场恶战 竟然无法避免 五大川也就豁出去了 他独斗一名九品武者 剩下的牙异官兵 围攻另一名九品 两处战团都在院子两侧 将正中间的区域 留给了云雀与光头汉子 马庸牛不才早早退出了客栈 提心吊胆地等在大门口 穆青瑶很有分寸 看到云雀出手 他立刻退后 与县令等人站在远处 马庸不敢怠慢 吩咐仅剩的几名护卫 保护好郡主 要是郡主出点事 他这位县令人头不保 空地中心 云雀第二次掠出 速度更快 犹如一道残影般 突破了铁棍的防御 刀鞘横扫 直奔光头汉子的咽喉 光头汉子略微吃惊 没料到对方的速度 还能更快 他仍旧镇定 脚下发力 将地面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 身形往后击退 同时冰铁棍掉转而回 扫向云雀的后脑 这一招叫做破斧沉舟 比的是 谁能更快攻击到对手 若云雀的剑鞘先到 光头汉子的脖子 肯定被砸断 如果冰铁棍先到 那么云雀的脑袋也得开花 剑鞘与冰铁棍的速度几乎一致 两人一攻一退 生死相搏 光头汉子脚下连点 飞快地退进客栈大门 云雀紧随而至 客栈里比较昏暗 刚进大门 光头汉子的嘴角立刻凝笑起来 他身体突然转动 脚下犹如陀螺般 硬生生横溢出三尺 堪堪避开剑鞘 同时回击的冰铁棍速度 暴增被许 砸向云雀的后脑 利用客栈里突然昏暗的光线 光头汉子动用了最强实力 毫不保留 想要一击灭杀掉云雀 他头脑很好 算计得恰到好处 刚才回扫的冰铁棍 也根本没有出全力 就等着一招分胜负 无者恶战 谁少有疏忽 便是命丧当场的结局 光头汉子 虽然算计得挺好 但云雀的反应更快 在刀鞘击空的瞬间 云雀一片头 脑后的冰铁棍 挂着风声砸空 原本这一片头的距离 并不足以避开冰铁棍 是那光头汉子 自身横溢了三尺之后 冰铁棍的攻击范围 也随之缩短了三尺 冷冰冰的冰铁棍 从云雀脸下旁滑过 滚风带起了云雀的几根发丝 甚至都没回头看一眼 云雀就精准地计算出 冰铁棍的杀伤距离 这番精确到毫厉的躲闪 连光头汉子 也不得不佩服几分 还没完 光头汉子脚下不等站稳 手中一捏 咯之一声怪响 冰铁棍的顶端 竟炸起一股寒芒 一个锋利的枪刃 从冰铁棍顶端弹出 光头汉子的武器 外表是冰铁棍 实则竟是一把长枪 突然出现的枪尖 正好在云雀的侧脸 那寒芒直奔云雀的太阳穴 一旦扎中 云雀的脑袋 就得被穿得通透 无人得见的惊险瞬间 云雀手里的刀鞘动了 枪 长刀出鞘三寸 枪尖正好砸在了长刀侧面 发出一声金铁浇鸣的脆响 云雀飘然落地 稳稳站在客栈之内 瞬间的交锋 旗内蕴含的危机令人惊叹 好身手 不愧为猎妖之人 光头汉子双手握在冰铁棍中间 用力一拧 将铁棍分为两截 上下两端都有枪尖 枪尖下方 还有一个倒钩形状的副刃 冰铁勾连枪 还是两把 我这两把武器 耗费近千斤冰铁打造 可硬汉法器 而你只有一把刀 光头壮汉冷声道 一把刀 载你足够 云雀语气淡淡地道 神色平静 好像提不起兴趣似的 光头汉子看出了对方的不屑 勃然大怒 低吼着全力出手 两把勾连枪 每一把都有三四百斤重 武动如飞 风生霍霍 光头汉子的攻势极为惊人 犹如人形妖兽一般 巨大的力道之下 客栈里的桌椅触之皆碎 转眼屋子里的所有桌椅 全都变成了碎木头 云雀一边躲避 一边缓缓抽出长刀 当长刀完全出窍的那一刻 昏暗的客栈里 闪过一层血色 光头汉子 没来由地心头发沉 不知为何 没有拿刀的云雀 给他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可一旦云雀握住了那把黑刀 光头汉子 有一种面对天敌的错觉 八品舞者的气血之力 被光头汉子 尽数爆发开来 他嘶吼着一跃而起 以泰山压低之势 砸下勾连枪 云雀没动 静静地站在原地 嘴角擒着一抹淡淡的冷笑 嗡 当光头汉子立大事成的双枪 即将砸落之际 云雀从下肢上斩出了一刀 这一刀 斩出一条烟红的血影 如恶龙腾空 咔嚓 数百斤的两把勾连枪 应声而断 云雀只用了一刀 便将对手 与那两把勾连枪 一并展开 光头汉子 被拦腰斩断 扑通 光头汉子的两节身体 同时落地 血洒了一片 客栈的地面 很快被染红 剩下半个身体的光头汉子 一时没死 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 不可置信地吼道 一刀 一刀斩通界 这不可能 光头汉子在交手之际 就确认 云雀也是八品舞者 与他同阶 同阶舞者 对战起来极为麻烦 往往大战半天 也难分胜负 最后只能比谁的气力更持久 同为八品的舞者 战力几乎相差不多 即便有区别 也很难做到快速胜出 或者落败 然而 云雀只出了一刀而已 就将同为八品的舞者 斩杀当场 尤其让光头汉子惊恐的是 他那两把勾连枪 连法器都未必能斩得断 怎么会被一刀切开 你 你拿的到底是什么刀 光头汉子 挣扎着大吼刀 杀妖的刀 砍人也行 云雀目光冷漠地 走到对方进前 抓起光头汉子的手 沾着地面上的鲜血 开始写字 认得吗 云雀指了指脚下的血字 死 光头汉子念出了字迹 念对了 你该死 云雀说完 一刀捅进了对方的心窝 光头汉子这下彻底活不成了 大口喷血 临死前 他居然诡异地狂笑起来 哈哈 我死 你也别想活 杀了我 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光头汉子说完这句话 眼皮一翻 就此断气 死了还能变强 有点意思 云雀说着 又给对方补了十来刀 道 来啊 便给我看 等了一会儿 对方果然有所变化 尸体没动 倒是那颗光头上 浮现出一道道暗淡的纹路 昏暗的客栈内 温度开始一点点变了 客栈院子内 五大川拼尽全力 与对手站了个步相上下 两人都是九品武者 气力与速度相仿 用的武器也一样 一时间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另一边被一群牙役官兵 围攻的九品武者 则显得威猛得多 一把宽刃刀挂着风生 一刀下去 即可砍翻一名牙役 不多时 就有十几人被砍翻在地 死伤的同伴 令其他牙役愈发惊惧 围攻的气势 荡然无存 开始畏首畏尾 群殴 讲究的就是个气势 一股作气围杀对方 上百官兵牙役 若能汉不畏死的冲锋 九品武者也会被拖死 但这些牙役官兵 毕竟不是军兵 平日里也没多少训练 抓些地痞毛贼没问题 遇到凶悍的九品武者 立刻落在下风 被围攻的武者掩路杀意 越过人群 盯住了小郡主 擒贼擒王 他虚晃一刀 吓退冲上来的牙役 就要冲出人群 击杀木轻摇 只是刚迈出两步 后心就被一把黑剑贯穿 破 一道血线崩起多高 想去哪儿啊 我还没教你写字呢 冷冰冰的声音 从此人身后传来 云雀转到对方面前 抓起此人的手指 仍旧沾着鲜血 写下了一个字 死 嘴角一血的九品武者 挣扎着念出眼前的血色大字 咔嚓 云雀手起刀落 对方人头落地 这番痛快的斩杀 看得一群牙役大呼叫好 只觉得甚是解恨 马勇和牛不才 看得一哆嗦 都知道 云雀沙妖厉害 没想到杀人也这么厉害 两人扶珠 剩下带小茂的武者 立刻心神大乱 武大川趁机一个鞭腿 将对方踢翻 长刀顺势架在了对方脖子上 生情 一众牙役冲过去 将小茂武者五花大绑 大局已定 限令马勇 立刻抖走精神 重新禁院 做出一副威严不屈状 好像刚才他在大杀四方似的 打算在郡主面前邀功 不用多 只要凌云郡主 今后在皇帝面前提那么一嘴 他这个小小县令 就能平步青云 大胆狂脱 胆敢在藏石阵杀人 简直最大恶极 马勇点指着被擒住的武者道 来人 把他押进大牢严刑拷问 武大川领命 就要带人走 牛不才低声道 大人还是就地拷问为好 押进大牢容易夜长梦多 他们那块牙牌 牙牌代表着这伙人背后有一股势力 没准有办法捞人 马勇想要在郡主面前表现一番 尽快破案 稍微衡量便决定立刻审讯 来啊 棍刑伺候 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马勇吩咐道 县牙里的三班牙役都在 刚才一场恶战 死了不少人 而且死的都是同僚 正没地方撒气呢 立刻冲上去十几人 就要开打 带着小猫的武者 满脸是血 神态猙獰的吼道 不用费力气了 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 马勇大喜 故作威严道 你等究竟是何人 来我藏石阵杀害百姓 有何目的 小猫舞者宁笑道 我是你爷爷 天生喜欢杀人 哈哈 马勇大怒 贺令道 胆敢辱骂本官 给我打 武大川气沉丹田一声低吼 一棍子将对方的腿给打断 他是九品舞者 深知先废掉敌人的手脚 才能限制住对方 其他牙医们也下了死手 棍子如雨点般落下 小猫舞者 很快被打得皮开肉绽 奄奄一息 九品炼体舞者 体质的确惊人 但筋骨没有强化 并不耐打 除非八品炼骨镜的舞者 才能在棍棒下 安然若胎 小猫舞者 即将被活活打死之际 他忽然猙獰地吼道 红竹不灭 连台永存 小猫舞者突然喷出一大口鲜血 镜子毁了丹田 内心逆转直冲心脉 夹之身上的重伤 顷刻间咽了气 自尽而亡 对于此人临死前喊出的奇怪口号 在场的人们莫名其妙 都没听过 不知何意 凶手尽数毕命 公道自在人间 马庸先豪气了一句 随后连忙道 郡主受惊了 还请郡主到衙门小些片刻 穆青瑶缓缓摇头 目光始终盯着刚刚咽气的小猫舞者 眼神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忧色 马庸顺着小郡主的目光看去 随后浑身一哆嗦 林云郡主是能看到鬼物的 院子里没人吭声 人们都跟随着穆青瑶的目光 缓缓挪移 最后齐齐望向客栈大门 有危险 离开这里 穆青瑶忽然凝重地说出一句 马庸虽然看不到危险的来源 但他相信小郡主的预警 二话不说 扭头逃出院子 牛不踩的速度更快 踩着县令的小脚 第一个冲出去的 武大川与一众牙翼官兵纷纷后退 惊疑不定地盯着客栈大门 唯独云雀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昏暗的客栈里 刮起了冷风 呼呼的风声 犹如恶鬼哭嚎 听得人们头皮发麻 穆青瑶来到云雀身旁 低声道 我能感受到很强的怨念在汇聚 有可怕的东西正在形成 刚才院子里的舞者魂魄 被这股怨念吸进了客栈 是吗 瞧瞧去 云雀迈动脚步 重新走进客栈 他这番举动 看得后面的众人无不折服 武大川更佩服的 都要五体投地 云歌就是云歌 不仅站立惊人 胆子更惊人 这种鬼屋般的可怕之地 人家就像串门似的 毫不在乎 客栈里 光头汉子的尸体 已经诡异地干扁了下去 只剩下皮包骨 浑身血肉 仿佛被某种力量抽干 那颗光头 则膨胀了一倍上下 头皮上遍布着 蚯蚓般的灰色纹路 密密麻麻 触目惊心 这是疯魂咒 穆青瑶一眼看出真相 惊察道 疯魂咒用来封印魂魄 此人将大量阴魂 封在了头皮上 看数量不会少于一百条 应该都是 被他所杀之人的神魂 他的主魂 正在融合这些阴魂 即将生成恶灵 恶灵比八品五者还要危险 话音刚落 光头的顶端 浮现出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阴影 这些阴影 只有穆青瑶能看到 那是一个个 模样不同的人类生魂 上百条生魂 扭曲着互相融合 形成了一团庞然大物 八手三头 形如恶鬼 正中间的 是一颗硕大的光头 青面獠牙 猙獰恐怖 当阴魂融合成的 怪物出现之际 昏暗的客栈里 变得漆黑如夜 阴风呼啸 鬼气森森 穆青瑶 仗着自身的通灵之体 能抵挡住如此可怕的鬼气 换成县灵那种普通人 轻则神智受损 重则神魂俱灭 恶灵已成 穆青瑶一张翘脸 变得苍白如指 这种程度的恶灵 比起山上的三眼妖狼 还要可怕 普通人无法抵挡不说 即便五大穿纳等九品五者 也无法匹敌 八品五者遇上 也得退避三射 除非达到七品恋神武者 神魂极为强大 才能与强大的恶灵抗衡 难怪这家伙说死了会更强 原来会失变 云雀呵呵一笑 让穆青瑶去外面等着 穆青瑶静意不定地离开客栈后 云雀站在门口 面朝着院门外的一众牙翼官兵 微笑着缓缓关上了大门 嘎吱 门飞合拢的声音 听得马庸牛不才等人通体声寒 五大穿下意识地咽了口吐沫 这叫什么 这叫意高人胆大 明知屋子里有恐怖的恶鬼 还把自己关在里面 五大穿有种给云雀刻一个的强烈念头 单凭这胆量 无人不服 穆青瑶始终有些担心 紧紧地捏着小手 替云雀捏了一把汗 他对灵体的感知极其敏锐 深知客栈里形成的恶灵有多可怕 那是一种能灭杀九品 乃至八品修饰的厉鬼 一旦被附身 活人的神魂将顷刻覆灭 成为一具行尸走路 恶灵的强大 穆青瑶深有感触 他亲眼见过恶灵肆虐的恐怖景象 堪称炼雨 小小的客栈 散发出一种令人站立的阴冷气息 客栈周围的气温骤然降低 如领冬来临 外面的众人下意识地开始后退 连五大穿这种炼体劲的九品舞者 也扛不住如此寒气 当人们胆战心惊的后退之际 一片刺眼的光影 将客栈窗户染成了血色 雪光乍起的那一刻 外面的人们无不闭目遮掩 穆青瑶也下意识地闭上眼 用手遮住眼皮 随后他想起了云雀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在足够多的煞气面前 鬼物 就是个笑话 刹那间 穆青瑶猜出了客栈里的刺眼血光是什么了 那不是刀光 也不是恶灵 而是煞气 冲天的煞气 雪光一闪而逝 客栈里安静下来 没了动静 之前笼罩了整个小院的寒气 也随之消失不见 没人敢妄动 五大川等牙翼 谨慎地抓着刀剑 如灵大敌 等了一会儿 不见云雀出来 穆青瑶第一个推开客栈大门 客栈里 云雀正蹲在光头汉子干瘪的尸体旁 翻找着什么 嘴里还嘀嘀咕咕 验了好几年的诗 可算轮到我第一手了 什么八瓶五夫 穷鬼 翻找了半赏 值钱的宝贝没有 只找出二百两银票 其实这一点云雀早有预料 毕竟 五夫除了被其他修行体系比喻之外 还会被人家在五夫俩字前面加上不少负面词赘 忙 憨 笨 傻 那是最普遍的 还有更难听的穷 剑 臭等等 而穷 其实是舞者最真实的写照 五夫大多都很穷 一把衬手的武器 加上银两 就是全部身家 但凡找到些单要灵财之类的好东西 舞者会第一时间使用来增强本体 毕竟本体越强 实力才会越强 基本不存在兜里 留着好东西不用的情况 云雀也是一样 这些年猎妖换的钱 全换成了打熬气血的材料 兜里比脸都干净 没找到好东西 云雀便顺走了断裂的勾连枪 这玩意听说耗费大量冰铁 即便断了应该也能卖不少钱 见云雀安然无恙 那恶灵却彻底消失 沐青瑶尝出了一口气 小郡主此刻心有所感 回过身望向院子的一处角落 水井里的那道女人幽魂 正朝着客栈大门这边迎迎一拜 随后渐渐暗淡 彻底不见了 大潮的报 王魂中散 收起银票和勾连枪 云雀看了看剑腕的天色 道 距离百玉城至少两天路程 今天走不上了 明儿启程 听你安排 沐青瑶道 你是不是很有学问 云雀问道 有学问不敢当 书的确没少看 大进的书籍基本我都看过 沐青瑶道 跟我去个地方 有件特殊的东西 帮忙辨认一下 云雀道 三名凶手扶珠 陈渊外家的命案就此完结 县令马拥热情地 邀请小郡主去县衙休息 并派遣武大川等 衙役负责保护 沐青瑶婉言谢绝 小城镇没多少驻军 凭着藏石镇县衙役这点兵力 来几个九品武者 即可全面 沐青瑶深知 刚才被击杀的三人 绝非幕后真凶 他不想连累这些衙役 马拥不算蠢人 隐约看出这件事背后的不寻常 小小的藏石镇 居然有八品武者杀人 杀的还是个 无关紧要的普通女子 再联系到武大川刚才禀报的 镇上百姓 想要烧死凌云郡主之事 马拥的额头开始冒冷汗 他只是个小小的县令 大人物斗法 他哪敢插手 这种事一旦牵扯上半点 最轻的都得掉成屁 马拥正不知所措之际 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郡主安危事关重大 真要在我们藏石镇 有个三长两短 大人的人头怕事难保 应当尽快护送郡主 离开此地 派人没问题 关键郡主 不用我们跟着呀 马拥急切道 我一直给郡主当相道 不如大人派遣我随行 我顺便还能保护一二 马拥扭头一看 说话的正是云雀 马拥大喜道 好 云雀你果然是我们县衙的佼佼者 护送郡主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牛不才忙道 有云兄弟护送 可保郡主安然无恙 卑之遵命 不过这差旅费 大人还是先结了为好 云雀微笑着伸手道 马拥和牛不才同时 脸色一僵 衙门里的确云雀最强 也最快 马拥皱着眉试探道 十两 见云雀冷笑 牛不才伸出两根手指道 二十两 云雀打了个哈欠 一口架 五十两 不能再多了 马拥肉疼的道 大人呐 卑之偶然风寒 身体不适 最近出不了门 保护郡主的任务你 还是另请高明吧 云雀装模作样的 咳嗽了两声 别别别 你到底想要多少 马拥咬牙道 大家相识这么多年 别开太狠了 给个友情架 牛不才善笑道 云雀笑呵呵地 伸出两根手指 马拥牛不才 互相看了一眼 全都脸色发苦 沐青瑶等在门外 好一会儿 云雀踩出来 一边走一边 往怀里揣什么东西 沐青瑶眼力极好 一眼认出是银票 而且还是 二百两面值的银票 沐青瑶不由得 玩耳倾笑 走在街上 沐青瑶的心情 轻松不少 道 你说的神秘之物 在何处 到底是什么 道了你就知道 很大一块 应该挺之前 可惜弄不出来 云雀道 沐青瑶听得愈发好奇 两人走过长街 来到藏石镇最北端 这里是一片荒山区域 没有多少人家 也算藏石镇的范围 但几乎没人住 山脚下 是一处矿洞 四周搭建着 临时工人休息的 简易棚屋 此时正是黄昏 矿上的苦力下了宫 正三五一群的往家走 矿工们见到云雀 立刻面带 敬意的热情招呼 矿上有矿头 一般情况下 天黑后矿里 是不许再进人的 怕发生意外 不过 云雀是个例外 得知云雀要进矿 矿头二话不说 拿来个灯笼 交给云雀 特意填满灯油 矿里黑 地不平 云哥可要瞧着点脚下 矿头陪着笑道 比迎接县令 都要恭敬 云雀提着灯笼 带着木青瑶 走进漆黑的矿洞 矿洞狭长 崎岖不平 深不见底 这里 是藏石镇的玉石矿 皇城内 有不少珍品玉石 都来自此地 藏石镇这处 偏远小镇 也是由此而生 一座玉石矿 养活了镇上 经半数的百姓人家 几乎每家 都出过矿工 走进矿洞 木青瑶心里的好奇 便被沉重所替代 他静静地走在 云雀身旁 时而看一眼 头顶或者角落 清澈的眸光 带着一丝悲意 这座玉石矿 虽然养育了很多百姓 但也夺走了 许多百姓的生命 开矿不仅苦累 还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随时坠落的山石 不知夺走了 多少矿工的生命 一路走来 木青瑶 至少看到 十几道游魂 在暗无天日的地底徘徊 林云郡主有通灵之能 却无超度之力 下矿干活的 全是有把子力气的汉子 首先要吃饱 这样阳气才剩 其次只在白天干活 天黑不入矿 这是规矩 云雀的声音 打破了宁静 木青瑶 我们看到这里 有许多游魂存在 天黑入矿 对普通人来说 的确危险 云雀道 你说错了 危险的不是游魂 而是连夜开矿 没人熬得住 容易出事故 木青瑶 午夜阴气最浓 这里游魂不少 又身处地底 时间长了容易 凝聚出恶灵 难道不是危险 云雀道 理论上虽然危险 但这里不一样 据我所知 这处玉石矿 死过不少人 但从未出现过 恶灵伤人的情况 木青瑶 难道这里有道家气息 或者佛门法气 能镇压鬼物 云雀道 没那些东西 这里的幽魂 之所以不伤人 因为他们没有怨念 他们生前 都是自愿 来劳作的穷苦人家 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妻儿劳小 即便累死 也心甘情愿 不会怨恨他人 这就是穷苦人家 眼中的道理 木青瑶的脚步顿了一下 身为大静的才女 饱读诗书的凌云郡主 自以为世上 没有什么道理 是他所不懂所不知的 今天 木青瑶才知道 原来世上还有些道理 他并不知道 小郡主重新跟上 云雀的脚步 去年矿上闹鞋碎 我以为恶灵厉鬼之类 看来不是 究竟是什么 木青瑶道 沙子 云雀道出了 简单的两个字 听起来十分诡异 沙 木青瑶诧意不解 道 我见过许多灵体 草木之灵 妖物之魂 冤魂恶鬼 还有气灵 山灵 河灵 唯独没见过沙中有灵 你说的沙子 莫非是活物 不像活的也不像死物 那堆沙子 就像有生命一样 我以前也没见过那玩意 云雀道 你想要 让我辨认的 是那堆奇特的沙子 木青瑶道 不是沙子 去年来的时候 砍了那怪东西几百刀 沙子全砍碎了 云雀说着 走进一处狭窄的岔路 这种岔路 在矿洞里很常见 一般都是大矿洞的分支 岔路尽头 是死路 木青瑶正奇怪的时候 发现云雀探出双臂 抓住了岩石两侧 在木青瑶惊奇的目光里 云雀竟将看似镜头的岩石 挪一了开来 轰轰的闷响过后 一条新路 出现在两人面前 木青瑶仔细看了看 被云雀挪开的巨石 极其厚重 这种重量的巨石 当作石门封堵的话 即便被发现 也很难挪开 你做的暗门 怕不得有三千斤的分量了 木青瑶道 算是我做的 重量说少了 至少三万斤 云雀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木青瑶微张弹口 对五夫的肉身之力 大为羡慕 力量 是舞者 与其他修行体系 区别最大的地方 道 佛 如 物的修行者 有的能呼风唤雨 有的能言出法随 有的可佛光普照 有的能梦中杀人 但这些修行者 都有一个命门 那就是 相对脆弱的肉身 当然这里的脆弱 是比较舞者而言 比起寻常凡人 还是强大很多 反观舞者 专门打凹气血修炼肉身 力量与速度十分惊人 是天下修行者体系当中 唯一敢与妖兽 净身肉搏的一类 一旦被舞者净身 其他体系的修行者 都得等死 这也是流传在 修行界一句谚语的由来 达武先出手 晚了被送走 经过那块巨石的时候 穆青瑶好奇地看了眼 石头表面 全是一粒粒的砂石 与其他石头 有所不同 好像不是石头做的 穆青瑶道 当然不是 这么大的石头 可不好找 这就是去年 在矿里作祟的那堆砂子 云缺道 穆青瑶闻言一惊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咚咚 云缺敲了敲锯石 竟发出中空的响动 里面是空的 这些奇怪的沙子 很沉 要不是不好拿 我都想搬出去卖了 云缺道 穆青瑶再次一惊 中空的沙石块 居然能达到三万斤的程度 可见每一粒沙子 都有着惊人的重量 云缺继续往里走 通过石门后 是一条类似山体裂缝的存在 只能容易人通行 穆青瑶看得出这种地势 应该是天然形成 绝非挖出来的 那些沙子究竟是怎样行动的 类似流沙吗 穆青瑶好奇道 差不多 汇聚在一起游来游去 跟调沙蟒似的 打不过我就开始逃跑 我追着砍了一路 到这里的时候 那团沙子忽然停下 回头对我说 云缺走在前面 突然回头道 还追啊 我到家了 穆青瑶正在原地 直勾勾看着云缺 什么表情也没有 云缺挠了挠头 道 读书人果然笑点高 我觉得这个笑话挺有趣的 穆青瑶渐渐献出苦笑 若在其他地方 云缺的笑话确实有趣 可现在这个环境 这个气氛 穆青瑶刚才没下的尖叫起来 已经算他定力够深 换个普通小姑娘 非得下昏过去不可 两人走出百丈远之后 前面豁然开朗 抵达一处宽敞的地底石窟 当云缺站在石窟的墙壁前 高高举起火把 穆青瑶眼中 豁然泛起了浓浓的震撼之色 在穆青瑶眼前 是一面长达十余丈的玉石壁 高有三丈 犹如一幅宏伟的壁画 石壁上刻画着神秘的图案 穆青瑶仔细辨认 很快看出了全貌 那是一幅画 天上有云 地上有山川湖泊 除了风景之外 画中有五个人 或者说是五个神秘的强者 其中有四个玄于半空 分别是一尊千手玉佛 一位背后玄剑的短发道人 一位手持书卷的长袖如生 一头三手六臂的怪人 地面上只画着一个人 一个手持单刀的舞者 身形单薄 但目光始终望着头顶 手里的刀直指半空 这幅巨大的壁画 带给穆青瑶的 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 以穆青瑶的学识 一眼看出了画中的含义 壁画中的五人 代表了世间的五种修炼体系 千手玉佛代表着佛门 短发道人代表着道家 长袖如生代表着如世 三手六臂的怪人代表着乌骨 而地面上人 则是被各家修行者所鄙视的五夫 天下间最被人不屑的五夫 修行者比试炼最底层的存在 居然在壁画里已一战四 从壁画可以看出 天空中的四位 绝非寻常的修行者 以四位强者联手的局面 对付的居然是一名武夫 这种情况 穆青瑶实在无法想象 这超出了修行界的定律 云雀仰头打量着玉石壁 道 去年追杀那堆沙子的时候 偶然发现这里 郡主学问渊博 帮忙辨认一下 穆青瑶压下心底的震撼 道 我从未见过这种画卷 大晋皇宫有不少画作遗留 前朝的也有很多 但从画风来看 不是晋国与燕国时期的东西 这种画风很古老 而且雕刻的技巧极为精湛 道一句巧夺天宫也不为过 以我猜测 这处壁画 应该是比燕国更加远古时期的遗留 及许多大将的呕心沥血之作 壁画上描绘的五位强者 也许与某种修行界的隐秘有关 地面上的舞者 居然能以异敌似 还不落下风 可见 武夫绝非天下修行者想象的那么弱小 穆青瑶的目光 逗留在壁画上那舞者身后 在舞者身后的空白处 雕刻着一只古怪的树桶 比舞者的身体都要大出一倍 十分怪异 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至于这颗树桶代表着什么 我看不出 穆青瑶微足带眉 讲出自己的见解后 就沉默下来 他隐隐觉得 那颗树桶有一种邪义的感觉 看久了令人很不舒服 有种被毒蛇盯住的错觉 咚咚咚 云雀敲了敲石壁 道 郡主怕是误会了 我对话了什么不感兴趣 我就想知道 这玩意值不值钱 无价之宝 穆青瑶哭笑不得的 给出了一个评价 云雀高兴地挫着手道 既然如此 我这人也不小见 见者有份 咱俩一人一半 以后弄出去评分 这东西埋得太深 挖出来工程太大 我一个人实在弄不来 要不是砍不动 早七岁带出去了 穆青瑶听得无可奈何 只剩苦笑 云雀的打算 不亚于将名人字画 剪碎了卖废纸的败家子 这种天赐之物无价之宝 居然想切碎带走 实在抱殖天物 更离谱的是 人家还真砍过 转念一想 穆青瑶便又释然 空手宝山而拿不走 那与一文不值 有何不同 穆青瑶理解了云雀的想法 毕竟无者修炼 极为耗费钱财 想要有所成就 必须靠着大量天才地宝堆积 等我回到皇城 即可着手此事 我会派人配合 你将这块玉碧挖出去 穆青瑶微笑道 至于价值几何 都归你 我分毫不要 还是二一天做五为好 我可不想为了半块玉石碧 冒险送你回皇城 郡主若死在路上 我可以找其他人合作 我这人虽然贪钱 更贪命 云雀道 好吧 随你 我想再仔细看看这幅画 穆青瑶没有任何失望 他知道这点小心机 云雀肯定不会上当 从云雀手里要过火把 穆青瑶走进石壁 仔细观看着壁画上的人物 地面的舞者能看得出是个年轻人 雕刻的微妙微笑 容貌十分陌生 然而当穆青瑶将火把的光芒 汇聚在上端的时候 这位凌云郡主的脸色一点点变了 从平静变得惊诧莫名 这是 儒社 穆青瑶竟失态地惊呼出声 举着火把的手臂 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穆青瑶终于辨认出来 天空中的四个人物当中 那手持书卷的长袖儒式 正是传说中的儒道至圣 儒家的开山祖师 之所以认得出来 是因为无论思天剑的观星楼 还是天气学宫的儒生殿内 都供奉着儒圣的雕像 壁画中的长袖儒式 无论形态与模样 都与儒圣雕像一般无二 之前离着远 四周又太过昏乱 穆青瑶一时没看出来 现在走近了 他立可能确定 画中的儒式 就是儒圣 拿说的那个 是儒圣 云缺道 不会错的 我在学宫见过多次儒圣雕像 穆青瑶此刻心绪起伏 惊一道 如果其中一位是儒圣的话 那千手遇佛应该代表着佛陀 短发道人是道尊 而三手怪人是乌神 能出现在同一幅壁画当中的人物 必定地位相当 儒圣 佛陀 道尊 乌神 能让四位超越一品的强者 联手敌之 穆青瑶目光凝重地 看向地面那舞者 自语道 他 又是谁呢 世间的修行体系 从九品至一品 这是修行界千万年来的定律 但有几位传说级别的强者 突破了这份体系的禁锢 是道尊 佛门一品之上 是佛陀 儒家一品之上 是儒圣 五谷一品之上 是巫神 而舞者一品之上 至今修行界没有任何记载遗留 只有一片空白 各种修行体系都有至强者存在 即便是妖族 都有超越一品的强者 唯独五夫 一品便是最高 这也是五夫经常被鄙视的一个原因所在 但是这幅地底深处的玉石壁画 却打破了修行界固守了千万年的定律 穆青瑶经一不定地道 原来舞者当中 也有超越一品的存在 这幅画所包含的隐秘 也许比他本身的价值更高 云雀没说话 目光有些复杂地望着画中舞者 看的不是舞者本身 而是舞者身后的那只树童 没准人家瞎话的 这你也信 我还会画能诸仙图神的老母鸡呢 云雀道 虽然说得粗俗 穆青瑶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只是玉石画 其上的内容来自雕刻者 不能当作真相来判断 走了 等以后缺钱的时候再说 云雀接过火把 与小郡主离开石壁往回走 随着火光的远去 石壁重新被黑暗吞没 在黑暗中 石壁上那颗树童 竟无声无息地晃动了一下 瞳孔渐渐收缩 犹如火雾般 死死盯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行走途中 穆青瑶忽然觉得 浑身汗毛奇奇之力 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突然笼罩 宛如自己被一条恶龙盯着 难以迈动脚步 这种可怕的感觉 穆青瑶这一生从未体会过 直接定在原地 身体射射发抖 穆青瑶甚至觉得自己 即将被一张无形的大口吞没 直至颤抖的小手 被云雀的大手抓住 穆青瑶才重新恢复正常 穆青瑶没敢回头 任凭被云雀牵着 远离了石窟 随着沙子凝固的巨石合拢 这处神秘的地底石窟 重新被封死 当走出矿洞 呼吸到地面的新鲜空气 穆青瑶觉得自己 犹如死里逃生 重获新生 天已经彻底飞了 明月高悬 云雀的神色变得凝重 道 你果然也感觉到了 刚才发现了什么 穆青瑶 原来你让我看的 不是壁画内容 而是石壁本身 刚才离开的时候 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 突然袭来 在那种恐怖的感觉面前 我觉得自己渺小如蝼蚁 云雀道 那块石壁 是活的 穆青瑶 玉石里没有活物的气息存在 也没有灵体徘徊的迹象 不像活物 云雀道 不是玉石里有活物 而是整块玉石是活的 或者说成是活物与死物之间的一种特殊东西 具体是什么 我也说不好 不过去年被我砍死的那堆沙子 肯定与石壁有关 穆青瑶 沙为石 难道诡异的活沙 来自玉石壁 云雀道 有可能 石壁的是帮我保密 你最好别自己来 否则我不保证你能活着离开 穆青瑶 这点你放心 你的东西我不会觊觎 更不会在外面宣扬 你打算如何处理玉石壁 留着 还是将来有机会挖出去 云雀道 先留着 等没钱的时候再说 穆青瑶 我的建议是远离 刚才那种感觉我平生警戒 连见证师尊都没有那么令人恐惧的气息 玉石壁很危险 不 应该说极度凶险 云雀道 我们穷人命贱 如果快饿死了 神佛现身也得上去咬两口啊 何况一块玉石壁 穆青瑶愣了愣 对于云雀的说法无法反驳 云雀道理 总是那么干脆直接 粗俗的生存治理 活着 才有一切 死了 万事皆空 夜已深 回到家后 云雀直接倒在床上 抱着刀 脸朝里 打着哈欠道 如果郡主觉得不方便 你出钱 去住客栈也成 穆青瑶望着屋子里唯一的木床 稍一犹豫 便何以躺在了外侧 望着透过窗帘的明月 小郡主久久无法入睡 你认得弟弟的那幅画 对吗 你知道画上的是 如圣道尊佛陀与巫神 穆青瑶道 这也看得出来 云雀道 嗯 你为我说出如圣的时候 虽然你在惊讶 但你的表情里 震撼的程度远远不够 穆青瑶道 能看到灵体已经够厉害了 还能窥察人心 太厉害的女人 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云雀道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只是习惯了坚强而已 云雀 你可认的话中 那名舞者是谁 我很好奇他的来历 穆青瑶道 短暂的沉默过后 云雀只说了三个字 不认得 穆青瑶望着月光出神 思绪随着夜色飘散 轻声道 世人都知 武夫制度为异品 没有超品强者存在 倒如佛乌都觉得 武夫是下等修士 不屑一顾 我觉得武夫异品 为终点的这份稚骨 也许早已被打破过 只是不为人知 画像里 能与四位天下至强对战的 必定是超越异品的强大武者 他一定是个神秘而特殊的人 他的来历 也许关乎着异品武者之上的秘密 云雀 你身为武者 难道不好奇吗 不好奇 有那功夫 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养足精神 那家伙又不是人 云雀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他是什么 慕青瑶渐渐睁大了清澈的眼睛 怪物 云雀倒出了两个沉重的字眼 想起壁画上 那武者背后的巨大树童 慕青瑶的呼吸停顿了一瞬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从心底升起 慕青瑶很想追问一番 但身旁 已经传来了云雀的憨声 这一夜 小郡主想了很多 许久之后才沉沉睡去 天明 晴空万里 云雀早早醒来收拾行囊 背上两顶斗笠 带上包裹 里面是三眼血狼的狼皮 这东西在藏石镇是卖不出去的 需要到大城镇 才能卖上的好价钱 百玉城 就是云雀的目的地 包子铺吃过早点 云雀又去了一趟集市 转了一大圈 空手而归 集市上没有蛇蛋与鸟蛋 慕青瑶知道 那是云雀的习惯 没有过多询问 随后两人从南门出了镇子 慕青瑶依旧穿着云雀的旧衣服 没有刻意打扮 亲密的容貌仍旧倾国倾城 镇子口有一棵歪薄树 树上落着些燕子 其他燕子都在叽叽喳喳 时而飞走 时而飞回 唯独一只特殊的燕子 站在树叉上一动不动 这只燕子是红色的 灵动的小眼珠缓缓转动 盯着走出藏石镇的两个年轻人 当云雀与穆青瑶走远 红色的燕子扇动翅膀 朝着南方飞去 红雀难飞 血光之灾 不是好兆头 走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 云雀瞥了眼天空道 被云雀提醒后 穆青瑶抬头望去 高处 一只小小的红色燕子 正越过两人 朝着大路前方飞去 以穆青瑶的心智 立刻猜测到 那只奇特的红燕 是一条眼线 盯着凌云郡主的眼线 穆青瑶苦涩一笑 藏石镇距离皇城千山万水 至少两三个月的路程 这才刚出小镇 就被人监视 想要活着回到皇城 难如登天 走出黎许后 前面出现一片树林 两侧是岔路 穆青瑶听云雀说过 藏石镇南门出去后 往左乌鸡镇 往右摆玉城 两条路都同天齐 小郡主下意识地 想要往右走 结果被云雀拉住 进了树林 躲在林间 一棵高大的老树后 换衣服 戴上斗笠 我们分头走 云雀扫视着头顶 目光锐利如鹰 穆青瑶会议 将身上的灰色长衣 交给云雀 自己穿上了云雀的黑衣 两人兑换了外衣 戴好斗笠 那只红烟不简单 想要逃过他的视线 怕是很难 目青瑶道 再不简单 也是个畜生罢了 听没听过一个词 傻鸟 云雀笑了笑 道 藏石镇到百玉城 要两天路程 中间有几处村落 可以落脚 一会儿你往右走 我往左走 如果那傻鸟跟着你 走出百丈后 你拐进树林 我们再次调换 傻鸟跟着我的话 你就一直走 在途径的第二个村子 等我即可 记住第一个是大石村 第二个是小石村 别弄错了 小石村能过夜 大石村不能 目青瑶点头记下 两人就此分路而行 云雀走左 目青瑶走右 岔路口一侧的树顶 红色的燕子 转动着小眼珠 盯着分开的两道身影 红燕子左右看了看 没有任何犹豫 朝着左侧飞去 这只燕子的确很聪明 能记住目标所穿的灰衣 即便有斗笠遮挡 他也能继续追踪下去 但燕子的聪明有限 正如云雀所言 就是只傻鸟罢了 目青瑶脚步很快 匆匆而行 边走边谨慎地观察上空 直至确认 红燕没追踪自己 目青瑶松了口气 云雀的办法看似简单 却十分实用 轻而易举地甩掉了眼线 否则以燕子的飞行高度 在地面上的人根本没辙 沿着土路 目青瑶走出半天时间 眼见着日头西斜 他坐在路旁稍微休息 目青瑶估算着 云雀应该甩掉了红燕 正往这边赶 一直赶路 目青瑶口可难耐 正好路边的林间 有一条小溪 溪水清澈见底 捧起溪水喝了几口 顿时觉得通体清凉 很是舒服 望着水面 目青瑶对自己的倒影自语道 只要不放弃 一定能活着回到皇城 用溪水洗了把脸 目青瑶站起身 随后 整个人正住不动 小溪对面 一头撞瘦的棕熊 也在用溪水洗脸 棕色的毛发滴滴答答滑落着水滴 见目青瑶起身 那棕熊也缓缓直立起来 比目青瑶高出两倍还多 目青瑶的额头出现冷汗 在荒陵里 熊的杀伤力 是极其可怕的 一猪二熊三老虎 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目青瑶宁可自己撞上的是一头老虎 也不愿面对一头棕熊 老虎相对谨慎 不会轻易狩猎 有机会将其吓退 但熊不同 这东西如果饿极了 石头都能咬两口 目青瑶始终保持着冷静 缓缓向后退去 眼睛始终盯着棕熊 棕熊四爪着地 也慢慢迈进了小溪 不紧不慢地跟着目青瑶 犹如一只老猫 在戏耍着老鼠 目青瑶知道甩不掉棕熊 转身奔跑 他身后的棕熊紧追不舍 速度一点也不慢 熊虽然看似笨拙 但跑起来绝对不比人慢 除非是有修为的舞者 才能在速度上甩开棕熊 当然若有舞者修为 目青瑶也就无需逃命 此刻只能拼命逃亡 目青瑶很聪明 他没选择跑回大道 而是在林间穿梭 靠着繁多的树木 来拖延棕熊的猎杀 一路逃亡 目青瑶直至筋疲力尽 天已经擦黑 目青瑶终于逃出丛林地带 眼前出现一座村庄 百多户人家 所有的屋子里都点着灯 目青瑶早已分不出方向 他现在 不清楚 这里是小石村还是大石村 既然有村子 就有脱困的希望 目青瑶用尽最后的力量 逃进村庄 在经过村口的时候 看到有一块半人高的石盘 墨盘大小 上面刻着不少痕迹 目青瑶没时间多看 想着逃进村子呼救 只要有村民出来 人多的话 对付一头熊不算困难 奇怪的是 当目青瑶逃进村口 身后的棕熊静停了下来 在村口徘徊一会儿后 掉头返回了丛林 远远看到棕熊离开 目青瑶随即瘫软了下去 闲死还生的一幕 目青瑶这一路经历过多次 他以为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 但每一次都会后爬许久 毕竟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 面对死亡 很难做到心如止水 丫头 外乡人 一道苍老的声音 响起在身后 目青瑶回头一看 是个驼背老者 皱纹堆垒 只剩两颗牙 手里提着一个白惨惨的灯笼 目青瑶强撑着站起来 道 刚刚遇到野兽 慌不择路 敢问老伯 这里可是小石村 之所以询问小石村 目青瑶根据村口的石盘猜测 那块石盘不算大 怎么看与大石村的名号也不打 对 这里是小石村 驼背老者咧开嘴角 显出个难看的笑容 指着旁边的屋子道 这是我家 进屋歇歇脚喝口水 不用怕 我是这里的村政 目青瑶放心下来 道谢后 来到老者家里 之前云雀说过 大石村不能过夜 目青瑶没来得及询问缘由 但云雀说的话 他是信的 大石村肯定有无法过夜的因由 既然是小石村 目青瑶便不再担忧 打算在这里等待云雀 一进屋子 目青瑶的神色微微一变 屋子里点着油灯 一张方桌 桌子上百招凉掉的饭菜 三个空碗 三双筷子 然而 这户人家 只有驼背老者一个人居住 目青瑶停不在门口 目光很自然地扫过桌椅 略带歉意的道 打扰老伯了 忽然想起还有些急事 这边告辞了 说吧目青瑶转身就走 天都黑了 再急也得吃完饭再走啊 好不容易一家团聚 驼背老者的声音 带着一种诡异 目青瑶即将迈出门口的脚步 就此顿住 屋门外 不知何时聚集了一批村民 一个个枯瘦如柴 气息微弱 唯独眼睛十分明亮 在黑夜里 宛若狼眼般散发着光泽 村民们无声无息地站在门外 封死了小郡主的退路 目青瑶的心 渐渐沉了下去 刚逃出熊口 又入狼窝 目青瑶始终保持着冷静 缓缓坐在驼背老者指点的座位上 两侧空空 我儿子走了好多年 一直没媳妇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实在不忍心 寻思着帮他物色一个 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 拖背老者成了四碗饭 絮絮叨叨的叨 今天一看到你啊 我就知道 我儿子的缘分到了 你们简直是天生一对啊 孩子他娘也觉得你最适合 姑娘 留下来做我家的儿媳妇吧 今天咱们一家人团聚 老村长目光阴切 两侧嘴角上扬 说着诡异的话语 明明屋子里只有两个人 却说得犹如四人同餐 拖背老者的盛情 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 沐青瑶稳重地坐在原位 目光清朗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能看得到 小屋里不止两人 准确地说 还有两道鬼体 分别坐在沐青瑶的左右两侧 左侧的是个年轻人 轻面獠牙 右边的是个老狱 老脸上爬满蛆虫 这里不是小石村 沐青瑶冷静地说道 他现在终于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必定是大石村无疑 难怪云雀说大石村无法过夜 原来这里的人会养鬼 什么村又能如何 不过是个名字吧 驼背老者鬼笑道 你可能不知道 大石村小石村这种名字的由来 十几年前 这里发生过地龙翻身 旁边高山上的石头 都给震了下来 一些碎石落在小石村里 而一些巨大的山岩 则落在我们大石村 那一次天灾 砸死了半个村的人哪 我那婆娘和儿子 都被活生生砸成了肉泥 适者已适 生者如斯 何必强求 木青瑶道 这是什么话 一家人整整齐齐才叫家 没了他们 我自己活着 有什么意思 幸好当时有位仙姑途经此地 为我们这些苦命人指点迷惊 这才留下了家中亲人 驼背老者的情绪 从愤怒转为感恩 变化的自然又诡异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但我不能留下 木青瑶缓缓伸展双手 对着两侧的空位 心神转动间 一股悬傲的力量浮现而出 两侧的鬼体 从猙獰恐怖 渐渐转为平和 从悬浮状态 转换为坐下的姿态 有如被驯服了一样 通灵肢体的能力 沟通鬼物 他们同意让我走 木青瑶凝重地道 直视着对面的驼背老者 不可能 你用邪法控制了我儿与他娘 你今天走不掉 必须跟我澄清 驼背村长左右 看了看两道鬼体 愤怒地推开门 朝着院子里的村民喊道 快去点燃石台 照我们七人归来 立刻有几个村民跑到村口 在那块磨盘形状的石头上 点起红烛 当一只红烛亮起 大石村里弥漫起一层灰雾 灰雾中传来无数戏声轻语 宛如鬼欲降临 木青瑶发现 左右两侧的鬼体逐渐暴躁起来 很快失去控制 再也无法沟通 养魂台 你们居然造了此等邪恶 木青瑶语然道 原来村口的石台 是一种饲养阴魂鬼体的阴神之台 通常用极阴之物打造 夜夜以香火供养 多年后方可成型 养魂台是幽魂的最终归属 白天栖息于石台中 夜晚回归各家各户 与亲人团聚 大石村里的阴魂 早已与养魂台融为一体 木青瑶的通灵能力 无法控制这种拥有魂台的灵体 驮背村长从柜子里翻出一套凤冠侠配 鬼笑着走向木青瑶 姑娘啊 换上吧 今晚就是好日子 跟我儿拜堂成亲 木青瑶冷声道 我是凌云郡主 皇亲国妻 你敢动我分好 陛下定当震怒 你们全村人都得陪葬 陪葬好啊 我们早就活够了 早死完死不都是个死吗 我儿运气不错 居然能娶到位郡主殿下 我死也值了 嘿嘿嘿 驮背村长伸出干枯的大手 抓向木青瑶 木青瑶走投无路 彻底陷入死地 即便他能逃出这间屋子 也无法从外面几十个村民 手里逃掉 驮背村长打定了心思 要拿他当儿席 正这时 屋门被推开 走进个神色冷峻的少年 提着大包裹 背后悬着刀 云雀 木青瑶惊喜地低呼道 云雀一声不吭 走进屋子 直接坐在木青瑶旁边 端起碗开始大吃 不大坏的功夫 三碗饭全吃光 云雀盯着木青瑶面前的白饭 道 你吃不吃 木青瑶摇了摇头 满眼诧异 这种死人饭 人家居然吃得津津有味 不吃我可吃了 跑了一天 饿坏了 云雀端起木青瑶面前的饭 几口下肚 打了个宝格 一旁的驼背村长呆至半上 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怒道 哪来的毛头小子 你有几条命 敢在我们大市村撒野 云雀瞥了眼对方 道 吃你炖饭而已 大呼小叫什么 又不是不给钱 哗啦一声 一把铜钱扔在桌上 云雀拉起木青瑶就走 拦住他们 驼背村长大呼下 院里的村民围拢上来 直勾勾盯着云雀与木青瑶 这里是大市村 我说了算 你们今天走不掉 驼背村长的目光充满杀意 冷喝道 老婆子 闹事的家伙交给你了 他敢阻拦我们儿子成亲 今天就别想着活命 随着驼背村长的喝声 屋子里那满脸蛆虫的老玉魂魄 立刻嘶吼着 扑向云雀 云雀连动都没动 只是淡淡地喝了一声 那扑上来的老玉 鬼体就瞬间崩裂成一团灰气 消散成虚无 驼背村长明显能感受到 老玉鬼体的消散 他大惊之下贺问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住青湖山 云雀淡淡地道 一句我住青湖山 无论驼背村长 还是院子里的村民 齐刷刷倒吸凉气 脚不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大石村与小石村 都属于知远县地界 在知远县 或许有人不知道县令的大名 但青湖山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尤其住在青湖山的那个人 被许多村镇的百姓 奉为神明 你是青湖山的猎妖人 驼背村长在惊恐过后 老脸上再次浮现出争鸣道 猎妖人又能如何 我们世人 是平民百姓 你猎你的妖雀 少来在这多管闲事 院子里的大石村百姓 又重新围拢过来 甚至有些人 还拿起了稿头铁锹 当我不敢杀你是吗 云雀冷笑道 我是活人 你敢杀人就要偿命 驼背老者有恃无恐的道 今天我儿子娶媳妇 你想来就杀了我 背上人命 你会被官府通缉 有种杀了我们全村人 看你今后在大晋国如果立足 慕青瑶紧锁着秀眉 呵斥道 既然明知自己 是活人是大晋百姓 还要行那霸道之举 你与慕无法寄的山匪草寇 有何区别 强行留下我 你一样死罪难逃 驼背村长哈哈大笑 我这条老命早不想要了 只要今天我儿能澄清 明天就算皇帝砍我脑袋 我也心甘情愿 哈哈 慕青瑶的翘脸 一点点沉了下来 他的智慧 足以与庙堂上的各方势力周旋 唯独面对驼背村长这种 不要命也不要脸的人 无能为力 慕青瑶一时想不出脱身之计 正为难的时候 他听到一声响动 咔嚓 扑通 小郡主抬头一看 对面的驼背老者 已然人头落地 云雀号征以侠地收回刀 道 羊鬼多年没来砍你 你还敢叫嚣 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啊 说吧 拉起木青摇往外走 院子里的众人 全都惊呆在原地 没人敢动 大石村的人这才知道 猎妖人不仅杀妖 也杀人 让路 谁挡路我就杀谁 别以为百姓的身份有用 你们敢结识郡主 本身就是死罪 云雀冷冷地说道 百姓们立刻让开一条通路 走到村口 云雀再次抽刀 一刀 展开了养魂台 随着石台的断裂 空气中出现许多哀嚎之音 骑上的蜡烛纷纷熄灭 木青摇回头望去 大石村的家家户户 都有魂体漂浮上半空 养魂台一段 大石村里的鬼物 失去寄身之地 相继消散 离开大石村后 两人走上官道 赶往下一个村庄落脚 路上 云雀得知 木青摇抵达大石村的经过后 对那头棕熊很感兴趣 熊掌可是好东西 熊皮也能卖不少银子 可惜路上始终没看到那头棕熊 云雀寻找棕熊的举动 令木青摇心声感触 他被棕熊视为猎物 而棕熊则被云雀视为猎物 快刀斩乱麻 破局的最佳之策 你又救了我一次 我该如何报答呢 木青摇道 谈好了的买卖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 都在二百两银子里 那块越狱的价值 你最好没说谎 如果不值二百两 我会找你讨要欠款的 云雀道 放心 只多不少 木青摇微笑起来 随后沉思道 那块养魂台 看起来很像一座连台 骑上诱然着红竹 红竹不灭连台永存 藏食政客战里的杀手 也许与修建养魂台的道姑 有所关联 木青摇尽力回想着 道姑这种并不常见的身份 他所认得的人里 并没有这等人物 对于暗中的那只黑手 木青摇愤恨至极 又找不到蛛丝马迹 根本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一路沉吟 到了 天色已晚 村子里的人家 大多已经熄灯入睡 村里不像城镇 夜夜灯火 这里的家家户户 睡得都很早 唯独村口的一户人家 还亮着竹灯 村口的大黑狗 见到外人汪汪乱叫 直到云雀的脚步经过 大黑狗立刻夹起尾巴 逃之夭夭 村口第一户人家的院子 比较大 好几间房 云雀直接叫门 开门的是个枯瘦的小老头 见到外面两个陌生的年轻人 笑着问道 二位是要借宿吗 我是小石村的村政 家里正好有两间空房 住一碗很便宜 留几个铜钱就行 饭菜的话需要另行付钱 饭菜不必了 我们只借宿 赶了一天路 我得好好歇歇 云雀大步走了进去 沐青瑶在进门前停了一下 他转头看向漆黑的村落 微微醋眉 这处院子很干净 没有任何鬼物存在 但沐青瑶总有一种 不太自在的感觉 整个小石村的人都睡了 唯独村长家亮着灯火 好像刻意在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尤其村长的笑脸 僵硬的好似戴着个面具 一点都不自然 小石村的村长家 共有五间大瓦房 中间的正屋村长 夫妻居住 后面的两间住着两个儿女 剩下东西厢房空着 两间厢房隔着庭院 瘦小的村长 让云雀和沐青瑶自己选住处 沐青瑶选了东厢房 云雀入住西厢房 途经院子的时候 沐青瑶听到大屋里有水声 不由地望了一眼 我家那口子挨干净 天天得沐浴才能睡觉 二位确定不要吃的吗 我这里有县城的小菜和酒水 热一热就能吃了 村长热情地道 云雀直接拒绝 什么吃的也不要 连水都不需要 那好 二位早点休息 小老也得睡觉去了 瘦小的村长一脸假笑 告辞离开 正好两间房 不用挤一张床了 早点睡 明儿早起 一天路程就能到百渝城了 云雀打着哈欠 走向西厢房 沐青瑶站在东厢房门口 远远看着云雀的房里熄了灯 她才走进屋子 望着桌上的油灯 小郡主沉默良久 这里很正常 也很平静 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但沐青瑶的心头 始终萦绕着一丝不安 她有着一种奇怪的预感 这处平静的小石村 好像比大石村还要凶险 沐青瑶看不出凶险的来源 但她相信云雀的判断 于是吹灭烛火 合一而卧 夜渐深 月色清冷 沐青瑶始终没睡 脸朝着礼 沐青瑶听到门飞出现轻微响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进了屋子 沐青瑶的身体立刻紧绷起来 洋装熟睡 屋子里再无动静 又过了许久 屋门无声开启 一阵寒风吹了进来 风中伴随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 月光下 墙壁上出现了一道高大的影子 那不是人类的影子 有着一颗硕大的头颅 头颅上张开着大口 两颗锋利的獠牙 好似匕首 望着墙壁上恐怖的影子 沐青瑶只能联想到一个字 妖 恐怖的妖影 缓缓靠近床榻 沐青瑶能闻到强烈的血腥气息 就在身后起伏 小郡主没有妄动 她知道 即便自己如何逃命 也不可能逃得过妖物之手 这么晚了不睡觉 还吃夜宵啊 屋子里突然出现的声音 让墙壁上的妖影为之一顿 竹灯被点燃 照亮了云雀似笑非笑的脸庞 沐青瑶翻身而起 灵敏地躲到云雀身旁 她此刻已经明了 之前第一次房门响动 是云雀所为 人家早一步等在这里 直到现在 沐青瑶才看向妖影的真容 对面的是一头高大的吊金猛虎 额头有一错白毛 好似第三只眼睛一般 看起来无比凶猛 发现云雀在屋子里 猛虎明显愣了一下 口出人言 你怎么过来了 我连猖鬼都没用 你不应该发现才对 一听这声音 沐青瑶立刻认出对方 平山居 云雀呵呵一笑 道 不错嘛老家伙 变聪明了 还会收买村长 特意设局 可惜你还是有破绽 胡说 我这次想尽了所有破绽 布置得天衣无缝 你是想趁着人家小姑娘 睡着了来占便宜 才误打误撞 发现了我 平山君怒气冲冲的道 你怎么知道 我会走小石村 而不是去乌鸡镇 云雀好奇的道 从藏石镇出发 通往天气皇城的两条路 是云雀所选 平山君居然如此准确的 在小石村设服 这一点实在令人疑惑 想知道 就拿我的破绽 来交换 你先说是怎么发现我的 平山君道 一头虎妖 偏偏爱洗澡 你的破绽太明显 看一眼不就全知道了 云雀道 你压得居然偷看 平山君怒道 他之前胁迫村长一家 配合演戏 为了万无一失 他假装成村长 媳妇在屋子里沐浴 认为云雀绝对不会发现 谁承想 这都被看到了 活着就够无聊了 再不找点爱好 还活着作甚 你说是吧 云雀道 村长那媳妇 五大三粗 大 老娘们你都看哪 你有病啊 平山君骂道 你有药吗 云雀道 该你说了 怎么确定的 我会走这条路 问阎王爷去吧 今天你护不住 这个小丫头 云雀 识相地自己离开 我们以后井水 不犯河水 你若非得烫浑水 没办法 我只能送你一起上西天 平山君冷声道 最近身子有点虚 听说老虎身上那玩意 泡酒大补 七街虎妖的 应该更补 云雀笑道 既然你想死 本王成全你 平山君发出一声低吼 虎身一弓 猛扑而出 七街虎妖的速度极快 又是这种狭小的空间 几乎必无可避 云雀没躲 直接抽出了刀 屋子里的光线昏暗 却能清晰映衬出 刀上的星红 那是把外表通体漆黑的长刀 看不出有多锋利 但十分厚重 穆青瑶并未想到 云雀的这把刀 其实不是黑刀 而是血红之色 只是那层血色太过浓烈 犹如无尽的鲜血凝固而成 烟红的发黑 云雀出刀就斩 没有半点时宜 劈斩出的刀刃 在屋子里划出一声锐响 四周的空气 仿佛被长刀切割开来 云雀这一刀 是横着斩的 正好与扑来的两只猛虎前 找撞击在一处 碰 梦想中 云雀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木门被撞了个稀碎 七街虎妖的力量 非同小可 这一找之下 足以抓烂一块巨石 不过平山君也没好到哪去 庞大的虎身 被刀中的距离 绷得向后翻滚 直接撞他一面墙 滚到了院子里 好好的一间瓦房 变成了两面头风 木青瑶只觉得耳朵一阵嗡鸣 短暂地失去了听觉 他没有慌乱 而是从门口冲了出去 打算查看云雀的伤势 七街虎妖的战力 木青瑶十分清楚 盗门与儒家的修士 如果用本体持刀 硬抗虎妖的一招 轻则经脉进断 重则毕命当场 没等木青瑶跑到镜前 云雀已经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毫发无损 木青瑶长出一口气 下意识地捂住心口 舞者的身体素质 比起其他体系的修行者 实在强大了太多 不过木青瑶仍旧担心不已 毕竟云雀只是八平五夫 而对面的虎妖则是七街 大境界的差距 足以让云雀在这一战 陷入绝对的被动 很容易被击杀当场 木青瑶紧锁着秀眉 翘脸上满是担忧 云雀神色冷峻地道 那头老妖看来不肯罢休 你退后 木青瑶立刻击退了几步 站在院墙下 冷静地观战 平山君的攻势很猛 锋利的爪牙 军是致命的武器 猛虎下山般的扑杀 挨上半点 非死即伤 可怕的不只是爪牙 连猛虎那庞大的身躯 都极其危险 被撞上一下 必定古断惊蛇 尤其虎尾 犹如钢鞭 一甩一扫 竟能带起害人的诈响 骑上的力道 不下于万斤之巨 如果说平山君的攻势 是下山猛虎 那么云雀的反击 则如同入水之交 一把长刀 被捂出霍霍风声 招式大开大合 几乎从不防守 每次都与虎妖硬碰硬 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好友 望着云雀的身影 木青瑶有一种 热血沸腾的感觉 那是拳拳到肉的 酣畅淋漓 只有在武夫身上 才能得见的近身恶战 以肉身之力 硬汉妖兽 木青瑶见识过道门修士 遇见而行 随手布阵 也见过如道高手 撒斗成兵 延出法随 世间各种修行体系 均有各自的神意之处 唯独武夫的战斗 最为简单直接 也最为震撼人心 院子里的恶战 持续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村长家的其他屋子 全都屋门紧闭 没有任何人赶出来查看情况 渐渐的 木青瑶的小手 下意识地捏紧 面带忧色 云雀的攻势 的确很猛 可七阶虎妖的强悍 太过可怕 八品武者绝非对手 云雀明显落在下风 尤其当平山君 展现出天赋之力的时候 木青瑶的心 瞬间沉入谷底 硕大的虎妖仰头长笑 浑身毛发在摆动间 竟互相融合 呈现出一片片 石头般的厚重鳞片 月光下 虎妖一身鳞甲 散发出金属般的冰冷光泽 犹如披上了一层铁甲 白鹅石灵虎 木青瑶低呼出声 他没见过这等妖兽 但学识过人的凌云郡主 阅览过所有介绍妖兽的书籍 白鹅石灵虎 以其惊人的天赋著称 可在身外凝炼出石灵 其防御力堪比重甲 连到家修饰的法器飞剑 都难以攻破 本就迅猛的七阶虎妖 再加上几乎无法破开的防御石灵 绝对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等强大的妖族 木青瑶实在想不出任何战胜的办法 展现天赋之力后 平山君的速度竟也暴增 应接了云雀一刀 虎身一转 刚变般的虎尾 直接将云雀抽飞了出去 若非武者肉身强悍 这一下就能将普通人抽成两劫 轰隆一声 云雀撞在木青瑶旁边的院墙上 将院墙撞塌了一半 云雀很快从装瓦里一跃而起 浑身尘土 嘴角见血 把我浇出去 你还能活命 一个人死 总比两个人死要好 木青瑶冷静地道 用左手擦掉嘴角的血迹 云雀现出个古怪的笑容 道 我决定的买卖 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 看来我得认真了 如果待会儿出现了无法理解 也无法控制的局面 郡主记住一点 离我越远越好 千万别靠近 云雀的叮嘱 木青瑶听得带眉紧促 他听不太懂 是什么意思 为何不是远离虎妖 而是离着云雀越远越好 没有时间多问 对面的虎妖 已经再度扑式而来 云雀毫不示弱 提刀迎战 在出刀之前 云雀用沾染着自己鲜血的左手 快速俯过刀身 嗡 夜空下 响起刀刃的鸣颤之音 泛着一层血光的长刀 在这一刻 仿佛活了过来 刀身上的血光越来越浓 越来越亮 直至会聚成一道道血色的纹路 在刀身上不断流转 月夜 血刀 猎妖人 这一刻 黑衣少年就像一道凛冽的寒风 呼啸着弓向虎妖 再次的交手 云雀直接逆转了之前的烈士 每一次重斩之下 平山君的石灵 都会被切开好几片 虎妖那一身石灵重甲 在云雀的刀下 失去了该有的防御能力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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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五刀连斩 云雀借着脚下的冲击力 悬伸而起 以腰带动长刀 宛若陀罗般 在虎妖身上掠过 并留下了数十道刀光 远处的沐青瑶 看得眸光骤亮 好神手 凌云郡主是识货的 他能清晰分辨出 舞者之间的强弱 云雀此刻的战力 在沐青瑶看来 已经是八品舞者 所能达到的巅峰程度 尤其那把长刀 竟带着一种 骇人的凶煞之气 比虎妖还要凶悍 让人觉得 那不是一把刀 而是一头活着的凶手 平山君被斩破了一片灵甲 顿时勃然大怒 不等云雀落地 他调转身形 张开大口咬去 虎类的灵活程度 极为惊人 往往能做出 人类无法模仿的灵动扑杀 这一口回身吞杀 类似回马枪 杀一个措手不及 云雀躲不开了 脚下没有支点 身体无法借力 纯粹靠着肉身之力的舞者 做不到其他修行者 那般瞬移或者替身之类 面对被吞杀的凶险局面 云雀横刀在手 运转全力攻向对方的獠牙 没有支点 可以自己找 见云雀居然在如此绝境 还有对策 沐青瑶暗暗敬佩不已 在殊死恶战中 能做到应对自如的舞者 说明人家早已身经百战 以沐青瑶估计 云雀的作战经验 达到了一个无法评估的恐怖地步 小郡主刚要松口气 忽然下意识地握紧双手 回身吞杀的平山君 仿佛预料到云雀的举动 此刻浑身流光一闪 虎头竟扩大了三倍有余 血盆般的大口 变成山洞一般 直接将云雀整个身体吞入其中 落地的同时 平山君的虎身 也增长到原本的三倍大小 与防顶七平 这才是七节虎妖真正的妖躯 为了更好的与云雀作战 平山君这头老妖 刻意收受了体态 毕竟身躯太过庞大的结果 是相应的笨重 以真正的妖躯 吞杀普通人简单 想要吞杀掉云雀这种灵活的武夫 则相对困难 武夫的灵敏 不亚于妖族 速度极快 一些身躯庞大的妖物 很难在第一时间 吞掉迅捷的武夫 所以平山君留了个心眼 在最恰当的时候展现真身 给云雀来个致命一击 云雀的确被吞了 但平山君的虎口 也无法完全合拢 云雀踩着虎牙 半蹲在硕大的虎口中 头顶就是锋利的獠牙 卡住虎口的是云雀的刀 刀尖顶在上獠牙 刀柄则顶在下獠牙 为云雀支撑起一个 能在虎口容身的空间 平山君发现 没能合拢大嘴 立刻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 虎口拼命合拢 猛虎的咬合力 已经足够惊人 足以咬碎骨头 七节虎妖的咬合力更加恐怖 即便放进去一块巨大的山岩 也会被一口咬穿 可翩翩云雀的刀 就是不断 血色长刀 弯曲到一个极限的角度 看着即将断裂 云雀不得不勾搂起身体 才能避免被獠牙洞穿 如此危急的局面 穆青瑶心急如焚 翩翩无能为力 小郡主只能眼睁睁 看着云雀的身影 一点点被吞没 虎口中 云雀低垂的脸上 渐渐泛起冷笑 左眼的中心 忽然出现一点血色 随后那针芒般的血色 如同荡开的沸水般 顷刻间铺满整个眼眸 你还玩真的呀 平山君 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来杀郡主 云雀冷声道 自然是我无法拒绝的好处 让你小子多管闲事 今天你也别想逃掉 平山君的虎口中 传来得意的声音 商量一下如何 我也给你个无法拒绝的好处 肯定比他们给的多 云雀道 你一个穷武夫 能拿出来什么 平山君道 我给的好处 是一条命 你的命 云雀的声音愈发低沉 清冷到 腰之力 血瞳 弯曲到极致的长刀表面 所有血色纹路汇聚为一点 在刀身中间凝聚成一团烟红 那烟红好似活物般不断晃动 突然裂开 呈现出一只血色的树铜 当刀中树铜开眼的一瞬间 平山君硕大的虎眼中立刻泛起惊骇之色 虎妖连半点迟疑都没有 张开大口 同时喷出一股腥风 将口中的云雀吹了出去 云雀倒着飞出 几个旋转后稳稳落地 站稳的同时 长刀随之斩出 呼 血色的刀器划破了黑暗 直奔平山君而去 平山君刚刚落地 来不及防御 被刀器砍中右侧后腿 咔嚓 脆响声中 虎妖腿上的石灵碎裂开来 竟被刀器展开一道巨大的伤口 连骨头都切开了一半 嗷 平山君一声哀嚎 被刀器的力道带飞出十几杖 撞他了一片怨强 云雀脚下炸起一层气浪 身体如利剑般掠出 长刀划着一道血色的半圆 豁然斩下 嗷 停 停 平山君的大口中 先是发出唬哭 又瞬间转变为人声 云雀左眼赤红 手提长刀冷笑道 你说停就停 那我多没面子 刀光没有半点停顿 朝着虎头斩落 虎妖大惊吓翻滚躲避 同时呈现出人形姿态 尽管变成人身 但脑袋还是虎头 七杰虎妖 无法完全变换为人族模样 只有身躯类似人族 体型变小后 平山君显至又显地 躲开了云雀的一刀 黑风洞的那头七杰蛤蟆 果然是你砍死的 平山君一双虎眼充满金句 盯着云雀手里的长刀 急急吼道 我退出 这笔买卖我不接了 你们该去哪去啊 就当我不存在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以后还是好邻居 比起云雀星红的左眼 平山君更畏惧的 是长刀上那颗血色树铜 刀上的树铜 犹如活物般 给人一种 想要破开刀体冲出来的感觉 云雀没在出刀 而是紧紧握着刀柄 盯着平山君 浑身起伏着强烈的煞气 道 不打了也行 说出是谁在背后 指使你复杀郡主 平山君吃笑了一声 硬气道 本王若是殊死相搏 你也好不到哪去 大不了来个同归于界 无论做人还是做妖 都得讲个信用 我平山君就算死 也绝对不会说出 谁是雇主 这是规矩 说着大义之言 一只胡爪 却在不断晃动 在地面上写着什么 沐青瑶来到镜前一看 是三个字 红莲教 平山君用实际行动证明 什么叫做说一套做一套 你收了什么好处 云雀简短道 人家只给了点定钱罢了 两粒血沙单 最后的大头得用凌云郡主的人头去换 平山君道 血沙单哪 好东西 分我一粒 云雀道 想得美 两粒血沙单都被我藏在扶平山了 扔了也不给你 回去我就先扔一粒在山顶 就扔在山顶歪薄老树旁边 两丈开外的大青石上 石座旁边还有三棵小树 小树下边开着青色野花 平山君的豪言壮语 说得慷慨激昂 可沐青瑶怎么听 怎么古怪 连扔丹药的地点都说得事无巨细 这和地有什么区别 你如何断定我会走小石村 云雀道 谁知道你走哪 两头堵就是了 你走乌鸡镇 只会更凶险 奉劝你一句 这笔买卖我不接了 你最好也别接 否则青湖山就真成你的坟了 平山君嘲笑道 放心 我死之前 肯定把你先带走 云雀冷笑道 少来咒我 本王千秋万载 长生不死 有种再来比过 当我怕你啊 不比是吧 不比我可走了 平山君扔下句狠话 一蹶一拐地逃之夭夭 云雀没追 对方什么德性 云雀心知肚明 只要平山君认为有危险 他一定会放弃 不会回头 无需担心 对方还会在前路上埋伏 扶平山的老妖 活了很多年 一些是看得比人族通透的多 真要死斗的话 平山君今天走不出小石村 但云雀付出的代价 也不会小 毕竟对方是 火真价实的七街妖族 杀了平山君 云雀捞不到多少好处 与付出的代价不成正比 尤其那份代价 恐怖的程度 只有云雀自己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云雀实在不想承受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随着云雀的左眼恢复原状 刀身上血色树铜般的印记 也消散开来 血光收敛消失 刀身恢复成黑色 沐青瑶始终促着眉 静静地望着云雀 他看到了长刀的变化 比起幕后黑手的红莲轿 沐青瑶更为惊奇的 是云雀刀上的树铜 与地底壁画上的树铜很像 云雀一句话没说 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房中 抱着刀 直挺挺倒在床榻上 沐青瑶默默地坐在一旁 水银般的月光 洒在他那张绝美的脸庞上 宛如一张月下美人图 八平五夫 不可能斗得过七阶妖族 你不是普通舞者 你与壁画上的舞者 是同一类人 许久后 沐青瑶的声音 在屋子里轻轻响起 好奇害死猫 心里猜一猜就行了 何必说出来 云雀声音清冷地道 不怕我杀你灭口吗 听闻云雀的冷淡声音 沐青瑶的嘴角 渐渐泛起微笑 你也许是个贪财的人 也许是个贪生的人 但你 绝对不是个没有感情的人 陈渊外的女儿坠近 你本可以置身事外 你明知敌人背后 藏着难以匹敌的力量 却选择了替他报仇 人情债最难还 杀了那三个凶手 替秀儿姐报了仇 我这辈子谁也不欠了 云雀道 红尘是一张网 走进来就难以脱身 羁绊如风 无孔不入 人非木石 熟能无情 沐青瑶道 我娘对我说过 感情这种东西是多余的 有了感情 就有了破绽 所以我选择抛弃感情 做一个不认感情 指认前的小五座 云雀道 你有感情 你喜欢那位善良的秀儿姐 沐青瑶道 是啊 我还幻想着 以后娶了秀儿姐 继承陈渊外家的万贯家财 过上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好日子 你还有 我知道你 还有喜欢的东西 沐青瑶道 郡主擅长揣摩人心 但这次你猜错了 天下间 没什么是我喜欢的了 你该不会说 我喜欢你吧 抱歉啊 再下一届草民 实在高攀不起 没那个想法 云雀道 即便你不喜欢我 至少你喜欢我的身子 不然的话 我沐浴的时候 你又怎会看得那么专注 沐青瑶道 昏暗的小屋里 弥漫起一片尴尬的气息 半晌后 响起云雀略带傲恼的声音 别人面对灭口的威胁 都会拼命说好话 你倒好 非得网上加筹码 我堂堂七屎男 什么时候偷看你洗澡了 小心我去衙门道 你诽谤 沐青瑶嘴角的笑意 更浓了几分 道 光线明亮的时候 刀体是会折射身后景象的 我从一岁便可认子读书 难道会不懂 这么浅显的道理吗 而且 你看了两次 云雀的表情 变得十分精彩起来 好扮上才恢复正常 男子汉大丈夫 没错 我看了 又能怎样 云雀以蛮横无礼 来掩盖尴尬 好看吗 沐青瑶轻声问了三个字 云雀就像泄气的皮球般 一时达不上来 说好看 那自己落了下风 说难看 又太过违心 这个问题 实在把云雀担住了 红尘是一张网 你已经在网里了 我也是个贪命的人 既然知道了你的破绽 我会利用到极致 云雀 只要你护送我回皇城 你不仅能看得够 还能摸 不过只能摸一下 云雀直接坐了起来 盯着对面的小郡主 月光下 林云郡主美得不可方物 唇洁中透着一种神圣 让人不敢亵渎 这种特殊的报酬 说不动心 那是假的 你可是高贵的郡主啊 云雀狠狠抽了一口气 道 活着才是郡主 死掉的话 只是一具尸体 沐青瑶轻声道 你的钱太难赚了 二百两银子 就得对付个平山君 占你点便宜 非得搭上命不可 我又不是傻子 云雀呵呵一笑 道 有了二百两银子 我能在百玉城的青楼里 磨上半个月 天下间 风尘女子无数 可林云郡主只有一人 沐青瑶道 金银 前途 美色 郡主为了拉拢我 下足了血本啊 可惜我是个贪生怕死的 让郡主失望了 等到了百玉城 我们各奔东西 再无牵连 云雀道 我不失望 你不肯冒险 才是正确选择 趋及避祸方能活的长久 云雀 你听过红莲娇吗 沐青瑶道 没听过 也许是哪里冒出来的邪教 有了这份线索 郡主可以顺藤摸瓜 找出幕后真凶了 云雀道 难 我也是第一次听闻 红莲教这种教派 沐青瑶缓缓摇头道 以郡主的手段 早晚能追查出真相 这事我就不参合了 云雀休息了稍许 走向门外道 饿了 找点吃的 在院子里找了一圈 村长家养了几条狗 没有其他家庭 那几条狗全都摊在地上 屎尿齐流 被平山君的妖气吓得 回屋后 云雀道 这里不能久留 两人在夜色中 离开了小石村 每走大路 钻进路边的山林 从小路赶往百育城 走在寂静的林间 沐青瑶轻声道 你不饿 村长家肯定有食物 你应该再找蛋类 我不明白 为何非得吃蛋呢 揣摩人心不可怕 可怕的是 总能猜中 你这种女人 以后真的很难嫁得出去 云雀道 若没有一中人 我宁可一生不嫁 沐青瑶道 不知郡主的一中人 要选什么样的呢 云雀道 我的一中人 可以卑鄙无耻 可以自私自利 也可以混吃等死 但他 必定是敢斗天斗地 哪怕漫天神佛压顶 也不会低头的男人 沐青瑶衷惊道 郡主放心 这种标准 你这辈子 肯定嫁不出去了 云雀道 截然一身 看遍世间繁华 未尝不是一桩美事 沐青瑶道 就这世道 再繁华 也是大老爷们看的 穷苦百姓看不到繁华 只能看到见底的米缸和没有的汤水 世间有繁华 更多是苦难 云雀道 行至午夜 云雀在林间找了块空地 把包裹里的狼皮铺在地上 这里应该足够安全 没人能找得到 先睡会儿 云雀倒头就睡 与平山君的恶战消耗太大 不得不休息 沐青瑶坐在狼皮上 望着满天星辰 道 云雀 我们交换各自的隐秘如何 其实我是有修为的 只是现在用不出来 我说出自己的秘密 你说出那把刀里的秘密 公平交易 你看如何 我没兴趣知道别人的秘密 你不困我困 明天还得早起赶路呢 说完 云雀沉沉睡去 沐青瑶独自坐了两酒 她也乏累了一天 不再多想 何以躺在云雀身旁 这一晚 凌云郡主做了个可怕的噩梦 她梦到白天追她的那头棕熊 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怪物 速度越来越快 直至将她整个人吞入口中 邦 邦邦 天边尚未泛白 树林里竟响起了奇怪的邦子声 云雀豁然睁眼 眸中掠过一抹冷恋 这里是荒无人际的山林 不是小石村 更不是藏石镇 不该存在耕夫 邦 邦邦 邦子声越来越近 沐青瑶也在噩梦中醒来 与云雀一同望向林间深处 邦 邦邦 杀 杀杀 诡异的邦子声 伴着细碎的脚步 游远极近 林间出现了一列奇怪的队伍 前后各有四人 中间是一顶红彤彤的小叫 好似迎亲的队伍 这些人全都一身红衣 脸上戴着莲花形状的面具 队伍最前面的两人 各自打着一个硕大的红灯笼 灯笼的表面画着莲花图案 最诡异的是 那顶小叫没有人台 而是自行漂浮 红竹不灭 莲台永存 队伍里传来整齐华衣的口号 在荒郊野岭里 听起来十分甚人 红莲叫 沐青瑶暗暗低语 美眸中充满忌惮 对方居然能准确地找到这里 可见手段有多强 来者 绝对是强敌 见识过平山军的恐怖后 沐青瑶对自己能活着回到天气皇城 几乎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 本以为抵达百玉城 会和冠军后还能有一线生机 沐青瑶现在才知道 对方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走进百玉城 云雀无奈地嘀咕道 早知道二百两这么难赚 说什么我也不接这活啊 沐青瑶知道 云雀对战平山军 耗费了极大的气力 现在的战力估计连一半都没有 于是低声道 事不可为 你便先逃 不用管我 抱怨归抱怨 买卖归买卖 你放心 抵达百玉城之前 我保你活命就是 云雀说吧抓起刀鞘 站在沐青瑶身前 面对抵达境前的诡异队伍 神色坦然 队伍听在两人面前 一道奸细的声音从轿子里传出 红莲叫传道 闲杂人等退避 云雀握着刀 脸上挂着笑 道 穷山恶水出刁名 荒山野岭跑小妖 你传你的道 我走我的路 弹河退避 难道这座山是你家的 大靖王朝也是你家的 好一个伶牙历齿的少年了 小轿缓缓落地 走出个驼背的青年男子 这人个子很高 即便驼着背 都比普通人要高招一些 一张长脸面无血色 惨白惨白 身上穿着白袍 乍一看 还以为是无偿索命 实话实说罢了 云雀道 本座最喜欢说实话的人 给你一个机会 实习之内 在我眼前消失 否则 你会死得很惨 驼背男子 嗓音奸细地道 消失就消失 怕你啊 走 云雀拉着木青瑶 就走 你只能自己走 林云郡主得留下 他可是我们教主 最重视的人啊 驼背男子怪笑道 你们教主谁啊 连郡主的主意都敢打 云雀停不到 若我红莲圣教 自然可一睹教主风采 驼背男子道 我对你们红莲教没兴趣 你到底是谁 怎么追来的 云雀道 本座红莲教护法 左白 林云郡主如暗夜明灯 明明中指引着方向 此乃缘分 他注定要归入红莲 成为那不灭红竹 驼背男子道 少放屁了 说点实在的 云雀道 呵呵 够直见 好 告诉你也无妨 林云郡主为通灵之体 又称玄阴之体 他的神魂极为特殊 拥有着至阴之力 他能看到灵体 同时也会被灵体所注视 只要顺着灵体目光的指引 即可找到郡主本人 驼背男子道 果然是暗夜明灯啊 就不该在夜里赶路 云雀叹了口气 慕青瑶的这种体质 在黑夜里实在太显眼 想要不留痕迹 就得将一路上遇到的灵体 全部灭掉 否则那些发现了慕青瑶的灵体 都会朝着慕青瑶离去的方向 眺望好久 实习一道 小家伙 你该死了 驼背男子肩笑着抬起左手 从手心处 突然喷勃出一股惊人的寒气 那寒气直奔云雀袭来 途中凝聚成一柄冰金飞剑 当驼背男子 展现出自身气息的那一刻 慕青瑶低呼出声 盗门修士 七品碧谷镜 天下修士均分为九个品鉴 盗门也不例外 盗门九品为炼气镜 八品开光镜 七品碧谷镜 七品碧谷修士 战力同等于七品炼神武者 与七阶虎妖平山君不相上下 凌云郡主之前的护卫老者 只是八品开光镜而已 比起七品碧谷镜修士 弱小了太多 云雀刚刚与七阶虎妖恶战 此刻在遇强敌 慕青瑶的心不由得提了起来 面对冰雪飞剑 云雀的应对极为简单 抽刀就砍 咔嚓 长刀与兵剑来了个硬碰硬 那兵剑顿住了一瞬 剑身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 随后崩裂开来 尽管挡下了这一剑 云雀也被剑体上携带的恐怖力量轰飞 接连撞断两棵大树才停住 驼背的左白发出尖细笑声 手中掐动剑绝道 小小八品武夫 也敢挡本座的寒冰剑 真不知天高地后 去 一个去自出口 崩碎的冰剑中镜 浮现出一把银色长剑 剑上起伏着水纹般的光泽 这把长剑看不出锋利 但其上的气息无比强大 闪电般轰向云雀 竟拖出一路双雪 是法剑 小心 慕青瑶低呼出声 冰层只是凝练出的外表而已 真正的剑体 是一剑或真价实的法剑 法剑的存在 是修行者的最大助力 可以称之为第二条命 法器由各类天才地宝打造而出 有着各不相同的奇异力量 修行者大多以本体气息酝酿 使之愈发强大 即便有所损坏 也可在主人的酝酿下 慢慢恢复 世上各大修行体系 均可使用法器 五夫也一样 但五夫只能单纯地 用本体之力使用法器 砍坏了 也就彻底废了 无法修复 更无法向其他体系 那般能隔空驱使 发挥不出法器的最大威能 这也是武者 被其他修行者所比异的一份原因所在 再好的法器 到了五夫手里 与菜刀没什么区别 左白的这把寒冰剑 速度之快 甚至超过了平山军 如同复古之躯 专门攻向云缺的 咽喉心脉等要害 稍有差池 便会命丧当场 云缺只能选择防御 以长刀挡下 几次飞剑后 云缺再次被法器的威能震飞 这次不等落地 寒冰剑腾空而起 从上至下次 向云缺的心窝 死吧 无名小卓 左白冷亨中 手中的剑爵突然一变 那把寒冰剑 在半空旋转起来 犹如陀螺般 竟卷起了一股小型的风卷 这一剑 是七品屁股竟修士的权力一击 迎着斩来的冰剑 云缺非但没有惊慌 反而嘴角翘起一种古怪的效应 左眼深处 一点血色荡漾开来 云缺再次动用了 对战平山军的力量 当左眼转为血红 刀身上的血色树铜 同时出现 哄 旋转落的兵剑尖端 正好砸在了刀身上的树铜 原地炸起一层气浪 震落了一地树叶 狂风四散 驼背的左 白乎地皱了下眉 漫天落叶 遮挡了他的视线 他看不到云缺的身影 但法器 与他心神相连 他能清晰感受到 刚才的一击 没能灭杀了对手 左白有些震惊 他可是 七品屁股竟修士 刚才那一击 即便七品武者 也很难挡地下来 八品武夫 必定会死于剑下 可对方偏偏没死 左白刚刚泛起的一丝震惊 很快转换成更大的惊骇 在他面前 一道红光 从落叶里劈出 那是一把刀 一把血色的长刀 你的剑不错 该我了 云缺的声音 清冷如霜 星红的左眼 闪烁着无尽煞气 这一刀 他等待了两久 就是要趁着对方 施展权力之后 那一瞬间的疏忽 距离过远的话 武夫无论对战 任何体系的修饰 都讨不到丝毫好处 谁让人家能隔空驾驭法器 可一旦近身 天下间的任何修饰 都将体会到武夫的恐怖 长刀划破空气 笑声如妖 左白在看到刀光的瞬间 立刻做出应对 他以最快的速度 甩出一张符露 符露飞出的同时 抱起金芒 其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顿甲符 左白冷喝中 眼前的符露融化开来 瞬间在他身前 形成一面一人高的钢铁墙壁 后有三寸 犹如一面巨大的盾牌 这道顿甲符出现的时机 极为恰当 正好挡在了刀光面前 将左白护住 顿甲符价值极高 一张至少上千两 是防御类的符露 用好了足以保密 重盾成形 左白眼里的 惊诧随之散去 这张顿甲符 足以挡得下 七品武者的权力一击 只要他的寒冰剑调转回防 即可稳战上风 左白的应对十分迅捷 只是他低估了 云缺这一刀的力量 咔 厚重的盾甲上 透过一片血光 半个刀身 直接破开了重盾 刀刃离着左白不足半尺 左白的脸色 骤然大变 往后急退竖步 刚才如果他站到往前 多出一步 现在估计心窝 已经被冻开 最让左白震撼的是 那半截刀身上 竟有一只血色的树桶 宛如妖兽般 死死地盯着他 妖道 左白身为屁股静修 他的感知力很强 他能感受到刀中 存在着令人惊惧的磅搖气 虚无 云雀的身影瞬息而至 随着转动的身形 血色长刀 划出一圈环形的刀芒 这一刀速度之快 除非同接武者 否则没人能躲得开 左白的寒冰剑 已经在回转的路上 却来不及了 打武先出手 晚了被送走 此刻的左白 切身体会到这句 带有调侃意味的谚语含义 打武者 若是先出手 对战局的影响 未必太大 有可能赢 也有可能败 但是晚了的话 一定会被武副一套带走 又黑 左白必无可避 他大吼出声 与此同时 左白脚下的影子 突然如动起来 凝聚出一团黑影 黑影是一把巨斧 巨斧迎着长刀劈出 发出一声闷响 刀光被震退 巨斧上也出现了 一道明显的祸口 云雀被一股巨力震 退出十余杖 双脚才站稳 抬头看去 左白身旁多出一个人 此人身形矮小 但极为敦实 穿着黑袍 壮硕的手臂 握着比自身还高的巨斧 七品武者 云雀暗暗低语 从对方的力量即可估解 那矮小的壮汉 是七品练神进高手 名为又黑的家伙 沙哑笑道 老左 你的剑也不行啊 以后 可得好好练练 连的小小八平武夫 都砍不死 还得让我出马 少瓶嘴了 这小子有古怪 他不是普通的八平武夫 我们联手杀了他 左白将寒冰剑 悬于身前 冷声道 狗屁的古怪 仗着有把好刀而言 这种人我见多了 只要摸了刀 他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我们宰割 又黑怪笑道 面对两位七品高手 云雀丝毫不惧 但脸上的疲惫 却难以掩饰 穆青瑶的绣眉 紧紧锁起 如果是一名 七品境界的敌人 他相信云雀有能力应对 可一旦出现两名 穆青瑶并不认为 云雀还有希望获胜 再站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云雀 穆青瑶的呼唤 刚刚出口 左白与右黑两名 红莲教护法 已然齐齐出手 右黑脚下爆发出距离 整个人 犹如炮弹般掠出 手中巨幅 以泰山压顶之势披下 左白的寒冰剑速度更快 先一步飞抵云雀身后 封死了退路 两名红莲教护法 没打算放过云雀 动用全力出手 再次的恶战 云雀彻底陷入下风 七品炼神近武者 加上七品屁股近修士 联手之下 任何八品修士 都抵挡不住 云雀只有一把刀 却要同时面对两位 超越自己一个大境界的对手 即便拼力抵挡 还是被右黑的巨斧 扫到本体 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飞出 左白剑状冷笑了一声 寒冰剑直奔云雀的脖子斩下 为了挡下这致命一击 云雀用尽全力 回出长刀 金铁交鸣中 寒冰剑被震开 血色长刀也随之脱手 咔 刀身插在远处的地面 仅剩刀柄 随着云雀的身体跌落在地 木青瑶的心也沉入谷底 今天 他这位凌云郡主 在劫难逃 云雀挣扎着爬起来 想要去拿刀 结果迎来了又黑的 一套连环斩 巨斧连切 剁线一般 砍出一片浮影 云雀只能靠着肉身之力 腾挪闪避 每一次躲闪 几乎都贴着斩落的巨斧 显之又显 看得木青瑶提心吊胆 没了刀 你这种小蚂蚁 还能翻起什么浪花 给我死 又黑的巨斧 越来越快 挂着霍霍 风声 别看他个子不高 体质极强 那把数千斤的巨斧 在他手里宛如玩具 这场恶战 木青瑶已经看到了结局 小郡主很清楚 七品舞者 与八品舞者之间的 巨大差距 七品恋神静舞者 专门淬炼元神 以元神融合气血 从而冲开七经八脉 开启丹田 可外放气机 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炼神静舞者作战 有着强悍的持续力 这一点是 八品舞者所欠缺的关键 云雀即便能动用 接近七品舞者的力量 但本体的气力 却远远比不得七品舞者 尤其失去了长刀 战力随之骤降 木青瑶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次的死斗 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结果 碰 哄 又黑从上而下的一角 将云雀轰在地面 砸出一个半丈深的大坑 左白站在坑边 瞥了眼难以起身的黑衣少年 冷笑道 倒是挺耐打的 小子 你活不过今晚 寒冰剑闪烁起冷芒 对准了大坑里的少年 住手 木青瑶忽然冷喝道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放过他 这可由不得你 左白冷声道 刷 木青瑶将一把 藏在袖子里的匕首 横在自己颈间 道 你们教主应该想要活的 凌云郡主 如果不放他走 我立刻自尽 左白那张毫无血色的长脸上 表情争鸣了一下 又瞬间恢复正常 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给郡主个面子 无名之辈 饶他一命也就是了 郡主殿下 请吧 左白微微躬身 朝着红色小轿 比两个寝的首饰 同时 对又黑使了个眼色 示意同伴杀掉云雀 又黑会议 无声地凝笑了起来 木青瑶最后看了眼 大坑里的云雀 迈步走向小轿 这是他能做到的最后努力 为云雀争取一线生机 就当小郡主即将上轿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 一道沙哑虚弱 却倔强不屈的声音 我有名字 我叫 云雀 左白 右黑 木青瑶 齐齐回头 在几人的视线中 大坑边缘 伸出了一只染满鲜血的手 在那只手之后 是一双冷漠到极致的血色双眸 缺钱的缺 云雀缓慢地爬了出来 双眼完全变成血色 他身后的虚空在微微震颤 仿佛被某种奇异的力量撕扯着 扭曲成一只无人得见的树童 并不强壮的身影 再一次站置 一身黑衣 一双血铜 提着巨斧的右黑差一个一下 被他连番重击 八品舞者不可能还爬得起来 偏偏对方居然能站着 木青瑶咬着银牙 喝道 走啊 别管我 你不是贪生怕死吗 你快走 别忘了 你最大的报复 是活下去 云雀笑了 嘴角的血迹 让他的笑容变得诡异起来 我是怕死 但买卖就是买卖 既然收了你的银子 就要带你到百玉城 我不去百玉城 我们的买卖一笔勾销 银子就当赏你的 你走 木青瑶说着冷漠之言 可谁都听得出来 他想要为云雀争取一条活路 闭嘴 云雀望着木青瑶 沙哑笑道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押韵的货物 谁敢接我的货 我就杀了谁 左白大笑道 哈哈 好一个英雄少年 护花使者 那么 你要如何杀掉我们呢 又黑痴笑道 凭你的一张嘴 可杀不掉我们 小子 给你活路你不要 那只能干掉你了 云雀冷笑道 你们红莲教 是不是只会欺负人呢 二打一 还是两个七品 打一个八品 左白冷哼道 你也可以找帮手啊 是你找不到罢了 死吧小东西 别以为靠着一身煞气 就能挡得住两位七品高手 又黑讽刺道 模样不赖 眼珠都红了 这点小把戏 吓唬吓唬小姑娘还行 老子也会 说着又黑运转契机 立刻双眼血丝密布 虽然没有云雀那种烟红如血 但也呈现出两颗近乎血色的双瞳 被人不屑 这种熟悉的感觉 而使得他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走在街头的时候 周围都是这些冷漠的目光 与指指点点的嘲笑 那又如何呢 云雀从不觉得独孤 也从未觉得过无助 因为 他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呵 呵呵呵呵 既然你们喜欢以多欺少 那我也叫人了 云雀突然笑了 笑声癫狂 豁然探出单手 云雀嘴角的鲜血 仿佛活了过来 愈发心红 嗡 插在远处地面的长刀 开始奇异地震战起来 刀柄缓缓提起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握住了那把血色长刀 左白的脸色微微一变 吩咐道 不震 封住他的刀 红连教的两名护法 对云雀唯一忌惮的地方 就是那刀身上 有着一颗血铜的长刀 八名红连教教徒 快步而上 在长刀旁边排列成阵 各自掐动法觉 八人之间 浮现出一条金色的光线 类似断带一般 互相串联 勾勒出八角形的图案 从高处看去 八名教徒互相之间 仿佛出现了一座大门 八门封灵阵 穆青瑶一眼看出阵法的来历 这种法阵 需要多人方可布置 专门封印一些灵体与灵物 也可用来封印妖兽 八名红连教教徒 均为九品炼器士 单独一人的灵器 无法施展法阵 但聚集八人之力 就能布下八门封灵阵 这等微能不俗的阵法 这也是道家法门的奇特之处 本座刀要看看 你没了刀 还能有什么能耐 又黑灰洞巨斧道 这种人就叫给点不要脸 别跟他废话了 既然他想死 成全他就是了 左白点了点头 寒冰剑对准云雀 身为壁谷进修士 左白的感知 远超同为七品的炼神武者 他隐约有一种预感 对方的那把血色长刀里 藏着某种可怕的力量 绝对不能让云雀拿到手 面对危险 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将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尽管长刀被法阵封印 云雀却执着地想要取回长刀 两手朝着远处的长刀方向 拼力拉扯 他这副隔空抓刀的模样 十分滑稽 犹如小丑 看得左白与右黑 哈哈大笑 八平五夫 根本没有隔空摄物的能力 即便有 被法阵封印的长刀 也绝对拿不回去 哗啦 就在左白与右黑 肆意嘲笑的时候 一种锁链的响动 出现在云雀手里 这时 云雀做出了一个 外人无法理解的动作 他身体后仰 两手交替往后拉扯着什么 可手里空空如也 虽然看不到 云雀在拉扯什么东西 但左白与右黑 却能听到铁链 在石壁上摩擦般的响动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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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种诡异的响动 左白又黑的心神也在颤动 一种战力的感觉在 两人心头生气 仿佛云雀正握着一条 连接地府的锁链 要将来自死域的炎锣 拉上地面 左白又黑看不到的东西 穆青瑶却看得一清二楚 身为通灵之体 凌云郡主有着天生的同力 在他眼中 云雀手里并非空无一物 而是在拉扯着一条烟红的铁链 铁链烟红如血 犹如以鲜血组成 一环套着一环 更让穆青瑶惊诧的是 云雀所拉扯的铁链 一头没入地底 另一头竟缠在他的手臂上 与手臂连接在一起 无形血链 自顾其身 云雀拉动的锁链 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 那锁链在不断扭曲晃动 锁链每晃动一下 就有一名布置八门风铃阵的教徒 喷出一口鲜血 在外人看来 云雀拉扯的不是锁链 而是八名布阵教徒的命 这种诡异的情况 连七品武者又黑 也察觉到不对劲了 这家伙有点邪门 速战速决 弄死他 又黑抡起巨斧 大步冲出 无名小卒 也敢在强者面前卖弄 剑法 冰天雪地 左白更是施展出 极其耗费灵力的剑法 寒冰剑在飞行途中 将四周空气 竞数凝固 极寒降临 大雪纷飞 在漫天飞雪当中 在巨斧临头之下 云雀用尽力量 拽动着最后一下 妖之力 血爪 哗啦啦 血色锁链 终于被竞数拽出 锁链的尽头不是长刀 而是一只庞大的血色利爪 这一刻 夜空中的浩月 仿佛被染上了一层血色 血色利爪 从八门风陵阵中破土而出 炸起一圈刺眼的血光 在血光内 周围的八名红莲教教徒 顷刻毕命 法阵瞬间坍塌 利爪有树杖大小 乍一出现 就将袭来的寒冰剑握住 随着咔嚓擦的脆响 左白的法器寒冰剑 被捏成粉碎 利爪握起 形成拳头 一拳将劈来的巨斧轰断 同时在撕裂的风声中 轰然落下 碰 七品链身舞者又黑 被一拳活生生 砸成了肉饼 左白愣正了瞬间 转身就逃 速度奇快 这位红莲教护法 现在的心里充满恐惧 连头都没赶回 更别提去抓郡主 他现在只剩一个心思 那就是逃命 哗啦 哗啦 云雀轻轻转动着锁链 嘴角的笑容愈发诡异 想逃 晚了 云雀伸出了左手 哗啦 锁链绷直 那只血色利爪 与云雀左手的动作一致 越过数十丈的空间 笼罩在左白头顶 随着云雀五指合拢 黄奔的左白 被利爪轻易抓住 直接提了起来 放开我 你这妖人 我乃红莲教护法 火烛使者 伤我者 当被红莲教追杀一试 左白面无血色 拼命挣扎 哪里还有刚才的居高灵下 咄咄逼人 只剩下狼狈不堪 自己行妖魔之事 反说别人是妖魔 你们红莲教 都是吃得粪土长大的腰 会不会说点人话 云雀冷笑道 不是别人多吗 来啊 咱们再比一比 到底谁的帮手多 蟹色聚爪缓缓捏紧 左白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是盗门修士 肉身的坚韧程度 远远比不过七品武者又黑 连又黑都被聚爪一击轰杀 他哪里挺得住 你敢大逆不道 我红莲教应天道而生 你若杀我必遭天前 左白喷着血大声嘶吼 脸上满是绝望惊恐 云雀淡莫道 曲曲邪教 也敢妄称硬天盛 你好大的一张脸哪 就算天浅又如何 天道算老几 咔嚓 去找合拢 七品屁股竟修士左白 直接被捏成一团 模糊的血肉 血腥的场面 另一旁的沐青瑶 连呼吸都停顿了一瞬 他知道云雀很强 但他从未想象过云雀 会强横到如此程度 以八品武夫的一己之力 灭杀两位七阶高手 经此一战 红莲教一行人尽数死绝 丛林里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云雀沉重的呼吸声 与锁链自行晃动的哗啦响声 强敌虽死 云雀的表情没有半点轻松 反而比刚才还要沉重 云雀死死地抓着锁链尽头 一点点将巨爪拉到自己身前 这个过程 时间不长 云雀却累得满头冷汗 随着巨爪的接近 巨爪本身渐渐恢复成刀体的轮廓 但刀身上的血色浓烈的惊人 起伏的血光 时而幻化出巨爪 时而消失 反复不断 直至用尽全力 云雀依旧没能恢复长刀 刀身已经成形 可刀体的前端 始终有一个妖爪的影子存在 那妖爪死死抓着地面 看似不肯回归刀体 沐青瑶跑向云雀 打算问问能不能帮忙 别过来 云雀嘀吼着阻止了沐青瑶靠近 凌云郡主的脚步随之顿住 沐青瑶能看出云雀此刻十分痛苦 额头上轻轻抱起 五官猙獰 我能帮什么忙 沐青瑶鸡蛋鸭蛋王八蛋 什么蛋都行 带壳的就行 剧照 找不到别回来 云雀的声音低沉而决然 沐青瑶紧紧抿着唇 用力点点头 转身跑向远处的林间 沐青瑶终于知道了 云雀为何有生吞蛋类的习惯 原来是为了压制这股奇异 又恐怖的力量 沐青瑶更加清楚一点 云雀让他找不到就别回来 是怕连他也一并杀掉 至此 沐青瑶第一次知道了 云雀的那把刀 居然如此恐怖 他也明误了 为何云雀说 现在的四天剑 无法打造出前朝的斩妖丝 因为斩妖丝的人 的确都是怪物 当沐青瑶的身影 消失在丛林深处 云雀终于耗尽最后的力量 刀体中 再次睁开了血色树铜 那只与刀身 连接在一起的妖爪虚影 缓缓伸向了云雀 这位主人 天边泛起一线霞光 在白昼来临之前的那一刻 往往是暗夜最深之时 昏暗的丛林里 云雀抓住了刀柄 同时 刀体中的妖爪 也掐住了云雀的脖子 如果说 探出妖爪的长刀 还算一把刀的话 那么此刻的云雀 正处在一种诡异的状态 云雀握着刀 而刀指着自己 云雀的双眼赤红如血 一手死死握着刀 一手狠狠抓着妖爪 想要将其掰开 然而 妖爪上的距离恐怖至极 以云雀的力量 根本无法撼动 那只妖爪 能轻易灭杀掉 七品修士 与七品武者 回去 给我回去 云雀艰难地发出嘀吼 咬牙切齿的模样 争鸣害人 咔 咔 奇怪的声音出现 仿佛有东西 正在开裂 云雀的目光下垂 死死盯着妖爪 在妖爪的手背处 睁开了一条裂痕 好似一张嘴巴 嘻嘻嘻 嘎嘎嘎嘎嘎 裂痕扭曲如动 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 阴森笑声 宛若活物 诡异的笑声中 嘴巴的上方 睁开了一只血色树桶 当树桶出现的那一刻 云雀眼中的血色 变得更加浓烈 盖住了眼底的那一丝清明 破 云雀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血水染在树桶上 缓缓流下好似血泪 被那刀大嘴般的裂痕 贪婪吞噬着 够了 回去 云雀几乎在咆哮 声音沙哑中 透着极致的虚弱 可那嘴巴 在吞噬掉鲜血后 并未消失 反而发出诡异的人声 你特意支走那丫头 莫非喜欢上了人家 这种破绽 可是妖命的哦 猎妖之人 破绽越少才能 活得越久 声音听不出男女 在荒林间仿如鬼语 要你管 给我滚回去 云雀吼道 妖爪上的嘴巴 再次开合 发出声音 要帮忙 就喊人家出来 用完了 就让人家滚 你们男人果然无情啊 好多年 没闻到新鲜的活人气息了 那丫头的悬婴肢体 可是大捕之物 你别想出来 云雀低吼道 那可由不得你了 你没有力量 也没有祭品 拿什么让我回去呢 出来玩玩也 何必那么害怕 这人世间 你还有什么留恋吗 不如我们一起 毁了这天下 嘻嘻嘻 答答答 诡异的笑声中 云雀眼前开始天旋地转 直至被黑暗填满 丛林内 云雀昏死了过去 仍旧死死地抓着刀柄 而他的身体 却开始变化 一头黑发 一根根地转红 妖刀的笑声 渐渐远去 云雀听不见声音 也看不见东西 四周一片黑暗 他如同陷入了 九幽地府 等待着黑白无常来引路 尽力了 云雀叹息一声 无奈地摇摇头 死了也好 一了百了 反正早晚都要死 身为斩妖丝的人 又有谁能善终呢 云雀在黑暗里 坐了下来 以手脱腮 安然地等待着死亡降临 思绪就此停滞 仿佛世界 也凝固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一缕光线 在面前出现 随后扑展出一方天地 眼前 是一片惨烈的战场 尸横遍野 一望无尽 再一次 云雀看到了三岁那年 宛若地狱般的恐怖景象 四周到处都是残枝断骸 没有活人 也没有活物 一颗比牦牛还大的狼手 挂在一颗参天古树上 两只水盆大的熊掌 镶嵌在一块巨岩里 上千具白森森的人类 骷髅堆积成一座古山 树白柄遍布豁口的长刀 插在一头两人膏的巨瘦尸体上 左侧的高山 开裂成两半 形成一条峡谷 一头展开双翼组 有十余杖的鹰妖 死在山顶 垂落的鹰爪上 缠满了干枯的怪蟒 好似一条条藤蔓填满 填满峡谷 右侧的小湖 染成了红色 没有半点波澜 湖面上漂浮着数以万计的尸体 有人的 也有妖的 远处 高耸入云的灰红电雨直插云霄 一条铺满尸骸的血色之路 连接着云雀与电雨之间的距离 那是妖朵 这场旷世之战 最后的目的地 恶战是何时结束的 云雀不知道 胜了 还是败了 云雀也不知道 云雀只记得此行唯一的任务 斩妖 可是自己的刀 早就砍断了 本该就此战死 不知为何却还活着 这片死欲之地 是云雀这些年来 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 眼前的光线 逐渐暗淡下去 黑暗重新合拢成牢笼 黑暗里 云雀的耳畔 响起了母亲的声音 活下去 云儿 你一定要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或许是母亲的叮鸣 又或者是冷雨铃声 小小的云雀再一次醒来 身边是荒草老树 陌生的山林 倾盆大雨 眼前没有母亲温柔的笑容 而是一头生着独角的巨大野猪 鼻息如两团云雾 妖 小小的云雀习惯地抬起手 尽管没有刀 依旧习惯地做出披斩姿态 咔嚓 野猪妖轰然倒下 硕大的头颅被一刀斩断 杀掉猪妖的是一把狭长的黑刀 不是我的刀 小小的云雀艰难低语 他从没见过这把刀 只觉得陌生而冰枉 现在是了 吸吸吸吸 黑刀中睁开一只血童 发出诡异的女人声音 从今天开始 我是你的刀 也是你的命 想要使用我的力量 就要用神魂作为祭品 千万记住了 如果没有献上神魂 那么你 将是最后的祭品 吸吸吸吸 我的刀 你叫什么 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 才有资格知道 弱小的主人 不配喊我的名字 从林内 云雀的黑发 已经有过半 转为烟红 腰刀里探出的腰肘 正轻柔地抚摸着 那半头红发 睡吧 我的小主人 接下来 该换我了 悬疑之体啊 真正的美味佳肴 吸吸 哈哈哈哈 朝霞已经应照而来 却无法驱散 笼罩在云雀身上的 恐怖妖气 林间的诡异笑声 在片刻后戛然而止 半头红发 停止了转变 并且开始逆转 在云雀的颈间 一道柔和的光运 正在起伏 那光运 正来自慕青瑶的 越狱卦室 震魂之物 可恶 诡异的声音 充满愤怒 抬起右手抓向项链 想要将其摧毁 碰 云雀的左手突然抬起 抓住了自己的右手腕 谁还有神志 诡异的声音吃惊道 滚 回 去 云雀的口中发出低沉咆哮 左眼已然恢复清明 而右眼的血色依旧浓烈 再一次的交锋 持续了两久 借助项链里的力量 云雀最终将妖刀暂时压制 力找缩回了刀身 头发尽数转为黑色 但眼眸里的血色 久久难以消散 扑通 云雀跌倒在草地上 大口喘气 早晚埋了你 云雀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 抓起了长刀 将其收入刀桥 他很想埋了这把刀 可惜做不到 那不仅是一把妖刀 还与自己本命相连 无法舍弃 无法远离 无法逃避 刀 就是云雀的命 迎着曙光 云雀举起了脖子上的项链 阳光下 天青色的玉石 犹如铺上一层金芒 骑上雕刻的羽毛 好似要乘风而起 飘向远方 这东西 不止二百两啊 这块月玉里 存在着压制妖魂的力量 岂能是凡物 别说二百两 两千 两万都买不到 真正的质宝 或许对别人来说 月玉里的震魂之力 可有可恶 多说 将其当作清新凝神之物 可这份震魂之力 对云雀来说 可遇不可求 如果今天没有这块玉 云雀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但他相信 刀里的那家伙 一旦出来 必定会生灵涂炭 远处传来亮枪的脚步声 慕青瑶 一身狼狈地跑了回来 翘脸上沾染了泥巴 衣衫被经挤划了 好几刀口子 两只葱白的小手里 捧着十来个小巧的蛋 是蛇蛋 洗过了 慕青瑶小心地 将蛇蛋交给云雀 累得瘫坐一旁 云雀二话不说 将十几个蛇蛋 尽数声吞了下去 有点烟的荒 身边没水 只能硬生生往下咽 蛇蛋入腹 云雀两眼的血色 这才渐渐消散 腰刀的气息 尽数被压制下去 谢了 云雀道 我们也算同生共死过 客气什么 慕青瑶展颜一笑 笑容很美 可是翘脸苍白得毫无血色 随后 慕青瑶直挺挺 倒了下去 你怎么了 云雀一把抱住对方 惊讶道 仔细一看 发现慕青瑶的手背上 有着蛇牙的咬痕 伤口乌青发子 明显中了剧毒 九星蛇 有剧毒 我在附近找过 没有解毒的花斑草 慕青瑶虚弱地道 明知毒蛇 你还敢偷蛋 云雀道 你救过我 我岂能弃你于不顾 慕青瑶气息 微弱地道 你傻呀 走了就别回来 云雀道 你肯为我殊死而战 我为你走一遭 黄泉又何妨 慕青瑶笑容淒美 好像即将凋零的梨花 依偎在云雀怀里道 红尘如网 我们都是网里的人 把我埋在 有花的山上就好 云雀 答应我 你要好好活下去 说完最后一句 彻底晕厥 狗屁的红尘 云雀傲恼地骂了句之后 开始在伤口吸出毒血 蛇毒太烈 吐出了几口后 云雀的嘴都抹了 而沐青瑶 手臂上的毒斑 还在向上蔓延 这种蛇毒 紧急处理 已经没多少效果 必须尽快解毒才行 云雀找了根结实的麻绳 将沐青瑶 被咬的手臂死死缠住 延缓蛇毒攻心 随后用狼皮 将沐青瑶裹了起来 绑在身后 四肢贪软的活人 最难带着跑 因为对方手脚无力 根本抓不住东西 只有果豪绑住 当成个物件 才更容易携带 云雀动用了 八品舞者最快的速度 在林间狂奔 赶往百玉城 百玉城有名医 只要坚持到城里 蛇毒即可迎刃而减 过了不久 一只红雁从远处飞来 落在枝头 静静盯着林间的满地尸体 小眼睛眨了眨 展翅飞走 百玉城是支远县 最大的城池之一 繁华程度是 藏石镇的几十倍 一大清早 城门外排起了长龙 等着进城的人 多达数百之多 队伍里 多为行商小贩 大多挑着扁担 拉着货车 还有不少车队 装着大大小小的货物 接而百玉城大吉 我这筐大鱼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鱼能值几个钱 想要赚钱 还得好鱼才行 百玉城每年大吉 都能出几块绝世美玉 听说乌鸡镇出了块血玉 是从一头老死的 乌鸡身上挖出来的 什么老死的乌鸡 那是一头腰 乌鸡镇养了好几年 天天喂血食 就为了养出 一块血玉来 怪不得乌鸡镇 动不动就有大忌 这是拿活人养妖吧 噓 别瞎说 让乌家的人听去 你小命不保 什么事的啊 遍地妖挟不说 还有人故意养妖 什么玩意过去了 一道人影 如狂风般冲过 人群一阵骚动 很多人没看清是什么 还以为 刮起了一阵风 城门下 云鸡终于停住脚步 至少半天的路程 云鸡没用一个时辰 便抵达 累得满头大汗 城门一侧 立着一块大石盘 石盘上刻着十二个时辰 中间是一个 五尺多高的铁针 这是日轨 用来计算开城门的时间 城门两侧 各有军兵把守 为首一名年轻校尉 身着青甲 二十岁上下 扫把没掉眼烧 神色冷漠 硕大的护心镜 赠光瓦亮 很是威武 看面相 这就不是个好相语的人 云鸡瞄了眼日轨 还有小半个时辰 才到开门的城市 蛇毒入体 时间耽搁越久越危险 一路颠簸 这时木青瑶悠悠转醒 他已经看不见东西 眼前一片模糊 只能听到声音 犹如回光返照 开门 云鸡钉向校尉道 校尉冷笑一声 懒洋洋地指了指日轨道 半个时辰后 自毁开门 我有急事 云鸡道 校尉用下 磕点了点排队的长龙 轻蔑道 都有急事 除非你有圣旨 或者六部衙门 盖章的通关批文 否则都得等着 人命关天 耽搁了你 也在责难逃 云鸡道 本官奉命看守城门 你的人命关天 与我有什么关系 校尉冷漠道 听到这里 木青瑶彻底绝望 他感受到心跳愈发剧烈 那是蛇毒 即将入侵心脉的征兆 木青瑶精通一道 他能估算出 自己毒发的时间 无需多久 一刻钟之后 他将毒发身亡 即将昏厥之际 木青瑶又听到云鸡 与校尉的对话 只是这次有点古怪 少废话 开架 云鸡道 老规矩 无两 校尉道 账里扣 你还欠我195两银子 云鸡道 陈石已到 开门 校尉的声音 带着一丝满意 木青瑶听到这里 不由地从绝望中 升起希望 峰回路转 原来进城不难 守门的军兵得到命令 立刻准备开启城门 这下排队的众人 不干了 进城需要查验货物 这么长的队伍 少说一个时辰才能走完 有个加塞的 谁也不愿意 他最后来的 应该排在最后 还有没有规矩了 谁都能加塞的话 我们不用起大早来排队了 云雀文严重了皱眉 他现在急着进城 没功夫和这群商贩理论 尤其这帮人 最擅长嘴皮子 越是理睬 就越是纠缠不休 年轻的校尉 冷哼了一声 挥手示意停止开门 随后走到日轨前 将上面的铁针掰弯 这下还有半个时辰的开门时间 直接延后到一个时辰 关关相互 没有王法了吗 大不了 我们不进城了 今天就在这耗着 看谁最着急 别啊 时间长了我 这筐鱼都得臭了 那位我认得 青湖山的猎妖人 人家肯定有急事 让他先进城吧 没有人家 我们支远县 哪能这么安生 猎妖人怎么了 能猎妖就了不起啊 能猎妖就不守规矩了啊 人群里有人不愤 有人服软 有人骂骂咧咧 一时间城门外 嘈杂不已 混乱的声音中 沐青瑶刚刚升起的 希望随之散去 眼前一黑 又晕绝了过去 场面几乎失控 年轻校尉 也不多说什么 又把铁针掰得更弯 这一下距离开门 直接延长了两三个时辰 人群很快安静下来 年轻校尉背着手 不急不缓地打着关枪道 谁先来的 刷刷刷 一双双手指 纷纷指向云雀 人群一口同声道 他先来的 他先进 晚上个把时辰 人们都不在乎 可一旦晚上半天 没人愿意多等 校尉摆了摆手 军兵立刻开启大门 云雀第一个冲进城中 连进城的登记部 都是掉眼烧的校尉代谢 穆青瑶在一间 散发着药草味道的小屋中 悠悠转醒 他静静地躺着 没有立刻起身 心脉的跳动 平和稳健 说明蛇毒已经解除 屋外的落日 预示着时间是黄昏 从小屋里的摆设与气味 判断出是一间医馆的单间 推断出周围的情况后 穆青瑶才尝试着坐了起来 活动一下手脚 除了头还有些尘之外 自己已经并无胆 跑得真快 穆青瑶轻声自语 感慨着云雀的速度 若非及时抵达百玉城解读 再晚上一点 他这位凌云郡主 就得命丧黄泉 怎么进得城呢 昏厥之前 城门处一片混乱 如今自己安然无恙 说明云雀在那么乱的局面下 还能及时进城 这一点让穆青瑶感激之余 也颇为好奇 屋门推开 走进个小丫鬟 你果然醒了 先生说差不多该醒了 小丫鬟端着一碗汤药 道 最后一碗药 喝完于独疾可净除 穆青瑶到过线 接过来闻了闻 慢慢喝下 十分正宗的解读药 里面的药材 与用量拿捏得极为精确 以穆青瑶在医道的造诣 足以分辨出配药的这位 医者绝对是名医 喝过药 穆青瑶离开单间 在前堂终于看到了医者 是位年过六旬的老者 白须如雪 一身干净利落的青山大褂 正在给病人写着方子 等病人走后 穆青瑶上前道谢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医者本分而已 治病拿钱 无需道谢 请问先生遵命 一介拥医 区区俗名不提也罢 既然姑娘已经无碍 便可结账了 送我来的人呢 早走了 他可曾说过什么 老医者回忆了一下 他先问我有没有救 得到肯定答复后 倒是留下了一句话 他留了什么话 他说 等你醒了自己副账 穆青瑶的带眉 隐隐跳了两下 付了账 穆青瑶离开医馆 回头看了眼 医馆的名字有点特殊 拥医馆 天下一馆繁多 从来没人敢在 医馆前面加个拥字 这相当于自杂招牌 可偏偏百育城里的 这间拥医馆 病人络绎不绝 而且对那老先生 极为尊重 长街上热闹不已 人来人往 穆青瑶站在医馆前左右 看了看 翘脸上略显懊恼 跑得真快 穆青瑶想过 自己会被追杀而亡 也想过 自己会在蛇毒下死去 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会被扔在医馆 而云缺早已不见踪迹 紧紧抿着唇 穆青瑶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找到云缺 他还没听完云缺的故事 他想知道 那把长刀里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他更想打造出 前朝的斩妖丝 将天下间的妖邪肃清 起伏的心绪 很快冷静下来 小郡主快速分析了一下 猜测云缺 有可能还在百育城 在街上打听了一番 穆青瑶对自己的猜测 更加断定 今天是百育城 一月一度的大吉 周边村镇 前来赶集的百姓 和行商数不胜数 最热闹的 不是白天 而是大吉当晚 白天及世上售卖的 都是些附近城镇的特产之类 晚上才会出现 真正的好东西 按照打听来的消息 穆青瑶来到北街大吉 这里人山人海 灯火通明 街边两侧 全是各种各样的摊位 热闹的程度 不亚于皇城 每月的月底这一天 北街大吉都是百育城 最热闹繁华的地方 而北街大吉中 最热闹的地点 要属老树商行 老树商行 是百育城 最大的一家商行 建在一株千年古树下 由此得名 老树商行 集寿卖为一体 出售各类物资 主要面对修行者 有灵药 有武器 有功法 甚至还有驯化的妖兽 回收的东西 较为班杂 各类兽皮 各种材料 金银铁玉 刀枪剑脊 但凡指点钱的东西 都能拿到老树 商行估个价 当然再好的东西 回收价 往往也不会很高 低买高卖 永远是商股之道 商行占地极大 犹如一间气派的酒楼 当大吉这一天 整个商行的一楼 会被清空改为拍卖场 入场费不算贵 一两银子 但商行额外收取 拍卖品的抽红 一月一次拍卖会 一年十二次 单凭着拍卖会 老树商行 便赚得盆满钵满 毕竟再好的买卖 也没有无本的买卖赚钱 拍卖会 对商行来说 就是无本买卖 稳赚不赔 慕青瑶走进 老树商行的时候 一楼大厅人满为患 二层是一圈 单独的包间 包间的门口挂着沙帘 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但里面能看到外面 一间包间的费用 是三十两银子 这个价格足够昂贵 不过包间也做满了大半 慕青瑶登上二楼 交付银子要了间包间 里面有名贵的香茶 与精致的点心 刚刚做好 拍卖会宣告开始 老树商行的拍卖会 显得简单粗犷 场中站着位中年拍卖师 卖家可当场拿出净拍品 由拍卖师 估出个底价后开始拍卖 那拍卖师十分老道 眼力刁钻 经验丰富 随手拿到物件扫一眼 即可估价 而且善于调侃 经常妙语连珠 引得场下笑声不断 慕青瑶兴致勃勃地 欣赏着这场拍卖会 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目标终于出现 拍卖师拿到了一张 完整的狼皮 随后唱戏般吆喝起来 八戒妖兽三眼 写狼皮一张 皮毛完好无缺甚是难得 可做成三件狼皮奥 大夫人一件 二夫人一件 外面养的美妾一件 家庭和睦 方可招财万贯 起拍架 文银三百两 看到血狼皮的那一刻 慕青瑶微微翘起嘴角 显现出一丝女儿家的小小得意 他找不到云缺 但能推算出云缺的下落 必定会来拍卖会 卖那张狼皮 三百两不是小钱 普通人家几十年都赚不到三百两 这种奇货绝非寻常百姓能买得起 上好的皮毛 往往是富贵人家最为钟爱的东西 不仅能预寒 还想争着地位 尤其妖兽的皮毛 更能彰显身份 人群里有几个富泰的身影兴趣大气 正当有人要加价之际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三眼血狼气血太重 寻常人可穿不了 轻则身体虚弱 重则卧病在床 卖这种皮毛 不是害人吗 我看多说二百两 不能再高了 大厅里的人太多 分辨不出是谁在说话 人们顿时议论纷纷 那几个想要出嫁的有钱人 也变成了观望 二楼包间内 沐清瑶的秀眉威 威动了动 人太多 他也看不到说话的是谁 但这道声音 沐清瑶可记得 沐清瑶 有着过目不忘的能力 听声辨人也轻而易举 这道声音的来源 就是清晨在城门外的那名校尉 沐清瑶不清楚 云缺与那校尉的关系 但早上的情形 证明两人肯定认识 可拍卖会里的 这场落井下石 又让沐清瑶十分不解 如果是熟人 何必点出狼皮的缺点 拍卖诗文言后 哈哈一笑 道 没错 三眼血狼 以气血凶悍著称 狼皮上的气血 普通人确实扛不住 不过 能买得起这种狼皮的 哪能是普通人呢 狼皮到手后 只要找人清除掉气血之力 便是最佳的郁寒之物 尤其还是红色的狼皮 这种颜色的狼皮袄 就算天骑城里也不多见 声音顿了顿 拍卖诗继续道 我们商行可清除狼皮中的气血 收费合理 只要五十两银子即可 若穿上后 有什么不适 我们老数商行全权负责 有商行背书 人群里想要购买狼皮 又有些担心的有钱人 立刻安心下来 加价声开始出现 一次十两银子 不多时 便到了四百两 四百两之后 加价声明显少了许多 拍卖诗微微点头 他估得最终成交价 不会超过五百两 这张血狼皮可用来打凹气血 强韧筋骨 对我正有用 我出价五百两 诸位给个面子 话音一落 在场众人与拍卖师 纷纷恍然大悟 人们对此人的手段 没多少在意 毕竟这种先贬低物品 在争抢购买的情况 在拍卖会太过常见 人们最感兴趣的 是血狼皮 对八品舞者的用处 八品炼骨筋舞者 需要打熬 气血淬炼筋骨 花费巨大 而血狼皮 居然对八品舞者 也有好处 议论声中 再次有人加价 将价格抬到五百五十两 随后又有人 直接出价六百两 八品舞者 在藏石镇那种小地方 的确可以横着走 不过这里是百玉城 边关重镇 八品舞者的面子 在百玉城的分量 还不太够 校尉冷哼了一声 不再开口 显然放弃了竞争 最后 血狼皮以六百两的 高价成交 拍卖会进行过半 拍卖师宣布中场休息 一时间大厅里人声鼎沸 这段中场休息的时间 也是人们可以 互相交易的时间 许多人拿出好东西 售卖或者换购 寻价砍价 叫让妈妈声 此起彼伏 穆青瑶隔着沙帘 盯住了校尉的身影 看到对方起身 离开座位 走进一间小屋 一楼四周 有着不少密封的小屋 只有一扇门 而没有窗 这种小屋 专门用来给交易双方使用 毕竟有些东西 不适合当众拿出来 或者有人担心怀避其罪 怕自己的好东西 被旁人惦记 穆青瑶立刻下楼 穿过人群 来到校尉 走进的小屋门外 趁着周围人来人往 穆青瑶洋装路过 在门口蹲下身 系起了鹿皮小屋的鞋带 屋门不后 贴在门 隐隐能听到里面的声音 两个人正在对话 多说四百两的狼皮 卖到六百两 其中的二百两差价 有我一半 少来 差点没让你搞砸了 你只说 血狼皮对舞者有好处就完了 加什么血 非得抬出八品舞者的身份 你不怕 把别人吓到 没人出嫁了 百育成又不是你们藏食镇 有钱的多了去了 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八品舞者 表明身份 才能让人觉得更加真实 对血狼皮才能更加看重 别说没用的 钱已经到你手了 拿来一百两 你有没有职业道德 说好的五十两 多一分也没有 爱要不要 在银子面前 我连爹娘都不认 你觉得我会有道德吗 一口价八十两 七十两 账里扣 在台价以后 我就换人了 唱双簧的 有的是 好 就七十两 不过我要现银 拿钱来 你还欠我一百九十五两呢 一马归一马 账先欠着 钱先拿来 听到这里 穆青瑶实在没忍住 笑出声来 他急忙捂住嘴 原来屋里这俩人 一直在拍卖会上演双簧呢 虽然尽力憋住笑声 可还是出了一丁点声音 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 随后屋门一开 正是清晨城门口 那一身清假的校尉 心口处的护心镜 擦拭得一尘不染 冷冰冰地扫了眼门外 这位姑娘 有事吗 校尉冷漠道 我想找人 他应该就在屋子里 穆青瑶大大方方地道 那边进来说话吧 校尉将穆青瑶让进屋子 随后将屋门锁死 穆青瑶进屋后 立刻看到坐在对面的黑衣少年 而对方也是愣了一下 穆青瑶抿了下唇 道 故人恶意抬价 坑骗外人 若被告发 声誉尽毁 以后的买卖会很难做 云雀尴尬了一下 怒气冲冲地对校尉道 你压得 没开隔饮法阵是不是 二两银子 你都舍不得呀 这下好 隔墙有耳 你看怎么办 这种交易小屋 自带小型隔饮法阵 可隔绝屋内的声音 不过开启一次 需要额外花费二两白银 一般在小屋里交易的人 都会提前开启隔饮法阵 这小屋是校尉提前选的 云雀以为对方 开了隔饮法阵 不让对方吝啬到如此地步 为了省钱 根本没开法阵 以至于刚才的谈话 都被人家听了去 校尉冷笑了一声 斜着朝上的吊眼烧 泛起寒意 盯着木青聊道 好吧 我来处理 云雀抱着肩膀 看热闹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 说来听听 该不是要灭口吧 校尉冷声道 灭口太麻烦 先把他打晕 再给他灌二斤忘忧伞 今天的事 他肯定不会记得 二斤 是不是太多了 会不会超量给吃死 云雀道 不会 我吊配的忘忧伞 五斤以内不会死人 五斤能忘了自己是谁 四斤能忘了爹娘儿女 三斤能忘了家里有多少钱 一斤能忘掉一天内的所有精力 保险起见 至少给他灌二斤才行 校尉冷漠道 穆青瑶听得 眼睛都瞪大了 还有这种手段 卑鄙握搓的人 穆青瑶也见过不熟 但他头次见到 把卑鄙之事 说得如此理智气壮的家伙 云雀听得直乐 指着穆青瑶道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灵云郡主 你觉得灌几惊 忘忧伞合适呢 穆青瑶微微仰起头 郡主的贵气显现无疑 道 不知忘忧散事和味道 本郡主很想见识见识 哼 随便找个小丫头 就自称郡主 云雀 你是想谢莫杀驴一拍两撒 有了新搭档 就踹了老搭档 你当我会信吗 校尉不屑道 直到穆青瑶 拿出那块紫金打造的阴阳令 校尉的目光立刻一变 单膝跪地 把玉成校尉没钱 见过郡主殿下 穆青瑶忍着笑 只向云雀道 此人知道我很多秘密 没校尉觉得 如何处置才妥当 没钱起身后 冷漠地盯着云雀道 郡主不必担心 我来处理 先把他打晕 再给他挂二十斤忘忧散 二十斤 猪都吃不进去 你怎么给我挂 你不说五斤以下吃不死人吗 二十斤 你要毒死我啊 云雀骂道 你体质太强 二十斤只是个保守数字 先挂着看 不行还得再加 没钱冷哼道 你他娘是哪边的 云雀骂道 我没钱永远站在权力的一边 没钱冷漠道 行 姓没的 从今天起 咱们一拍两散 恩断义绝再无情义 云雀道 情义 咱们俩之间有那东西吗 没钱道 是哦 好像真没有 那算了 我不怪你 不过砍你的时候 你也别喊救命 云雀道 沐青瑶实在忍俊不惊 捂着小嘴笑出声来 没钱的耳阔微微动了动 仿佛听到了什么 十分拾去的攻身道 小人先行告退了 郡主若有差遣 小人定当万死不辞 说完就想走 结果云雀提前起身 堵住了门 并且开启了隔音法阵 看着云雀似笑非笑的表情 没钱的脸上 献出一瞬怒容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自己要被坑 下半场拍卖还没开始 没笑话别急着走 我这里还有一桩 更赚钱的买卖 云雀笑容和蔼得到 没钱的脸色 则越来越难看 暗暗咬牙 恨不得破开木屋 立刻走人 没钱与云雀早就熟悉 他深知云雀的能力 更见过云雀沙妖的模样 每当猎到一头妖兽 云雀的脸上 就会现出 与此刻一般无二的笑意 城门种地 不能担得太久 尤其今天是大吉 城里城外乱得很 我这就得走了 没钱冷声道 少来 上个月大吉 你一晚上都没去城门那边 今天急什么 云雀笑呵呵的道 先来说说我这桩买卖 林云郡主 打算近日返回皇城 没笑位 只要将郡主安全送达 即可得到一千两白银的奖励 怎么样 考虑考虑 这可是一笔大买卖 一千两啊 足够你买到不少灵财炼体 如果你还不满意 郡主可以提供一个 让你成为皇城禁军的名额 没钱文言后 眼皮跳了跳 一千两确实够多 禁军的名额也足够吸引人 若能加入禁军 附带着自己的户头 也会落在皇城 能住在皇城 不仅是普通百姓的梦想 也是没钱这种舞者的梦想 天子脚下 繁华之地 又有强大的扶妖阵存在 无需提防要挟 天骑皇城的吸引力 绝对不小 没钱下意识地看了眼沐青瑶 沐青瑶缓缓汉手道 禁军校尉 禁军校尉四个字 听得没钱抽了口冷气 虽然同是校尉 官职没变 但天骑皇城的禁军校尉 与边关百玉城的城门校尉 简直天壤之别 无论俸禄还是人脉 亦或者晋升的机会 都截然不同 没钱沉吟了一下 道 调派属下随行 需要承手之令方可 善离直守的话 会触犯军规 郡主大人若召集护卫 可去承手府 承手大人一定会派遣重兵护送 调令一下 属下万死不辞 既然没钱打出官枪 沐青瑶没再多说什么 点头说好 随后 没钱便告辞 准备离开 临走前 云雀忽然道 郡主此次微服私行 没效尉切勿对外声张 否则若郡主 有个三长两短 你可真就得万死不辞了 没钱连忙承诺道 郡主放心 属下绝不会泄露 郡主的行踪 说完 没钱瞪了眼云雀 嘴角动了 冻敏出三个无声的字眼 算你狠 不要银子了 七十两那 拍卖会结束后 我给你献钱啊 云雀道 账里扣 还欠你一百二十五两 没钱开门就走 头都没回 离开老树商行 没钱冷着脸穿过长街 走进一条无人小巷 凌云郡主身上 到底有多少残留的死气 没钱用手按着护心镜 奇怪的自言自语 很多 近期有三百条以上的人命 因他而死 护心镜上闪烁过暗淡的光泽 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 凌云郡主出行 至少会有八品高手护卫 独身一人献身此地 说明他的护卫全被杀了 他成了烫手的山芋 他身上残留的死气那么多 你怎么不早说 没钱埋怨道 谁知道郡主会突然出现 我早告诉你 离那幸云的小子远点 他是个天煞孤星 苍老的声音道 回去我就请病假 先躲上半个月 敢惦记凌云郡主的势力 我一个小小校尉可惹不起 云雀那死鬼坑死我了 这哪是什么浑水 这他娘是火山 谁跳谁死 没钱骂道 不错 你看得还算透彻 不枉我栽培你多年 不过你最好加快点修炼速度 否则会被那幸云的小子 越拉越远 一年内 我有把握冲进七品 就算云雀比我快 也甩不开我多少 呵呵 你的谨慎很好 你的志气也不弱 但你看得还不够远 不够深 你知不知道 那云雀身上的煞气 又变重了 他就是个屠夫 你早说过他 煞气如山 煞气再重能当饭吃不成 这次不一样 他身上新增的煞气很强 我估计是两名七品 没钱的脚步豁然一顿 眼中泛起深深的惊骇 同时击杀两名七品 没钱骇然低语 尽早挖走宝藏 你应该清楚 宝藏里的东西 对舞者意味着什么 别忘了 那云雀也是武夫 有你在 难道我会斗不过他 哼 别太自大 斗那云雀不难 不过 他的那把刀 我没有把握斗得过 没钱锁紧了没风 加快搅不到 我知道了 老树伤行 下半场拍卖会继续进行 云雀坐在了二楼包间 喝着茶 吃着点心 还是以往的狼吞虎咽 很快 桌上的吃食消失一空 你那位朋友 好像很谨慎 沐青瑶坐在桌旁 拖着腮 微笑着看向云雀 不仅谨慎 为人还阴险狡诈 只认钱不认人 他可不是我朋友 多说算半个 云雀没吃饱 问道 还给不给点心了 这么点够谁吃啊 你不怕 他把我的行踪说出去 引来红莲叫 沐青瑶道 这一点郡主可以放心 没有好处的是 没钱从来不做 出卖郡主太过危险 那家伙怕死得很 烫浑水这种事 他避之不及 云雀不以为意地道 只有足够了解 才能算作朋友 尽管只是半个朋友 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在医馆 沐青瑶面带倾笑的道 语气中没有质疑 只有好奇 说好了 送你到百育城 咱们的买卖结束了 云雀硬气道 既然没钱是你半个朋友 那么 我算你的朋友吗 沐青瑶的笑容很美 透着纯洁无瑕 这个 算吧 云雀无法违心 毕竟这一路两人 互相以命相救 同生共死过 既然算的话 那么我若死在 返回皇城的路上 你会不会伤心 多年后会不会还记起 我这个曾经帮你 找蛇蛋的朋友呢 沐青瑶的声音清零 仿佛在诉说着一桩心事 喂 感情牌这么打就没意思了 你被蛇咬之前 我也完命救你来着 我们已经两清了 云雀道 没让你送我回皇城 我只想知道 我死之后 你会不会还记得我 沐青瑶转过头 妄想热闹地拍卖场 自语道 我朋友很少 常年奔波在外 我把护卫们都当作朋友 但他们都死了 因我而死 我不想你这个朋友 也落到客死他乡的下场 今晚过后 我会去成首府 寻求官军护送 能否活着回到皇城 看我自己的造化 郡主福大命大 肯定一路顺风 云雀想了想 如果郡主陨落 我会记得你这个朋友 那就好 沐青瑶眨言而笑 像急了一朵盛开的梨花 但屋子里的两人都知道 花儿盛放到极致的时候 便是凋零的开始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山刀水长 郡主殿下 咱们后会有期 云雀报了报权 后会有期 沐青瑶轻声道 云雀走后 小郡主的笑颜渐渐消散 她一个人默默地 观看着拍卖会 孤零零 好似一朵 凝固在风雪中的花 人生中有散场 热闹的拍卖会 也在不久后 曲中人散 只剩下空荡荡的商行大厅 沐青瑶最后一个 走出老树商行 一个人独自漫步街头 脚步从最初的略有迷茫 直至稳健轻快 从决定开始寻找零花的那一年 沐青瑶就知道 自己会随时有葬送生命的危险 这条路 她不知能走多远 能走多久 不过 既然选了这条路 她就会坚定地走下去 像那些为了零花而战死的师兄师姐一样 无怨无悔 一条漂亮的大鱼 从沐青瑶身旁游过 热闹的鼓跃声随之而来 小郡主驻足于街头 回头望去 长街上行来一对舞龙之人 大鱼是花头 在队伍最前方 由彩指制成 唯妙唯孝 后面是十余名 在这花脸面具的黑衣人 捂着一条金灿灿的长龙 这是百玉成每次大集的压轴节目 鱼龙舞 街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 到处是欢声笑语 鱼龙在舞者的手中上下翻飞 有着消灾降服的美好祈愿 沐青瑶聚精会神地看着 翘脸上渐渐献出释怀的笑容 尽管天下间妖邪繁多 天灾人祸不断 但人们依旧没有绝望 而是尽力地活着 活出只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 愿天下无妖 无邪 小郡主在心里暗暗祈福 这场鱼龙舞 他看得如痴如醉 当龙手经过身旁的时候 带着面具的舞龙者 一只手伸了过来 示意街边的沐青瑶也加入其中 沐青瑶错愕的一下 便笑着伸出手 在对方手把手的教导下 很快掌握了舞龙的步伐 沐青瑶第一次舞龙 他尽情地舞着 尽情地笑着 这一刻忘记了所有烦恼 队伍抵达长街镜头的广场后 四周燃起烟花 犹如一片美丽的花海 但人群并未散去 广场中心升起篝火 人们围拢成圈 唱着跳着 彻夜狂欢 沐青瑶站在广场旁 秀美的小脸 被叶峰吹得有些发红 身旁是刚刚教他舞龙的舞着 仍旧戴着面具 女孩子家 最好不要轻易与陌生人牵手 小心被拐走 舞龙者声音低沉地道 舞龙的人 最好不要总背着刀 小心划破了龙 沐青瑶仰着脸轻笑道 舞龙者叹了口气 摘下面具 正是云雀 我像是谁邀请 都会跟着走的女孩吗 沐青瑶道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 我这种人 为了钱才可以冒险 人并都有个价格 如果报酬 超过一万两 足够我拼命 你的月狱 一万两恐怕也买不来 为什么不拿这块狱利用我 云雀皱眉道 我不想你丢面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沐青瑶轻声低语 清澈的眼眸深处 泛起着一抹柔情 明亮的烟火下 欢快的歌声中 凌云郡主的俏脸 显得愈发明媚 令人痴迷 云雀始终皱着眉 如同第一次看到对方一样 打量了半天 所以 朋友这种东西 太麻烦 我至多找半个 云雀叹气道 为什么不找一个朋友 非得半个呢 沐青瑶微微偏着头 好奇道 半个朋友用起来最方便 可以随时出卖 无需内疚 云雀道 那么 我是半个朋友 还是一个呢 小郡主的提问 云雀没有回答 而是在一棵老树旁坐了下来 我不喜欢朋友 因为你永远也看不透人心 你不知道自己的朋友 会在什么时候杀掉你 云雀拍了拍身后的刀鞘 道 我的刀 就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亲手埋了它 沐青瑶坐在云雀旁边 他能感受到 云雀眼底流转的恨意 武者的刀剑 是第二生命 你为何会恨一把刀 我到青湖山的时候 被一个老猎人收养 他教我如何狩猎 如何制作陷阱 当时我以为自己再次有了家人 可第二年 老猎人就死了 云雀抬头望着星空 你难道 那天我独自去制作陷阱 把刀留在了木屋 回去的时候 老猎人只剩下一张人皮 血肉皆空 我的刀不仅能猎妖 还会吃人的 从云雀的诉说中 沐青瑶听闻了一段惨痛的经历 聪慧的凌云郡主 也大致猜到了 前朝斩妖丝的秘密 大燕斩妖丝的舞者 之所以神秘而强大 应该与所用的武器有关 沐青瑶道 世间有一种特殊的舞者 以妖血炼体 以妖骨强身 以妖魂撞神 与妖同身共存 被天下修饰所不容 世人谈之色变 称其为妖武者 或者妖血武夫 云雀的声音变得低沉 打造妖武者很难 需要将妖武的神魂封入本体 再将妖武躯体 炼化成刀剑 作为本命武器 成功后可借助妖魂 施展出堪比妖族的强大力量 缺点是 本命武器一旦折断 妖武者也会随之陨落 我 也许是世上最后一个妖血武夫 慕青瑶静静地聆听着 尽管云雀的声音平静 小郡主仍然听出了 那份埋于心底的苦涩 妖血武夫 只是怪物的另一种 好听的称呼罢了 妖武者非人非妖 已经脱离了纯粹的人族 成为一种被刻意 打造出的战争机器 只为杀戮而存在 直至现在 慕青瑶才明白了 当初云雀为何说 自己的命早就卖了 妖武者都将自己的命 卖给了自己的刀剑 刀断人亡 妖武者的制造手段 只有前朝思天剑的 监政才会 你们晋国别再妄想了 我一个人可称不起 斩妖司 给多少钱都没用 若是你们思天剑 开设的武作司 待遇还不错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云雀道 慕青瑶原本沉重的心情 听到这里险些笑场 堂堂思天剑 哪能有什么武作司 不过转念一想 思天剑专门负责 晋国之内的鬼案 与妖邪作祟事件 专门设立武作司 调查尸体死因 好像也很合适 没有这把刀 你在妖都之战中 恐怕活不下来 它虽然害死了老猎人 但也保护过你 谨慎驾驭的话 以后一定能成为 你最大的助力 慕青瑶轻声开解说道 不料云雀忽然 古怪地笑了一声 哈 我的刀 早在妖都之战的时候 就砍断了 慕青瑶大为诧异 按照云雀所言 妖武者与妖同生共存 本命武器一旦断裂 妖武者也会随之阵亡 刀已经断了 可为何云雀还活着 慕青瑶的疑惑 也是云雀的疑惑 想要解开这份谜题 只有回想起 那消失的一月记忆 才能得到答案 慕青瑶再次看向 云雀背后的刀鞘 黑漆漆 冷冰冰 给人一种诡秘而危险的感觉 云雀 你可知儒家修士的品阶 慕青瑶轻声道 知道点 九品开窍 八品修身 之后是什么不大清楚 藏石镇这种小地方 没多少书可看 云雀道 七品格物 六品立命 五品君子 四品忍者 三品贤者 二品大儒 一品亚胜 慕青瑶补全了儒家品阶 轻声道 其实 我有七品格物精的修为 不过还要等小半年之后才行 你真有修为 怎么没见你用呢 八品修身镜 听说是锤炼文胆 战力虽然不太行 总比凡人强大得多 云雀奇怪的道 我现在没有修为 因为我修炼的法门比较特殊 慕青瑶吐露心声 道出了自己的隐秘 我生来早会 一岁便开始接触儒道法门 兼政师尊 亲自为我挑选了一门儒家绝学 叫做十七年禅 这份法门需要苦修十七载 方可成功 为修成之前 丝毫法力不升 一旦修成 便可直接达到七品格物精 并且是圆满境界 十七年禅 其实是一种六次金禅 因其在地底生活 长达十七年之久而闻名 语化之际 可非到所有禅类 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这也是十七年禅 这份功法的寓意所在 十七年禅 囊括了如到九品八品七品的 所有精华 三品连修之下 最初的根基将无比稳健 对今后的修炼之徒 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 我修炼十七年禅 已经十六年又八个月 还差四个月便可圆满 年底的时候 是我十七岁的生日 也是我进阶为 七品格物精的时候 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活到十七岁 云雀听得感慨万千 道 你呀 你被你师尊坑了呀 修什么十七年禅 正常修炼 德化你至少也有 八品修身镜的修为 八品修家修士 去皇城简单得多 至少能互相配合照应 带这个没修为的去皇城 简直就是个脱油瓶 云雀的埋怨 穆青瑶深以为然 他也想当初正常修炼境界 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没用了 很快 穆青瑶愣了一下 他听出了 云雀埋怨中的弦外之音 你要送我去皇城 你的月宇太值钱了 不管你死活的话 我怕以后做噩梦 你可以把月宇还给我 不还 还了月宇 我怕以后我死得更快 穆青瑶静静地望着身旁的少年 动得有些发白的俏脸上 渐渐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谢谢你 云雀 客套就免了 纯粹的买卖而已 郡主殿下额外的那些报酬 是不是也算数 当然 三千两百银 外加一个天气学宫的名额 我绝不实验 还有呢 还有什么 穆青瑶疑惑了瞬间 俏脸忽然红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道 那件事也算 一下不够 云雀义正言辞地讨价道 摸两下 穆青瑶眨了眨眼 不解道 为什么非得多一下 云雀扫了眼对方的心窝道 因为你有两个 穆青瑶下意识地一手护胸 紧紧抿着唇 瞪了云雀半赏道 成交 白玉城西街一间客栈内 云雀只要了一个房间 不是为了占便宜 而是与穆青瑶商议生死大事 从现在开始 云雀要规划去皇城的路线 朝掌柜地要了份禁国地图后 云雀觉得头有点疼 白玉城前往皇城的路线 居然少得可怜 只有区区两三条 不走大陆的话 沿途不是妖雾七夕的森林地带 就是水流湍急的大河 再不就是南行的峭壁深渊 与荒无人际的沙漠死地 这些险路 云雀走的 穆青瑶走不得 一个娇弱的女孩子 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在这些险地中丧命 到时候 无需什么红莲教 天然的险境 足以灭杀掉毫无修为的凌云郡主 这下难办了 那区区几条能走的路线 必定有红莲教的妖人折服 即便究极路上的官兵护送 也没有多少安全可言 能一次派出两名七品高手的红莲教 绝非普通官兵能抵挡的存在 除非是皇城内的禁军 或者身经百战的边军 想起边军 云雀忽然眼前一亮 对了 你爹傅南王 不是掌管着边军吗 提起傅南王 连云雀这种生活在偏远之地的小镇之人 也如雷贯耳 晋国取代燕国 几乎没有多少战争出现 随着燕国最后一位皇帝御驾亲征 战死于北域妖都 燕国就耗尽了国运 早已一决不振 被晋国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 晋国的崛起 不仅取代了燕国 也承接了燕国并不安泰的处境 晋国北方是冰原地带 有着妖都这尊庞然大物 是最大的威胁 南方是无尽草原 其上生活着嗜血善战的蛮族 时而劫掠边境 西方是十万大山 独虫遍地 巫蛊盛行 生人勿敬 东方是兵强马壮的少武国 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 傅南王私沉 便是晋国立国之初 崛起的一位璀璨江心 燕国灭亡之际 草原蛮族变得肆无忌惮 曾经造成过一日一夜之间 沙光边境十三处村寨的残忍恶行 当时南方的边境地带 人心惶惶 百姓提心吊胆 不知何时 蛮族的屠刀就要临头 傅南王临危受命 带领十万大军 驻扎于南方边关黑铁城 傅南王当时并未封王 只是边关将军之职 到了边关后 他没有没守成规选择防御 而是率军出击杀进了草原 一月之内 灭杀掉蛮族二十多处迎战 斩敌五万之众 就此一战成名 从此之后 傅南王以战养战 以牙还牙 时不时地突袭草原蛮族 劫掠大量牛羊和奴隶 黑铁城逐渐变得繁荣 傅南王更下达军令 以不菲的报酬召集边军 附近百姓当中的轻壮 踊跃参军 不到三年光景 十万边军 便急速扩张到三十万 南疆就此稳定下来 皇帝大喜 册封私臣为傅南王 封牧青瑶为凌云郡主 更赐给牧青瑶阴阳令 可见皇帝对牧家的看重程度 时隔多年 南疆边军 如今已经到了恐怖的八十万之举 坐镇黑铁城的傅南王私臣 私下里被人们称之为镇南王 八十万边军 别说什么红莲轿 就算私臣一声令下 打到天祈城都没有任何问题 云雀的提议的确不错 但牧青瑶只剩下苦笑 用小手指了指地图上的黑铁城 随后 云雀高兴的心思便烟消云散 支远县位于晋国西北 而黑铁城在最南端 也就是说 牧青瑶要见到他爹 就得横跨整个晋国 走的路程比去皇城要远十几倍 徒有强缘 偏偏用不上 云雀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词 远水不解尽渴呀 当云雀与牧青瑶 在客栈里研究路线的时候 城内一间阔气的宅院里 飞来一只红雁 红雁落在高高的墙头 小眼睛眨了眨 朝着一间亮着灯火的书房飞去 成首府内 名为富翼的成首将军 正在书房把玩着一块美玉 面前的书桌上 摆着一封牛皮纸封存的秘信 秘信与美玉是刚刚被一并送来的 无需拆封 富翼也知道 里面没有任何书信 而是三百两的银票 尚品杨之玉 至少价值二百两 老树商行今天没少赚啊 富翼满意地笑了笑 将美玉收好 打算送给他心那的美切 想要在百玉城赚得盆满钵满 必须有这位成首将军做大树才行 老树商行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与富翼的存在离不开关系 每月大吉 老树商行都会奉上丰厚的谢礼 正要拆封密信取出银票 富翼的目光忽然凌厉起来 七品舞者的气息瞬间激发而出 一只红燕飞进屋中 落在宽大的书桌上 灵动的小眼盯着面前的将军 富翼皱了皱眉 气息随之压制了下去 起身来到门口 确定院外无人才将门窗关好 重新回到屋中后 富翼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桌上的红燕晃了晃头 张口吐出一个气泡 那气泡无声无息地悬浮在桌面上 渐渐显现出一道盘坐于连台上的女子身影 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 看不出容貌 富翼拱手道 教主深夜到访 不知有何要事 气泡中传出一道低沉而简短的女子声音 林云郡主 已经进了你的百玉城 富将军出力的时候 到了 听闻此言 富翼立刻锁紧眉峰 沉吟了一下 道 既然教主吩咐 在下定当出力便是 不过 百玉城人口三十余万 鱼龙混杂 想要在这么大的城池里找一个人 实在不易 若派兵寻找的话 即便找到郡主 也无法动手 毕竟我还是大静的武官 富翼言此理 暗藏着推托之意 气泡中传出一阵低效 富将军爱惜羽毛 人之常情 我红莲教不会强人所难 你只需封死百玉城三天时间即可 剩下的事 自然有人处理 富翼闻言 暗暗松了口气 点头道 从今天起 百玉城会封城三日 缉拿山匪 如此甚好 留下最后一句话之后 气泡随之破灭 那只红烟破窗而出 飞尽夜幕 富翼的神色渐渐冷了下来 盯着被撞出一个洞的窗纸 眼底闪过冷意 但随后就变成了无奈 红烟破窗的举动 显然是个下马威 对他刚才推脱的不满 富翼与红莲教早有牵连 能坐到这个位置 红莲教出力不小 富翼并非红莲教的人 但他欠了红莲教的人情 富翼深知红莲教的强大与狠辣 他一个欺品武者 根本惹不起 只能选择妥协 连凌云郡主都敢动 他人情变幻不定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在仕途上如何借力 更深知大晋国如今的各方势力 朝堂之上 能与富男王掰掰手腕的人物 屈指可数 从红莲教追杀凌云郡主的举动 富翼能看出 红莲教背后隐藏的庞然大物 只是他看不清那庞然大物的真相而已 沉思了稍许 富翼换来清兵 传我的命令 百玉城混进了山匪草扣 封城三日击拿匪人 调一千金兵 直守城门 没有我的首令 三日内任何人禁止进出 为止军阀处置 清兵领命后禀报道 大人 直守北城的校尉没钱刚刚告假 说身体不适 需要休息几日 告诉他 三天后再休息 百玉城的所有校尉 只要人没死 这三天都给我去城门盯着 爬不起来 就趴在城门养病 放走一个人 拿他们问罪 清兵领命刚要走 又被叫住 传令后 关上府门 任何人找我都说不在 记住 是任何人 富翼沉声道 若是城里的其他几位大人来访呢 清兵询问道 就说我带兵在城内剿匪 找不到人 富翼道 等清兵走后 富翼独自坐在书房 没了去见美妾的兴致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你们只管斗 本官作弊上官就是了 自语中 富翼提起笔 在宣纸上写了四个字 明哲宝身 随后 将写了自己的宣纸 投进一旁的火炉 烧成灰烬 百玉城东南角 有一间破庙 年久时休 无人问津 成了乞丐的栖身之地 破庙内脏兮兮 粪便随处可见 老鼠成群结队 午夜时分 一只红眼飞进破庙 翅膀糊衫 一头扎进一个老鼠洞里 不多时 一只红眼的老鼠 从洞口爬出 人力而起 呲牙咧嘴 发出滋滋叫声 尖牙上遍布着墨绿的粘液 沙沙的细响声 在老鼠洞周围 起伏不断 一只又一只红眼老鼠 爬出洞口 四散去 哎哟 谁他娘咬我 今儿大吉都没有找饭呢 饿成这德行 一头撞死算了 住在破庙里的一个乞丐 骂骂咧咧地醒来 还以为同伴在睡梦中 咬了自己一口 结果往身后一摸 竟掏出一只硕大的老鼠来 鼠眼通红 哪来的死耗子 活人也敢咬 乞丐要将老鼠摔死 结果手 又被老鼠狠狠咬了一大口 老鼠逃了 乞丐只能骂上两句解恨 也不在乎伤口 继续睡觉 乞丐的命不值钱 这么点伤 谁也不会去看狼中 不久后 破庙里再次想起乞丐的惊呼 一个老乞丐惨烈地哀嚎着 竟被另一名乞丐 活生生咬掉一大块血肉 其他乞丐被惊醒 火把亮起 照亮了行凶者的模样 看到这人之后 几十个乞丐 无不魂飞魄散 咬人的家伙 穿着乞丐衣服 脸上的血管凸起 几乎要炸裂 两眼血红 形如恶鬼 几个乞丐认出对方是曾经的同伴 不知因何变成这样 于是合力拉开此人 救下老乞丐 结果拉拽途中 又有两人被咬伤 二狗子你疯了 怎么到处咬人 他不会害了什么病吗 眼睛通红 肯定撞邪了 打盆冷水来叫醒他 乞丐们七手八脚 按住咬人的二狗子 有人打来一盆凉水 冷水临头 非但没叫醒二狗子 反而激发出二狗子更大的力量 一下挣脱出来 见人就咬 直至将打冷水的乞丐脖子给咬断 人头落地的响动 惊醒了一众乞丐 杀人了 有人大喊 有人奔逃 有人眼睛逐渐变红 扑咬着身旁的活人 破庙里乱成一团 不多时 几十个乞丐逃出去一半 剩下的乞丐全都红着眼 趴在一具尸体上大嚼特嚼 破庙里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 百育成的各条街巷 不时传出尖叫 一户人家冲出个女人 神色惊恐地逃向远处 在他身后 是红着眼睛 发出沙哑低吼的男人 一处小院子里 年幼的孩子 正卷缩在墙角 浑身颤抖 在他面前 是红眼的母亲 正在撕咬着父亲的尸体 一间大宅院内 两条红眼大狗 凶猛追逐着主人一家 一旦被咬上 就会撕扯下一大块血肉 一间青楼上 正寻欢作乐的男人 突然发现 怀里的女人口吐白沫 随后双眼发红 力气变得极大一下 将他反扑在身下 一口咬断了他的喉咙 今晚的百玉城 到处充斥着诡异的气氛 红眼的百姓越来越多 血腥气越来越重 客栈 看着地图上的千山万水 云缺一筹莫展 要不然你写封信 找你爹求救 我们不走了 就住在百玉城 什么时候大军抵达 什么时候出发 云缺道 道门有纸鹤传书 儒家有千里传鹰 可惜我没有修为什么手段 也施展不出 沐青瑶苦涩一笑 随后好奇道 你们舞者用什么手段 传递消息 我们的办法简单 云缺傲气道 用腿 沐青瑶听得眼口直笑 一双漂亮的眼睛 完成了月牙 还有个法子最为安全 云缺道 你隐姓埋名 找个没人的地方住上几十年 等满头白发的时候 再大大方方上路 保准没人追杀 熬死那个红莲轿 沐青瑶瞪大了眼睛 谈口微张 小郡主现在很想 打开云缺的脑袋 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构造 这种鬼主意 是人类能想出来的吗 年底之前 我必须返回皇城 沐青瑶献出忧色道 我修炼的十七年禅 最后需要师尊 以浩然气引导 助我开启天门方可成功 否则会前功尽弃 今后恐怕 在南榻上修行这条路 云缺也没办法了 除了在年底前抵达皇城 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还有将近四个月 时间倒是来得及 既然飞走这条路不可 得找些帮手才行 云缺若有所思道 你有帮手 沐青瑶道 没有 但可以找吗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云缺翘起嘴角 古怪地笑道 看着云缺的笑容 沐青瑶觉得 这家伙又要坑人了 就是不知道坑的是谁 这时 客栈门口传来叫骂声 听声音是客栈老板 好像有罪鬼闯进客栈 云缺和沐青瑶起初没在意 可很快传来客栈老板的惨叫 出事了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默契地各自行动 沐青瑶以最快速度吹灭蜡烛 云缺则闪身来到窗边 轻轻打开一条缝隙 朝外面瞄了一眼 云缺的神色忽然一变 窗户很快关上 云缺的目光泛着诧异 外面怎么了 沐青瑶低声问道 客栈老板 被吃了 云缺道 城里有妖物出没 沐青瑶惊道 云缺摇了摇头 只道出一个字 人 沐青瑶的瞳孔 立刻猛地一说 人吃人 这等诡异的局面 凌云郡主未曾见过 更无法想象 云缺也在奇怪 外面有好几个人 把客栈老板扑倒 大肯特肯 如果说一个人发疯咬人 还说得过去 好几个人一起发疯 绝对不正常 事出反常必有妖 就算没有妖 背后也一定有妖人作祟 云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红莲教 毕竟那种邪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是吃的人与郡主无关 如果红莲教得知 沐青瑶在这处客栈 就该破门而入 何必先吃了客栈老板 一边思索着 云缺一边侧耳倾听 眉风渐渐促起 街上不对劲 云缺低声道 舞者的听觉十分灵敏 随着境界提高 听力远超凡人 云缺能听到 街上若隐若现的哀嚎声 这种情况 预示着很多人家都出了意外 绝非只有这处客栈出事 沐青瑶坐在旁边 安静地等待 只要云缺在身边 沐青瑶就不会害怕 有一种被安全包裹的感觉 很快 院子里的声音消失 街上的嘈杂声越来越大 火光四起 忽然房门被敲响 荡 荡荡 说是敲 其实是杂 声音很大 云缺站在屋门前 鼻翼动了动 没有妖气 说明外面砸门的 是人 当砸门声再次响起的瞬间 云缺突然拉开门 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冲了进来 由于砸门的力道过大 这人直接摔倒 月光下 能看到此人两眼血红 一身是血 五官猙獰如恶鬼 爬起来扑向云缺 这人沐青瑶与云缺都认得 正是客栈老板 云缺一脚将其放倒 客栈老板勾搂着身体 起不来了 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嘀吼 关上门 云缺查看了一下 除了尖头与手臂少了几块肉之外 客栈老板还活着 不知为何发疯了一样 脸上遍布着蚯蚓般的血管 他中了毒 沐青瑶断定道 什么毒 这么邪乎 云缺奇怪道 看不出 我没见过如此罕见的奇毒 可能刚才被咬后染上的 他的血液好像在沸腾 毒力肯定与血液有关 沐青瑶道 咬几口就染上剧毒 这么下去 整个百玉城 怕是没几个好人了 云缺道 有人故意下毒 脚乱百玉城 沐青瑶道 浑水踩好摸鱼 红莲胶下手够狠的 云缺道 去城首府 沐青瑶建议道 这种局面 唯有出动守军 方可平息城内的混乱 两人就此离开客栈 刚到客栈的院子 门外冲进来两个红眼的家伙 比较奇怪 穿着囚服 云缺看了眼客栈一侧 距离这里不远 就是百玉城 关押囚犯的地牢 既然囚徒都逃了出来 说明地牢里 已经成了混乱之地 远处有一道人影在急行 正朝这边过来 云缺的反应极快 一把拉住沐青瑶 退回客栈 躲在院墙后 沐青瑶以为 有发疯的百姓冲了来 结果听见云缺 奇怪地低语了一句 他到这边做什么 谁 没钱 云缺贴着墙 探出头朝外看去 没钱的身影 消失在不远处 一片树林里 看对方行进的方向 正是地牢 没去理睬鬼鬼祟祟的没钱 云缺带着沐青瑶 赶往成首府 路上 有云缺在 沐青瑶自然安然无恙 但小郡主这一路走来 神情变得愈发凝重 他看到了太多惨死之人 横尸路边 其中步伐孩童 沐青瑶心里感到自责 红莲教的目标 是他这位凌云郡主 红莲教 这是要用一城之地的百姓生命 给他沐青瑶殉葬 到了成首府附近 两人躲在一间民宅旁 府门外有一名 身穿官袍的中年人在砸门 看打扮是百玉城的文官 砸了半场 终于出来名军兵 那文官急忙问道 傅大人可在府上 城里乱成一锅粥 快快去通报 军兵告罪道 原来是河大人 我们将军没在家 正在城内击捕山匪 什么 城里混进了山匪 河大人吃惊道 是啊 都是通缉令上的很角色 将军有令 百玉城封城三日 不抓到山匪 不会开门 军兵道 好好 本官知道了 河大人急匆匆吩咐家丁 打道回府 看样子不敢再出门了 城首府大门关闭 再无声息 闭门庚 人家躲了 云雀冷声道 闭门不见 城首将军定是提前知道的消息 封城三日 恐怕不是为了抓山匪 而是为了把我留在城中 沐青瑶低声道 聪慧的凌云郡主 已经大致猜到了缘由 等见到你爹 记得让他把百玉城的城首宰了 云雀提议道 沐青瑶只剩下苦笑 猜测是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即便是富男王 也无法随便斩杀晋国的武将 不过百玉城城守 与红莲教勾结这件事 沐青瑶决心 将来一定要查得清楚 给那些死在今夜的百姓们一个交代 城首府这条路行不通 云雀带着沐青瑶往回走 沐青瑶以为要返回客栈 可是路线不对 我们现在去哪 沐青瑶道 先去个安全的地方 再找机会出城 煤前那家伙不在城门 我们肯定出不去 云雀道 如果煤前守在城门 云雀有把握带着沐青瑶逃离百玉城 现在煤前去了地牢 不知有何目的 云雀将出城的希望放在煤前身上 沐青瑶并不奇怪 他只奇怪着云雀所说的安全地方 不久后 两人来到一间医馆附近 正是沐青瑶解读的拥医馆 躲在医馆 沐青瑶道 是啊 满城就这地方最安全了 云雀笑道 看完病 他收了你多少钱 二两银子 说完 沐青瑶忽然想起了什么 亚然道 价钱不对 我吃的解毒药理 除了花斑草之外 还有几位名贵药材 解毒药的本钱 都要二两银子 那位老先生 没收我诊病的费用 这就对了吗 我带去的病人 肯定得打折 云雀道 为什么 沐青瑶道 因为我是这里的大客户啊 云雀说完 大不留心 走进拥医馆 沐青瑶带着一头雾水 重回了医馆 医馆大厅里 灯火通明 白虚如雪的老医者 正在看病 病人很特殊 是个六七岁的女童 躺在病榻上 手脚被麻绳绑着 一张小脸 争鸣无比 遍布凸起的血管 两只眼血红如妖 尽管被绑住 仍在拼命挣扎 发出非人的吼声 女童的父母 守在一旁 一个紧哀求 先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 我们救这个孩子 她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咬了一口 很快就成了这个样子 连我们都想咬 不得已才绑住她 先生医术高明 求先生救命啊 男人强忍泪水 老医者始终在把脉 一言不发 不过眉头皱得极深 云雀与沐青瑶 没去打扰 站在一旁观望 这时 那女娃突然浑身抽搐起来 整张脸几乎成了血红色 脸上的血管 有一条直接裂开 鲜血横流 壮如恶鬼 随着鲜血出现 女娃发狂了一样 张嘴乱咬 疯狂挣扎 绑住手脚的地方 被勒出一道道血痕 她越是挣扎 脸上的血管 就暴裂得越多 很快满脸是血 女娃的父母大惊失色 手足无措 想要过去安抚 却被老医者拦住 肉连血 血通魂 魂乱则血沸 血沸则命静 老医者道出一句苍凉之言 听得那对年轻夫妻 满脸绝望 慕青瑶听闻此言 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这种可怕的剧毒 果然能引起血液沸腾 造成活人发疯的症状 慕青瑶一道之上的造诣不低 她能看出症状 却没有解救的办法 但那年轻夫妻 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救之际 老医者站起身 取出三根银针 随手而施 三根银针 分别扎在女娃面部的三处穴位 发狂的女娃 瞬间冷静下来 脸上不再冒血 凸起的血管渐渐平复 眼皮闭合沉沉睡去 年轻夫妻大喜 连忙给老医者叩头 如此神奇的一幕 看到的人只觉得 老医者妙手回春 然而慕青瑶却低呼道 镇魂三针 老医者听到声音 朝这边望了一眼 缓缓点头 道 小姑娘好眼力 镇魂三针只可镇其魂 无法解气毒 治标不治本 无奈之举罢了 老医者让年轻夫妻 带着女儿暂住在医馆 等待后续治疗 怎么又回来了 老医者看向云缺 其说 你这医术不太行啊 难怪连招牌都叫拥医馆 云缺指了指身旁的小郡主 道 她的毒没解干净 时不时的头云眼花 还得在你这住两天才行 什么时候毒 彻底解干净了再走 慕青瑶文言一阵尴尬 他没想到 云缺会堂而皇之地说瞎话 以那老医者的医术 只要搭一下麦 就能拆穿 让慕青瑶没想到的是 老医者根本没多问 只说了句话 就开始继续接诊 云缺更不客气 穿过前堂 找了间没有病患的单间 看架势 就跟回自己家一样 慕青瑶这才知道 什么叫大客户 真不客气啊 你和那位七叔很熟吗 他肯定知道 已经没有预毒了 慕青瑶道 当然熟了 我猎到一些有毒的妖物 都会卖给拥医堂 七叔出价 比集市里可高得多 云缺道 原来如此 那位七叔尊姓大名 他的医术相当高明 能用出镇魂三针的医者 在学宫内也寥寥无几 慕青瑶道 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熟人都叫他七叔 你暂时躲在这里 我去找没钱那家伙 我们尽快出城 云缺道 医者玄乎济世 我不想连累那位老先生 慕青瑶道 这点不用担心 七叔不仅医术高超 他的修为也不弱 云缺道 那位老先生也有修为 他是何种境界 慕青瑶道 不清楚 没人见过他出手 不过我送来的有毒妖物 有一大半可都是活的 云缺道 名医收集毒物 有研究药理的目的 但活着的妖物 普通医者绝对不敢收 我没回来之前 记住别走出拥医馆半步 云缺凝重的说罢 离开医馆 城里变得更乱了 到处能看到发疯的百姓 云缺的速度极快 穿街过巷 一路急行 路上 云缺思索着当前的局面 红莲轿搅乱百玉城 说明对方确定 慕青瑶就在城内 只是不知具体方位 由此推断 百玉城里 有着红莲轿不少的眼线 眼线这种东西 可以是街边的普通小贩 也可能是城门处 不起眼的军兵 亦或者街上的普通百姓 眼线无需修为 只要看到穆青瑶 从而传回消息即可 想要将眼线全部拔除 基本不可能 好狠的红莲轿 云缺低声骂了一句 红莲轿难缠的程度 远超预料 实在棘手 尤其对方的手段 堪称狠辣 不惜葬送一城 数十万百姓的生命 云缺之前猜测到 幕后黑手 绝对是一方强大的势力 如今看来 对方不仅实力庞大 还能号令成首 这种级别的晋国武将 必须尽快离开百姓城才行 云缺打定主意 脚下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谁已经被搅浑 捞鱼的人也该出现了 经历过上次 与左白右黑两名护法的死斗 云缺可不想再遇到 那等程度的对手 穿过一片树林 终于抵达百姓城地牢 地牢位于偏僻地带 平常有重兵把守 关押的都是些亡命之徒 由于百姓城 是附近最为繁华的大城 又经常有大吉 来往客商繁多 这就造成了许多凶悍之辈 铤而走险 劫掠刘刑伤的局面 近年来 百姓城地牢 一度人满为患 今晚的地牢 空旷安静 门口导着几具尸体 看庄树是守门的军兵 地牢大门洞开 地牢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潮湿昏暗 每隔三丈 燃照一盏油灯 灯油见底 火光忽明忽暗 照得地牢背险阴森 地牢很大 上百个牢房 没有活人 牢里的囚犯 不是早已趁乱逃脱 就是被啃咬致死 从所见的景象估计 这里发生异变的时间 几乎是最早的 从大门走到最深处 居然没看到没钱的踪迹 奇怪 那家伙去哪了 云雀站在地牢尽头的 一间牢房外 疑惑不解 附近除了地牢之外 没有其他建筑 没钱既然朝这边过来 目标肯定是这里才对 偏偏没看到人 正疑惑的功夫 云雀听到一种 极其细微的响动 从身旁的牢房里传来 这间牢房完好无损 角落里导致一具 棚头垢面的尸体 云雀斩断锁链 走进牢房 侧耳聆听 响动来自脚下的地面 像是一种挖土的声音 若非八品无者的耳力 加上地牢里绝对的安静 否则很难察觉 云雀凭住气息 趴在地上仔细辨认 果然地底有东西 那种细微的响动 绝对是挖掘土石 传来的声音 云雀更加奇怪 劫狱的 狱卒都没了 大门都开着 还用非力气挖地道吗 沉淫了少许 云雀抽出长刀 运转契机 黑刀上逐渐铺满一层寒芒 锋利到极致 随后云雀将长刀竖起 刀尖朝下 找准一处砖缝 缓慢地扎进地面 腰刀的锋利 堪称吹毛断发 削铁如泥 无需用力劈斩 即可轻易扎进砖石 而且无声无息 直至刀刃完全陷进地底的时候 云雀眉风一动 武者用刀 就该如臂之时 奋出一点力道 即可感知到 刀体传来的阻力强弱 何况是云雀 这种与刀同生共存的妖武者 云雀能清晰地感知到 刀尖的位置 此时已经悬空 说明地底存在着一个空旷之地 云雀没急着下去查看 而是握紧地面上的刀柄 闭合双眼 下一刻 刀尖处睁开了一只小巧的血色瞳孔 以刀为眼 如此手段 绝非武者能动用 唯有云雀这种妖武者 才可施展 当刀尖出现血童的时候 云雀便可借助血童 观看到地底的情况 地牢下方五尺左右深度的地方 果然存在着一个大洞 其内有火光闪烁 一个人影轮着铁锹在奋力挖掘 尽管看不到正脸 云雀还是一眼认出对方 正是没钱 云雀正奇怪着 没钱这家伙 大半夜在地牢下边挖什么洞吗 没钱的动作忽然停滞不动 刹那后 没钱两侧尖头 爆发出风悬般的气急波动 他猛然回身 一刀斩向头顶 咔嚓 轰隆 八品武者的权力一刀 直接将洞顶劈开 牢房地面开裂出一个 杖许方圆的大洞 其内的云雀 与角落里的尸体 一同掉落下去 地洞里沙尘四起 没钱的第二刀 紧随而至 这一刀劈展出一片刀影 在沙尘中形成刀网 迅捷凶狠 刀网的出现 预示着没钱动了杀机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之下 没钱有把握斩杀铜街 不过没钱从来不会大意 在斩出刀网后 他立刻运转更强的力量 手中出现双刀 双刀交叉 骑上寒光炸起 同时 没钱脚下发力 如同一头猎豹般冲出 这是他的杀招 足以让敌人措手不及 当一道黑色刀芒 轻而易举斩破了刀网的那一刻 没钱冲出的脚步 豁然一顿定在原地 没钱认出了那刀忙的主人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沙尘落下 果然没钱看到了 云雀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庞 你怎么在这 没钱冷声道 晚饭吃多了 溜溜万 你这是干嘛呢 工程不小啊 云雀抱着肩膀 环顾四周 这里是一条地底隧道 挖掘得四四方方 整整齐齐 出口离着极远 没钱很快恢复了常态 面无表情道 当然是练功了 我们舞者需要天天打熬身体才行 这是我的打熬方式 还别说 你这法子真不错 正好我吃多了 我跟你一起练功 云雀说着 走到隧道尽头 装模作样的准备开挖 这下没钱的脸色又变了 神色有些紧张道 今天算了 我有点累 咱们出去喝一杯 挺长时间没跟你喝酒了 走 我请客 我已经吃饱喝足 没胃口了 你不挖的话 先回去休息 我自己挖 云雀不走 笑呵呵道 没钱脸色渐冷 道 这么多年的朋友 怎么 这点面子也不给 既然是朋友 有好东西 就该奋一杯羹才对 自己吃毒食 可不是好习惯 云雀笑道 这里什么也没有 没钱怒道 我最近听了个故事 很是有趣 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云雀道 世上的东西 都个固定价值 朋友也一样 超过价值 朋友就能成为仇人 没钱寒声道 仇人好办 一刀砍了就是 你说是吧 云雀笑道 没钱咬了咬牙 他知道扯黄已经没用 于是开门见山道 这里的确有点东西 可惜地点不好 地牢周围有重兵把守 我耗费小半年的时间 才挖出这条通道 为了不惊动 看守地牢的官兵 只能在夜里行动 挖出的土 还要运走不留痕迹 我辛苦了这么久 你凭什么一来 就要奋一杯羹 这番话说出的同时 没钱握刀的手 渐渐捏紧 浑身筋肉紧绷 如一头即将扑杀 而出的凶兽 云雀面带微笑 一手握刀鞘 一手握刀饼 缓缓抽刀刀 就凭我们是朋友啊 没钱的脸色变了又变 扮上后懊恼地 收起双刀 骂道 我肯定倒了八辈子血眉 这辈子才认识 你这么个露水朋友 露水朋友也是朋友嘛 这里有什么宝贝 咱们一起挖 一人一半 好朋友就该分享才对 云雀笑着也收起了刀 我自己挖 没钱看了眼 身后长长的隧道 欲哭无泪 他气呼呼地捡起铁锹 没一会儿 果然挖到一个 古旧的木盒子 盒子一尺多高 四四方方 表面的木头已经腐烂 整体还算完好 这盒子没有缝隙 也没有锁 就像一整块中空的方木 更奇怪的是 盒子顶端 还长着树根一样的东西 一直延伸向上 没钱看到木盒后 明显气息变得重了一些 他刚打算将木盒的 另一半也挖出来 突然土层震动起来 轰隆一声 墙壁开裂 钻出来一头 半人多高的硕大红薯 没钱做梦也没想到 他在这边开挖 还有一只大老鼠 这一刻便是双方碰面的时候 红薯也愣整一下 紧接着发出奸细的怪叫 子子 随着叫声 一股妖气弥漫而来 七阶鼠妖 围前神色骤变 双刀出鞘 如灵大敌 八品舞者 面对七阶妖物 几乎没有活路 鼠妖现身 云缺随之恍然大悟 城里传播的奇鬼之毒 应该就是 来自这头红毛鼠妖了 而放出红毛鼠妖的幕后黑手 自然是红帘较无疑 地底的洞窟 由于被挖穿 扩展到十分宽敞的程度 幕盒就在鼠妖与两人之间 红毛鼠妖鼻子抽动 一双红眼死死盯住幕盒 眉前的脸上满是忌惮 不肯让步 时宜这是否出手 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云缺抱着刀 问道 对云缺这种猎妖人而言 宝贝的价值高低 是拼命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 对面的鼠妖明显神志不低 能挖洞寻到这里 说明其嗅觉极强 那一双狡诈的红眼 让云缺联想到藏石阵的那只红眼 没钱知道这种时候 无法隐瞒 低声道 血绒果 至少两枚以上 听闻血绒果三个字 云缺平静的目光 骤然冷冽起来 血绒果是一种罕见的灵果 有补血强骨的奇效 对低阶舞者来说 是极品的大补之物 八品舞者若服用足够多的血绒果 有机会将骨骼凝食到极致 达到八品炼骨镜圆满的地步 血绒果极为昂贵 在市面上至少五千两百银起价 常常有价无市 低阶舞者很少有人买得起 更不用说大量服用 云缺与没钱都是八品舞者 而且都在八品炼骨镜的关键时刻 趋于圆满 若有血绒果加持 两人的本体强度将能再进一步 冲击最后的圆满境界 九品炼体 八品炼骨 这两个境界是舞者最为重要的基础 基础打得越牢固 以后的战力越强横 滋滋 红薯爬向木合 对妖兽来说一样是美味佳肴 吞服后可增加妖气乃至修为 怎么办 没钱沉生道 他不想面对七阶鼠妖 但他更不愿失去血绒果 还能怎么办 砍他 云缺话音未落 长刀已经划出一道黑芒 斩向鼠妖 血绒果的价值足够高 所以云缺毫不犹豫地选择出手 鼠妖的前爪正要抓向木合 结果一刀斩下 他不得不抬爪抵挡 鼠爪覆盖着红毛 尖锐的爪尖极其坚固 挡下刀剑易如反掌 不过 云缺这一刀斩得十分巧妙 刀刃错开了爪尖 直接斩断了一只鼠指 鼠妖大意之下 前爪鲜血蹦剑 疼得滋滋怪叫 与此同时 没钱也动了 他整个人 犹如一股旋风般掠出 双刀交叠 斩向鼠妖的双眼 鼠妖痴疼之际又遭突袭 必无可避 只好低头硬抗 用脑袋接了 没钱的双刀 咔嚓 没钱的全力一击 在鼠头上 破开一道大口子 不过紧紧展开了毛皮 并未伤到鼠妖本体 七阶鼠妖 肉身相当强横 鼠皮的坚韧程度 绝非八品武者 能轻易破开 没钱的双刀 虽然也锋利 可远远比不得云缺的长刀 没钱这一击 没有伤到鼠妖 但将鼠妖压伏在地 四爪支撑在地面 这时 云缺的第二刀也到了 还是鼠妖的前爪 还是伤口的位置 咔 第二根鼠指硬生而断 这下鼠妖的左前爪 原本四根鼠指 现在只剩两根 尽管是露水朋友 但云缺与梅前两人 可不止一次合作 配合得天衣无缝 刚一动手 就成功将鼠妖重创 并且彻底将其激怒 吱吱吱 鼠妖暴怒之下 浑身红毛乍立起来 四爪一撑 扑向云缺 同时刚编斑的鼠尾甩动 卷向梅前 地洞内 两人一鼠殊死恶战 云缺的单刀又快又狠 别的地方不管 就砍老鼠爪 而且只认准前爪 其他位置一概不碰 没钱的双刀灵敏迅猛 专门攻击鼠颜鼠鼻肚皮之类的要害 砍中一次就够鼠妖难受的 别看两人只有八平程度 由于配合得太好 加上攻势刁钻 面对一头七阶鼠妖镜不落下风 当鼠妖的左前爪 又被切掉一指 只剩毒指 鼻子上也多两条深深的刀痕后 这头红鼠彻底疯狂起来 鼠妖背部的红毛根根直立 下一刻喷不而出 形成一片红针刺向两人 云缺和梅前早有预料 在鼠妖改变攻势的同时 两人齐齐跃向头顶 跳出地洞 地洞上方便是地牢所在 鼠妖的这种攻击方式 不熟悉妖物的人肯定会吃大亏 但云缺可是猎杀过无数妖物的猎妖人 对鼠妖了若指掌 梅前只需跟随云缺的举动 即可规避危险 很快愤怒的鼠妖也爬进地牢 嘶吼着寻找两个人类 鼠妖这次变聪明了 浑身红毛乍立到极致 如同剧情的刺猬 将头部与四爪纷纷护住 一时看不到两人 鼠妖徘徊在洞口附近 不肯远离 云缺与梅前躲在距离洞口 不远处的一处牢房内 鼠妖狡诈 必须引开它才能拿到东西 梅前低声道 你去引走鼠妖 我去拿血绒果 云缺提议道 为什么不是你去引 梅前质疑道 邻果附近 也许还有更多的危险 我也是为你着想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云缺大意凛然道 默默地看着云缺 梅前沉默了 他挖了小半年 除了半路杀出来的七阶鼠妖之外 遇到的活物 只剩下蚂蚁和巢虫 如果蚂蚁和巢虫也算危险的话 梅前觉得 一只蟑螂都能摆平 无需多说什么 梅前和云缺都知道 他们俩没人会去引走鼠妖 让另一人独占灵果 换个方案 我们联手将鼠妖重创 暂时赶走他 梅前低声道 好 鼠妖现在的状态防御力极强 他唯一的弱点是尾巴 斩断鼠尾 足以将其重创 云缺道 刚才我试过 鼠尾灵敏又坚韧 很难砍断 梅前皱眉道 尾巴根部 是鼠妖现在最薄弱的地方 你用权力肯定斩得断 云缺道出了鼠妖的弱点 梅前听霸点了点头 别的地方 他根本不服云缺 但对妖物了解程度这一块 梅前心服口服 在梅前的眼里 支远县甚至整个大禁国 恐怕没人比青湖山的猎妖人 还要了解妖族 鼠尾太灵活 如果一击失手 会被鼠妖察觉到我们的目的 等他将鼠尾藏进鼠毛里 便再无破绽了 梅前道 一次机会就够了 我来供他正面 吸引注意力 云缺定下计划 为什么是我 梅前质疑道 因为你穿着盔甲呀 云缺指了指 对方身上的轻甲道 梅前此人 无论去什么地方 都一身轻甲 可谓甲不离身 八品炼骨禁武者 本就肉身强悍 再加上甲皱护体 防御能力更上一层楼 梅前咬牙道 被鼠尾缠住的话 很容易让鼠妖咬死 我这是轻甲 又不是重甲 扛不住气节鼠妖的獠牙 就这么一个办法 你要不肯的话 那我们猜拳好了 公平公正 谁输谁去冒险战书诶 云缺道 一听猜拳俩字 梅前的神色顿时变换起来 其中有愤怒 也有无奈 鼠妖的嘶吼就在身后 时间一久 鼠妖很可能返回地洞去吃灵果 梅前不敢耽搁 一咬牙同意下来 随后就不出意外地输掉了 他娘的 输第一百次了 梅前欲哭无泪 这些年 他没少与云缺猜拳 却诡异的一次没赢过 动手 梅前趁机从另一侧 杀向鼠妖身侧 阳攻鼠妖的后背位置 他没敢表现出 攻击鼠尾的企图 他相信云缺的判断 一旦鼠尾也藏起来 鼠妖就没了弱点 到时候 想要击杀七阶鼠妖 耗费的代价将更大 而且 时间拖得越久 变故就越多 雪荣果对梅前十分重要 他不敢错过这次机会 挤刀下去 梅前装作大意 果然被鼠尾缠住 整个身体直接悬空而起 这时梅前有点后悔了 鼠尾的力量无比恐怖 即便他穿着轻甲 身体也被勒得剧痛难忍 甚至能听到 浑身骨头即将碎裂的响动 在七阶妖兽面前 八品炼骨镜武夫 实在难以匹敌 梅前死死咬着牙 用腾出来的单手 猛地捶了下护心镜 护心镜内 闪过一道暗淡的光芒 随后一股悬崖的力量 覆盖而来 协助梅前 抗住了鼠尾的勒沙 云缺在正面的攻势 无比迅猛 但效果不大 鼠妖的长矛斩断一片 又会迅速生长出来 好似无穷无尽 根本砍不完 这一战云缺 没动用妖刀的力量 木青瑶找到的蛇蛋早吃没了 现在云缺可没有弹类服用 越狱虽然能压制妖刀的反噬 但云缺不想动用 一则越狱里的镇魂之力 绝非无穷无尽 耗费一点就少一点 二来现在有帮手 没钱的实力 云缺是知道的 那家伙 别看也是八品武者 却有着对抗七阶妖兽的能力 鼠妖愈发狂躁 猛扑云缺 等待这里是地牢 四周全是牢房与墙壁 云缺有的是地方躲闪 一时咬不死云缺 鼠妖将愤怒发泄在梅钱身上 肠尾越卷越紧 将梅钱整个人卷成了粽子 而这时 梅钱也正好接近了鼠尾的位置 死耗子 梅钱突然大骂出声 蕴含着权力的双刀 爆发出惊人气息 咔嚓 双刀合斩 鼠尾旗杆断 吱吱吱 地牢里传出鼠妖尖锐的嚎叫声 断尾处血流不断 鼠妖遭遇重创 顾不得邻果 撞他一面墙壁逃向远处 很快冲出地牢消失不见 云缺收起刀 帮梅钱解开缠身的鼠尾 顺手将鼠尾装进随身携带的黑布包里 这东西是难得的材料 能卖个好价钱 有我一半 梅钱呲牙咧嘴地道 放心 把匕首 小心翼翼将木盒子切开 里面并排摆着四颗鸭蛋大小的果实 橙暗红色 表皮如松果般坚硬 盒子一开 立刻散发出一股夹杂着淡淡血腥气的草木芳香 果然是血绒果 云缺毫不客气地收走了两颗 梅钱一脸哀怨地收起剩下的两颗 此时这位校尾的神色像极了怨妇 费时费力挖了大半年不说 还冒着生命危险对付七阶鼠妖 到最后 好处又得分出去一半 没钱怎么算自己都赔大了 收获不错 要不要去喝一杯 云缺笑道 喝个六 我没钱 没钱懊恼道 不喝算了 找你帮的忙 送我和郡主出城 云缺道 出不去 承手下令 封城三日 谁敢私自放走一人 军阀处置 没钱沉着脸拒绝 少来 你没大笑为什么时候在乎军阀了 开个价 二十两够了吧 云缺道 二百两也出不去 这忙我帮不了 复印的人小肚鸡肠 他很少下达如此军令 既然下令 就不许别人伍逆 到时候我放你出去 被他知道了 白玉成我别想再立足 没钱道 你在哪立足我不管 反正这忙你 不帮也得帮 否则你就是害死郡主的帮凶 你自己算算 是伍逆成手的后果严重 还是害死郡主的后果严重了 云缺笑道 少给我扣帽子 我只是尽忠职守而已 听从将军号令 无功无过 郡主的生死 与我这种小人物 有何关系 没钱冷哼道 既然你这么不讲情面 那我只能回去劝郡主 提前写好遗书 把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 比如谁害了他 谁又不肯帮忙开城门 到时候 傅男王子会一一清算 云缺笑呵呵地道 没钱听得瞠目结舌 眼睛瞪得多大 无耻也该有个限度 你想趟浑水 非得拉着我一起吗 没钱怒道 因为你是我朋友啊 我在白玉成就你一个朋友 不拉你 拉谁 云缺道 没钱气得咬牙切齿 要不是打不过云缺 他很想 现在就把眼前的这个朋友 错骨扬灰 就算我帮你也没用 城里的十几个校尉 全被调集到各处城门职守 只要城门一开 肯定会有人察觉 一群八品舞者 你觉得能瞒得过去吗 没钱道 你给想想办法呗 你在白玉成人卖多 肯定有办法通融 云缺道 都是同僚而已 该踩着上位的 谁也不会犹豫半分 我跟他们没那么深的交情 何况这种要命的事 没钱陈生道 既然郡主要出城 大可表明身份 谁敢拦着不成 何必偷偷摸摸这么麻烦 城守为何偏偏在这时候封城 难道你心里没点数吗 云缺道 没钱深吸一口气 懊恼道 云缺你是不是犯病了 平常这种麻烦事 你肯定有多元躲多元 这次怎么非得保一个郡主 难道你看上他了 别忘了 你只是个穷鬼舞夫 没身份没地位 没资历还没钱 要什么没什么 你不会觉得自己 有机会做驸马吧 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凌云郡主 皇室宗庆 即便平安回到皇城 人家也不会看上我们这种下等舞夫 听兄弟一声劝 就此罢手 及时抽身 远离这处是非之地 今后咱们还是好兄弟 该坑人坑人 该猎妖猎妖 该喝酒喝酒 天下间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女人 云缺笑呵呵地听着没钱发牢骚 等对方说完才道 我没你想的那么多 送他回家市场买卖 好处我已经收了 总不能中途变卦 我也是要名声的 屁的名声 这些年咱们俩干的事 如果让外人知道 早就臭名远扬了 又不差这一次 没钱道 他帮我找过舌弹 云缺道 我帮你找的蛋 难道比他少吗 没钱怒道 你自己算算 鸟蛋蛇蛋 甚至妖兽蛋 自从咱们认识之后 我帮你找了多少 确实 你是帮我找了不少蛋 不过银子你也没少收啊 云缺道 没钱尴尬了一下 沉声道 不提蛋的事儿了 你若因为喜欢 那个郡主 非得貌似保他 那就当没我这个朋友 你云缺可以去大爱乌鸭 我没钱怕死得很 恕不奉陪 云缺呵呵笑了一声 平静地道 他肯为我死 没钱脸上的懊恼神色 在听到这短短几个字之后 就此凝固 过了半晌 没钱沉沉地吐出一口气 道 我只能带你们到城门下 城门肯定开不了 怎么出去 你自己想办法 那怎么行 我又不会穿门说 云缺道 你可以上城墙 带好绳索 有机会就爬出城外 没机会就跳出去 我来的时候 看到城墙上加派了守卫 其中有几个生面孔 不是百玉城的军兵 你自己小心吧 没钱道 这就难办了 我跳出去可能摔不死 他跳出去 非得摔成肉泥不可 云缺无奈道 他知道 没钱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极限 毕竟只是个守城门的校尉 根本没什么权柄 像没钱这种修为的五副校尉 在百玉城足有十几号 就算处理掉城墙上的守卫 带着木青瑶 成功逃出百玉城 一样会走漏风声 到时候 红林轿还会阴魂不散地追踪而至 正在为难如何出城的时候 地洞里出现了第三个声音 我 我有办法出城 声音沙哑苍老 出现得极其突然 云缺与没钱意外之下 齐齐拔刀 目光盯住了声音的来源 发出声音的是旁边的土堆 土堆外还露着一只手 看到手的同时 云缺立刻想起了对方 之前进地牢最深处牢房的时候 里面有一具棚头垢面的尸体 随后牢房地面被没钱的刀器斩塌 尸体也随着掉进这处地洞 原来那不是尸体 而是个活人 云缺几下从土堆里挖出了对方 声音听着苍老 实际年纪不算太大 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骨瘦如柴 头发不知多少年没洗过 都粘在了一起 看着像句骷髅差不多 如果这位不说话 跟死人没什么区别 没钱此刻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眼底涌现着浓烈的杀意 你动手 还是我动手 没钱的刀刃上流转起寒芒 他和云缺刚才可说了不少 其中的消息若被外人听去 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云缺反倒不在乎 蹲在对方面前道 说说看 你有什么办法出城 城门是木头的 对吧 邋遢的中年人 问出个奇怪的问题 废话 难道是铁门吗 没钱冷声道 是木头就抄 我能带着两个人穿出去 中年人信誓旦旦的道 穿门术 呵呵 没钱冷笑道 如果你会穿门术的话 何必被关在地牢里 你可以随时离开 闭眼吧 我这就送你归西 别别别 我没说瞎话 我只能穿过木头门 多活都行 地牢里是铁门 我穿不出去啊 求求你们带我一起出城 我被关在这鬼地方太久了 中年人苦苦哀求道 别信他的鬼话 地牢里有的是这种 伶牙历史的家伙 没钱说着就要动手 我可以证明的 只要一扇木门就行 中年人匆忙地哀求下 云缺拦住了没钱 好 我带你出去试一试 如果你没说假话 能帮我出城 少不了你的好处 云缺道 大爷放心 我这人从来不说谎 嘿嘿 我只要点银子就成 不贪心的 中年人善笑道 没钱皱着眉 收起刀 对云缺投去个眼色 那眼色很显然 是在告诫云缺 这种人即便能用得上 出去后 也要立刻灭口 云缺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三人就此离开地牢 没钱出去后 就与云缺分开 说是回城门 云缺带着囚徒 在附近找了棵大树 试试吧 云缺抱着刀 笑呵呵地道 关在地牢最深处的家伙 基本都是死球 如果对方说瞎话 云缺不介意 立刻送他见阴王 中年囚徒站在树前 伸展开两手 胡乱摆动 如同做法式的游方道人 怎么看 都是骗人的把戏 抖了半天手 中年囚徒站好了身体 云缺还以为 对方要装模作样地 再掐绝念咒一番 结果对方一头撞向大树 下一刻 中年囚徒的身体 竟诡异地融入大树 从另一侧穿了出来 穿树而过 没有施法 也没有念咒 就这么直挺挺地穿了过去 云缺看得大为惊奇 对方施展的绝非什么法术 因为没有任何气机波动 修饰施法 大多要掐动咒绝 调动天地气息才行 可这为什么也没用 抖完手就直接穿树 这是什么能力 云缺没空多想 带着对方离开地牢区域 找了户没人的废屋子 屋门破旧 只剩半边 带着我一起穿过去 云缺到 中年囚徒连声说好 拉着云缺一起穿过屋门 到了屋子里 云缺回头 看着纹丝不动的破门 心头大喜 有这家伙在 只要到了城门 即可无声无息地穿城而过 城中一处小巷 没钱藏身在一间无人的木屋后 皱着眉暗自嘀咕 怎么能连输一百次 我运气有这么不好 一道苍老的声音 响起在耳畔 输了一百次 还没看出端倪 你的眼力 比那云缺差太多了 他的战力的确比我高 但比起眼力 我没钱绝不会输给任何童奸 他运气好而已 我能断定他 绝不是出老千才赢的 没钱绝将道 运气 人家出的是虚拳 他每次都会盯着你的手 在你五指即将形成 剪刀石头部的形态那一刻 他的虚拳便会瞬间应对 在任何人眼里 你们出拳都是同步的 没人作弊 只是人家的眼力比你更快 所以才能次次都赢 苍老的声音道 没钱微眯起双眼 咬牙切齿 无话可说 他对云缺是不服气的 始终都是 但这次没钱不得不服气 其他的不说 单独眼力这一块 他望尘莫及 否则就不会连输一百次 不多时 那苍老的声音提醒道 差不多了 该回去了 没钱立刻走出小巷 他没去城门 而是重新沿着通道返回地牢区域 眼力再好 也是个武夫而已 真正的好东西 舞者可感知不到 没钱显得很是得意 来到通道尽头 继续挖掘翻找 由于另一侧 已经被巨鼠打通 四周没剩下多少土石 很快没钱皱起霉 除了杀石之外 什么也没有 宝藏呢 你说过 这里存在着质宝气息 难道只有四枚雪绒果 没钱到 雪绒果在你眼里指点钱 在老夫眼里 与粪土无异 岂能称其为质宝 护星镜上闪过一层光运 随后那苍老的声音 带着疑惑到 质宝的气息消失了 消失 怎么会消失 除了雪绒果 我和云缺 什么也没挖出来啊 没钱到 宝藏不翼而非 此事诡异 尽快离开这里 苍老的声音 说完便没了声息 没钱不敢久留 立刻离开地牢区域 返回城门 用医馆 老医者始终在忙碌 医馆里的病人越来越多 全是发疯 想要咬人的附近百姓 被家人捆绑后 送来医治 医馆里 仅有的几名学徒 忙得焦头烂额 穆青瑶也在帮忙 按照老医者指点的手法 穆青瑶不到半个时辰 就大致学会了振魂三针 亲手扎好了一名发狂的女子 老医者连连点头 头去赞许目光 给予穆青瑶一个极高的评价 天赋过人 只可惜 振魂三针 只能暂时消除患者的狂躁 独立不除 还会发病 早先被治疗的女童 突然再次狂躁 咬了她的母亲后 冲到大厅 嘴角血淋淋的 眼睛通红 好似恶鬼 由于穆青瑶离的最近 女童直接扑了过去 张嘴就咬 穆青瑶用尽全力 按住女童的脑袋 躲避着对方的牙齿 发病的女童 变得力量极大 以穆青瑶的力气 根本控制不住 几个病患家属冲过来帮忙 才将女童制服 重新捆绑起来 大厅里的乱象刚刚平息 用医馆门口 涌来一群发狂的百姓 足有几十号 这些人牙齿上沾满鲜血 不知咬了多少人 犹如一群野兽 冲向医馆大厅 老医者皱着眉 沉沉地叹了口气 他救治得再快 也没有齐毒扩散的速度快 一己之力 难以回天 七先生只管救人 我们守在门口 一名刚刚送来家中 病患的汉子 大吼一声 最先站了出来 没有先生 我家闺女就没有 治好的希望 我帮忙守门 那女童的父亲 也站了出来 算我一个 我也来 咱们把医馆大门堵死 想冲进来捣乱 先杀了我们再说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守不住一个院子吗 先生放心 就算我们被咬死 也不会放进来一个 十几个男人站在门口 有老有少 这些人年纪不同 出身不同 地位也不同 但相同的是 他们守护家人的决心 老医者的目光 微微晃动起来 沉默着 他藏于心底深处的 某段往事 被这一幕所触动 当门外野兽般的人群 即将冲进医馆之际 这些发狂的百姓 忽然纷纷飞了起来 不是自己飞 而是被踢飞的 一阵拳脚响动过后 医馆外干干净净 一群发狂者 全被踢出院子 一个个勾搂着身体起不来了 又不看病 挡什么路 云雀埋怨了一句 大步走进一馆大厅 门口的十几个男人 看得目瞪口呆 哗啦一声让开通路 生怕被云雀一拳一脚给打飞 沐青瑶擦了下额头的细汗 现出微笑 随后小郡主看到云雀身后 还跟着一个人 拉里拉他 乞丐一样 不知适合来路 这位是 沐青瑶疑惑道 小的姓门 排行老六 叫我门六就成 拉他男人憨笑道 再等半个时辰 准备出发 云雀低声道 半个时辰 足够没钱在城门处 做好接应的准备 这时 被捆住的那女童 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额头凸起的血管接连爆开 满脸是血 情况危急 由于医管人手不足 一些病患家属也不会救治 只能急得干瞪眼 沐青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用止血绷带紧急包扎 云雀见他一个人忙碌 只好上去帮忙 两人合作之下 很快将女童的伤口封住 但也仅仅是权宜之计 绷带很快被鲜血染红 女童的气息愈发微弱 照这么下去 等不到再次发病 就得失血过多而亡 其说 治不了吗 到底什么病 云雀望向刚刚处理完一个病患的老医者 立血症 老医者沉生道 其毒入血 致使血脉沸腾 如立风过境 飞杀走时 一夜之间 即可血哭人亡 文婷此言 医馆内的病患家属 齐齐呆滞 许多人瘫软在地 哭声四起 穆青瑶轻醋秀眉道 古医书上记载有此症 沥血症 蜀毒而发 亦病千里 尸横遍野 以毒源之血 配三材齐花可解 七叔缓缓点头 献出赞许之色道 小姑娘博学多才 如此罕见的病症 居然也能记得 毒源之血 我刚才倒是撞见一头红毛鼠妖 云雀道 医馆内的哭声 瞬间止住 一个个绝望的家属 纷纷望来 眼里闪烁着期望 被他跑了 云雀又道 哭声继续响起 病得最重的女童 在此刻嘴角开始一血 病症加重 女童的父母 彻底绝望 不过 我把老鼠尾巴切了下来 云雀摘下身后的黑带子 医馆里的哭声 再次停住 人们连呼吸都 几乎停滞 七叔拿出黑带子里的 巨型鼠尾 汗手道 针毛毒鼠 七叔若是收购的话 给你打个七折 云雀道 鼠尾可入药 对我来说是难得之物 世价在四百两上下 我出五百两 老者说吧 让小徒弟取来银票 总共五张 每张一百两 云雀只收了三张银票 义正言辞道 老主顾 折扣必须有 我做生意向来如此 老医者笑了笑 不多推辞 将剩下的银票收了起来 有了鼠尾 大厅里的人们 都觉得看到了希望 尤其女童的父母 急得眼泪直流 就等着七叔配药了 穆青瑶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忍 轻声道 毒员一找 奇花难寻 文言女童的父亲 豁然大惊 连忙询问道 七先生莫非调制不出解药 那三材花很罕见吗 何止罕见 七叔长叹一声道 那是真正的天才地宝啊 女童父亲一个踉跌倒在地 只觉得眼前发黑 天才地宝这四个字 注定了与凡人无缘 城里会不会有三材花 我们去找 大上命 我们也不怕 对 咱们一起找 肯定能找到的 只要配出解药 我们的家人就有救了 众人不肯放弃 他们的家人都在生死边缘 不救 只能等死 穆青瑶的俏脸上 泛起苦涩 轻语道 三材奇花 生于冰玉 花分三材 落地无踪 天下奇花千万朵 唯独三材冰下行 短短一句话 让人们的希望彻底破灭 存在于冰雪之地的奇花 又能自行在冰下一栋 如此奇物 岂是一群凡人能找到的 医馆内安静下来 只剩下病患们不断痛苦低吼 女童额头的绷带 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 气息越来越弱 眼见着要活不成了 她的父母无声地抱紧她 像两个死气沉沉的垂目老者 麻木中只剩下深深绝望 老医者望着那一家三口两酒 自语般悠悠说道 老夫从前有一位挚友 乃我一生之己 他擅长下毒 我擅长解毒 有一日 他与人斗法 身中旗鼓之毒 仅剩一日可活 我本可以救他 最后他还是死了 云雀听得奇怪 问道 既然能救 为何会死 只因我犹豫了一个时辰 七叔的声音透着苍凉 等我做出决定 不惜代价救他的时候 看到的只剩一具尸体 为了不让我为难 他加快了气血运转 从而加速毒发事件 这就是七叔你的不对了 早点救人的话 何必天人两隔 云雀道 是啊 这些年我始终在后悔 当初如果不犹豫那一个时辰 他就不会死 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可人这一生 往往只有一个念头 老者苍凉一笑 问道 云雀 如果你这位红颜知己 即将死在面前 需要你放弃 进阶更强境界的希望 去救 你会不会犹豫 老者口中的红颜知己 显然指的是旁边的木青瑶 这是个麻烦的选择 所以我从来不找什么红颜知己 云雀道 老者料到 云雀不会回答 望向木青瑶道 小姑娘 换成是你呢 若你的知己将死 需要你切一根手指相救 你会如何选择 木青瑶深深看了眼 旁边的黑衣少年 宁重道 是为知己者死 食指尽断又何妨 老者忽然大笑 扶掌道 好一个食指 尽断又何妨 连一个小姑娘 都不会犹豫的选择 我却犹豫了一个时辰 后悔了半辈子 起火 老者一声起火 立刻有两个小徒弟 拿着鼠尾跑去准备 起火 是制药的第一步 云雀微微皱眉 他与七叔很熟 但对方的来历 却一概不知 云雀只知道 这个老头一束惊人 出手还大方 为人很不错 七叔 你家医馆里有三材花 云雀疑惑道 医馆里没有 城里也没有 整个大晋国 也许都没有 不过 我身上有 七叔洒然一笑 轻盈道 前夕独立后夕行 陆时诸一字不惊 借问人间愁记忆 薄牙贤绝以无声 咔嚓 一道刀光闪过 七叔竟用一把匕首 切断了自己的小拇指 老者抓起小拇指 扔给一名小徒弟 高声道 入药 七叔断指的举动 看得所有人瞠目结舌 连云雀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等局面 那可是手指 又不是灵花灵草 入药能熬出什么来 七叔的小手指 虽然鲜血淋漓 却古怪地散发出 一种草木香气 断层处呈现出三材之色 木青瑶此刻神色微变 脱口道 指封三材 那根小指之内 竟融合着一朵三材七花 至此 云雀与木青瑶 终于明白了 七叔当年为何会犹豫那一个时辰 将天才地宝养在自己的手指之内 借此来冲击下一个境界 若切断了 相当于葬送掉自己千辛万苦 才堆积而来的境界之路 但凡修行者 谁不想在修炼之徒再进一步呢 人之常情而已 七叔的犹豫 其实没错 在境界更强的境界 与救治知己之间 他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七叔的知己也没错 他了解七叔 更不愿七叔因此断送境界的契机 于是选择提前读发 了结一生 这便是知己 赤心用尽为知己 黄金不惜栽逃离 一段令人唏嘘感慨的知己之情 小徒弟接过断止后 匆匆赶去熬药 不多时属为血与断止熬制的汤药出锅 七叔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后 命人先给那冰死的女童喂药 汤药入口 女童浑身立刻颤抖起来 头皮处冒出大片的黑血 那是鼠毒 正逐渐渗出 很快女童安静下来 呼吸逐渐平稳 终于逃过一劫 见汤药有效 进行着中毒的家人迎来了真正的希望 七叔吩咐小徒弟以汤药为原浆 调配出大量解毒剂 分发给众人 穆青瑶此刻的眼神愈发明亮 他终于知道了 面前的老者是何许人也 春来花开去年古 七真绝学传中土 十指风铃 您是天祈学宫回春殿的上一院先生 杨七古 当穆青瑶道出这个尘封多年的名会之前 他与云雀周围 已然笼罩起一层无形的气息 隔绝了生命 显然对方不愿让外人得知自己的身份 七叔缓缓汉手 道 能认出老夫 小姑娘的身份怕是不一般 还望 你帮老夫保守这个秘密 归隐之人 图个清静 穆青瑶执弟子李 公身道 学生穆青瑶 谨遵师命 杨七古满意地点点头 挥手撤去隔音障 穆青瑶反倒有些诧异 云雀也听到了杨七古的身份 怎么老先生没对云雀有什么交代呢 好像杨七古根本不在意 云雀会泄露他的身份似的 时间到了 我们该走了 云雀说完 对七叔拱手告辞 医馆内的病患都喝了解药 恢复得最快的 已经恢复了神志 能自己走路了 人们兴高采烈 可院子里又出现十几个发狂的百姓 穆青瑶犹豫了一下 询问道 先生调配的药剂 可够满城百姓解毒 应该差不多 若是不够 可以将药量再次稀释 解毒的速度慢些而已 一样有效 杨七古道 我们这些人手不够 自身难保 还要帮别人 云雀道 这次百姓成劫难 说到底与我有关 穆青瑶道 烂好人 不偿命 云雀撇嘴道 穆青瑶微微偏着头 背着小手 展颜笑道 你会帮我这个烂好人的 对吗 小郡主天真可爱的模样 任谁看到都会为之痴迷 云雀皱着眉 咬着牙 贴近对方的耳朵道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再有这种事 我会打晕你 把你当成死桌 扛到天祺城 一言为定 穆青瑶在云雀耳畔 吹气如蓝的轻声道 你想怎么办 云雀恢复了冷漠神态 聚集人手 城里的大户人家都有护院 他们肯定没被咬过 只要将这些人聚集起来 就是一股救人的力量 穆青瑶道 这种时候 那些有钱人家 都会各扫门前雪 谁会管别人 死活 就算能说服他们 这么点人手也太少了 百玉城至少三十多万人 估计得有一半中了毒 云雀道 我知道 靠着城内大户 肯定不够救人 我会先去召集官府里的官差 再带着城内官员 骑至城守府 让守军协助 众目睽睽之下 城守将军也不敢推脱 只要城内守军行动 所有的大户自然会出力帮忙 穆青瑶道 寻常百姓的死活 那些大户不会多管 但官军上门 他们不敢不从 这就是穆青瑶的全盘计划 转手为功 化暗为名 这是一招险棋 不过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云雀点头道 不得不佩服穆青瑶 这位凌云郡主的胆略 不过 这里有一个难题 穆青瑶促起秀眉道 城守若不露面 靠着城内的其他文官 绝对调不动守军 我来解决 云雀冷笑道 那位城守大人 不是喜欢坐山观虎斗吗 如果后院起火 我看他还坐不坐得住 我们分头行动 城守府碰面 定下计划后 云雀与穆青瑶准备离开一馆 临走前 云雀拍下二两银子 道 七叔 给我留间房 杨七谷痛快地收下银子 道了生好 在雍医馆留间房 不是为了来治病 而是云雀给穆青瑶留的一条后路 一旦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 只能将穆青瑶藏进雍医馆 才有逃生的希望 杨七谷收下银子的举动 让云雀安心不少 能成为天祈学宫的先生 这位七叔的来头绝对不小 尽管人家已经归隐室外 不问世事 至少愿意帮忙庇护一二 这已经是极大的人情了 临走前 七叔拿出两个有些古旧的香囊 一个绣龙一个绣凤 寓意着龙凤成祥 七叔将香囊分别送给云雀与穆青瑶 这是我当年与那位知己 共同研制的驱毒香囊 有驱臂百毒之效 可惜年头太久 效用早已大不如前 不过驱臂蚊虫还是很好用的 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相知无悔 不负今生 云雀与穆青瑶接过香囊 十里道谢 看着两个年轻人 走出一管的背影 杨七谷手脸白须 微笑了起来 红颜之急 云雀将穆青瑶送到最近的衙门后 开始满城转悠 门六始终跟着 这家伙是出城的关键 云雀怕他逃了 于是待在身边 走了几条街 在门六类的够呛的时候 云雀停步在一处 干枯了不知多少年的水井旁 趴在井口 云雀仔细闻了闻气味 门六觉得莫名其妙 一口枯井 有什么好闻的 大爷 咱们啥时候出城啊 门六道 快了 先找点东西 云雀已经能确定 那只断了尾巴的针毛毒鼠 就在水井附近 不超过方圆一里的范围内 身为猎人 狩猎是必备技能 而寻找猎物 才是最拿手的能耐 猎妖人 一样如此 云雀寻妖的本事 说出去 几乎没人相信 他单凭着嗅觉 即可分辨出 妖物曾经遗留过的气息 再从气息的强弱 来判断妖物行进的方位 与大致距离 城守将军打算做乌龟 闭门不出 那么云雀就准备 给对方送一份大礼 在附近找到一根长木杆 再拿出随身携带的鱼线 很快一个简易的鱼杆制成 鱼儿 则是一枚血绒果 云雀站在井口 将鱼杆甩的飞起 让血绒果的气息四散开 随后带着门柳直奔成守府 过了不久 在枯井不远处一间屋舍里 一只没有尾巴的火红妖鼠 钻了出来 嘴里还嚼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针毛毒鼠的长鼻子拼命抽着气 他闻到了血绒果的芳香 嘴里的人头顿时不香了 被他吐了出去 寻着灵果气味 针毛毒鼠快速爬行 在黑夜里犹如一道红色的旋风 成熟府 傅易面沉似水地坐在书房里 地面上是碎裂的茶杯茶壶 连他平日里最喜欢的一方燕台 都被砸了得稀碎 红莲叫 害我不前 傅易越响 火气越大 抡起巴掌 啪一声将面前的木桌砸成两截 红莲叫与凌云郡主的恩怨 他根本不想插手 本以为借着剿匪之名封城三日 就当还了红莲叫的人情 不料城中大乱 无数百姓染上歧毒 尸体到处可见 照这么下去 不管红莲叫能不能抓到凌云郡主 他这个成熟将军 最后都得背锅 成熟将军 一城之首 傅易最大的职责 就是守护百育城 守护城内百姓 城里死的人越多 他的罪名就越大 而且 这黑锅还推不出去 只能傅易自己扛着 什么作弊上官 什么明哲保身 傅易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自己已经引火烧身了 他现在的处境 更为尴尬 不出面的话 城里无时无刻不再死人 若伤亡过重 他难逃其咎 不知会被朝廷如何处置 出面的话 回天乏力 城里乱成这种模样 根本难以平息 如果再碰到凌云郡主 卷进红莲叫的阴谋当中 他傅易更难脱身 帮了红莲叫 会被晋国通缉追杀 帮了郡主 会被红莲叫视作仇敌 怎么算也不得好 里外不是人 正愁容满面的时候 傅易忽然听到 府中一阵大乱 火光冲天 刀剑声伴着惨叫 怎么回事 傅易大吼 很快军兵来报 府中出现巨大鼠妖 正在到处杀人 已经被咬死几十名军兵 傅易大怒 抓起身旁的 重刀冲了出去 城守府里 发生了一场恶战 身为七品武者的城守将军傅易 集结数百人马 在自家府中 围杀一头发狂的七阶鼠妖 这场恶战 打碎了十几名院墙 轰塌了六七座屋子 最后连大门都被移平 当傅易一身是血 狼狈不堪地斩杀了七阶鼠妖后 他才发现 身后被移平的府门外 站着一群人 全是城内的文官与牙役 这些人重心拱跃般 围拢在一名白衣少女身后 一个个低眉顺眼 恭敬得好似孙子一样 傅易的眼睛 一点点瞪大 他最不愿看见的局面 到底还是出现了 白衣少女柔美的俏脸上 带着浅浅笑意 开口道 傅将军好身手 我是凌云郡主慕清瑶 特来请将军相助 少女清临柔和的声音 十分好听 可傅易听到后 只觉得自己的脑瓜仁儿 开始疼了起来 当着满城官员的面 傅易只能装出错愕表情 急忙拜见郡主 慕清瑶直接道明来意 要求调集守军 协助解读 傅易猜测过 凌云郡主会来城首府 所以他才闭门不出 装作不在家 但他没想到 凌云郡主会在 这妖巧的时间点出现 还带着大批官员 身为成手 满城混乱之际 若还按兵不动 眼看着无数百姓惨死 那傅易就再没退路了 除非他现在翻脸 杀了郡主与一群同僚 否则只能妥协 衡量了一番利弊 傅易立刻答应下来 慕清瑶当仁不让地 亲自安排 将守军分为数十队 一部分去大户人家 召集更多的人手 剩下的赶往一管取解药 开始救助百姓 凌云郡主临危不乱的指挥 引来一众百玉城官员的 极力夸赞 慕清瑶没放过这些文官 命在场的官员 全都将家丁召集起来 继续救人 郡主的号令 没人敢不从 很快 城首府门口 汇聚起上千家丁 有了这些家丁 再加上守军不断召集的 大虎人家 救人的队伍愈发庞大 很多没中毒的百姓 在家人得救后 义无反顾 加入到救人队伍当中 混乱的百玉城 开始迅速平复 见大局已定 慕清瑶终于尝出一口气 借口去驿馆 在两名文官的陪同下 离开城首府 等慕清瑶走后 副义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尽管他已经派兵救人 但责罚肯定是难免的 这场大乱他再则难逃 既然局面已经无法更改 副义咬了咬牙 换来清卫 立刻去各处城门传令 城内疫病大起 为防止歧毒扩散 任何人不许出城 谁敢放走一人 断头之罪 清卫立刻领命而去 副义这道军令 有着两重含义 一是将功补过 宁可百玉城内死伤无数 也要遏制住歧毒的源头 这样一来 即便上面责罚下来 他也有回旋的余地 不至于掉脑袋 他能借口说 是为了大进更多的百姓安危 才甘愿封死百玉城 二是为了点红莲教一个交代 郡主始终困在城中 你们红莲教 能不能拿走郡主的人头 是你们的本事 我已经按照你们的吩咐 封死了百玉城 就算郡主逃了 也不关我事 安排完之后 副义找了两个附近的文官 与其一同调兵救人 忙碌起来 做好事 必须有人正才行 到时候拿不出证据 岂不白忙一场 去医馆的路上 慕清瑶支开陪同的文官 独自拐进小巷 与等在这里的云靴碰头 赶往城门方向 城门下 一对百余人的军兵 正严阵以待 厚重的城门关得死死的 门洞内漆黑一片 梅前作为守门的校尉 不避站岗 他在距离城门 十几丈的路边 搭起个火堆 火堆上烤着两只缸 抓到的野鸡 城门附近就是树林 时而能见到野味 咕咕 咕咕 林间传来两声鸽子叫声 梅前扫了眼旁边的树林 知道这是云雀的信号 随即起身 朝着城门处喊道 烤熟了 都过来吃一口 今儿我带了点酒 大伙暖暖身子 一听有酒 站岗的军兵纷纷大喜 一窝蜂地冲了过来 还是头好 知道心疼我们嘿嘿 我要是女人啊 肯定嫁给头哈哈 一群军兵嬉笑着开始分酒 少瓶嘴了 别喝多 将军要是来查夜 非得挨板子不可 梅前说着 瞄了眼城门方向 见还有两人没动地方 问道 那两个兄弟 怎么没过来 可能不好意思吧 管他们呢 爱吃不吃 少个人 咱们就能多吃块肉 旁边的军兵不以为意地说了句 梅前的目光泛起冷色 起身来到城门后 对那两名军兵笑道 大半夜的 这里又没人 跟我喝两口去 不必了 我们不喝酒 将军刚下令 我们还是尽忠指手的好 省得出意外 两名军兵一点面子不给 直接拒绝 站在城门下寸步不离 梅前点了点头 道 也好 兵就该有个兵的样子 你们不错 知道自己的职责 将来肯定能被将军弃重 不像那群饭桶 见到九州忘了娘 说着梅前背着手 走进昏暗的城门洞 随后发出一声惊疑 你们过来瞧瞧 城门怎么裂开的洞 两名军兵一听 立刻谨慎起来 跟着走进城门洞 哪呢 其中一人沉声询问 另一人抽出妖刀防备 就在这 梅前抬手看样子想要指点 但随后手中多出了双刀 破 破 两刀闷响过后 两名军兵的心窝 同时被长刀贯穿 一人立刻毙命 另一人还剩一口气吊着 死死抓着梅前的手 你敢残杀同僚 声音虚弱 惊恐中带着愤恨与质疑 梅前冷冷一笑 道 百玉成守军一千五百零八人 我全都认得 其中没有你们两个 杀掉两个并不存在的同僚 谁又能知道呢 咔嚓 长刀轻轻一转 就此搅碎了对方的心脉 这时人影晃动 云缺带着木青瑶与门柳 来到进前 梅前收起双刀 道 出城费 一百二十五两 欠得账两轻 你又没开门 要这么拐 云缺怒道 梅前指了指地上的两具尸体 红莲叫的人 云缺道 梅前这家伙 向来做事谨慎 杀掉同僚的事 他轻易不会做 所以云缺才有此疑问 不清楚身份 反正不是守军 梅前道 行 欠得账两轻 云缺说完就要出城 结果被梅前拉住 拽到一边 回来的时候 我扫听了一下 地牢最深处关押的那家伙 是个杀人犯 有些年头了 好像从前朝就关在里面 具体身份没人知道 用完了直接处理掉 梅前低声道 我有分寸 云缺点头道 门六在前 云缺和沐清瑶 各自抓着门六一个肩膀 三人步伐一致 走向城门 越接近城门 沐清瑶越紧张 这种穿门而过的现象 沐清瑶可没体会过 感觉不可思议 黯淡的流光涌动间 门六当先走进城门 云缺与沐清瑶紧随 也消失了身影 见三人果然能穿门离开 梅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取出一个小瓷瓶 在两具尸体上 洒落一层药粉 很快尸体便融化成血水 毁尸灭迹后 梅前迈着方布 回到火堆前 抢过一块肉 大吃起来 城外 沐清瑶眨了眨眼睛 面前是笔直的棺露 两侧是无人的山林 虽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百玉城外的空气 都仿佛是新鲜的 是自由的 逃出生天 门六显得十分兴奋 刚要跑出去 一把被云雀抓住 三人贴着城墙 云雀仰着头 盯着城墙上的火光 不仅城门有守卫 城墙上也有守军职业 如果就这么跑出去 肯定会被发现 走这边 云雀低声说完 沿着城墙左侧挪动 门六与沐清瑶 也学着云雀的模样 一点点往旁边挪 当远离城门区域 三人这才钻进树林 彻底消失了踪迹 确认没有人追踪 云雀这才放松下来 终于甩开了红莲窖 这时已经天光放亮 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 沐清瑶跑过去 洗了洗脸 溅水中有小鱼游动 还兴致勃勃地捞了几下 结果一条也没捞到 云雀能看得出 对方心情不错 自己就是鱼 还想要捞别的鱼 你不觉得你和小鱼 同病相连吗 云雀没好气得到 百玉城危机 直接带着门六离开 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在城里转了一大圈 危险程度将百倍增加 幸好最后有惊无险 如果被红莲窖的高手围攻 再加上负一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沐清瑶摘下一朵蓝色小花 举在自己鼻尖处 天真的道 我像不像花 云雀一阵无语 确实像 而且比花还美 沐清瑶的笑容十分灿烂 在朝霞映朝下 美得不可放物 九转灵花 是打造扶妖镇的必备之物 有了扶妖镇 可保一城百姓平安 你知道吗云雀 我觉得今晚 自己就是一朵九转灵花 我也能保护一城百姓 沐清瑶含情默默地轻声道 谢谢你 让我做了一夜灵花 面对善良又美丽的小郡主 云雀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咬咬牙 道 今晚算加班 至少二百两 沐清瑶听得眼嘴轻笑 连连点头 云雀转头看了眼门六 这家伙趴在小西旁喝几个没完 肚子都鼓了 还再喝 也不知多久没喝水了 对方的举动 让云雀有些疑惑 门六看起来不像个正常人 即便几天没喝水 也不会这么个喝法 如果不打断 这位都容易被撑死 把门六拎起来 云雀问道 喝够了没有 啊 够了够了 太久没喝水了 真好喝啊 门六一脸痴迷 好像那溪水是什么美味佳肴 你是哪里的人 怎么关进的地牢 云雀道 我 门六的目光变得迷茫起来 想了想到 我住城里 是个厨子 杀了人被关进地牢 年头太久 当年的事记不清了 从没前处得到的消息 门六从前朝就被关在地牢 算算时间至少15年以上 的确年头够久 给你两条路 云雀冷漠的道 第一条路跟我走 半年后你可以重获自由 第二条路埋在这里 半年后坟头也许会开花 我跟你走 门六立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三人重新上路 穿过密林 回归一条小路后 穆青瑶终于辨认出方向 这不是去天祈城的路 而是返回藏石镇的路 折返藏石镇 是个好办法 没人能想到 我们会回到终点 穆青瑶道 不回藏石镇 带你去个好地方 云雀道 我们去哪儿 穆青瑶好奇道 云雀笑容古怪的道 浮平山 浮平山位于支远县西侧 与藏石镇相隔数百里 浮平山险峻而奇特 山顶树木茂密一片翠绿 山体重年叠障 寸草不生 若逢雨天 朦朦胧胧的远远望去 好似一片翠绿浮平 漂浮半空 浮平山有路 一条羊肠小径 盘山而上 一侧是岩石山体 一侧是万丈深渊 别看有路 却没人走 浮平山附近 是大片森林 林中虎豹成群 别说活人 狼群来了 都得成为盘中餐 浮平山的山顶 修建着一处宽敞院落 院子里栽种着名贵花草 大屋更是气派 房顶比寻常宅院高出一倍 用料烤灸 屋内摆设古香古色 屏风自画应有尽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是一处豪门别院 屋子里摆着长长的桌案 桌上铺着宣纸 一只毛茸茸的大手 正提着一杆特大号的毛笔在写字 写字的手 龙飞凤舞 写出的字 歪歪扭扭 很快落笔 只上是一个七扭八歪 需要辨认两久 才能认得出来的吃字 吃 还是不吃呢 写字者发出一声纠结字语 扔掉毛笔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每走一步 地面都跟着阵战一下 尽管是人形 脖子上却顶着一颗硕大的虎头 额头有一撮白毛 好似多了只眼睛 看起来凶神恶煞 平山君正在为难 为难着剩下的一颗血煞丹 红莲叫给的定钱 是两枚血煞丹 回来他就吃了一枚 不过第二枚 他始终在犹豫 因为当时答应了云雀要扔一枚 说是扔 其实就是分人家一枚 散发着阵阵血腥气的灵丹 就摆在桌案上 平山君已经盯着一整天了 但要有着强烈的血煞气息 血煞丹对平山君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可一想起云雀那家伙 平山君就没了胃口 云雀那家伙 怎么会横插一手 要不是他 本王怎能就得到两枚血煞丹 红莲叫出手 可大方得很了 一想起云雀 平山君就觉得自己的腿肚子 在隐隐作腾 几天前的那一刀 砍得可够深的 骨头差点被砍断 平山君懊恼起来 一把抓起血煞丹 怒道 老子就吃了能怎样 大不了搬家 我看你幸运的 去哪找我 说是要吃 可平山君 最后还是没往嘴里送 作为老邻居 他对云雀的了解远超旁人 知道对方是个说一不二的主 既然答应了分人家一枚血煞丹 这要是吃掉 没准会被云雀追着砍一年 想起另一个邻居 无声无息的消失 平山君的虎眼中 泛起深深忌惮 冷哼一声 又把血煞丹放回了原位 这时 一头瘦小的老虎 跳进屋子 嗷呜嗷呜乱叫 一边叫一边往山下的方向看 平山君的虎头 变得高兴起来 道 山下来了三个人 好啊 三个人等同三盘菜 什么 他们自己往上走 那更好了 等他们爬到山顶 活动开筋骨气血 吃起来更有嚼头 嗷呜嗷呜 瘦小的老虎摇头摆尾 看表情 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这是头九接虎 腰 不会人言 单纯以虎类叫声沟通的话 只能大致表达出意思 无法准确描绘出 想要诉说的东西 滚蛋 本王正憋着口闷气 三个我全吃 没你们的份 平山君认为 瘦老虎在起时 抬起大脚 直接将对方踢出屋子 在扶平山方圆百里之内 他平山君 才是真正的王 怎么吃好呢 有了 烤着吃 平山君胃口大开 亲手在院子里 弄了个火堆 把两个从山下掠来的兵器架子 当作烧烤架 又准备三杆纯铁的长枪当签子 准备来一顿烤活人 平山君兴致勃勃 翻找出许久没用的各种调料 油盐酱醋 辣子麻椒 整整齐齐在火堆前摆了一排 随后 平山君搬了把椅子 悠哉悠哉地坐在火堆前 等着每位上门 被踢的瘦老虎愈发焦急 上蹿下跳 却不敢接近平山君 生怕再被踢 他一会儿钻出院子 到山顶往下看 一会儿又跑进来熬乌乱叫 几次往返后 攀山者终于走到了山顶 见三人上来了 瘦老虎干脆倒在墙角 肚皮朝上 一动不动地装死 平山君这才发现 瘦老虎的古怪 等他朝门口看去的时候 立刻变得目光呆滞 正在原地 优鹤 准备得挺齐全呐 连调料都有 这是准备烤什么呢 云雀笑呵呵地走进院子 站在火堆前好奇地说道 跟在云雀身后的 是沐青瑶与门六 沐青瑶一身白色裙衣 落落大方 狐妖当面也没有丝毫慌乱 翘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 门六泽眼神木讷 张着嘴巴 盯着对面虎头人身的平山君 说不出话来 路上他只知道 云雀要去见一位老邻居 他可不知道 是一头虎妖 哈哈 平山君尴尬地笑了两声 心说烤什么 我准备烤你们啊 谁知道来的是你这个要命的家伙 烤那个 平山君一眼看到 墙角装死的兽老虎 指向对方道 烤全虎 知道你要来 自然要招待一番 烤老虎好啊 老虎肉最有嚼头 有阵子没吃了 这就开始烤吧 云雀一点不客气 大马惊刀地坐在火堆前等着开饭 这下 那只兽老虎受不了了 爬起来就跑 快如一阵旋风般逃出院子 他本来是给大王送信的 猎妖人来了 整个扶平山附近的低阶虎妖 全下的四散奔逃 不料大王没听懂 还自顾自地烧起火来 在兽老虎看来 自家大王 这是准备引火自焚呢 兽老虎跑后 门六终于回过神来 扯着嗓子大喊道 老虎惊啊 这下平山君不爱听了 身为妖邪 平山君最厌恶别人称呼他 老虎妖啊老虎精啊之类的 如果喊一句虎王 他还能高兴点 瞄着门六 平山君阴森道 这个能不能吃 沐青瑶他不敢打主意了 知道有云雀护着 但门六是个生面孔 在平山君眼里 但凡生面孔 都能填肚子 就在沐青瑶和门六 都觉得平山君的询问 实在无理之际 云雀开口道 你开个架 架钱合适的话 让你尝尝也行 门六差点把自己舌头给咬了 连忙求饶道 我不好吃 十几年都没洗澡了 味道肯定不咋叠 我会做吃的 我是厨子来着 想吃什么我来弄 保证大家满意 平山君冷哼道 厨子能做出什么好东西 本王现在就想吃厨子 门六欲哭无泪 他没想到 自己当了多年厨子 有一天 客人会点厨子这道菜 行了 说点正事 我那没血沙单呢 云雀道 早准备好了 就等着你来拿了 平山君回屋 把桌子上的丹药拿出来 交给云雀 显得很是大方 云雀把玩着丹药 笑道 品相不错 红莲教出手够大方的 不大方 他们能请得动本王吗 平山君自傲道 早忘了被云雀 追着砍时的狼狈模样 收起丹药 云雀问道 你和红莲教的人很熟吗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 不熟 我也是 最近才听说过红莲教 他们当中一个护法找上门 许诺好处 请我出手 我见他们给的东西足够分量 这才下山 早知道 郡主是你云雀的朋友 这买卖本王肯定不接啊 毕竟咱们才是好邻居 平山君皮笑若不笑的道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知道红莲教的底细呢 云雀失望道 底细不清楚 不过找我的那个护法修为不弱 当时他提及了红莲教的教主 说是一位四品强者 平山君道 听闻这个消息 云雀的眉峰 不着痕迹的皱了皱 四品 以云雀现在的八品境界 足足相差四个大境界 人家若是现身 随手就能捏死一大片八品五福 慕青瑶的神色也随之凝重许多 倒是门六可能对四品没什么概念 还沉浸在对虎头妖人的震惊当中 红莲教 到底许给你什么好处 云雀问道 平山君沉默半赏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道出三个字 化形蛋 妖族分九阶 对应着人族修饰的九品境界 平山君这种七阶妖族 尽管神志大开能口吐人言 却无法完全转化为人身 仅仅能将躯体变化为人形 样貌是无法改变的 尤其头部始终是原始模样 虎妖是人身虎头 狼妖是人身狼头 猪妖是人身猪头 除非拥有特殊幻术天赋的妖族 才能在低阶境界的时候 将本体幻化为人 妖族想要完全转化为人身 要达到极高的等阶才行 平山君还差着太远 有了真正的人身 就能与人族修饰交易 获取更多的资源与消息 无法化形的妖族 就像个生活在深山里的野人 梦想着有一天 能大摇大摆走进各大城镇 最重要的一点 有了完整的人身 妖族的修炼速度 将会变得更快 而化形丹的存在 完美解决了低阶妖族 无法转化人身的难题 化形丹 化妖身为人形 是天下的极品灵丹 可遇而不可求 得知红莲教许诺的好处 云雀忽然嗤笑了一声 摇头道 老邻居啊 你可够蠢的 你被人家当傻子耍呢 当着平山君的面 骂人家是傻子 云雀这话一出 旁边的门遛脸都清了 即便稳重的沐青瑶 此刻也紧张起来 毕竟对方是七街虎妖 又不是寻常的邻居 妖族大多是喜怒无常的 翻脸就会动手 出乎两人预料的是 平山君非但不恼 反而额头的白毛挤在一起 看起来像在皱眉似的 耍我 不至于吧 两枚血沙丹 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平山君道 你养没养过狗 云雀道 没养过 那玩意不是用来吃的吗 养它做什么 平山君道 那你懂不懂如何训狗 云雀道 打呗 不听话就打 打到听话为止 多简单 再不听话就烤了吃 平山君道 我给你讲讲 如何训狗 打没用 想要一条狗听话 需要食物才行 先拿一根骨头 让狗做出你需要的举动 比如去抓只野猫 就把骨头当做奖励 几次下来 只要你拿出骨头 狗就会跑出去抓猫 云雀道 这倒是个好办法 我如果用骨头做奖励 让狗抓耗子也行啊 平山君道 没错 训狗就是如此简单 只要有足够的奖励 狗会对你言听计从 绝对听话 云雀道 听起来有点意思 改天我也弄只狗腰耍耍 咱们说的是我银河被耍 你想训狗做什么 平山君道 别急 我还没说完狗的事呢 你想想看 当你按照奖励骨头的方式 训好一条捡来的野狗 有一天你 拿出一头香喷喷的烤乳猪 让野狗去把邻居家的牛抓回来 你猜狗会不会去抓呢 云雀道 肯定会啊 骨头才几块肉 烤猪多香 平山君道 狗也这么想的 他去邻居家 咬死一头老黄牛 将其拖了回来 然后等着奖励 那么你这个主人 该怎么做呢 云雀道 当然是给狗吃烤猪啊 平山君道 先别急着喂狗 你那邻居不比你弱 他没在家 等回来发现牛没了肯定来找 动手的话 最好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 而那头烤乳猪的价值 购买一百条狗 你这个主人 还想喂狗吗 云雀道 平山君仔细想了想 道 那还喂个屁啊 我自己吃了烤猪 把死牛切成块拿出去换钱 再把狗打死给邻居交差 就说狗发疯咬了牛 牛不知跑哪去了 反正狗已经死掉 死无对证 我省了烤猪 又白的一头牛 只搭上一条狗而已 云雀笑了起来 笑得平山君莫名其妙 一旁的门柳 还在掰着手指头 算计着这番买卖到底谁赚 沐青瑶早已洞察了故事的寓意 对云雀头去赞许目光 云雀摆了摆手 道 你忘了 野狗是你捡来的 你真正复出的东西 只有几块用来训狗的骨头而已 红莲教复出的 也只是两粒血沙丹 你觉得七阶妖族的价值高 还是一粒化形丹的价值高呢 平山君愣在原地 好半赏之后 他勃然大怒 发出一声震天唬吼 笑声产生的波动 将旁边的火堆险些吹灭 红莲教 居然拿本王当狗 平山君的心智 尽管比不得云雀这种聪明人 但他只要比较一下 即可得出一个结论 即便最后能杀掉郡主 红莲教也不会给出一粒化形丹的 因为化形丹的价值 上千头七阶妖兽加在一起 也比不过 红莲教给平山君 画了一张香喷喷的大饼 并且用两粒血沙丹 当作开胃菜 迷惑出平山君 让其奔波卖命 简直与训狗的手段一般无二 火完之后 平山君只觉得一阵后怕 他没杀掉郡主还好 毕竟没白忙活 有两粒血沙丹到手 这要当真杀掉了凌云郡主 他平山君的处境 就与故事中的野狗一样 被主人打死 用来背黑锅 红莲教只要将郡主之死 全推在平山君身上 即可抽身事外 收起獠牙 平山君看向云雀的目光 充满感激 道 幸亏有你这位老邻居 要不然本王非得被人坑死不可 红莲教这帮孙子 欺人太甚 本王早晚把他们都吃光 这次平山君 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云雀 要不是云雀守护着凌云郡主 等他带着郡主 去找红莲教换取化形单的时候 就是他平山君的死期 这时 那只兽老虎又反了回来 叼着一头刚咬死的野猪 放在火堆旁 看意思 是给大王准备食材 不过这家伙走路始终流边 正好饿了 吃烤桌 云雀搓着手道 兽老虎一听 立刻显得轻风不少 像只老猫似的 低声乌叶两声 好像在赞同似的 慕青瑶第一次见到一头虎妖 会对人族产生如此畏惧的情绪 惊奇之余 又觉得实在好笑 兽老虎 其实并不瘦 只是相比威猛的平山君来说 瘦小许多 体态与普通老虎相仿 胡乃百兽之王 虎妖更是极凶 可在慕青瑶看来 那只兽老虎在云雀面前 就差没去抓只老鼠 把自己伪装成猫了 哪还有半点虎威 简直成了一只大号的猫 听说云雀要吃烤猪 门六急忙毛遂自见到 我来 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不多时 门六将野猪收拾好 架上火堆撒上香料 烤得外酥里嫩 肉香四溢 平山君撕下一条猪腿 一口咬掉一半 一边嚼一边挑起大拇指 香 云雀切了块小些的烤肉 递给慕青瑶 野外烤肉 没什么餐具 吃起来不可能文雅 慕青瑶满不在乎 直接抓过来开吃 吃得满手是油 连嘴角都沾着一层油子 这可不像郡主的吃法 云雀笑道 入香随俗 慕青瑶道 到了虎妖的地盘 自然得吃得狂野一些 如果这种时候还要碗筷 还文质彬彬的进食 反而是一种失礼 平山君对慕青瑶的吃法相当满意 略带歉意地道 实在对不住啊郡主 我被那红莲叫蒙蔽 一时脑子发热 只想着画形单 差点吃了你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随时都能来我的扶平山 不用带着云雀 你自己到了 我一样 好酒好菜好招待 慕青瑶豪气地拱手道 不打不相识 今后我肯定会来做客 这就对了 哈哈 本王就喜欢爽快的 别的女人婆婆妈妈 磨磨叽叽 烦死个人 还是郡主够爽快 平山君大笑 朝着墙角的兽老虎道 去把本王的好酒拿出来 兽老虎连忙跑去后院 不多时叼着个大酒桶回来 打开盖子 酒香四溢 云雀尝了口 赞道 果然是好酒 哪弄的 半年前在乌鸡镇抢的 被那两只杂毛鸡刀了好几口 虎毛都掉了一层 这就是你云雀 别人来了我才不拿出来呢 平山君豪迈道 乌鸡镇的酒你也敢抢 够胆量 云雀道 抢完就跑呗 杂毛鸡出不来 追不到本王哈哈 平山君道 慕青瑶听得好奇 问道 乌鸡镇的鸡 难道连平山君都要避之不及 区区两只七阶野鸡而已 惹急了本王 把那两只杂毛鸡炖鸡汤 平山君傲气道 没准是炖虎汤吗 你真能斗得过两只龙尾鸡 云雀嘲笑道 啊 这不是有你云雀吗 咱俩联手肯定斗得过 平山君心虚地道 七阶巅峰妖兽龙尾鸡 慕青瑶经一道 乌鸡镇难道养着妖兽 林云郡主博学多时 对妖族了解不少 听闻云雀道出的龙尾志 立刻想起这种妖兽的恐怖之处 据典籍记载 龙尾志是七阶妖族中 位列顶峰的存在 几乎没有任何 七阶妖兽是其对手 七品人族修士 对其无不头疼 乌鸡镇的确养妖 这是他们的习俗 所以当初我才建议 你走百育城 云雀道 慕青瑶闻言 青醋秀眉 天下妖邪繁多 杀都杀不过来 居然还有人在刻意养妖 见慕青瑶疑惑不解 云雀解释道 乌鸡镇出产血液 那玩意在皇城 应该挺受追捧 价值连城 只要出一块 支远县府衙上上下下 都有好处可拿 加上乌鸡镇附近 没什么妖邪作乱的现象 衙门那边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原来血液的产地 是乌鸡镇 学宫里不少学子 都酷爱血液 不惜高价收购 甚至以拥有一块血液为荣 将其当作财力雄厚的象征 慕青瑶道 这番话 引来平山君的一阵大笑 都说人族聪明 要我看哪 人族里面傻瓜更多 拿着同类的血当宝贝 也就你们人族 才干得出来这种傻事 平山君的笑声 令慕青瑶愈发不解 人血 慕青瑶奇怪道 云雀喝了一声 道 是啊 血液里的血 其实大部分是人血 龙尾治这种妖兽 只有吃掉活人的时候 才会铲蛋 有机会在蛋中形成血液 看着像宝贝 其实是妖兽将没有吸收的人血 排除出身体的一种方式罢了 闻听此言 慕青瑶手里的烤肉 再也无法入口 一种恶心与愤怒交汇的情绪 在小郡主心里滋生 慕青瑶见过血液 血液极美 晶莹剔透 宛若宝石 可谁又知道 那么美丽的血液 被无数人奉为宝贝的血液 竟来得如此血腥 如此残忍 慕青瑶的心情 变得沉重起来 乌鸡镇归属志远县管辖 他们以活人喂养妖兽 难道衙门也敢纵容 慕青瑶促眉道 乌鸡镇里有个乌家寨 其实整个乌鸡镇 都是围绕乌家寨建起来的 乌家擅长养妖 用来喂养的活人 也是乌家的人 人家用自家人喂养妖兽 外人怎么管 名不举官不究 衙门才懒得去多管闲事 云缺一句道破玄机 慕青瑶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即便小郡主如何愤怒 此时只剩下无可奈何 在大境地界 有数不胜数的家族存在 很多时候 这些家族的家法 甚至凌驾在皇朝律法之上 只要不是叛国之罪 各大家族自行处置自家人 连衙门也没资格去插手 尤其在偏远地带 一些大型家族 相当于一个小国一样 家主就是土皇帝 家主的话 等同于圣旨 其实这一点慕青瑶 已经领教过了 在大石村 村长的话 比支县的命令还管用 吃饱肚子后 云缺擦了擦手 道 该说正事了 我这次来 是想请你这位老邻居出山 请我出山 去哪 平山君胡一道 去天骑 云缺指了指木青瑶 道 跟我一起 护送凌云郡主回皇城 平山君愣了一下 接着把硕大的虎头 摇成了波浪鼓 不去 本王在扶平山住得好好的 有酒有肉 我才不出门呢 平山君又不傻 护送郡主 就要面对红连教 人家红连教的教主 可是四品强者 一只手就能捏死 他这头七街虎妖 到时候 郡主能不能回到皇城 平山君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 要是答应了 很容易变成烤犬虎 别拒绝得那么快嘛 凡是好商量 有我在 你怕什么 云缺道 没得商量 你要是能砍死红连教 那个四品的教主 我就跟你走 要不然没门 平山君道 能砍死四品 我还来找你干什么 云缺叹了口气 道 实不相瞒 这一路返回皇城 必定危机不断 若有你平山君相助 我们就能走一些险峻的路线 可以绕开不少城池 相对少了许多危险 云缺说的是实话 来扶平山 也是这个目的 道天气皇城的路线 实在太少 而且所经的城池繁多 路上必定被红连教部下 层层陷阱 若能绕开大部分城池 那么红连教许多的手段 就白费了 然而绕开城池 最大的难点 在于险峻的环境 路上少不了悬崖绝壁 云缺一个人好办 加上穆青瑶就难了 毕竟云缺只是个八平五夫 有的悬崖他自己爬都十分危险 带着小郡主 根本走不了 不过平山君可是狐妖 以平山君的狐妖本体 绝大部分险地都能如履平地 即便载着人也能轻易通过 不去 被你砍的腿伤还没好呢 我走不了路 哪也不去 平山君咬死了不松口 当然不会让你白忙 听听好处再拒绝也不晚 云缺说完 看了眼穆青瑶 那意思是我尽力了 接下来能不能拉拢平山君 就看你凌云郡主 能出多大的报酬了 穆青瑶沉吟稍许 道 我只是个普通郡主 没有修为 也没有多少权力 给不出化形丹纳等一宝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和诚意 若平山君肯护送 我回皇城 我可以为你 向陛下求一枚形妖令 听闻形妖令三个字 平山君硕大的虎目骤然缩紧 喉咙里发出低沉吼声 形妖令不是化形丹 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令牌 但这块令牌 有着一个特殊的用处 持有形妖令的妖族 除了扶妖阵笼罩的三座大城之外 可在晋国之内的所有城镇 畅通无阻 说白了 形妖令就是大晋国 发放给妖族的一个身份令牌 只要持有形妖令的妖族 不再继续吃人作乱 即便在城里买个院子 常住都没问题 各处衙门也不敢找麻烦 形妖令在大晋国发放过多次 并非首例 不过形妖令这种东西 在前朝燕国 是绝对没有的 这也是大晋与大燕 在对待妖族上不同的作风 大燕王朝 对妖族实行斩尽杀绝的举措 只要发现妖物 不惜代价 也要斩草除根 大晋则多以驱逐为主 兼以怀柔 甚至是赵安 从两处王朝对待妖族的不同 亦可看出两大王朝的强弱 如今的大晋 在武力上远远不及大燕 若非燕国耗尽气运 皇帝与思天剑高手尽数战死 否则别说一个大晋 即便十个大晋 也未必是大燕王朝的对手 形妖令 平山君嘀咕着这块令牌 有点心动了 低阶妖族 希望得到化形单 不就是为了融入人族世界吗 形妖令 虽然无法让平山君真正化形 却能让他拥有在人族城镇 随意行走的资格 无需担心被晋国皇朝的高手击杀 这事儿 我得考虑考虑 你们不急的话 先在扶平山晚两天 我这里景致不错 平山君道 正有此意 你慢慢考虑 云雀就像回到自家一样 给穆青瑶安排了住处 反正平山君这里好几间空屋子 住三个人绰绰有余 穆青瑶住在云雀隔壁 就隔着一面木头墙 我睡隔壁 有事儿 喊我就醒 云雀道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住在妖族洞府 穆青瑶新奇地打量四周 摆设和大户人家没有差别 是不是有一种 睡着睡着 就被吃了的感觉 云雀打趣道 我不怕 有你呢 穆青瑶微笑道 放心吧 平山君算是有信誉的 说话一般都会算术 比很多人族强多了 妖心其实简单得多 远远没有人心那么复杂 云雀不无感慨地道 如果非得选择 云雀宁愿与妖族打交道 也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因为与妖打交道简单 拿刀说话就行 与人打交道 不需要拿刀 却要拿着更为复杂的东西 比如虚伪 比如脚势 比如耳于我诈 比如勾心斗脚 比如互相利用 你读的书不多 但你懂得的道理 比很多人都多 穆青瑶轻声道 郡主又说错了 我读的书可不少哦 藏石镇衙门里的书我都看过 尤其马小角珍藏的那几本 看完后如波云渐日 蹄呼灌顶 让人豁然开朗 云雀说着的时候 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到底是何等奇书 有机会 我也想败读一二 写的是什么内容 穆青瑶眨着清澈的眼睛 一副求学若渴的神采 嗯 讲的是生命之初 轮回之始 总之炫耀得很 以后有机会 让你也开开眼 云雀有点尴尬地笑道 马小角珍藏的那些书 根本就没有字 全是图 当晚 平山君找到云雀 你给我个实话 这次送郡主回皇城 你有几分把握 红莲教可不好对付 平山君低声问道 五成把握 你要是帮忙 我有七成把握成功 只要郡主进了皇城 就万事大吉 云雀道 七成把握 你没护我吧 老邻居了 你可别坑我 平山君咬着硕大的虎牙道 坑你作甚 我的能耐 你又不是不知道 顺便告诉你的消息 离开小石村的时候 遇见了两个红莲教护法 一个左白一个右黑 都是期节修饰 他们俩如果速度够快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投胎了 云雀道 平山君愣证了一下 没有过多惊讶 其他八品武者 如果说自己能斩杀两名七阶高手 平山君打死都不信 但这话从云雀口中说出来 平山君坚信不疑 就怕那个四品教主出手 四品啊 我们肯定挡不住 平山君担忧道 你看到教主模样了吗 人家说四品你就信哪 我还说我有个二就是一品武夫呢 云雀冷笑道 即便红莲教高手众多 但这里是大进的地界 皇城里高手无数 他们都不出门吗 四天见的人 天天窝在皇城里睡大觉吗 越接近皇城 我们虽然越危险 相对的 找到帮手的机会也越大 哪怕一个帮手也找不到 别忘了凌云郡主的亲爹 可是手握八十万边君的富男王 平山君扎没了半天 觉得云雀说的这番话不无道理 他没有立刻答应 说着回去再考虑考虑 不过云雀已经料定 这头虎妖肯定动心了 等平山君走后 云雀无奈地自语道 我只有两成把握 加上你平山君 不过三成把握而已 谁让你是我的老邻居呢 不坑你坑谁啊 富平山远离尘消 十分安静 夜晚除了重鸣 再无杂音 云雀和沐青瑶 休息得都很好 连门六也睡得很香 半夜的时候 门六口渴 迷迷糊糊地起来 找水喝 屋子里没有 他连眼睛都没睁 直接穿过木门 晃晃悠悠夜游一样 来到后院 平山君最喜欢学人族 家里的摆设也一样 人族庄园那一套 他这里应有尽有 后院还有一处小池塘 用的是一处泉眼 水 水 门六闻着味道 到了池塘边 趴着就喝 跟只野兽似的 好喝的山泉水 真甜啊 喝着喝着 门六明明 呼呼跌进池塘里 再无动静 天亮后 云雀精神抖擞 出门先撑了个懒腰 浑身筋骨舒展开来 劈啪作响 天气不错 云雀带着木青瑶 在山顶转了转 扶平山景色很美 能眺望到极远的地方 大自然的景色 总会让人心旷神移 木青瑶感叹道 若天下安泰 我会找一处 这种景色秀美的无人之地 蓝天白云为伴 碧草清风相随 云雀眶眺望着远处 点头道 的确是个好地方 有山有水 风水不错 适合作坟 两人并肩站在山顶 一个幻想着未来的闲暇时光 一个考虑着死后的入土为安 竟有一种怪异的默契 尽管两人想象的景象不同 但两人都十分清楚一件事 接下来的路 将会越来越难走 转到后院的时候 看到小小的池塘里 扶着个人 门六 云雀诧一道 看架势 这位在水里泡了大半宿 估计早没气了 云雀想不通门六 怎么会在池塘里 下去将对方捞了上来 上岸后 发现门六还有气 居然没死 叫了两声没有回应 云雀抡起巴掌 左右开弓 一顿嘴巴 终于把门六给扇清醒了 怎么了 下冰薄了吗 噼里啪啦的 门六醒来后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一摸肿起老高 你怎么掉进池塘里 云雀问道 是吗 门六摸了摸自己湿透的衣服 恍然道 半夜口渴 来找水喝 喝着 喝着又睡着了 我没事 水喝太多 我得回去躺会了 说着门六挺着的大肚子 晃晃悠悠往回走 看样子 昨晚没少喝 望着对方的背影 云雀的脸上泛起疑色 门六应该会水 否则普通人定然得淹死 沐青瑶道 他会不会水 不清楚 但这家伙是真能喝啊 云雀蹲在池塘边 指了指脚下 沐青瑶仔细看去 发现池塘侧边的泥土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种情况 只能预示着一点 池塘的水 在短时间内下降了 从泥土的颜色能分辨出 原本小池塘的水是满的 现在还剩一半 沐青瑶渐渐瞪大了眼睛 他喝掉半个池塘的水 沐青瑶无比惊讶 虽然池塘不是很大 但也有三丈方圆 至少一丈多深 别说半池塘的水 就算半水缸的水 一个人也喝不进去啊 是挺能喝的 云雀自语道 离开百玉城之后 在小西处 门六就喝起个梅丸 好像对谁有着一种疯狂的喜好 没有修为 却能穿门而过 身板瘦弱 却能好饮如牛 这个门六 绝非正常人 云雀对别人的秘密 没多少好奇心 只要能用得上就行 至于门六是什么奇特体质 他不在乎 反正有用就行 现有的食材做了一桌美味 大多是山珍野兽 经过精心烹饪 味道一绝 吃得三人一虎大呼痛快 吃饱喝足 平山君一拍桌子 道 我决定了 陪你们走一趟天骑 郡主答应的行妖令 可得算数啊 一言九鼎 绝不食言 慕青瑶微笑道 还有一点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平山君滋舍虎牙道 如果强敌当面 实在没活路了 我可先跑 可以 慕青瑶痛快地道 那就行 咱们啥时候出发 平山君放心下来 这趟天骑之行 他心里其实也没底 不过他对自己逃跑的速度 还是有点信心的 离开百玉城已经两天了 咱们今天就走 云缺道 百玉城经过上次的混乱 红莲教肯定不会罢休 定会加派人手 慕青瑶醋眉道 云缺看向平山君道 红莲教在乌鸡镇 安排了多少人手 这个不清楚 他们只让我在小市村设服即可 如果你们不走百玉城这条路 乌鸡镇那边 他们另有安排 平山君如实道 这次不走百玉城 我们走乌鸡镇 云缺就此定下路线 慕青瑶自然没有意见 支远县这边的地形 云缺作为本地人最为熟悉 其实走乌鸡镇 是云缺早就想好的打算 与百玉城那种边关大城不同 乌鸡镇可没有高高的城墙 无需走镇子 从周围的荒山 即可绕行过去 有了平山君同行 山林地带不再是问题 离开扶平山 一行人没有立刻上路 而是转向另一侧 出发之前 云缺还要去一个地方 拿点东西 平山君变化出硕大的本体 在这三人在林间奔行 速度气快 慕青瑶显得十分新奇 小脸被迎面的狂风 吹得红扑扑的 七阶妖兽当作骑 这种经历别说普通人 有修为的修行者 也没有多少人经历过 尤其还是个野生的七阶虎妖 在没有驯服的情况 能骑成七阶妖兽 慕青瑶觉得 整个大禁国除了云缺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还有这种能耐了 平山君的速度 远飞马车可比 一个多时辰 便狂奔出几百里 最后停在一座 昏暗阴风的荒山下 这座山没有名字 山脚处 有一个天然的巨大山洞 走进山洞 能感受到寒风扑面 昏暗的山洞 加上阴冷的寒风 预示着此处绝非善定 这里叫黑风洞 曾经住着一头 气阶的大蛤蟆 扶平山附近的老虎 没少被抓到这里当点心 平山君充当起向导 给慕青瑶介绍道 慕青瑶随之想起了 云雀在小石村 与平山君大战之际 虎妖曾经提及过 这处黑风洞 并确信这里的七截蛤蟆 就是云雀砍死的 云雀点起火把 大步走在前面 火光映照下 显现出洞窟墙壁上 深浅不一的凹陷与刀痕 连慕青瑶都能看得出 这里发生过恶战 我说最近怎么没见 那老蛤蟆出来蹦大呢 你什么时候来的黑风洞 平山君道 一年前吧 当时百玉城有人 卖增加气血的灵丹 我手头紧 没办法 只能到处找点外快 云雀随意地说道 平山君听的头皮有点发麻 手头紧 就来砍死七截蛤蟆换钱 要是以后再缺钱 谁知道这个凶神 会不会去赴平山八虎皮啊 黑风洞尽头 是一个天然石窟 周围堆积着一圈兽骨 看样子都是妖雾吃剩的 在石窟一角 有个不大的泉眼 形成一处水洼 云雀走到水洼前 挽起袖子 开始捞东西 沐青瑶凑过去瞧了眼 随后被吓了一跳 水洼里有一些黑色的圆石头 枣子大小 石头略微透明 其内生着个大眼球 还能动 这些石头 好像是活的 沐青瑶道 这是蛙卵 不是石头 云雀将一个蛙卵拖在手心 笑道 去年这玩意还没孵化 今年看着差不多了 正好收走 沐青瑶恍然大悟 原来云雀捞的 是那头七截蛤蟆腰的卵 蛙卵 也能卖钱吗 沐青瑶道 一般人不认这种东西 皇城里应该有石货的 就算没人买也无所谓 七叔肯定能收 云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袋子 将水里的蛙卵全都装好 总共十个 沐青瑶能清晰感受到 蛙卵散发的妖气 离开水蛙后 蛙卵里的眼睛瞪得极大 好似在愤怒 看起来十分害人 既然快孵化了 待在身边 会不会有危险 沐青瑶下意识地说出担忧 云雀不以为意地解说道 离了水 蛙卵一般会停止孵化 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 即便孵化出来也没事 直接烤了吃 这东西味道不错的 沐青瑶献出苦笑 他忘了 眼前的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青湖山的猎妖人 吃妖这种事 在别人眼里实在无法想象 但放在云雀身上 就显得正常不过了 猎人嘛 哪有不吃猎物的 云雀这边收取蛙卵 门六一直蹲在旁边 盯着水蛙眼神发直 好像要尝尝孵化蛙卵的那滩水 等所有蛙卵都装好 门六开始撑着脖子 往水蛙里凑 这水你也喝呀 不怕被堵死 云雀道 看到水就渴 呵呵不喝了不喝了 门六恋恋不舍地看着水蛙道 随后几人走出黑风洞 平山君走在最后 时不时地回头 嘀嘀咕咕道 宰了老的 卖了小的 真狠哪 平山君有一种 吐死胡悲的感慨 别人杀妖 杀掉就完了 云雀杀妖 杀得那叫一个干干净净 恨不得把腰洞里的地皮 都刮掉一层 简直是寸草不留 平山君心里涌起 一阵庆幸 这些年 幸好没和云雀太过交恶 否则他的扶平山 方圆百里之内 怕是一只老虎都胜不下 包括他自己 动口 云雀大声道 启程 天骑 从现在开始 云雀唯一的目标 是将木青摇活着 带到天骑皇城 平山君傲气道 此行肯定一帆风顺 郡主的安全 就交给本王了 郡主放心 即便沐浴的时候 本王也会守在门口 肯定不会让贼人偷看了去 这话云雀就不爱听了 你该不会自己想看 贼喊捉贼吧 平山君怒道 我要看 也看母老虎啊 女人有什么好看的 长得都一个样 母老虎就不同了 有的威猛 有的苗条 简直风情万种 木青摇听得忍俊不禁 强忍着笑 毕竟人家是虎类 总不好笑话人家的审美 一虎 三人 就此启程 大半天后 便抵达了乌鸡镇附近 云雀本打算 从乌鸡镇边缘地带 绕行过去 却在山林里 遇到一个熟人 乌鸡镇外的荒山里 生着一个小火堆 烟雾苗苗 一个六七岁大小 脸上长着雀般的瘦小女娃 正在火堆前 用力地吹着气 呼 呼 烟够大了呀 怎么还不来呢 女娃吹得累了 四氧八叉 躺在草地上 望着头顶的烟柱发呆 她已经持续在这里 生活有一个月了 每天都来 附近的干树枝都被用光 很难再找到 女娃头顶 忽然多出一张冷峻的面孔 皱着眉 你在这放火 准备烧山吗 女娃睁大了眼睛 惊喜着大叫道 云大哥 你终于来了 女娃急忙爬起来 一时没站稳 差点跌进火堆里 云雀正准备从这里绕路乌鸡镇 看到女娃 才过来看看情况 这个小女娃她认的 是乌鸡镇上的人 叫小豆丁 没有父母 家里只有个姐姐 什么叫我终于来了 你在这放火 该不会专门等我吧 云雀狐一道 是啊 姐姐说 这叫狼烟 云大哥看到 一定会来的 小豆丁抓着云雀的手 大声道 狼烟 云雀好笑道 你这烟火 只比厨子做菜的烟 浓那么一丁点 狼见了都不怕 还狼烟 就是狼烟 能等来云大哥的 一定是狼烟 小豆丁很认真的道 行吧 你说是狼烟就是狼烟 别烧到自己 你慢慢玩 我走了 云雀摆手道 别走呀 云大哥 我等你好久了 你一定要帮我 把姐姐抢回来 小豆丁不撒手 云雀一脸无奈 道 你姐又怎么了 你们两个 能不能安生点 别到处惹事 姐姐在乌家寨里 我要不回来 云大哥帮帮我 小豆丁哀求道 你姐又不是没有腿 她自己会走回来 你回家等着就行了 云雀不耐烦地敷衍道 小豆丁姐妹俩 在乌鸡镇 可不是省油的灯 别看人不大 主意多得很 经常耍得同龄的孩子 团团转 姐姐回不来了 我知道 她在哪 可惜我太小 进不去 小豆丁道 见小女娃苦苦哀求 沐青瑶于心不忍地道 帮帮她吧 云雀瞪了沐青瑶一眼 她本不想去乌鸡镇 只要绕过去 就能少很多麻烦 不过熟人相求 云雀也不好 丢下小豆丁就走 只好答应下来 小豆丁高兴起来 蹦蹦跳跳在前面带路 引着几人来到自己家里 平山君早已化作人形 为了遮蔽虎头 事先准备了大号的斗笠 带着一圈黑纱的那种 否则她这副尊容 非得把小豆丁吓个半死 小豆丁的家 离着山脚不远 属于镇子边缘地带 屋后就是荒林 没什么人在这走动 十分僻静 院子不大 两间干净的木屋 乌鸡镇的人都住木屋 这里很少能看到砖瓦 尤其镇子中心的乌家寨 完全是木质结构 云雀轻车熟路地进了院子 先去房后的水井打了水 分给几人 你们都是云大哥的朋友 我去给你们找点吃的 小豆丁跑到另一间木屋 翻找起来 来过这里 木清瑶看向云雀 道 住过几次 乌鸡镇的民风比较奇特 不大欢迎外人 这边没有客栈 我在附近打猎的时候 晚上有时候会住在他们家 云雀喝着水道 既然乌鸡镇的人不喜欢外人 他们姐妹为何会欢迎你呢 木清瑶好奇道 我帮过她姐一次 一年前的事儿了 当时她姐也在树林里点狼烟 嘀嘀咕咕地祈祷 说什么请求天神相助 我正好尿急 于是帮忙把火堆给吸了 她姐还以为真有天神下凡 朝着火堆磕了半天头 云雀道 木清瑶很想翻个白眼 明明戏耍人家女孩子 非得说成帮忙 木清瑶都能想象到当时的画面 小豆丁的姐姐 发现有人捣乱后 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你可真帮了一个好忙 人家祈祷天神 一定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 木清瑶略带埋怨的道 郡主既然如此聪明 不妨猜猜小豆丁 她姐遇到了什么困境 云雀道 木清瑶促起秀眉 略意思索 道 两姐妹 相依为命 无依无靠 应该是生存上的困境 或许食物不足难以过冬 或许被人欺负 有加难回 云雀摇头道 不对 让你猜三天三夜 你也猜不到 木清瑶文言诧意道 莫非是生死之劫 差不多了 她姐被选中成为祭品 乌鸡镇每个月至少一次大祭 祭品就是少女 云雀道 木清瑶的神色为之一变 此时 她已经从云雀说出的祭品与大祭 联想到了血液由来 龙伟之吃掉活人才会产蛋 但终生血液 那么乌鸡镇的大祭 就是为杀人做出的掩饰 你出手帮忙了 木清瑶道 如果云雀不出手 小豆丁的姐姐 肯定活不到现在 是啊 那只老母鸡的嘴巴 被我砍了一刀 因此得罪乌家 人事就下了 可这里更不欢迎我了 云雀道 平山君听罢献出恍然之色 道 难怪上次我来偷酒的时候 看到一只杂毛鸡 嘴巴上有一条疤痕 原来是你砍的呀 还是你云雀够胆量 我偷了酒只能跑 你还敢砍那两只杂毛鸡 有什么不敢的 拿我朋友当祭品 我怎么不得表示 表示 云雀呵呵笑道 平山君无话可说 竖起两根大拇指 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充其量偷偷摸摸抢一桶好酒 云雀可是纯粹的虎口拔牙 连乌家的祭品都敢抢 穆青瑶此刻 已经看懂了云雀的举动 给龙尾志留下的一刀印记 是一种震慑 震慑乌家 以后别打小豆丁家姐妹的主意 很快 穆青瑶又疑惑不解 道 乌家不是用自家人做祭品吗 怎么牵连了镇上的百姓 在乌鸡镇 大部分百姓都姓乌 小豆丁他们姐妹 虽然是孤儿 也姓乌 云雀冷笑了一声 道 用自家人做祭品 只是个对外的说辞罢了 乌家盘踞乌鸡镇多年 早将大部分百姓 发展成乌姓 一些孤儿乞丐 乌家可归之人 乌家会赠送乌社 但有个条件 必须冠以乌家之姓 从此成为乌家人 用这个法子 乌家自然会不断壮大 祭品也会越来越多 穆青瑶紧锁着秀眉 看了看廉价简易的木头房子 一座木屋 便能买下一条命 乌家的这种买卖 比起世上最贪财的奸商 也不慌多让 小豆丁神色落魄地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几个干瘤的果子 也不知存放了多少天 姐姐摘的果子 好像不能吃了 小豆丁憋着小嘴 充满歉意的道 能吃的 我们待在路上吃 木青瑶善解人意 接过果子收好 云雀也拿了个果子 在手里把玩道 小豆丁 最近乌鸡镇有没有外来人 没有啊 除了你们之外 没别的人来 小豆丁肯定得道 云雀微微皱眉 小豆丁的消息 是比较灵通的 毕竟这丫头 整天在外面疯跑 镇子上的事 大多会知道 既然没有外人 说明红莲教没来 但乌鸡镇与百玉城 都是前往皇城的必经之地 红莲教在百玉城 设下那么大的阵仗 怎么可能对乌鸡镇 不闻不问呢 云大哥 我们现在出发吧 小豆丁催促道 不等云雀点头 木青瑶道 我也去 也许能帮上忙 云雀一脸苦涩 你去不是帮忙 是添乱 姐姐也肯帮我吗 小豆丁高兴起来 两只眼睛全是期待 云雀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木青瑶微笑道 他好了 你等着 我找一套衣服来 小豆丁翻箱倒柜 找出一套他姐姐的衣服 面料上绣着复杂的花纹 还有一个漂亮 而硕大的帽子 这是乌鸡镇居民的传统服饰 大多在年节等重要日子穿戴 平常也有人穿着上街 只是小门小户的人家 大多只有一套 舍不得穿 留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拿出来 木青瑶到隔壁换好衣服 果然成了本地人 不认识的 绝对想不到 这是凌云郡主 穿着乌家服饰的小郡主 也有一番风情 美丽中透着一种神秘 展颜一笑 动人心魄 真好看 小豆丁夸赞道 你穿这套衣服 好像我姐姐啊 你姐姐一定也很美 木青瑶微笑道 嗯 我姐姐和你一样漂亮 小豆丁认真地点头道 云雀让平山君和门六 在小豆丁家等着 三人走上街头 乌鸡镇建立有上百年之久 属于支援县内 历史最古老的镇子之一 乌鸡镇很大 居民十余万之多 街上行人不少 不过买卖店铺却不多 这里的人 大多自给自足 很少有人做买卖 由于木青瑶穿着乌家服饰 云雀式的男人也不显眼 一路上果然没人怀疑 顺利地走出长街 来到乌家寨区域 乌家寨与乌鸡镇截然不同 外围用无数硬木 打建成高高的寨墙 乌家寨正门守卫森严 拥有乌家血脉的族人 才能居住于此 外人是进不去的 在小豆丁的带领下 三人绕到寨子后方 小豆丁仔细在寨墙上寻找 很快找到一块硬木 道 就是这里 姐姐就在里面 我用小刀挖过好久 可惜挖不断 这里比较偏僻 几乎没有行人 云雀左右看了看没人 示意小豆丁退后 随后一刀下去 将坚固的硬木斩断 木头断了 债强纹丝不动 毕竟是串联起来的一排硬木 相当于在后边开了个小门 云雀将断木挪开 立刻献出一个 能容易人通行的缝隙 只要弯着腰即可通行 小豆丁当先冲了进去 木青瑶跟在后面 云雀最后静得 随手将断木挡在窝口 这样从外面很难发现痕迹 如此谨慎 云雀是不想惹麻烦 把小豆丁的姐姐救出来之后 她会立刻离开屋记镇 然而进去之后 云雀终于看清所在之地 这里是一间空旷的木屋 屋子里没有活人 只堆积着一种东西 白骨 整整齐齐 一幅又一幅瘦小的白骨 木青瑶正正站在原地 小豆丁则在到处翻找着白骨 乌铃儿呢 云雀的声音十分低沉 有些沙哑 乌铃儿就是小豆丁的姐姐 就在这里 我能找得到的 很快的 小豆丁忙得满头大汗 在白骨间不断翻找 随着小女娃的动作 云雀的目光 一点一点地阴沉下来 终于 小豆丁在角落里 找出一副骨骸 找到了 这就是姐姐 木青瑶此刻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始终以为 小豆丁的姐姐 惹了什么或被抓到这里 谁承想 已经变成一副遗骸 原来小豆丁之前说过的 姐姐回不来了 意思是 姐姐已经死了 云雀的脸上 没有丝毫表情 目光冷冽如冰 一句话没说 云雀拿出装狼皮的黑袋子 将白骨罩上 转身离开此地 小豆丁家脸 门六如坐针毡 时不时描一眼门外 屋里只剩他和平山君 跟一头虎妖共处一事够吓人了 偏偏门六能听到平山君的肚子 咕噜噜直叫 人家显然饿了 吃点什么好呢 平山君看着门六道 门六吓得一哆嗦 连忙道 不如咱们去镇上买点食材 我很快能做好饭菜 算了吧 乌鸡镇不是好地方 看看这家有啥吃的 对付弄点 平山君道 门六连忙称好 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除了一些干瘪的果子之外 什么吃的也没找到 门六欲哭无泪 找不到食物 他容易成为食物 院门一响 云雀几人正好回来 门六长出一口气 平山君觉得奇怪 道 没找到人 小豆丁道 找到了 我把姐姐接回来了 平山君听得愈发迷糊 问道 人呢 当云雀将白骨从袋子里拿出来 平山君也不吭声了 并且往旁边挪了挪椅子 平山君能看得出 云雀此刻的状态不对 尽管没有表情 身上的杀气 却浓烈的惊人 沐青瑶的心情 始终在起伏不定 他察觉到 云雀整个人 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 再望向小豆丁 找回姐姐的高兴神态 沐青瑶觉得心情愈发沉重 你姐姐 怎么死的 沐青瑶声音很轻地道 替自己也替云雀问出这份疑惑 姐姐没死啊 姐姐只是去了神国 小豆丁抱着白骨 天真的道 我被天神选中成为圣子 是姐姐哀求族长 把我替换下来 她替我去了乌家寨 姐姐现在一定在神国里 族长说 被天神选中的圣子 都会在神国得到永生 小豆丁只有六七岁 年纪太小 加上乌家多年来的族龟与洗脑 理所当然地认为 圣子只是换了个世界存在 到了更加美好的地方生活 然而沐青瑶又何尝不知 所谓的圣子 只是乌家用来选择祭品的一个借口 乌家寨里那些成为白骨的圣子 是被乌家豢养的妖兽 所吞杀而亡 沐青瑶眼圈发红 他只看到白骨 却看不到幽魂 说明那些被妖物吞杀的祭品 连神魂都不剩 圣菜非得说成圣子 哼 人果然比妖虚伪得多 平山君在一旁嘀咕了一句 他要吃人的话 肯定明说 还会说明怎么个吃法 红烧还是清蒸 任君选择 小豆丁将白骨放在床上 道 姐姐 我们回家了 不用在外面挨动了 天色渐晚 外面起了风 木制的屋子看似牢固 其实四下透风 屋子里并不满活 很冷 云雀不说话 其他人也不敢吭声 气氛压抑得可怕 连平山君这头虎妖 都觉得坐在屋子里 不大自在 神国好啊 没有痛苦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 云雀忽然笑了起来 只是笑容冷恋 小豆丁赞同的狠狠点头道 对啊 组长说神国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乌家人 谁先去神国 谁最幸运 我以后也会去神国找姐姐 在神国见到你姐姐后 给我带个话 告诉他 别点什么狼烟了 云雀微笑着道 狼烟求不来天神 也招不来我 上次帮他 纯属路过 你们在乌鸡镇点的狼烟 青湖山上看不到 可是云大哥来了 姐姐说 心诚则灵 只要心里一直想着喜欢的人 一定会相遇的 小豆丁固执地道 你姐姐走了多久 云雀道 一个多月 我天天在后山点狼烟 附近的树枝都用没了 小豆丁道 以后你也别点狼烟了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 看不到的 云雀道 哦 云大哥不回来了吗 小豆丁有点难过的道 回来 我的坟在青湖山 我得埋在坟里才行 云雀笑道 我想把姐姐埋在院子里 这样我就能天天看到他了 小豆丁道 云雀望向白骨 道 小豆丁 你确定 这是你姐姐的遗骨 那么多遗骨都一个样 别弄错了 不会的 小豆丁抓起白骨的左手 道 云大哥你看 姐姐的手背上刻着字呢 随着小豆丁的指点 众人果然看到 白骨手背上 刻着一个清晰可编的字迹 云 无论大镜还是大烟 在身上刻字的不少 雕龙刻缝的 也大有人在 街边混混经常刻一条花壁 来彰显凶狠 正常人在身上刻的字迹与图案 都刻在皮肉上而已 没人会把字迹刻进骨头 那绝非常人 能忍受的痛苦 真正的刻骨铭心 为什么刻个云子 云雀声音变得低沉下来 姐姐发过誓 他说 这辈子只会嫁给云大哥一个人 云大哥如果不娶的话 姐姐就一辈子不嫁人 所以在手背上刻下云大哥的姓氏 我问他疼不疼 他说不疼 但我看到姐姐偷偷哭了好多天 一定很疼的 小豆丁说得很认真 一旁的沐青瑶 已然转过脸去 默默擦了下眼角的泪痕 如此痴情的女孩 如今却只剩一副白骨 造化弄人 云雀抓起白骨的左手 抹扎着手背上深深的刻痕 嘴角渐渐泛起回忆的笑意 这只手 他牵过 当时乌铃被绑在花车上 送进乌家寨 云雀从龙尾之的嘴底下 把乌铃给抢了回来 那一晚 云雀拉着乌铃 导致邀请给乌家留下一句话 你们拿什么胃鸡 我不管 拿我朋友胃鸡的话 先问问我这把刀 本以为青湖山猎妖人的名号 足以震慑乌家寨 保住乌铃姐妹 不料时隔一年已成永绝 小豆丁从一个箱子里 翻找出一套 叠得整整齐齐的大红嫁衣 道 姐姐自己做的嫁衣 她说嫁给云大哥的时候再穿 让我保密 姐姐去了神国 穿不上了 我想让姐姐穿着嫁衣下葬 她好喜欢这套衣服的 平常都不让我碰 呵 死人穿什么嫁衣 云雀一把将嫁衣抓过来扔在一旁 冷声道 没有神国 你们家主一直在欺骗你们 所谓的圣子 其实是妖兽的食物 你姐姐被乌家占领的两头妖物吃了 从头吃到脚 浑身所有血肉 一点不剩 面对云雀的怒吼 小豆丁听傻了 呆滞地站在原地 小女娃从未想象过 那种被妖物活活吃掉的惨烈模样 她始终以为 姐姐走得毫无痛苦 正在神国享福 不会的 不会的 姐姐没有死 姐姐在神国 我 小豆丁大哭起来 若有神国 世上就不会如地狱般的模样 妖该死 但有些人更该死 云雀冷声道 戳破了小豆丁的幻想 是残忍的 可是让小豆丁 始终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 更加残忍 因为她早晚会明白真相 母亲摇含着泪 将小豆丁搂在怀里 安慰道 虽然没有神国 但你姐姐会去往望川 再次轮回 下辈子 她一定会更漂亮 更幸福 门六低着头 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 平山君也觉得 心里不是个滋味 摇了摇朔大的虎头 叹息一声 人才有悲欢离合 自从生出灵智以来 平山君始终难以理解 人族的悲欢 毕竟他是虎妖 他所理解的悲欢 在于能不能吃饱饭 吃饱了就欢 没吃的就悲 简单干脆 可人 就复杂多了 太多的羁绊 太多的牵挂 太多的无奈 黄昏时分 院子外传来车马响动 有人高呼道 天神险盛 圣子降临 花车已至 神国永生 居于此处之人听真 你被天神选中成为圣子 还不速速跪险 小豆丁一听 连忙抹干眼泪 急匆匆跑出屋去 屋鸡镇的人 早已熟悉这套说辞 但凡听到的 都将成为圣子 被送去乌家寨 云缺几人在屋子里没动 默默地听着 透过窗户缝隙 能看到院外是十几人的队伍 为首的是名长须老者 长得慈眉善目 穿着长长的袍子 此人是乌家寨的长老 名叫乌星 见到小豆丁后 乌星命人 将一个水盆大小的莲花 留在门口 莲花是红纸糊的 下面是木头底座 好似的莲台 小豆丁跪在莲台前 神态拘谨 不敢抬头 乌家寨的长老 是家主之下第一人 在乌鸡镇威望极高 可以说一言九鼎 好运的玩 能被天神选中 是你的福气 很快你就能在神国 与你姐姐团聚了 乌星微笑着摸向小豆丁的头 如果是平常 小豆丁不敢躲也不会躲 因为神国的存在 早已深深烙印在 他这种小孩子的心里 刚才云缺揭露了残酷的事实 小豆丁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 避开大长老的手 乌星的手停在半空 温和的眼底闪过一丝冷意 瞬间被他掩饰下去 仍旧微笑道 今晚大忌 好好清洗樊区 莫要耽误了时辰 留下一句带有警告意味的叮嘱 乌星带着人扬长而去 等乌家长老走远 小豆丁才敢起身 强忍着眼泪跑回屋子里 云大哥 我不能招待你了 我要去乌家寨了 小豆丁低着头 说着说着 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绝强地不肯哭出声来 平山君实在看不下去 怒道 吃一个还不够 非得全家都吃了才行啊 我吃东西 都得留几个活口 省得吃绝楼以后 吃不到 乌家寨这是他娘的面门呢 木青瑶沉音道 小豆丁 你们乌鸡镇的习俗 是不是选出的圣子 都要留下连台 小豆丁哭着点头道 等我洗干净后 要坐在门口的连台里 等着上花车 然后被抬到乌家寨 红色的连台 红莲叫木青瑶沉声道 门口那红色连台 实在太过扎眼 平常看不到 乌家的习俗 不知传承多少年 可真正的意义 未必只是个习俗那么简单 否则为何不用其他的花台 不用其他的颜色 偏偏用了红色的莲花台 加上小豆丁说过 最近镇子里没来过外人 木青瑶此刻已经能断定 乌家寨 与红莲叫绝对有关 之所以红莲叫没派遣高手前来设服 是因为整个乌家寨 都是红莲叫的人 想到这里 木青瑶不由地泛起一阵后怕 幸亏当时走的百玉城 有机会与红莲叫的人周旋一二 如果当初走乌鸡镇 恐怕一进镇子 就会被乌家寨围攻 相当于一步踏进龙坛虎穴 想要逃走难如登天 乌家寨竟然敢养着龙尾志 说明乌家至少存在着七品程度的高手 否则很难压制住七阶的妖兽 木青瑶的心思在快速盘算 很快得到个最佳方案 我们把小豆丁带走 去远些的城镇再把它安顿下来 这样既能避免与乌家寨冲突 又能免于小豆丁被当作祭品的命运 木青瑶说出自己的建议 门六与平山君听得连连点头 门六除了能穿门之外 没别的有用之处 真打起来自身难保 平山君对乌家寨极为忌惮 偷了一次酒 就再也不敢来了 让他面对两头七阶巅峰的龙尾志 他肯定不敢 云雀没说话 而是拿出那个干瘪的果子 狠狠咬了一大口 果子之所以干瘪 是放了太久的缘故 乌里尔死去了一个多月 生前摘的果子 自然成了如此模样 甜的 云雀大口嚼着果肉 嘴角挂着奇怪的笑容 平山君看得眼皮直跳 生怕云雀一冲动 提着刀具砍人 连忙提醒道 乌家寨不好惹 不仅那两头龙尾志站立惊人 他们家主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估计乌仁杰的老家伙 至少也有七品修为 而且不像卢道两家 没准与乌修有关 七品乌修 加上两头七阶巅峰的龙尾志 咱们肯定都不过 平山君口中的乌仁杰 便是乌家寨的债主 也是乌家的家主 说完 平山君踢了旁边的门六一脚 门六看了看平山君 疑惑半晌才反应过来 连忙道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咱们是外来人 最好别惹事 人家的习俗 与我们无关呀 趁着现在没危险 咱们赶紧走吧 当然得走 云雀吃完干瓶的果子 擦了擦嘴道 不过走之前 我有件事要办 这话一说 平山君和门六心里 立刻咯噔一声 穆青瑶的神色 反而轻松了不少 轻轻抓住云雀的手腕道 你想做什么 我陪你 真的 云雀笑道 当然是真的 只要你不嫌弃 我是个累赘 穆青瑶声音很轻 但神色凝重 我去娶媳妇 你是不是也要陪着 云雀好似玩笑般说道 穆青瑶诧异了一下 但很快他想到了什么 没有回答 反而重重地点了下头 生死与共 奋陪到底 云雀将目光 转向平山君与门六 道 待会儿二位还得帮个忙 平山君和门六连连点头 反正这里你说了算 天色很快暗了下来 不久后 门外再次来人 这次是四个乌家人 抬着一顶小轿 小轿用花朵装饰 看起来很是喜庆 时辰一道 圣子上路 门外传来的高声吆喝 听着好听 可上的路 却是黄泉路 嘎吱 屋门打开 小豆丁畏畏缩缩地走了出来 身旁跟着黑衣少年 抬轿子的乌家人 看到云雀 立刻面露不善 他们不认的云雀 却知道小豆丁家里 已经没有了家人 几位 能不能通融通融 我家小妹不太想去神国 你们换个圣子如何 云雀笑容可居的道 放屁 一名乌家人冷着脸道 天神选的圣子 你说换就换 你是什么东西 这里是乌鸡镇 容不得外来人 胆敢扰乱乌家大计 你死罪难逃 另一名乌家人冷哼道 有话好说吗 凡事好商量 反正你们经常选圣子 重选一个又不麻烦 云雀笑道 你不是乌鸡镇的人 敢在我们乌家寨 眼前撒野 你他妈有几颗脑袋 少跟我们废话 耽搁了大计 你小子别想活着离开乌鸡镇 另外两名乌家人张嘴就骂 根本没把云雀这个外来者 放在眼里 行行行 我不惹事 你们接走圣子就好 云雀笑着拉开了小豆丁 四人见状不明所以 让我们接人 你却把人拉开了 怎么 你打算抢抢圣子 最先开口的乌家人冷声道 不抢啊 入乡随俗嘛 既然你们乌家大计 带走圣子好了 我这个外人 只当看个热闹 云雀道 那你护着圣子做什么 把他交出来 乌家人冷喝道 他不是圣子啊 你们搞错了 云雀义正言辞地道 连台在此 岂能有错 你分明是想捣乱 乌家人怒喝道 真不是他 我没捣乱 刚当你们的天神托梦给我 告诉我 今天真正的圣子是谁 云雀笑道 是谁 乌家人顺着话问了句 云雀呵呵一笑 道 是你娘啊 一句话 彻底惹恼了四个乌家人 狗东西 敢在乌家寨放肆 砍了他 扰乱大计就是死罪 杀了他 四名乌家人 齐齐抽出长刀 二话不说 照着云雀就看 乌鸡镇鸣风飙悍 往往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这也是外人 很少来乌鸡镇的一个原因 而乌家寨的乌家嫡系 早养成了高高在上的习惯 他们乌家在乌鸡镇 就是土皇帝 乌家的命令就是圣旨 没人敢不听 尤其重要的大忌 谁敢打扰 就是出了乌家的逆铃 因为大忌的缘故 而杀掉外人 在乌鸡镇 已经发生过多次 这里没有官府 尸体往郊外一埋 神不知鬼不觉 没人知道 即便镇上百姓 看到乌家人行凶 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在这里 乌家才是真正的主人 不过这一次 乌家的四个嫡系族人 踢到了铁板 他们的确鸣风彪悍 但青湖山的猎妖人 更加凶悍 迎着斩来的四把钢刀 云雀身形一动 悍然出手 只用刀鞘 一个照面 就将四人的脖子 相继砸断 四人的脑袋 直接弯曲到身后 尸体纷纷跌倒 死得那叫一个痛快 站在门口 云雀看了看手里的长刀 低语道 砍了十几年的腰 也该砍人了 让小豆丁回屋 云雀将门口的大红莲台 用绳子穿起来 绑在自己身前 好似个大红花一样 不伦不类 及时已到 云雀的声音 带着凛冽寒意 上路 取亲 这一晚 乌鸡镇的百姓们 看到了一幕奇观 一个带着硕大斗笠的壮汉 和一个瘦小邋遢的汉子 扛着一架花轿 前面走着一名黑衣少年 少年身前 绑着大红的莲花 犹如个新郎官一样 一路上始终面带微笑 可那笑容任谁看了 都会觉得不寒而栗 在花轿上 隔着帘子 能隐约看到 坐着个新娘子 大红的嫁衣 凤冠霞配 远远看去喜气洋洋 这是一支 简单而特殊的取亲队伍 有教夫 有新郎 也有新娘子 很多百姓都觉得好奇 围过去看热闹 大晚上的取亲 这可是新鲜事 谁家大半夜的办喜事 咱们乌鸡镇 没这习俗啊 指不定是哪个穷鬼家 白天怕丢人 办不起酒席 等到晚上取亲 正好省了酒菜 取回家就洞房了 不对啊 不怕冲撞了天神 你一说我才想起来 大纪的日子 镇子上禁止一切红白事 这到底是谁家 这么不张眼 瞧着吧 等会儿被组长知道了 有他们家苦果子吃 百姓们议论纷纷 指指点点 其中有个酒鬼喝的烂醉 亮呛着凑到镜前 想要看看新娘子什么样 一下失手 将花轿上的帘子拽了下来 花轿本就十分简单 完全木制结构 两侧垂直的帘子 只有装饰作用 一扯就坏 帘子掉落 现出了花轿上新娘子的身影 周围百姓纷纷好奇地望去 打算看看到底谁家的女儿 在这种时候出嫁 然而 当人们看到花轿上的新娘子之后 脸上的好奇 瞬间转变为震撼金句 许多人惊呼出声 一些孩子看到 更是吓得哇哇大哭 新娘子根本不是活人 而是一副瘦小的白骨 午夜娶亲 白骨新娘 乌家寨 身为大长老的乌星 今晚觉得心神不宁 吃掉今天的血食 龙尾痣必定下蛋 莫非要生出来一只一种 乌星自言自语着 拿出一套奇特的器皿 以龟壳制成 他用龟捕之法 占补起来 龙尾痣本就极强 若能出现一种 将成为乌家寨更强的战力 一种妖兽 甚至有机会突破到六阶 到时候 手握一头六阶妖兽 乌家就能在支远线 真正的一手遮填 哗啦声中 龟壳落地 散落成一个图案 卦象没有吸引乌星 反而是落地的龟壳 背面禁束朝下 乌星神色骤变 龟覆朝天 大凶之兆 乌星擅长占卜 这一挂 算的是乌家豢养的龙尾痣 结果出现了一个 极为罕见的挂象 所有龟壳朝下 好比大龟仰面朝天 龟弱翻身 将陷入必死之地 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只能等死 活了六十多年 乌星从未见到如此挂象 他竟一之余 立刻赶到豢养妖兽的地方 亲自查看一遍 乌家养了多年的两头龙尾痣 今晚变得比以往要暴躁许多 下旦之前 龙尾痣大多会如此模样 属于正常现象 但乌星总觉得 今晚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大忌得尽快进行 省得夜长梦多 乌星打定主意 朝寨子外走去 原本大忌是在午夜时开始 不过凶怪的出现 让乌星决定改变时间 尽快完成大忌 带着一对乌家子弟 乌星走出乌家寨 要去赢一赢圣子 结果刚出门 就看到长街对面 走来奇怪的迎亲队伍 乌星一眼认出 被当作花轿的轿子 正是本该圣子乘坐的花车 而新郎官带着的大红花 则是圣子的连台 花轿上的新娘子 更是一副白骨 乌星心头大怒 却没有立刻发作 诡异的迎亲队伍 来得很快 不多时停在乌家寨大门口 平山君与门六放下花轿后 头也不回地溜走 这是云雀事先的吩咐 今晚娶清 是云雀一个人的事 不需要任何帮手 等看清那一身黑衣的新郎官 乌星立刻献出忌惮之色 他认出了云雀 一年前 踢着一把刀 独闯乌家寨的人 乌星怎么会忘 清湖山的猎妖人 来我乌家寨 有何贵感 乌星沉声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找你们乌家当然有事 云雀呵呵笑道 告诉你们的好消息 今天我娶媳妇 好事啊 恭喜了 既然你娶妻 应该回你的清湖山才对 若是缺了酒水菜肴 我乌家可以赠送一些 乌星皮笑若不笑的道 酒菜就免了 我是来要嫁妆的 云雀面带微笑的道 嫁妆 这是什么道理 你娶妻 难道还来 找我乌家要钱不成 乌星冷笑着道 当然了 不找你乌家要 找谁要呢 我娶的可是你们乌家人 云雀一指花轿上的 白骨新娘 道 我娘子 乌灵儿 文婷此言 乌星的神色 瞬间冷了下去 他知道 云雀不是来要嫁妆 而是来算账的 乌星冷冷地盯着云雀 寒声道 乌灵儿已经在神国往生 永恒不灭 得大自在 我劝你 还是别打扰他为好 哈哈哈哈 云雀忽然放声大笑 笑得肆无忌惮 笑着道 神国真是个好地方啊 又能享福 又能长生 那要你这位大长老 想不想去一趟神国呢 乌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旁边的乌家子弟 纷纷握紧武器 如果换成别人 敢在乌家寨大门口如此嚣张 乌家人早就一拥而上 将其活活打杀 可云雀不是旁人 来自青湖山的猎妖人 乌家也要忌惮几分 乌星眯起老眼 沉声道 乌灵儿自愿 替他妹妹成为圣子 没人胁迫 你可以去镇子上随便问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样啊 看来我错怪你们了 云雀点点头 恍然道 我乌家从不会坑害自家人 乌灵儿也信乌 我们当然不会害他 既然知道了前因后果 你可以离开了 乌鸡镇不欢迎你这位猎妖人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以后最好别见面 乌星沉声道 我会走的 不过走之前 有个消息得告诉你 云雀道 什么消息 乌星皱眉道 你们族长今晚会死 你们乌家的族人今晚会死 你养的两只鸡也会死 你这位大长老 愿不愿意替他们先死呢 云雀现出古怪的笑容 道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可要好好选一选 乌星的脸色变得愈发冷冽 其他的乌家人 更握紧了武器 准备随时出手 乌家在空旷的大门外 气氛压抑 剑拔弩张 远处 沐青瑶紧紧捏着双手 与平山君和门六 躲在黑暗里 观望着局势 他知道 这次帮不上忙 但他的愤怒 一点不比云雀少 如果自己是男儿 如果自己也有云雀的战力 沐青瑶觉得自己 也会像云雀一样 为那个曾经吃爱过自己的女孩 讨一个公道 面对云雀如此直白的威胁 乌星强忍怒意 冷声道 乌零只死 归根结底 是我乌家自己的事 你只是外人 你有什么自得多管闲事 我也不想多管闲事 我这人懒得很 懒得理睬你们乌家寨的龌龊 不过 去年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了 你们拿什么未机 我不管 拿我朋友未机的话 先问问我这把刀 云雀缺缓缓摘下背后的长刀 嘴角的笑容 变得冷若冰寒道 你 问过我的刀了吗 当云雀握住长刀的那一刻 一群乌家子弟 同时觉得浑身发冷 仿佛连夜风 在此刻都冷冽了许多 乌星眯着的眼底 闪过一抹阴狠 沉声道 你想要多少嫁妆 可以商量 毕竟乌零是我们乌家人 我这就去找组长 跟我进来吧 说罢乌星转身走进乌家寨 在他转过去的同时 左手悬在身前 掐动出一种古怪的姿势 眼底的阴冷不再隐藏 目光几乎能杀人 其他乌家子弟 也纷纷退回寨子 谨慎地守在两旁 云雀到了身后 大步而行 木星咬几人在远处看着 发现云雀在迈进寨子的同时 好像把什么东西 扔进了嘴里 空旷的门外 只剩下花轿与白骨 夜风袭来 大红的嫁衣 在风中烈烈作响 我们也该走了 离这远点 最好到镇子外等着 平山君低声道 不是他自作主张 而是云雀来的时候定下的 只要自己走进乌家寨 其他几人就立刻离开乌鸡镇 木青姚不放心 道 这里距离乌家寨很远 应该不会被发现 若出现意外 我们也许能帮上忙 不是被乌家发现不发现的问题 是云雀那家伙吃东西了 平山君焦急道 门六好奇地问了句 出来的时候没带着吃的 他当才到底吃了啥 平山君脑道 还能吃啥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能吃的 木青姚瞬间醒悟过来 门六也想到了什么 两人的脸色变得惊悚起来 云雀身上 唯一能吃进去的东西 只有一样 黑风洞里都挖卵 木青姚知道 云雀有吃蛇蛋鸟蛋的习惯 是用来压制刀中的妖力 可挖卵那东西 本身都有九阶妖兽的气息 几乎能看作一个小小的九阶妖兽 要是吃下去 很容易长穿肚乱而亡 生吞九阶妖兽 何其恐怖 那绝非人足能做到的事 随后木青姚 明目了云雀的心意 今晚独闯乌家寨 云雀已经做好不死不休的打算 咦 云雀怎么了 门六惊奇地低语道 木青姚急忙望向乌家寨 他看到云雀正站在乌家寨的大门里 一动不动 刚刚迈进大门而已 就定在当场 这种情况绝对不寻常 看云雀的背影 几乎毫无防备 好像睡着了一样 木青姚的心立刻提了起来 云雀的确睡着了 迈进乌家寨的那一刻 一阵无法抗衡的困意袭来 云雀只觉得眼皮重如千金 根本睁不开 几乎一瞬间而已 云雀就沉沉睡去 还是站着睡的 前面带路的乌星随之停住脚步 转回身 面带冷笑道 猎妖人又如何 在我的陈免咒之下 还不是乖乖睡去 乌星一挥手 两名乌家人 立刻将寨子的大门关闭 陈免咒来自于乌修的手段 施展之下 可让人瞬间入梦 能施展这等法咒的乌修 至少要八品 乌星便是一位真正的八品乌修 陈免咒的施展 有一个前提 需要对手毫无防备才行 如果事先做好准备 比如以痛绝来激发神志 陈免咒很容易失效 乌星老奸俱华 洋装服软 将云雀引到寨子里的同时 暗中发难 果然让云雀陷入了沉眠当中 见云雀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一名乌家子弟咬牙切齿道 去年这狗东西 就来大闹个乌家寨 今天我来送他上西天 说吧 持刀就要斩杀云雀 不可 乌星一声呵斥 拦住对方道 他是八品炼骨禁武夫 一身筋骨 已经熬练的刀枪不入 你若一刀砍不死他 反而能将他惊醒 那该怎么办 总不能放他活着离开 乌家子弟凶恶道 进了乌家寨 哪还有活着离开的道理 老夫亲自送他一程 乌星冷哼一声 宁笑着掐动出复杂的咒诀 迪鹤道 入梦之法 梦杀 乌修 天下修行派系中 最为神秘的一只 乌修擅长四重养骨 驾驭阴魂 下咒 入梦 控制他人神魂 施展的手段 因邪而隐秘 正面对战 乌修 没有多少优势 无论道家儒家还是佛门 都有很多手段对付乌修 可若是暗杀偷袭 乌修绝对是所有修行派系中的佼佼者 令人胆寒的刺客 防不胜防 乌修九品为战乌 以乌独之物洗炼自身 借以激发潜能与体魄 这一点与乌者有着类似之处 九品战乌的体制在同阶之间 仅次于武夫 八品法乌 以修炼咒术为主 降头 咒杀 入梦杀人 均为隐晦的杀人手段 修制八品巅峰的法乌 只需要得到目标的一丁点血肉 甚至一根发丝作为媒介 无需接触 即可在暗中咒杀对方 乌星施展的入梦之法 便是一种阴险的咒术 梦杀这种手段 会将对方的神魂与梦境连接在一处 在梦境中杀掉目标 相当于杀掉了目标的神魂 被杀者将永远无法醒来 就此葬身在梦境当中 作为八品法乌 乌星的入梦之法 已经修炼得十分娴熟 乌家寨能在乌鸡镇屹历多年 靠的可不只是乌家的人多 还有乌家暗中施展的狠辣手段 这些年 乌星单纯以梦杀干掉的目标 就多达上百个 无一例外的一击必死 从来没有失手的时候 即便目标是名八品五夫 乌星也有绝对的把握 在梦境中杀掉对方 不仅乌星信心十足 乌家的一众子弟 也对大长老出手信心百倍 在这些乌家人看来 独闯乌家寨的猎妖人 今天必死无疑 乌星闭着眼 双手掐着骤印 长袍无风自动 大袖鼓动不停 他不断催动着浑身法力 将梦杀施展到极致 乌星不敢小觑云雀 毕竟人家是青湖山的猎妖人 这个名头不是别人封的 而是人家这些年 一刀一刀砍出来的 去年云雀独闯乌家寨 乌星并没动手 任凭云雀将乌鸣带走 一来是忌惮着猎妖人的战礼 当时龙尾志即将产淡 乌星不愿节外生枝 二来乌鸣这种血食 可有可无 不值一提 放走就放走 再找一个就是 没必要为了一口血食 与猎妖人结仇 如今时隔一年 乌星觉得 云雀早忘了乌鸣这种凡人 他没料到 云雀敬畏了的凡人女娃 打上门来 既然云雀赶上门 乌星自然不会再留什么情面 于是选择将其诛杀于此 乌星对自己这次出手 把握十足 然而 他身上的法力 却在不断流逝 就像开闸的水渠 没有尽头 乌星豁然睁眼 眉头紧锁 法力流逝 只代表着一点 那就是 他的入梦之法 始终在施展 沉眠 造梦 最后梦杀 这三步杀人的技法 乌星自以为做到了完美 而且 云雀的确陷入沉眠 可是从第二步开始 出现了意外 无法造梦 乌星觉得无比诧异 他用梦杀这种手段 干掉了上百人 其中不乏修行者 的确有人在最后关头 动用底牌清醒过来 但那是第三步的梦杀阶段了 此刻他却停滞在第二步 别说潜入梦境中杀人 连梦境都造不出来 这种情况 相当于乌星已经挖出了一个池塘 准备淹死对方 结果回头一看 池塘里没水 为何造不出梦境 乌星低声自语 一脸迷惑 如今的局面 他实在无法理解 正奇怪的功夫 乌星听到了憨声 憨声来自云雀 人家站在院子里 睡得无比香甜 作为八瓶法屋 乌星能清晰分辨出 云雀此刻的状态 绝非装睡 而是真正在沉眠 可梦呢 乌星惊讶地 渐渐张开大嘴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怀疑起 自己是否当真 修炼了入梦之法 活了六十多年 乌星第一次见到如此奇人 无梦之人 得出云雀 根本不会做梦这个结论后 乌星气得老脸发青 他很想破口大骂 诸都有做梦的时候 谁家大活人不做梦 这是睡得比猪都沉啊 乌星鼻子都要被气歪了 他不再继续造梦 吩咐道 去掉击公母手 很快 二十名乌家人 手持弩剑汇聚而来 排成扇面形 手中弩剑齐齐 对准云雀 乌家这些弩剑 制造十分精良 都是军中的连发重母 杀伤力极大 把他定死在此地 即便他不死 再慢慢 把他大气八块 乌星恶狠狠地抬手道 听我号令 对付八品武者 乌星 使用了最为稳妥的办法 贸然用刀剑去砍云雀 很容易将其惊醒 若是连弩齐发 云雀就会变成筛子 哪怕弩剑无法杀死 也会将云雀钉住 令其动弹不得 到时候 就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不等乌星最后的命令出口 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动静 咕噜噜 类似闹肚子的响动 不知从何处传来 与此同时 云雀动了 没睁眼 而是弯下了腰 捂着肚子 乌星终于知道 是谁闹肚子了 他猛地将大手挥落 吼道 杀了他 搜搜搜 一只只利剑破空而出 直奔云雀 下一刻 云雀忽然睁开了眼 嗡 长刀出窍 扑扑扑 袭来的弩剑 一只不落 尽数被长刀反之而回 二十名乌家弩手 新窝处齐齐重剑 当场毕命 云雀一手提刀 一手揉着肚子刀 不能乱吃东西啊 肚子疼不算病 腾起来真要命 说着轻松随意 但云雀的目光 冷冽如冰 乌星这老家伙 居然是乌修 这一点云雀没料到 这才中了沉眠皱 幸好提前吃了挖卵 那玩意进了肚子 不疼才管 砰一声 云雀照着自己肚子 猛砸一拳 身体缓缓站直 这一拳 砸的力道不算大 并非为了砸晕挖卵 而是激发出身上的煞气 以煞气来禁锢住挖卵的躁动 你们乌家寨 就是这么待客的吗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客气了 云雀冷笑道 长刀抬起 指向对面的乌星 到了现在 乌星知道 说别的没用 乌家与云雀只能与死网破 哼 区区八平五夫 少要张狂 乌星低贺中改变手段 只见他双手快速在身前结印 头发随之飘浮 在身后扑斩开来 在乌星施法之下 云雀脚下的地面 突然变得泥泞起来 很快形成一大片沼泽 一只只干瘪腐烂的骨头手 从沼泽里探出 抓向云雀 云雀一刀斩落 结果出乎预料 被斩中的骨头手 完好无损 直接抓住云雀的脚踝 砍不断 云雀非但不怕 反而好奇起来 用力抬脚 无法移动 脚下的沼泽 将它牢牢粘在原地 随着越来越多的骨头手抓来 云雀身上 很快遍布骨手 有的抓脚 有的抓尖 有的抓头 上百只骨头手 将云雀牢牢按住 抓着云雀 向沼泽下方沉去 乌雀面带冷笑 望着下沉的云雀道 猎妖之人 一见莽夫罢了 此地 将成为你的坟墓 云雀 死在这里吧 随着乌雀的声音 云雀的头部 也沉入了沼泽 只剩两只眼睛 乌雀果然邪门 云雀低声道出 两个清冷害人的字眼 血童 一抹血光流转之下 云雀的左眼 扑上一层烟红 血童动用之下 脚下的沼泽随之消失 无数骨头也化作虚无 云雀仍旧站在原地 刚才的恐怖景象 只是乌星施展出的幻术 血童 便是妖之眼 当云雀的眼瞳转为血色 那么施加在身上的幻术 将不攻自破 除非对方的幻术能力 比云雀手里的妖刀 还要强大 很显然 乌星远远达不到那等程度 幻术一破 乌星直接被反噬 连连倒退树部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气息大乱 还有什么本事 都拿出来 你是我第一个遇到的八瓶法窝 也是我击杀的第一个乌秀 云雀持刀而上 如猛虎扑石 挡住他 乌星气息不稳 急急大吼 立刻有四名乌家人 手持利剑 挡在大掌卯面前 这四人均有九品战乌的实力 平常经常配合 四把剑同时斩出 角度刁钻 攻向云雀的要害 乌家人以凶悍著称 出手的四人 打着同归于尽的心思 他们当中 只要有一把剑击中对手 至少能将云雀中创 其他人就算死了 也不在乎 然而 这几人低估了猎妖人的战力 一个照面而已 云雀都没刻意躲避 直接一刀横扫 四把长剑应声而断 四颗人头滚落在地 一刀 斩杀四名九品战乌 乌家人知道 青湖山的猎妖人不好惹 但他们没见过 云雀斩妖的模样 即便巴结的三眼妖狼 在云雀面前 也不过一刀而已 瞬间冲过四名战乌的尸体 云雀到了乌星进前 手中长刀 犹如恶龙般斩落 乌星大惊失色 被乌者近身的下场 他岂能不知 尤其是云雀这种 比乌家人还要凶悍的武夫 乌星长袖一抖 手中多出一把弯刀 犹如镰刀一样 用尽全力挡向云雀的刀锋 枪 一片火花闪过 乌星的确挡住了这一击 但他自己也被巨大的力道 轰飞出去 身为八瓶法巫 乌星曾经也是九瓶战巫 他的体质远比道门 或者儒家修士 要强悍得多 甚至不弱于九瓶舞者 但对上八瓶练古镜的武夫 乌星的体质就不够看了 这位乌家大长老 整个人倒着飞出 不等落地 云雀已经快如闪电般 跃到乌星的上方 神国挺好的 我送你一程 云雀与乌星平行 在其上方一刀斩下 咔 哄 乌星拼了老命 以弯刀格挡 结果连人带刀 被轰进地面 乌家寨里 铺着坚固的方砖 乌星直接砸碎一大片方砖 附近的裂痕 扩展到十余丈之远 这次重击 虽然没砍死乌星 却让其大口喷血 猎妖人的刀 不斩杀敌人 是不会收的 云雀借着下坠的力道 刀尖朝下 双手握刀 对着乌星扎了下去 云雀一连串的杀招 快若奔雷 乌星疲于应对 此刻到了强弩之末 他终于体会到 猎妖人的恐怖 乌星后悔了 后悔不该拿乌铃 为妖兽 换个其他解释 也就没有今天的麻烦 但人早死了 乌星知道后悔没用 迎着云雀袭来的长刀 他动用了最强法咒 扑 乌星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 双手快速掐动咒绝 在长刀刺落的同时 大吼出声 血咒 乌星喷出的鲜血 突然在半空汇聚成一颗 争鸣狼头 呼啸着咬向云雀 血色狼头 是一种强大的咒术 以乌修自身精血引动 耗费极大 是八品乌修的最强一击 施展出血咒瞬间 乌星的容貌随之改变 大量皱纹出现 头发眉毛相继变白 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哄 血色狼头与长刀相撞 炸裂出漫天血光 云雀下坠的姿态就此顿住 刀刃切在血狼的獠牙上 竟一时难以将其斩断 乌星见血咒奏效 他一狠心 调及浑身法力 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 那不是普通的鲜血 而是融合了乌星寿源的精血 乌星准备孤注一掷 无论耗费任何代价 也要将云雀击杀在乌家寨 得到鲜血补充的狼头 转眼间膨胀背许 比云雀要大出两倍 狼头突然张开大口 连着长刀 一起将云雀吞没 距离乌家寨数百丈远的 一座木屋顶端 沐青瑶与平山军门六几人 正在等待 这里比较偏僻 地势较高 站在屋顶能眺望乌家寨 尽管看不到寨子里的情况 但沐青瑶看到了 出现在半空的血色狼头 刚刚来到这里 沐青瑶就看到 云雀被那血色狼头吞没 好大的狼 云雀被吃掉了 门六惊呼道 那是法术 很强的法术 平山军忌惮旦道 一血化狼 乌骨之术 乌家居然有乌修高手 沐青瑶马上紧张起来 替云雀捏了一把汗 乌修的手段神秘而阴险 令人防不胜防 尤其武夫 大意之下 很容易被乌法中创 武夫不同于其他修行者 一旦战斗会调动自身气血 虽然战力凶猛 但有个弊端 杀着杀着 就会杀红了眼 越是凶险的战斗 越能影响武者的心神 以至于让武者对自身防御愈发大意 这一点好比斗牛 当牛达到愤怒的极限 就是牛被击杀的时候 如此现象 在武者身上十分普遍 其他派系的修行者 几乎人尽皆知 于是将其当作武夫的弱点 加以针对 穆青瑶怕云雀也杀红了眼 掉进乌修的陷阱当中 不过穆青瑶的担心 有些多余了 仅仅片刻之后 乌家寨上空的血色狼头 便开始扭曲起来 紧接着 在一道刺眼的刀光下 分为两半 一道身影从空中落下 云雀稳稳站在地面 左眼星红 手里的长刀 荡漾着烟红血色 那血色之浓 比起头顶的狼头 还要浓郁百倍 哗啦 血色狼头 化作血雨洒落 地面被染红 乌星大惊 他没料到 自己以耗费兽缘 与生命为代价施展的血咒 居然挡不住云雀片刻之久 其实 血咒这种强力杀招 是七瓶血污最为拿手的招式 以乌星八瓶法污的修为 只能勉强施展 还要消耗自身弃血兽缘 可以说代价极大 拼尽全力施展出血咒后 乌星已经气息虚弱 无力再战 他转头就逃 周围几十名乌家子弟 则一拥而上 冲向云雀 为自家长老争取逃离的时间 云雀冷冷一笑 脚下错动 追杀而去 挡在面前的乌家子弟 犹如一堆破砖烂瓦般 几个呼吸便被斩杀一空 留下满地尸体 这时乌星已经逃进一条长廊 正拼尽全力 冲向长廊尽头的大巫 云雀哪能放过这老贼 几个纵月追到乌星身后 单纯比拼速度的话 八品乌修 由于在九品境界的时候 以乌毒之物洗练过自身 绝对比道家儒家修士 要快得多 但是比起同阶的八品武夫 那就不够看了 追上乌星后 云雀手起刀落 一刀斩向乌星的后颈 乌星修炼多年 面对危险应对得十分快速 他直接抱头 朝着前面滚了出去 别看狼狈不已 倒也堪堪 避开了致命的一刀 乌星一下子滚到长廊尽头 扶着旁边的柱子 狼狈爬起 云雀则放慢了脚步 提着刀 一步步走向目标 乌星面带惊恐的吼道 乌铃儿一条不值钱的烂命而已 值得你与整个乌家为敌吗 岂别杀了我 你云雀也走不出乌家寨 云雀冷冷地笑道 你眼里不值钱的烂命 在我眼里可是乌家之物 你们乌家做错了事 就要承受代价 乌星死死盯着云雀逼近的脚步 喝道 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 这样好了 镇子上的所有女人你随意挑选 我做主 送你十个媳妇 十个太多了 我销售不起啊 一个就够 云雀笑道 好 你说想要谁 我亲自出面 为你提亲 乌星喝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啊 云雀笑道 当然 我身为乌家大长老 在乌鸡镇一言九鼎 无论你选谁为妻 他不敢不从 乌星道 我要你骂 云雀话音出口的同时 脚下乍起风悬 乌星勃然大怒 他用力拍了下身旁的柱子 咔嚓一声轻响 激阔转动 哗啦啦 云雀脚下的地面瞬间开裂 长廊中心位置出现一个无底大洞 刚要发力冲出的云雀 脚下失去支点 就此掉落地底 哗啦 乌星再次转动机关 地面随之合拢 乌星这才长出一口气 懊恼道 好难缠的猎妖人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便当做龙尾之的解释好了 乌星不敢久留 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乌家寨深处 他要去找家主 敌人太强 乌星怕云雀 还有脱身的机会 家主今年始终在闭关修炼 若非灭族的大势 不会出关 而云雀展现的强大战力 让乌星心胆剧烈 他不敢拿乌家的存亡做赌注 必须请家主出关才行 当乌星急匆匆去寻家主禀报之际 云雀正在地底滑行 地坑并非一个坑洞 而是类似一条宽大的隧道 斜着沉入地底 隧道完全由金刚铺就而成 看不到半点砖瓦 无法以刀剑作为支点 云雀一路滑向地底 近百丈的隧道 很快抵达尽头 云雀觉得身体悬空 随后掉落而下 幸好与地面的距离不算太高 大致有五丈高度 这种高度 是摔不死八平五夫的 云雀在双脚落地的同时 朝前翻滚 卸掉坠落的力道 当起身之际 云雀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咕咕咕咕咕咕咕 好似进了鸡窝 所在之处 是一间巨大的地底密室 极为宽敞 地面铺着厚厚的稻草 四周墙壁上燃着火把 将密室照耀得亮如白昼 在角落里 能看到一些森白的骨骸 咕咕的怪声 很快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妖气汹涌 云雀缓缓转过身 眼前 是两只形态争鸣的妖物 两丈多高的身躯 鲜红的机关 幽蓝的眼球 尖如钢铁的常会 历剑般的巨爪 那是两只畸形的妖物 庞大而猙獰 身后拖着一条硕大的蚌尾 各自散发着七阶妖兽的气息 龙尾痣 乌家豢养多年的七阶巅峰妖兽 所谓的龙尾 其实指的是蚌尾 在两只龙尾痣面前 云雀显得十分渺小 需要仰头才能看到妖兽全貌 龙尾痣分为一公一母 其中的公鸡晃动着脑袋 嘴巴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痕 当他看到云雀后 一双蓝眼里 立刻爆发出恨意 他认出了云雀 就是去年在他嘴巴上 留下刀痕的家伙 母鸡的体型比攻击还大 不知是不是要下蛋的缘故 显得格外暴躁 喉咙里不断发出咕咕怪声 龙尾痣的形态 已经足够骇人 其战力更是可怕 连平山君那等七阶虎妖 对龙尾痣都忌惮几分 碰到了 绝对会避让三射 七阶妖兽当中 龙尾痣绝对能排在前列 甚至达到前三的程度 是修行界公认的 七阶巅峰类妖兽 这种妖兽看似蠢 实则极其灵敏 嘴巴上的常会 不仅是吃人的戾气 还能咬住法器 让修行者难以施展 长爪与盲尾 更是要命的东西 龙尾痣一爪 就能抓猎一大块青石 而盲尾甩动起来 足有数万斤的距离 平山君的虎尾 威力已经相当不俗 但比起龙尾痣的盲尾 差了太多 如果让平山君 单纯以虎尾 与龙尾痣的盲尾对轰 那么平山君 肯定先被抽死 原来是鸡窝呀 面对两头七阶巅峰妖兽 云雀面不改色 淡淡一笑道 看来你们的伙食不错嘛 一年没见 又长了不少分量 咕咕 咕咕 攻得龙尾痣 发出刺耳叫声 呼扇起翅膀 妖气大作 母的龙尾痣 则愈发躁动 身后的盲尾 劈啪甩动 将地面砸出一条条痕迹 云雀没在乎两头妖兽 环顾着密闭的地底空间 养妖之地 困兽游斗 好地方 乌家的养妖之处 也是完美的斗兽之地 乌家的敌人与仇家 许多都葬身于此 再也没出去过 哦 云雀将左手划过长刀表面 刀身上随之 睁开一只血童 不宰了你们 看来是出不去了 正好 今天来算算账 云雀的笑容瞬间转冷 韩生道 你们敢吃了乌铃 那么 我就吃了你们 下一刻 密室之内 血光冲天 妖刀之内 探出了一只血色巨爪 乌家寨深处 有一处安静的院落 四周折服着几十名乌家高手 昼夜职守 这里是乌家重地 一家之主的闭关之处 乌星移进院子 立刻有两名身形壮瘦的年轻人 现身而出 大长老 剑是家中长老 两名乌家高手急忙拜见 我去见组长 你们守在这里 乌星点点头 快步走向大屋 两人迟疑了一下 不敢多说 退回到阴影里 没有组长的许可 这里不许任何人出入 但乌星这位大长老 是个例外 到了乌门前 乌星犹豫起来 云雀已经掉进 四仰妖情的密室 面对两头龙尾治 可以说九死一生 这时候去打扰组长 有些得不偿失 一旦组长修炼到 紧要关头 突然被打断 那可是 乌家最大的损失 但乌星的心里 始终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不仅是云雀表现出的 惊人战力 还有他之前捕的那一挂 龟腹朝天 必定大凶 预示着死亡 而且龟这种东西 全名叫做乌龟 龟腹朝天 乌家大难 不行 必须禀报组长 乌星打定主意 正要叫门 忽然大门开了 进来吧 苍老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乌星顿时一喜 既然组长已经察觉到自己前来 那就不会惊扰到组长修炼 乌星急忙走进屋中 一进屋 乌星的浑身 猛然颤抖了一下 屋子里昏暗无光 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息 随着烛火亮起 血腥之气一扫而空 木榻上盘坐着一名老者 长眉樱目 长发垂到他上 宛若披风 在这老者的身上 起伏着一层血色 若隐若现 此人正是乌家的组长 乌家寨真正的主人 乌仁杰 乌仁杰缓缓睁开眼 眸中闪过一层血光 他抬手朝着乌星身后 隔空一抓 这时 院墙上的一只野猫 刚想跳进院子 猫身突然干扁 被瞬间抽走所有血肉 只剩一张扁扁的皮囊 如树叶般飘落墙头 野猫的血肉 化作一道蟹线 被射入屋内 随后在乌仁杰面前 变化成一只完全由鲜血组成的野猫 灵活地跳上书桌 伸展爪子 衬着懒腰 唯妙唯笑 乌星愣了一下 随后惊喜道 恭贺族长 血咒之术大成 这一年来 乌仁杰之所以闭关不出 是为了将血咒术 修炼到极致 不同于乌星耗费精血与寿源 才能施展的血咒 七品血污 可以将周围活物的鲜血玻璃 为己所用 以血为霉 制造杀伤力极大的咒术 身为七品血污 乌仁杰的实力极强 但此人十分低调 几乎从不在外人面前展现修为 以至于除了乌星与乌家核心子弟之外 其他族人乃至乌鸡镇的百姓 都以为乌仁杰并无修为 血咒之法 玄妙非凡 为七品以上 方可感悟到其中真谛 大长老可要加把劲了 早日冲进七品才好 乌仁杰微笑道 族掌天赋过人 不仅早已是七品高手 连血咒之术这等极难施展的咒术 都可修炼到大成 我是比不得了 乌星连连白手 谦虚道 乌仁杰笑了笑 问道 龙尾志可产下了血玉之弹 朝中那位大人 既然喜欢血玉 我们就投其所好 拉拢住他 我族的大忌 自可再进一步 乌星咧了咧嘴角 道 今晚的大忌出了些意外 将云雀前来闹事地经过 道出之后 乌星闭口不语 等待族掌决断 青湖山的猎妖人 名头倒是不小 说到底 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娃娃罢了 既然他掉进密室 现在应该成了龙尾志的食物 比起寻常女娃 八瓶五夫的气血更加聪明 这次的血玉之弹 品质定然不俗 乌仁杰轻松地说道 见组长对云雀不以为意 乌星急忙道 组长莫要小看了那云雀 我刚才和他动了手 任凭我施展权力 连血咒都动用 也无法将其战败 猎妖人的名号 绝非空穴来风啊 哦 我说你的气血 怎会如此混乱 原来动用了血咒 八品境界施展血咒的代价极大 看来你 被他逼到了绝境 乌仁杰此刻献出些兴致 起身道 走 去瞧瞧那个云雀 看他这位猎妖人如何 被妖手吞吃 比起乌星的心神不宁 乌仁杰底气十足 不管云雀有多强 只要还是八品武者 在乌仁杰的认知中 就绝对逃不出 两头龙尾之的围杀 乌仁杰与乌星 沿着密道抵达 地底一座巨大的铁门前 门内 便是豢养龙尾之的地方 此刻大门里静悄悄 没有任何打斗的声音 这种情况 预示着云雀早被龙尾之吞噬 乌星还是放心不下 谨慎道 云雀那家伙站立过人 组长务必小心为好 乌仁杰笑道 大长老有些启人忧天了 莫说一届八品武夫 即便七品高手到了我们乌家寨 也有来无回 开门 嘎吱吱 铁门缓缓开启 乌仁杰当先走了进去 乌星紧随其后 两人一进来 立刻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 那是烤肉散发出的独有香气 当看清密室内的情景 乌仁杰的脚步 就此顿在门口 这位乌家族长 欺贫血污 此刻脸色变得阴沉如水 笼罩浑身的气血 几乎凝练成实质 乌星则无法控制地张着大嘴 喉咙仿佛被人掐死了似的 一时说不出话来 密室内 架着个火堆 火堆上 烤着一只硕大的鸡翅 烤肉散发的香气 正是这只刚刚烤熟的鸡翅 四周地面铺满了鲜血 残枝散落满地 两只鸡手整整齐齐地立在火堆前 幽兰的眼珠早已失去光泽 火堆前 坐着明黑衣少年 一手提着刀 另一只手 不知拿着什么东西 在大吃特吃 听到开门的声音 云雀缓缓转过头 嘴角残留着食物的血迹 朝着乌家之主与乌家长老 献出个古怪又诡异的笑容 云雀扬了扬手里 另一只挂着血丝的鸡翅道 你家的鸡翅味道不赖 挺可口的吗 乌人杰猛然捏紧双拳 一头长发无风自动 疯狂摆动 气息的暴起 代表着这位乌家之主的愤怒 乌家豢养多年 当作摇钱树的两头龙尾智 居然在短短时间内 彻底被灭杀 还让人家做成了烤鸡翅 最让乌人杰暴怒的是 云雀吃的不是那只烤熟的鸡翅 而是在生吃另一只 这一刻 乌人杰想起了一句 报仇之计最为常用的说辞 生蛋其肉 痛饮其险 生死大仇 才会让人说出 如此凶狠之言 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没人会当真生吞仇人的血肉 可眼前的黑衣少年 却在用实际行动证明 生蛋其肉这种狠话 何须多言 我直接吃给你看 猎妖人 果然名不虚传 乌人杰压下心头暴怒 渐渐冷静下来 身为组长 乌人杰城府极深 他瞬间对局势做出判断 青湖山的猎妖人 足有覆灭整个乌家的战力 那两只被大卸八块的龙尾智 就是最好的证据 冷静后 乌人杰沉着面孔道 既然你云雀取了乌家之人 我们就是一家人才对 你想要嫁妆 可以 开个价钱 我以乌家族长的身份做主 将乌灵而封光大驾 绝不会亏待他就是了 这番话说得看似服软 可乌人杰的两只手 却无声无息地伸展开五指 每根手指的指尖处 都有一条无形的血线垂落 好似十条细小的毒蛇斑潜入地面 连接起大片妖血 稳均之计 乌人杰要利用两头龙尾之的血液 来完成一次杀局 你能给多少 云雀扔掉手里血淋淋的鸡翅 饶有兴致地站了起来 金银珠宝 玛瑙翡翠 只要你能想象到的财富 我都给得起 乌人杰豪迈道 只要你开口 我定满足你的要求 还是组长痛快 不像你们长老 扣扣嗖嗖嗖的 那好 我的要求其实不高 我要的驾掌 云雀嘴角挂笑 缓缓抽刀道 是你们乌家所有人的命 要求的确不高 灭足二爷 乌人杰怒急返笑 哈哈 好大的口气 你身为猎妖人 本该胸襟广阔 却为了个早已死掉的女人 与我整个乌家为敌 云雀 你到底会不会算账 你认为值得吗 值不值 我心里有数 云雀持刀冷笑 世间有没有公道我不管 不过 我有我自己的公道 你杀我娘子 我灭你满门 这就是我的道理 好好好 乌人杰连声道出三个好字 两只大手猛地提起 冷喝道 既然你冥完不灵 那就死在乌家寨好了 哗 哗 哗 一滩滩血水应声而起 在半空汇聚成一条 妖血组成的血龙 血龙张牙舞爪 散发着惊天的妖气 地面上 龙尾之的蚕尸 在快速干扁 同时半空的血龙 不断壮大着 片刻后 达到十余丈长短 血咒之术 吞天血龙 乌人杰双手结印 那血龙仰天嘶吼 浑身爆发出狂暴之气 摇头摆尾冲向云雀 云雀一声冷笑 双眼瞬间转为星红 一刀斩出 轰鸣炸气 血龙与妖刀碰撞 爆发出一团狂风 地面的残肢 尽数被吹开 撞得四周墙壁到处都是 云雀这一刀 携带着妖之力 妖刀爆发的力量 不弱于血龙 但云雀的本体 仍旧被困住 血龙散发出惊人的煞气 形成旋风 云雀在其内动弹不得 一身黑衣 妖血化龙 煞气伤人 够阴狠的手段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云雀站在煞气风卷中 微然不动 低声自语 乌仁杰狂笑而起 道 现在后悔晚了 猎妖人的归宿 就该葬身妖口 云雀摇了摇头 望向乌仁杰的目光 带着一份奇怪的怜悯 道 我后悔的是 去年就不该只砍一刀 我应该让你们乌家看一看 何谓真正的煞气 那样的话 乌零儿就不会死了 随着云雀平静的低语 他的双肩开始弥漫出 大片阴冷狂暴的气息 直至将整个密室 尽数铺满 那不是长刀的妖气 而是斩妖无数 才能积累而出的 如山煞气 宽阔的地底密室 此刻完全被血煞之气填满 在云雀的煞气面前 血龙显得暗淡无光 煞气风卷 不攻自破 乌仁杰不受控制的连退三步 乌星更是被这股恐怖的煞气狂风 掀翻了个跟头 无论乌家族掌乌仁杰 还是大掌老乌星 心里同时生腾起强烈的忌惮 云雀说的一点没错 若让乌仁杰与乌星 看到这如山的煞气 他们根本不敢再动乌灵儿一根手指 去年的时候 乌家人只认为 云雀是个八品巅峰五夫 在两头龙尾之面前 也有一战之力 为了避免麻烦 才让云雀带走乌灵儿 如果知道青湖山的猎妖人 恐怖到如此地步 乌仁杰绝对不会招惹这等强敌 遗憾的是 云雀以为一年前那一刀 已经足够震慑乌家战 而乌仁杰与乌星则以为 云雀的战力不过八品而已 世上的遗憾很多 无法挽回 如今的局面 只剩下不死不休 自从云雀展现出自身携带的真正煞气 乌仁杰就清楚了一点 来自青湖山的猎妖人 是一个真正的冷血屠夫 那如山的妖气 至少要数以万计的妖物之死 才能汇聚而出 乌仁杰甚至能想象到 云雀所斩杀的妖物尸骨 足以堆积起一座高耸的古山 至此 乌仁杰心里再无任何念头 他只想倾尽一切力量 将这个恐怖的仇家抹杀于此 七平血雾的磅礴法力 被鼓动而起 密室内的血龙再次猙獰起来 猛攻对手 血龙来自两头龙尾之的鲜血 在乌仁杰的炼化下 足以达到七阶巅峰妖兽的战力 但血龙的力量 在云雀面前还远远不够 既然走进乌家寨之前 生吞了一枚蛙卵 云雀今天就没打算有任何留守 祭瓶已经备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动用妖刀的时候 刀身中心 再次汇聚出一颗血色树铜 刀体的表面 流藏起烟红的光泽 溢如一层浓郁的鲜血 云雀的动作不快 一刀又一刀 砍得十分认真 每一刀下去 血龙的身体都会被斩断一部分 很快 血龙变得支离破碎 血龙涌出 与血龙融汇在一起 得到乌仁杰的鲜血 裂开的血龙很快融合完整 继续发动猛攻 人力中有劲 哪怕你是七平五夫 也无法一直作战 血骤之法 却能源源不断 只要有鲜血存在 我便同皆无敌 乌仁杰冷声喝道 两头龙尾之的鲜血确实很多 足以让血龙持续存在 再加上他自己的鲜血 可增加血龙战力 反观云缺 想要抵挡血龙的猛攻 必须用尽全力出刀才行 这种高强度的恶战 足以托死低阶武者 尽管五夫的体质极为强悍 但毕竟是人 只要是人 气力就一定有尽头 乌仁杰的打算 是用血龙托死云雀 龙尾之的鲜血不够 就用他的血 他的血若是还不够 就用所有吴家族人的血 乌仁杰有信心 将云雀托到精疲力尽 五夫一旦耗尽力量 与待宰的羔羊将再无分别 恐怕让你失望了 我的刀 其实胃口比我还好 云雀说完这句奇怪的话 猛的一阵长刀 刹那间 刀体之上 开裂出一道烟红的窝口 好似一张嘴巴 当云雀再次出刀 斩中血龙的同时 那头猙獰血龙 直接被长刀吸扯住 龙头不断缩小 竟被刀身上的嘴巴 逐渐吞噬 如此诡异的一幕 将乌仁杰与乌星 惊得瞠目结舌 世上哪有如此武夫 不但生吃七阶龙尾之的肉 携带的武器长刀 还和龙尾之的血 主人弹其肉 妖刀引其谢 乌家两头龙尾之的下场 惨烈如斯 在乌仁杰与乌星愣神的功夫 硕大的血龙 已经被妖刀尽数吞没 半点没剩 乌仁杰用血咒术 拖死强敌的打算 就此成了笑话 他乌家人的确不守 但加起来 也没有两头龙尾之的血多 整个乌家寨的人 全抽成人杆 聚集出来的鲜血 也不够那把刀喝的 当乌仁杰清醒过来 正看到云雀身形略动 朝着他杀来 乌仁杰大惊 他可不敢让这种恐怖的武夫近身 以云雀展现出的恐怖战力 别说七瓶血乌 六瓶的乌妖被近身之下 也得隐恨黄泉 武夫被所有修行派系所比移 同时也被所有修行派系所畏惧 因为只有武夫 能做到越阶杀人 只要近身 武夫甚至能击杀 比自身高出两个大境界的对手 乌仁杰不敢迟疑 抬手抛出一物 那是一座巴掌大的小巧连台 流转着七彩光滑 直接落在云雀脚下 随后瞬间放大 形成一座数丈方圆的巨型连台 不等云雀冲出连台 四周的花瓣轰然合拢 密室中瞬间安静下来 巨大的连台 形成一座肩不可破的牢笼 将云雀困在其中 这连台是一种法器 由修行界的高手炼制 极为坚固 一旦合拢 就会形成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空间 连空气都无法渗透 并且 连台能自行激发出雷电法术 绞杀其内的活物 被连台法器包裹的人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击杀 见云雀陷入法器 巫人杰长出一口气 教主亲自赐下 这件七彩连台 十几年不曾动用 没想到会在今天用上 巫人杰感慨着低语 既然云雀陷入连台 那就再无活路可言 巫星担忧道 两头龙尾至尽数被杀 我们巫家损失惨重 即便杀了云雀 巫人杰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道 无妨 教主对凌云郡主势在必得 只要我们能抓到郡主 即可将功抵过 巫星恍然道 对了 我刚刚收到百玉城传来的消息 凌云郡主在百玉城出现过 后来不知所踪 教主已经下令 支援县内所有教众都要全力搜索 必须找到凌云郡主的踪迹 巫人杰沉引道 百玉城那边可有其他线索 有一个 有消息说 郡主并非一人 而是与一个黑衣少年同行 说到这里 巫星神色骤变 惊呼道 黑衣少年会不会是云雀 巫人杰渐渐现出笑容 道 多管闲事的猎妖人 定是他无疑 既然云雀到了乌鸡镇 那么凌云郡主 一定就藏在附近 这份天降的功劳 来得正是时候 去调集族人 封锁乌鸡镇 龙尾志这等凶情 以乌家的实力很难抓获 其真正的来历 是红莲教之物 养在乌家寨而已 两只龙尾志被杀 红莲教的教主 必然会震怒 为了弥补过师 巫人杰决定抓住凌云郡主 巫人杰刚刚吩咐完 忽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咔嚓声 巫人杰与巫星 惊疑着转头看去 声音来自连台 一把长刀 竟从连台中心扎了出来 不可能 巫人杰惊呼道 七彩连台乃极品法器 刀枪不入 怎么可能会被展开 让巫人杰觉得 更不可能的 还在后边 扎出的刀尖 从连台上方缓缓切下 等刀刃抵达底座 整座连台被一分为二 巫人杰此刻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的七彩连台 是一份强劲的后手 即便同阶强敌 也可轻易抹杀 可这次非但没能杀掉云雀 反而被直接斩断 就此废掉 极品法器极为难得 是法器当中的顶级至宝 拿出去便是天价之物 被修行者当作第二条命对待 有了极品法器 就能在危机关头 挽救自己的生命 逆转战局 就成了无用的东西 巫人杰心中惊怒交加 恨得咬牙切齿 连台一段 云雀的身影出现 犹如一阵狂风般 云雀以迅猛的速度 冲向巫人杰 两只眼睛的瞳孔 尽数转为血色 七彩连台 你们果然是红连教的人 云雀在低吼间长刀斩落 直奔巫人杰的人头 挡住他 巫人杰大吼着 将巫星推了出去 面对强敌 这位巫家之主 连自家长老都不在乎了 巫星大惊 连忙以他的弯刀拼力抵挡 咔 弯刀断裂 巫星整个人从额头处开始 被斩成两半 临死之前 巫星觉得十分不解 之前他在地面上 与云雀交手的时候 明明用弯刀挡住了 对方的长刀 这次怎么不行了 但瞬间之后 巫星便随之恍然 连极拼法器七彩连台 都能一刀展开 说明之前人家 根本没用权力 现在动用了真正的力量 他这位八瓶法屋 只是个垫脚石罢了 生命最后的时刻 看向龙尾智的残肢 他终于知道了 这次巫家招惹的 是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巫星死了 两半尸体上的眼睛里 带着浓浓的悔恨 如果有机会 回到一月前的那次大忌 巫星宁可将自家婆娘 送去喂妖 也不会将巫灵儿 当作解食 带着无尽悔意 巫家大长老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的不甘与怨恨 转化为一股神魂之力 带动自身的魂魄 飘出尸体 但也仅仅是飘出了而已 下一刻 便被云雀身上散发的 如山煞气 摧毁的魂飞魄散 斩杀巫星后 云雀缓缓转头 两只血红的眼睛 钉死了巫人杰 嘴角渐渐翘起 声音沙哑的道 该你了 巫人杰已经彻底 被云雀的能力所震撼 他知道大势已去 巫家今天将迎来一场浩劫 巫人杰从未想过 在这处困兽厂班的 弟弟密室 他这位巫家之主 有一天也会成为困兽 巫人杰惊怒交加之下 开启了位于 密室暗处的机关 嘎吱吱吱 轰隆 密室四周的墙壁 在轰鸣中升起 现出了上百个帐 许宽的暗阁 每一个暗阁都是一个小房间 里面摆着一个硕大的木桶 木桶里 抛着一个个巫家族人 这些巫家族人身体健硕 紧闭着双眼 木桶里是一种奇怪的液体 橙墨绿色 其中还混杂着 大小不一的蛋壳碎片 木桶里的怪人 是巫人杰秘密打造的战斗机器 上百名九品战屋 不同于其他战屋 这些怪人 用来洗练自身的污毒之物 加入了龙尾制的蛋 七阶巅峰妖兽的蛋 蕴含着强烈妖气 加上其他污毒 混合成一种特殊的毒液 以毒液浸泡的九品战屋 除了本体更加强悍之外 还会被踢除掉痛绝 即便被砍断手脚 只要还能动 就能向敌人继续冲杀 开启暗阁的同时 巫人杰施展出污咒 强行唤醒了百名巫家战屋 百人先后睁眼 目光全部清冷的 毫无感情存在 哗啦 哗啦 水声不断 一个个高大的巫家战屋 从木桶中跳出 在每个暗阁里 还准备着一把半人多高的重剑 与一面同样高度的重盾 均有数百斤的分量 战屋们一手持重剑 一手抓住重盾 沉默着冲出暗阁 将云雀团团围住 杀了他 巫人杰一声大喝 百名战屋同时举剑 随后 巫人杰头也不回 沿着通道急匆匆逃走 他怕了 他自己死在云雀之手 他要召集更多的乌家高手 将云雀耗死在乌家战 逃向地面的路上 巫人杰破口大骂 骂云雀 也骂乌星 好端端的闭关修炼 什么事没干呢 一出来就遇到如此强敌 巫人杰觉得自己倒霉透顶 一到地面 巫人杰立刻召集人手 不多时 又有两百多乌家子弟汇聚而来 其中不乏九品战屋 与九品武者 还有两名老卖苍苍 多年不问世事的家中祖老 均是八品法屋的修为 看着汇聚在身旁的乌家高手 巫人杰终于有了点底气 他身边的族人 是乌家真正的核心力量 巫人杰认为只要家族同心协力 就没有什么强敌不可战胜 强敌当前 巫人杰正准备来一番战前动员 提升自家人的士气 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最外围的一名乌家高手 被一刀砍掉了脑袋 人群呼啦一声分散开来 现出凶手 巫人杰看清之后 大惊失色 只见云雀一身是血的站在对面 手里踢着的长刀 正在地底哒哒掉落血水 本以为能将对方拖死在地底 最不济也会消耗对方大量力气 不料 这才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人家居然出来了 巫人杰的心头一点点冷了下去 云雀出现 可那百名战屋却一个也没露头 只能说明一件事 云雀在一盏茶的时间内 斩杀了巫家培养多年的百名特殊战屋 怎么会 我巫家打造的战屋怎会全被杀掉 巫人杰声嘶力竭地喝道 原来你也喜欢养怪物 云雀冷笑道 可惜你养的怪物太脆了 脑袋掉了就站不起来 你不如多养点龙尾制 那玩意还能让我多砍几刀 巫人杰惊恐地大吼道 一起动手 院子里的乌家高手齐声大鹤 齐齐功向云雀 连那两个颤巍巍的乌家族老也拼了命 不计代价施掌乌咒 一时间 乌家身处的大院里 刀光剑影 黄蜂咒语 巫人杰趁乱之下 掐动法印 再次动用血咒之法 他这次下了狠心 之前用的龙尾制之血 早已冷掉 威力达不到极致 这次巫人杰要动用的 是族人的精血 只要有人被杀 哪怕是重创 他都会毫不犹豫 将对方的血液提炼而出 这种铜族之血 又是蕴含着生魂之力的鲜血 才是施展血咒的最佳眉睫 巫人杰打的主意很好 但族人死掉的速度 有点超乎了他的预料 在刚刚掐动咒诀的那一刻 巫人杰隐约 听到一种奇怪的笑声 嘻嘻嘻嘻 笑声向个女人所发 低沉而诡异 听到笑声的下一刻 巫人杰看到一片红光 那是刀光 颜红如血的刀光 这片刀光笼罩了整个院子 数百名乌家高手 在这片刀光下 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包括两名八品的祖老一起 尽数被诛杀 等巫人杰从错愕中惊醒 院子里只剩他一个活人 随后巫人杰看到了一把刀 冷森森 铺满血色的长刀 巫人杰避无可避 运转最后的法力吼道 血盾 呼的一声 一面完全由鲜血铸造的 重盾凝聚而出 挡在巫人杰身前 哄 刀尖与血盾相撞 散发出肆意的血光 血盾蕴含着强横法力 防御力惊人 但还是被一刀斩碎 巫人杰口喷鲜血 被血盾反正的距离 直接砸进地面 地面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巫人杰头昏脑胀 刚想抬头 心窝处踏上了一只脚 云雀居高临下 一脚踩着巫人杰 一手举起长刀 两只血童森冷至极 犹如冷血的刽子手 这一刻 巫人杰有一种强烈的错觉 在云雀面前 他这位高高在上的乌家族长 只不过是一只刚刚养肥的诸炉而已 别杀我 巫人杰抓住云雀的脚踝 用尽全力 抵抗着脚上的力道 被八平五夫踩中 即便七平乌修也受不了 我给你乌家的财宝 放过我 乌家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巫人杰不得不求饶 他已经在人家脚下 这种距离 面对一名八平五夫 他没有丝毫胜胜算 只能等死 我说过 我是来要嫁妆的 就差你这最后的一份了 云雀手起刀落 一刀洞穿乌人杰的心窝 去你的神国吧 我送你一程 哦对了 云雀冷声道 死在猎妖人的刀下 神魂俱灭 你的魂魄 恐怕没机会去神国了 冷雨中 冲天的煞气 如狂风般呼啸 乌修的神魂 有着极强的能力 即便死掉也有机会反杀对手 所以云雀不会给对方任何机会 人 得死 魂 得灭 乌人杰大口喷血 死死抓着云雀的脚 鸣声道 你 你不得好死 我愿寄陷血污之魂 请巫神降下诅咒 诅咒你血枯魂烈 断肠而亡 哦 乌人杰的吼声中 一圈圈暗红的圆环 从他两只手上升腾 沿着云雀的脚踝盘旋而上 眨眼间缠满了云雀浑身 那些圆环并非实质 很快失去光泽 变成一道道漆黑的印记 留在云雀皮肤上 手背与头脸全都有 好似奇鬼的花纹 充斥着一种诡异之感 那是诅咒之力的显现 七瓶血污以神魂剧灭为代价 施展的最后一击 用出诅咒后 乌人杰两只手缓缓垂下 失去了最后的力气 只剩下一口气 他一边呕着血 一边死死盯着云雀 疯狂大笑道 我死 你也别想活灭 诅咒之力 已经刻进你的神魂 连七瓶炼神镜无辙也难以剔除 你这八瓶五副等着死吧 你会体会到 世间最惨烈的死法 你的血魂会逐渐枯萎崩裂 你的脏气会尽数暴力而亡 在乌人杰临死的狂笑中 云雀没有丝毫惊惶 对身上的诅咒印记根本不屑一顾 冷笑道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诅咒对我没用 因为我的神魂早就卖了 刀锋一转 搅碎了乌人杰的心脉 这位乌家的族长 带着无法理解的目光 就此宴气 由于寄陷神魂 才得以施展的诅咒 乌人杰的灵魂早已崩裂 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死绝 跳出大坑 云雀站在满地尸体中间 抬起左手 手心里 是花纹般的诡异黑线 一条条密意如猪网 这等隐狠的诅咒 对八瓶五副来说是致命的 唯有达到七品炼神镜的武者 才能以强横的神魂抗衡 但云雀并不是普通的八瓶五副 淡淡地看了眼手心后 云雀猛然捏拳 碰 卧拳的闷响在静夜里炸起 随着卧拳的举动 云雀的眼瞳出现了变化 静树立起来 双眼束瞳 如妖似魔 当束瞳出现的那一刻 缠绕在云雀身上的黑线 纷纷崩裂开来 很快化作虚无 诅咒之力彻底消散 血无诅咒 针对敌人的魂魄 然而云雀的身体里 不止他自己的神魂 还有一道恐怖的妖魂存在 那时妖舞者 都会有拥有的半生妖魂 妖躯祭炼为刀 成为本命武器 妖魂融入石海 与自身魂魄相生相灭 云雀自身的神魂 或许抵抗不住 七瓶血污的诅咒 但在他的半生妖魂面前 巫人杰的诅咒 渺小得可怜 今晚 乌家寨着了一场大火 完全木制结构的巨大寨子 犹如一个巨大的火把般被点燃 火光冲天 龙烟滚滚 百里之外 都能看到冲天的烈焰 乌家寨的大门前 云雀抱起了穿着嫁衣的白骨 你的嫁妆要来了 可还满意 云雀将白骨埋在荒山的半山腰 这里是他与乌铃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望着远处的冲天浓烟 云雀悠悠道 记住了 下次要点这么大的狼烟 我在青湖山才能看得到 填平最后一捧土 一块由山石销成的简单石碑 立在小小的坟前 石碑上刻着一行字 无漆 乌铃之木 沐青瑶目睹着云雀做的这一切 他没去打扰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最后 沐青瑶摘了一朵开的最好的青色野花 轻轻放在墓碑上 人生难得一知己 沐青瑶没有丝毫嫉妒 也没有半点吃醋 他觉得 如果乌铃儿还在世的话 他们一定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因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知己 呼 呼 沐青瑶听到了沉重的喘气声 扭头看去 云雀的状态有些古怪 弯着腰 锤着头 气息沉重 好像十分痛苦 嘴里低语着什么 由于云雀的双眼始终血红 平山君与门六 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 沐青瑶急忙跑到近前 他终于听清了云雀的低语 红莲叫 三个字被咬得极重 能听得出充满恨意 乌家寨几乎被灭门 乌铃儿的大仇的报 但是沐青瑶知道 真正的始作俑者 仍旧逍遥法外 无论藏石镇的秀儿姐之死 还是乌鸡镇的乌铃儿身亡 都有着红莲叫的影响在其中 仇恨的种子一旦被种下 便很难剔除 尤其是云雀这种 以猎妖为生的凶悍武夫 经历过这些惨剧之后 云雀那颗平静的心 已经彻底被搅动 送母亲摇回皇城 或许只是一份买卖 但红莲叫这根刺 云雀发誓要将气连根拔掉 早晚 跟你们算总账 云雀在低吼间 身形愈发勾楼 眼底的血色越来越浓 妖气开始不受控制地弥漫开来 今晚的恶战 云雀动用了过多的妖刀之力 此刻反噬来袭 正在艰难抵抗着神魂传来的异动之际 云雀发觉一只凉思思的小手 握住了自己的手 母亲摇默默站在身边 翘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 我陪你 简单一句话 温暖着云雀躁动的心神 渐渐地 眼中的血色开始褪去 充足的忌品与越狱之力 加上母亲摇的真诚 再次让云雀恢复正常 轻轻呼出一口浊气 云雀只道出一个子 走 平山君陷出本体 三人爬上虎背 在黎明来临前 消失在山林之中 路上 云雀陷入沉睡 醒来的时候 眼前是漫天星斗 一天的奔行 此地是一处荒郊野岭 早已远离了乌鸡镇 仰起身子 还没等坐起来 云雀发现自己的肚皮上 多出了一颗虎头 啪 一声脆响 虎头被扇开 干什么呢 云雀没好气得到 平山君揉了揉脑袋 善笑道 我听听有没有蛙叫 我肚子里 怎么会有青蛙 云雀怒道 平山君黑黑了两声 那玩意烤熟了 我都不想吃 你居然敢生吞 我这不是怕你出事吗 平山君指的 自然是蛙卵 我胃口好 早消化了 云雀道 平山君听得呲牙咧嘴 羡慕中透着忌惮 久迭气息的活蛙卵啊 那玩意 是活人能消化的东西吗 见云雀的确正常 平山君不再吭声 他决定以后不拿云雀当人看了 当作同类还差不多 生吞魔蛙卵 活在龙尾志 天下间哪有这种凶悍的八平五夫 连七阶妖兽都没几个做得到 门六在旁边瞪着眼睛毫无睡意 道 云大爷既然醒了 咱们是不是尽快赶路啊 他始终打着早点到皇城的心思 不是皇城里热闹好玩 而是到了皇城 他就自由了 赶了一天路 不得谢谢 平山君瞪起胡言道 千里马不都是日行 一千夜走八百 能星夜兼城吗 你该不会连马都不如吧 门六小心翼翼地道 生怕惹恼了平山君 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 再好的马 让他从早跑到晚 也得累死 还心夜兼城 别说马 鬼都得累死 平山君怒道 哦 原来腰还会累啊 门六恍然道 废话 腰也是活物 我跑一天 我也累啊 我累了就想吃东西 平山君说完 门六立刻闭嘴 慌慌张张去找吃的 不多时 门六欢欢喜喜地捧来个鸟窝 里面有几个鸟蛋 烤着吃 香得很 门六说完 看出了平山君虎头上 显而易见的鄙夷表情 那么几个鸟蛋 塞牙缝都不够 云雀把鸟蛋要来 收进包裹里 留着以后用 只要不动用过量的腰刀之力 鸟蛋舌蛋都能应对 挖卵那玩意 能不吃还是不吃为好 都一天了 云雀现在半点胃口也没有 平山君亲自动手 很快在附近抓了头长毛野猪 架上火堆 准备吃烤肉 门六很自觉地开始忙活起来 平山君嫌弃门六拔毛太慢 挽起袖子一起帮忙 门六一脸苦涩 他没想到自己当了多年厨子 有一天会让一头七街虎妖 给自己打下手 沐青瑶安静地坐在云雀旁边 翘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望着一人一虎在火堆旁烤猪 他很享受这种宁静 因为他知道 留给自己的宁静时间不会太多 回到皇城后 帮忙打听打听红莲教的底细 云雀望着火堆 与其平静地道 嗯 沐青瑶轻声道 你要量力而为 红莲教绝对不简单 我不急 有账不怕算 云雀冷笑了一声 道 狩猎之前需要挖好陷阱 磨好刀 等待最佳时机 七品舞者 七品道门修士 七品巫修 红莲教的高手 居然如此之多 绝非近年来才出现的教派 红莲教应该在晋国折服多年 早已在暗处 形成了一方庞然大物 沐青瑶促眉道 我也没想到 乌家寨居然也是红莲教的人 即便能平安回到皇城 你这位凌云郡主 也要加点小心 庙堂之上 恐怕也有红莲教的黑手 云雀道 何以见得 沐青瑶道 乌家公弩手 数量过多的话 八品五夫也扛不住 云雀声音低沉的道 军弩 沐青瑶惊讶道 军弩是军方重器 不会外现 外面基本看不到 乌家寨居然有军弩 不止军弩 乌家人用的重刀与重盾 都是精锐军队才能使用的武器 那组长用龙尾制的弹 制作成乌毒之物 打造出上百名没有痛绝的战乌 乌家寨的实力 远非外表所见 以我估计 乌家寨如果动用权力 有机会攻陷百玉成 云雀道 云雀的这番估算 还只是保守估计 一名七品血巫 三名八品法巫 上百名武器精良的九品战巫 再加上两头七阶巅峰 妖兽龙尾制 如此战力 强攻百玉成 几乎十拿九稳 慕青瑶听完 一双戴眉锁得更深 云雀道出的消息 让凌云郡主看到了 大镜繁华的背后 隐藏的暗流汹涌 如果说乌家寨的发展 仅仅为了家族的壮大 那么无可厚非 大镜之内的各类家族 数不胜数 谁都想自家的族群 世代繁荣 可乌家寨发展的轨迹 偏离了壮大家族 这个基本规则 无论那上百名 没有痛绝 类似怪物的强大战巫 还是军中的刀剑与众武 这些都不该是 寻常家族能碰的东西 失去痛绝 必定有着其他代价 几乎脱离了活人的范畴 这等族人 完全被打造成战斗机器 类似死士般的存在 一个小镇里的家族 数百族人 却耗费大量撞钉 打造死士 绝非正常举动 而军奴与军刀的存在 更是大镜皇族的逆龄 若被查出来 死罪难逃 乌家寨的举动 在穆清瑶眼里愈发奇怪 那绝不是一个小镇家族 应该有的模样 除非 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红连教 到底要做什么 穆清瑶疑或者自语道 传教之后 当然是立国了 云雀随口到了锯 穆清瑶缓缓摇头 道 如果只是一处教派 不可能拥有 撼动晋国的力量 晋国之内 单单皇城就驻扎着 数十万精锐 这还不算边军 与各处大城的守军 若所有军兵加在一起 早已超过百万之众 寂寂无闻的红连教 怎么可能抵抗住 百万大军 没准红连教只是个幌子 背后说不准 是什么地方来的一族 云雀漫不经心地道 云雀的随口之言 穆清瑶听得灵机一动 他拿出一份大镜地图 扑展开来 仔细观看着 一边看 穆清瑶伸出纤细的手指 点向晋国的几个边境方向 分析道 北域妖都覆灭 北方再无大敌 南方有我父亲率领的 八十万边军阵守 蛮人无力踏入晋国半步 东面的少武国 兵强马壮 在晋国立国之初 的确蠢蠢欲动 但随着晋国逐渐安稳繁荣 精兵数量越来越多 少武国即便基于晋国大地 也不敢轻易妄动 穆清瑶的手指 最后点向了晋国西方 也就是支远县所在之地 西方十万大山 独虫遍布 是天然的屏障之地 无论前朝燕国 还是当今晋国 都没派遣重兵 把守西方边陲 认为 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敌人能通过十万大山 来进攻晋国 但是十万大山里 并非没有人类 穆清瑶的声音愈发低沉 道 传说巫蛊之术 起源于十万大山 被誉为巫蛊之神的巫神 便来自于十万大山的深处 巫神不仅创造出巫修一道 与世间其他修炼体系 并驾齐驱 还打造出一个神秘的种族 巫族 云雀听得好奇 这些远古传闻 他在藏石镇的书籍里 是看不到的 郡主对天下局势 了解的不少吗 你怀疑洪连教 与十万大山里的巫族有关 云雀道 有这个可能 我不了解巫族 而且点击上 对巫族的记载 棘手 所以 人们才会在潜意识里觉得 巫族只是十万大山里的影视 不会在人间走动 但只要是族群 就会有扩张的野心 穆青瑶沉声道 那你们大晋可要小心提防了 没准过几年 大晋国改成了大巫国 或者什么红连国 反正我无所谓 什么国度一样 天下就没太平过 云雀不在意的道 作为前朝大燕斩妖丝的人 云雀对晋国没什么感情 或者说 他对任何朝代的王朝 都没有感情 只活自己 不是云雀没有家国大义 而是他的命 早在三岁的时候 就卖给了前朝 那一年讨伐妖都 云雀杀伐到最后 其实应该战死 他不知为何 自己会活下来 已经为国战死了一次 即便这辈子 云雀混吃等死 笑看大惊灭国 谁又有资格 说他 这位斩妖丝的猎妖人 不忠不义呢 天下 的确不太平 穆青瑶始终望着地图 葱白的手指再次指点道 妖都虽然覆灭 北域之地 心妖作乱 北域应该设立边关屏障 以重兵把守 定期狩猎附近妖物 东方的少武国看似安稳 实则狼心不灭 始终惦记着大径这块肥肉 我朝阴以举国之力 肃清境内妖邪 能杀得杀掉 能捉得活捉 将抓来的妖物 放逐至冬域以外 在晋国与少武国之间 制造一片妖物栖息的区域 达到天然屏障的效果 震慑少武国的同时 也是一种最佳的缓冲 西方十万大山 虽然人际罕至 但也不能放松警惕 需要派遣高手 前往探查巫族的动静 提前做好准备 免于大祸来临 还一无所知 南方草原之所以如此安静 是我父亲当年选择了 以公为首 杀得满足胆寒 这才是最佳战术 对敌人的怜悯 就是对自家人的残忍 可惜 大径皇族太安逸了 居安思危 才是正道 慕清瑶说完 发现云雀直愣愣地盯着他看 小郡主眨了眨眼睛 还以为自己脸上 多了什么脏东西 问道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我觉得你指点天下的样子 好像的皇帝啊 云雀感慨道 慕清瑶罕见地羞涩了一下 抿着唇轻声道 静胡说 世上哪有女皇帝 世上还没有神仙呢 怎么人人都想当神仙 我觉得 你要是当皇帝 天下百姓会过得 比现在好得多 云雀发自内心地道 肉已经烤好 几人吃饱后休息一晚 天明时分 云雀仔细看了看地图 从这里到皇城 如果一直赶路的话 以平山君的速度 无需半月即可到达 但乌家寨被毁 红连教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各处关卡 必定会加派人手拦截郡主 走这连 云雀在地图上指了一条路线 绕过了很多城镇 全是崇山峻岭 平山君不大会看地图 但从地图上画的山川 就能看得出 这条路肯定不好走 于是胡脸发苦 路越难走 他这个坐骑就越费力 路上找个合适的落脚地 我们先住下来 不急着去皇城 先号一号红连教的耐心 云雀定下计划后 翻身骑上虎背 三人一虎继续赶路 翻过了无数险峻高山 越过大片盘踞着妖兽的森林 一路上走得有惊无险 这种路线 若没有平山君 连八平五夫都吃不消 十天之后 一行人抵达了一座 名为双脚山的地方 云雀决定在双脚山暂时落脚 不是这里的风景好 也不是这里有宝贝 双脚山顾名思义 共有两处山头 相隔离许 远远看去 犹如双脚 这里距离皇城 还有两三天的路程 不算太远 双脚山地处偏僻的荒郊野外 山脚下有一条土路 连接着附近的两座大城 其实两座城之间 还有一条宽敞的关道 由于被一条小河隔开 想要往来两城 需要渡船才行 走路不要钱 坐船可要钱 而且收费还不低 尤其运送大批货物的商骨 需要雇佣更大的船只 单单渡河的费用 就高得离谱 于是 一些携带货物的行商 便另辟捷径 在小河上有水流不那么湍急 而且两岸 距离较近的位置 架起坐木桥 能通行马车与行人 尽管绕了一大圈 但省下了高昂的渡船费用 久而久之 这条路便被硬生生给踩了出来 双脚山下的土路 便是由此而来 路是有了 但也多了新的麻烦 一些亡命之徒 知道有行商 喜欢走双脚山这条路 便经常来这里等买卖 久而久之 双脚山附近 匪换横行 官府经常派遣军兵前来剿匪 可这片地方 除了一条土路 什么都没有 周围不是荒山就是丛林 看到官兵 匪徒早就远顿而去 多年下来 山匪没搅到多少 在山里迷路的官兵越来越多 官兵都知道 来这里剿匪 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于是也就做做样子 哪有人当真会拼命 在大山里找贼 随便走走混上两天 回去交差 说山匪被吓退 差事就算结束 相对于前朝大燕 晋国从上到下 都喜欢这种表面文章 有山匪作乱 派兵赶走 有妖邪作祟 派兵赶走 很少有人会做到斩草除根 反正妖邪退走 山匪退走 仍是功劳一件 赶走与杀绝 得到的好处都一样 只要不是缺心眼 谁都会选择更简单的前者 这也是许多牙抑官差的混事之道 双脚山的匪患 云雀并不知情 之前只在支远县内走动 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 直到在半山腰休息的时候 山顶杀出一群飙行大汉 云雀才知道 这地方闹山匪 见有外人 平山君很自觉地 先把斗笠带好遮住样貌 门柳战战兢兢地 躲在平山君旁边 这种时候 还是狐妖比较有安全感 沐青瑶退在云雀身后 林云郡主拥有着指点江山的智慧 但打打杀杀这种事 当然是云雀最为拿手 很快一群山匪围拢过来 共有二十多人 全都手提钢刀 凶神恶煞 这些人当中 有一半是九品舞者 壮硕的身躯 气血充盈 为首的是个瘦小枯干的汉子 三十多岁 两只眼睛铺满白衣 是个瞎子 瞎子站定当场 唱戏般喊道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对不住了几位 兄弟们最近手头紧 没钱吃饭 你们身上有银子 就留下银子 没银子就留个全尸 云雀抱着肩膀 好笑地听对方说完 眼前的瞎子 云雀认得 一个时辰前 才在山脚下见过 当时云雀以为 瞎子住在附近 还朝着瞎子 打听路怎么走 没想到是山匪 放在外面的眼线 诸位 什么山头儿的 留个名号 云雀道 双脚山 飞风寨 我家大王 来八拼五道高手 识相的 痛快点 省得我们动手 你们也遭罪 瞎子撇着嘴喝道 别看眼睛瞎 气势可不弱 痛快点就痛快点 要不我来 平山君凑渡云雀旁边 直咽口水的道 一群汉匪在他眼里 只是一堆点心 云雀白手示意 别插手 黑风寨 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好地方 正好有地方落脚了 我们都是穷人 身上没什么银子 诸位好汉不如行得方便 放过我们如何 云雀道 我们这行可没这个规矩 咽过拔毛 如果遇到个人就行得方便 我们岂不是早就饿死了 瞎子道 钱肯定没有 不过我有霸子力气 不如我们入伙 跟着你们一块打劫 什么时候帮你们挣够钱了 你再放我们走 云雀道 瞎子听得直发愣 其他几十个汉子 也听得瞠目结舌 有个汉子手里没拿住 钢刀直接掉到地上 这是什么奇葩理由 这帮汉匪劫略多年 被打劫的路人 不是下的跪地求饶 就是掏出所有钱财 硬气点的大打出手 入伙的 可头一次遇到 这叫啥事 打不过你们 就加入你们呗 嘿嘿 你小子有点意思 好 我给你个机会 到黑风寨见 我们大当家 瞎子皮笑若不笑地道 如果大当家看好你们 就让你们入伙 到时候 咱们就是兄弟 走吧 瞎子一摆手 立刻有几名汉匪 绕到云雀一行人后侧 切断退路 半是挟持 半是邀请的 将云雀几人 带到位于山顶的营寨 黑风寨不大 建着一些简单的屋设 有木头屋 有石头屋 还有简易的杖筒屋子 黑风寨的人可不少 大多是精壮的汉子 还有一些不知什么 年头被劫掠来的女人 加起来足有几百人 瞎子当先走进寨子 他旁边一名矮汉子 低声抱怨道 咱们黑风寨的人够多了 再养几个吃白饭的 我们可真要吃不上饭了 你懂个屁 没看到那小子 旁边有个妞子吗 人那么漂亮 大当家肯定喜欢 瞎子道 那小丫头确实好看 我们看到都流口水 嘿嘿 哎不对啊 你不是瞎子吗 你怎么能看到人家漂不漂亮 矮汉子疑惑道 还用看吗 听声音就知道是个小美人 瞎子道 黑风寨最中心的位置 有一间宽敞的大屋 整个山寨属这间屋子最厚 青砖建造 粗犷中带着一丁点的气派 屋子大门开着 一名壮汉坐在里面大口喝酒 壮汉四巡上下 浓眉还眼 一手拎着酒坛 一手掐着只烤鸡 吃得满嘴流油 此人是黑风寨的大当家 名叫常威 是八瓶炼谷进武者 杀人如麻 凶悍无比 大桌上摆着一把刀背极厚的重刀 单看外表至少五百斤往上 大当家 好事儿啊 瞎子一进屋 就轻车熟路地来到大桌前 低声道 来了几只肥羊 有个小妮子漂亮的颈 肯定和大当家的胃口 是吗 常威闻言大喜 朝着门口看去 这时 云缺几人正走进大屋 常威没看男的 一眼就盯住了木青鸟 顿时两眼放光 酒也不喝了 大笑着直搓手 不错 极品哪 哈哈 常威哈哈大笑 对方笑 云缺也笑 稳稳当当站定当场 抱了抱拳 道 这位就是大当家了吧 在下云缺 家道中落 原本打算去投亲 结果亲戚早已过世 如今无处可去 还望大当家收留 好说 好说 常威盯着木青鸟 嬉皮笑脸地问道 这位小娘子 叫什么名字啊 她叫小青 我媳妇 另外两个的家里的下人 云缺道 木青鸟眼神中 现出一丝称怪 不过一张俏脸 却变得有点发红 小青 好名字 听起来就那么舒服 嘿嘿嘿 你叫云缺是吧 跟着我可以 以后大家就是兄弟 吃香的喝辣的 我的东西肯定有你一份 不过你的东西 也得有我一份才行 常威不怀好意地道 行啊 不知大当家想要点什么 云缺道 既然你家到中落 身上值钱的东西 就自己留着 做大哥的 肯定通情达理 不会让你为难 我只要一样东西 常威流着口水道 我要你媳妇 常威此言一出 旁边的瞎子与一众匪徒 立刻嘎嘎怪笑起来 一大屋子山匪 好似群魔乱舞 平山君听得也想笑 一群傻老鼠 想要猫当新娘 能不好笑吗 可云缺没说话 他只好忍住了 云缺做出一脸苦涩的模样 万般不舍地望向沐青瑶 沐青瑶则一副戚然 泪眼汪汪的柔弱模样 看得人心生怜意 云缺的眼皮跳了跳 林云郡主不仅天资聪慧 演戏也有一套啊 等一众匪徒笑够了 云缺长叹一声道 没想到我云某人也有惊认 哎 既然大当家心意已决 在下不敢不从 不过我有一件传家之宝 今天忍痛献出来 我敢保证 大当家只要看到此物 肯定对我媳妇 再也不感兴趣 常威觉得十分好奇 瞪起眼睛道 是吗 你还有这种好东西 拿出来瞧瞧 此物事关重大 只能给大当家一个人看 其他人若是看了 云缺往前走了几步 低声道 容易惹来祸端 好奇 都滚出去 把大门给老子关上 常威一吩咐 屋子里的山匪 立刻乖乖离开 瞎子没走 还站在一边 你怎么不出去 云缺道 我是瞎子 啥也看不见 嘿嘿 瞎子道 常威道 不管他 瞎子一个 你的好东西到底在哪呢 赶紧拿出来 云缺道生好 回身将平山君 拉到常威面前 大当家的上演了 这可是天下至宝 你一定要好好看清楚 说着 云缺掀起了平山君 斗笠上的黑纱 当一颗猙獰虎头 出现在眼前 常威瞪起的大眼睛 再次扩大三分 眼角都瞪出了血丝 哐荡 椅子翻倒 身为八品舞者的 黑风寨大寨主 直接被吓得跌倒在地 在平山君 献出真容的那一刻 旁边的瞎子 竟没来由地 打了个哆嗦 云缺面带笑意 道 大当家看了我家宝贝 是不是对我媳妇 没兴趣了 没 没兴趣 常威狼狈爬起 诅咒发誓的道 你媳妇就是你媳妇 以后谁敢打你媳妇的主意 我先宰了谁 常威不得不如此卑微 他不仅看到了 平山君的真容 还感受到 来自平山君身上 那七街虎妖的恐怖气息 当常威重新做好的时候 心里已经将旁边 瞎子的祖宗十八代 骂了个遍 这哪里是 抓回来几头肥羊 这是请来了几个祖宗 常威看不出 云缺木青瑶和门六 有什么能耐 但他很清楚 七街虎妖的能力 只要人家动手 整个黑风寨几百人 都得成为典型 常威的态度 直接来了个逆转 从之前的贪得无厌 高高在上 变成了谨小慎微 低声下气 这件宝贝 大当家可还满意 云缺笑盈盈的道 托云公子的福 我有生之年 居然能看到如此至宝 实在死而无憾了 常威把凳子一个劲地 往旁边挪 生怕被虎头咬上一口 既然如此 那大当家就收下吧 云缺道 这是什么话 云公子的家传至宝 我岂能夺人之美 云公子自己收好 千万别拿出来了 常威道 除了这件宝贝 我可没别的了 既然大当家不收 我们只能在你这里 白吃白喝 云缺道 云公子放心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 就绝对亏待不了你们 安心住下就是 一家人千万别客气 常威苦着脸道 多谢大当家收留 云缺道 云公子打算 在黑风寨住多久 你家还有没有 别的亲戚了 找不到没关系 我们这人多 都派出去 帮你找亲戚 常威陪着笑道 不瞒大当家 我家亲戚死绝了 我看黑风寨挺好 我以后拿这里 当自己的家 云缺道 常威很想大哭一场 他现在终于深刻体会到 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 看着云缺细耍 黑风寨的大当家 沐青瑶强忍着笑 早就能亮出身手 震慑对方 偏偏要扮猪吃老虎 还不一口吃掉 而是先把对方 吓得魂飞魄散 再纠战雀巢 这种手段实在是 太坏了 虽然觉得云缺的手段够坏的 但沐青瑶不得不承认 十分痛快过瘾 先装扮成娇滴滴的可怜小姑娘 面对恶人无能为力 结果摇身 一变成了要命的女魔头 恶人被吓得跪地求饶 如此反差 简直畅快淋漓 常威看得出 云缺是打定主意住在黑风寨了 他一狠心 道 云公子既然不见外 那我也不能小见 今后你就是黑风寨的大当家 云缺谦虚地白手道 我是后来的 怎能占了大当家的位置 说出去也难以服众啊 这样好了 我就做个二当家 行 常威起身来到屋外 一声大吼召集众人 不多时 寨子里上上下下几百人全会聚了过来 常威一手掐着腰 一手抓着云缺的手腕 声如红中的道 从今天开始 云兄弟就是黑风寨的二寨主 他说的话 跟我说的分量一样 谁敢不听 我砍谁的脑袋 都听清楚了吗 一群山匪诧异了一瞬 随后齐声呼喝 听清楚了 山匪上位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云缺这个外来人 就此成为黑风寨的二当家 作为二当家的夫人 穆青瑶尽管美如天仙 寨子里再也没人敢多看一眼 匪寨里 可没有什么王法 所有事都是寨主说了算 今天请你吃饭 还是砍你脑袋 都看寨主的心情 常威亲自挑选了两间最好的屋子 把里面的山匪统统赶走 让给云缺一行人 又吩咐寨子里的厨子 做一顿最丰盛的酒宴 给二当家接风洗尘 送走了几人后 揍一顿 大当家饶命啊 再打就没签了 瞎子连连哀求 常威停住手 骂道 你个丧门星 寨子早晚回你手里 怨不着我呀 大当家 我以为他们只是过路的肥羊 谁成想是过路的阎罗王 瞎子抱着脑袋道 常威长叹一声 道 难怪最近总倒霉 逢赌必输 吃肉都塞牙 原来是天降横祸的预兆啊 早知道最近消停点 收手手 瞎子小心翼翼地道 大当家估计 他们要住多久 才能走 咱们那份买卖 被外人发现的话 可就不妙了呀 常威闻言 脸色变了变 沉吟道 不清楚 看样子 他们要住上好一阵子 那批货 你今晚就去处理 挪出山寨 找个地方藏好 大当家放心 这事肯定办妥 瞎子保证道 你自己一个人收拾 别找旁人 人躲眼砸 被那云圈发现了 咱们这条财路容易断掉 常威嘱咐道 好嘞 半夜等他们睡了 我就去处理 他一脸苦涩 云雀胃口不错 一路上也没吃上正经东西 到了山寨 云雀打算好好歇歇 好好吃点 于是去看了眼后厨 山匪里的厨子 都是半路厨家 根本没人会做菜 山匪烧菜的原则 是做熟了就成 云雀命令几个山匪打下手 让门六负责烧菜 门六除了能喝水之外 能穿门之外 别的能耐没有 不过烧菜确实不赖 当晚 一桌韭菜摆得满满登登 没什么山珍海味 都是家常菜而已 淡色香味俱佳 一顿饭吃的常威 直挑大拇指 赞不绝口 瞎子闷头大吃 筷子上跟长了眼睛似的 专家肉吃 让门六烧菜 云雀其实有意为之 这帮山匪 干得全是杀人劫货的买卖 山匪们弄出来的食物 没准多了点东西 哪能吃得放心 酒宴上 云雀与常威互相吹捧 说了一桌子废话 谁也没套出谁的底细 平山君吃得勾满豪平 不过门六没在 不知去哪转悠了 吃完饭 云雀与穆青瑶回房 既然装成夫妻 自然两人住一间屋子 关上门 云雀打了个宝格道 奔波半个月 可算能好好歇一歇了 穆青瑶望着铺在桌上的地图 微粗秀没道 此地距离天启已然不远 中途需要经过八山城 八山城由周围的八座高山而得名 地势险要 一守南宫 是拱卫皇城的重地之一 无法绕路 从藏石镇开始出发 八山城是抵达皇城之前的最后一处大城 红莲教肯定安排了大量人手 或许已经准备好十面埋伏 竟待我们自投罗网 好消息是 八山城由于位置特殊 无论前朝大燕 还是当今大静 都将其视作重镇 设有重兵把守 镇守八山城的将军苏红山 与我父亲交情颇深 不可能是红莲教的人 他一定会帮我 分析完路线 穆青瑶不无感慨地对云雀道 幸好有你 否则一路行来 我不知要遇到多少危机 沿路的每一座城镇村庄 对我来说 都是一处危险的陷阱 从地图即可看出 这些天的行程 绕开的城镇村镇 多达数十处 如今希望在即 返回皇城的路上 只剩一座八山城 应该感谢平山君 堂堂七街虎妖成了罗马 估计这次远行 是他这辈子无法抹掉的阴影 云雀笑道 郡主可要说话算数 别忘了给他弄一块行妖令 不会忘的 穆青瑶轻松地道 林云郡主在皇帝眼里的地位 不弱于皇子 要一块行妖令 对他来说没有难度 八山城的那位将军 什么修为 云雀问道 五品舞者 苏伯伯很厉害的 我小的时候 父亲总喜欢与他切磋 穆青瑶道 五品啊 的确很强了 不过最好别找他帮忙 云雀道 穆青瑶诧异了一下 道 五品强者 加上守城的重兵 即便宏连教清朝而出 也能挡得住 我若说明真相 苏伯伯肯定会调集重兵 亲自护送 就因为他会调集重兵 护送你 才更不能找他帮忙 云雀打着哈欠道 你怕红莲教的教主 亲自出手 如果那教主 当真是四品高手的话 苏伯伯即便不是对手 拖住对方 应该做得到 穆青瑶道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 是求助于八山城的 将军与守军 这里毕竟是大进的地界 距离皇城 已经不算太远 双方开战的话 只要皇城里的高手 得到消息 必定会来源 但云雀想的 与穆青瑶截然不同 那教主 若是四品武者 或者四品道门 与儒家修士 你的办法都没问题 五品的将军加上重兵 车轮战也能拖住对方一时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教主 是四品乌修呢 云雀用手指 敲着桌面 道 暗杀之道 天下间所有派系的修行者 有一个算一个 同阶之间 应该没人比得过乌修 护卫你的人越多 你这位凌云郡主 就越显眼 等八山城的守军完成任务 送你到皇城 也许教子里 只剩下一具郡主的尸体 云雀并非随口一说 吓唬人 乌家寨的乌修 足以证明 红连教之内 存在着更多的乌道高手 在云雀看来 穆青瑶越被重兵护卫 死得越快 穆青瑶沉吟少许 默默点了点头 他尽管没有修为 但对天下间的各派修士 均有很深的了解 他知道 云雀说的没错 八瓶法屋都能入梦杀人 又何况是四瓶的强大无休 眼看着皇城在即 可一座八山城 却成了最后的鬼门关 聪慧过人的凌云郡主 一时间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云雀踢掉鞋子 舒舒服服地倒在他上 道 最好的办法 是偷偷混出八山城 难 红连教不会放松 这最后一道关卡 穆青瑶忧愁道 混不出去 那就让城里的守军 送我们出去 云雀道 你不是说 不能求守军护送吗 穆青瑶不解的道 送客这种事 你们皇族肯定很讲究 如果遇到恶客 你该怎么办 云雀道 好客笑营 恶客摔杯 对于送客 我们皇族和普通人差不多 没多少区别的 穆青瑶 道 不 有区别 你们面对恶客只会摔杯 我们这些山野村夫 如果遇到恶客 不仅摔杯 还会把对方打出去 一路打到村口 云雀笑容古怪的道 想要顺利通过八山城 还不引起红连教的注意 我们就要作难恶客 让守军把我们打出去 最好一路追杀我们 到皇城脚下 云雀的计划 穆青瑶乍一听之下 觉得离谱 可略意沉吟 竟觉得可行 我们装作山匪 混进城去闹出些事端 再想办法从另一端城门逃出 这样一来 守军的一路追捕 变相成为一路护送 没人能想到 凌云郡主 会被大晋国的守军追杀 穆青瑶睁大了美眸 惊奇又佩服的道 瞒天过海 暗堵陈仓 好一条妙计 穆青瑶不仅精通一道 更熟读兵书 在星智这一块 他自认不弱于任何人 但对于云雀 穆青瑶佩服的心服口服 比星智 穆青瑶绝对不比云雀低 但是人家云雀的脑子 赚的是真快 这种计谋听起来奇葩古怪 如果用好了 那就是出奇之圣的妙计 能想出如此计谋的人 绝对是鬼才 云雀打着哈欠道 刚想到的法子 其实是个馊主意 能不能用再说 反正山匪不用装 我们现在就是了 实在不行 就用百玉城的老办法 让门六带着我俩 偷偷溜出去 穆青瑶点头认可 轻声道 云雀 谢谢你 为了送我回皇城 你要冒着生命危险 见外了不是 你可是东家 我以前冒险 天经地义 云雀自嘲道 百玉城有个大澡堂 里面接的温泉水 每次到百玉城 我都会找没钱去泡澡 那家伙小气得很 让我出泡澡前 说之后 请我去勾兰听曲儿 让老板寄没笑意的账 他知道了就跑来骂我 说我从头发根到脚指甲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向好人 我说他从头盖骨到尾巴根 浑身上下所有地方 都在冒坏水 我们这种人呐 是世上最卑贱的一类 活着的时候 刀头填血 连朋友都坑 死了地府都不收 穆青瑶微笑着听完 轻声道 斩天下之妖邪 开万世之太平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是天下间 独一无二的猎妖人 人穷之短 我这辈子只想赚钱 开万世太平的事 还是圣人他老人家自己来吧 我吃饱了 只想睡觉 云雀懒洋洋的道 穆青瑶玩耳倾笑 猎妖人的心态 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云雀没睡 而是皱了下眉 起身道 门六不知道哪去了 我去看看 别被平山君当宵夜给吃了 能否通过八山城 门六也许有大用 云雀知道 平山君不会吃门六 他是怕门六偷偷溜走 不告而别 先去平山君住的地方找了找 平山君也没看到门六去了哪里 云雀觉得奇怪 大晚上的 门六难不成真跑了 山寨不大 云雀很快找了个遍 没看到门六的影子 一个山寨里的厨子说 之前看见门六去了寨子后面 云雀一路找出山寨 黑风寨建立的位置 在双脚山中间 一处宽敞空地 两侧是山峰 出了寨子不远 有一棵大树 大树有年头了 十多丈高 郁郁葱葱 树干两人才能合报 门六此时正奇怪地站在大树旁 脸贴着树干一动不动 连云雀走到近前也没发现 干什么呢 云雀一嗓子 把门六吓得一蹦多高 回头看到云雀 傻笑道 听唱歌呢 云雀一脸狐疑 打量着门六 周围静悄悄 哪有什么歌声 谁在唱歌啊 云雀问道 说啊 门六指了指大树 原来他刚才用耳朵贴在树干 是在听大树唱歌 如果别人说这话 云雀肯定先一脚踹过去 把对方踹醒再说 但门六这家伙 门天生与木质的东西 有着某种特殊联系 这种天赋 与凌云郡主的通灵之体 有点类似 只不过沐青瑶能看到的是 灵体鬼物 而门六居然能听到树木唱歌 云雀打量了一番大树 普通的老槐树 年头很久而已 树上没有果子 也没有特殊的地方 看起来平平无奇 难道这棵树 有了灵质 云雀道 草木生灵质 便会成为金怪一类 这种草木金怪 云雀曾经遇到过 是一颗不知几百年的老餐 自己会跑 一眨眼就钻进地底 抓都抓不住 草木金怪与妖族不同 通常不会伤人 大多数的草木金怪 对血食没有兴趣 当然也有例外 有些金怪专门以血食为生 没有灵质 只有一丁点意识而已 距离拥有灵质 相差很远 门六很肯定的道 得知只有些许意识 云雀对老树失去兴趣 几百年才有了点意识 想要拥有完整的灵质 不知还得长几百年 他唱的什么 没人搬 门六顺口溜搬地说道 匪寨里还能金银遍地 你问问大树 金银在哪呢 云雀道 门六苦着脸道 他不会说别的 我只能听到这句歌 云雀抽出长刀 咔嚓一声 给大树捅了个窟窿 问道 这次呢 听听他说什么 门六将耳朵贴在树干上 好半嗓才愁眉苦脸的道 这回连歌都不唱了 回去睡觉 别想着开溜 否则你身上也会开个洞 等离开八山城 你就自由了 急急忙忙跑回去睡觉了 云雀拿刀出来 不过是洞壳门六而已 至于那棵老树 砍掉一半都死不了 何况只是开了个洞 云雀走到寨子门口后 回头望向远处的老树 眉宇中献出一丝一色 拥有丁点意识的老树 居然唱出这种奇怪的童谣 难不成 山里当真有金银 云雀看了看两侧的山峰 双脚山 拆分开来 的确可以分别命名 一座金脚山 一座银脚山 听起来也不错 还是说 双脚山里当真埋着宝贝 云雀没立刻回黑风寨 而是转到一座山峰下 将长刀一掌拍进山岩当中 陷入五丈多深 等长刀重新收回 云雀发现 山岩被切开的口子附近 带出来一些暗灰色的粉末 捏起粉末 仔细辨认一番 银粉 云雀低呼出声 大为惊讶 银子这种东西 云雀最熟悉不过 哪怕是些许银粉 他也能轻易辨认出来 只是手里的银粉十分搬杂 与正常白银瓜下的粉末不同 这种情况 预示着一个现象 山体当中 存在着银矿 那些被长刀带出来的银粉 其实是刀身切到了银矿石 藏石镇就有铜矿 矿石这东西 云雀熟得很 判断出山体里有银矿存在 云雀大喜过望 若能作用一座银矿 别的不说 七品炼神镜需要的各种材料耗费 绝对不成问题 很快 云雀冷静下来 来到另一侧的山峰下 再次将长刀扎进山岩深处 这次带出的粉末 呈现暗金色 金矿 云雀惊呼起来 相比于刚才的银矿 金矿的存在更加令人震撼 一座金矿 至少抵得上十座 乃至数十座银矿 简直是天降横财 金角山 银角山 金银遍地没人搬 原来双脚山下 当真金银遍地 云雀大为感慨 可怜一群黑风寨的山匪 住在金矿银矿上 还整天打架结射 提心吊胆 不知何时就被官兵剿灭了 如果让常威知道 家里有矿 不知是个什么感想 这个秘密云雀 是不会往外说的 连小郡主都不能多提 我找到的矿 当然是我的 这是云雀向来的形式风格 找来碎石 将两处山体的刀痕填平 云雀心情大好 有了金银两座矿 别说七品 修炼到六品 乃至五品都够了 不过现在不能动这两座矿 先把沐青瑶安全送回皇城 再做打算 来到老树近前 云雀拍了拍树干道 抱歉啊老兄 刚才捅了你一刀 想必你不会介意 明天我多给你浇点水 当做补偿 老树当然不介意 话都说不出来 还能怎么介意呢 睡觉的时候 云雀的嘴角都合不拢 看得沐青瑶莫名其妙 不知云雀出去一趟 撞见了什么好事 黑风寨的夜晚很宁静 一轮明月高挂中天 午夜时分 沐青瑶从睡梦中惊醒 通灵之体的天赋 让他察觉到 有魂体在附近出没 抬头望去 窗户外 果然漂浮着一道 若隐若现的魂体虚影 无声无息 那魂体比较奇怪 在窗户外飘来飘去 时而贴到窗户上 很有礼貌地轻轻敲两下 沐青瑶看得直发愣 由于天赋特殊 他从出生以来 就能看到阴魂鬼体 这些年又经常在外奔波 可以说沐青瑶所看到的灵体 不比他见过的活人少 什么样的魂体 他几乎都遇见过 有凶利的历魄 有茫然的幽魂 有惨烈的怨鬼 也有一些没有意识 胡乱漂浮的灵魄 可沐青瑶从来没见过 有礼貌的鬼 沐青瑶轻轻碰了碰云雀 低声道 外面有东西 好像要进来 云雀迷迷糊糊地看了眼窗户 骂道 大半夜的 听墙歌呢 这话说完 窗外的魂体飘了进来 在屋中显现出一个 小老虎的轮廓 妈儿大小 沐青瑶这才知道 原来有礼貌的鬼物 是平山君控制的昌鬼 后山有好戏 要不要去瞧瞧 昌鬼发出平山君的声音 半夜不睡觉 你在外面瞎逛什么 云雀美好气得道 饿了 我这不是寻摸点吃的吗 恰巧看到点有趣的东西 平山君道 到底什么东西 云雀半睁着眼睛 打着哈欠道 山寨里的那个瞎子 在后山挖坑呢 昌鬼说完 云雀再无睡意 刷一下跳了起来 穿上鞋子直奔后山 挖坑无所谓 挖到矿就麻烦了 黑风寨后山 有一大片竹林 时而传出挖土的响洞 在静夜里清晰可变 一名黑衣人 在林间深处 挖出一个大坑 累得满头大汗 等挖好了 他将旁边一箱箱货物 往坑里扔 准备掩埋 一边扔还一边嘀咕 大王赚钱小鬼受罪 我才能分几个钱 大半夜还得干这种累活 真谈娘倒霉 都怪那几个外来的 黑风寨又不是客栈 哎这凑什么热闹 瞎子慢慢咧咧 扔了手里的箱子 回身想要再搬一箱 结果木箱已经被搬了起来 送到他手里 谢了 瞎子接过箱子 又扔进坑里 等箱子扔完 他终于反应过来 身后有人 瞎子吓得浑身一哆嗦 站在大坑旁边 愣是没敢回头 忙什么呢 该不会要埋秋菜 等着过冬吃吧 云雀笑呵呵的道 哟 是二当家呀 您说对了 就是埋秋菜呢 这活又脏又累 我一个人就行了 歇着吧 瞎子转过身 一脸善笑的道 云雀瞄了眼 用油布包裹的 结结实实的木箱 道 还是黑风债有钱呢 这种箱子的价值 比秋菜都贵 正好有点饿 打开一箱 我回去做点宵夜 瞎子为难的道 后厨有菜 我让厨子 给二当家弄点吃的 不用 我想吃你埋的秋菜 打开 云雀冷淡道 瞎子一脸苦涩 摸摸索索的 打开了一个箱子 里面哪里是什么秋菜 而是整整齐齐的 一箱子军母 足有十把 这里的木箱总共十个 夹起来 总共一百军母 云雀拿起一把弩箭 在手里把玩道 这秋菜不错嘛 嚼起来嘎嘣脆 哪里弄的 平山君控制的昌鬼 漂浮在一旁看热闹 他说的有趣的东西 指的就是瞎子拉车 瞎子做出一副茫然状 道 弟兄们自己种的呗 秋菜不用抢 山上有的是 现在买好 等冬天到了 吃多少挖多少 见对方装傻冲愣 云雀将挂着弩箭的军母 对准了瞎子的面门 你一冬天 能吃几颗菜啊 瞎子立刻往旁边挪了挪 让开弩箭 善笑道 我吃的少 一两颗就够 云雀又缓缓 将箭尖指向瞎子 道 我看你胃口挺好的 一两颗肯定不够 现在 让你吃一颗菜 怎么样 瞎子连忙又往旁边挪了一步 苦着脸道 不 不吃了吧 我挺饱的 见对方刻意避开弩箭 云雀好奇道 原来你不瞎呀 瞎子陪笑道 瞎一多半 还能看见那么一丁点 撑死不迷路 没啥大用 还不如全瞎咯 是吗 那我帮帮你 让你彻底瞎掉 云雀一把抓住 对方的脖领子 将剑尖对准了 瞎子的眼珠子 别 别 二当家饶命啊 我是个苦力 大当家吩咐 让我埋了这些东西 怕被你们看见 这是跟我没关系啊 瞎子连忙服软 军奴可是好东西 能一次运来这么多 大当家的路子够广的 说清楚 怎么弄来的 云雀道 如果是一两把军奴 云雀没兴趣多问 毕竟军中的武器 即便管理严格 也会有少量的器械流出 整整一百把军奴 绝非小数目 如再有一百名 训练有素的精兵 每人持一把军奴 这百人的弩箭队 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战力 要知道 那都是军中的连发重弩 九品武者也扛不住 百名弩手 足以击杀一名八品武夫 当初在乌家寨的时候 云雀就遇到了弩手 乌家有二十名弩手 若非云雀的身手足够强悍 换成其他八品武者 非得吃大亏不可 而黑风寨的这些重弩 与乌家所持有的重弩 一模一样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 某位地位不菲的人物 在私下里往外售卖军线 瞎子不敢胡扯 如实道 咱们黑风寨只管运送 把东西从八山城里运出来 然后等着就行 有人会来取货 我们赚的就是个运送费 卖家买家的具体情况 只有大当家一个人知道 瞎子比较实实物 在云雀手里的弩箭面前 他毫不犹豫地 把大当家卖了 云雀沉吟了一下 道 别买了 这些东西不错 我都要了 啊 瞎子张大了嘴巴 一脸震惊 这些货可是要命的东西 你一句话就要了 大当家那边不会同意的 货不是我的啊 瞎子道 明天我去找大当家 你别多嘴 回去睡觉 云雀拎着一把重弩 压着瞎子返回黑风寨 瞎子哭丧着脸 回了自己的屋子 他也不傻 知道这时候 去禀告大当家 免不得又一顿打 还不如等明天 让云雀自己去说 回屋后 云雀关好门 出什么事了 木青瑶始终没睡 看到云雀拎着的弩箭 顿时惊讶道 君弩 云雀将瞎子的事说了一遍 听闻后 木青瑶袖眉紧锁 翘脸凝重道 君弩杀伤力极大 打造起来十分不易 是对付妖物的重器 军方会严格保存 整个大境 只有皇城的禁军精锐 才会大量配备 连边军都没有多少 其他大城的守军手里 更加少见 怎会一次外泄这么多 云雀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木青瑶醋眉道 售卖君弩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国之重器 如果始终外流 大煞将轻 乌家也有不少君弩 没准黑风寨的这批货 是红莲教要的东西 云雀道 贩卖君弩非同小可 回到皇城 我会禀告陛下彻查此事 木青瑶沉声道 大镜多说有些蛀虫 一时半会的又垮不了 郡主还是多想想 自己的小命为好 云雀调侃道 木青瑶本着的小脸 立刻泄了气 道 我知道了 回到皇城之前 我不会节外生枝多管闲事 这就对了 脱油瓶要有脱油瓶的觉悟 云雀笑道 木青瑶气得摇起小虎牙 像急了一只卷缩在被窝里的猫 不过这次的闲事 我们不仅要管 而且管定了 云雀把玩着君弩 嘴角上扬 笑得古怪 一看到云雀那种招牌式的坏笑 木青瑶就知道 云雀有了坏主意 这次不知谁又要倒霉 尽管云雀的坏笑 一点都不英俊 但看在木青瑶的眼里 总会感到一种安心 坏人 木青瑶轻弱文音般 弥喃了一句 裹紧被子继续睡觉 很快进入梦乡 不知从何时开始 小郡主只有云雀在身旁的时候 才会睡得安稳 睡得踏实 虽然也会有噩梦 但醒来的时候不再害怕 也不再迷茫 天亮后 云雀找到常威 开门见山 将军弩直接扔到桌子上 常威的脸色变得精彩起来 一张大脸憋得通红 有气难出 最后常威叹了口气 道 云兄弟啊 这笔买卖是要命的买卖 你别参合了 到时候 我能分到多少银子 肯定有你一半 就是了 我说话算数 云雀道 不知大当家这笔买卖 能赚多少 常威比量一根手指 咬牙道 一千两 分你五百两 才一千两啊 不算多 不知一把军弩价值几何 云雀道 成本至少一千两往上 黑市交易的话 价格还要翻倍 常威如实道 两千文银一把弩 一百把的话 就是二十万两 有了二十万银子 大当家可以去皇城买座宅子 当一辈子圆外了 云雀笑道 常威听得连连苦笑 道 这种货 买家和卖家 赚个运费已经不错了 哪敢打这批货的主意 多久能有一批货 云雀问道 有时一个月 有时两三月 不一定 常威道 卖家和买家都是谁 云雀问道 常威为难起来 知无这道 不是我不说实话 我不想害你 这种事云兄弟只管拿钱就好 知道的越少 越安全 身为汉匪 就该刀头填血 大当家绝的呢 云雀笑呵呵地把玩拙重弩 有意无意地将弩剑对准了常威 常威这个气啊 昨天刚入火 今天就成汉匪了 你以前也是同行吧 常威不怕一把军弩 他怕的是平山军 没办法只好如实道 买家取货 不是同一个人 每次都遮蔽容貌不知根底 我们没有什么交流 对方给钱 我们交货 卖家的情况更神秘 在巴山城有个代理人 我只需要从代理人手里接货 运回双脚山即可 我知道云兄弟你年轻气盛 想要干票大的 但这批货 我们绝对不能动 动了的话 黑风寨会被涂灭一空啊 常威的警告 云雀根本没听 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他叫胡子 跟他喝过几次酒 只知道此人住在巴山城 具体身份不得而知 常威道 胡子 云雀道 既然大当家跟这个胡子很熟 对方替谁办事 你总该知道些 这个 常威一犹豫 耳畔只听嗖一声 一只弩剑从他脑袋旁边掠过 切断了几根头发 定在房顶 失手了 这东西镜头不小啊 云雀微笑道 明显的危险 常威苦着脸 道 有一次喝多了 听到胡子提过一嘴 他是替洛将军办事的 其他 情况我真不知道了 毕竟我们只是山匪 攀不上太高的关系 得知洛将军 云雀暗暗 将这个名字记下 随后一拍桌子 啪一声闷响 把常威吓得一哆嗦 这批货 我们收了 云雀傲然道 常威连忙摆手道 不可呀 二当家别冲动 这比买卖能细水长流 别看一次赚不太多 常年累月下来 我们其实不少赚哪 生意马讲究个诚信 只要有诚信 自然招财 大当家糊涂 云雀冷哼道 我是汉匪 要什么诚信 你被官府抓了 他们会因为你有诚信 而不杀你的头吗 我不仅要这批货 等买家来了 一并砍了 那买家运送这等货物 必定一路打点 身上带着的银票 肯定不会少 常威不等规劝 又听人家豪言道 宰了买家 我们再混进八山城 找到那个胡子 顺藤摸瓜揪出骆将军 卖了这么多货 骆将军付的流油 抄了他的家 我们这辈子吃香喝辣 常威的下巴 差点掉到地上 听得目瞪口呆 劫了祸不说 干掉了买家 还要干掉卖家 你压得真是个人才 我们是匪徒不假 又不是阎王爷 所过之地寸草不留啊 云雀的宏图大忌 差点把常威吓得半死 临走前 云雀还贴心地叮嘱大当家 这次计划 千万别泄露出去 平山君最近总觉得肚子 呃 天天到处找吃的呢 等云雀走后 常威一个人在大屋里发呆 不多时 瞎子转了进来 大当家的 想啥呢 我想死 都他娘怪你 乒乒乓乓 瞎子莫名其妙地 又挨了一顿暴揍 骆将军 穆青瑶听完云雀带回的消息 陈寅良久道 皇城里没有这个人 难道其他地方 还能弄到这么多军奴 云雀道 不可能的 一次百只军奴 这种数量的重器 一定出自皇城 穆青瑶肯定道 那就是化名了 看来街头的那个胡子 很谨慎嘛 喝多了 也不会泄露消息 云雀道 不管如何 有一条线索总归是好的 可以从骆将军这个化名 查起 穆青瑶说完 妄想云雀 道 你真的打算截留那批军奴 当然了 我还打算去巴山城打劫呢 云雀将弩剑递给穆青瑶 道 尽快学会使用弩剑 必要的时候 你也许要杀人 穆青瑶接过弩剑 翘脸变得苍白了几分 道 我从没杀过人 我不想往杀无辜 贩卖军奴 是个什么罪名 云雀道 窃国之罪 斩立决 穆青瑶道 那不就得了 至少巴山城里的那个胡子 早就该死 云雀冷笑道 先拿他开刀 穆青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小手紧紧握住弩剑 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晚 云雀又找来常威和瞎子 这次穆青瑶和平山君都在 先问青瑶家何时会来 得知最早也要半个月后 随后 云雀给瞎子个任务 让其混进巴山城 半月之内摸清胡子的底细 瞎子连忙叫苦 只有大当家才见过胡子 别人都没见过 简单 画出来不就行了 平山君在旁边出竹一刀 平山君一开口 肠胃不敢不听 苦着脸埋头作画 画像很快被画好 屋子里的众人盯着画像 一时无语 无论会画画的 还是不会画画的 都沉默了 白纸上 画着一个圆形的脸 上端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墨疙瘩 应该是眼睛 中间画了两个圆圈 还歪歪斜斜 云雀盯着画 赞叹道 大当家天赋一柄 真乃灵魂画手 你要是不说 我都看不出你画的是个人 说是人像 其实画的跟鬼差不多 我来试试 大当家说说 此人的具体模样 穆清瑶拿起笔刀 常威仔细回想着胡子的模样 说出长相上的特点 穆清瑶根据常威的描述 不断修改 最后终于画出一幅画像 画像上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眉目阴质 阴勾鼻 宽脑门 留着一把胡子 右眼皮上有一道刀疤 就是他 一模一样 这就是胡子 常威笃定道 云雀点点头 朝着穆清瑶 投去佩服的目光 穆清瑶则微微仰起头 做出一副小小得意的模样 将画像交给瞎子 云雀道 瞎子 看清楚这个人 把他找出来 别的无所谓 我只要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家里有多少人手即可 瞎子哭丧着脸 接过画像 点头哈腰地答应下来 云雀拍了拍瞎子的肩膀 在对方耳边低声道 别想着开溜 你应该知道 虎妖能控制昌鬼 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了一只 完不成任务 让你真想 云雀其实没让平山君放昌鬼 而且 昌鬼在距离过远的时候 会随之失效 既然瞎子知道了平山君的真身 只需个说辞 即可唬住对方 让瞎子去巴山城 云雀并非胡乱用人 而是他知道 瞎子这家伙最是油滑 尤其善于伪装与刺探消息 当初途径双脚山的时候 连云雀都没想到 路上的瞎子居然是山匪 黑风寨几百人 唯独瞎子是眼线 可见 常威对瞎子的能耐 也是信得过的 二当家放心 这点小事 我肯定办妥 巴山城我熟得很 这就出发 瞎子 吓得急匆匆出门 赶往巴山城 对于云雀的这番布置 慕青瑶是认可的 非常之实行非常之实 云雀将黑风寨的山匪 利用到极致 无可厚非 慕青瑶不会去怜悯山匪 但云雀让瞎子找人这种事 慕青瑶怎么看 都觉得怪怪的 打发走瞎子后 云雀直接进行第二步 让常威从黑风寨 挑选出百名最凶悍的山匪 每人发放一把重物 让这些人 从今天开始练习准头 这是一百名炮灰 从选出来那一刻起 云雀就当这些人是死人了 有没有进城的好办法 云雀看向常威 计划大致定下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如何混进巴山城 直接进哪 常威说完见云雀不解 急忙解释到 寨子里有通关文碟 带上就能进城 这是我的 说着常威拿出自己的文碟 让云雀看 马小翠 云雀念着文碟上的名字 又看了看五大三粗的常威 道 你用这个能进城 嘿嘿 城门的盘查没那么严格 大多时候扫一眼完事 谁有功夫挨个对照 常威善笑道 哪来的文碟 云雀道 节来的 为了方便进城 特意留了十几分 常威如实道 十几分太少 这阵子让弟兄们勤快点 多弄点文碟 云雀道 常威满口答应 承诺明天亲自带队下山去打劫 别的不要 专门打劫通关文碟 计划已经开始 能否成功 其实云雀没多少把握 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若让八山成的那位将军护送 远比自己这个办法 要危险得多 一行人就此住在黑风寨 云雀并没闲着 趁着这段时间 他要将八品炼古镜 最后一步修炼圆满 达到八品巅峰的地步 郡主博学多才 帮忙看看 这两个果子是不是真品 云雀拿出两枚血绒果 沐青瑶精通一道 对灵果之类自然熟悉 仔细查看一番 便给出了肯定答复 真品无疑 血绒果无法久存 应该尽快服用 从哪里来的 沐青瑶道 地底下挖出来的 云雀将血绒果的由来 告知对方 得知从百玉城地牢 深处的地底所得 沐青瑶不由地疑惑起来 按你的说法 没钱已经挖了小半年 可血绒果是 无法保存那么久的 早该甘别枯萎灵气浸尸 怎会保存得如此之好 谁知道呢 可能装果子的木箱特殊 云雀不在意的道 只要果子没问题 别的就不是问题 什么样的木箱 给我说说 沐青瑶十分好奇 方块的 像一块中空的方木 没有锁 对了 盒子上边 还长着树根样的东西 云雀回忆道 其色如血 其味如褶 表皮有绒 奇效大补 血绒果出自一些 灵气旺盛的奇木 多在树顶接出 融合灵树精华而生 有补血见骨的奇效 对舞者是大补之物 按照你的说法 地牢下的血绒果 不像被人藏起来的 好像自然生长而来 可据我所知 没有血绒果 会长在地底 木青瑶沉吟了一下 继续道 除非那奇木的根须 蕴含着磅礴到 无法衡量的灵气 才会出现 仅仅以根须 即可接出血绒果的意象 云雀回想了一下 当初挖出血绒果的画面 盒子上的树根 的确是天然连接在一起的 被木青瑶这么一提醒 云雀才发现 血绒果好像就是原始状态 由树根接出的果实 而非有人刻意存放 地牢里没有树啊 云雀疑惑道 血色巨属的出现 破坏了树根 之后云雀没去追查 但他能确定地牢的范围内 绝对一棵树都没有 血绒果的上方 是什么地方 木青瑶道 一处普通牢房 什么也没有 哦对了 门溜就关在里面 云雀随口说完 神色微微变化 死的门溜绝对是个古怪的家伙 难道血绒果的存在 与他有关 穿门 喝水 都与木有关 难不成那家伙是个树精 云雀道 我看不出他有奇特的灵体 木青瑶道 世上的奇闻怪事多不胜数 既然看不出特殊 云雀不再多想 只要血绒果没问题就行 至于从平山君手里 夺来的血煞丹 云雀不打算用 血煞丹来自红莲教 云雀信不过 等以后找机会 把血煞丹卖出去换钱 吃掉一枚血绒果 云雀开始了八品练骨镜 最后的打凹 一晃半月时间过去 木青瑶的剑法进展得极快 已经能做到剑步虚发 挑选出来的百名山匪 也都掌握了君弩 远都未必打得准 近距离之下 大多没问题了 经过半月修炼 加上两枚血绒果的奇效 云雀终于将最为薄弱的 双脚骨骼打凹到极致 八品练骨镜 彻底圆满 木青瑶有些奇怪 别的八品武者 打凹筋骨会从下往上 都会从脚部开始 最后才是头部 因为头最重要 一旦其他部位出了岔子 不至于出现致命的危险 可云雀偏偏从头部开始打凹 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 以云雀的说法 猎妖人整天刀头填血 把脑袋别在枯腰带上 自然要先打凹最关键的头部 这样恶战的时候 不至于被妖物把脑袋轻易咬碎 其他武者不需要天天冒险 当然会选择最稳妥的办法 先打凹脚步 沐青瑶恍然的同时 更加心疼云雀 斩妖无数的代价 是时刻游走在生死之间 半月后 瞎子准时归来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胡子的身份已经确认 此人真名叫林胡豪 在八山城开着一家典当行 家财万贯 据说与将军苏洪山都是老相识 得知这个消息 云雀不得不连苏洪山一起怀疑 那位幕后真正的黑手骆将军 极有可能也是个将军 但沐青瑶对苏洪山的为人坚信不疑 认为苏洪山被蒙蔽并不知情 苏洪山到底知不知道军弩之事 云雀不在乎 反正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将沐青瑶平安送到天气皇城 至于之后的军弩走私 皇帝自然会追查下去 又过了两天 黑风寨迎来一对客人 娶军弩的买家 到了 让云雀有些意外的是 军弩的买家 竟是个女人 抵达黑风寨的队伍 共有十一人 为首的是名身姿绰约的妇人 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贵气 只是面罩青纱看不出真容 随行有四名婢女 与六名壮硕舞者 常威在自己的大屋里设宴款待 摆了一大桌子韭菜 作为二当家 云雀自然少不了陪同 云雀稳当当地坐在常威旁边 扫了眼来客 目光在其中一名模样 普通的婢女身上停顿 瞬间就自然地转开 望向为首的妇人 云雀的举动轻松自然 看不出丝毫一样 旁边的沐青瑶却察觉到 云雀眼里 好像多了一层特殊的冷冽 黑风寨这边 一起吃饭的人可不少 穆青瑶 门六 平山君 瞎子 还有十几名山匪 贵客登门 没什么好酒款待 诸位将就着吃点 常威皮笑若不笑地道 他强作镇定 此刻心里发虚 人家是来取东西的 结果东西 已经被黑风寨扣下不说 今天这宴席 更是一场鸿门宴 妇人直接落座 但是没吃东西 两月没见 大当家的山寨 又壮大了不少 多了许多声面孔啊 妇人谈笑风声地道 上次还取货的 不是你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常威挣了一下 疑惑道 大当家贵人多忘事 其实我们见过面点 这些都是小事 不提也罢 大当家把货拿出来吧 当面点轻为好 妇人道 成 我这就叫人去拿 常威随便吩咐个手下去取货 自己则给妇人倒了杯酒 道 贵客一路风尘仆仆 喝杯酒解解渴 常威当先一饮而尽 妇人则端着酒杯 迟迟不喝 笑道 大当家如果缺女人 大可知会一生 我那几个婢女都能侍奉一二 若实在看不上她们 妾身也可自荐整袭 何必下这么重的苏骨伞 屋子里的气氛突然一冷 妇人带来的人手 纷纷冷目相对 黑风寨的山匪 也变得凶器大气 剑手段被人家看破 常威尴尬着笑了两声 将目光看向云雀 多了吗 下次少放点 云雀风轻云淡地道 妇人也将目光转向云雀 道 让我们离开黑风寨了 不知你又是何人呢 我是这里的二当家 最近缺了个压债夫人 看你不错 打算把你们都留下 云雀道 二当家好眼光 切身的手段 绝对让你满意 我可以留下陪你 不过 货得先拿走才行 妇人娇笑道 货吗 我也不想给了 云雀笑道 可以 不过黑风寨 之后就要在大镜除名了 妇人看似玩笑般说道 这批货若缺了一丁点 我可以保证 你们黑风寨上上下下 不会有任何活口 常微听得脸色发白 有能力 染指君弩之笔买卖的 绝对是庞然大物 黑风寨在人家面前不堪一击 想要货也行 说说谁才是真正的买家 云雀神态轻松地加了口菜 吃得津津有味 如此年轻 便能坐到二当家的位置 定是聪慧过人之辈 二当家不妨猜猜看 妇人微笑道 行啊 猜对了 有什么猜头吗 云雀道 若二当家能猜对 妾身亲自为你献舞一曲 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妇人语气中充满着诱惑 是不是青楼里那种跳完了 就不着骗旅的 云雀充满期待的道 呵呵 妾身的舞姿 比起青楼里的雍之俗粉 可要好看百倍 妇人道 是吗 那得开开眼界 我可猜了 云雀搓着手 兴致勃勃地道 我猜真正的买家 是红莲教 红莲教三个字一出 妇人随之沉默下来 一缕杀气在其身上蔓延而出 二当家 还真聪明啊 妇人语气转冷 道 可惜你应该猜错才对 世上有很多谜题 猜不对 只会留下个笑话 若猜对了 留下的就是命了 你这儿没什么诚信啊 幸好我也不想看你跳舞 省得恶心 看男人的话 澡堂子里有的是 云雀冷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男人 妇人的声线随之转变 变成了男人的声音道 原来如此 你知道两月前来取货的事的男人 我方才又与大当家说过 两月不见 你这才从中看出端倪 果然心思细腻 有这份洞察力 难怪你能尚未成为黑风寨的二当家 云雀摆了摆手 道 没那么麻烦 你自己没伪装好而已 那么明显的猴杰 你觉得女人会有吗 还有一点你也说错了 我尚未 靠的不是心思细腻 妇人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猴杰 冷声问道 那你凭什么上的胃呢 云雀呵呵一笑 另一只手从桌子下抓出一把众母 对着妇人扣动扳机道 凭我够狠啊 So 一只利剑破空而出 当云雀动手的同时 常威瞎子等一众汉匪 纷纷从桌子下抓出众母 对那四名婢女 与六个护卫下了死守 一不做二不休 这就是汉匪的道理 既然局面已经无法挽回 常威只能跟着云雀一起动手 来一场黑吃黑 就算他不动手 黑风寨也保不住 屋子里利剑横飞 顷刻间 婢女与护卫 纷纷倒在血泊当中 尽数被杀 唯有那妇人 毫发无损 一张桌子的距离 又是军中众母 如果是普通人 这一剑足以击杀 但那妇人显然有着不低的修为 此时 深周浮现出一层光照 其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无数符纹 云雀与常威将弩剑尽数放空 也没破开光照分好 妇人安稳地坐在原位 浑身起伏着八品道门修饰的气息波动 护体符纷盾 常威忌惮的低吼道 至少上千张灵符融会而成 有这等符纷盾护身 同阶五夫也破不开 符纷盾是到家修士拿手的防御招式 以大量防御灵符 炼制成护身法盾 可用百张灵符 千张乃至万张 灵符的数量越多 符纷盾防御力越强 这种护身手段有个好处 只要有钱 即使符纷盾被损坏 也可重新以灵符填补修复 堪称最烧钱的防御招式 能用得起符纷盾的修士 没有穷人 妇人稳如泰山 冷哼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结获杀人 你们真够狠的 就不怕报应吗 云雀冷笑道 你们红莲教桑尽天良 都不怕报应 我们杀几个坏人而已 又怕什么呢 这叫未明除害啊 好一个未明除害 从今天开始 黑风寨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别想活命 妇人豁然起身 吞了红莲教的祸 你们逃到天边 也难逃一死 我们为什么要逃啊 现在应该是你逃才对 云雀笑呵呵地一摆手 道 砍他 呼啦一声 早已埋伏在门外的大批山匪 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 朝着妇人开砍 上百把钢刀 犹如车轮般转动不停 将妇人围了个风雨不透 符文顿的确防御力惊人 但也会消耗 这些出手的汉匪 全都是九品五夫 照这么砍下去 一个时辰之后 就能将符文顿生生展开 妇人冷哼中开始反击 一道剑光从其手中攻出 轻易将一名汉匪心脉洞开 妇人有着八品开光镜的修为 修炼的飞剑之术 绝非九品五夫能挡得住的 在妇人要出第二剑的时候 常威出手了 八品炼古镜的大当家 以一把鬼头刀 缠住了那柄飞剑 这下妇人再也无法镇定自若 只要符文顿被破开 以她到门八品的本体 请客间就得被这群五夫 砍成肉泥 黑风寨自取灭亡 你们等死吧 妇人大吼一声 拍出两张灵符 刹那间屋子里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一群汉匪被香剂掀翻 是风雷符 散开 常威一眼看出 对方动用的灵符 大吼一声当先退出门外 其他人相继逃出屋子 轰隆一声 屋子 在风雷之下轰塔 随后一道身影 在屋子后面飞掠而出 一步竖杖 逃向山下 见对方逃了 常威急匆匆来到云雀身旁道 那家伙用了轻身符 速度极快 不能让他逃了 必须灭口 如果对方回去送信 黑风寨很快会迎来灭顶之灾 只有将前来收获的人 尽数杀掉 才能争取到充足的时间 并未出手的平山君冷冷道 他逃不掉 我的昌鬼已经追上去了 我们现在就追 以免夜长梦多 常威焦急道 拥有灵符与法器的八品 开光镜修士 绝对不好对付 急什么 区区八品而已 让他先逃一会儿 云雀望着远去的妇人 直至对方消失在山林 才对平山君道 不要活口 平山君献出虎身就要追 结果被云雀拦住 让其带着木青瑶一起去 云雀将手里的君母 交给木青瑶 神色变得十分凝重 木青瑶接过君弩 紧紧抿着唇 点了点头 平山君低吼一声 拖着木青瑶 冲进山林深处 等木青瑶走后 云雀沉沉呼出一口气 好像心里的负担 终于消失了一样 常威见平山君出手 也轻松了不少 七节虎妖追杀八品修士 绝对十拿九稳 然而这位大当家并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危险 其实尚未远离 云雀转回身 望向坍塌的大巫吩咐道 拿火把雨没有来 把这屋子给我烧了 常威莫名其妙 自己屋子坍塌大半 已经废了 居然还要烧 屋子倒塌 还得放马火吗 这是什么地方的奇葩习俗 几个山匪急忙照办 刚把没有雨火把拿来 不等点火 坍塌的屋舍中 忽然占起一道人影 山林里 平山君慢悠悠地跑着 追杀的八品修士而已 平山君认为 手到擎来 有猖鬼跟着 反正也不怕对方逃了 木青瑶的小脸上 神色有些紧张 他心里很清楚 杀掉红莲轿的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杀人的胆量 可是很快 木青瑶察觉到一些奇怪的地方 云雀给他的重弩上 并没有弩箭 之前攻击富人的时候 已经用光了 云雀竟忘记重新上好弩箭 这一点在木青瑶看来 并不正常 以云雀的谨慎 不会如此大意 随后木青瑶陷入沉吟 云雀在看见其中一名婢女时 神态的微微变化 加上这次 只让自己与平山君追杀对方 而云雀并未随同 刹那间 木青瑶心头生起一份不祥的预感 与其说云雀此举 是为了试炼自己的胆量 倒不如 说是让平山君带着自己 远离危险之地 小郡主愕然回头 山顶的黑风寨 早已看不到轮廓 身后全是茂密的丛林 平山君 能否加快些速度 我们速战速决 早些回去 木青瑶道 好嘞 郡主说了算 平山君以为凌云郡主胆子小 不想离开云雀太久 于是加快了速度 风驰电撤般追向目标 山顶 黑风寨 见废墟里走出个人来 常微大惊 妇人带来的十个人 全被击杀而死 怎么会有活口 人影走出废墟 显现出真容 正是其中的一个婢女 此人三十多岁的年纪 容貌普通 脸色有些苍白 看不出任何特殊之处 与其他婢女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她背着一把刀 漆黑的刀鞘 狭长而冰冷 看得出那是一把长刀 婢女站在坍塌的大屋前 冷冷环视着一众汉匪 最后目光落在云雀身上 山匪杀人 首先应当搜索值钱之物 哪有先毁尸灭迹的 你的眼力很强 居然看得出我没死 声音沙哑 冷得毫无感情波动 不等云雀开口 婢女望向平山君 消失的方位又道 那女孩对你很重要 你让虎妖带她离开 其实是为了保护她 你知道黑风寨 很快将不复存在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死 身形单薄的婢女 却诉说着残忍的话语 无视着一群 杀人不眨眼的汉匪 无形的压迫感 仿佛那道单薄的身影当中 藏着某种恐怖的力量 常威的额头 落下一滴冷汗 身为黑风寨大当家 常威是从死人堆里 摸爬滚打杀出来的汉匪 他对杀伐 有着极其敏锐的感知 此刻 常威从那婢女身上 竟感受到 让他心计的杀意 杀了他 常威宁声大贺 抢先动手 立刻有十几名山匪 历见其出 打算用众母击杀对方 送 送 送 一片弩剑劈头盖脸 朝着婢女攻去 那婢女只是冷冷地哼了声 竟不躲不避 抬手抽出背后长刀 刺耳的嗡鸣 伴随着长刀 出鞘而炸起 一片刀光在婢女身前出现 但凡接近的弩剑 全被刀光挡住 有很多剑士被反弹而回 贯穿了十几名汉匪的心口 仅仅一个刹那而已 黑风寨的汉匪死掉一片 七品炼神剑 常威大惊失色 一张大脸变得苍白如指 对方的气机波动 足足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界 人家是七品武者 在黑风寨 常威的修为最高 但也仅仅八品而已 如果出现七品武者 足以轻易将黑风寨 所有人斩尽杀绝 最要命的是 那头七节虎妖还不在 常威只觉得心如冰寒 万念俱灰 他现在只能等死 云雀始终站在原地 没有错愕 也没有吃惊 神色淡漠 婢女手持长刀 没看任何人 只望向云雀道 你早看出 我才是此行的首领 我很好奇 你我从未见过 你如何看出我的身份 云雀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走到旁边的一具尸体旁 从死尸手里 拿起一把重骨 如果换成别的七品武者 我也许会将东西还给你们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在这住得不错 挺安逸的 打算在这养老 不过既然你来了 没办法 我只能把你埋在黑风寨 云雀的声音淡漠冰冷 说得十分奇怪 婢女献出不解之色 道 这么说 你想必是与红莲教有仇了 你不过区区八品武者 哪来的信心杀掉我 是啊 红莲教害死了我的朋友 红莲教的人 我早晚会一个个全部杀光 不过你是个例外 就算没有红莲教 我一样会杀掉你 云雀道 难道我们也有仇 婢女冷冷的道 说对了 还是不解之仇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云雀冷漠道 素未谋面 竟多了个如此仇假 我实在想不通 我们的仇怨从何而来 你都不知道我究竟是谁 婢女冷声道 怎么会不知道 我不仅知道你是谁 我还知道 你来自何处 云雀寒声道 啊 连红莲教的教主 都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那么你来说说看 我究竟来自何处呢 婢女好笑道 你来自前朝大烟的斩妖丝 云雀一字一顿地 道出了这句话 话音刚落 婢女的神色骤然一变 瞳孔缩紧 你到底是什么人 婢女沉声道 说对了是吧 我不仅知道你来自何处 我还知道你的名字 你叫柳十一 云雀渐渐摇起牙关 冷声道 你在妖都大战之前叛逃 杀了两名同僚 重伤十余人 你是斩妖丝的叛徒 婢女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眼瞳里只剩下强烈的震惊 那是她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隐秘 她认为直到自己死去 这份曾经的身份 也不会被外人知晓 她的底细 世上不该有人知道才对 却被眼前这个黑衣少年 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 云雀缓缓抽出背后的长刀 一步步走向对方 冷语道 你这叛徒 该死 嗡 一道汹涌的刀器 隔空斩出 直奔柳十一的咽喉 柳十一没有躲避 横着灰刀 以强劲的力道 将刀器震开 刀器肆意 形成一片狂风 朝着四周散去 吹得一群汉匪 睁不开眼 常威见云雀出手 他立刻做出了 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扭头就跑 其他山匪也不傻 谁也不敢围攻 七品炼神禁武者 既然二当家如此神勇 他们自然四散奔逃 眨眼间 原地变得空荡荡 一个人影都不剩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认得我 柳十一杀哑着低吼 你叛逃之后 斩妖司派遣高手追杀你 结果反被你中创 躺了两个月才好转 云雀再次举刀 冷声道 我始终想不通 我娘明明比你厉害得多 为何会被你所伤 嗡 第二道刀器 更加汹涌伶俐 地面上的沙石随之扬起 柳十一再次挡下这一击 他的神色变得忽明忽暗 难以掩饰眼底的震惊 低语道 白骨情 你是云雀 柳十一此刻的眼前 云雀的脸庞 终于与那个斩妖司 最小的猎妖人所重叠 当年他叛逃的时候 云雀还只是个两岁多的娃娃 如今已经长大 难怪他认不出来 而云雀 却始终记得 这个叛逃者的模样 因为对方曾经抱过自己 曾经给自己许多好吃的 更曾经重创过自己的母亲 白骨情 便是云雀的生母 柳十一艰难地压下震惊 道 你原来还活着 你没去妖都 我去了 斩妖司没有逃兵 除了你这个叛徒 云雀嘀吼着 斩出第三刀 斩妖司虽然早已覆灭 连同这大雁 一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但斩妖司的追杀令 始终存在 即便斩妖司只剩下一个人 也要追杀柳十一这个叛徒 这是云雀自小 就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斩妖司 曾经是云雀的家 家里有好多的家人 有的家人冷漠 有的家人热情 有的家人懒散 热热闹闹 自从柳十一叛逃 斩妖司变得冷清了许多 因为 从斩妖司建立之初 从未出现过 互相残杀的情况 柳十一不仅杀了家人 还将追杀他的白骨琴重创 云雀至今仍记得母亲 身受重伤的凄惨模样 那年云雀只有两岁 他却发誓 早晚要亲手杀掉柳十一 替母亲报仇 柳十一挥刀展开刀器 冷漠道 妖都之战 斩妖司所有人战死 既然你还活着 你不一样是个逃兵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 我是叛徒 我没有逃 我始终斩妖到最后一刻 我以为我死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却还活着 老天可怜我 让我活下去 杀了你这叛徒 叛徒 我是叛徒 那又如何呢 我自己选的路 自己会走下去 柳十一忽然放声大笑 斩妖司的猎妖人不作 偏偏去红连教当走狗 你死罪难逃 重伤我娘 你更该死 云雀单手持刀 另一只手拿出一粒挖卵 仰头吞了下去 面对仇敌 云雀早已杀心大气 叛逃之罪 伤母之仇 不得不报 做狗有什么不好 至少在红连教 有人叠骨头吃 在斩妖司 其实我们连狗都不如 你娘太傻了 他那种人 不配留在斩妖司 柳十一同样取出 不知名的淡泪吞服 眼中再无感情波动 冷声道 妖之力 随着柳十一的低吼 他的长刀 瞬间铺满血色 凶器爆气 七品炼神镜的妖血武夫 一旦施展出权力 所爆发出的威能 连六品高手都要胆寒 柳十一的长刀上血色极浓 妖武者的武器 血色越浓烈 代表着所杀妖物越多 然而云雀的长刀上 那浓郁的血光 几乎成为暗黑之色 血最浓时 便如永夜 面对强敌 云雀同样动用了妖之力 长刀上睁开一只血童 柳十一当看到 那颗血童的瞬间 震撼而疑惑道 这不是你的道 柳十一很了解云雀 因为云雀的生母白骨情 拿她当妹妹一样对待 当云雀出生的时候 柳十一不仅抱过云雀 更深知云雀与何种妖物融合 幼年的云雀 第一次有能力 让妖刀开眼之际 柳十一就在当场 如今云雀刀身里的那只血童 柳十一觉得十分陌生 谁的刀又能怎样 只要能斩妖 就是好刀 云雀冷喝着弓出 一口气斩出十刀 每一刀都快若闪电 这等出刀的速度与力量 远远超过了八品的极限 完全是七品武者的战力 柳十一的眼瞳 铺上一层血色 冷静的格挡 身为斩妖私之人 柳十一很清楚 任何妖武者 都无法以本身境界 来衡量战力 尽管云雀只有八品修为 柳十一始终以全力应对 封住云雀的猛攻后 柳十一反手斩出一刀 速度比云雀还要快上三分 几乎必无可避 云雀竖起长刀 硬生生与对方的长刀撞击 闷想中 两把刀的下方 炸起一团气浪 狂风般四散开来 刚一出手 两人斗了个势均力敌 猎妖人不可能拥有第二把刀 难道你的刀 早已锻炼 柳十一面呆不减 斩妖丝的人 一生只可能拥有一把刀 那是本命武器 刀断人亡 从无例外 可云雀的出现 却打破了这个恒久的规则 刀已断 人却没死 非但如此 还有了第二把更强的妖刀 柳十一疑惑着云雀身上的怪事 更震惊着云雀手里 那把长刀的力量 妖武者动用妖之力 简单来说 就是沟通融入神魂的妖魂 借妖魂来唤醒武器中的妖兽力量 毕竟猎妖人的每一把武器 都是一头强大妖物的本体炼制而来 妖都之战时砍断了 所有人的刀都断了 还差你一个 云雀此刻双眼星红 以双手持刀 周身爆发出铺天盖地的煞气 煞气无法增加力量 也难以伤到对手 但煞气越强 预示着气血越旺盛 而充足的气血 则是激发妖刀的最佳之物 柳十一微眯起双眼 冷声道 如此煞气 放在当年斩妖司内 也能排到前五之列 这些年 看来你猎杀过不少妖物 真是个愚蠢的猎妖人 斩妖司已不复存在 你还猎什么妖 我喜欢 你管得着吗 我不仅斩妖 今天也要斩你 云雀再次一刀斩落 柳十一同样以双手持刀 崩开这一击 他跨出一步 身体微蹲 刀悬于身侧 冷声道 斩我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斩妖技 七杀刀法 下一刻 柳十一的身体化作一道残影 刀随人走 以大开大合的灵力刀法 攻向云雀 云雀一声冷笑 动用了相同的刀法 七杀刀法 为大雁斩妖司的绝学 从无外传 是当年的坚政亲自开创 专门为妖学五夫量身打造的一种战斗法门 这种刀法以迅猛著称 一往无前 没有丝毫防御可言 一旦施展 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万物亦可杀 转我斩妖制 刀下断魂台 历死贵一死 猎妖人出刀 不夺命 不归翘 刀光四起 轰鸣大作 两名来自前朝斩妖司的猎妖人 在黑风寨里 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 所过之处 乌射近毁 纵横四翼的刀器 将地面切割出一条条 狭长如渠的裂痕 远处 常威从一个水井旁 探头瞄了一眼 又急忙缩回脑袋 他旁边的瞎子 早下的魂不附体 抖落筛康 大 大当家 咱们黑风寨 是不是不能要了 瞎子哆嗦道 保住脑袋就不错了 还要个屁的寨子 常威低声骂道 他不是没见过 七品舞者出手 但他从没见过 这种恐怖的战斗 哪里是两个舞者在交战 分明是两头凶兽 在黑风寨里肆虐 常威此刻心里 一个劲的后怕 幸好当时服软 让云雀当了二当家 常威一直以来 惧怕的都是七街虎妖平山君 谁成想那个云雀 比七街虎妖还要恐怖 这里太近 再离远点 常威连滚带爬 逃向更远的地方 瞎子头也不敢 回跟着一起跑 战场 同样施展着七杀刀法的两人 最终站的遍体鳞伤 不相上下 由于完全是杀法之法 两人都没有任何防御 注定伤势不清 如果再站下去 很有可能同归于尽 柳十一目光一沉 刀势转换 由进攻选择了防守 在他防住云雀 披斩的一刀之际 手中长刀之上 竟伸展开六支巨型熬制 随着熬之的出现 柳十一的长刀内 传出一声尖细嘶吼 嘶吼声传遍山顶 躲在远处的常威瞎子 等山匪被震得头昏脑胀 不得不拼命捂住耳朵 距离最近的云雀 直接被震的耳朵溢出鲜血 趁着这个机会 柳十一挥斩长刀 四支熬之将云雀的长刀牢牢缠住 另外两支熬之直奔云雀扎去 云雀一时难以抽刀 只能用双手各自抓住一支熬之 整个人被轰在地面 砸出个深坑 若非妖武者本体极其强悍 这一击就能砸死任何的八品武者 虽然挡下一击 云雀的双臂也渗出大量鲜血 手心被刺破 不等云雀起身 更加致命的一击出现 柳十一的长刀顶端 探出一条巨型蝎尾 锋利的尾钩携带着剧毒 朝着云雀落下 美人蝎 云雀低吼出 柳十一在斩妖丝的代号 美人蝎是一种七阶巅峰妖兽 背壳中心有一张类似人脸的印记 那印记犹如美人 从而得名 柳十一的妖刀 由美人蝎炼制而来 而且 柳十一此人出手毒辣 容貌也不俗 美人蝎这种代号 对他更为贴切 美丽的毒线 死吧 小云雀 柳十一冷漠地落下长刀 自从叛逃斩妖丝的那一刻 他便切断了 与斩妖丝所有的感情 他知道既然遇到云雀 两人当中必定要死掉一人 柳十一最后这一击 远远超出七品武者的威能 他的剧毒尾勾 足以击杀一名六品强者 然而 在毒血尾勾落下之际 柳十一发现 云雀没有丝毫拒异 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正在柳十一大为不解之际 被四肢熬之牢牢困死的 那把长刀上 突然涌出一片血光 在血光中 一只锋利的巨爪 掐住了下落的蝎尾 你的蝎子 不大管用啊 云雀冷笑着伸出手 做出一个捏紧的动作 随着云雀猛然握拳 巨大的腰爪也相继合拢 咔嚓 蝎尾竟被一爪捏碎 柳十一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 气息瞬间微弱下去 蝎尾碎裂 他的腰刀被重创 云雀从大坑里一跃而起 抬手一招 腰刀回归 刀身上探出的巨爪 趴伏在地面 好似云雀的第三只手一样 巨爪之上 裂开一颗血色树桶 柳十一死死盯着那腰爪 震撼道 你的刀里 究竟封着什么妖物 我不知道是什么妖 我只知道它能杀掉你 云雀脚下一动 豁然冲出 腰刀在身侧 划出一片汹涌血光 那只腰爪也随之扬起 与云雀的本体 一同攻向强敌 哄 两把腰刀再次撞击 柳十一这次抵挡得无比费力 他的刀身 被云雀的长刀 压得往下一沉 若非六只熬之同时撑地 协助抵抗 这一刀足以将七品五折斩成两半 怎么 没力气了 再来 云雀嘶吼着再次举刀 赤红的双眼宛若神魔 轰 轰 轰 一刀又一刀 如雨点般轰鸣斩落 每次落刀 那只血色巨爪都会随之拍下 云雀此刻的状态 近乎于疯狂与清醒之间 他心里完全被战役所填满 无比狂躁 只想撕裂周围的一切 很快 柳十一扛不住了 大口喷血 咔嚓 一声 脆响之后 柳十一的长刀被斩断 妖武者的战斗 更是妖之力的比拼 与境界的关联已经不大 谁刀中的妖之力更强 谁才是最后赢家 很明显 柳十一的美人蝎 根本不是云雀刀中血爪的对手 刀一断 柳十一整个人瘫倒在地 毛子里的光泽快速消散 刀 是妖武者的命 刀断 人死 云雀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时而稀薄难以消散 这一战 云雀没想着其他后果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不计代价 也要斩杀叛徒 替母亲报仇 脖子上的月玉散发着清冷气息 依旧无法消弭掉云雀身上的妖气 尽管事先以挖卵作为祭品 又有月玉的震魂之力 但这次云雀动用的力量实在太多 柳十一随为七品武者 在妖力的加持下 足以对战六品 如果云雀不动用更多的妖刀之力 那么这一战最后死的 就是他自己 云雀大口喘着气 尽力压制着心头的暴躁 他将柳十一提了起来 嘶吼般贺问 为什么判处斩妖丝啊 柳十一处于弥留之际 脸上看不出痛苦 反而献出一种解脱的笑意 他呢喃低语 因为 我想做个自由之人 而不是任人摆布的 傀儡 柳十一临死前的回答 触动了云雀的心神 心中的暴躁稍微减轻 毛子里的心红黯淡下去 傀儡 这是云雀第一次听到 用来描述斩妖丝众人的词汇 如果柳十一说的是怪物 云雀完全能理解 妖武者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怪物 不是人也不是妖 却拥有着人与妖的力量 可傀儡指的是什么 云雀无法理解 柳十一眼里的光泽即将消散 他盯着云雀诧异的表情 忽然笑了起来 笑得莫名其妙 笑得肆无忌惮 笑声中 充斥着一种 让人难以理喻的悲哀 谁是傀儡 你给我说清楚 云雀将柳十一提过头顶 用双手掐着对方的脖子贺问 当年 我也这样抱过你 你 果然与众不同 柳十一不再笑了 嘴角一出大片血迹 他用尽最后的力量 留下了四个字 小心 尖正 柳十一死了 死在曾经他抱在怀里的婴孩之手 十多年前 柳十一也如此刻的云雀这般 双手高高举起 开心地抱着那个自己好姐妹 刚刚诞下的婴孩 十多年后 柳十一不曾想到 当初的婴孩 已经拥有了斩杀他的力量 十年岁月 如白鞠过戏 匆匆而过 只留下一生 一死 两个重叠的画面 深深映在柳十一失去光泽的双瞳深处 尸体表面 很快铺满一层千灰色 那是来自本体的毒力 没有气血压制 便会溢出身体 美人蝎 斩妖丝中带刺的毒玫瑰 与美人蝎这等毒物炼制的长刀 朝夕相处 柳十一其实早已被剧毒侵染 他的生命 已经所剩无几 所幸 斩妖丝的猎妖人一样 死在了战场 战死沙场 才是猎妖人最终的归属 废墟中心 云雀始终举着女人的尸体 浑身妖气越来越重 烟红的眼眸里 却泛起泪痕 许久之后 黑风寨中心 炸起一声长笑 心中的悲愤 被云雀嘶吼而出 冲散了那一身妖气 眼眸恢复清明 妖刀恢复平静 可斩杀了叛徒的云雀 却没有丝毫开心可言 归来的沐青瑶 停步在远处 他看到云雀举着尸体的凶恶模样 他能体会到云雀此刻心里的悲伤 沐青瑶没有去打扰云雀 默默地等在远处 直至大日息坠 夜幕来临 常威召集起四散的山匪 一群汉匪 看着几乎被一平的黑风寨 呆呆发愣 平山君始终眼皮直跳 他轻而易举地追上了那夫人 一口就结果了对方 谁承想 真正的强敌居然还在寨子里 一次战斗 就将寨子毁成这样 可见这场恶战有多可怕 平山君再一次被云雀的战力所震撼 终于 云雀收起了刀 在废墟里 默默助力了良久 云雀亲自动手挖出个坟墓 将柳十一的尸体埋葬 坟墓不大 挖得方方正正 犹如一间整洁的小屋 没留墓碑 葬品是柳十一的断剑 斩妖司的人 只要一座坟墓即可 不需留下任何名讳 因为猎妖人 是不该属于人间的一群异类 一群怪物 生而斩妖 死而入土 魂飞魄散 世间无名 一天来 云雀一语不发 他想了很多 也回忆了很多 柳十一口中的傀儡一说 究竟有何用意 云雀想不通 柳十一因和临死前 要留下小心坚正这四个字 云雀一样想不通 不过云雀隐约想通了一件事 自己的母亲 当年负责追杀叛徒柳十一 结果反被其重创 疗养多日才好转 云雀始终认为是柳十一太阴险 利用他与自己母亲情同姐妹般的关系 让母亲大意 从而逃脱 然而母亲的战力 是斩妖丝最顶端的存在 即便柳十一再如何偷袭 母亲也不该受那么重的伤 这个蹊跷的现象 当时年幼的云雀无法理解 但现在他有些想通了 不是柳十一偷袭母亲 当年很可能是母亲 故意放走了柳十一 傀儡 难道猎妖人都是傀儡 云雀独自坐在夜幕下的山顶 望着满天星斗 低声自语 柳十一虽然死了 却给云雀留下一个 无法理解的巨大谜团 难道柳十一当年发现了 斩妖丝的秘密 从而选择叛逃 这个念头 始终营绕在云雀心里 云雀又想起了当年的坚政 自己没见过几次 印象里 是一位和蔼的老者 不仅斩妖丝的一众高手 大燕斯天剑的坚政 也在妖都之战中战死 没有活人 不 如果说前朝大燕斯天剑 还有人存活的话 云雀只能想到一个人 斯天剑的大师兄 前朝坚政的大弟子 吕青 当年斯天剑集结所有高手 随同皇帝北伐妖都 吕青被坚政留下 负责坐镇斯天剑 可以说吕青 是唯一存活下来的 斯天剑高手 只是这些年过去了 吕青的去向 云雀不得所知 如果斯天剑真的存在隐秘 大师兄应该能知道些什么 迎着冷烈夜风 云雀心里的疑团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没有遇到柳十一之前 复灭是耗尽国运 自然败落 被晋国取而代之 此刻想来 大雀的复灭 好像并不正常 妖都的存在 的确是大雀的威胁 但妖都并未攻打燕国 燕国也没到被妖邪 肆虐的奄奄一息的地步 反而是兵强马撞的大雀 主动出击去讨伐妖都 以至于双方同归于晋 大雀皇帝与斯天剑所有高手 与妖都的无数妖族 竞数亡命在那次大战之中 随后晋国马上出现 就像早已做好了准备一样 以前云雀只认为 斩妖丝的使命 就是斩尽天下妖邪 从未多想过 异国的存亡那等大事 现在云雀隐隐觉得 当年从攻打妖都开始 就像有人早已准备好的一盘棋 妖都覆灭 大燕王国 晋国取而代之 斯天剑依旧存在 天下妖邪还是那么多 好像除了燕国 与妖都消失之外 天下并没有其他变化 云雀深深地锁着双眉 尼难道 在云雀眼前仿佛组成了一张巨大的棋盘 隐在夜幕中的棋手 正肆意摆弄着那些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 轻缓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木青瑶缓缓在云雀身旁坐了下来 天骑学宫里 是不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云雀望着天空道 天骑学宫设有十二殿 传授的学识极其庞杂 如 道 佛 武军有修为高深的先生授课 除此之外 断气 一道 玉兽 兵家 炼丹 灵植 傀儡 杂学 歌舞 风水堪余 甚至除道与断案之类 都有专门的先生传授 可以说 天骑学宫十二殿 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天下学问的源泉之地 木青瑶声音轻柔地道 学宫里的先生 有没有前朝的 云雀道 天骑学宫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当中的先生 有很多从前朝便在学宫授课 王朝更迭 学宫不变 天骑学宫始终是超凡脱俗的存在 木青瑶道 我想去学宫 云雀忽然笑了起来 道 去学点东西 学东西 其实是次要 云雀想要去 学宫的真正目的 是打听出 大雁当初 为何要孤注一掷 进宫妖都 这个谜题不解开 云雀始终觉得心里不舒服 别看天骑学宫超然事外 毕竟位于皇城之内 皇朝的动荡 学宫里的强者们 不可能不知道内情 云雀有一种预感 只有去天骑学宫 他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不及魁步 无以至千里 学无止境 才是真正的强者 慕青瑶急于肯定后 狡黠一笑 道 你放心 学宫里的生活 肯定适合你 云雀觉得奇怪 道 学宫里该不会全是妖怪吧 否则怎么会适合我这种 只会猎妖的粗人 慕青瑶微笑着摇头道 学宫里没有妖 但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学生 有的人粗鲁豪爽 有的人谨小甚微 有的资珠必较 有的一掷千金 有的整天惹事 有的闷头苦修 几乎什么人都有 热闹得很 总之你只要进了天奇学宫 肯定能找到志同道合之事 云雀听得好奇 道 这么说 喜欢切磋打架的学生也有了 何止是有 还有不少呢 学宫不禁止切磋 只要不闹出人命就行 打架的天天都有 以至于回春店的病房 总是人满为患 慕青瑶微笑道 这么热闹 云雀的好奇心被彻底勾起 学宫这种地方 在正常人眼里 是求学之地 学子们肯定老老实实 上课下课 谁料天奇学宫里 斗殴不断 实在出人预料 你要知道 天奇学宫并非晋国的学宫 而是天下的学宫 来此求学的 可不止晋国子民 还有少五国 与其他国度的学子 甚至有草原蛮人 晋国律法管不到学宫 学子的数量又极其庞大 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自然会有无数摩擦 慕青瑶解释完 调皮地拍了拍云雀肩膀 故作老成的道 所以吗 天奇学宫 很适合你这种喜欢斩妖的年轻人 云雀点点头 道 那就好 慕青瑶不解其意 疑惑道 什么叫那就好 那些学子经常打架 肯定练得皮糙肉后 多被揍几顿 也无所谓了 云雀道 慕青瑶眨了眨眼睛 眼口轻笑 你小心自己被揍 学宫里的高手多得很哦 慕青瑶道 我又不怕挨揍 正好帮我打凹筋骨了 云雀想象着天奇学宫的模样 道 既然学生们如此混杂 那些先生们肯定会头疼的 慕青瑶的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神秘兮兮兮的道 先生们才不会头疼 比起学子 天奇学宫的先生 更加千奇百怪 等到了学宫 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是吗 那更要去见识一番了 郡主殿下的名额 肯定有效对吧 云雀道 名额没问题 不过你需要通过考核才行 若无法通过学宫的考核 即便皇帝下令都没用的 慕青瑶道 还要考核啊 难不难 云雀道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学宫十二殿分门别类 其中阎武殿专门招收武者学生 考核的也是武道一类 以你的能力 无需担心通不通过的问题 慕青瑶笃定道 云雀仰头倒在山顶 面朝星辰 道 如果考核武道的话 问题不大 即便考不上 我还能去你爹手下混个差事 郡主殿下的人情 应该管用嘛 就算没有我 以你的能力 在军中定有用武之地 我爹肯定喜欢你这种 沙发果断的年轻武者 没准你们能成为望年娇呢 慕青瑶微笑道 望年娇多没意思 虚情假意的 不如直接拜把子 到时候 你就是我大侄女了 云雀道 慕青瑶听得滋起小虎牙 恶狠狠掐着 云雀胳膊上的肉 一个小姑娘 能有多大力气 云雀八平五腹的肉身 让慕青瑶拿刀砍 都未必砍得动 何况是掐 云雀特意把袖子挽起来 让慕青瑶可敬掐 反正一点都不疼 跟挠痒痒差不多 慕青瑶无可奈何地松开手 愤愤然地道 等年底师尊 助我开启天门 有了七品格物修为 一定能掐腾你 对了 你那位坚政师尊 叫什么 云雀随口问了句 慕青瑶能否冲进七品的关键 在他那位师尊 慕青瑶神色微微凝重 答道 吕青 听见这个名字 云雀直接正住了 吕青 是前朝思天剑坚政的 清传大弟子 斩妖丝众人 都称其为大师兄 云雀没想到 当年那位温文尔雅的大师兄 如今竟成为了 晋国思天剑的坚政 云雀在惊讶之余 心里实在无法理解 燕黄战死北域妖都 皇城里还有太子 吕青完全可以辅佐太子上位 聚首皇城 可燕国覆灭得太快 几乎一夜间改朝换代 成了如今的晋国 燕国太子下落不明 吕青这位思天剑的大师兄 则成了晋国的坚政 这一切 让云雀觉得恍然若梦 而慕青瑶 居然是吕青的清传弟子 算起来的话 云雀之前的玩笑 一语成衬 他的辈分 真成了穆青瑶的小师叔 吕青的身份 难道你们晋国皇帝不知道 云雀疑惑地道 当然知道 师尊是前朝思天剑监政的大弟子 如今辅佐大晋 当今圣上以宽怀著称 不拘小节 接纳了许多前朝的文官武将 从没有剿灭前朝余孽的做法 穆青瑶道 云雀的眉风始终紧促 如今的皇帝是否宽怀 他不知道 但云雀知道 吕青的为人刚正不阿 轻易不会臣服于义国之皇 云雀以为 吕青随着燕国的消失 早已远离皇城 或者隐姓埋名 或者辅佐燕国太子 燕皇刚刚战死 就把皇城拱手相让 这不像吕青的作风 云雀皱眉低语道 晋国皇帝 为何能轻易攻入皇城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史料记载 晋皇入天气 没废一兵一卒 城中百姓在当晚 看到一片紫色的大雾 由东而来 名物此为大兴之兆 乃紫气东来 于是百姓合力打开城门 迎接新皇上尉 晋皇兵不屑任 占据了天气皇城 从此之后 大惊立国 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云雀虽然是粗俗的武夫 但他十分清楚 史料这种东西 完全由圣者所书写 皇帝的事迹 当然怎么漂亮怎么写了 母亲姚文言沉默了一下 道 我也不清楚 当时发生了什么 不过我爹 曾经提及过一次 他说 那一晚皇城很乱 我问他乱成什么样子 他始终没说 富南王不说 代表着那一晚皇城不仅很乱 也充满了血腥 改朝换代 又岂能兵不血刃 师尊说过一句话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天下 始终是黎明的天下 慕青瑶看出 云雀疑惑的缘由 道 我认为 师尊是真正心怀大义之人 燕国最后的力量 若顽固抵抗 不知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厮杀 战争只会让百姓们 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是大燕还是大静 百姓们其实不在乎 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云雀没说话 轻轻点了点头 也许吕青的做法是对的 但不知为何 云雀对那位曾经的大师兄 多了一份陌生感 我知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今圣上能坐稳天骑 其实是有依仗的 慕青瑶道 富南王 云雀道 慕青瑶摇头轻笑 当然不是我爹 那时候 我爹只是个出出茅庐的年轻将军而已 冲锋陷阵没得说 但远远谈不上护国之力 圣上真正的依仗 是国师 看来国师很厉害了 云雀道 大晶庙堂上的情况 云雀远在支远县这种偏僻角落 自然无从了解 不过国师的存在 晋国百姓是人尽皆知的 都传闻是为隐士的方外之人 国师是道门强者 十分神秘 轻易见不到面 我也仅仅见过两三次而已 皇城内的扶妖大镇 便是国师亲手布置 由思天剑负责监管 我才当年圣上入天骑的那一晚 国师肯定与师尊相遇过 两位强者 现出两位绝世强者 惊天动地又不为人知的一场较量 你们皇帝手下果然人才极解 难怪能轻易取代大焉 看来国师和你爹是老相识了 云雀道 你说错了 我爹之前并不认的国师 陛下曾经是大焉之内的一方诸侯 我爹是陛下的家将 而国师则是即将攻打天骑皇城之际出现的 来自世外宗门 牧卿摇道 云雀觉得奇怪 道 世外宗门的强者 怎么一来就辅佐你们皇帝 也许国师看出陛下天命加身 是真命天子 牧卿摇并不清楚真正的内情 只能如此说道 云雀喝了一声 对天命两个字 嗤之以鼻 云雀这辈子什么都信 唯独不信命 更不信老天 在云雀看来 国师既然肯辅佐敬皇 一定有自己的目的 没准是看出大势所趋 大焉再无机会 趁机捞个从龙之功 国师眼力不错 应该是个聪明人 云雀道 能为国师者 岂会是愚人 这次你说对了 国师的确眼力过人 一眼看出我的通灵肢体 当初想要说我为金传弟子呢 只是被监政师尊抢了先 得知我已经败入监政门下 国师很是惋惜 穆青瑶略带着骄傲的道 能被皇城内两位强者争抢收徒 绝对是一份天大的荣耀 原来郡主还是个香馍馍 云雀酸溜溜的道 人比人死 或比或扔 人家凌云郡主出生 就含着金汤池 一世荣华富贵 连皇帝都疼爱有家 又有天赋异禀的通灵肢体 一国之内的两大强者 都抢着收为弟子 简直是晋国的明珠一样 再看自己 两岁开始上战场斩妖 从小到大都在腥风血雨里度过 刀从来不离手 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 忙碌多年 到头来只混成个小镇的武作 还是连月缝都没有的那种 云雀很想指着老天大骂一顿 都是人 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穆青瑶自然听得出 云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语气 咯咯直笑 道 国师还送过我一个玉簪 是一件能自行运转的防御法器 可惜在一次被幽五围攻的时候坏掉了 那玉簪真的很漂亮 当时国师从头上亲手摘下来送给我的 大男人还带着玉簪 云雀道 谁说国师是男人 国师是女人 很美的女子 穆青瑶羡慕道 女国师 云雀吃惊道 当然了 你以为呢 穆青瑶掰着手指 如蜀家真的道 相邻的少五国 对大晋始终虎视眈眈 蠢蠢欲动 之所以始终不敢打晋国的主意 主要因为大晋的三驻国 国师 金正 傅男王 云木青瑶的一番长谈 云雀对当今朝堂了解不少 但他没什么兴趣 庙堂之上 不是他的地盘 更不是他的战场 与其和那些八面玲珑的文武群臣玩弄心机 还不如砍几只腰 来得干脆爽快 并非云雀没有心机 反而他的心机之身远超旁人 只是心机交锋这种事实在类的荒 一点意思都没有 要比就比刀 你砍我 我砍你 看谁先死 多简单 比什么心机啊 而且 云雀深知一点 这世上无论多深的算计 多巧妙的布置 多阴险的陷阱 在绝对强大的力量面前 统统形如虚设 时间差不多了 再等两天 我们就出发 进八山城 云雀的声音渐渐发沉 八山城是最后一关 也是最艰难的一关 能否活着抵达皇城 其实云雀没多少把握 越是接触红莲轿 云雀对这处邪轿的存在 就越是忌惮 连柳十一那种斩妖丝的叛徒 红莲轿居然也能拉拢 可见红莲轿的触手遍布之广 穆青瑶点了点头 忽然想到了什么 道 如果能回到皇城 你该去见见坚政师尊 他应该认得你 也许师尊能帮你想起丢失的一月记忆 我暂时不想见吕青 云雀道 或许是柳十一之死 让云雀对当年四天剑的故人 多出一种隔阂 他当然认得吕青 但吕青现在肯定不会认得长大了的自己 穆青瑶没有过多规劝 她是个善解仁义的女孩 她尊重云雀的选择 我知道你有苦衷 前朝的同僚 今朝相见 免不了尴尬 连坚政师尊都打造不出当年的斩妖丝 看来是我奢望了 云雀 你不属于大烟 也不属于大静 你永远是自由的 穆青瑶轻声道 将云雀绑在四天剑重建斩妖丝 是穆青瑶第一次遇到云雀时的想法 自从相识以来 穆青瑶的想法已经渐渐转变 她想要云雀永远可以自由自在 翱翔在广阔的天地之间 走 找常威喝点酒去 云雀站起身 带着穆青瑶来到常威的住处 由于山寨里的屋舍 大部分都被毁坏 常威现在住的是瞎子的小屋 正在屋子里喝着闷酒 抬头一看 云雀进来了 常威连忙起身道 二当家还没睡呢 要不喝点 瞎子在旁边听个直咧嘴 这语气像是大当家见二当家吗 跟自己平常在大当家面前的 卑微一模一样了 自从目睹了云雀与那婢女的恶战 常威现在恨不得看到云雀就绕着走 能躲多远躲多远 人形妖兽一样的二当家 实在恐怖至极 云雀也不客气 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酒 大当家在八山城里 有没有仇人 常威掏了掏耳朵 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是应该问有没有熟人吗 怎么问仇人 熟人有 仇人也有 常威陪笑道 有仇家就好 说说是谁 多大的仇 云雀道 常威的笑容渐渐凝固 脸色变得争鸣起来 道 害得七里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死大仇 云雀兴致大起 道 大当家原来是个有故事的人 说来听听 到底是谁害的你家破人亡 常威长叹一声 灌了一大碗酒 喷着酒气 讲述起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常威出生君武世家 祖上三代 都是八山城的守军 父亲曾经做过偏将 家里虽说算不得大富大贵 但比上不足 笔下有余 吃喝不愁 家境饮食 常威的童年 可以说无忧无虑 长大后 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八山城的官兵 他娶了妻 还生了个儿子 本以为这种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常威沉迷于赌方 常威有一个同僚 叫做童琪 是城中校尉 说是为了消遣 带着常威去了赌方 从小赌开始 直至越赌越大 常威其实对赌方没多大兴趣 最开始也是闲着玩玩意 自从他连营好几天 真金白银到手 便越发沉迷此道 经常在赌方一赌 就是一天一夜 渐渐的 常威开始输多赢少 不仅将之前赢来的银子 全输了进去 自己还搭上不少 常威不服气 觉得输掉银子 是自己运气不好 早晚能赢回来 加上童琪经常敲边鼓 常威开始加大了本钱 常威越输越多 最后输红了眼 他将府宅压了出去 打算破府沉舟 最后一波 不出意外 常威又输了 输得干干净净 一无所有 当债主拿着地契 前来索要府宅 常威的老父亲 直接被气得咽了气 家里的两个丫鬟 一个仆人 连这个月的工钱都没有 收拾东西当天离开 赌徒的德性 谁又能不清楚呢 一旦沾染了这行 连爹娘都能当作赌注 一夜之间 从家境殷实到一贫如洗 加上老妇过世 常威觉得自己经历了 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然而常威并不知道 真正的黑暗 还在后边 常威用仅剩的几两岁银子 做了间漏风的小屋 暂时安顿好妻儿 她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这辈子再也不去赌方 常威的妻子 是个大家闺秀 明白事理 没有哭闹 也没有责备 始终默默承受着一切 没有钱 就省吃俭用 清苦度日 好在常威还有月凤 不至于养不起妻儿 月底的时候 常威拿着刚到手的月凤银子 准备给妻儿买点肉吃 结果童琪又要她去赌方 试试手气 常威言辞拒绝 她已经发誓 这辈子不再赌了 可童琪却嘲笑她 不像的男人 输掉的东西 应该再赚回来才对 人嘛 哪有始终倒霉的 说不定这次就转运了 常威心动了 她不甘心如此贫困潦倒 不甘心妻儿跟着自己 过不上好日子 于是 常威又跟着童琪去了赌方 这次她果然赢了 从十两银子 一直赢到二百两 见自己转运 常威哪能罢休 一次将二百两全押在一局 她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连最后的尊严都输了出去 想起自己要给妻儿改善生活 买些肉吃 常威几乎失去理智 愤怒地犹如野兽 在同期的见义下 她孤注一掷 准备最后再赌一手 常威已经分文皆无 她的赌注 是自己的妻儿 常威又输了 这一次 她输掉了自己在世上仅有的财富 常威一个人在赌方外 哭作了一天一夜 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小屋的时候 妻儿已经被人带走了 之后一个月 常威如同行尸走漏 她再没见过妻儿 直至一个月之后 她听到了妻儿的死讯 一大一小 两具尸体 是从河里捞出来的 围观的人群指指点点 有人听到消息 说这娘俩被卖给一个大户人家 结果天天被打骂 女人不堪屈辱 选择带着孩子投合自尽 没爹的孩子啊 真可怜 这是常威当时听到周围人群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也是令她心境坍塌的一句话 常威想过死 去地底下赔钱 当她在荒陵里 将刀刃对准自己脖子的时候 她反悔了 并非怕死 而是死得太憋屈 常威用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买了一坛子老酒 一个人喝光 随后提着刀 走进赌方 打开杀箭 她杀了几十人 最后在冰死的赌方东家嘴里 得知了一个天大的隐秘 原来这间赌方的 东家不止一人 是几人合开 其中有个东家 就是童骑 得知这个消息 常威武雷轰顶 她的同僚 她的好友 竟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局 一个家破人亡的死局 常威带着赌方东家的脑袋 直接找到童骑 两人大打出手 尽管常威亡命相搏 她却不是童骑的对手 被重创后逃出巴山城 就此落草为寇 成了杀人越货的山匪 说完这段悲苦的过往 常威连喝了三大碗烈酒 醉熏熏的道 啊 我们这种毒狗 就该不得好死 可惜我修位不够 竟巅峰舞者 若能杀了她 我常威宁可被千刀万剐 下游过上刀山 我愿勇士不得轮回 换她一条命来 小小的屋子里 沉默无声 瞎子坐在旁边低着头 一脸苦涩 她第一次听闻大当家的过往 慕青瑶轻轻簇着眉 她恨常威这种 连妻儿都能当作赌注的赌徒 更恨那个奸诈的童骑 云雀提起酒坛 给自己和常威各自倒满 碰 重重地撞了碗 云雀一饮而尽 沐青瑶以为云雀同情常威 想要以男人的方式 与对方好饮一番 借酒消愁 结果却听云雀道 相识一场 既然大当家拿我当朋友 你的仇 我帮你报 常威醉醺醺醺的点点头 刚要说好 忽然愣了下 猛地抬头盯着云雀 醉意清醒了大半 你要杀了童骑 是啊 这种祸害连妖都不如 不宰了 留着过年吗 云雀笑道 常威的五官 渐渐争鸣起来 一把摔碎九晚 吼道 好 二当家若能帮我 宰了童骑那畜生 我常威这条命 就归你了 你想在八山城 干多大的买卖 我都奉陪到底 哪怕你要去宰皇帝 我也跟你一起上 一言为定 男子汉大丈夫 就该干票大的 云雀大笑着离去 出门后 云雀回头看了眼小巫 心里默默地自语道 我替你报仇 你替我送命 这才是朋友啊 云雀从来没有 可怜过这些山匪 死在黑风寨山匪手里的人命 这些年肯定有不守 从山林里 时常能见到的枯骨 即可看得出来 山匪都该死 可以说 死有余辜 不过 云雀是个讲究人 拉着一群 本就该死的山匪 去做炮灰 至少顺手帮人家 完成最后的夙愿 反正在城里 是要杀人的 否则官军 就不会当真追杀 云雀要自导 自演一出 事官生死的大戏 如果演得假了 根本骗不过红莲匠 网杀无辜这种事 云雀还做不出来 不过该杀的人 现在不就有了吗 休息的两天时间 云雀和沐青瑶 在山林里 找到不少鸟蛋 留作备用 这些日子 黑风寨劫持的 通关文碟也够了 第三天 云雀终于等到了 进城的最后一个契机 有一队运送茶饼的商队 途经双脚山 瞎子带来消息后 云雀当即下令 命山匪将其截住 连人带货 全带到寨子里 商队三十多人 多数是家仆 运送五大车茶饼 商队主人是个老头 五十来岁 带着个亲闺女 被山匪劫持后 妇女俩下得面无血色 浑身发抖 一个劲哀求饶命 云雀看了看妇女俩的装扮 满意地点点头 吩咐道 衣服都脱掉 老者的女儿二十多岁 看打扮尚未出嫁 模样虽然一般 但身材相当不错 他以为山匪劫财又劫色 哭哭啼啼地 开始宽衣解带 周围全是手持钢刀的凶悍匪徒 他哪敢不从 老者哀叹着闭上眼 满脸愁苦 落到山匪手里 乃能有什么好下场 老者已经不憧憬什么 只求最后 女儿能留下一口气就行 郑星生悲苦自己 老者听到那神色冷峻的 二当家诱叨 愣着做什么 你也脱 啊 老者瞪大了眼睛 心说 这帮山匪到底有什么爱好 他不敢多问 把自己的外衣也脱掉 云雀将老者的外衣套在自己身上 还算合身 又把女人的外衣交给沐青瑶 常威看出云雀的打算 立刻让人把外面那些家仆的外衣全都抢来 自己先换上一套 云雀命人 把劫来的这帮人全都绑住手脚 扔在一间破旧的大屋里 撵走其他山匪后 云雀掐了把女人的下颗 笑道 算你们走运 一天之后 找机会自己逃命吧 别走早了 走早容易死 随后 叫上黑风寨所有山匪 带着五大车茶柄下了双脚山 直奔巴山城 过了好久之后 等外面再无动静 被绑住的女人又开始哭哭啼啼 哀怨道 爹 他摸我 呜呜呜 老者叹了口气 苦涩道 委屈我姑娘了 他摸就摸吧 只要他不摸为父就行啊 巴山城外 密林中 一群山匪汇聚在一处 云雀早将百把君母 藏在车上的茶柄下面 车队的出现 正好解决了 将众母带进巴山城的难题 只要不仔细检查 在外面绝对看不出端倪 站在三百多名山匪面前 云雀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一百名训练过君弩的兄弟 跟着我混进巴山城 剩下的两百多兄弟留守于此 你们只有一个任务 当看到烟花响尽的信号 立刻攻占西城门 给我和大当家守住这条退路 记住一点 占领城门后 第一时间将城门烧毁 之后能坚持多久 就坚持多久 做完了这一票 兄弟们这辈子也就够本了 云雀说完 一众汉匪摩拳擦掌 一个个眼珠子通红 凶悍如猛虎 打劫的买卖 自然越大越好 谁都想赚一份颇天富贵 从此金盆洗手享受人生 然而 山匪并不知道的是 二当家说的 这辈子够本了 不是这一票的收获 够花一辈子 而是他们这辈子的命 活够本了 也该死了 这次下山 云雀将黑风寨里 所有的煤油都带了出来 目的就是烧毁西城门 让巴山城的西城 有门也关不上 这样一来 红莲教即便发现端倪 也会选择前来西城门拦截 而云雀最终要走的 却是直通天气的东城门 这一招叫做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巴山城西门 进城的队伍排出很远 作为皇城附近的大城 巴山城的规模 是百玉城数倍以上 繁华程度远非支远县地界的 小城小镇可比 日上三竿之际 终于排到了云雀 城门口的军兵 头领一口大黄牙 瞥了眼车队 拿枪做掉的道 车上装的什么 都是茶饼子 远到来的 赚点辛苦钱 云雀说着 塞给对方二辆银子 别看钱不多 对方满意地点点头 这种事 云雀清车熟路 因为他太了解没钱 没钱曾经说过 城门口给钱 是有讲究的 一辆银子 说明货物贵重 怕军兵查验的时候 弄坏了得不偿失 二辆银子 除了货物贵重之外 还急着交货 怕耽搁了时辰 三辆银子 是与城门守军有过节 害怕对方刁难使坏 一旦超过三辆银子 那就不对劲了 其中必定有见不得人的原因 没钱 但凡收到三辆银子以上的过路费 他不仅不会放行 反而会彻查车队货物 肯定能揪出更多的好处来 军兵头领装模作样地 打开两箱茶饼 只看了两眼 便大手一挥放行 至于通关闻碟 更是随便晾了下就完事 都懒得看 一路顺利 当一行人即将抵达城门口的时候 城里走出一队军兵 为首的是名偏将 身着甲昼 等等 偏将四巡上下 骑着高头大马 仰手拦住车队 云缺暗道倒霉 这偏将明显不是守城门的人 也许巡逻到此 或者要出城办事 如果仔细查看的话 茶饼下边藏的众母 就会穿帮 偏将下马走到车队前 敲了敲大木箱 道 里面是什么 收了钱的军兵头领 急忙裴笑道 回禀离将军 是茶饼子 小人刚刚验过了 离将军冷哼一声 道 总共几十箱 你只验了两箱 最近山匪泛滥 若这些箱子里 藏着汉匪进城作乱 你该当何罪 军兵头领冷汗下来了 一个劲告罪 这一幕 让黑风寨的众人 无不捏了把汗 稳重的凌云郡主 此刻也觉得心跳加速 紧张起来 离将军显然想要教训教训 那军兵头领 说的也都是吓唬人的话 可他偏偏说对了 箱子里虽然没有汉匪 但拉箱子的这帮人 可都是汉匪 离将军亲手打开一个大木箱 将茶饼子全都倒了出来 从上检查倒下 白把军弩 集中在车队最后边的木箱里 如果这么翻下去 早晚露线 常威紧张地猴姐滚动 咽了下口水 他很清楚 能在八山城这种大城 担任偏将的 至少要七品修为才行 若被对方看到重弩 那就麻烦了 离将军连着将两个木箱 全部清空 吩咐手下道 把所有箱子都打开 周围军兵连忙开始撬箱子 清空茶饼 哐当一声 云雀在此时 做了个出人预料的举动 将一个木箱推下车 砸出一声闷响 这位将军 你东西掉了 云雀指了指掉在 离将军脚边的木箱 一脸认真的道 哦 是吗 离将军眯起眼 语气淡漠地道 当然了 我亲眼看见的 云雀道 茶饼最怕受潮 经不起折腾 大人行个方便 哼 岂能容你这等商贩轻易更改 离将军话音冷漠 抬脚将木箱踢到自己身后 对查验木箱的军兵吩咐道 手脚都麻利点 本将军还要出城办事 没工夫在这浪费时间 检查货物的军兵文言 立刻心领神会 不再往箱子底下翻 草草茶看一番后 纷纷跳下车来 离将军带着一箱子茶饼 与手下扬长而去 看都没看云雀这边一眼 一众山匪松了口气 急忙把散落的茶饼 重新装好 有惊无险 木青瑶朝云雀头去佩服的目光 一箱子茶饼 便将一次危机完美解除 这等临危不乱的风范 实属难得 其实云雀早看出 纳黎将军对守军头领不满 拿自己这车队 敲打对方而已 既然将军不满 那就让他满意好了 礼物的轻重 永远是衡量满意度的最佳标识 只是云雀没想到 纳黎将军说得如此痛快 一点没怀疑什么 一箱子茶饼 至少几十两银子 换成没钱 肯定会发现蹊跷之处 看了眼远处的黎将军 云雀冷笑一声 什么偏将 连没钱都不如的饭桶而已 进城之路已经畅通无阻 云雀没有 立刻离开城门 而是又搬下来一箱子茶饼 找到守军头领 道 劳烦官爷 帮忙把箱子送去黎将军府上 今后我们少不得要麻烦黎将军 说完 云雀又递过去二两银子 小头领一听连连点头 拍着心口说放心 肯定送到 等云雀一行人走后 小头领捏着手里的二两银子嘀咕道 真贪娘是奸商 这次让你们蒙对了 黎将军最爱喝茶 抱上这棵大树 今后在八山城有的转往 二两银子的跑腿钱 自然不守 而且小头领也不用自己去 叫来个手下跑腿即可 他什么也不用干 平白得了二两银子 自然皆大欢喜 进了城 一众山匪终于轻松下来 东瞧西望 身为山匪 平常哪赶来八山城 他们很多年都没体会过城里的生活 看什么都新鲜 平山君跟在云雀旁边 气愤道 一箱茶还不够 你又多给那混蛋送一箱 刚才就该一口把它咬成两半 看他还敢不敢勒索好处 跟你们人足打交道 真叫人火大 你懂什么 这叫破财消灾 反正破的又不是你的财 云雀道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人族的龌龊 气死老子了 平山君愤愤不平 看不惯 你可以慢慢学吗 等哪天你被更强的妖族勒索 你也可以准备点好处 云雀道 平山君气得咬牙切齿 对于云雀的歪理 他实在无话可说 穆青瑶好心地解释道 送的第二箱茶饼 不是为了破财消灾 而是为了栽赃嫁祸 栽赃 送他东西怎么是栽赃呢 平山君满头雾水 穆青瑶耐心地道 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人是如何进得成 若没有那黎将军通融 箱子里的弩箭早被发现了 黎将军带走一箱的茶饼 我们就再送一箱到他家 这叫证据确凿 什么证据 平山君越听越糊涂 思通山匪 穆青瑶小声道 平山君恍然大悟 他想起来 自己除了妖族之外 还有个身份呢 我是山匪啊 黑风寨的人 不知道云雀的最终目的 平山君是知道的 所谓干一票大买卖 指的是搅乱八山城 引一群官军追杀 为了护送林云郡主 云雀必定会杀人的 等这边汉匪动手 那黎将军就成了同谋 他家里的一箱子茶饼 就是最好的证据 到时候 即便不丢脑袋 也得丢官罢职 落个凄惨下场 想通之后 平山君心情变得畅快起来 朝着云雀赞叹的道 你们人族的花花肠子 真多 尤其是你 心真黑 穆青瑶听得无嘴直乐 云雀美好气地 瞪了小郡主一眼 跟个狐妖解释什么 让他稀里糊涂多好 以后还能这么坑他一次 这下好了 平山君长见识了 这一招对他没用了 找了家不起眼的小酒馆 云雀把所有吃食全部买下 百十来个壮汉 不吃饱 待会儿打起来可没力气 穆青瑶的处境 从进城开始 就变得十分危险 红莲教的眼线 不知有多少 所以 穆青瑶在城里 逗留的时间 越短越好 云雀准备吃完饭就动手 先宰了铜棋 杀掉一个校尉 绝对是重罪 足以惊动守军追杀 到时候 云雀只管带着穆青瑶 按照计划逃亡即可 至于售卖君弩的那个胡子 林胡豪 云雀没打算动他 最初的计划 云雀想要杀掉林胡豪 来制造混乱 自从得知取货一方是红莲教 云雀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可能那些君弩 本身就是红莲教 从皇城里运出来的 八山城 只是一处过路的站点而已 而那个胡子 也极有可能是红莲教的人 去杀他 无异于 撞进红莲教的老巢 处理胡子的是好办 等穆青瑶回到皇城 大可让皇帝下令抓捕林胡豪 拷问真相 林胡豪在八山城 有一处典当行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吃饱喝足 结完账 云雀刚站起来要走 听到身后有人大喊 穿黑衣的小子 给本官站住 这句贺声官微十足 出现得很突然 一群山匪刚吃完 还没起身呢 听闻此言 齐刷刷抓住各自的武器 准备随时动手 云雀脚步一顿 这声音很熟 回头一看 还真是熟人 小酒馆有包间 走出两个中年人 一个五大三粗 一个穿着小鞋 正是藏石镇的县令 马小脚马庸 和主部牛不才 云雀二话不说 将两人又拦回了包间 郡主的身份 不能在外面 那群山匪面前提及 要不然容易坏事 你们怎么在这儿 云雀关上门道 马庸春风得意地道 嘿嘿 这次托了你和郡主的福啊 本大人我已经升官了 调人到八山城 牛不才志得意满道 大人现在不是县令 而是调人到八山城 成为知府了 说完 两人才看到旁边 换了衣装的郡主 急忙败见 云雀诧异着马庸的升官速度 问过后才得知 原来藏石镇上次的凶案 马庸下令追查 从三个凶手的身份 顺藤摸瓜 揪出一个商行 那商行居然走私军械 查出些来自军中的刀剑 还有十几把重物 破获此等大案 加上马庸和牛不才 动用人脉打点 终于从县令升为知府 同管一方 得知马庸的升官经历 云雀的神色 变得古怪起来 这个马小脚 运气够好的 藏石镇那三个武者 显然是红莲教的人 背后的商行 也一定是红莲教的一处堂口 马庸这家伙不知真相 居然真派人 把红莲教的堂口给端了 他能活到现在 估计是红莲教 不想多惹事端 才没找他算账 否则 马庸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下官能坐到知府的位置 全靠郡主提携 今后郡主若有吩咐 下官鞠躬静 翠死而后矣 马庸拍马道 对 死而后矣 牛不才连忙跟着一起拍 云雀道 马大人来得正好 郡主有件事 需要你帮忙出力 郡主轻降 刀山火海 万死不辞 马庸道 对 万死不辞 牛不才跟着道 沐青瑶疑惑着望向云雀 不知这两人能帮什么忙 云雀沉声道 请大人点燃风火台 马庸牛不才一听 顿时吓得一哆嗦 风火系诸侯这种事 皇帝可以玩 他马庸可玩不起 玩一次 就是诸九族的下场 不瞒大人 郡主现在身处危机之中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需要皇城派兵来援云雀道 巴山城里有上万守军 难道这么多人 还不够保护郡主 马庸疑惑道 我得到确切消息 巴山城的守军里有叛徒 想要郡主的命 云雀沉声道 所以才需要皇城里的援军 你放心 点燃风火非但无罪 反而大功一见 马庸闻言想了想 一咬牙答应下来 风火之事事关重大 如果是寻常的郡主公主 马庸绝对不会冒险去办 即便救下个公主 没准得好的赏赐 还抵不过皇帝的怒气 毕竟没有真正的敌军 皇帝得知真相后 肯定不高兴 得不偿失 但凌云郡主的分量足够 为了凌云郡主的安危 以风火示警皇城 非但不会引来皇帝的怒火 反而有极大几率加关竞绝 最关键的是 抱上了凌云郡主这棵大树 以后在晋国之内 即便不能平步青云 也绝对没人敢惹 凌云郡主 可是傅男王的亲闺女 整个大境 没几个人 能与傅男王平起平坐 约定好烟花想见 做一点风火的信号后 马庸牛不才两人 匆匆离开去准备了 两人走后 穆青瑶赞许道 你简直至即百出 风火一起 皇城必定会发兵 八山城查看 我们又多了一份后手 引皇城发兵 相当于缩短了 抵达皇城的距离 皇城不来人 云鹊与穆青瑶 至少要逃到城门下才行 而皇城若发兵 等同于前来迎接 在强大的猎人面前 再狡猾的猎物 也无所遁形 难有活路 云鹊望向窗外 平静地道 万里无云 天高气爽 可对坐的两人 心里都压着一层 沉甸甸的乌云 云鹊 我以东家的身份 与你约定 穆青瑶目光清澈 道 我们这场买卖 到四品强者出现时为止 若有四品来袭 你自己逃 如果你还要送死 我之前一切的承诺 都会作废 你拿不到银子 也得不到学功名额 你是东家 你说了算 云鹊撑了个懒腰 不过我的刀想砍谁 我说了算 跟我去杀人放火 八山城东街 有一处阔绰的宅院 这里是同期的府宅 常威戴着个帽子 遮住大半张脸 此刻咬牙切齿 恨得无以复加 这里他来过不止一次 当年同期的宅院 连现在一半规模都没有 如今竟扩建到这等程度 可见人家混得有多好 云鹊推门而入 你们谁啊 一名老家丁语气不善地道 可是同期同校尉的府伤 云鹊客气地道 你是哪里来的山野村夫 胡说什么 我家老爷早是偏将了 老家丁冷着脸道 是吗 原来升迁了 恭喜恭喜啊 云鹊笑道 你懂不懂规矩 想见我家老爷先送拜帖 见不见你们 看我家老爷的心情 老家丁比一道 没那么麻烦吧 我和同期可是老朋友了 你去通报一声 他肯定会见 云鹊道 胡说八道 赶紧滚 我们同府没有剩饭剩菜 打发乞丐 老家丁见云鹊 只是个少年 哪里肯兴 不耐烦的白手 轰苍蝇一样 看来 你家老爷做官做久了 连家里的奴才 都养成了这么大的官威 云鹊这边说完 身后的常威上去就是一脚 把老家丁踢翻在地 老东西 当年你可没这么硬气 看到老子都是点头弯腰的 现在出息来啊 常威拎起老管家 鸣声道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老子是谁 老家丁惊呼道 你 你是常威 说对了 童琪那狗贼在哪 常威怒喝道 没 没在家呀 老爷出门了 老家丁哀求道 常少爷别杀我 当年是你自己赌输了家宴 跟我们老爷没关系啊 没关系 你这老东西 早知道赌方有童琪一份 你当年是怎么说的来着 你说风水轮流转 常少爷一看 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早晚能翻本 常威抓起长刀 争鸣道 老子现在来找你们翻本了 扑斥一刀 直接洞穿老家丁的心窝 杀了老家丁后 府里的几名护院纷纷赶来 大呼小叫的上来动手 这些人都有两下子 其中有两个更是九品五者 可他们面对的 是百名配备了众母的汉匪 只是一个照面 就成了尸体 看样子 童琪没在 云雀吩咐道 正好抄家 把府里的活人全抓出来 值钱的东西 兄弟们平分 这下子 一群汉匪全红了眼 这可是偏降家 肯定有的是好东西 打劫多年 山匪们做梦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冲进八山城 洗劫将军府 不多时 府上的家眷全被绑了出来 总共二十多口 多为女眷 云雀站在院子里 冷声询问道 童琪在什么地方 看到地上的尸体 这些家眷早被吓得魂不附体 哪敢说谎 很快说出童琪的下落 原来童琪去了东街老宅 这是一个隐晦的地名 寻常百姓听起来会陌生 但好赌之人绝对十分熟悉 东街老宅 是八山城一处有名的赌方 位于城东 得到童琪的下落后 云雀看向常威 道 这些人 大当家想要如何处置 常威与童琪之间的仇怨 云雀只管杀掉童琪 其他的 他不会多管 常威提着低血的长刀 咬着牙 眼睛里几乎要喷火 沐青瑶转过脸去 不忍多看 也无法规劝 常威被害得家破人亡 妻而皆死 这种时候 没人有资格去替童琪的家人求情 常威手里的钢刀 举起三次 又放下三次 最终 他没动手 常威对着那些 家眷吐了口浓潭 骂道 老子这辈子杀人无数 心早黑了 但老子还是个人 不是童琪那种禽兽 有句话叫货不及家人 我不杀你们 不过童琪 今天死定了 一众家眷抖若筛康 脸色铁青 吓破了胆 云雀命山匪 将府上的家眷捆在一起 放在门口附近 之后 一把火点燃了府宅 府上的家眷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宅 被烧成灰烬 他们距离屋子很远 烧不到 但也逃不掉 无法去通知家主 烧了同府后 云雀兵分两路 选出二十人 跟着自己去赌方 找同期算账 剩下的人赶着马车 前往东街尽头待命 东街尽头 便是东城门的所在地 也是云雀最终的目的地 尚未黑天 赌方妹已经人满为患 吆喝声叫骂声 哀叹声此起彼伏 嘈杂不已 乌烟瘴气 跟着云雀走进赌方后 沐青瑶立刻促起秀眉 十分不慎 身为郡主 他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好奇之余 对满屋子的赌徒 充满厌恶之感 常威的经历 让沐青瑶了解到赌徒的下场 十赌九书 其实是个骗人的词汇吧 身为赌方真正的庄家 都知道应该叫十赌十书 因为从古至今 没有任何赌徒 能在赌桌上翻身 也没有任何豪身伤骨 是靠着赌钱迎来的一身富贵 二十名山匪 相继混进赌方 身为山匪 别的不熟 唯独两点最为熟悉 一个是杀人 另一个就是赌钱 常威进来后 四下里瞧了瞧 对云雀摇摇头 没看到童琪的身影 云雀没在乎 选了个最大的赌桌做好 赌方是童琪的买卖 他肯定在这里 赌桌上玩的是头子 可压大压小 买定离手 几个赌徒拿着碎银子 正议论着 这局开大还是开小 迟疑不定 云雀扫了眼庄家 道 几两银子有什么好玩的 咱们玩大典 成啊 我们老宅赌方开了十几年 多大的都玩得起 庄家是个瘦小的中年人 眼珠乱转 看起来十分精明 云雀笑了笑 拿出五百两银票 看到银票的面值 周围拿着碎银子的赌徒 立刻不敢再吓住 在旁边瞧着热闹 一次五百两 算得上好赌了 云雀晃了晃银票 道 让你们东家出来 玩一局 庄家看到银票 诧异了一下 很快恢复平静 道 用不着 我陪你玩就行 你确定 你能玩得起吗 云雀笑着道 当然 我干这行有年头了 五百两的局 我还玩得起 庄家笑道 云雀点点头 示意对方可以开始 庄家将三个头子 拿在手里 让云雀仔细瞧瞧 上面绝对没动什么手脚 随后开始摇头 五百两的赌局 在赌方里可不常见 一时间吸引了不少赌徒 围过来看热闹 哗啦啦一阵响动过后 啪一声 头中落地 庄家面带微笑的 比两个倾的手势 让云雀先压 如果云雀压大 庄家便默认压小 赌头子的规则很简单 三个头子 以数字总和来分辨 三到十点为小 十一到十八点为大 三个头子点数 相同为豹子 庄家大小通吃 穆青瑶站在云雀身后 仔细看着赌桌 林云郡主天资聪慧 很快得知了胜负的规则 更分辨出 其中蕴含的阴险 那庄家常年摇头子 即便不作弊 也练就出极强的听觉 对头子晃动形成的点数 肯定能大致估算出来 与这种经验丰富的 老手赌钱 能赢才怪了 可穆青瑶见云雀 一副把握十足的架势 好像这次赢定了 穆青瑶实在想不通 云雀有什么把握 赢下这一局 不过穆青瑶并不担心 云雀会输掉五百两 因为这次赌钱 纯粹是来找茬的 目的是逼出铜棋 赌桌上 庄家同样在笑 正如穆青瑶的判断 这个庄家是个赌场高手 单用听觉 即可分辨出头子的点数 他早知道 现在头中里的点数 是大 不过云雀压什么 都无所谓 因为真正的机关 不在头子 也不在头中 而是在桌子下面 只要他轻轻一碰机关 头中里的头子 就会改变点数 是大还是小 完全由庄家说了算 云雀也笑了起来 最后将银票压在了大 庄家明知对方压中了 却神色不变 道了句 买定离手 说完就要按动机关 等一下 云雀忽然叫停对方 道 把你的手 拿过来我瞧瞧 庄家哈哈一笑 故意将自己的袖子挽起来 然后伸出右手 让云雀随便检查 云雀抓住此人的手腕 仔细看了几眼 认真的样子 在外人看来 实在惊小甚微 这就是个赌不起的 还偏偏来赌 围观的赌徒 现在都开始看不起云雀了 检查这么仔细 待会要是输了 这位还不得哭鼻子 好像没什么问题 云雀点了点头 这句话说完 手起刀落 咔嚓 一刀砍下了庄家的半条右臂 那庄家直接傻了 一时连剧痛都忘了 拿着血淋淋的断臂 云雀笑呵呵的道 现在你可以开了 赌方里鸦雀无声 无论赌徒 还是赌方里的仆役 全部愣正在原地 舒惨的赌鬼天天有 上来先砍庄家一条胳膊的 谁也没见过 那庄家愣了片刻 惨叫一声连连倒退 死命地捂着断臂 脸色煞白 其实他这条胳膊 丢得不冤 赌方里的把戏 云雀哪能不知道 百玉城里 可有着不少赌方呢 没钱的时候 云雀与没钱 往往会去赌方捞一笔 两人不赌钱 专门戳破赌方里的把戏 强迫庄家赔钱 以至于后来一看到云雀和没钱 赌方老板 马上先送钱再送客 云雀的耳力 远非同皆五赋能比 头子的点数 他随便一听 就知道是多少 现在肯定是大 刚才那庄家 要开头骨的时候 一手在上 一手在下 显然要动用机关 将头子的点数 改变成小 本来云雀是赢家 人家偏偏要作弊 那没办法 只好砍着手下来 让对方剩下一只手 只能开头骨 按不了机关 头子的数 自然不会变成小 慕青瑶始终站在云雀身后 被吓了一跳 云雀翻脸的速度 连小郡主都没想到 云雀笑呵呵地坐在原位 道 你不是玩得起吗 开呀 庄家疼得满头冷汗 那还敢开 这要开了 赌方就得输出去五百两 五百两银子 足够买他一条胳膊 输这么多 不被东家打个半死 都算便宜 这时从后场 走出一名男子 身形高挑 四巡上下 穿着一身警衣 嘴角微微上扬 看起来在微笑 躲在人群里的常微 一看到此人 立刻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冲上去 将其千刀万剐 此人正是童琪 童琪来到赌桌对面 看了眼庄家后 将目光落在云雀身上 我来开 说吧 童琪直接打开头骨 里面的点数 果然是大 童琪很痛快地 拿出张五百两银票 放在桌上 道 你赢了 不过 你得再跟我赌一局 行啊 你想赌点什么呢 云雀面带笑容地道 就赌你手里的一千两银票 童琪微笑起来 道 你若赢 可以拿着两千两银票走人 你若输 你的一千两我不要 我只要你一只手 童琪这位真正的幕后 东家一出现 便带着一股射人的压迫感 旁边的一众赌徒 听得心惊胆战 赌手 这等赌注谁都听过 不过都是些赌鬼 用来唬人的说辞罢了 谁敢真的赌手 那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玩命 一只手啊 云雀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道 没什么意思 不如再玩大典 八山城的赌局 多大 我都奉陪到底 童琪冷笑道 爽快 云雀哈哈一笑 一拍桌子道 咱们俩赌命 你赢 我赢 我赢 你赢 童琪 的神色 渐渐阴沉了下去 沉默良久 童琪冷声道 好 我就陪你玩一赏大的 说完 将一个头骨 和三个头子 扔给云雀 童琪自己也拿了 相同的一套 公平起见 我们各自摇头 比大小 大者上 童琪冷声道 云雀二话不说 拿起头骨开摇 童琪一样 开始了摇动头骨 赌方里尽的落针可闻 只听到哗啦啦 头子的响动 童琪很快将头骨落地 神色冷淡地道 你应该听得出 我的点数 我很想知道 你拿什么赢我 童琪这种老油条 自从云雀说出 赌命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云雀是来踢场子的 云雀还在摇动头骨 笑呵呵地道 看好了 我赢定了 哗啦一声闷响 云雀在瞬间 动用臂力 猛震了一下头骨 随后倒扣在桌面 童琪皱了皱眉 掀开自己的头骨 里面的三个头子 都是六点 最大 无论云雀摇出多少点 最多是平局 根本不存在书的说法 满屋子的人 此刻全都死死 盯着云雀面前的头骨 想要看看 里面究竟是多少点 就连沐青瑶 与常威等人 也不例外 随着云雀缓缓挪开头骨 里面的东西 看得众人未知一惊 没有点 三个头子 全被震成了鸡粉 安静片刻后 屋子里喧哗起来 旁边一个毒鬼大喊道 一点都没有 摇碎了有什么用 你说了呀 云雀笑着解释道 懂不懂什么叫赌局 我这是赢了 一点没有 怎么能赢呢 旁边一群毒鬼万般不解 我这一局有个名堂 云雀的目光骤然一冷 单手握刀 盯着童琪道 叫做错谷杨辉 好一个错谷杨辉 诸位 老宅赌方今日停夜 大家回去吧 童琪指着云雀 冷声道 而你 今天走不出赌方大门 此言一出 赌徒们立刻往外跑 屋子里乱哄哄一片 明显要出人命 谁还敢留在这看热闹 与此同时 看护赌方的二十来个打手 一拥而上 将云雀团团围住 这些壮汉都有修为在身 专门为了对付找茬的 手里全拿着当刀 凶神扼杀 谁出不去 还不一定啊 云雀笑着一摆手 高声道 动手 听到号令 装作往外逃的一群山匪 立刻凶向毕露 拿出藏在背后的众母 掃 掃 掃 一支支利剑破空而至 转眼间将赌方打手击杀一空 满地尸铁 人群里 一支利剑直奔童琪 结果被童琪轻易避开 紧随着利剑而去的 是常威的身影 刀光落下 展向童琪的脖子 童琪的速度极快 闪身再次轻易躲开这次偷袭 等童琪站定 他也发现了常威 童琪眯起眼 冷哼道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老朋友 多年不见 常威 你便聪明了 知道有备而来 可惜啊 你还是不够聪明 常威咬牙骂道 谁他娘跟你这种 白眼狼是朋友 童琪 今天我要连本带列 把我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 包括你的命 哈哈 你还真是一条疯狗啊 童琪摇头笑道 做你的山匪好不好 居然敢来巴山城闹事 你觉得凭你的修为 还能活着离开吗 只要宰了你 我今天就算死也够本 常威一手刀 一手众母 眼冒血丝的吼道 其他山匪纷纷围拢过来 将童琪包围 二十多把众母 同时对准一个人 即便是八品舞者 也很难脱身 云缺没理睬童琪 而是看着木青瑶 跟随人群混了出去 这才转过目光 随后云缺有些诧异 童琪此刻的表情 镇定自若 没有丝毫慌乱 仿佛有着绝对的把握 掌控局面 面对常威的威胁 童琪反而得意了起来 常威 你猜猜这些年 我赚了多少钱 你肯定猜不到 我今天告诉你 我总共赚到了上百万两 很震惊是吧 你做山匪这么些年 有没有结够十万两呢 童琪说得愈发得意 冷笑道 当然了 这百万两文银里面 有你的家业 和卖掉你妻儿的一份 其实我很想感谢你一番 如果没有你这种好朋友 我赚钱的速度 怎能如此之快呢 哈哈哈哈 听闻妻儿 常威怒不可赦 扔掉重弩双手握刀 以全力斩向童琪 我要你的命 呼 常威身为八品舞者 此刻怒意抱起 用尽全力 批出一击重斩 齐威能绝对不容小觑 即便八品巅峰的舞者 也不敢大意 可童琪的神色丝毫不变 连动都没动 等重刀即将落到头顶 他以惊人的速度 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 短刀不足一尺 比匕首大不了多少 却因为小巧 能随身携带 短刀一出 立刻要起一片寒芒 咔嚓 常威全力批斩的重刀 直接被切成两半 这还没完 童琪那短刀 好似一条毒蛇 直奔常威的心窝扎去 常威拼了老命扭转身体 堪堪避开 不过头发却被削掉了一半 连这衣服都被切开 后背留下一条深深的伤口 鲜血直流 法器 瞎子惊呼出声 别看他眼神不大好 对于真正的好东西 他看得可清楚了 常威站稳后连连后退 一张大脸上遍布震惊 忌惮道 练神镜 你已经到了七品 相比于童琪的法器短刀 真正惊人的 是人家七品练神镜的修为 常威当年虽然不是童琪对手 好歹两人都是八品 拼命之下 也有一搏之力 现在对方已经是七品 常威就算拼死也敌不过 七品斩八品 随手即可为之 童琪哈哈大笑 嘲讽道 人要足够聪明 才能爬得够高 足够心狠 才能赚得盆满钵满 靠着这些年赚来的钱 我早已冲击到七品练神镜 还成了八山城的副将 而你呢 苟且偷生的山贼而已 只要我修为够高 害你们这些蠢蛋又能怎样 常威 你这辈子唯一的用处 就是成为我的踏脚石 你带来的人多有什么用 在七品高手面前 你们很快会成为尸体 所以我才说 你不够聪明 带着一群饭筒来报仇 也就你常威长少爷 才能想得出来 哈哈 童琪仰天大笑 对常威不屑一顾 几十个山匪而已 就像伤他 这位七品练神镜的高手 根本做梦一样 若换成平常 常威怕不得被气死 就算没气死 他也会被童琪给砍死 但常威恼怒了片刻 就渐渐平静下来 非但不再暴怒 反而冷笑起来 看童琪的目光 跟看个死人差不多 七品舞者 常威自然见过 而且见过不少 不久前 他更见过一位 能爆发出 接近六品威能的七品舞者 而那位恐怖的七品舞者 埋在了双脚山 常威冷笑着 往旁边挪了两步 不是怕了 也不是想逃 而是得二当家让地方 云缺等童琪笑完了 才好争以侠的道 既聪明又冷血 童将军爬到如今位置 理所当然 可惜啊 你也不太聪明 我们山匪怎么了 山匪 就不能要你命吗 区区八品 就赶来我的赌方踢管子 你这小东西真活腻了 放心 我会送你和常威一起下地狱 童琪声音一冷 短刀法器散发出冷芒 不等他出手 就听云缺冷漠的声音传来 那就看看 我们俩谁先下地狱好了 随着云缺的声音 童琪发现周围瞬间变得漆黑 一张巨大的虎口 出面的人心思细腻 阴狠毒辣 他坐镇赌方 轻易不会露面 毕竟这种见不得人的买卖 与他如今偏降的身份不符 一旦需要他出面的时候 便是杀人的时候 赌方是他的摇钱术 谁敢断他财路 他就会送谁归西 童琪在出来之前 早已判断出云缺的修为 只是个区区八品五夫 云缺带来的一些山匪 童琪也在预料之中 即便常威现身 童琪也毫无意外 这些年 他其实一直在等常威来报仇 顺便送这位老友上路 可童琪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赌方里 居然会出现一头虎妖 而且还是七阶虎妖 当虎口吞下的那一瞬 童琪的稳重彻底消失 大惊之下 爆发出七品恋神静武者的权力 在虎牙合拢之前逃了出去 咔嚓 大口咬合的闷响 就在童琪身后 吓得他魂不附体 七品武者确实很强 静身之下 没有任何修饰可以匹敌 但妖族是个例外 七品武夫对战七阶妖族 胜算至多五五开 武夫身体强横 妖族更加彪悍 如果没有武器的话 七品武者在七阶妖族面前 连一成胜算都没有 此刻童琪的心里 只剩下一个念头 七阶虎妖 到底是怎么进的八山城 常威 你敢勾结妖族 童琪大骂出口 嗡 童琪的脚下尚未站稳 就听到了刺耳的破风声 无需多看 以童琪的经验 立刻判断出 那是长刀斩来的响动 从刀刃撕破空气 炸出的响动分析 这一刀的力道无比恐怖 不弱于虎口吞杀 童琪下的亡魂大帽 斩来的长刀 几乎与虎口合拢的时间重叠 没给他任何躲避的余地 童琪只能以全力动用 法器短刀防守 他认为自己的修为 加上法器 足以挡下对方这一刀 因为赌方里 除了身后的虎妖 只有那个黑衣少年 与童琪是八品武者 其他山匪充其量 只有九品修为 童琪在心里 已经打好了主意 只要他挡住这一刀 立刻破窗而逃 去向大将军求救 八山城距离皇城不远 此地守军众多 更有五品境界的将军坐镇 区区一头七街虎妖 绝对翻不起风浪 童琪打算得很好 但他算错了一件事 迎面斩来的一刀 他根本扛不住 咔嚓 一道血光闪过 童琪的法器短刀 连着他的脖子 被一刀斩断 鲜血蹦践 人头飞起 当童琪觉得 身体失去了知觉之际 他终于看清 斩来的那把刀 刀身漆黑 遍布着无数繁密的血纹 那些血纹中心 汇聚着一颗诡异的树铜 长刀之后 是面色冷峻的黑衣少年 那是什么刀 童琪很想问问 可惜已经说不出话 只能在脑海里 犯起一丝疑惑 他想不通 自己堂堂七品 炼神进武者 又有法器在手 怎么会被一个八品武夫 一刀斩杀 带着这份疑惑 童琪最后的神智 彻底消散 咕噜噜 人头落地 滚出老远 云雀随之收刀 吞了一把鸟蛋 平山君再次幻化为人形 重新带好斗笠 出手之前 云雀早决定动用权力 速战速决 一旦让童琪逃了 那才是麻烦 到时候 恐怕连城都出不去 城门处肯定层层设防 加派重兵把守 在八山城里 与一名偏将熬战 最后会惊动将军苏红山 更会惊动红莲教的眼线 所以 云雀直接动用了妖力 斩出最强一击 其实也怪童琪大义 他根本没看得起 云雀这种八品武者 全部精力都放在身后的 平山君身上 否则想要杀掉一名七品 云雀所要消耗的力量 远远不止现在这么少 见童琪被杀 断手的庄家 吓得目光呆滞 缩在角落里 颤抖个不停 赌方之地 闹市的向来不少 打架斗殴者 比比皆是 甚至人命案都出过几次 无一例外的 全被童琪这位东家摆平了 谁让人家是偏将 又是七品强者呢 那庄家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东家有一天 会被人砍了脑袋 八山城里杀偏将 这得多大的胆子 常威红着眼睛 扑到尸体进前 举起刀一顿乱砍 直接将童琪的尸体 大卸八块 心头这口憋了多年的恶气 终于吐了出来 畜上 你没想到吧 你也有惊天 常威遍布血丝的眼睛里 热泪盈眶 沙哑着低吼 大仇终于得报 一群山匪 跟风卷残云一样 很快将赌方收刮一空 每个人都拿到不少银子 喜笑颜开 屋子里 还剩个断臂的庄家 云雀来到此人进前 与众心长的道 以后别做庄了 干这行 风险太大 动不动丢胳膊扫腿 你说是吧 是是是 我以后再也不来赌方 庄家吓得魂不附体 点头如鸡痴迷 云雀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吩咐道 卸他一条腿 瞎子 在旁边早准备好了 上去一刀 把庄家的左腿切了下来 这下那庄家变成独臂独腿 彻底成了残废 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云雀拿出事先备好的毛笔 沾着铜棋的血迹 在赌方里留下几个大字 替天行道 将铜棋的人头 装进一个牛皮口袋里 云雀给等在门口的木青瑶 投去一个眼色 木青瑶目睹了刚才的打斗 他立刻会议 扔掉裙衣 里面是一身与云雀一样的黑衣 随后挽起一头绣发 戴上一顶黑帽 装扮一换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个俊俏的公子哥 少了几分娇柔 多了几分撒爽 此刻已是黄昏 城门即将关闭 在赌方门口 云雀拿出一枚烟花响剑 点燃影线后 剑剑朝天 搜 碰 响剑飞起近百战后 在天空炸起一团绚烂的烟花 整个八山城都能清楚地看到 信号一发 下一步便是逃亡之旅 走 出城 云雀带着众人 快速离开赌方 在东街尽头 与车队会合 同一时间 八山城西城门一阵大乱 两百多名山匪从林间杀出 很快抢占了城门 守军见对方来势汹汹 不得已退回城内 占领城门后 这些山匪按照云雀的吩咐 又没有点燃城门 一时间火光冲天 守军都看愣了 哪有敌人只占领城门口 不进城 反而烧城门的 见山匪们守着城门不进来 守军中的头领 急忙派人去通知将军 召集援军 很快大批守军赶到 冲向城门 与山匪展开厮杀 八山城今日乱象四起 不仅城门被烧 城中同其的府邸 也燃着熊熊火光 当赶来的军兵把大火扑灭 才从府上家眷口中得知 有山匪进城 洗劫了同府 两处大火 终于惊动了八山城守将苏洪山 得知消息后 苏洪山面露一色 八山城附近有山匪作乱 他早就知道 而且围剿过多次 可惜那群山匪太狡猾 居住在深山 看到大军 立刻化整为林桃之夭夭 以至于苏洪山一身无品修为 偏偏拿那些老鼠一样的山匪 没办法 即便杀掉一些 很快又会有新的山匪出现 苏洪山不厌其烦 最近做出个决定 他打算亲自出手 自己一个人出城 不带一兵一卒 把周围的匪债 统统连根拔起 一位无品武者 单枪匹马 即可覆灭一处匪债 早些时候 苏洪山派遣手下一名偏将出城 去收集附近匪债的线索 把具体位置带回来即可 那名出城的偏将 正是云缺进城时遇到的黎将军 苏洪山多年没有出过手 决定这次大开杀戒 震慑萧 结果没等他去找山匪算账 人家先打进了城里 苏洪山怒意大起 吩咐道 护卫营极简 将那群胆大包天的山匪 尽数格杀 背马 将军背马 亲自出战 苏洪山的护卫营 是八山城守军中真正的精锐 由九品武者组建而成 战力极强 很快 一匹高头大马 出现在门外 这匹马通体如墨 比普通战马 要壮硕一倍以上 浑身没有毛 生着一身鳞片 旋风鞠 七节马腰 旋风鞠速度惊人 快若旋风 由苏洪山亲自驯化为座骑 东城门 云雀带着车队来到城门下 进出城门的人已经不多 再有一会 城门便会关闭 趁着城门还开着 云雀选择即刻出城 一般情况下 进城的车队 都要经过检查才行 出事通关文碟 而出城的时候 几乎没人多管 走到城门口 车队被一名城门守卫拦住 此人市民校尉 目光冷漠 扫了眼车队后吩咐道 所有货物统统查验 把你们的身份文碟拿出来 所有人的都要检查 这家伙 属于没事找事了 小题大做 周围的守军立刻听命 过来检查货物 不过云雀不在乎 就算对方不找自己麻烦 云雀也要找这些守军的麻烦 云雀面带笑容 递过去二两银子 道 大人 通融通融 眼看着天黑了 我们得在天黑前出城才行 那校尉冷冷地看了眼银子 根本没接 冷漠道 你的文碟 拿来我看 云雀答应了一声 将文碟交给对方 他这张文碟 是车队原本那老东家的 年纪根本不符 校尉立刻神色一冷 道 这些都是你的货 没错 做点小买卖 云雀笑道 你的文碟上 记载的年龄是五旬多 你今年有五十岁 校尉胡一道 长得年轻 加上保养得好 云雀道 哼 你觉得我是三岁小孩 还是傻子 校尉握住了刀柄 年纪与外貌 相差十几岁 甚至二十几岁 已经是极致 哪有年过五旬的少年人 文碟不重要 我有口令 大人听完 肯定让我通行 云雀神秘兮兮凑过去 低声道 红竹不灭 连台永存 校尉听闻这句话 下意识地接了句 随后他再次疑惑地 看了看云雀 道 你是哪个堂口的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 红竹不灭 连台永存 这是红连教的口号 城门口的校尉 如此尽职尽责 过往的马车行人都要查看 这一点绝对不正常 所以 云雀猜测对方是红连教的人 果不其然 一句口号 是出了对方的身份 新康口 最近刚设立的 你可能没听过 叫做 云雀说着 往前走了一步 在对方耳边低声道 地府堂 破 不等那红连教的校尉反应过来 他已经被一刀穿心 死于非命 云雀的动作极快 周围军兵还在检查车辆 一时没人注意到 校尉已经被杀 云雀将尸体靠在城墙 让其保持站立姿态 又把一个牛皮带子 塞在尸体的怀里 各位官爷都别忙活了 你们头儿叫你们过来分东西 云雀高声喊道 一群守军 正无精打采地 查看车上木箱 打开全都是茶柄 根本没什么好茶的 眼看快门了 谁也不愿多忙活 都在抱怨首领没事找事 一听云雀的招呼 再看到校尉怀里 鼓鼓囊囊的牛皮带子 这些守军立刻高兴起来 以为首领收了好处 喊他们分杯羹 于是纷纷围拢过去 不用干活 还能拿好处 谁不愿意啊 等二十几名军兵围拢过去 才发现校尉低着头 脚下全是血 这时云雀动了 如一道旋风般 拳脚四起 仅用了几个呼吸而已 就将周围军兵 全部打翻在地 走 云雀当先压着马车 冲向城门 车队匆匆而行 当到城门洞 就听到嘎吱吱 一阵铁锁响动 轰咙一声 一面厚重的大门 在城门洞的中心位置落下 封住了去路 云雀这才发现 八山城的城门构造 与百玉城不同 百玉城只有一面城门 而八山城的城门有两面 在门洞里 有一面极其厚重的吊门 平常悬在城墙的砖石内 从外面看不出来 关门的时候 可以直接落下 形成双重城门 之前 在城下的打斗 城墙上的军兵已经看到了 这才放下吊门 挡住车队 云雀没来过八山城 进城的时候 只看到一面城门 如今被堵在城内 云雀神色一冷 必须即刻出城 还得带着马匹 原本的计划 是车队出城后 立刻卸掉拉车的马匹 云雀与穆青瑶 骑马逃向天骑 平山君的真身 越晚动用越好 除非红连教的高手追上来 否则亮出虎妖之躯 骑虎逃命 城里的红连教 一定会发现端倪 从而追杀 那这场谋划 便前功尽弃了 云雀抽出长刀 斩向城门 打算试试 能不能将其破开 结果一刀下去 城门上浮现出一层符纹 法阵 云雀收起刀 不再尝试 城门加持了法阵 一时半刻地破不开 远处传来呼吓声 回头看去 有不少守军 正朝着这边赶来 云雀一把抓住门六 道 能不能把马带出去 马匹太大 我看够呛 门六发现云雀目光泛了 急忙改口道 我可以试试 把门打开一点 若能开启大门 你就自由了 云雀松开对方 门六连忙跑到大门前 一头扎了进去 随后大门泛起一层流光 中心处渐渐开裂 呈现出一条通道 快快走 我坚持不了多久 门六的声音 听起来十分艰难 云雀几刀斩断马匹 与车辆之间的绳子 与沐青瑶和平山军 分别上马 冲向城外 并吩咐一众山匪道 兄弟们 断后 常威见状有样学样 骑上一匹马 狂奔向城外 他身后是瞎子 车队总共五匹马 这下子 只剩一些装着茶柄的大车 和百名发浪的山匪 等五匹马前后冲出城外 城门的出口瞬间合闭 门六从大门里摔出城外 他也不傻 没跟着云雀等人一起跑 连滚带爬 逃进旁边的小树林 反正他是个小角色 没人认的 可城门口的百名山匪 却是个无法被人忽略的目标 尤其这群人全都拿着众母 一看就是汉匪 眼看着大批守军冲到镜前 山匪们终于恍然大悟 断后不就是炮灰的意思吗 合着打劫了将军府和赌方 全都白忙了 山匪们终于知道 那位二当家 拿他们当了炮灰 城门封死 逃不出去 追兵赶来 又打不过 这些山匪此时心灰意冷 满心绝望 他们再也不想当山匪了 这行当实在太危险 不仅打劫的时候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随时都有生死的危险 打劫完还得提防着 被人家当炮灰 当山匪 真他娘没信用啊 守军已经杀来 山匪们不肯等死 以装茶柄的大车做掩体 用军弩还击 尽管八山城的守军人数众多 竟被压制在城门口 一时难以靠近 山匪与守军双方 各用军弩攻击 僵持了足有小半个时辰 这时 一匹高大的黑马 从街头冲来 速度之快如一阵旋风 很快到了进前 马上的将军身形魁梧 手中倒踢着一把 一人高的重刀 黑马片刻不停 越过军兵后 直接冲向城门 在一片箭雨 箭矢在击中那将军之前 统统被一层无形的壁垒挡下 黑马一声长蹄 直接撞翻了货车 从百名山匪中间踏了过去 山匪们只看到有刀影闪烁了一下 随后就纷纷呆着在原地 等马蹄停住 一众山匪的身体上 出现了一道道蟹线 扑通 扑通 尸体倒垫 没有一句是完整的 一骑当迁 苏洪山面沉似水 端坐在马上 回过头 盯住唯一留下的火口 你们是什么人 收到消息后 苏洪山先去的西城门 亲手斩杀了城外的两百多山匪后 苏洪山觉得十分奇怪 这群山匪什么也不做 只烧城门 看起来像是在接应什么 可城里根本没人出来 随后 苏洪山又接到消息 东城门出事 他这才亲自赶来 最后的山匪早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也不怕了 大吼道 爷爷是黑风寨的汉匪 今儿打劫你们八山城 说着用军弩对准苏洪山 扣动了机关 见识出去了 根本没伤到苏洪山 被一刀从中间切开 刀器直接将山匪劈成两半 五品武者 何惧弓弩 军中的这些重弩 对普通人是致命力气 对九品八品武者来说 都有着不小的威胁 可面对五品武夫 重弩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 单凭着本体的强大契机 即可轻易抵挡 黑风寨 苏洪山皱起眉 他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外面的山匪如此猖獗 赶来八山城闹事 当他这位坐镇八山城的五品将军 是个摆设啊 苏洪山看了眼城门口的守军 除了一个校尉被杀之外 其他几十人 全被打得鼻青脸肿站不起来 但都活着 将军 同其的人头 一名敬畏从牛皮袋子里翻出人头 急忙向将军禀报 看到人头 苏洪山的脸色更加阴沉 杀我八山城的偏将 好大的胆子 苏洪山冷声道 城中何处还有匪患 今日定将这些山匪斩尽杀卷 守军早已开始全城搜查 用不了多久 即可传回消息 一名城墙上的守军头领 急匆匆跑下来 并报道 将军 有五个家伙逃出去了 饭桶 苏洪山文言大怒 道 放走山匪 军阀处置 约望啊大人 我已经提前下令 放下吊锁门 他们本该被困在城里 可不知道怎么就出去了呀 城墙上的军兵都能作证的 小头领下的脸色苍白 苦苦辩解 苏洪山渐渐锁起长眉 他知道这些手下不敢说谎 这种事一查即可清楚 有人当真在城门关闭之后 还能逃出城外 原来黑风寨里有高手 好 本将军来会一会你们 开门 随我追 苏洪山一声令下 城门重新开启 高大的黑马一起当先 冲出八山城 同时苏洪山放出一只雄鹰 那是他训养的九阶妖鹰 专门用来在高空观察敌情寻找目标 是天然的赤后 五百名骑着战马的护卫 紧随其后 黄昏下 东门外 一路烟尘大起 此刻 云雀等人已经逃出八山城 百里有余 越跑 常威越觉得痛快 多年大仇得报 常威没想着 自己能活着离开八山城 今天就算死在城里 只要杀了童崎 他也觉得够本了 至于那些手下 常威才不在乎 都当了山匪 谁还讲什么义气 你卖我 我坑你 这才是山匪的生存之道 跟一群杀人越货的家伙讲义气 那是傻瓜 不同于常威的痛快 旁边的瞎子 越来越觉得蹊跷 他一个劲地回头 辨认方向 瞎子终于忍不住了 对常威道 大当家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这条路不是西城门啊 常威恍然大悟 是啊 我说怎么没看到 门口接应的那些兄弟 我们好像走了东城门 再往前是 天祈城 常威大惊 连忙呼喊云雀 二当家 咱们走错路了 再往前就到黄城了 云雀气定神闲的道 没走错 我们要去天祈城 常威都听傻了 咱们是山匪 去天祈城干嘛 打劫皇帝吗 不能去天祈啊 到了天祈 等于自投落 皇城里的军兵 会把咱们砍成肉泥 常威大惊道 大当家 当时不是答应的好的吗 云雀笑道 只要杀了童祈 哪怕我去宰皇帝 你也跟着一起上 怎么 后悔了 常威的眼珠子 差点瞪出来 惊讶道 那不是说说吗 你不会来真的吧 我说了要干票大的 八山城才有几个钱 要结就结天其成 云雀嘿嘿一笑 道 我们去打劫皇帝 常威和瞎子表情相同 瞪着眼睛 张着大嘴 一脸呆滞 他们现在的脑子里 只剩下一个念头 眼前的二当家 肯定是疯了 八山城与天祈皇城之间 不足三百里 快马半天即可抵达 但云雀骑的是拉车的马匹 耐力一般 速度不足 接连狂奔了百里 此刻已经累得发絮 再跑下去 很容易直接累死 远处 已经能看到 一座巨大的城池 如凶兽般 卧在地平线尽头 天祈皇城 遥遥在望 越接近皇城 云雀的神色 就愈发凝重 八山城里的瞒天过海 不知能否瞒得过 红莲教真正的高手 穆青瑶的脸色 变得略微苍白 看得出小郡主 此刻十分紧张 希望在即 可抵达希望之前 往往会经历 最为漫长的黑夜 常威和瞎子 已经没办法停下 只能硬着头皮 跟在云雀身后往前冲 停下来的话 就要面对八山城的追兵 尽管现在看不到追兵的踪迹 但傻子都知道 八山城里的守军 肯定在追来的路上 否则让一群山匪 从西城门一路杀出东城门 再逃之夭夭 那镇守八山城的将军 别想再大镜混下去了 轻则丢关霸直 重则锒铛入狱 太阳已经沉入地面 只剩余灰 远离了八山城 云雀准备 让平山军献出妖身 加快速度赶往皇城 可正这时 云雀看到了前方路边的一个茶滩 马匹渐渐减速 最终停住 常威和瞎子急忙乐马 好不容易才停下 两人十分纳闷 心说逃命的结果眼 怎么二当家还想喝点茶 云雀当然不想喝茶 更不想遇到这个茶滩 可是没办法 茶滩的主人就坐在路边 面带笑意地等待着来客 这人是个容貌普通的六巡老者 穿着粗布衣服 戴着旧帽子 坐在板凳上手里 捧着一杯热茶 在旁边的桌子上 燃着一只红烛 天还没彻底黑下来 周围环境清晰可变 暗场里 现在不用点烛火 可桌上的那红烛 看似寻常暗淡 却给人一种刺眼的感觉 仿佛那不是红烛 而是一把藏在烛火里的利刃 火烛使者 云雀看到老者的第一眼 便确定出对方的身份 红莲教的高手 这座不起眼的茶滩 是红莲教拦截凌云郡主的 最后一道防线 客观远路而来 不如喝杯茶 姐姐可在上路 老者声音红亮地道 你的茶不行 没味道 云雀抬手扔出十几个铜板 道 下一波客人算我请 老者一个不落地接住铜板 摇了摇头 笑道 茶水钱倒是够了 买命钱可不够 多少才够呢 云雀冷淡道 别人的价格 千两黄金 你们的话 只要命 不要钱 老者始终坐在小板凳上 语气平静 如落家常 可说出来的话 却是观生死 想要我的命 不太容易 云雀说吧 纵马向前 打算冲过这处茶棚 老者还是没动 而是将手里的茶水 洒了出去 哗啦一声 一杯热茶 尽数落在路上 随后咔咔声爆起 落地的热茶 在瞬间凝固成 一朵朵三尺多高的 冰金莲花 莲花的每一片花瓣 都锋利如刀 马匹在前冲之际 被扎得浑身是血 哀鸣着摔倒 云雀早有准备 立刻弃马 在空中一个道翻 稳稳落地 冰金莲花 足有数十朵之多 连成一条线 封死了众人的去路 在看到莲花的那一刻 木青摇低呼道 洒水成冰 六品筑鸡 茶滩老者 竟是一名六品筑鸡进的 道门高手 郡主眼力过人 难怪能走到这里 可惜 你回不去天气了 老者惋惜道 六品高手摆茶滩 红莲叫真下了血本啊 你在这等多久了 云雀语气平淡地道 一个多月 这些天卖了不少茶 够我去天气吃一顿小酒 老者微笑道 在红莲叫忙活一个月 才能吃一顿小酒 不如跟着郡主 天天大鱼大肉多好 云雀道 老了 鱼啊肉啊的吃不消 我现在就想吃点小菜 喝点小酒 等着入土了 老者感慨道 不用等太久 今天就送你入土 如何 云雀道 好啊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 老夫求之不得 老者笑道 一老一少之间的谈论 轻松地犹如闲聊 可听在常威和瞎子耳朵里 要多恐怖 要多恐怖 那可是六品强者 连平山君都不是对手 在场这几位 今天根本活不成 更让常威震惊的是 跟着云雀的那个小姑娘 居然是凌云郡主 常威并不傻 她脑筋转动 终于想通了一些事 为何从西门进八山城 反而从东门逃走 为何杀掉同旗制造混乱 引一群守军追杀 原来云雀不是要聚在皇帝 而是要护送郡主回皇城 三百多名山匪 都成了整个计划中的炮灰 当然也包括 她这个黑风寨大当家 想通一切之后 常威对云雀没有丝毫怨恨 她早已做好了死掉的准备 哪怕能跟同旗同归于尽 对常威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何况能活到现在 常威直勾勾地盯着木青鸟 眼底深处浮现出一种 失去了多年的光泽 那份光泽 名叫自豪 那是常威当年 身为八山城守军之时 眼里才会拥有的颜色 为自己的愤怒自豪 为自己的家人自豪 自从落草为寇 常威再没了任何自豪可言 她注定会成为常家最大的污点 最大的耻辱 死去之后 也没脸去见地下的家人 因为她是贼 冷血卑鄙 杀人如麻的山废 如今 常威看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自己重新自豪起来的机会 一个能洗刷常家污点的机会 好贼 休要张狂 常威下马提刀 指着老者骂道 只要我常威不死 你别想动郡主分毫 常威的气势 把一旁的瞎子吓得不轻 刚刚瞎子觉得二当家疯了 现在倒好 连大当家也疯了 人家是六品高手 你一个八品五夫 还敢在这叫骂 这不是找死吗 慕青瑶也有些诧异 他以为常威知道真相 即便不骂自己 也得恨死了自己和云雀 毕竟黑风寨 因为自己的关系而负面 唯有云雀 此刻看出了常威的心思 大当家有骨气 是条汉子 你战死之后 郡主定会为你请功 云雀低喝道 多谢郡主 常威一声抱贺 义无反顾杀向那老者 常威很清楚 这次 也许是他这辈子 最后一个洗牌的机会 用他自己的命 见常威动手 瞎子只能跟着一起冲 同一时刻 云雀和平山君也动了 四个人 分为四个方向杀向查棚 然而不等四人接近 老者一声大笑 施展出高深的竖法 只见他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贺道 花开九朵 剑分十方 欲剑术 分光画影 搜一声 一道小巧的飞剑 从老者掌心冲出 迎风而掌 刹那间成为正常大小 与此同时 剑体流光爆起 一分二 二分四 眨眼间分化成百道长剑 百剑围拢 形成剑牢斑 将众人困在其中 六品道门强者的手段 云雀不敢怠慢 急忙护住木青鸟 以长刀防御 百道长剑中 只有一柄是飞剑实体 但其他的剑影 依旧有着不弱的攻击力 八品武者难以抗衡 每一道剑影的攻击 都需要云雀谨慎抵挡 连云雀都难以抗衡 何况长威和瞎子 很快两人身上 被切开好几条口子 鲜血直流 百道剑影不断旋转 卷动起一股狂风 飞杀走时 沙尘大起 突然间 一道灵力的剑光 从云雀头顶袭来 云雀目光一动 抬手斩出一刀 出刀的那一刻 刀体上凝聚出血色树铜 咔 这一刀 才是云雀的权力 云雀等的 就是这个时机 对方的飞剑本体 一旦出现 便是反击的开始 正常的八品武者 绝对挡不住 六品修饰的飞剑本体 不过云雀这一刀 动用了妖之力 飞剑与黑刀撞击的瞬间 老者稳重的神态 忽然变换了一下 有些吃惊 他祭练多年的本命法器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 八品武者挡住了 平山君 云雀一声爆喝 始终躲避剑影的平山君 立刻会议 嗷呜一声 献出硕大的虎身 仗着腰身强横 硬是冲出剑影的包围 猛扑那老者 七节虎腰 老者一声冷哼 在虎口吞来之前 掐碎了一张符露 他的周身 随之笼罩起一层金光 好似在身外 多出一个金色的弹壳 防御符露 金刚符 平山君一口咬在符露上 将金光咬得暗淡几分 却没能咬开这层屏障 云雀趁机拉着木青瑶 冲出剑影 常威与瞎子 也狼狈地逃了出来 老者恢复了平静之态 汉手道 你不是普通武者 确实有两下子 加上七节虎腰 怪不得能杀掉左白右黑 不过 在六品面前 你们毫无胜算 要什么胜算 能宰了你就够本 云雀不再废话 配合平山君 发动猛攻 只要能接近 即便那老者有防御俘虏护体 早晚会被妖刀切开 武夫最大的威胁 就是近身作战 别说六品 五品高手 也不敢轻易让一名八品武夫 靠近自己 云雀脚下刚动 那老者已经再次掐动出骤印 飞雪为牢 天欲成欲 冰沙 随着老者的喝声 周围空气突然转冷 无数雨滴与雪花凭空浮现 与雪在空中互相融合 形成尖兵 将方圆十丈之内 转化为冰天雪地 冰封法朔 此刻在茶滩之外 形成了一幕奇观 一块小山般的冰块 横在长路当中 云雀 木青鸟 平山君 常微与瞎子 尽数被困在尖兵里 七品与六品之间的差距 犹如鸿沟 六品修士所掌握的能力 远超七品修士的想象 尽管云雀动用出堪比七品武者的战力 加上平山君这头七节虎妖 想要战败一名六品修士 依旧希望渺茫 盗门六品助击修士 以修炼内丹为主 可施展强力法术 欲剑飞行 洒水成兵 这种程度的修士 能沟通天地灵气 借助灵气之力 大幅增加自身战力 若无法近身 连同界的六品武者 都会被活活耗死 尖兵之内 平山君仗着虎身强横 一时不怕 可常威和瞎子如临死地 两人背靠着背 顽命切兵 切开的速度 还不如冰层蔓延的快 常威身上十几道伤口 流出的鲜血 直接冻成血块 他两眼冒着血丝 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 瞎子 你来切兵 常威吼道 我 我一个人切不动啊 瞎子哀嚎道 瞎子拼了 凝身骨 常威把长刀 扎在面前的冰层 歇斯底里的爆合 冰死关头 常威决定 冲击七品练神境 这么多年的山匪生涯 其实他没放弃修炼 一直苦苦打熬本体 早已到了八品圆满 开始冲击七品练神境 并且完成了 进阶七品的前两步 武者冲击七品 需要度过三个阶段 冲 破 凝 每一个阶段 都是一道难关 越往后越艰难 常威对最后一步的凝身骨 毫无把握 但他已经没退路了 面对六品强者 以他八品的修为 必死无疑 既然必死 还不如在临死之前 赌一赌运气 若能达到七品练神境 至少能多出一份生机 冰层另一边 云雀不断挥斩长刀 挖出一个 能让自己和木青瑶 容身的空间 但可怕的是 冰层被切碎后 还会自行生成 快速凝固 仿佛无穷无尽 云雀的本体足够强悍 冰块携带的寒气 一时无法伤到他 但木青瑶快 挺不住了 小郡主的眉毛上 铺着一层白霜 小脸冻得苍白 必须逃出去才行 云雀目光一沉 浑身煞气爆起 冰封是法术 云雀没办法破解 不过有一个办法 能延缓法术的威能 那就是 借助自身强烈到极致的煞气 来影响周围天地气息 让对手的法术迟缓下来 只要结冰的速度 延缓那么一点 云雀就有办法冲出去 果然 在煞气升腾之际 快速凝结的冰层 变得慢了下来 云雀趁机以夭刀 将这处冰牢 硬生生开出个通道 拉着木青瑶逃了出去 见云雀逃出冰封 牢者有些意外 很快 目光中闪烁起明雾之色 汗手道 不错 你是第一个能从 冰沙之法中逃生的八平五夫 如此深厚的煞气 确实能达到 影响法术的程度 看来 你绝非无名之辈 当然有名字 老家伙听好了 本少爷乃是八山城的没钱 你到志远县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的大名 云雀张口就来 木青瑶要不是小脸冻僵了 没有表情 他非得啼笑皆非不可 果然是半个朋友 卖起来 这也太痛快了 老者微微点头 其实他根本没听过 该你了 敢不敢留下名号 云雀一指老者 红莲教火烛使者 红河饰演 老者干脆利落地爆出名讳 既然认可了云雀的能力 名为红河的老者 便将云雀视作对手 留下名字 是对敌人的一种尊重 又是左白 又是又黑 现在来个红河 你们红莲教 是不是还有个叫绿术的 云雀看似打去道 说话同时 云雀不着痕迹地瞄了眼高空 极高的天空上 有一只金色的雄鹰在盘旋 区区俗名而已 何必在意 既然你破了老夫的冰沙之法 接下来 便尝一尝冰剑的威能 红河说罢 开始掐动法诀 等等 云雀大喝道 火烛使者 想必在红莲教地位颇高 你敢不敢跟我单挑 我又护着郡主 又要对付你 使不出全力 哈哈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红河大笑道 沐青瑶闻言 立刻知道怎么做 快步退到远处 见沐青瑶退开 红河望着云雀道 机会给你了 希望你拥有于我单挑的资格 而不是瞬间死掉 说话间法诀掐动 狂风呼啸 寒气大气 一道道冰晶组成的长剑 在虚空中浮下出 整整百道 呼啸着刺向云雀 好似一场恐怖的剑语 这些兵剑 完全由法术组成 每一道的威力 都不弱于法器 绝非等闲之物 百剑齐出 七品无折也扛不住 迎着百道兵剑 云雀的瞳孔 瞬间转为血色 血童 一声低吼 妖刀之上 开裂出一棵猙獰树桶 爆起的血色中 云雀的身影 宛若妖兽般冲向红河 兵剑很可怕 极寒中携带着距离 然而云雀的刀更加恐怖 几乎一瞬间斩出了百刀 百道兵剑 尽数被切断 一刀破百剑 仗着武夫惊人的速度 云雀突破兵剑后 已经到了敌人境前 红河始终稳重的神态 豁然改变 他无法想象 一个八品武夫 竟能这么快 穿过他的兵剑绝学 要知道 他这一手兵剑法术 足以抗衡任何六品高手 红河尽管吃惊 他的反应速度可极快 点手间 祭出一面小巧的盾牌 盾牌仅有巴掌大小 出现后 立刻幻化成一面重盾 挡在身上 与此同时 云雀的刀也到了 哄 妖刀斩在重盾上 炸起一片刺眼的火心 云雀这一刀施展了全力 威力惊人 直接将重盾斩的弯曲变形 连着后面的红河 也被自己的防御法器 撞击地倒飞出树掌 等红河站稳 嘴角流下了血迹 很好 红河沉声道 你不仅是第一个 老夫要动用全力 送你归西 红河说话间 浑身气息鼓荡开来 他同时抓出三张灵符 在深周炸裂出三道金光 那金光内 浮现出三名金甲力士 如同高大的护卫般 守在红河身旁 红河不敢再大意 刚才那一击 若非重盾防御的急时 险些将他拦腰斩断 他已经确认 对面的黑衣少年 绝非正常的八品武者 竟拥有着不弱于七品武夫的战力 甚至更高 红河不惜施展出 但若是本体保不住 一切白搭 正当红河要继续施法 对付云缺的时候 平山君与常威和瞎子 也冲出了冰牢 平山君的虎区猛扑而来 咬向红河身旁的 一名金甲力士 常威更是大吼着 冲向另一个金甲力士 瞎子属于没办法 只能跟着大当家往前冲 云缺以为常威 瞬间就得被踢飞 因为金甲力士 散发着极强的气息波动 绝对不弱于七品武者 没想到 常威一刀下去 竟与金甲力士的巨拳 轰成了平手 云缺一眼看出常威的变化 差一道 七品练神剑 你居然破镜成功了 今天运气好 二当家带着郡主先走 我和老虎缠住着老鬼 常威的眼珠遍布血丝 吼道 郡主别忘了替我请功 不要奖赏 只求陛下赐我一个无罪之身 无罪之身 常威才有脸去九拳之下 与家人相见 穆青瑶郑重地点了下头 云缺当机立断 抽身就走 背起穆青瑶 逃向天祁城的方向 云缺动用了妖之力 脚下炸起气浪 在大路上狂奔 速度之快 不亚于脱缰野马 虽说追不上平山君那等七阶妖兽 却比普通战马 都要快上几分 这最后一段路 云缺没有保留 用尽所有力量 冲向天祁皇城 穆青瑶只觉得耳边生风 眼睛都睁不开 当云缺狂奔出 不足一炷香的时间 茶滩处的恶战 已经奋出胜负 平山君身上挨了几十件 血肉模糊 浑身骨头断了好几处 变化为人形躯体 奄奄一息 常威和瞎子更惨 两人身上全是血迹 皮开肉绽 趴在路边一动不动 红河冷哼了一声 点手换回飞剑 被七平武夫 与七阶妖兽近身围攻 他也不敢大意 很是费了一番手段 才将对手干掉 云缺已经逃得没了影子 红河倒是不急 这里距离天祁城还有很远 一个八平武夫 速度再快 红河正打算追杀云缺和小郡主 忽然耳朵动了动 他听到一种飞行的声音 猛然抬头 红河看到了 头顶盘旋的金色雄鹰 随后 红河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金头鹰 苏红山 红河很清楚 那精鹰是谁的 金头鹰既然出现 说明八山城的将军苏红山 正在赶来的路上 红河身为六品修士 对付七平武夫 与七阶妖兽 可以说首到擒来 可面对苏红山那种无品无者 红河绝无胜算 红河觉得十分费解 怎么凌云郡主在前面跑 苏红山在后面追呢 这种古怪的局面 让红河实在想不通 他敢在这里设服 拦截凌云郡主 自然算到了苏红山会护送 如果出现那种状况 根本无需他出手 因为教主就在八山城 他红河不是苏红山的对手 但在教主面前 一个无品武夫 可不够看的 正犹豫的功夫 红河看到眼前 凭空飘落一朵花瓣 那是莲花的花瓣 艳红如血 随着花瓣飘落 一道女子低沉的声音传来 退下吧 这里不用你了 听到声音后 红河立刻攻身道 属下遵命 花瓣随风飘荡 很快消失无踪 红河知道 教主已经亲自出手 凌云郡主 这次是绝对逃不掉的 红河低着头 感受着脚下地面传来的震战 他回身看去 八山城方向 一片烟尘大气 大批军兵正快马赶来 隐约能看到最前面的一匹黑马 快如闪电 红河目光一冷 他从茶滩里 拿出一大壶茶水 抛洒在路上 冰墙 起 红隆隆 在红河的施法之下 一道场有石杖 后有杖许的高大冰墙 凭空拔起 横在路上 做好障碍 红河不再迟疑 踏上飞溅腾空远去 不多时 苏洪山率领的军兵 抵达茶滩附近 看到冰墙后 苏洪山气的头顶要生烟 这一路追踪 苏洪山越追越气 一群山匪而已 不仅在巴山城杀人放火 还敢逃向皇城 分明是把他苏洪山当傻子耍呢 那几个山匪都不用进皇城 只要在天骑城大门外拉炮时 他苏洪山就再也没有脸面留在军中 自己就得告老还乡 堂堂无品境界的将军 坐镇巴山城这处要塞之地 任务是确保皇城安危 可今天 被一群不入流的山匪 把巴山城杀了得通透 苏洪山带着一枪怒火 纵马冲向冰墙 速度飞弹不减 反而越来越快 抵达境前后 苏洪山一声爆喝 重刀斩出 给我开 咔嚓 轰隆 一刀 将厚重的冰墙直接劈碎 轰隆隆的梦想中 冰块纷纷落地 苏洪山的战马 踏着冰块冲了过去 他发誓要将那几个山匪 拦截在皇城之前 一群军兵拼命抽打马匹 即便如此 也追不上将军 只能在后面尽力跟随 等大军过后 茶滩附近安静下来 平山军艰难地抬起头 看看四周无人 尝出一口气 伤势虽重 还没到丢命的地步 以他妖族的本体 休养些时日即可好转 他的伤势 如果换成世人 哪怕武夫 也早就丧命了 一块行妖令 差点要了老命 这笔买卖 好像赔大了呀 平山军嘀嘀咕咕爬起来 逃进路边荒林 等他刚走 趴在血泊里的常威 也挣扎着爬了起来 呲牙咧嘴 五官挪移 幸亏老子会装死 要不然就真死了 常威后怕不已 他的确被重创 要不然也装不了这么像 加上红河被天上的雄鹰 吸引了注意力 没查看 这才逃过一劫 常威刚想开溜 找个地方疗伤 要不然真挺不住了 刚走两步 就听有人喊 大当家 我也没死 瞎子艰难地伸出手 虚弱道 拉我一把 你他娘也装死啊 常威哭笑不得地拉起瞎子 他们没赶走平山军那边 生怕虎妖为了恢复 再把自己给吞了 天骑城与巴山城之间的官道上 一道黑衣身影 狂奔不停 云雀估摸着 距离天骑城 还有不到百里 快了 希望就在眼前 正准备加把力气再跑快点 云雀的脚步戛然而止 平坦的官道前方 出现一些东西 一只蜈蜈 一条毒蛇 一只蝎子 一只壁虎 和一只蝉蜂 五种毒虫并不大 一字排开趴在路上 一动不动 看不出死活 若是寻常毒物 云雀根本不在乎 越过去或者直接才死就行 可对面的五只毒虫并不普通 在云雀加持了妖力的左眼之内 能看到五只毒虫上方 各自连接着一个硕大的虚影 小小的蜈蚣上方 是一条数丈长短的巨大蜈蚣 其他毒物也一样 五毒虫 云雀将沐青瑶轻轻放下 神色冷峻 盯着对面五只小虫 沐青瑶也看到了毒虫上的强大魂体 忌惮道 五只妖虫经过炼化 形成剧毒之物 通常会用来布置奇毒之阵 云雀环顾四周 突然大喊道 谁家虫子挡路了 能不能让让啊 喊声未落 一朵红色的莲花 从天而降 化作一个莲台 莲台之上 盘坐着一名女子 身穿道袍 黑纱遮面 只能隐约看出轮廓 看不到具体容貌 云雀的心头随之一沉 红莲教的强者 到底还是追了上来 这位女道长有何贵干 我们小夫妻是买卖人 我们肯定给 云雀冷俊的神色 瞬间变得温和 笑容满面的道 盘坐红莲的道姑 发出低沉声音 林云郡主尚未出阁 你如此称呼 难道不怕皇帝怪罪 谁 谁是林云郡主 这是我媳妇 女道长认错人了 云雀很真诚地说着谎 本座红莲教教主 你觉得 我会认错人吗 道姑声音平淡地道 好吧 你没认错 不如说个价钱 咱们研究研究 能用钱解决的事 最好别动手 你出不起 道姑平静道 那可不一定 这些年 我也攒了不少银子 加上郡主的私房钱 也许能凑够呢 云雀道 死到临头 还能说笑话 以你这种年纪 有如此心迹 实在难得 道姑赞了一句后 一语道破天机 道 你在拖延时间 等苏红山到来 八山城的大军 至少要一炷香之后才能到 你觉得自己能挡住 我一炷香的时间吗 不好说 我又没试过 云雀道 道姑冷笑一声 道 我见过很多聪明的年轻人 你的心机 是最深的一个 八山城这场瞒天过海之际 本座差点被骗了过去 不知教主如何看破的 云雀谦虚地请教道 你唯一的破绽 在东城门 你不该只杀一个红莲教的眼线 你应该把当时守在城门的所有军兵 统统击杀 再逃出城外 这样才是真正的汉匪 不留半点痕迹 道姑声音冷淡 继续说道 可惜 你的心还不够狠 不愿往杀无辜 这是你最大的破绽 成大使者 须末世苍生 与本座对弈 你终究奇差一招 末世苍生 云雀目光转朗 道 苍生的死活我不管 我只想铲凭你们红莲教 道姑沉默了一下 语气中透着一丝疑惑道 你完全可以舍弃林郡郡主 也许能留一条命在 我红莲教 难道与你有死仇 当然有仇 你们红莲教杀了 我没过门的大媳妇和二媳妇 你说说看 这是不是不死不休的死仇呢 云雀冷漠道 道姑黑沙下的眉风 微微皱了皱 云雀的这句话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 杀一个媳妇 也许是巧合 怎么连杀两个 还是没过门的媳妇 红莲教这位教主 即便想破头也想不到 他下达追杀林云郡主这道命令后 牵扯了藏食镇成员外家的女儿 而乌家寨的人 又不顾云雀的警告 拿乌林儿为了邀请 这便是云雀与红莲教结仇的真相 既然有仇 那便解决即可 本座不喜欢留着仇人在世上 所以 你可以死了 道姑清语中 抬了下单手 道路中间的五只毒虫 立刻挪移开来 围住云雀与牧青瑶 同时虫口大张 呼 舞团黑气 从五只毒虫口中喷涌而出 刹那间 组成一片遮天蔽日的毒物 云雀和牧青瑶 根本没机会逃脱 被笼罩在毒物当中 五毒之阵 请丹修为 牧青瑶道出这句话后 立刻掩住口鼻 平住呼吸 点出对方的境界 是在告诉云雀 红莲教教主 有着道门五品 金丹镜的修为 毒物弥漫 好似一场索命的风暴 封死了周围十丈之地 为了不被毒物侵袭 云雀不断挥舞长刀 打算用刀器将毒物震开 效果并不明显 这些毒物与空气不同 不仅携带着剧毒 还难以驱散 沉甸甸如同一道龙卷风一般 金丹修饰出手的法术 自然非同小可 不过云雀的心头 反而没那么沉重 金丹是五品 尽管是难以匹敌的强敌 但好消息是 至少红莲教教主 不是四品高手 五品的话 也许今天还有机会逃生 若是真来一位四品强者 除非不计代价 放出妖刀里的怪物 否则云雀想不到 任何脱身之际 见毒物难以驱散 云雀拉住沐青瑶的手 朝着东侧冲去 这些毒物无孔不入 即便不呼吸 也会顺着人的蹊跷清袭 特大的蜈蚣摇头摆尾 出现在眼前 毒物里的蜈蚣 不再是之前那么一丁点 而是四丈多长 宛若巨蟒 蜈蚣的长爪不断摆动 竟在毒物里浮空爬行 厄牙大张 争鸣无比 凶无挡路 云雀选择正面交锋 五毒阵里总共五只毒虫 肯定折服在四周 从其他方向走一样 会遭遇毒虫 与其浪费时间被毒物侵染 不如以最快速度干掉一只 冲出包围 长刀上爆起血色 云雀单臂挥斩 全力劈出一刀 轰鸣大作 凶无以恶牙硬抗刀锋 硕大的身躯 被震得卷成一团 朝后飞去 云雀也不好受 脚下连连后退 带着木青鸟 也跟着后仰 险些摔倒 乍一交锋 云雀立刻判断出凶无的等阶 七阶毒虫 而且是经过炼化的七阶毒虫 其真正的力量远超同类 平山君都挡不住 五支七阶毒虫组成的五毒大阵 足以困住一名六品修士 由于刚才的一刀用力过猛 云雀憋着的这口气 只能呼出 可再吸的话就是毒雾了 木青瑶也一样 没有修为的小姑娘 连番跑动下 哪里还平得住气息 与云雀同时到了极限 两人不得已 只能张口呼吸 周围的毒雾 就像活物般 随之倾向两人的口鼻 毒类法术 可以说是舞者的克星 其他法术 哪怕风火雷电 大不了本体受创 只要不死不惭 五夫仍有一战之力 可一旦中了剧毒 那就彻底完完 就在毒雾即将入口的刹那 云雀与木青瑶身上 同时升腾起一层青色光滑 那光滑仿如有奇笑一般 竟将毒雾隔绝开来 漫天毒雾中 两道年轻的身影 好似暗夜灯火 尽管微弱而渺小 却无法被熄灭 青光的出现 令云雀与木青瑶觉得诧异 本该身中剧毒的局面 竟莫名其妙地转危为安 两人动作一致 低头看向青光的来源 随后各自拿出一个 有些古旧的小巧香囊 一个绣着龙 一个绣着凤 云雀与木青瑶对视了一眼 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一份意外 香囊是七叔临别时的赠语 由七叔与他那位已故的知己 共同研制的驱毒香囊 按照七叔的说法 香囊年头太久 效用大不如前 只能驱臂蚊虫 没想到所谓的驱臂蚊虫 只是个谦虚说法而已 这两个香囊 居然能让持有者 在五毒大阵中安然无恙 咦 毒雾深处 传来一声疑惑之音 红莲教主隔着黑沙 望向两人手里的香囊 奇怪地沉默着 云雀趁机拉着木青瑶往前冲 五毒大阵仿佛失去了控制 五只毒虫没在拦截 靠着香囊去毒的奇笑 两人很快冲出毒雾 云雀狠狠地呼吸几口空气 回身站定 逃 是不可能的 因为逃不掉 对方是无品强者 云雀想要带着木青瑶逃走 没有丝毫希望可言 剩下的路 你自己走 云雀面朝着毒雾 背对着木青瑶 声音平静 云雀没拿出蛇弹鸟蛋 也没拿挖卵 因为不需要了 即便动用妖刀的权力 也无法匹敌 远超自己三个大境界的敌人 以八品修为 加上妖刀之力 云雀 能斩杀七品 哪怕面对六品强敌 云雀也有一战之力 可五品之上的强大对手 根本无法匹敌 所以 无需再压制妖刀的力量 云雀要用自己 作为最后的祭品 其实云雀也很好奇 自己的刀 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 妖刀里的怪物 究竟有多强 木青瑶没走 而是站在云雀旁边 一头绣发随风清白 一张俏脸便不绝然 最后的路 我们一起走 生同青 死同穴 林云郡主昂首而立 尽管那幅小小的身躯 被显柔弱 可神色间毫无聚色 云雀无奈地看了眼木青瑶 道 你进了皇城 我的银子就算到手 我死之后 你可以拿钱帮我修一座大墓 至少我赚了个坟 你如果也死了 我找谁要钱去 不等木青瑶说话 红莲浮现 道姑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两人面前 漠然道 知己难求 你们无需分开 今日 可以同死 一炷香的时间 已经过了近半 八山城的苏红山 即将抵达 道姑不再迟疑 即将出手 就在云雀准备拼死一战 红莲教主 准备全力出手之际 路边的半空中 忽然出现一道光环 光环乍一出现 立刻腾起圆环形的光滑 好似一道光柱冲天起 光柱里的空间不断波动 浮现出一道人影 很快那人影凝视下来 是一名书生打扮的年轻人 一身如山文质彬彬 看年纪不到三十 书生一眼看到木青瑶 惊喜道 小师妹 看到书生 木青瑶也随之大喜 道 三师兄 你怎么来了 书生名为李玄居 大镜四天见监正的三弟子 儒家修士 有着五品君子敬的修为 我刚研制成一种 新品类的传颂阵 看到狼烟 正好出城试试 李玄居得意地说完 发现周围独物 与红莲法台上的倒估 皱眉道 这家伙谁啊 三师兄小心 他想杀我 木青瑶一指红莲法台 道 好大的胆子 上我小师妹 先问问我这个师兄再说 李玄居红声断鹤 气势十足 强缘来临 云缺终于松口气 这家伙看起来挺厉害 就算打不过红莲教的教主 至少能拖上一时 云缺和木青瑶 此时都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两人轻松不少 可李玄居喝完之后 他脚下的传颂法阵 又生腾起光幕 将他整个人笼罩起来 看样子 好像还要传颂 糟了 糟了 李玄居脸色大变 急急道 我这个 是连环传颂法阵 要连续传十次 才停得下来 云缺和木青瑶 刚刚放松的心情 这四天剑都是什么人哪 这个三师兄 也太不靠谱了 传颂镇哪有连环传的 你这是来看热闹的呀 踩一脚就走 传颂镇即将生效之际 李玄居抬手指向连台 以最快速度喝道 博文强制而让 蹲扇形而不待 君子言 化地为牢 牢自刚出口 李玄居的身影 随着光运消失 原地空空如也 虽然没帮上忙 好歹这位三师兄 在最后时刻 动用了君子静的延出法随 施展出一道强横法术 连台周围的空间 瞬间浮现出一片皱纹 密密麻麻铺满半空 犹如一座浮空的牢狱 将红莲胶主困在其中 云雀趁机拉着木青瑶就跑 小郡主只觉得自己脚步粘定 整个人跟飞起来似的 被云雀荡成了风筝 难得的机会 云雀可不想错过 趁着那道姑被困住 能跑多远是多远 很快 云雀冲出数百丈远 正想将木青瑶重新背起的时候 云雀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嘎吱吱的怪响 就像木头箱子 被一点点从里面撑破的声音 随后轰隆一声 一团气浪如狂风般四散开来 回头看去 那座红色的连台漂浮半空 周围的皱纹牢狱 已经被尽数破开 这么快 云雀心头暗惊 同时察觉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同为无品 李玄居动用的延出法随 至少能将同阶对手困住一段时间 这才过了几个呼吸而已 几乎片刻就被破开 如此诡异的情况 只有两个可能 不是李玄居放水 没用权力 就是红莲教的教主 有着远超无品的修为 云雀的心头随之一沉 难道说 那道姑当真是四品高手 连台在半空闪烁了一下 瞬间飞抵进前 云雀再次停下脚步 没办法 最后还得拼命 道姑抬手换出一道剑光 骑上升腾着强力的法力波动 你们逃不掉 认命吧 道姑即将动手之际 黑沙后的眉峰忽然挑了一下 转头望向天启城的方向 云雀与木青瑶 此刻都感觉到脚下的地面 在微微震动 这种情况 预示着大军来临 一只上千人的重甲骑兵 已经出现在不远处 为首的是一匹白马 那白马一身长矛 快如闪电 好似一股白色的旋风 在快速接近 从对方的速度估算 用不了片刻 即可抵达此地 近决 道姑呢喃着 再次转头 望向八山城的方向 他终于看到了 落日下的滚滚狼烟 原来如此 你居然还有这份后手 本座倒是没想到 道姑点点头 望着云雀道 这次算平局 不过你不用高兴 你的命始终在我手里 何时来取 看我心情 八山城的狼烟 终于引动了天启城的禁军 苏红山还有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才能抵达 而禁军即将冲到近前 从城门被杀的教徒身上 道姑猜到了 凌云郡主 有可能伪装成山匪出城 但他没料到 八山城会燃起狼烟 其实 狼烟这个后手 是个巧合而已 如果云雀没在八山城 遇到马小脚和牛不财 他根本没机会接近风火台 更别提点燃狼烟求援 别人的命 我不管 想要沐青瑶的命 你得先问问我的刀 云雀不甘示弱地道 风一般的白马即将赶到 红莲教主不知在忌惮着什么 他选择了退走 连台旋转 散落漫天花瓣 在消失之前 道姑忽然轻笑了一声 你 护不住凌云郡主 道姑合拢双手 结出一个奇怪的法印 低语道 浑皱 莲花印 道姑往前轻轻一推 净凭空推出一朵 美轮美奂的小巧莲花 莲花看起来极为真实 通体艳红 莲台消失 红莲教主破空顿走 可他留下的小巧莲花没消失 轻飘飘飞向木青瑶 看似轻盈 速度其实很快 片刻间到了镜前 云雀自然看得到那红莲 更知道这东西定是凶险之物 于是抬手一刀 斩在莲花上 刀 砍中了 红莲丝毫无损 绝非实握 否则不可能砍不到 也不是正常法术 以云雀腰刀上的力量 哪怕法术也有机会展开 即便斩不断 最起码 长刀会被法术震开 可偏偏云雀一刀下去 刀锋直接在红莲上划过 就像砍到一团空气 小巧的红莲越过长刀 飘向木青瑶 小郡主必无可避 眼看要被红莲撞上 云雀一怒之下 不再用刀 而是轰出一拳 这一拳汇聚了大量煞气 拳风呼啸 然而云雀的拳头 仍旧穿过了红莲 一击落空 挡不住 什么鬼东西 云雀猛然回头 那红莲即将印在木青瑶身上 看着飘来的红莲 木青瑶连连后退 小脸苍白 他此刻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若被莲花凌身 自己将会魂飞魄散 千军一发之际 云雀以身体挡在木青瑶面前 红莲没入云雀的心窝 终于消失 木青瑶后退的脚步亮腔跌倒 等他站起来 看到的是黑衣少年 一动不动的背影 凌云郡主愣着了片刻 眼眸里忽然涌出泪水 云雀 小郡主气凉的呼唤 在落日下宛若悲鸣 最后一缕夕阳从大地上消失 黑夜来临 木青瑶此刻的心情 一如冷夜 漆黑无光 最后的路 他发誓要和云雀一起走下去 生死与共 可是最后 只剩下他自己孤身一人 眼泪绝地 木青瑶亮腔着 扑到云雀身后紧紧抱住 你不能死 你还没赚到银子 你还没去学宫 你还没摸到我 云雀 我不许你死 从出生以来 凌云郡主始终是一位稳重的女孩 哪怕遇到妖物当前 即将生死的地步 她也从未如此惊慌过 此刻 木青瑶大哭着 大喊着 再也没了郡主的仪态 犹如一个失去挚爱的平凡少女般 彻底崩溃 知己难求 更何况肯为自己 而死得知己 这一路行来 木青瑶早已对云雀有了不同寻常的感情 相识以来的一幕幕往事 在木青瑶脑海里相继浮现 从青湖山相遇 藏石镇破解双子鬼暗的默契 到百玉城危机 一起解救满城百姓的惊险 从游玩虎妖洞府扶平山 到乌鸡镇 迎娶白骨新娘 从黑风寨入火 成为山匪 到大闹八山城 替天行道 这番经历 对小郡主而言是 前所未有的经历 既惊险新奇 又充满温馨 若世上没有了云雀 这位猎妖人 他这一生将再无欢笑 再无知己 悲痛到绝望之际 小郡主已然痛不欲生 正这时 木青瑶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响起在耳畔 没想到你力气还挺大的 再累我要喘不过气了 木青瑶正住了 急忙松开抱住云雀的手 惊呼道 你没死 云雀转过身 笑道 当然没死 郡主的便宜 我还没站着呢 怎么能死 太好了 木青瑶紧紧抿着唇 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 一头扑进云雀的怀里 明月当空 长路上寂静无声 只有一双紧紧相拥的身影 喂 来人了 再抱着的话 郡主的声誉 怕要毁于一旦 云雀轻轻拍了拍 木青瑶的肩头 小郡主这才慌乱地挣脱开来 那朵红莲呢 木青瑶担忧道 云雀以身体挡住了红莲 那红莲教主最后施展的魂咒 绝对非同小可 不知道 好像消失了 云雀皱着眉道 他也十分奇怪 红莲明明飘进自己身体 除了有一点说不来的古怪感觉之外 没有任何威胁存在 云雀现在好端端的 什么伤都没有 仿佛那看似可怕的魂咒 只是吓唬人的把戏一般 可红莲教主追杀了木青瑶这么久 最后一刻 不会只留下一个把戏 云雀没时间多想 因为一匹白马 已经到了境前 那白马通体如雪 浑身长矛 快若旋风 尤其白马的四骑 踏地之际轻飘飘 马蹄与地面几乎一处击分 犹如踏空而行一般 白马来得极快 马上是一位武将 三十多岁的年纪 比正口方 相貌堂堂 慵懒的眸光中 透着一股锐质 没有盔甲 一身普通的锦衣 此人来到境前后 弯弓搭剑 当弓弦被拉满的那一刻 云雀能听到四周出现风声 剑未出 风仙剧 如此现象 代表着剑矢之上 蕴含着磅礴的气机 这一剑尚未发出 已然引动了周围空气 So 弓弦轻颤 一剑破空 一道流光 在云雀与木青瑶头顶掠过 好似一颗流星 剑矢的落点 是不远处那团尚未消散的毒物 五毒虫 已经被红莲教主带走 可毒物游在 聚拢成一团 在夜幕下 如同一团乌云 剑矢直接扎进毒物里 下一刻 一片气浪 从毒物深处炸起 气浪并未肆意 而是旋转升腾 形成小型的龙卷风 将毒物带到高空 相继搅散 这一剑的威能 可以说精妙到极致 轻松化解了 聚而不散的毒物威胁 不伤任何人 将危机完美解除 好高明的剑法 云雀是识货的 同为武者 一眼即可分辨出 对方的能耐 别的能力不说 单说剑法这一块 白马上的男子 堪称神剑手 先驱散毒物 白马上的武将 才将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随后献出诧异之色 郡主 认出穆青瑶后 此人翻鞍下马 躬身剑里道 白燕见过郡主 白将军眠脸 穆青瑶恢复了 郡主的仪态 语气平静 稳重如常 只是眼角 还有些尚未擦干的泪痕 郡主因何在此 莫非八山城的狼烟 是郡主所为 白燕问道 说话的同时 看了眼郡主旁边的黑衣少年 不得已而为之 我被敌人追杀 才想出这等办法 穆青瑶简短道 白燕闻言单膝跪地 低头道 微臣来迟一步 罪该万死 穆青瑶连忙上前搀扶道 白将军何罪之友 快快请起 白燕起身后 懊悔道 方才那朵连台 微臣远远看到 不知敌友 未曾贸然出手 若知是郡主之敌 微臣拼尽全力 也当元首才是 不怪白将军 你来得已经够及时了 穆青瑶道 白燕苦笑了一声 朝云雀汗手示意 也该做到头了 在下白燕 小兄弟尊姓大名 云雀 云雀爆出名号后 加了句 打猎的 你猎的 应该是妖 白燕微笑道 何以见得 云雀倍感好奇 这还是他第一次 被陌生人看穿身份 看你的手就知道了 八品无折一大鳌 本体为主 薄杀反而再其次 拿刀与否并不重要 而你的手有一层老茧 比起常年拿刀的边军 都要厚实 所以 你的猎物 只能是妖 你是一位常年杀妖的猎人 白燕微笑道 其实我是砍柴的 云雀同样抱以善意的微笑 并反驳了对方 你说我是猎妖的 我就得是猎妖的吗 我常年砍柴一样 能磨出一手老茧 是我看走眼了 白燕不以为意 笑道 小兄弟砍的柴 煞气可够重的 云雀喝了一声 表面平静 但心头暗惊 这个白燕不简单 居然能看穿煞气 要知道 云雀不刻意散发煞气的时候 外人很难看出端倪 白燕来得太快 以至于他到了有一阵 身后的禁军大队人马才赶到 这时 白燕的那匹白马 忽然人力而起 前蹄腾空 发出一声稀绿绿长蹄 白马的躁动 是因为对面大陆上 冲来一匹黑马 黑马与白马的清零不同 如狂风般轰鸣而至 马蹄落下的同时 会在地面踏出一个坑来 白燕拉住缰绳 白马立刻安静下来 一双马眼清澈通明 灵动十足 云雀对白燕的做起很好奇 之前还以为是妖兽 结果并不是 而是正宗的马匹 毫无妖气 但白马的速度之快 几乎不弱于平山君 这绝对是一匹神马 应该有着奇特的血脉传承 赶来的黑马就不同了 一身漆黑的鳞片 看着就厚重猙獰 鼻息如雷 马头硕大 马眼赤红 这匹马如果不拴起来 任谁看到 都觉得他会咬人 白燕 你怎么在这 苏红山勒住战马 皱着梅鹤道 八山城封烟起 陛下命我前来查看 白燕道 风烟 苏红山静意之下回头看去 尽管已经是夜晚 但八山城城头上的熊熊火光 依旧能看到 谁点的狼烟 苏红山快要被气糊涂了 他追杀山匪 就憋着一肚子气 结果自己出来了 城里居然燃起风烟 为了几个山匪 八山城就点起风烟 这要让皇帝知道 那都不是将罪与否的问题 而是苏红山今后 还有没有脸见人的问题 苏伯伯 是我点的风烟 沐青瑶脆声声地道 青瑶 你这丫头 怎么在这里 苏红山这时才看出 女扮男装的凌云郡主 大惊道 相比于白燕的臣子之理 苏红山对沐青瑶 显得亲近的多 她是富男王的老友 从小看着沐青瑶长大的 在沐青瑶面前 自然以长辈自居 说来话长 我被红莲轿一路追杀 为了安全抵达天旗 于是想出假冒山匪 点燃风烟的计划 沐青瑶简短道 风烟之事 苏伯伯不必担心 我会向陛下请罪 得知沐青瑶的处境 苏红山也不在乎 风烟的罪名了 埋怨道 丫头你糊涂 到了巴山城你 该去寻我才对 有苏伯伯护送 还怕什么红莲教绿莲教 你这是没出事 真要有个意外 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苏红山说的语气很重 看似责怪 实则是担心 沐青瑶苦笑着一个劲点头 没急着解释 她知道 这位苏伯伯是火爆脾气 发火的时候 最好先听着 越反驳 苏伯伯越恼火 凌云郡主善解人意 一旁的白燕 可丝毫不给苏红山情面 点破道 郡主此举 为瞒天过海之计 瞒得自然是绝顶高手 若苏将军一路护送 郡主怕是活不到皇城 苏红山一听 立刻火气大起 不甘示弱地道 屈欧红莲教 听都没听过 能有什么绝顶高手 难道连我这个五品五者 也打不过吗 青瑶你来说 到底那红莲教的高手 是什么修为 他笑一声 瞪着白燕道 听到没有 五品金丹而已 我就算打不过 也扛得住 我不信 一个金丹修士 能从我手里抢人 白燕则缓缓摇头 轻叹了一声 苏红山大怒 认为白燕瞧不起他 咄咄逼人的道 怎么 难道白将军认为 一个同阶修士 就能杀了苏某人 我不成 苏红山的自傲 并非目中无人 因为五者一旦冲进六品之上 无论本体强度 还是自身战力 都会迎来巨大的突破 五者六品为宗师镜 五品是金身镜 四品为破军镜 六品宗师舞者 气血充盈 气机旺盛 对本体力量驾驭 与气机运用 均可如臂之使 堪称完美掌握了 自己的肉身之力 战斗之际 不会浪费一丝一毫的力量 因此 可更加持久的作战 宗师不可辱 这是一句流传多年的谚语 除了赞叹宗师镜的强大之外 还有一层含义 辱没了宗师镜武夫 容易被人家生生磨死 其他修炼体系 均需要法力才有最大战力 没了法力 别说五品金丹修士 即便四品原因 也会被武夫斩杀 而宗师镜武者超长的作战能力 正是其他体系修行者 最为头疼的地方 只要不快速弄死宗师 那耗起来就会没完没了 人家宗师的力气没耗尽之前 其他体系修士 很容易先耗空法力 五品金身镜武者 更加可怕 不仅战力持久 本体也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堪比妖兽 尤其恢复能力极快 寻常伤势无需治疗 很快就能痊愈 哪怕致命伤 只要没立刻咽气 五品武夫同样拥有着巨大的威胁 五品武者在宾死之战 托死同阶的传闻 可不止一则 正是仗着自己 有五品金身镜修为 苏洪山才如此笃定 能在同阶金丹修士面前 保下木青鸟 苏将军应该知道 我的剑西术 可锁定无理外的目标 白燕不急不缓地道出此言 苏洪山瞪着眼睛 一个进运气 无言以对 他的确不服白燕 毕竟同为五品武者 谁能服谁 不过对白燕的剑法 苏洪山是服气的 而且心服口服 白燕与其他武者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的剑法 无理之外 可杀通剑 武夫最大的弱点 是只能近战 这也是被其他修行体系 所嘲讽的缘由 人家别的修士 站在远处扔法术 武夫只能瞪眼应接 没办法 够不到 而白燕的剑法 极其恐怖 提起白燕的剑 大进军中的所有武者 无人不服 因此 白燕还有个雅号 被称之为神剑白燕 白燕神色凝重了下来 继续道 当我锁定之后 那连台立刻顿走 说明对方已经察觉到 我的剑西术 而且那朵连台 气息有点诡异 绝非无品那么简单 我怀疑 对方的修为不止精淡 白燕说完 云雀随之恍然 难怪进军尚未抵达 那红莲教主就选择提前退走 原来是感知到白燕的剑西术 难道是四品元英 苏洪山惊讶道 若真是如此高手 我们俩联手也白搭 对方何必退走 白燕笑了笑 道 苏将军 别忘了此地是何处 皇城脚下 四品元英也不敢放肆 我们不是对手 但天骑城里 有人能杀元英 苏洪山恍然大悟 一拍脑门 道 对哦 只要我们拖住一时 皇城里 自然会有高手 源源不断赶来 还是白将军心思细腻 我是甘拜下风啊 难怪你叫卢匠 我就是个武夫 两人说话的时候 苏洪山那匹旋风鞠 呲牙咧嘴 朝着白燕的白马 一个劲喷气 看样子很想上去咬两口 白马踏动四题 显得躁动不安 毕竟白马是马 而黑马是腰 存在天然的压制力 若让两匹马肝唇一抖 白马肯定被咬死 碰 苏洪山一脚 踹在旋风鞠肚子上 把黑马踹得 横一出一丈 给我老十点 咬了人家的刺白 你个蠢货赔得起吗 苏洪山口中的刺白 是白马之名 黑马皮操肉厚 一身灵甲 被踹一脚 也不在乎 不过老舌不少 看得出莫 少被苏洪山打骂 苏洪山这才消了点火气 云缺看得好笑 难怪武夫 总被人骂粗俗 不是没原因的 到底哪里冒出来的 红莲教 怎么会有如此强者存在 苏洪山疑惑道 青瑶丫头 你到底惹了什么人 木青瑶苦笑着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这次出门寻找灵花 抵达边界后 便危机不断 护卫尽数战死 只剩我一个人活着 历尽千辛才走到这里 没有云缺护送 我早已丧命 苏洪山打量了一番云缺 骤起没道 护送郡主 大功一见 不过小子 你这身板不行啊 一看就欠缺打骂 到我军中磨练几年 保准你 跟我一样壮实 云缺咧了咧嘴 心说 跟你打熬不一定壮实 但肯定越打熬越没脑子 多谢将军栽培 等有机会 一定去将军手下 磨砺一番 云缺客气了一句 毕竟人家 是正牌的武品高手 木青瑶都叫伯伯 云缺自然地给点面子 但云缺没想到这位将军 简直一根筋 大手一挥道 等什么 现在就是机会 一会你跟我走 到八山城军中效力 先给一个百夫长 表现好了换成千夫长 云缺听的嘴巴都张大了 这位不仅没脑子 估计连人情事故 也没懂多少 听不出来 我是客气吗 苏伯伯 云缺要去学宫 暂时不能跟你走 木青瑶解为道 去学宫啊 那算了 苏洪山听闻学宫二子 一点脾气都没有 他不服白燕 但天气学宫 他是福气的 不仅苏洪山 整个大晋的修行者 基本没人敢对 天气学宫不服气 苏洪山忽然想起一事 把木青瑶拉到一旁 低声道 丫头 你假冒山匪没什么 但你怎么真杀人呢 杀几个普通军兵也就算了 你把童琪给宰了 他是朝廷任命的偏将 这件事 伯伯我也都不住啊 木青瑶镇定自若地道 苏伯伯放心 我不会往杀无辜 童琪此人私自开设赌方 坑害了很多人 我有位朋友 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苏伯伯可以彻查童琪 若他罪不当死 我愿承担一切后果 什么 童琪开设赌方坑人 苏洪山闻言大怒 我三令五身 军中之人 禁止占赌 他同期身为偏将 居然开赌方 简直岂有此理 回去后 我立刻彻查此事 云雀在旁边 听得直摇头 这位将军 实在够粗心的 连手下开赌方 都丝毫不知 而且那同期的赌方 至少开了十来年 解释了前因后果 木青瑶决定 立刻回皇城 有白燕护送 苏洪山还是不放心 一路将郡主 送到皇城门口 才罢休 路上 木青瑶给云雀解释了 白燕的军职 但皇城禁军里的将军 含金量之高 可不是巴山城将军 能比的 皇城禁军 总共十二位 分别为左右一位 左右萧位 左右五位 左右领军位 左右监门位 左右金吾位 十二位共设六位指挥使 白燕便是左右 金吾位的指挥使 指挥使之上 是统领所有禁军的大将军 也可称为禁军大统领 白燕此人 不同于粗俗的武夫 心智如虎 智谋百出 最喜欢看兵书 对儒道极为尊崇 为人处世 也有一股子儒家之气 被同僚 来至敌人 都尊称为儒将 是整个大境有名的江星 云雀听得很势入神 白燕的年纪可不大 三十上下而已 就有了武品境界的修为 而且还是金吾位将军 这种人 是真正的天重奇才 看来皇城之内 果然藏龙卧虎 到了皇城脚下 苏洪山即将返回巴山城 身为巴山城的守将 没有皇帝调令之前 是不能进皇城的 分别前 苏洪山沉声道 红连教既然有如此高手追杀 丫头你今后的处境很危险 短时间内 千万别离开皇城 这件事非同小可 我回去后立刻派人去黑铁城 通知你爹 不必麻烦了苏伯伯 我爹镇守边关 事务繁忙 这点小事 无需打扰他老人家 沐青摇道 这可不是小事 他父男王在忙 难道连闺女都不要了吗 这事不用你管了 我肯定通知他 要不是苏伯伯身为守将 抽不开身 我亲自当你的护卫 都行 苏洪山道 穆青摇无可奈何 知道这位苏伯伯是个热心肠 只好由他去了 进城之后 白燕要去皇宫复命 封烟这等大事 连皇帝都没敢睡 肯定等着查明真相了 白燕打算将郡主送到皇宫 穆青摇婉言谢绝 他准备明天再去面圣 到了皇城 便彻底安全 这里是真正的天子脚下 不仅有扶摇大镇笼罩 还有无数巡接的武侯 其中不乏高手存在 四天剑的特殊法阵 也在时刻监测着 皇城内的气息波动 但凡出现危险 四天剑的强者 会在第一时间出动 红莲教的眼线再多 也不敢在皇城里作乱 其实穆青摇 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与云雀逛一逛 这座热闹非凡 被称为不业之城的天气皇城 一路危机重重 几次闲死还生 终于到了终点 穆青摇自从进城后 整个人显得明媚灵动起来 等白燕带着军兵一走 穆青摇立刻拉起云雀的手 跑向路边 一个卖酥饼的摊位 一人一份小酥饼 两人吃得津津有味 这家酥饼 是整个皇城 味道最好的一家 每次回来 我都会先买些姐姐餐 穆青摇调皮的道 原来郡主还是个吃货 皇城里有什么好吃的 你得带我吃个遍才行 云雀道 没问题 本郡主答应你 这个小小的请求了 穆青摇故作老城的道 说完忍不住 咯咯直笑 尽管已经入夜 皇城里灯火通明 宽敞的长街上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那边有一家小店 卖的汤圆味道一绝 穆青摇兴致勃勃 拉着云雀走上长街 由于心情舒畅 两人的脚步不免有些快 云雀转身的功夫 正好撞到一个路人 对方不止一个 而是一伙年轻人 穿金带银 紧袍加身 一看便是大户人家 怎么走路呢 没看到有人啊 被撞的年轻人 见云雀一身不一 顿时阴阳怪气的道 这里是皇城 不是你们乡下 走路小心点香八老 撞到了大人物没准 小命不保 记住了 皇城的路 不好走 遇到这种狗眼看人低的 如果换城在藏石镇 一记老拳就完事 根本不用废话 不过这里是皇城 云雀不愿多事 没理睬对方 穆青摇面 带歉意的赔了不是 并没抬出郡主的身份 对方一看是女孩子 没在刁难 一伙人扬长而去 这几人 都是家境殷实的公子哥 惹是他们不太敢 又不是真正的衙内 在皇城里有几个钱 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比你有钱的大有人在 这些公子哥也就嘴上不饶人 最大的爱好 是嘲讽穷人 骂骂乞乞丐 看看美女 晚上吃饱喝足出来溜弯 看看新鲜事 还别说 今晚真有新鲜事 城门旁边 有官兵新贴了告示 是一张通缉令 城门旁 其实贴满了通缉令 足有十几张 不是江阳大盗 就是杀人的汉匪 每隔几天 就有新的通缉令出现 那几个公子哥健壮 立刻围拢上去 一边看 一边点评 哟喝 银子不少啊 居然一千两 今年 好像这个通缉犯的价最高了 可不是吗 之前最贵的 也就五百两 好家伙 杀了三百一十九人 这是把谁家灭族了啊 真正的杀人魔啊 谁遇到这家伙 那可到了血没 几个公子哥先看的 是通缉令上的字 因为贴告示的官兵 是从下网上贴的 等通缉令贴完 几人终于看到 其上的画影图形 画得十分清晰 是个样貌 清秀神色冷峻的年轻人 当看到通缉令上的 杀人狂魔之际 几个公子哥 齐齐瞪大了眼睛 随后身体开始不停地 打着白子 一个个跟抽风了差不多 他们在后怕 怕得浑身冷汗 因为通缉令上的杀人狂 不久前他们非但见过 还骂人家 是香巴老来着 城外 之前打斗的位置附近 一圈光晕 凭空浮现 光柱一闪即逝 李玄居 终于传送了回来 小师妹 小师妹 李玄居四下看了看 脑头道 没错呀 就是这里 人呢 这位四天剑的三师兄 喊了半天 没人回话 于是眉头苍蝇般 在四周寻找起来 找了半天 累得满身臭汗 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该不会小师妹 被杀了吧 李玄居恼怒的大吼道 死道姑 有种冲我来 欺负我家小师妹 算什么能耐 李玄居又急 又恼得找人之际 他那位小师妹 正拉着云雀在黄城里 逛得开心 天骑黄城 名副其实的不业之城 夜幕下 黄城里灯火通明 街边的店铺 尽数开张 路边各类小吃无数 长街上 行人络绎不绝 沿路吃过几样小吃 慕青瑶 拉着云雀来到街心 指着远处 一座高耸路云的建筑道 那是四天剑 楼顶最高处 是冠星台 能眺望到整个黄城 景致绝美 师尊经常坐在冠星台 推演天机 我最喜欢在冠星台赏月 明月仿佛触手可及 慕青瑶 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四天剑高高的楼宇 云雀仰着头 面带微笑 可没风 却始终微醋 很快 慕青瑶 察觉到云雀的神色有些低落 抱歉 我忘了 四天剑才是你的家 慕青瑶轻声道 来自前朝的猎妖人 出生于此 以此妖都大战后 国破家王 流落边陲 云雀对四天剑的感情 是复杂的 既熟悉 又陌生 一如这座灰红的天启城一样 早就不是了 我家在青湖山 云雀笑了笑 道 黄城里还有什么好吃的 街边小吃甜不饱肚子 我带你去吃包子 慕青瑶拉着云雀 来到一间包子铺 云雀还以为是街边的小摊小店 结果是一间三层酒楼 豪华气派 两人来到三楼 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菜单就在桌上 云雀看了看 大为震撼 确实是包子铺 主要卖的都是包子 但包子铺五花八门 足有上百种 寻常的菜肉自然不缺 还有鱼肉馅 莲子馅 桃花馅 鹿龙馅 海餐馅 零零总总 价格更不便宜 最贵的药属唐僧馅 论个卖 不论替 一个包子一两银子 云雀看得好笑 指着菜单道 唐僧原来没到西天啊 只走到天启城 要不然怎么被人做成馅了 沐青瑶听的哥哥直笑 解释道 店家吸引眼球的手段而已 唐僧馅的包子 其实用了九种名贵材料 均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所以才取了如此名号 味道不错的 你尝尝 反正郡主坐东 云雀自然不客气 先要了一龙替唐僧 随后对小二道 再来两龙二师兄 小二听得直挠头 疑惑道 客官 我们这不卖二师兄 没有啊 云雀道 你们连唐僧馅都卖 难道没有猪肉包子吗 小二恍然大悟 一拍脑门道 有 当然有 客官稍等 三楼饼桌 唐僧一龙 二师兄两帖 小二有趣的吆喝 引得周围 十克捧腹大笑 云雀的食量 这点包子自然不在话下 吃了得勾满豪评 沐青瑶只要了两个桃花线的包子 小口小口地吃着 含蓄而端庄 吃这么点 你不饿呀 云雀打着宝格道 我平时只吃这些就够了 沐青瑶轻声道 不是不饿 而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吃得毫无风度 因为这里是天祁皇城 她是凌云郡主 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皇族的颜面 若被外人认出郡主 在包子铺狼吞虎咽 丢脸的是皇家 回到皇城 郡主的身份便再也无法抛开 在藏石针的时候 你吃的可不是这么点 云雀笑道 沐青摇气地翻了个白眼 狠狠掐了掐云雀的手背 只可惜小郡主的力道 就算手脚并用 也掐不腾一位八平五夫 原来郡主活得也挺累的 不敢吃饱 不敢跑快 处处都有皇家离限制 云雀摇了摇头 道 真无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我寄生在皇家 便无法选择 沐青摇望 向床外热闹的长街 街上一些女孩子 结伴行 说说笑笑 打得闹闹 开心不已 沐青摇很羡慕那些 平凡的女孩 可以肆无忌惮地 与同伴玩闹 可她不行 她是郡主 只能遵循着皇室的规则 那你将来选的夫君 也得由皇帝做主了 必须门当户队才行 云雀平淡地道出一句 沐青摇立刻收回目光 神色肃穆地指示着云雀 直至从云雀脸上看出 刻意隐藏 却没怎么藏好的酸溜溜之后 沐青摇才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其他事 我都会遵守皇室规矩 唯独选夫君这一点 只能我自己做主 沐青摇 郑重地望着云雀 道 若无良人 本姑娘一生不嫁 云雀黑黑笑了笑 道 不知郡主找没找到良人呢 沐青摇美好气地 瞪了云雀一眼 道 没找到 郡主还小 慢慢找 以后肯定找得到 云雀玩笑般地说了句 林云郡主的自主力 云雀不曾怀疑过 沐青摇 绝对是个有主见的女孩 不会为命是从 但沐青摇的身份 带给云雀的压力 实在不小 人家是富男王之女 皇帝 亲口加封的林云郡主 地位绝不亚于公主 自己呢 草民一个 猎妖为生 最大的报复 是混吃等死 别说一介平民 哪怕豪门世家的少爷 想娶到林云郡主 也是痴人说梦 郡主下嫁的 至少都得王公贵族 甚至皇子 要知道 富男王室异姓王 与皇室并无血脉关联 皇城里有不少人猜测 认为林云郡主 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 容貌倾国倾城 心智超凡绝伦 阅历过人 学问高深 又是天祈学宫的学子 还是思天间 兼政的清传弟子 如此一个林云郡主 天下间有几人能配得上呢 云雀也觉得自己 好像配不上 所以有些苦恼 不过 云雀有一个好处 只要吃饱 所有苦恼都不算事了 无需开解 想想猎妖人的身份 自己都不知道 能活到什么时候 还苦恼什么呢 这时手被传来温热 一只葱白小手 握住了云雀的大手 木青瑶静静 望着对面的黑衣少年 语气轻柔 而凝重的道 带到香山红叶静 宁妇如来不负轻 云雀大受感动 道 如来是谁 你欠他很多银子吗 木青瑶眨了 眨水汪汪的大眼睛 咬牙切齿的 又开始掐云雀的手 吃过包子 木青瑶带着云雀 来到一座园林般的区域 此地便是天气学宫 三天后 未入学之日 学宫不问出身 只看能力 许多寒门子弟 走出学宫后 都可成为一方豪杰 朝中高官出自学宫者 比比皆是 我父亲 曾经也在学宫求学 说完将一个小巧的牌子 交给云雀 牌子是学子身份的证明 出入学宫 均需要出世方可 云雀建牌子上 是木青瑶的名字 不解道 我用你的身份令牌 难道就能进学宫了 木青瑶摇头道 这是举荐名额 我是你的举荐人 拿着我的牌子 你可以免于出世 直接进入 最后的考核即可 通过后 便是真正的学宫弟子了 木青瑶给云雀 详细说了说 学宫招收学子的规矩 第一步是出世 范围极大 天下间所有 年轻人均可报名参加 除了大静 还有不少 他国子民 出世考教的比较繁杂 每一年都不同 有可能去年考儒家学问 今年考到家治理 百年考到建武功 每年的出世题目 均由学宫先生出题 一位先生 出一年的考题 由于学宫分为十二点 分类本就繁杂 以至于出世的题目 年年不同 甚至有些千奇百怪 被称为 世间最难的考试之一 通过出世 才有资格抵达皇城 参加学宫最后的复试 复试比起出世还要艰难 不过分类明确得多 学宫十二点 各自设立考场 到门的指考到家学时 儒家的 指考圣人学问 武道指考刀剑功夫 简单明了 穆金瑶所说的学宫名额 其实指的是 一个月过出世 直接参加最后考核的资格 这种举荐资格 唯有学子中的佼佼者才有 至少要在十二点的 各店当中 排列前十才行 寻常学子 是没有举荐名额的 当然学宫先生 也有名额 不过那是直接成为学子的名额 毕竟先生的举荐分量太重 而且十分罕见 穆金瑶提醒道 三天后 学宫十二点会各设考场 你直接去阎武殿报名即可 记得别走错了 放心 阎武殿嘛 我识字 云雀收起令排道 十二点的学问 对云雀来说 最有用的便是武道 而阎武殿 是专门传授武道法门的地方 嘱咐完学宫事宜 两人继续在长街上闲逛 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 直至长街尽头 穆青瑶停下脚步 眼前 是一座高大的门楼 金碧辉煌 其上雕刻着一头飞龙 唯妙唯笑 站在排楼下 穆青瑶略带自豪地道 这座排楼 便是扶妖镇的阵机 皇城里 总共有四座 建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大阵全名为四方金龙扶妖镇 若有妖邪出没 排楼内封印的阵道之力 便会化作金龙 诛杀妖物 云雀仰起头 望向宏伟的排楼 此刻 异象突起 那排楼下方 忽然升腾起一层光韵 瞬间将排楼笼罩 骑上雕刻的金龙 宛若活了过来一样 竟凝聚出一颗猙獰龙手 龙手之上 睁开一双巨眼 死死盯住了下方的云雀 四方金龙扶妖大阵 被莫名引动 阵道气息 瞬间席卷全城 当大阵开启的同时 天祺学宫 皇宫深处 司天剑 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有三双眼睛 相继睁开 突如其来的意外 云雀丝毫没有准备 正欣赏着 大名鼎鼎的扶妖阵呢 结果大阵居然被引动 云雀第一时间认为 有强大的妖物出没 可四周 除了行人之外 没有丝毫妖气存在 更别提妖物的影子 当金龙完全凝聚出 硕大的本体 居高临下悬在面前的时候 云雀这才确定 好像是自己 引动了扶妖阵 我又不是妖 云雀很想解释一番 咱绝对是活人 如假包换 可大阵凝聚出的金龙 看样子听不懂解释 浑身金光爆起 如同夜幕里 升腾起一轮大日 木青瑶金的翘脸苍白 他曾遍寻灵花 为了打造出扶妖大阵 可他从未见过 大阵完全催动的模样 因为自从大阵笼罩 城内就再无妖物出没 强大阵法的气息波动 足以让妖物避而远之 根本不敢靠近 小郡主很快联想到 云雀妖武者的身份 云雀的身上 融合着一道强大的妖魂 正是这道妖魂的存在 激发出扶妖阵的威能 想到这里 木青瑶大惊失色 扶妖大阵的恐怖 绝非等闲 据说连高等妖族 都可轻易灭杀 何况云雀一个八平五夫 这时候无法求援 更无法逃离 扶妖阵笼罩整个皇城 根本逃不出去 面对着暴起的金龙 木青瑶始终紧紧抓着云雀的手 半刻不曾松开 生死于共 金龙的出现 带来了磅礴法力 形成狂风四散 路上的行人无不跪地 甚至趴在地上 头都抬不起来 更别提看向他金龙 迎着风暴般的庞大法力 云雀始终昂着头 单手握住刀柄 让他坐以待毙 那是不可能的 哪怕明知必死 云雀也没有等死的习惯 既然扶妖大阵 认定自己是妖 那便领教一番大阵之威 云雀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金龙盘旋而起 居高临下 口中发出一道无声咆哮 就要俯冲而下 然而云雀等来的 只有金龙咆哮形成的狂风 那金色巨龙竟定在半空 一动不动 很快 金龙开始消散 化作一片金光 没入牌楼当中 原地安静了下来 扶妖大阵停止运转 阵道气息彻底消失 等了好一阵 确定金龙回去了 云雀暗暗松了口气 那金龙的恐怖 比起白燕与苏红山可强得多 估计困杀四品都有可能 真要对自己绞杀 很容易今天死在此地 云雀心中生疑 不知大阵为何停止 难道扶妖阵察觉到 自己是活人了 穆青瑶急忙拉着云雀 远离了牌楼 走出几条街 小郡主的脸色 渐渐缓和过来 扶妖阵原来如此可怕 大阵怎么会启动 穆青瑶疑惑道 可能年九十休 出故障了 你们四天剑 是不是不玩大阵就不管了 云雀道 怎么可能不管 大阵运转无时无刻 都有人检测 也许这次是意外 穆青瑶促眉道 天启城好像不太欢迎 我这个乡下人啊 云雀自嘲道 你要去的地方是学宫 求的是学问 不是在天启城里做个地主 穆青瑶道 郡主的道理 总是随手拈来 我看你以后 也能在学宫里做个先生 云雀笑道 等我成了先生 第一个管教你这个淘气的学生 穆青瑶调皮一笑 经历过刚才的危机 两人再次轻松下来 牵着手 走在热闹的街头 扶妖大阵的一瞬变化 街上的行人半点眉手 仍旧熙熙攘攘 繁华热闹 然而在大阵启动之际 那三双相继睁开的眼眸 却没有再次合拢 一双眼 来自四天剑最高处的观星台 深邃如海 一袭轻衣身影盘坐于此 遥望星空 仿佛看遍沧桑 一道地狱悠悠响起 斗转星宜 天地为奇 一双眼 来自皇宫深处 僻静的飘渺阁 双瞳减水 一道曼妙身影 盘坐于蒲团之上 长发如铺 精致的五官媚态天成 一句空灵字语 带着一丝疑惑缓缓响起 大镜气韵变幻 果然天道难测 一双眼 来自学宫后 放一座小茅屋 眸光浑浊 一道苍老的身影 盘坐在简单普通的木榻上 普通如垂木老者 一句叹息 悠悠而出 起疯了 皇城街头 云雀与木青瑶 正逗留在一个热闹的广场 这里有一对马戏般正在表演 吞剑入腹 各种表演 引得为观众人惊呼连连 叫好不断 每当一个表演结束 马戏班的班主 都会拿着个铜盘子 绕场一周 求赏钱 看表演是免费的 若有人觉得表演精彩 往往会给出几个铜板 也有些富贵人家 不在乎小钱 直接赏点碎银子 几场表演下来 马戏班也能赚点小钱 不算白忙活 尤其这里是皇城 不差钱的人多了 云雀看到 旁边有个小男孩 在看完老虎钻火圈之后 一边拍手叫好 一边扔出一两银子 云雀看得眼睛都直了 皇城里的钱 这也太好赚了吧 耍点把事 就能赚上一两银子 我在藏石镇 辛辛苦苦咽一堆尸体 也未必赚得上这么多 老虎钻到火圈而已 多说烧掉点虎毛 眼尸没准 还能见到鬼呢 云雀面带笑容 朝着旁边的小男孩道 老虎多没意思 想不想看虎妖钻火圈啊 钻完了火圈 再拔虎皮抽虎精 最后烤虎肉 一点不浪费 不用多 只收你二两银子 让你看得够 小男孩想了下 云雀描述的血腥场面 顿时小嘴一脸 哇的哭了出来 旁边的贵妇人 一边哄孩子 一边瞪着云雀 要不是见云雀背着刀 这女人都想上去挠两把 挺大的人了 还吓唬孩子 沐青瑶一脸无奈的 把云雀拉走 不就老虎钻火圈吗 扶冰山有的是老虎 见我就跑 早知道黄城里 这也能赚钱 我何必满山遍野的猎妖 抓点老虎 来赚钱多好 实在不行 让平山君亲自上台表演 不信没人看 云雀不无感慨地道 原来城里人的钱 这么好骗 要让没钱知道 他肯定两眼冒光 沐青瑶苦笑道 等我回到王府 先把三千两银子给你 云雀坏笑道 那剩下的呢 学宫的名额 已经给你来啊 沐青瑶说完 忽然想到了什么 翘脸一红 羞涩道 那件事 得过阵子才行 我 我还没沐浴呢 不许耍赖 云雀笑道 答应你的报酬 肯定给你就是了 沐青瑶美好气得道 离开老虎台 两人正好走到吞剑入腹这边 只见一个汉子 正在耍着一把长剑 挽了几个剑花后 一声大喝 将剑剑一点点扎进口中 围观众人立刻惊呼四起 等汉子慢慢将长剑全都吞下 又一点点抽了出来 再张开大嘴 让观众看清楚 没有任何伤口 这个我也会 云雀抱着肩膀不以为意的道 谁都会 他用的剑有机关 可以伸缩 没人能将真正的长剑吞入腹中 沐青瑶看穿了表演者的把戏 我不用机关 云雀道 你骗人 我才不信 沐青瑶嘟起小嘴 献出一副可爱模样 让郡主殿下开开眼 今晚我也赚点钱 云雀呵呵一笑 一步登上表演者搭建的小木台 吞剑的壮汉见有人入场 愣了下道 这位小兄弟 有什么事吗 借贵宝弟一用 我来表演一番吞刀入腹 云雀说完抽出长刀 往下一按 直接扎进木台 围观人群见又有人表演新的 立刻掌声四起 那壮汉的脸色可变了 但他们这行 三较九流都得打交道 砸场子的根本不算事 可今天来的这位 根本不是砸场子 而是来玩命的 壮汉一眼看出 云雀那可是真刀 没机关的 壮汉一把拉住云雀 低声道 小兄弟 是不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确钱你说一声 我们这些跑江湖的 虽然没什么积蓄 多少也能帮一把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老兄误会了 我真是来表演的 就凭你这番话 接下来我赚的钱 咱们一人一半 云雀兴致高昂的道 别啊 壮汉的脸都白了 积极劝道 兄弟啊 我们是卖艺的 不是卖命的 你拿的是真家伙 吞下去要死人的 放心 死不了 云雀说完 朝着周围观众拱手抱拳 高声道 有钱捧个钱场 没钱捧个人场 诸位上演了 说吧不管那壮汉 拿起长刀 直接吞下 壮汉表演的吞剑入腹 得一点点的吞 云雀倒好 一口气扎了下去 他这番举动 不仅周围观众 惊出一身冷汗 连木青瑶 都紧张着捏起小手 小郡主可不知道 云雀还有这种本事 当云雀仰着头 咬着刀柄 示意自己无碍之际 周围顿时响起 如雷的掌声 好像是真道 他怎么做到的 精彩 实在精彩 今晚这个最精彩了 只一两银子 我给二两银子 哗啦啦 不等班主求赏钱 铜钱与碎银子 纷纷被扔在台上 木青瑶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埋怨云雀太乱来了 可小郡主更加好奇的是 雀雀到底是怎么吞的刀呢 那可是货真架实的斩妖刀 居然说吞就吞下去了 这时 让木青瑶更加震撼的一幕出现 不知是雀雀表演的起性 还是闲转的银子不够多 雀雀突然抬手 一拍刀柄 直接把整个长刀 全都吞了下去 一点不剩 这下周围一片寂静 观众们纷纷张着大嘴 满脸震惊 旁边的壮汉 直接看傻了 我们吞剑入腹 那是吞的机关剑 而且吞完了得拿出来 你这不是吞剑 你是吃刀啊 一把长刀 整个都吃进去了 这还是人吗 雀雀喉咙滚动了一下 没事人一样 好像刚才吃的不是刀 而是吃了个包子 再次拱手 雀雀让壮汉 轻点一下收入 一人一半 云雀的确是表演 别的刀 他可吞不下去 不过自己的腰刀 吞下去轻而易举 腰刀与云雀本命相连 相当于云雀身体的一部分 吞入腹中 会变化成绣花针大小 整个咽下去 也不费事 平常由于经常用刀 云雀才将腰刀背在身上 如果长时间不用 他会吞入腹中 方便携带 既然到了皇城要去学宫 总不能整天背着刀 自然要收起来 云雀的刀是无法离身的 放在外面并不安全 刀还能赚钱 何乐而不为 分完了钱 云雀在壮汉惊恐的目光下 跳下木台 拿着几两岁银子 云雀正想跟穆青瑶 炫耀一番的时候 周围人群忽然被分开 冲进来一队官兵 为首之人神色冷冽 手里拿着一张画像 对照一番后 此人一指云雀 吩咐道 没错了 就是他 给我拿下 押入天牢 一众官兵刀剑出鞘 将云雀团团围住 周围的人群 吓得纷纷远离 这种架势 在皇城里并不多见 那么多官兵出动 定是缉拿要犯 木青瑶和云雀 都觉得莫名其妙 刚进城而已 怎么被官兵盯上了 云雀朝着为首的将领 拱了拱手 道 这位大人 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可是守法良民 今天刚到皇城 吃饭给钱 睡觉住店 从不惹事 那将领冷笑一声 展开了手里的画像道 好一个从不惹事 你在乌鸡镇 残杀319人 通缉令在此 还不束手就齐 云雀仔细看了看 对方拿的画像 果然是自己 画得十分清晰 云雀没想到 自己在黑风寨住了一个月 乌家寨的事都传到皇城 连通缉令都下来了 乌家寨里没有好人 他们乌家拿活人喂妖 我是为民除害 云雀无奈道 乌家有没有好人我不管 本官只知道 你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将领陈生道 斩杀乌家数百人之事 一时解释不清楚 云雀说什么 人家也不信 木青瑶急忙出面 直接取出阴阳令 两名身份 那将领一件令牌 立刻攻身失礼 拜见郡主 乌家寨之事有隐情 我可以作证 云雀并未乱杀无辜 还望大人通融依二 木青瑶客气地道 下官奉命缉拿重犯 职责在身 无法通融 还望郡主见谅 郡主若要求情 可以去皇宫面圣 亦可去刑部见我家大人 此人今日必须缉拿归案 将领丝毫情面不给 木青瑶没了办法 在藏石镇 或者柏玉城那种小地方 郡主的身份 可以轻易调动官兵协助 可这里是天祈城 对方是刑部的人 缉拿重犯这种事 一个凌云郡主的面子 可没什么分量 为了不让木青瑶为难 云雀干脆地道 我跟他们走一趟就是了 郡主去找皇帝说明真相 替我申冤 木青瑶抿着唇 点头道 我马上去面圣 你别急 很快就能放你出来 杀人是重罪 尤其连杀了319人 如此罪名若无法开脱 便是凌迟的死罪 眼看着云雀被五花大绑 押去天牢 木青瑶恼怒的一跺脚 匆匆赶往皇宫 刚到皇宫门口 正好看见白燕出来 郡主来得正好 陛下刚刚还询问你在何处 怪我没把郡主送到皇宫 龙颜大怒啊 白燕苦笑道 本想明日再来面圣 怕打扰了陛下休息 木青瑶神色焦急地道 白将军可知 云雀的通缉令是何时下发的 乌鸡镇一案 又是谁负责调查 白燕闻言正了下 摇头道 云雀被通缉了 这是我不知情 若有通缉令 那应该是刚刚才出的 之前我没见过 至于调查续案的人 郡主可去刑部询问 木青瑶点点头 急着进皇宫 郡主是想给云雀求情 白燕忽然说了句 木青瑶停住脚步 道 云雀没有枉杀无辜 我去向陛下说明真相 白燕犹豫了一下 压低声音道 若此事不急 郡主最好今天别提 改日再上奏也不迟 今天陛下的心情不大好 皇宫里出了什么事 木青瑶问道 白燕缓缓摇头 他也不知内情 但龙颜不悦可是真的 今天的皇帝脾气很大 以白燕的眼力 能看得出皇帝心头的暴躁 所以他才建议 木青瑶将此事压后 省得惹恼了皇帝 反而对云雀更加不利 可木青瑶哪里等得了 三天之后 就是学宫考核 错过了 就要再等一年 木青瑶整理一番衣着 就此进宫 凌云郡主拥有特权 可随意出入皇宫大内 无需禀报 不向白燕 得等皇帝召见才行 御书房内 木青瑶见到了 当今晋国的皇帝 英子寿 这位皇帝四十多岁 正值壮年 身形高大 阴勾鼻 气质沉稳 目光有些阴沉 由于早已入夜 皇帝身着便装 未穿龙袍 即便如此 仍旧一身帝王威夷 英子寿正在御书房内 观看奏折 一双长眉微微锁着 看得出心情不佳 见到木青瑶 英子寿的神色 变得好转几分 现出微笑道 你这丫头果然志气百出 居然能想到 风火系诸侯这种主意 就不怕振着 你个擅自点燃 风火台的罪名吗 臣女未求自保 才想出如此下策 惊扰了陛下 特来请罪 木青瑶恭敬地跪拜后 微微捶着头说道 一国之君 不可无礼 能在御书房面见皇帝 已经是特别的殊荣了 英子寿哈哈一笑 道 既然为求自保 才惹的祸 朕若责罚 岂不是是你的安危于不顾 到时候 你爹还不得拿朕 这个皇帝是问 也罢 朕就当一回诸侯 被你这丫头 以风火戏耍一次 皇帝这番话 听得出对凌云郡主 宠爱有加 木青瑶连忙攻身拜谢 口称谢主隆恩 随后皇帝询问了一番红莲教 木青瑶将所知的消息 如实道出 邪门歪道 也敢谋害大镜郡主 岂有此理 来人 命刑部彻查此事 将那红莲教的贼人 一网打尽 皇帝下令 立刻有太监拟址 连夜通知刑部 刑部更不敢怠慢 大半夜的 就开始调动人手 追查与红莲教相关之事 帝王一怒 服侍百万 一道圣旨 便调集了上万人马 不将红莲教铲除 皇帝的脸面 可没地方放 因此受亲自册封的郡主 又是万民 爱戴的凌云郡主 若在大境地界被暗杀 皇室的颜面将扫地 不仅为了穆清瑶的安危 因此受此举 也是在做给富男王看 随后穆清瑶 先盗出军弩流失一事 提及了黑风寨 盗出八山城的街头人胡子 最后说起乌家寨里 也出现为数不少的军弩 一听军弩之事 皇帝的脸色变得更阴沉了 军械之物 国之重器 一旦流失出去 损失的不但是国库 还有国运 因此受第二道圣旨 紧接着发出 连夜调八山城守将苏洪山进攻 苏洪山刚回到八山城 屁股还没做热乎呢 接到圣旨后 又兴夜兼程地赶往皇城 要不是他有匹好马 这番折腾都受不了 穆清瑶很聪明 先把罪名给乌家寨扣好 言明乌家人持有君弩 并且私自豢养妖兽 以活人为食 又说出 乌家暗中打造上百战屋 图谋不轨 等穆清瑶详细说完 皇帝的脑子里 已经形成了一个画面 乌家寨拥兵自重 君弩 养妖 打造战屋 这种事能是自保吗 明显是要谋法呢 最后 穆清瑶才将云雀以一己之力 铲除了乌家寨的事说出来 穆清瑶始终在察言观色 果然见皇帝听闻乌家寨已经覆灭后 神态从愤怒缓和了过来 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居然有如此战力 实在难得啊 英子兽罕见地赞扬了一句 唏嘘道 一己之力摧毁一座匪寨 他让我想起了你爹年轻的时候 那是真正的一人当官万夫莫开啊 陛下 何止难得 云雀有勇有谋 年纪轻轻便战力无双 绝对是栋梁之才 而且他即将参加学功考核 有十足把握能去学功求学 顿了一顿 穆清瑶继续道 可是云雀刚刚被刑部押进天牢 皇帝闻言诧异道 他犯了何罪 穆清瑶道 刑部下发通缉令 因为云雀杀害乌家寨319名妖人而被通缉 陛下 臣女可以用生命作证 云雀杀的君为该死之人 他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 穆清瑶特意称呼乌家寨为妖人 就是要营造乌家寨的邪恶 加上之前如实的描述 穆清瑶有绝对把握 求皇帝赦免云雀 因此受点了点头 没立刻开口 而是深深地看了穆清瑶一眼 大静王朝不会纵容任何一个妖人 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此事行不会调查清楚 若那云雀当真无罪 自可免于牢狱之灾 皇帝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穆清瑶大为意外 急忙道 陛下 云雀没有往杀无辜 我 好了 你一个女儿家 无需掺和这等凶案 既然平安归来 便回去好好休息 红莲教尚未产出之前 别离开皇城 不然你帝要担心了 皇帝摆了摆手 示意穆清瑶退下 穆清瑶心头焦急 但他知道 皇帝下了逐客令 再多说 反而会触怒皇帝 只好躬身失礼后退下 连平山君的行妖令 与常威的无罪声 也被他暂时压下媒体 白燕说的没错 皇帝今天果然心情不好 穆清瑶知道这种情况下 索要封赏并不明智 走到门口 听到皇帝的声音传来 对了 明天你去瞧瞧轩 他最近身体不适 看到你 并就好了一大半 你不在皇城 他整天心神不宁的 皇帝口中的轩 名为殷轩 是当朝太子 穆清瑶深吸一口气 答应后离开了皇宫 至此 穆清瑶终于知道了 皇帝为何没有立刻赦免云雀 因为自己 穆清瑶暗暗自责 刚才在皇帝面前 太过心急于救下云雀了 关心则乱 以至于说出 用生命担保这种罕见的说法 帝王者 哪个能是泛泛之辈 窥探人心轻而易举 皇帝应该看出了 自己对云雀超乎寻常的关切 所以才会不喜 才没有立刻赦免 穆清瑶与太子同岁 两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 而时事玩伴 随着渐渐长大 穆清瑶察觉到 皇帝这些年 有意促成自己与太子 而他与太子之间 也是满朝文武最看好的一对 在所有人眼里 凌云郡主与太子 才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可穆清瑶对太子 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更不喜欢太子那种 脾气阴柔 又喜欢算计的人 郡主的喜怒哀乐 对皇权而言毫无影响 因为皇帝才是大晋国的主宰 既然皇帝看好 凌云郡主与太子这一对 自然不会允许其他男人 染指穆清瑶 所以才会对云雀的处境 置之不理 死罪倒是谈不上 刑部肯定会调查 乌家债一事 可这段时间究竟多长 没人知道 十天半月有可能 一年半载也有可能 拖的时间越长 云雀被关在天牢的时间 就越久 三天后的 学宫考核赶不上 没准连明年的考核 都未必能赶上 离开皇宫后 穆清瑶心急如焚 很快小郡主冷静下来 他想到一个 唯一能救出云雀的人 于是匆匆赶往四天见 穆清瑶走后 御书房里 变得安静压抑 皇帝的脸色 阴沉如水 整个人显得躁动不安 不知在为何事而烦恼 脚步声传来 一名老太监的身影 出现在书房内 怎么样 可有线索 英子兽略显焦急地问道 回禀陛下 所有活口已经全查过了 暂时没有线索 剩下的 只有那具尸体 老太监始终拱着身 垂着头 废物 英子兽抓起桌上的 玉石茶盏 狠狠摔碎 低吼道 继续查 东西找不回来 你提头来见 陛下息怒 老奴舍掉这条老命 也会为陛下追回失窃之物 老太监的身子 攻得更低 英子兽深深吸了口气 沉声道 去吧 切记用些心腹之人 消息不可外泄 那些活口 你知道该如何处置 陛下放心 知道这件事的 只能是死人 老奴告退 老太监始终没抬头 弯着腰 退出了御书房 四天剑 在晋国有着特殊的含义 四天剑的人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职 即便监政 也仅仅挂着贤职而已 但四天剑的地位 却凌驾在三四六部之上 原因无他 只因四天剑专门处理 大晋之内 所有与妖邪相关的鬼案奇案 是追杀妖邪的特殊机构 直属皇帝亲自管辖 四天剑有权调动六部 甚至是禁军 无需多言 只说一句协助查案 无论六部还是禁军 都得乖乖听从调解 布置在皇城的扶妖大阵 便是四天剑打造而来 并负责监管 四天剑地位崇高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当代兼政履清 大晋三驻国之一 慕清瑶此刻唯一能想到的强缘 就是他的师尊 小郡主急匆匆赶到四天剑的时候 已经是午夜了 四天剑内灯火通明 一些小粒正忙忙碌碌 四天剑分为多个区域 有研制法阵的密室 有祭炼法旗的大殿 有调配丹药的香糖 有关押罪犯的牢狱 甚至还有存放妖物尸体 用来研究的尸房 穆清瑶是坚政清传弟子 到了四天剑与回家一样 自然畅通无阻 他找人打听了一下 得知坚正在观星台 立刻跑向楼上 刚上楼梯 迎面下来一人 小师妹 你怎么没等我呢 下楼的 正是在野外寻找了半宿 刚刚回来的李玄军 抱歉啊三师兄 白燕将军呼送我回来 所以没等你 穆清瑶歉意地道 白燕啊 那家伙挺讨人厌的 以后少理睬他 对了 师兄的话地为牢 威能不赖吧 那贼人肯定被困住半天 李玄军洋洋得意地道 穆清瑶尴尬了一下 没好意思明说 你的话地为牢 片刻就被破了 幸亏师兄出手 师兄的法力 明显又进一步 穆清瑶毫不吝啬地夸赞 他很清楚 这位三师兄的脾气 最喜欢别人夸 越夸越找不到呗 嘿嘿 小手段而已 师兄的传送阵 那才叫一绝呢 等我完成手头这套 十连传送阵 带师妹去兜兜风 李玄军得意道 师兄的连续传送阵 距离会变远吗 穆清瑶问了句 传送阵这种法阵 功效只有一个 那就是跨越空间 达到远距离传送的单一目的 传送的越远 越消耗法力 不会 距离和单次传送阵一样 李玄军摇头道 连续传送十次 和传送一次 有什么区别 穆清瑶不解道 区别大了 小师妹想想看 从皇城一次传送到八山城 是不是什么景色都看不到 多无聊 我这套十连传送阵 可在图经之地停顿十次 能看到十种不同的景致 比起单次传送阵 十连传送阵 简直打破了传送阵的稚骨 传送的途中还能看风景 你说绝不绝 李玄军傲然道 穆清瑶听得瞠目结舌 最后只能给出一个字的赞美 绝 见穆清瑶匆匆要上楼找监证 李玄军的脸色变得奇怪起来 道 小师妹啊 师尊知道你回来了 说你一路凶险返回皇城 居然不先到四天剑 反而在城里乱跑 所以罚你去地牢面壁思过 十天之后才能出来 什么 穆清瑶大惊失色 道 我没乱跑 我去找师尊评理 李玄军身后 走出两名面无表情的四天剑弟子 不容分说 驾着穆清瑶往地牢走 师尊刚吩咐我下来 押你去地牢 小师妹先委屈委屈 在里面看看书 休息休息 想吃什么好东西 师兄去给你买来 李玄军苦着脸道 他也不想把穆清瑶关起来 可坚正的命令 他不敢不听 地牢位于四天剑最高的关心台下 昏暗阴冷 只有几盏小油灯 穆清瑶被关进来后 急得直跺脚 皇帝那边拖着不肯放云雀 师尊这边又罚自己禁足 穆清瑶此刻叫天天不灵 简直欲哭无泪 禁足十天 到时候学宫考核早结束了 师尊 放我出去吧 我有急事啊 师尊行行好 让我见你一面 再关我也行啊 十分救命啊 穆清瑶在地牢里大喊 可惜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正焦急地喊着呢 穆清瑶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种野兽般的嘀吼 他回头一看 昏暗的角落里 有一双遍布血丝的眼睛 正盯着自己 穆清瑶吃了一惊 连忙闭口 眼睛的主人从黑暗里现身 是个一身黑衣的女人 头发散乱 脸色十分苍白 乍一看 好像个野鬼似的 黑衣女人脚下没动 身子却瞬间出现在穆清瑶 镜前 几乎贴着穆清瑶的身体 直勾勾盯着小郡主 大 大师姐 穆清瑶面带苦涩 声音放得很轻的道 你还在这里啊 女人盯着穆清瑶看了好一会 从喉咙里发出恩的一声 鬼魅般退回到阴影里 再无声息 穆清瑶撅起小嘴 无力地坐了下去 她不敢再喊失尊了 因为大师姐最厌恶吵闹 喜欢安静 这位大师姐凶得很 整个斯天剑上上下下 基本所有人都被她揍过 而且下手极狠 经常伤人 所以总被监政关进地牢面壁撕过 穆清瑶上次离开皇城的时候 这位大师姐就在地牢里关着 这都几个月了 她回来 大师姐还没出去呢 穆清瑶可不想挨大师姐的揍 真要揍一顿 两月别想下床 云雀 你千万不能出师啊 小郡主在心里暗暗祈祷 没了任何办法 倒不是怕云雀被杀头 因为穆清瑶很清楚 皇帝不是昏君 乌家债的事 早晚能水落石出 她怕的是云雀冲动 动手强闯天牢 真要到了那一步 天骑皇城 就没有云雀的立足之地了 穆清瑶的担忧不无道理 以云雀的战力 天牢肯定是关不住的 但穆清瑶忘了一点 云雀也是混过官场的人 虽然只是个小小武作 好歹也算半个官差 闯天牢的罪名 云雀哪能不懂 除非真到了必死的那一步 云雀才会杀出天牢 否则就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 平常猎妖 荒山野地里一样睡 何况有屋有床的天牢 到了天牢 云雀只当到了免费的客栈 毫不在意 天牢位于刑部管辖的范围之内 占地极大 关着的囚犯多达上千 几乎人满为患 云雀被戴上镣铐 锁住了双手 随身包裹也被扣压 连刀鞘都被收走 好在之前把长刀吞入腹中 要不然在天牢里 云雀还得表演一次吞刀入腹 牢房里还算干净 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 两张简单的木床 一个夜壶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当云雀被关进牢房后 发现里面有人 天牢里的牢房修建得很宽敞 囚犯多的时候 便会两人一间 牢门开关的响动 吵醒了里面的囚犯 这人骂骂咧咧揉着眼睛站了起来 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 个子不高 十分敦视 看样子有霸子力气 等狱卒走后 汉子斜着眼瞥向云雀 撇嘴道 醒来的 汉子捏着拳头 示威般说道 犯了什么事啊小子 刚进城 骗了点小钱 云雀没心思理睬对方 把之前表演赚钱 说成骗点小钱 一听这话 汉子立刻来了精神 冷笑道 看来你是个惯犯啊 能骗钱的 肯定口舌如黄 给大爷唱个小曲听听 云雀无奈地转向对方 道 你睡不着是吧 用不用给你唱个摇篮曲 行啊 唱什么都成 有意思就行 汉子兴致勃勃地道 摇篮曲不会 我是干白事的 只会唱颂藏曲 要么给你来一首 云雀道 汉子听出不对位了 将拳头捏得搭扒作响 走向云雀道 想找茬是不是 今儿大爷让你知道知道 天牢里的拳头有多重 碰 一声闷响 那汉子 直接被云雀一脚踢地飞起来 撞在墙壁上 慢慢滑了下去 一声不吭地昏死过去 云雀盘坐在一张木床上 等了半天 眼见外面要亮天了 也不见木青瑶的身影 出意外了 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吧 云雀自顾自的嘀咕着 他怎么也没想到 木青瑶此刻的处境 会和自己一样 都被关了起来 说这话的 不止云雀一个 同一时刻 皇城与八山城之间的某处荒林间 鼻青脸肿的平山君 坐在一个土包上 望眼欲穿地望着皇城方向 等了大半宿 也没看到云雀和木青瑶再次出现 该不会把我忘了吧 人族果然没信用 本王的行妖令呢 平山君大吼了一声 随后急忙闭嘴 这里离着皇城太近 他可不敢大呼小叫 真要让皇城里的高手知道 外面有个七街虎妖 随随便便出来一位 都能把他收拾掉 这里不是好地方 我得躲远点 平山君趁着天还没亮 逃向远去 远离了皇城 平山君做梦也没想到 云雀与木青瑶刚进皇城 不久就被分别关了起来 别说行妖令 走出监牢都做不到 天牢内 等待的无聊之际 云雀下意识地沟通妖刀 这种举动 他时常会做 就像平常捏捏拳头 活动手脚 属于一种猎妖人独有的习惯 毕竟 妖刀是本体的一部分 但随后 云雀忽然正住了 眉风锁起 妖刀在肚子里 没有任何问题 随时能取出 可自己与妖刀之间的那种特殊联系 云雀居然感受不到了 怎么回事 云雀闭上眼 沉心静气 仔细用神魂沟通 每当他如此感受神魂 都能察觉到 神魂里另一个强大妖魂的存在 那是他的半生妖魂 自从三岁起 便一直存在 但今天 云雀居然感受不到妖魂 仿佛自己的半生妖魂 突然消失了一样 这种情况 云雀从未遇到过 妖刀尚在 妖魂消失 很快 云雀冷静下来 暗自沉吟 随后云雀想到了 红莲教主 最后时刻催动的 那个奇怪魂咒 身体依旧毫无异样 没有丝毫受伤的迹象 但妖魂的消失 云雀认为 肯定与那魂咒有关 想到这里 云雀直接散开上衣 低头一看 在自己心窝位置 正印着一个 小巧的莲花图案 魂咒 莲花印 红莲教主最后的手段 并非唬人而已 而是一种阴险的奇特咒印 能印在活人身上 此刻云雀心窝出的 莲花印记 清清楚楚 好似刻在皮肤上一样 擦不掉也抹不掉 莲花般的烙印 让云雀联想到消失的妖魂 云雀终于知道了 红莲教主 这道魂咒的真正威能 封印神魂 成为再无知觉的活死人 能否醒来 不得而知 这道魂咒的用处 是封印木清瑶的神魂 如果凌云郡主的神魂被封印 即便不死 也会神魂受损 就算以后能被解开封印 人恐怕也废了 很难神智如初 毕竟小郡主现在没有任何修为 如此程度的魂咒 必定会伤及神魂 若变得半吃半傻 成为废人 还不如立刻死掉来的痛快 幸好云雀用本体挡下了魂咒 相当于 救了木清瑶一命 巧合的是 云雀有半生妖魂 魂咒的力量 全落在妖魂身上 将其封印 云雀自己的神魂 反而毫发无损 这也是为何 云雀明明挨了 红莲教主的魂咒 还感觉不到 任何损伤的真正缘由 想通了这一切 云雀对红莲教主的狠辣 大为愤恨 同时又生出一种 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半生妖魂 是猎妖人强大的助力 也是猎妖人身上 沉重的枷锁 刀断人王这句话 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一个真实 又惨烈的结果 云雀所背负着的 是一个早已被定下的宿命 无法更改 但来自红莲教主的魂咒 却误打误撞地 将妖魂封印 将这份枷锁封印 没有妖魂 云雀成了普通的八品武者 没有妖魂 云雀反而拥有了 体会正常人的机会 尽管这份机会无法永恒 但对于云雀这种 来自前朝斩妖丝的 猎妖人来说 是这辈子从未体会过的 他从出生 便与妖为伍 与妖同眠 自己都渐渐 将自己当做一个怪物 更别提 与其他同龄的孩子玩耍 云雀从很小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他也想去街边 与那些小朋友 一起嬉闹玩耍 自从一次 无意间力量失控 硬生生掐死一只妖物后 云雀就知道 自己不可能像其他孩子一样 去尽情玩闹 他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把小朋友们掐死几个 难以控制的妖之力 是猎妖人 埋在心底深处的苦涩 除了猎妖人之间 无人能懂 可今天 云雀在失去妖魂后 反而觉得浑身轻松起来 拍了拍心窝处的莲花印 云雀变得心情舒畅 他希望封印之力持续久一些 让那怪物 最好永远陷入沉眠 啊 终于自由了 云雀伸展双臂 高兴地自语道 这下出不来了吧 让你总跟我嘻嘻嘻 再嘻啊 我哈哈哈哈呢 你个老妖 做梦去吧 嘻嘻嘻 哈哈哈哈 学着妖魂的语调 云雀正自言自语呢 一回头 监狱有壮汉 正瞪着眼睛 一脸惊悚地看着自己 壮汉发现云雀回头 立刻一翻白眼 继续趴着 不敢动弹 被揍一顿不算什么 在天牢里挨揍 是家常便饭 作为牢里的常客 壮汉很清楚一个规则 不怕手中的 就怕有病的 遇到手中的 多说被人家打得半死 遇到有病的 容易被人家弄死 天亮后 天牢里发放牢饭 一天两顿 只有早晚 中午没吃的 饭菜清汤寡水 两个粗面膜 一碗青菜汤 几块大咸菜 别说肉了 连点油水都看不到 云雀的饭量很大 五夫向来如此 修炼要耗费气力 吃不饱 哪有力气 云雀倒是不挑食 什么都能吃 可这劳饭实在太少 两份也吃不到半饱 当云雀把育有壮汉那份 都要吃光的时候 对方实在忍不住了 爬起来凑劲道 老大 丢了一口汤水吧 一晚上没吃东西 肚子饿扁了 壮汉愁眉苦脸的哀求 语气也变得卑微 称呼更是从昨天的小子 改成老大 云雀把最后一个粗面膜 扔了过去 壮汉大喜 连连道谢 几口将食物吃光 谢谢老大 我叫石头 老大今后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 壮汉一脸善笑的道 闲来无事 云雀看了看对方 问道 住几年了 半年 不过这里我说 隔三差五 就进来一趟嘿嘿 石头陪着笑脸道 天牢常客 不赖吗 混哪条道的 云雀道 小买卖 嘿嘿 小的是个帐房先生 石头道 原来是收债的 云雀点点头 道 有没有门道出去 帐房先生并非字面意思 而是混江湖的黑话而已 这个石头 是个替人收债的 等同于文明点的打手 收到债 大家和和气气皆大欢喜 收不到 只能拳脚相向大打出手 像石头这种人 混迹在黑白边缘 经常会伤人 自然而然的 成了天牢常客 这里是皇城天牢 出去的门道不是没有 但我这种地位的小人物 实在攀不上那么高的关系 石头苦涩道 云雀不再理睬对方 躺在牧床上 等着牧青瑶的消息 上午的时候 虽然没有午饭 囚犯们却有一次 出去放风的机会 时间在半个时辰 石头出去了 云雀没能出去 新来的囚犯 需要管满三个月之后 才会获得放风时间 等石头回来 从袖子里取出一块 偷偷藏起来的石块 一纸长短 然后又从床底下的稻草里 翻出一根铁钉 云雀看得好奇 问道 想越狱 石头连忙用力摇头 道 我这么点小醉 至多关个一年半载 越狱的话 没出去呢 就得被抓住 然后直接砍脑袋 我又不傻 你这又是钉子 又是石块的 想做什么 云雀道 嘿嘿 看点好东西 等成功了 让老大先看个够 石头神神秘秘地说完 掀开一片遮住墙壁的稻草 墙被挖出了一个洞 但没挖通 也不知隔壁牢房里 有什么好看的东西 由于墙洞挖得深了 钉子太短 无法继续挖 石头才想了个办法 带进来石块 打算把石块和钉子 绑在一起 好延长钉子 继续挖洞 结果他鼓到了半赏 又用稻草绑 又用衣服上的布条 还是无法将石块 和钉子连接起来 石头懊恼地扔掉石块 嘀咕道 绑不住啊 不够长 这可怎么办 没别的钉子了吗 多找几根 牢里闲着没事 云雀把钉子要过来 从靴子里 翻出五两碎银子 这些银子 是表演吞刀入腹石赚来的 被押来天牢的路上 云雀特意藏在了靴子里 另一只鞋子也藏着东西 是穆青瑶的那块学宫身份令牌 云雀决定这个秘密 自己的保守一辈子 否则让凌云郡主知道 怕是再也不要令牌了 见云雀拿出银子 石头摇头道 不行的老大 银子太软 而且还是碎银子 碎银子直接被捏成了一条 如此守静 石头惊讶不已 但随后还是摇头道 用银子做个手柄和钉子 连在一起倒是不错 可还是挖不了墙 一用紧就会断的 云雀没说话 将钉子安插在银条上 再次捏拳 随后石头听到了云雀拳头里 发出的轻微嘎之声 很快 云雀展开手心 银条已经变得和钉子的粗细差不多 与钉子牢牢连接在一起 五两碎银子 融合在一起并不少 正常人差不多一拳能握住 但此刻的银条 比之前要小了十倍以上 云雀拿着新做好的银钉 在墙壁上划了下 直接划出一道痕迹 十分坚固 成了 继续挖吧 云雀将银钉扔给对方 道 钉子归我了 借你而已 石头连忙接住 惊讶道 老大原来有秀诶 石头这种混江湖的 自然见识过修士 更见过武者 以云雀展现的这份力量 等同于用铁锤硬生生 将银子砸得更小 以至于变得更加坚固 绝对是武夫才有的本事 石头暗暗庆幸 幸亏昨天没太过分 只挨了人家一脚 这要真惹怒了武者 把他打个半死 都算轻的 正准备继续开挖 牢房外传来脚步声 石头急忙收好东西 趴在铁门上 往外瞄了一眼 立刻一缩脖子 急忙回到床上坐好 茶余的黎大人 刑部提心官 掌管天牢 这人小心眼 最喜欢给别人穿小鞋 四品官服的人 走到云雀这间牢房前 你就是云雀 此人拿着一本花名册 对照着云雀道 正是 云雀道 例行茶余 云雀自然不会多事 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了 那黎大人皱着眉 看了看花名册 又看了看云雀道 三百一十九条人命在身 你犯的是可不小啊 旁边的石头一听这话 一张大脸下的惨白 目光惊悚 他要再多说 打断别人手脚 在监牢蹲个一年半载 也就出去了 没想到同住的这位 云雀淡淡地道 没多解释 因为没必要 以对方的官职 定不了自己的罪 更无法通融 黎大人冷哼了一声 继续看着花名册 眉头始终皱着 他有点拿不准 眼前这个杀人犯 究竟什么来头 因为花名册上面 被标注了一个戴审 戴审的意思 可复杂多了 有可能死罪 也有可能无罪 不过肯定里面有隐情 这种罪犯 身为提行官的黎大人 也很少见到 而且戴审的批注 是上边的意思 黎大人刚想离开 忽然看到云雀的身份 介绍最后 有一行小字 藏识镇武座 你是武座 黎大人清淡地问了句 是 云雀简单答道 黎大人瞥了眼 牢房里空空的饭碗 语气古怪的道 会验尸吗 验尸这种事 那是云雀的老本行 尤其妖尸 验过成千上万 不仅验尸 有时候还分尸 八皮抽筋的那种 武座哪有不会验尸的 云雀道 黎大人听罢点点头 道 大人有什么吩咐 不妨直说 跟我去验一具尸体 若能从尸体死因 看出些有用的线索 你在天牢里 天天都有肉吃 黎大人开门见山地道 可以 不过除了吃肉之外 我要一份 每天放风的资格 云雀讨价还价道 别太贪心 以你的罪名 也许今天是你唯一 能离开牢房的一次 黎大人冷声道 见对方不松口 云雀也无所谓 能有肉吃 已经不错了 至少不用饿肚子 答应下来后 云雀被带出了牢房 跟着黎大人来到 一间存放尸体的大屋 一进屋便寒气扑面 屋子中心是一个宽大的木台 上面盖着一层白布 屋子里站着不少人 都穿着官服 一个个神色凝重 眉头紧锁 时而低声交谈两句 有三个五座装扮的官差 正在讨论着厌世结果 见黎大人到了 屋子里的众人 立刻安静下来 纷纷见礼 站屋里的 都是刑部的官差 大晋王朝设有六部 分别为 立部 护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公部 刑部作为六部之一 掌天下刑罚之政令 责任重大 下设五司 都部司 掌基部事宜 追捕逃亡之犯 丘审司 掌和丘审 朝审各案 提劳司 掌劳狱 同管狱卒 击查各地劳中罪犯 赃罚司 掌收放案内赃款 及没收财物 律利司 掌修订律法 天劳重地 归属于提劳司管辖 提劳司以提琴官梁大人为首 下设实名下属官吏 简称鼠吏 又叫令使 在场的除了直属天劳的武作之外 全是提劳司的令使 属于黎大人的下属 云雀进屋后 扫了眼在场的提劳司令使 总共十来位 容貌各异 年纪有老有少 大多皱着眉一脸哀笑 可能这件凶杀案牵扯不小 都觉得倒霉呢 看到云雀被带进来之后 这些令使看一眼 便一开目光 没人愿意多看一个囚犯 唯独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令使 与云雀的目光对视了一下 随后微微点头 人家既然点头示意 相当于无声地打过招呼 云雀也就朝对方点了下头 这个年轻令使 给云雀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不仅此人是唯一一个 愿意与云雀这种囚犯打招呼的人 还有一点 是这人的容貌 此人一半的脸上遍布疤痕 一侧的嘴角开裂 乍一看有点吓人 竟被毁容了 从另一半脸上 能看出此人应该以表堂堂 是个容貌英俊的年轻人 可惜 被毁掉的半张脸 让这位年轻令使 与英俊两个字再也无缘 黎大人汉首示意后 问那三明武座道 可有新的线索 语气冷淡 听得出毫无期待可言 三明武座连忙躬身回话 回禀大人 暂时只能确定为他杀 凶手一剑毙命 剑法伶俐 从现场无人发现凶手这一点来看 凶手极有可能用的法器飞剑 远距离杀人 不再吭声 这三人都是惊艳老道的武座 整整查看了一天一夜 也没发现有用的线索 毕竟只是一具尸体 除了怎么死的 凶器如何之外 实在看不出太多东西来 黎大人早知道是如此结果 对云雀道 你来看看 云雀也不废话 直接掀开白布 献出下面的尸体 尽管早已见过尸体 在云雀拉开白布的时候 周围的令使与那黎大人 还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尸体是个年轻女子 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尸体摆放得很好 端端正正 不过是两节的 一颗人头 被齐刷刷切了下来 木材下方 堆着大量冰块 尸体此刻有些发白 血迹早已被冻住 好似一尊雕塑 云雀没看伤口 先看了眼尸体的装扮 一身绸缎的礼衣 外套早已被去掉 鞋子还在 扫了一眼 云雀已然断定了死者的身份 尸体的头发盘得 极其繁复且端庄 这种发型 通常连豪门望族的贵妇人 都难以企及 需要专门有人打理才行 绝非小门小护人家 尤其鞋子 十分精美 绣着小巧的牡丹 还是用着金线 独自立瑶街 透寒金履鞋 单单这双鞋子 就造价不菲 云雀判断 这名死去的女子 应该是皇宫里的人 有可能是名地位不低的公罗 而且 这女子是有修为的 云雀从女子手掌的 一层老简判断出 死者是名武者 经常动用刀剑 至于兵妃身份 则不大可能 兵妃是皇帝的女人 即便死去 也不会脱掉外衣 让一群大男人在这验尸 那是皇帝所无法容忍的 看出尸体的身份后 云雀随口问了句 死者 死于何时 什么时候死的 其实对云雀来说 无关紧要 但昨晚穆青瑶进了皇宫 至今也没出现 不知这公罗之死 会不会与穆青瑶有关 一天之前 黎大人沉声道 得知时间 云雀放心了 他和穆青瑶昨晚才进了皇城 那时候 这公罗早死了 随后 云雀开始仔细验尸 先把人头拿起来摆弄半赏 还凑近闻了闻 鼻子几乎要贴在人头的脸上 云雀这番举动 看得周围的几位大人直皱眉 连那三个武作 都看得瞪大了眼睛 让你来验尸 不是来玩尸 看样子 你好像还想尝一尝试的 看了看伤口的断面后 云雀将人头与身体合拢 问道 发现尸体的时候 死者的脸朝上 还是朝下 脸朝上 我亲眼的见 黎大人沉声道 朝上啊 我验完了 云雀神太轻松的道 大人想知道什么线索 见云雀气定神闲 好似把握十足 黎大人立刻眸光一亮 道 凶手是男是女 凶器是刀是剑 凶手的修为是高是低 但凡与凶手有关的任何线索都可以 云雀文言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当众人以为 他要高谈阔论之际 只听云雀道 不知道男女 不知用刀用剑 也不知修为高低 但我知道这女子应该尚未出阁 大人若是不信 找个媒婆一验便知 一群官人还以为有了凶手的线索 结果此刻纷纷泄气 怒视着云雀 黎大人愣了愣 恼怒道 我不管尸铁 我只要凶手的线索 大人别急 云雀微笑道 我看不出别的 不过我能断定 杀人凶手 他不是人 本官知道那凶手不是人 是个冷血的禽兽 你到底会不会验尸 黎大人气得头顶快冒烟 其他人都不敢言语 纷纷对云雀头去敬佩的目光 心说你小子真有种 我们得罪了顶头上司 肯定要被穿小鞋 你一个囚犯 还敢戏耍提心官 今后在天牢别想消停 等着受罪吧 云雀不急不缓地解释道 大人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人 并非骂人 而是那凶手非人 不用刀也不用剑 用的是爪子 一句话 黎大人豁然一正 其他人也错愕不已 其中有个五座反驳道 年轻人 你难道没看见伤口吗 那么明显的切割面 非刀即见啊 最不计也该是斧子 怎么可能是爪子 云雀没在过多解释 而是指着人头道 大人觉得 死者现在是什么姿态 黎大人与众人将目光 落在尸体身上 一群人看了半晌 各自摇头 还能什么姿态 死道的姿态呗 一鸣上了年岁的令使道 云雀叹了口气 指点道 仔细看 他在低着头 云雀说完 黎大人等人终于发现 死者的人头与躯干 被合拢后 的确呈现着微微低头的状态 只是幅度不大 不注意观察 很难发觉 低头又如何 能证明什么 黎大人胡一道 能证明他不是被人杀的啊 云雀道 黎大人额头的青筋都崩了起来 好似即将爆发的火山 一个进运气 云雀说的云山雾罩 这位黎大人身为四品提心官 在刑部混迹多年 是个老油条了 可今天居然一句话也听不懂 哪位大人带着刀剑 借我一用 我来复原死者的真正死因 云雀道 其他人没动 唯独那位半张脸毁容的年轻令使 将随身携带的妖刀 递给了云雀 云雀道了声谢 随后突然拔刀出窍 一刀斩向黎大人的脖子 一连串的举动 出人欲料 风驰电撤 周围众人全吓傻了 认为云雀要当场行凶 杀害提心官大人 那黎大人更是惊得一身冷汗 根本没时间反应 长刀戛然而止 稳稳停在黎大人的脖子前 黎大人能清晰感受到自己的咽喉处 贴着梁思思的刀刃 不用多 只需再斩一寸 他这条命就算交代 你 你要作甚 黎大人满头冷汗 急急道 云雀你别犯傻 你的罪名有转机 并非一定死罪 花名册上有大人标注的戴婶二字 你的案子有隐情 只是尚未开始调查而已 黎大人吓得把花名册的秘密都说了出来 云雀也有点意外 帮忙验个尸而已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云雀此刻的状态 与挟持了黎大人一模一样 借出妖刀的那个年轻令使皱了下眉 双手无声地捏成拳 同时 双臂上有一缕缕毒属于舞者的契机出现 显然这位是有修为的 而且准备出手 毕竟是他借出的妖刀 一旦云雀将黎大人杀掉 他也逃不开干系 容易被认定为云雀的同伙 这时 云雀好征以挟地对其他人道 诸位大人仔细看好 黎大人现在是仰着头 还是低着头 仰头 对 是仰头 没错 几名令使连忙确认 不用问 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事 云雀随之放下刀 将其还给那名半张脸毁容的令使 黎大人惊魂未定 怒道 我仰头还是低头 与杀人凶手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 云雀笑道 大人听我详细道来 面对一众提劳斯的官人 云雀风轻云淡 侃侃而谈 看黎大人的身手 应该没有修为才对 是个普通人 刚说出一句 那黎大人立刻反驳道 本官虽无修为 却修圣人之道 饱读天下诗书 长处才莫知首之地 走笔成章 是要效仿圣哲之志 七七惶惶 恐袭不暖 莫图不前 云雀听完眨了眨眼 道 大人文才斐然 说到底 还是个没修为的普通人呗 黎大人高昂的情绪瞬间崩解 咬了半天牙 无力地点了点头 说他是普通人 身为当朝四品 又岂能被冠以普通二字 可说他是个 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他实在无力反驳 云雀继续道 刚才那一刀 是八品武者的出刀速度 大人身为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都有仰头的动作 说明我们人族对危险 有着一种天然的判断 我称之为直觉 尤其临死之际 人的直觉会最灵敏 其实这种直觉 天下生灵都有 比如你杀鸡杀鸭 甚至杀猪的时候 积压看到屠刀灵头 都会有刻意地挣扎躲避动作 当然我不是说大人是猪 而是说直觉这种东西 是天下生灵的共同特点 一番直觉之谈 听得在场众人晕头转向 似懂非懂 那位半张脸毁容的年轻令使 稍作沉吟后 赞同地微微点头 李大人实在听不下去了 怒道 直觉与凶手有什么关联 大人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云雀笑了笑 继续道 刚才我那一刀若是砍下去 大人觉得自己会面朝下 低头趴着死 还是脸朝上 仰头躺着死呢 当然是仰的头 脸朝上躺着死了 李大人怒不可舍地吼道 大人果然聪明 自己怎么死的都知道 云雀呵呵笑道 李大人的鼻子快要被气歪了 可很快 他察觉到一个不同之处 木台上的尸体 头是低着的 本该趴着死才对 但发现尸体的时候 却是正面朝上 死法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诡异 李大人冷静了下来 皱眉道 尸体死亡时 正面朝上绝对没错 我们行步在第一时间赶到 尸体绝无第二人触碰 李大人在屋子里来回躲了几步 分析道 会不会凶手的刀剑太快 让死者没时间反应 便伸手一触 云雀否定道 不会 因为再快的刀剑 在正面切掉头颅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会带着尸体朝后倒去 我切过上千次 不会错的 李大人文言点点头 觉得有道理 可随后他心头一惊 切过上千次脑袋 天气城里 资历最老的柜子手 都不敢这么说 你压得到底杀过多少人呢 大屋里一时安静下来 人们纷纷往旁边挪动脚步 都想离着云雀远点 这种杀人狂 谁也不敢离太近 其实云雀说的切过上千次 只是个谦虚的说法 他斩的腰还得多十倍 李大人心惊肉跳地继续问道 尸体的确有异样 但你如何能证明凶手非人 云雀再次拿起人头 将其摆正 之前人头合拢的时候 是低着头 这次头抬起来 脖子处立刻出现一个前端大 厚端小的缺口 大人觉得 这具尸体是不是缺了点什么 云雀道 尸体脖子上缺了一块血肉 李大人马上看出端倪 大人果然聪明 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于心 云雀也学着对方咬文嚼字的赞了句 这句话前半句 李大人听得十分满意 毕竟谁都喜欢赞颂之言 可后半句听完 李大人气得脸色发青 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于心 前面的明察秋毫 的确是夸人的词 可后面加在一起 就是损人的话了 说的是眼里能看到 一根豪毛的微小 却看不到一车柴草 比喻只看到小处 而看不到大处 云雀其实也读书 藏石镇县里的藏书 他的确都看过 否则也说不出这句话 但看是看 书上一些深奥的道理 大多数都无法理解 毕竟没人叫 明察秋毫 云雀知道是夸人的 觉得后面的话也应该不错 于是照猫画虎 全都抖落了出来 李大人心急这件案子 没心思理睬别的 质问道 即便尸体少了块血肉 有可能是斧子之类的凶器所为 单凭这一点 无法证明凶手非人 没等云雀说话 在场有一名身形魁梧的 令使开口道 大人 属下的武器便是重斧 以斧子斩杀敌人 的确能让伤口呈现出开裂状态 好比砍柴 但斧子无法凭空带走一块血肉 李大人 毕竟是没有修为的文官 对杀人这种事实在是外行 他沉吟片刻 疑惑道 既然如此 那丢失的血肉 哪里去了 其他人也疑惑不解 都想不通消失的血肉 在什么地方 难不成被凶手带走了 一名年迈的令使道 这位大人说对了 云雀此时伸出一根手指 解惑道 消失的血肉 留在了指甲里 众人更加疑惑 纷纷狐疑地盯着云雀 所以 杀人的凶手不是人 而是妖 云雀道出了最终答案 道 那妖物用一只利爪 切开死者的脖子 消失的血肉 留在了利爪的指甲里 不止血肉 还有一截断骨 大人若有兴趣 不妨看看尸体的脖骨 是不是少了一小节 李大人闻言 立刻吩咐那三个武作动手 现在就剃掉血肉 三个武作急忙领命 反正这会儿 他们熟得很 一些鬼暗的尸体 少不得最后 要切开查看各处内脏 不多时 尸体的脖子 与头颅连接处 变成了完全的白骨 头颅与身体一接 立刻能看出 脖骨缺失半寸左右 而且是前面缺得多 后面缺得少 与尸体外表缺失的血肉 形状一致 难道真是妖无所为 李大人瞪起了眼睛 猛搓双手 兴奋到 老天开眼 终于有点眉目了 那位半张脸 毁容的年轻令使开口道 天骑皇城 有扶妖大阵笼罩 怎会出现妖邪作祟 其他人也纷纷回过外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阵的是我不管 只要查出凶手的蛛丝马迹 就能向上边交差了 李大人说吧 看向云雀 道 你很好 很好 是大人聪怀 云雀客气道 给他拿两只烧鸡 二斤牛肉 李大人吩咐完 又补充道 再给他一壶清酒 今后每天给他送一顿肉 算我账上 一众下属 立刻点头领命 天牢里提心官最大 上次吩咐 谁敢不同意 更别说 是提心官大人自己出钱 云雀在李大人耳边低声道 大人 牢房里暗无天日太闷了 明天的放风时间您看 再说吧 李大人摆手道 押他回去 云雀笑了笑 再说 就是有门 倒不是云雀非得出去放风 会被关押多久 整天在牢房里浪费时间可不行 听说自己的案子被标注待审 云雀就知道 这件事要被无限期的拖后 关个几天 甚至一两个月都没什么 真要关个十年八年 那云雀宁可逃出去 大不了离开大境 云雀得提前准备 打探好天牢守卫的大致修为 与地形情况 做好溜走的后手 慧容的令使 负责押送云雀 回牢房的路上 此人微笑道 小兄弟断案如神 实在令人佩服啊 虾猫碰死耗子 运气而已 云雀客气道 运气 又何尝不是一种天赋呢 小兄弟当真杀过上千人 没有 我不怎么杀人 就是没事的时候 宰些山猫走兽 弄点兽皮讨生活 小兄弟口中的山猫走兽 恐怕指的是妖 看来你没少斩妖 正好 我也喜欢猎妖 若有机会 我们切磋切磋 看谁斩的妖物更多更强 大人说笑了 天下脚下 哪有什么妖啊 谁说没有 学宫在城外建有一座妖山 其内妖物繁多 专门供学子狩猎 是一处试炼之地 我经常去 时而受伤 不过斩妖的感觉实在痛快 学宫还有妖山 不怕妖物伤人吗 当然不会伤人 妖山周围存在法阵 其内的妖物是出不来的 这样啊 不知猎杀了里面的妖物 归不归自己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 通常妖物尸体会留在妖山 小兄弟的思路实在清奇啊 没办法 人穷之短嘛 学宫里最好能赚钱 要不然 我的生活费都没着落 小兄弟也准备报考天气学宫 是啊 我有举荐资格 直接参加最后考核就成 那好啊 我是学宫阎武殿学子 白天在这里当差 晚上回学宫修炼 等你进了学宫 咱们就是同窗 我叫吴英 在天牢若有难处 你可以让狱卒来找我 吴英显得十分热情 把云雀送回牢房后 又亲自送来 黎大人吩咐过的食物 等吴英走后 云雀开始吃饭 一口牛肉一口酒 看得旁边的石头 石头胆战心惊地道 他见过不少囚犯 会有一顿好吃好喝 不过吃喝完了 会被鸭附刑场砍脑袋 断你个头 我又没醉 云雀道 石头将信将疑 看了看烧鸡和牛肉 他有点信了 因为这吃得有点太好了 断头饭多说给个鸡腿 一大碗米饭 没见过两只烧鸡二斤牛肉的 而且还有酒 闻到酒香 石头往前凑了几步 善笑着将银钉还给云雀 道 老大 挖通了 能看到隔壁了 动作挺快的 云雀收起银钉 给对方云露碗酒 又分了个烧鸡 不是奖励 而是早上吃了这位的早饭 还他一顿 石头连忙道谢 先喝了一大口清酒 美滋滋地抓着烧鸡大啃 隔壁有什么好看的 云雀边吃边道 嘿嘿 老大待会儿 看了就知道 保准你看完还想看 石头神神秘秘地道 天牢的牢房 互相挨着 云雀所在的这间牢房隔壁 按理说 也该关着囚犯才对 云雀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可看的 不过 既然石头说得神神秘秘 勾起了云雀一丝兴趣 等吃完了饭 云雀来到孔洞镜前 随意地朝隔壁瞄了一眼 隔壁牢房里关押的 是个女人 披头散发 衣衫不整 一侧尖头露在外面 现出刺眼的银白 女人抱着双膝 坐在角落里 低着头 看不到容貌 云雀看了一眼 便失去兴趣 还以为关着个怪物 原来只是个弱女子 云雀正要收回目光 牢房里的女人 缓缓抬起头 朝着墙壁上的孔洞望来 云雀看到了对方的脸 这女人的年纪在二十多岁 看着披头散发拉拉踏踏 可容貌居然生得极美 瓜子脸 柳叶眉 一双清澈的眸子 宛若秋水 精致的穷鼻 樱桃小口不染而出 女人的五官每一样都无可挑剔 组合在一起 更是绝美中 透着一种妖意 如异玉五娘 天外妖姬 如此一个标志的美人 居然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天牢 任谁看到 都会有一种我见游怜 恨不得将其救出 这处苦难之地的冲动 美人 云雀看过不少 无论藏室镇的大家 闺秀秀儿姐 还是灵动脚下的乌铃儿 都是很美的女孩 更不用说凌云郡主 那种天生丽质的绝代佳人 但隔壁牢房里的女人 给人一种柔弱中透着邪魅 美丽中暗含杀气的感觉 如冰山般只可远观 不可接近 浑身上下透着生人勿扰的冷漠 看到女人面貌的那一刻 云雀只能想到一个词汇来形容 美人如狐 若非这里是皇城天牢 如果在荒山野岭遇到这个女人 云雀会觉得 对方是个狐妖所化 简直如狐狸精一样 欣赏美人 是云雀的一大爱好 云雀大大方方地看了半晌 女人显然也看到了墙洞里的眼睛 默默与云雀对视 眼眸里毫无波动 好似一潭死水 云雀不眨眼 那女人也不眨眼 两人就像较劲似的 大眼瞪小眼地盯着对方 石头在旁边等着直咽口水 有心让云雀些话 自己好过过眼影 又不敢开口 提心观礼大人可亲口说了 这位背着三百多条人命呢 直至一顿饭的时间 局面有了变化 云雀是八品舞者 瞪眼睛而已 根本不累 看一天都没问题 那女人先垂下了目光 缓缓抬起手 开始解自己求服上衣的扣子 云雀觉得奇怪 还想让别人看得更多 于是云雀瞪大了眼睛 贴在牢房墙上 看得饶有兴致 这种小场面 被看遍藏石镇 所有年轻女人沐浴的猎妖人来说 实在是小儿科 随着女人手上的动作 第一颗扣子分离 现出一大片银板 然后女人开始解第二颗扣子 就在第二个扣子 即将解开的那一刻 云雀眼前 忽然出现一个猙獰的影像 一只硕大的蜈蜈 竟钻进墙洞 快速朝着云雀的眼睛 爬来 天牢里昏暗潮湿 虫已自然不守 若被蜈蜈朝着眼睛咬一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云雀的反应速度 自然不是蜈蜈能比拟 一侧身 让开墙洞 那蜈蜈沿着墙洞爬了出来 很快钻进角落消失不见 石头看到蜈蜈 连忙冲过去一顿乱彩 一边骂骂咧咧 生怕被这玩意咬到 普通蜈蜈虽然不致命 但伤口肯定会红肿 这里是天牢 没人给囚犯看病 遭罪的只能是自己 云雀的眉风 不着痕迹地动了动 扫了眼蜈蜈 爬走的角落 巧合 再次朝墙洞里看去 隔壁的女人 已经扣好了衣服 垂着头 卷缩在角落里 一动不动 扫兴的蜈蜈 云雀没趣多想 盘坐在墓床上 运转周身契机 闭目打坐 思索着刚才验尸一事 从那位黎大人的 直言片语判断 皇宫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 凶手杀掉宫女 又能全身而退 这种情况很蹊跷 没人会潜入皇宫 只为了杀个宫女 肯定有特别的目的 按照常理推断 凶手应该冲着皇帝去的 想要刺亡杀架 以云雀敏捷的思维 第一时间便排除了这个猜测 皇帝身边 肯定有高手昼夜保护 凶手若想刺杀皇帝 首先遭遇的 绝不会是一个宫额 而是面对一群大内高手 可尸体只有一句 如果有更多尸体存在 云雀相信 那位黎大人 肯定会统统拿出来分析 以云雀猜测 杀掉宫额的凶手 目的不在皇帝 而是皇宫里贵重的东西 凶手的身份是个贼 在刑切过程后 恰巧被宫额撞见 这才痛下 杀手 留下痕迹 从黎大人如此急迫地 找出凶手线索来看 那凶手应该得手了 带走了某种贵重之物 皇帝因此大怒 刑部自然跟着倒霉 皇宫里丢了什么呢 云雀在心头暗自沉吟 皇帝与他太过遥远 皇宫的财富 云雀也很难想象 实在猜不出 皇家丢失的到底是什么 云雀转开始分析凶手 比起皇宫失窃 云雀对那个神秘凶手 更感兴趣 因为那家伙 与妖有关 凶手未必当真是一头妖物 更有可能的是一个 能驾驭妖物的修行者 比如自己这样的猎妖人 若动用妖之力的话 云雀也能以妖爪杀人 留下与宫额尸体上 一模一样的伤口 扶妖大阵看来 不像传闻的那么威力无穷 一定存在着某种缺陷 或者有人能在大阵内 遮蔽妖气 云雀在心里如此想着 否则就不会出现 皇宫妖影这等气温 与其杀掉宫女 不如将其打婚 麻烦还能少一点 云雀继续推算着 在心底自语 杀人不仅会留下痕迹 还会更快泄露凶手的踪迹 引来皇宫护卫追杀 打婚的话 逃走的时间将更加充盈 凶手执意杀掉宫女 在云雀看来只能说明一点 宫女看到了凶手的模样 或者看清了凶手的身形轮廓 从而被灭口 凶手看来对皇宫十分熟悉 又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半点模样 这家伙有点意思 云雀暗暗一笑 他已经大致猜测出 凶手的真正身份 极有可能是庙堂中人 或者军方的高手 甚至是皇亲贵胀 总而言之一句话 凶手是混迹于天气皇城的内鬼 有着一层明面上 丢失了什么 他能分析出更多线索 可惜 黎大人守口如瓶 又或者 那位黎大人也不清楚失窃之物 散去思绪 云雀不再多想 皇帝家的事 他没兴趣理睬 不过鬼案凶手的线索不能浪费 云雀准备有机会再利用一二 找那位黎大人换点东西 石头还在墙边窥视隔壁 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的咽口水 看多了伤眼 云雀随口道了一句 石头立刻听话地离开墙洞 学着云雀盘坐在墓床 黑黑善笑道 怎么样老大 是不是看完还想看 我活到这么大 就没见过有女人比她好看的 那是因为 你活得还不够久 云雀道 我活得越久 看到的女人就越老啊 总不能娶个婆娘 越活越年轻吧 石头疑惑道 笨哪 只要活过千年万年 活到成仙 你就能看到仙女 仙女还能比她丑吗 云雀道 对哦 好像是这个脸 石头挠了挠头 觉得不对位了 苦笑道 嘿嘿 我哪能成仙呢 我这辈子能成个家 就谢天谢地谢祖宗了 隔壁的女人是谁 云雀道 阿梅 梅花的梅 梅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 阿梅是老里的犯人给娶的 石头道 阿梅 为何娶这个名字 跟个丫鬟似的 云雀道 因为她喜欢梅花 外面放风的区域 墙外有些梅树 开花的时候 跳得够高就有机会摘几朵 只要给阿梅两朵梅花 她会给你唱一段小曲做报答 石头道 她要梅花做什么 云雀问道 石头挠头道 云雀瞥了眼墙壁上的孔洞 梅花不仅能看能闻 还能入药 等过些日子梅花盛开的时候 以老大的身手 肯定能摘到更多 到时候 老大就有耳符了 我保证老大这辈子 肯定没听过那么好听的小曲 石头打着包票道 有多好听 能比青楼里的花魁 唱得还好听 云雀不信的道 没得比 石头兴致勃勃的道 干我这行的 少不得与那些大老板打交道 有时东家收到账 一高兴带着我们去青楼听曲 天气皇城里最有名的八座青楼 八位花魁 我大多听过 比起阿梅的歌声 那些花魁唱得 简直难以入耳 有那么好听 云雀奇怪道 阿梅唱的小曲 绝对是天籁之音 听过一次 这辈子都忘不掉 石头炫耀道 去年我踩着另一个育友的肩膀 才够到两朵梅花 还被狱卒打了一顿 听完阿梅的曲 我觉得再被打两顿都值 云雀听得好奇 小曲还能唱出天籁之音 这得多高的音律造诣 本来人就长得极美 又有一副好嗓子 这等女人 又怎会落到天牢之地 那个阿梅 她什么罪名 云雀问道 提及阿梅的罪名 石头的神色 立刻变得古怪起来 石头的神色 呈现出一种难以启齿 又心惊肉跳的模样 她先跳下床 往外看了看 确定没人 这才凑到云雀进前 低声讲出了阿梅的罪行 云雀听完 神色也变得古怪起来 切了侯爷的命根子 云雀提笑皆非 这种罪名不好判刑 别说大惊律例 连前朝大烟律例 都没有记载 美人如蝎啊 哪位侯爷这么倒霉 云雀实在想笑 听说是大名鼎鼎的段子侯 阿梅是他心大的小妾 结果还没动房呢 咔嚓 被一剪子给切了 石头说着自己 都打了个寒战 那种伤势虽然不致命 但太遭罪了 想一想都甚得慌 段子侯 这位侯爷的名号不错呀 段子绝孙 早有征兆 云雀实在没忍住 呵呵笑了两声 石头一听顿时大惊 连忙比量晋升的首饰 低声道 噓 老大小点声 这话要是让段子侯听了去 肯定跟你没玩 石头忌惮道 既然是那的妾 怎会出现这种局面 阿梅难不成是那个段子绝孙的侯爷 强买强卖的名女 云雀道 估摸着差不多 我也是这么猜的 可怜阿梅 年纪轻轻就被下了大狱 这辈子怕是出不去了 石头叹息道 云雀听得奇怪 问道 阿梅不是死罪 重创当朝的侯爷 这种罪名绝对不清 若是普通名女 肯定要被砍头 应该不是 他在这里治少官了三年 要是死罪 早砍头了 石头道 云雀更觉得奇怪了 切了侯爷的命根子 还能在天牢关押多年而没死 这个阿梅的身份 怕是没那么简单 阿梅什么来头 云雀道 不清楚 他从来不跟别人说话 罪名也是从一个狱卒口中传出来的 要不是会唱小曲 都以为阿梅是哑巴呢 石头道 云雀点点头 道 说说那个段子绝孙侯 段子侯 段子侯 段造的段 纸张的纸 石头解释道 段子侯此人精通段造武器 听说大京立国之前 就是皇帝的家丁 负责段造军械 手握大权 因其段造的手艺精湛 能段造出如同纸张薄的钢刀 后来被皇帝封为段子侯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云雀感慨了一句 当今皇帝原本是一方诸侯而已 坐上皇位 家中的旧臣家丁 自然水涨船高 封猴拜相 听到这个消息 云雀想起了穆青瑶的父亲 傅男王也是皇帝曾经的家将 应该与那个段子侯 很早就认识 石头说得起敬 继续讲道 段子侯这人 是有名的色中恶鬼 男女通吃 我曾经跟着一位大老板办事 老板有一次喝醉 说了个隐秘 他说 这些年往段子侯府上 送去的少男少女 至少有五十个 全是十来岁大 供纳段子侯享乐 云雀皱了皱眉 厌恶道 十来岁大的孩子也不放过 这种畜生段子绝孙 实在太便宜了 段得好啊 那个段子绝孙猴 该不会叫禽兽吧 对啊 段子侯就叫禽兽 禽生的禽 瘦元的瘦 石头道 禽兽 段子侯 好名好封号 云雀笑了声 说话间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晚饭和早饭差不多 白菜汤 粗面膜 外加一碗大咸菜 云雀正准备吃饭 牢门开了 乌英走了进来 提着一个石盒 吴大人 云雀起身拱了拱手 手上的镣铐哗啦作响 这位半边脸毁容的提劳司令使 给云雀的印象还不错 是个直来直往的人 什么大人不大人的 反正你早晚也要入学宫 我长你几岁 叫我师兄即可 乌英说着 将石盒打开 里面是四菜一汤 一盆热腾腾的白米饭 还有一小壶酒 吴师兄 这是 云雀改了称呼 李大人每天送你的肉 你中午吃 晚上这顿我管 放心吃 只要师兄在天牢一天 你的饭菜管够 吴英笑道 谢过吴师兄 云雀诚心地道谢 比起天牢的清汤寡水 石盒里的四个全是肉菜 香气扑鼻 看着让人食指大动 谢什么 区区酒肉而已 不值一提 我们吴者以气血为根本 吃的少了 一顿两顿还没事 时间一尝气血会逐渐衰弱 再想补救可就难了 吴英笑着拍了拍云雀肩膀 道 师兄还等着 跟你去腰山比试 比试谁裂的腰更多呢 慢慢吃 我放牙了 要回学宫修炼 记得吃饱了打套拳 书展开筋骨再睡 云雀点头道 师弟知道 对了吴师兄 晚上学宫里 也有先生授课吗 当然有 有的先生脾气古怪 白天睡大觉 只有晚上才会授课 别看我整天在提劳斯当差 其实修炼上一点没耽搁 吴英道 吴师兄不睡觉的吗 云雀道 我睡得很少 一天休息个把时辰即可 人这一辈子 有三成时间浪费在睡觉上 我睡得少些 相当于比旁人多活很多年 吴英道 吴师兄够拼的 将来定能扬名天下 云雀赞了句 如此勤奋的人 又岂会默默无闻 哈哈 见你急言 吴英从怀里掏出把钥匙 将云雀手上的锁链打开 这样才能练拳 吴英关上牢门 转身离开 云雀活动了一番手腕 倍感轻松 手背锁着 始终行动不便 吃饭都不香 还是老大人卖广啊 石头眼睛瞪得多大 挑着两个大拇指拍马屁 随后善笑 老大能不能分我一小杯酒 我不要菜 尝尝酒味 就成嘿嘿 石盒里的饭菜足够多 云雀也不小气 道 便宜你了 过来吃吧 多谢老大 石头美滋滋的倒了杯酒 能在天牢里混上酒菜 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刚喝了一小口 石头立刻惊呼道 桃花酒 这是仙客楼的招牌 一小壶就要一两银子 云雀也尝出酒味的不同 唇后中带着一种淡淡花香 入口绵长 比起黎大人给的清酒好喝多了 石头仔细看了看四盘菜 羡慕万分的道 都是仙客楼的招牌菜啊 这顿饭菜 少说二两银子打底 一顿饭二两银子 确实不少了 无鹰出手果然大方 吃饱喝足 云雀舒展了一番筋骨 准备练拳 无鹰说的没错 天下五夫 均以气血为主 首先要吃饱肚子 别看云雀猎妖四处跑 从不亏待五脏庙 每天必须吃饱喝足 只有吃饱 才有气力可言 整天饿着肚子 没人有力气修炼五道 所以五夫的食量都很大 五道更是五夫不可或缺的功课 言五之法 必须时常习练 方可保持气机源源不断 云雀练拳不多 不是不会 而是没那个必要 因为天天斩妖 与妖物搏杀 就是最佳的习练 世上没有任何一套功法 能和真刀真枪的实战相比 在天牢无妖可斩 云雀想要保持气机 只能练拳 云雀抬起双拳 做出骑手势 云雀刚刚亮出架势 旁边看热闹的石头 顿时吓得躲在墙角 不敢靠近 云雀的骑手势 太吓人了 双拳震荡出两团气浪 双臂之上 如同有旋风在游走 球幅都跟着鼓荡开来 那是舞者运转的契机 在身外所产生的风悬 云雀这套拳 打得不算快 每一拳都带着破风声 打开打合 只有一个字能形容 蒙 刚吗 凶豹 这套拳有名字 叫七杀拳法 由七杀刀法演化而来 是前朝大烟斩妖司的一份传承 云雀打小就学过 七杀拳以弓为主 根本没有任何防御的招式 每一拳都攻向敌人的命门 如同斩妖人的妖刀一样 有去无回 不见血就不会收 完全的搏命之法 打到最后 云雀侧妖扎马 双拳起出 砰 拳风击打在墙壁上 吹起一层沙尘 尽管拳斗没贴到墙壁 仍旧在墙上 留下两个浅浅的拳印 这便是八品巅峰五夫的战力 角落里的石头 看得直冒冷汗 他现在才知道 昨天人家那一脚 根本没用力 如果挨上云雀全力一脚 石头很确定 自己的肚子会被直接踢爆 等云雀收招定势 已然出了一身透汗 石头在角落里 连忙扶掌叫好 给足了老大面子 云雀散掉外衣 现出精壮的上身 外表看着瘦靴 实则筋肉扎实 八块腹肌半块不少 由于气机仍在运转 身上的汗水自行蒸发 在云雀双肩上 形成一层淡淡的雾气 此刻的云雀 身躯健硕 雾气蒸腾 看起来犹如神魔一般 有一种阳刚之美 这便是五夫的特点 天下五夫 极少会出现阴柔之人 并非没有 而是相当罕见 大多五夫都如云雀这般 从里到外 透着一股男子汗 独有的阳刚之气 石头鼓完掌 看到云雀心窝处的烙印 夸赞道 老大这刺青 好别致啊 石头自己身上也有 纹了一条花壁 他这种行当 自然将自己装饰得 越凶越好 但刺青 都是青的 石头见过无数刺青 头次见到带有颜色的刺青 还是一朵 唯妙唯笑的莲花 喜欢的话 给你也刺一个 云雀随口道 不用不用 我怕疼嘿嘿 石头连忙谢绝 纹花壁把他疼得半死 这要弄个红莲 不定得疼多久吗 云雀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扫向墙壁上的孔洞 武夫没有其他修行者那种 能察觉周围一切微小变化的灵石 但舞者的无感极其敏锐 云雀察觉到 有目光望向自己 果然 孔洞对面 一只漂亮的信念 正盯着自己看 隔壁的阿梅 云雀大大方方站在原地 让对方看个够 你那么小气 解个扣子就没了 咱大方 随便看 等汗水蒸腾之后 云雀穿上球服 倒头便睡 无因那种勤奋 云雀学不来 也不想学 人生最大的爱好 除了看美人沐浴之外 就只剩睡觉了 对混吃等死的人来说 还有什么比睡觉更好呢 这一晚 云雀十分罕见地做了个梦 还是个美梦 梦境里 隔壁的阿梅身穿长裙 赤着双足朝自己走来 葱白的脚趾 犹如卧蚕 温润如玉 阿梅一边走 一边宽衣解带 一张活脸 充满了诱惑 看得云雀一眼不眨 直至上衣即将吞去 忽然又被弃裹紧 云雀大失所望 仔细一看 阿梅的脸下 已经变成了沐青瑶 正嘟着小嘴 一脸称怪 满眼幽怨 云雀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随之转醒 狭小的牢窗外 天边放亮 云雀望着牢房棚顶 想着心事 被关进天牢 已经一天多了 这么长时间 沐青瑶始终没出现 沐青瑶不可能把自己忘了 经过那么多天的相处 云雀知道 凌云郡主 绝非薄情寡义之人 沐青瑶没出现 云雀想来 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与自己一样 暂时失去了自由 点燃风火 惹恼了皇帝 被关了起来 还是富男王回来了 怕女儿再遇到危险 把沐青瑶关在家里 云雀想不出真相 但他知道 沐青瑶此刻肯定没什么危险 毕竟 这里是天气皇城 有禁军 有四天剑 有一群武官 还有学宫里的无数学子 以沐青瑶的地位 保护他的人 肯定很多 云雀猜想 现在小郡主 可能无聊地 坐在规格深处 吃着美食 看着杂书 心不在焉地等着自由 云雀猜对了一半 沐青瑶确实被禁足 非但没有美食书卷 反而正在受罪 四天剑 地牢 林云郡主 被摆成了一个古怪的姿势 一脚着地 一脚撑在墙上 与头气高的地方 那位眼珠带着血丝的大师姐 正强行给小师妹压腿 沉惊 沐青瑶小脸苍白 眼泪汪汪地哀求 不行了 大师姐 腿要断掉了 身后传来冷漠的声音 习武 强身 你 太弱 我羞辱道牙大师姐 我不想习武 饶了我吧 大师姐 沐青瑶说完 背后突然传来一股力道 他都能听见 自己纤细的腰肢 发出喀巴一声脆响 空旷的地牢里 想起小郡主凄惨的哀嚎 沐青瑶也想吃着美食 看着书 打发这段无聊的囚禁日子 可倒霉的是 偏偏与大师姐关在了一起 尤其大师姐修的是武道 最看不惯弱不禁风的女孩子 这十天 他注定 要在大师姐的折磨下度过 沐青瑶已经不奢求别的了 他只希望十天之后 自己还能用脚走出地牢 而不是被抬出去 关进天牢的第二天中午 云雀依然吃到了肉 不算太多 正常人的一顿饭量 比起其他没有午饭的囚犯 云雀在食物这方面 俨然是天牢里的顶级待遇 那位黎大人 说话倒是算术 没亏待云雀 尤其之后的放风时间 狱卒居然允许云雀出去 想来是黎大人 往上边汇报验尸结果得了好处 这才通融了一二 没白验尸 云雀心情不错 囚犯放风 有固定的地点 都在天牢区域的一块空地 四周是高高的石墙 看不到外面 尽管如此 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 是囚犯们最期待的时刻 唯有此时 才能看到外面的蓝天 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 囚犯们陆续从天牢走出 空地上很快热闹起来 有人推嗓 有人叫骂 有人挥舞拳头 做出满脸恶响 云雀以着东侧的石墙 打量周围环境 空地四周 均有狱卒巡逻 石墙上设有瞭望塔 有狱卒昼夜职守 云雀背靠着石墙 用手敲了敲身后的墙壁 从反正的手感判断 石墙至少两尺到三尺厚 而且是石心的 完全由轻石建造 这么厚的石墙 八品武者赤手空拳的话 是破不开的 仰起头 云雀望向石墙顶端 墙顶的空间 在阳光下 呈现出一种轻微的扭曲状 这种情况 代表着有法阵再运转 云雀暗暗叹了口气 来的时候 他自然记住了路线 深知天牢位于刑部深处 而刑部 是一大片区域 有八岸的地方 有阎武的地方 有驻扎军兵的地方 大境六部 唯独刑部里 最不缺无者 由于刑部同管靖国所有案件 其内自然高手众多 想要从刑部天牢逃出去 难如登天 若强闯 必然要动手 云雀本来没罪 一旦在刑部杀人 得不偿失 所以最好的办法 是无声无息的越狱 其他囚犯越狱 肯定罪加一等 云雀本是无罪之人 就算越狱被抓 也有足够的说辞 可观察完环境后 云雀将越狱的打算暂时放下 不动手伤人的话 绝对逃不出去 收回目光 云雀打量着空地上的一众囚犯 其中一个光头壮汉最为显眼 五官猙獰 好似人形妖兽 光头上长着一堆肉疙瘩 这人在天牢的地位不低 周围囚犯对他毕恭毕敬 云雀看到那光头壮汉 与狱卒头目有说有笑 很隐蔽地往对方手里塞了点东西 以云雀的眼力 自然看出了端倪 是银票 光头壮汉打点狱卒头目的举动 引起了云雀的兴趣 在这里买通狱卒 能得到什么好处 云雀问旁边的石头 好处多了 比如从外面带酒带吃食 或者从青楼里带女人进来 我要是手里有银子 肯定只要酒 别的一带不要 石头到 云雀略有失望 带东西进来 对他来说没用 关键是 如何能把自己弄出去 这时 那光头壮汉 朝着云雀这边走了过来 石头急忙点头哈腰地打招呼 九爷 名为九爷的光头壮汉 用鼻子嗡了一声 石头 你这心语有不赖吗 细皮嫩肉的 过阵子跟我换牢房 老子也尝尝先 光头壮汉 不怀好意地 打量着云雀道 石头不敢多说话 一个静善笑 在光头壮汉面前 像个奴才似的 云雀笑了笑 天牢里男人居多 这光头壮汉 是个男女通吃的角色 等对方走开 石头小声道 他头顶长着九个肉疙瘩 外号九头鼠 天牢里最凶的家伙之一 九头鼠打人下死手 老大小心啊 比腰还凶吗 云雀喝了一声 正好缺个沙包练拳 云雀不介意 与那光头壮汉 换在一间牢房 九头鼠走到 不远处的墙角后 停住脚步 阿梅正抱着膝盖 坐在墙角 低着头 好似个精美的雕塑 距离并不太远 云雀能清楚地 听到九头鼠的声音 一个鸡腿都不唱 给你脸不要 别怪老子来硬的 今晚你不仅 得给我唱小曲 还得服侍老子睡觉 九头鼠说完 阿梅依旧低头坐着 一动不动 九头鼠觉得懊恼 一把抓住阿梅的头发 将阿梅的脸抬了起来 臭婊子 非得给你梅花才唱曲 青楼花魁都没你架子大 很久没碰男了是吧 晚上九爷 让你好好享受一番 嘿嘿嘿 面对九头鼠的威胁 阿梅的脸上平静淡然 好似没有表情的木偶 目光空洞 唯独那张精致绝伦的俏脸 吸引着周围无数目光 九头鼠咽了口吐沫 狠狠哼了声 松开手 扬长而去 阿梅养着的俏脸 扑上一层阳光 将那他份独有的狐媚 呈现得愈发迷人 云雀甚至能听到 周围不少人咽口水的声音 天牢里本就很少能看到女人 又是如此美貌的女人 自然会被无数人给予 从九头鼠的话中 云雀猜到了 此人刚刚汇入狱卒头目的目的 换牢房 今晚九头鼠要换到阿梅的牢房 石头也猜到了九头鼠的目的 脸色发苦地嘀咕道 这下坏了 阿梅今晚非得遭罪不可 九头鼠那家伙 下手很辣 不知会把阿梅折磨成什么模样 哎 见石头哀声叹气 云雀奇怪道 今晚有好戏 你不正好能一赌为快吗 叹什么气 别的女人我才不叹气 但是阿梅太可怜了 人又那么漂亮 我这种混蛋 都不舍得碰人家 可恨那九头鼠 我要是有修为 宁可多做两年大牢 也要把他腿打折 不让他欺负阿梅 石头愤愤然地道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怜香惜玉的 云雀好笑地道 不止我一个 天牢里的囚犯 大多都这么想的 尤其听过阿梅唱曲的人 对阿梅又惊又爱 人家阿梅唱歌的天赋 当得上大家啊 皇帝听了 都得赞不绝口 石头道 云雀看了眼不远处的阿梅 问石头道 他住的牢房 一直只有他一个人吗 不是 有过几个囚犯 天牢里人多的时候 都会两人一间 阿梅同一个牢房的囚犯都死了 好像都是病死的 石头回忆着道 天牢里病死的囚犯时常都有 并非什么新鲜事 城外乱葬岗里新鲜的尸体 大多都从天牢而来 病死的囚犯 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同一间牢房的囚犯 相继病死 云雀望向阿梅的目光里 多了一丝复杂之色 昨晚的勾引 与那条突然出现的蜈蚣 未必没有关联 这个喜欢用小曲 交换梅花的女人 恐怕不简单 云雀迈步走向墙角 坐到阿梅旁边 唱个曲来听听 我有比梅花更好的东西 云雀看似轻浮地笑道 阿梅缓缓转过头 空洞的目光 仿佛多出一层灵动 静静望着身旁的少年 两久 阿梅伸出左手 五指纤细 由于常年关在天牢 手变得十分苍白 他没答应云雀的要求 而是提前索要东西 尽管没说话 云雀也能看出对方的意思 于是将一件东西 放在阿梅手心里 那根挖墙的银钉 以银钉的锋利 突然出手的话 足以扎进一名壮汉的心脏 阿梅握起银钉 嘴角微微动了动 呈现出一种忌惮的笑意 笑容很浅 却美得令人心惊动魄 不过阿梅绝美的笑容 落在云雀眼里 则有些说不出的诡异 仿佛一只凶猛的狐妖 在沉眠时显现出的温顺 可一旦苏醒 便会毫不留情地吞杀猎物 云雀裂过妖物太多 其中不乏外表 看起来美丽温顺之物 可云雀很清楚 腰外面的美丽 只是天生的伪装而已 真正的兄弟 永远藏在心底 眼前的阿梅 带给云雀的 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阿梅朱唇倾起 说出一句声音很轻 又十分古怪的低语 你怎么没死 云雀眉风动了动 疑惑地望着对方 这句话 云雀无法理解 我为什么要死 云雀刚想问问这话什么意思 放风时间结束 空地上的囚犯 各自回归牢房 黄昏之时 有狱卒给云雀送来一个食盒 里面仍是四盘菜一壶酒 无鹰没来 可能公物缠身 食饱喝足 天已经黑了 两个狱卒压着酒头鼠走了过来 途经云雀的牢房 酒头鼠朝着云雀肆无忌惮地笑了笑 随后被关进隔壁阿乡的牢房 两个狱卒锁好铁门后离开 石头哀声叹气 又忍不住好奇 始终盯着墙洞看着隔壁 没过多久 隔壁传来衣物被撕扯的响动 云雀盘坐在木床上 不用看 听声音都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那个酒头鼠正在撕扯阿梅的球衣 隔壁没有惨叫也没有哀嚎 阿梅像个哑巴一样沉默着 由于已经是晚上 天牢里很安静 撕扯衣服的声音传出很远 附近牢房里的囚犯都能听得到 一时间天牢里嘈杂起来 有人听不下去 大喊道 酒头鼠你个禽兽 你别欺负阿梅 还有人怂恿道 酒头鼠你行不行啊 别伤了老药 不行换我来 也有人哀求道 酒头鼠你放过阿梅吧 求求你了别碰他 更有人叫好道 酒爷尝了先 明儿可要给我们说说 是个什么滋味啊 周围响起的声音 如群魔乱舞 云雀充耳不闻 始终暗自沉吟 云雀在思索着白天时候 阿梅说的那句奇怪之言 你怎么没死 他为何认为我会死 很快 云雀想到了什么 眉峰微微挑动 看了眼自己心窝位置 阿梅 认出了莲花印 练拳的时候 阿梅从墙壁空洞 看到了莲花印 这种魂印是致命的东西 认为自己应该死掉 所以才会有那句奇怪的话 想通后 云雀对阿梅的身份 感到有些好奇 连博览群书的木青瑶 都不清楚莲花印的真正效果 一个关在天牢里多年的罪求 居然知道莲花印的致命之处 这个阿梅 究竟是什么身份 正疑惑间 云雀听到石头在大呼小叫 活该 让你欺负人 这下犯病了吧 活该 石头一边盯着孔洞 一边解恨地说道 隔壁怎么了 云雀问了句 九头鼠犯了杨角风 正口吐白沫呢 幸好阿梅没被他糟蹋 真是老天开眼哪 说完 石头几枚弄脸的道 阿梅的囚服 被撕掉了快一半 我看到肩膀了 那个白啊 看个肩膀 把你美成这样 要是上下看个遍 你还不得没死 云雀道 嘿嘿 我哪有那种福气 再说 谁家女孩子 能让外人看身体啊 石头挠头笑道 不让看你不会偷看哪 圣人云 石色 性也 看看无罪 云雀道 啊 石头听得云山雾罩 前边那句圣人言 他好像听过 可后边的看看无罪 究竟哪位圣人说的 九头鼠的动静 很快被周围的囚犯得知 大喊救人的 大呼活该的 大骂特骂的 应有尽有 这边的嘈杂 终于引来了狱卒 发现九头鼠的模样 狱卒急忙打开牢门 将其拖了出去 找狼中医治 九头鼠在天牢有点门路 不少狱卒都打点过 若换成其他普通囚犯 根本没人理睬 天牢里逐渐安静下来 云雀走到墙洞处 往隔壁看了眼 阿梅衣衫不整地坐在墙角 依然垂着头 显得更加可怜 仿佛察觉到目光 阿梅缓缓抬起头 望向墙洞对面云雀的眼睛 她的嘴角再次动了动 现出与白天类似的浅笑 牢房阴暗 阿梅的笑容 在昏暗中 显得倍加诡异 云雀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打了一套七杀拳 直接睡觉 直到第二天清晨 被拉走的九头鼠 没再回来 中午放风的时候 云雀听到囚犯里 流传起一个消息 九头鼠死了 突发重击 暴毙而亡 阿梅仍然坐在空地角落 一个人孤零零 弱小而娇柔 囚犯们的目光 时而落在角落 那具迷人的身影上 有人的目光带着同情 有人的目光不怀好意 没人与阿梅说话 因为囚犯们都知道 阿梅除了唱小曲的时候 从来不会开口 云雀再次坐到阿梅身旁 你杀人不需要武器 把银子还给我 云雀口中的银子 指的是昨天那根银钉 阿梅没说话 也没还东西 偏过头 默默看着云雀 没有笑容 眼神中带着一丝好奇 云雀不再说话 而是伸出手 索要银钉 两人的动作 变得十分古怪 一个偏着头 一个伸着手 半嗓没人动胆 直至放风的时间结束 狱卒呼喊犯人们回牢房 阿梅才在巢壤中轻轻开口 想听曲儿吗 今夜五时 侧耳倾听 声音极轻 略有些沙哑 但莫名的好听 阿梅回了牢房 银钉 始终没还给云雀 当晚 云雀再次吃到四盘好菜 仍是狱卒送来 吃饱喝足 云雀醋眉沉思 今天已经是关进天牢的第三天 明天便是天祈学宫的考核之日 看样子 自己的案子遥遥无期 不行 得找机会逃出去 再等下去 无异于浪费时间 住上几年 一直思索着如何逃走 直至午夜 云雀才想起来阿梅的邀约 今夜听起 收起烦乱的心绪 云雀来到墙洞前 看了眼隔壁 阿梅果然没睡 衣衫整理得干干净净 经常散乱的头发 被简单扎了起来 梳成个马尾 整个人看起来明媚灵动 不失粉黛 仍可自秀云间 看到阿梅此刻的模样 云雀不由地感慨 美人如妖 这是个妩媚如妖的女人 绝对能达到红颜祸水的程度 阿梅早已等在墙洞旁 见云雀出现 她弹口微张 轻声吟唱 声音很轻 牢房外无法听闻 隔着一堵石墙 更难以听清 唯有将耳朵贴在墙上的孔洞处 才能听得到 云雀只能贴着墙灵听 原来白天阿梅所言的侧耳倾听 指的便是如此模样 随着云雀仔细聆听 婉转而空灵的歌声 悠悠传来 停高阵望急 乱落江连归未得 多病却无气力 旷玩善见书 罗依出锁 流光过细 叹性凉 双雁如刻 人何在 一连淡月 如照颜色 幽记 乱穷迎闭 动语性 轻仇四肢 陈思年少浪记 迪里观山 柳下方末 坠红无信息 漫暗水 涓涓溜臂 飘零酒 而今何意 醉卧九炉侧 阿梅唱的曲子 名为霓裳语曲 歌声中藏着一种 淡淡的忧怨之意 讲的是漂泊之人 不断追寻着 乐曲的最高境界 游历四方 无法归乡 直至多愁多病 境地凄凉 感慨时光匆匆 知音难寻 唯有梦中一会 醒来后 心中只剩下无限伤感 大和东去 此生漂泊无一 唯有狂醉 云雀听不太懂词中的含义 但他能听出曲中的 那份孤独与不甘 如一个天生孤寂之人 在天地间放声狂笑 拔刀而斩 阿梅的歌声 确实如天籁之音 听得云雀如痴如醉 而那份孤寂和不甘 又与云雀的内心产生共鸣 世上谨慎的猎妖人 注定与孤独为伍 与妖邪向战 活着一生 唯一等待的 便是战死那一刻的到来 阿梅是独孤的 云雀一世 云雀的眉风 始终紧紧锁着 一时沉浸在歌声 所散发的那份淡淡悲伤当中 然而就在歌声停下的那一刻 云雀耳中 除了绕梁的鱼音之外 还多出一种细微的沙沙声 刹那间 云雀分辨出声音的来历 那是细小的虫爪 在快速爬动所产生的微弱响声 云雀此刻贴着墙壁 耳朵正对着墙上的孔洞 他听到的声音 自然来自孔洞当中 云雀以最快速度往后退去 可惜晚了 那小虫速度太快 已经爬进了云雀的耳朵里 云雀猛然站定 目光一沉 正常情况下 即便贴着墙 一些虫衣也不可能 爬进自己的耳朵 因为云雀是八平五夫 听觉极其灵敏 而且身手敏捷 发现小虫 可以立刻避开 可这次十分诡异 云雀在听到声音后 动作也很快 偏偏没躲开 稍一思索 云雀立刻猜到原油 阿梅的歌声 有古怪 那歌声不仅好听 还有一种祸人心神的效果 让听到歌声的人 在不知不觉间降低了感知 从而变得迟钝 旁人若是被莫名的虫子 爬进耳朵 肯定要慌乱不已 大惊失色 云雀则安稳如常 只是目光变得十分冷烈 腹内气急转动 嗖的一声轻响 一道寒光 从云雀的耳中出现 咔一声 一根银针般大小的 微型妖刀 直接钉在墙壁上 在妖刀之上 还扎着一只比指甲 还小的怪虫 怪虫被钉死在墙上 胡乱挣扎几下 便不动了 妖刀从而而出 并非云雀 施展的什么功夫 而是一种本能 妖刀是实体 但与云雀这个主人 早已血肉相连 云雀可以从口中喷出妖刀 也能在耳中令妖刀出现 乃至从眼睛 从头顶 从手心出刀 只要身体存在气血的位置 都是妖刀能随意游走的地方 如果云雀愿意的话 甚至在小姐的时候 也能把妖刀弄出去 这也是云雀为何不在乎 怪虫入耳的原因 来到妖刀镜前 云雀看了看那怪虫 身体细长 伸着四肢短小的细肘 没有眼睛 头部有一根细针般的口气 类似蚊子 这只怪虫 模样奇怪 而可怕 从外表看 应该是吸血一类 很快 被妖刀钉死的怪虫 渐渐枯萎 最后化作灰尘落下 并非活哦 这种怪虫 云雀从未见过 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能肯定的是 绝非善类 这下云雀可生气了 我见你银钉防身 非弹不还 还给我下虫 岂有此理 目光冷冽地望向隔壁 阿梅正抱着膝盖 坐在木床上 看到云雀的眼睛后 朱唇轻起 无声地说了三个字 尽管没有声音 云雀还是能从 对方的口型读出唇语 好听吗 云雀眸光微寒 冷冷一笑 当然好听 有机会我会让你 听一听更好听的声音 云雀准备让阿梅听的声音 自然是落刀的声音 害我者 我必杀之 这是云雀的形式风格 从不会改变 不管对方是妖兽还是美人 猎妖人的刀 永远没有感情可言 一日 大雨 天牢内 湿气变得更重 午饭后的放风时间被取消 云雀大为失望 今天是天气学宫考核的日子 错过今日 就得等到来年 本打算趁着放风的机会 尝试逃出去 可惜天不遂人愿 这几天 云雀设想过无数种 逃离天牢的办法 没有一条是能安全溜出去的 唯有强闯这个办法 天牢的构造无比坚固 外层设有庞大法阵 云雀查看过脚下地面 砖石深处 存在着法阵气息 挖隧道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触碰地底法阵 会被立刻察觉 刑部天牢 关押着不少修行者 自然修建得毫无破绽 若时常被犯人逃走 那皇帝的颜面合存 午饭有肉 可云雀食如绝辣 吃得毫无滋味 已经关在天牢三天 慕青瑶人未出现 云雀有一种感觉 自己的案子 怕是要长年拖下去了 不行 得想办法出去 即便云雀是个混吃等死 没有报复的人 可住在天牢实在无聊 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 青湖山虽然也不咋地 好歹山下有个藏石镇 还能烈烈附近妖兽 看看女人沐浴 顺便修炼舞报 在天牢里什么都没有 境界只能停滞不前 隔壁倒是有个美人 却是只独蝎 看不得听步的 容易丧命 云雀一筹莫展之际 刑部之内 还有更多人与他一样 愁眉不展 黄昏时 大雨停歇 天边的火烧云 格外绚丽 然而刑部的一群官差 却无心欣赏 紧锁眉头 面带苦涩 存放尸体的兵屋内 占满了身穿官袍的身影 以黎大人为首 提劳斯的一众令使军在 不仅提劳斯 都布斯 丘沈斯 脏伐斯 绿利斯的人 也全都在场 尸体仍旧被冰封 放在木桌上 断掉的头颅 看起来触目惊心 在众人最前方 一名身形瘦削的五巡男人 正在背着手来回踱步 此人名为上官宏图 刑部侍郎 官居三品 是黎大人的顶头上司 在刑部 除了上书之外 这位刑部侍郎的官职最高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我们刑部这么多人 连个案子都查不清 连臭皮匠都不入啊 上官宏图 语气恼火的道 黎大人众人纷纷低头 没人敢吭声 官大一品压死人 顶头上司发火 最好的应对就是闭嘴 见没人吭声 上官宏图愈发烦闷 质问道 陈周华 你是基卜斯郎中 这些天可有凶手线索 基卜斯郎中 是刑部五四中基卜斯的最高长官 长基卜士仪 整个大径的所有捕快 都归基卜斯管辖 也有人称基卜斯郎中为总捕头 人群里 一名四巡上下的官员 急忙出列 拱手道 回禀大人 基卜斯这几日昼夜不停查案 所有人手均已散布全城 萧小之徒抓了不手 已知天劳人满为患 但那凶手的线索 暂时还没查到 范桶 上官宏图沉着脸道 真凶逍遥法外 毛贼抓得再多有何用 陈周华立刻低下头 哪怕他身为六品武者 也不敢多言语 上官宏图目光转动 冷着脸道 李卓 你身为提心官 尸体摆在这里三天 你还查出什么 那位黎大人立刻上前回话 恭敬道 大人 尸体的线索实在太少 我们提劳斯 只能看出是妖物杀人 除此之外 实在看不出太多线索 你确定 凶手当真是妖 天骑城里的扶妖大阵 难道是摆设 上官宏图冷声道 黎叔心里发苦 三天前汇报的验尸结果 确实得来了两句夸赞 他没了几天 结果三天来 案情毫无进展 以至于整个刑部上上下下 全都人心惶惶 黎叔知道 死者是公额 更知道是发生在皇宫的凶案 这种案子牵连太大 他可不敢一口咬定 凶手当真是妖物 否则一旦错了 他容易背锅 黎叔连连点头 承认自己没用 随后试探地说道 大人 我们刑部只管正常案件 这种涉及妖协的鬼案 应该由司天剑 来接手才对啊 黎叔问出了 许多人心头的不解 别说皇宫里 发生妖协作乱的鬼案 即便民间的这等鬼案 也是司天剑来管 怎么这次 落到刑部头上了 上官宏图沉默了好一会儿 咒没道 陛下指命我们刑部查案 司天剑没来过问 说明那边没接到黄命 我等身为臣子 自当为陛下效力 皇宫命案事关重大 哪怕司天剑接手 我们也得协助查案 尽快抓获凶手 吉普司郎中 陈周华迟疑了一下 道 大人 皇宫有没有丢失 什么贵重物品 若有失窃之物 更容易顺藤摸瓜 找到凶手 身为总捕头 陈周华别看是武夫 但心智绝对不低 否则也爬不到这个位置 追查凶案 失窃之物 是一个重要线索 凶手如果求财 红图紧锁着眉峰 缓缓摇头道 没传出失窃的消息 凶手只单纯地杀了人 陈周华文言觉得不解 道 潜入皇宫 只为了杀个宫鹅 难道那凶手 与这宫女有深仇大恨 不应该 上官宏图背着手分析道 宫鹅通常自小进宫 常年生活在皇宫 怎么会在外面结仇 那凶手的目的就奇怪了 总不会 是奔着陛下去的吧 陈周华道 上官宏图再次摇了摇头 道 凶手杀人的地方 距离陛下的寝宫极远 当真要刺王杀架 他杀的就不该是宫鹅 而是皇宫禁卫 案情至此陷入死结 在场的一群刑部官人 可以说都是人中精英 偏偏此刻束手无策 上官宏图沉沉一叹 道 上书大人为此事业不能寐 我等要尽快破局才行 限你们十天时间 无论如何 都要查出凶手的消息 一听这话 其他人无不咧嘴 别说十天 这种无头悬案 查上一年也未必有半点线索 更别提找到凶手 黎树忽然想起了云缺 道 大人 天牢里关这一名囚犯 是藏石镇的武作 下官曾经让他验过尸体 得出要挟杀人论断的 就是此人 我看他头脑灵敏 思路别具一格 不如让他再来分析分析 上官宏图一皱眉 呵斥道 胡闹 皇宫重案 岂能让村镇里的武作插手 你们提劳斯的武作 难道都是饭桶不成 大人息怒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况且那藏石镇的小武作 精通验尸 他杀过不少人 对这起命案的行凶手法 应该比我们熟悉 黎树连忙辩解道 精通验尸的武作 上官宏图不在乎 刑部最不缺的就是武作 但听到杀过不少人 这位刑部侍郎有些意外 何人如此猖狂 身为武作 居然还敢伤人害命 上官宏图沉着脸问道 那人叫云缺 大人应该有点印象 他的花名册 还是大人亲自批复的 黎树道 是他 上官宏图的神色变化了一下 他自然知道云缺 因为花名册上的代审二字 便出自他手 并非上官宏图想 拖着云缺的案子 而是上书大人亲自吩咐 上官宏图也不知缘由 只能照办 这几天他也在奇怪呢 沉吟了一下 上官宏图点头道 把那云缺叫来 黎树连忙领命 吩咐吴英去带云缺过来 中午没吃多少 云缺正等着晚饭呢 见吴英出现 却没带石河 空手而来 大人许你过去问话 吴英打开牢门 在云缺耳边道 刑部侍郎在场 说话注意分寸 这次又验尸吗 路上 云缺问道 还是上次的尸体 黎大人举荐你 说你头脑清晰 让你查一查 凶手是否留下其他线索 吴英边走边埋怨道 这种悬案本该四天剑接手 算我们倒霉 查不出线索 少说被罚媒俸禄 没准连官职都不保 吴英对自己不错 听其抱怨 云缺笑了笑道 吴师兄想要保住官职不难 我知道凶手是谁 吴英的脚步豁然一顿 回头看了看云缺 疑惑道 别拿师兄寻开心 单凭一具尸体 你能确定凶手 这件凶案看似诡异 其实简单 云缺笑道 凶手是内鬼 此人一定是庙堂中人 有官职在身 而且他的身份 让他出现在皇宫附近 可以不受任何人怀疑 只要将案发当天 所有接近过皇宫的官员 与军兵全部抓起来 逐一排查 自可找出真凶 吴英听得很仔细 锁着眉头道 凶手杀人必定远顿 难道他 还会留在皇城 胆子未免太大 逃走 更容易被人发现端倪 吴师兄别忘了 凶手有官职在身 所以他不能走 否则会引来嫌疑 云缺笃定道 凶手很聪明 但他忘了一点 他的官职是他的护身符 也是他的破绽 他当天肯定接近过皇宫 而且是明目张胆地接近 有着外人 根本不会怀疑的理由 吴英的眉头 锁得更深几分 道 那鬼 此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总不会为了杀个公额 皇宫里没丢东西吗 云缺奇怪道 暂时没有 吴英摇头道 不应该啊 那凶手肯定盗取了 皇宫里的某件重宝 被公额无意间撞到 才杀人灭口 难道皇帝的宝贝太多 数不过来 丢了东西都不知道 云缺说得轻松随意 吴英听得神色愈发沉重 两人此刻停留的位置 是一个十字路口 往前 是通往存放尸体的地方 沿路两侧燃着火把 十分明亮 两侧 则显得昏暗阴沉 通道镜头漆黑一片 吴英很快迈动脚步 他没往前走 带着云缺 转向了右侧昏暗的通道 虽然只去过一次验尸的地方 但云缺的记忆力极好 早已记住了路线 与吴英转进右侧通道后 云缺发现走错了 吴师兄 我们不是验尸去吗 云缺道 跟我走 吴英大步走在前面 没有解释 云缺觉得奇怪 没多问 不多时 两人走到通道尽头 吴英打开一扇屋门走了进去 屋子很大 摆设的考究 空间宽敞 一看就不是狱卒能住的地方 应该是提劳司令什么的休息室 进屋后 吴英关上门 拿出一套狱卒的衣服 吴师兄这事 云缺愣了下 吴英笑了起来 道 今天是天气学宫考核的日子 天还没黑 如果你速度够快的话 有机会赶得上 云缺大为诧异 道 我若逃走 吴师兄的罪名肯定不小 私放天牢重犯 可不是降级的责罚 吴英从一侧的柜子里 拿出卷宗 扔到桌上 这几天我一直在调查你的案子 卷宗我看过多次 你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 时间有限 吴英语速极快地简略解释道 我私下里联系过 支远县那边的刑部官差 他们已经调查过吴家寨 传回一个消息 现场被人动过手脚 应该是当地府衙所为 烧成焦炭的废墟里 没发现军中众母 由此判断 支远县府衙里有人被买通 喘了口气 吴英继续说道 不过被买通的那些家伙 手脚不太利索 他们清理了废墟 却遗忘了地底密室 刑部的人在吴家寨密室 发现不少好东西 上百具变异怪人的尸体 两头七接妖兽的残尸 外加许多军中才有的战刀与重盾 这些证据 足以证明 吴家寨是叛军 灭九族的罪名 如今叛军 被你云雀一人覆灭 尽管你杀掉三百多人 又何罪之有呢 皇帝根本不会治你的罪 反而应该加奖 你的卷宗上 印着戴审标志 我打听过 是上书大人亲自下的命令 究竟有何目的 我不得而知 不过我看得出 这件案子肯定要拖上很久 今天是最佳良机 错过今日 我也很难找到机会放你出去 至于你越狱的罪名 无需担心 你的案子有隐情 早晚会真相大白 没人会揪着越狱之事不放 否则想查下去 谁下令拖着你的案子 谁就得落个骂名 最后极大概率会就此作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一口气将利弊说完 无音默默等待着云雀的回复 云雀当然要走 当即点头 不过问了一个问题 乌鸡镇远在极西之地 距离皇城至少半月路程 吴师兄这几天 如何得到的消息 无音哈哈一笑 道 靖国各大郡县 均有刑部官差驻扎 如何传输消息 是刑部的秘密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刑部有一种特质的传训符 万里之外的消息 不用一个时辰即可传回 云雀恍然地点点头 刑部的传训符 肯定不便宜 这种好东西 在藏石镇衙门里 根本没有 换上衣服 云雀摇身一变 成了个年轻的狱卒 拱了拱手 云雀诚心谢过无音 若没有人家 自己想逃出天牢 实在太难 最难得的是 现在逃出去 有机会赶得上 天骑学宫的考核 进了学宫 你便彻底安全 即使知道 你的下落 刑部也没辙 天骑学宫内 大进律法无效 无音说着 将一个装公文的袋子 交给云雀 道 里面是白纸 出去扔掉即可 你出门的时候 记得加快些脚步 装作焦急一些 若门口官兵询问 你只说出去办事 通常没人会拦着 无师兄心细如发 云雀赞道 拿着袋子 从外表一看 就是替某位大人办事 再加快点脚步 更能显得是急事 除非不长眼的军兵 才会阻拦 否则肯定不敢多问 临走前 无音指了指自己的脸 笑道 用你全力出拳 轻了的话 师兄我可不好交差 放心 我是七品 炼神禁武者 扛得住你一拳 无音的打算 云雀懂 私自放走天牢囚犯 无音的罪名不小 如果是囚犯打伤了他这位 令使自行逃脱 那无音的罪名 就没多大了 云雀深吸一口气 周身气急转动 以全力轰出一拳 这一拳毫无保留 完全是八品武夫 最强一击 砰 拳头砸在无音的侧脸 将其轰得脚下离地 直至撞到墙壁 才停住身形 再看无音 完好的半张脸 此刻肿了起来 与没毁容的半张脸加起来 拼凑出一张 要多古怪 有多古怪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的脸 乍一看都认不出来了 师兄得罪了 我欠你一拳 回头给你买要敷脸 云雀扭头离开 等他走了之后 无音晃了晃头 这才清醒许多 好小子 下手真不留情啊 若非七品巅峰 这一拳能把我揍趴下 无音揉着脸苦笑 笑着笑着 他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坐在屋子里一语不发 估摸着云雀 差不多离开了天牢 无音返回之前的路口 往地上一趴 装作昏厥 很快有人发现无音 黎树 陈周华 上官红土等人 匆匆赶来 等一众同僚 把无音翻过来 全吓了一跳 要不是穿着官服 差点没认出来 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唤醒无音 上官红土怒道 到底怎么回事 天牢里 你怎么会伤成如此模样 大人 属下该死 无音沙哑着嗓子道 属下奉命带那云雀过来 谁承想 途中他抱起伤人 将我中疮 逃之夭夭 属下没用 跑 跑了 黎树的眼睛瞪得老大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里是天牢 自从大金立国以来 从未出现过天牢 重犯逃狱的现象 没人能逃得出去 天牢不仅有重兵把守 还有法阵存在 强行闯出去 要面对无数武道高手 得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行 现在的情况是 除了无音被打昏之外 外面什么动静都没有 死子 死子 上官红土气的 脸色苍白道 好大的胆子 大人莫及 我亲自带人追踪此人 活着见人 死了见尸 都不思的陈周华 当即请令道 对 皇城重地 重兵镇守 他肯定逃不远 黎树在旁边扎呼道 刑部都捕私的总捕头 与一众令使都在这呢 这帮人全是武者 专门负责追捕要犯 纷纷抽刀要追杀而去 上官红土很快冷静下来 吩咐道 等等 此事不意外扬 你们把刀收起来 以上官红土担任刑部侍郎多年的经验 他大致猜得出 云雀应该没罪 而且吩咐待审的 有可能是皇帝 皇帝与云雀之间有什么过节 上官红土猜不出 但他很清楚 云雀不能在天牢里出事 陈周华等人听得发愣 收刀 就是不用追了 追啊 等什么呢 上官红土冷着脸道 怎么 不用刀 你们就抓不到犯人了吗 陈周华等人恍然大悟 原来是拿拳头追 于是急匆匆冲出天牢 都是老油条了 陈周华这些人 自然清楚用不用刀的区别 拿刀追 可以带回来死口 空手追 只能带回来活口 直至追出刑部 陈周华还在心里犯嘀咕 心说 这个云雀是哪位大人家的亲戚 面子这么大 刑部外的街上全是行人 哪里还有云雀的身影 陈周华抓住刑部门口的一名守卫 贺问 方才逃走的囚犯呢 没 没人逃走啊 守卫如实回话 没有 陈周华沉着脸贺问 刚刚有没有人出去 有 有 是个狱卒 拿着卷宗急匆匆出门去办事 守卫回答道 狱卒 陈周华突然心头一动 他判断 刚才出去的就是那云雀 既然穿着狱卒的衣服 说明有人接应 事先早给他准备好了一切 陈周华立刻判断出 云雀背后 定有着地位不俗的人物撑腰 否则侍郎大人 怎么会不让用刀 难不成 那小子是上书大人的私生子 陈周华胡乱猜测着 他没办法 只能按道倒霉 将人手散开 各自搜寻逃犯的下落 此时 云雀早已远离了刑部 在街头快步而行 出来的时候一切顺利 刑部守门的军兵连问都没问 可出了刑部 云雀遇到一个难题 这里距离天骑学宫实在太远 由于第一次来天骑皇城 云雀能记住学宫的大致方位 却找不到能快速抵达的路线 长街虽然宽敞 可人来人往 车马不断 根本跑不起来 走路的话 到学宫天都得黑了 眼见着太远即将落山 云雀心中焦急 偏偏没辙 总不能横冲直撞 那样速度反而更慢 看了眼街边建筑的屋顶 云雀只能老老实实选择在人群中快速穿梭 房顶能走 但不是五夫走的 轻弓之类的东西 是江湖人的手段 仗着身体轻盈 飞檐走壁 速度的确比走在街上快些 但也快得有限 云雀是五夫 是修行者 五夫狂奔 需要脚下发力 以云雀抱起的速度 脚下方砖都得被踩碎 房顶的瓦片根本承受不住 一脚下去 直接掉人家屋里了 如果有到门的轻身符 云雀还能尝试一番在屋顶奔跑 否则不如走地面 天气皇城实在太大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一路急行了一个时辰 云雀勘勘 赶到天气学宫门口 天已经完全黑了 学宫十二点 总共十二个考核点 设在学宫正门两侧 早已人去楼空 云雀叹了口气 时运不济 逃出了天牢 却错过了学宫一年一度的考核 只能等待来年 正失望的时候 云雀发现最边缘的一个考核点 居然还有人职守 好像没结束 天气学宫设置的十二个考核点 对应着十二殿 军事宽敞的临时棚屋 其他屋子里早已空荡荡 唯有边缘处一间棚屋外 坐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此人微胖 看起来有点憨厚 正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 云雀看到有人 心头生起一丝希望 来到敬前后询问道 这位兄台 现在还能考核吗 哎呦 天都黑了 我怎么睡着了 微胖青年睁眼看了看云雀 道 你是来考试的 来晚了呀 已经结束了 路上耽搁了时间 昼夜兼程才赶到皇城 兄台能不能通融通融 云雀说着好话 微胖青年见云雀说得真诚 犹豫着回头看了眼棚屋 云雀以为 这位向谁请示 跟着看了眼 屋子里根本没人 见屋子里没动静 微胖青年点头道 你是最后一个 可得快着点 叫什么名字 在我这里登记 云雀报上名号 又将沐青瑶的学宫身份 另排取出 沐青瑶 你有凌云郡主的举荐 你肯定很厉害 微胖青年吃惊到 手里没闲着 很快完成了登记 将云雀带到棚屋里 指着一个木架道 开始吧 现实一炷香 云雀一头雾水 这位师兄 我们这里 考核的是啥啊 屋子里连个人都没有 空荡荡 只有个蒙着白布的大木架子 微胖青年比云雀还吃惊 惊讶到 你不知道啊 云雀心说 这不废话呢 我连你这里是什么店都不知道 只剩最后一个考核点 没得选啊 刚进城 以前没考过 实在不知道规则 还请师兄解释一二 云雀客气得到 规则简单 只要能说出死因即可通过 微胖青年说着 将白布掀开 献出里面的一具尸体 云雀大为意外 又验尸 天祺学宫 传授天下学问 怎么考核还有考验尸的 难道学宫里缺无作了 尽管满腹疑惑 但验尸是老本行 对云雀来说 毫无难度 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 想要进学宫 这是唯一的机会 于是云雀不再多想 开始观察尸体 尸体是名枯瘦如柴的老者 样貌英质 闭着眼 头发灰白 穿着一身不衣 看样子即将下葬 简单翻看了一下 云雀不由得皱起眉 这具尸体很古怪 身体没有伤口 皮肤没有毒斑 蹊跷没有血迹 身形虽然瘦削 但血肉充足 绝非久病而亡的模样 不是外伤 不是重病 不是中毒 也不是内伤 云雀很快排除掉一个死因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这具尸体 可能是被气死 或者吓死的 这种结论有些奇葩 云雀没有莽撞的 立刻下定论 而是问那微胖青年道 不知今天有多少学子 通过这次考核 看出了尸体真正的死因 微胖青年摇了摇头 道 一个也没有 难道没人报名 云雀奇怪道 当然有报名的 尽管我们比不上 别的考核点人多 今天一天 至少也有百多人报名 微胖青年道 套出话之后 云雀心头微动 不对 正确的答案 肯定不是气死与吓死 能通过出世 参加学功最终考核的学子 肯定没多少笨蛋 上百人验尸 其中若有聪明些的 肯定会选气死 或者惊吓而亡 结果没有一人通过 其中肯定有古怪 云雀重新仔细地 查验一番尸体 以他多年 与妖兽尸体 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面前的尸体 血肉完好 骨骼完整 只能符合暴毙而亡 类似天牢的九头鼠 九头鼠的死因 云雀到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他能断定 与阿梅有关 联想到暴毙的九头鼠 云雀不由地想起了 乌修杀人的奇鬼手段 身受诅咒而亡 还是在梦境中 直接被磨灭了神魂 云雀迟疑不定 学功是修炼之地 不是叔叔学堂 没点天赋 谁敢来学功求学 所以报名的学子当中 云雀估计 应该有不少身怀修为之人 乌修那些杀人手段 在了解修行戒之人的眼里 其实并不神秘 死于巫术这种答案 云雀猜测 有人答过了 还是不对 云雀沉下心来 开始发散思维 云雀的想法 往往与正常人不同 他想象力极为丰富 天马行空 很快 便想到了一个 没人能猜到的死法 装死 为了验证 云雀仔细听了听尸体的心跳 又翻了翻尸体的眼皮 随后陷入沉思 没有丝毫心跳可言 瞳孔放大 浑浊无光 怎么看 都是一具正常尸体 难道另有死因 云雀百思不解 一炷香的时间已经过半 微胖青年开始收拾东西 等着回学宫了 师兄能否将毛笔借我一用 云雀看了眼尸体 转向微胖青年问道 微胖青年很大方 将登记名字 用的毛笔递给云雀 好奇着云雀想要做什么 云雀将毛笔的笔杆朝下 在地面青砖上磨了几下 很快磨出个锋利的尖端 舞者的力道 这点小事轻而易举 毛笔出自学宫 绝非便宜货 质量相当不错 以上好竹子制成的笔杆 这种竹子笔杆磨锋利后 是能切开肉的 云雀握着笔杆 尖端朝下 开始在尸体身上笔量 寻找下刀的位置 微胖青年看得目瞪口呆 急忙道 你 你要做什么 验尸啊 云雀好征已挟得到 不切开 怎么查看死因 我怀疑尸体的心脉 被人隔空取走 离其身亡 这便验证一番 说着就要下笔 微胖青年赶紧拦着 道 没这规矩 只能从外表验尸 不能切 师兄说错了 我们五座验尸 经常碰到没有外伤而亡的 必须切开才行 挖出心肝皮肺肾逐个检查 不能有丝毫疏漏 云雀执意动手 你是五座呀 微胖青年惊奇道 那也不行呀 学宫考核不是五座验尸 你不能切尸体 放心 切开了 我再帮忙缝上 这会儿我熟得很 在县衙里没少缝尸体 别说开个口子 云雀说话的时候 朝尸体瞄了眼 尸体的眼睛半睁着 好像在瞪着自己 一副死不明目的样子 微胖青年还想拦着 结果云雀将毛笔还了给他 根本没切尸体 微胖青年长出一口气 有些恼怒的道 考核时间快到了 你到底能不能看出死因 实在不信你可以胡乱说一种 我验完了 这便交卷 云雀笑呵呵的道 微胖青年见云雀底气十足 好奇地问道 你来说说看 尸体的死因是什么 装死 云雀给出了最终答案 微胖青年一听装死俩字 惊讶的嘴巴都张大了 无需看对方的模样 云雀早知道自己答对了 因为刚才的举动 完全是演戏而已 只为了一个字 炸 既然尸体装得那么像 云雀只能炸出对方的变化来 果然 尸体睁眼了 刚开始验尸的时候 尸体的眼睛是闭着的 云雀的记忆力远超常人 这种明显的变化 又岂能视而不见 答对了 一句沙哑阴森的声音 从云雀脑袋后边发出 带着一股凉气 换成旁人 非得吓死不可 云雀也被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那尸体老者 不知何时就站在自己背后 什么时候起来的 云雀心头暗惊 要知道他可是武夫 耳力过人 父亲细微的响动 绝对逃不过云雀的耳朵 哪怕起身这种微小的声音 一样能捕捉到 可云雀根本没发现 对方站起来 还走到自己身后 微胖青年 急忙朝着老者攻身失礼 口称先生 云雀这才知道 原来假扮尸体的这位 居然是学宫里的先生 这是什么癖好 堂堂先生 非得装死 云雀心里好笑 但表面上的恭敬 学着微胖青年 给老者建立 老者目光阴森地 打量云雀良久 好像在看着某种工具一般 点点头 沙哑道 身体还不错 死了的话 记得尸体留下 说了句古怪又甚人的话 老者飘然而走 的确是飘然 因为这位脚下没动 贴着地飘出去的 跟个火鬼差不多 等老者走后 微胖青年也松了一口气 云雀这才有心思询问 这里是什么店的考核 当然是最热闹的百花店了 我叫穆安 今后我们便是同窗了 名为穆安的微胖青年 很是热情的介绍 云雀想去的是阎武店 毕竟阎武店专门传授武道 今天实在没办法 只能先在百花店将就将就 等以后看看 能不能转到阎武店 百花店 百花齐放 学子肯定不少 云雀道 我们百花店 是学宫里学子较多的殿堂之一 总共两三千人呢 穆安收拾完东西 带着云雀往学宫走 边走边介绍道 百花店分为东西南北四楼 除了北楼暂时没有先生外 其余三楼均有先生授课 你若喜欢安静 来我们西楼就对了 云雀知道 每一座学店均有先生授课 可他并不知道 百花店有这么多先生 正好 我这人就喜欢安静 云雀道 从刚才那位老者的状态来看 估计没多少人 愿意当他的学生 动不动假扮尸体 这种爱好谁受得了 那就好 你来了 我终于有个伴了 穆安高兴地道 云雀听着这话不对劲 什么叫有个伴 不知我们西楼 总共多少学子 云雀问道 你没来之前 就我一个 穆安兴致勃勃地道 现在两个了 云雀听得大为错愕 合着最热闹的百花店 热闹的都是其他几楼 西楼是个鬼屋啊 说话间 两人走到学宫门口 这时 一名背着剑 若不经风的年轻人 也来到镜前 微笑着询问道 敢问二位 此处可是天骑学宫 正是学宫宝地 你有什么事吗 穆安道 幸好没找错 我来参加考试 年轻人微笑道 新学子的考核已经结束 过时不后的 你回去吧 穆安说完进了侧门 学宫大门极其宏伟 轻易不会开 学子出入均走侧门 云雀跟在穆安身后 走进侧门后 发现那年轻人 也要跟着进来 今年考完了 我是最后一个考生 你明年再来吧 云雀回身说道 在下并非考生 我是来 哐当一声 学门被云雀关上 不是考生来凑什么热闹 正要往里走的年轻人 直接被大门撞了个满脸 两久后 此人直挺挺朝后倒去 歪着鼻子 嘴里嘀咕出之前 没说完的半句话 当先生的 天骑学宫 占地极广 十二座殿堂 如星斗般遍布其中 红如殿 道山殿 佛心殿 阎武殿 灵将殿 回春殿 玉兽殿 兵道殿 仙丹殿 傀儡殿 灵植殿 百花殿 十二殿 犹如十二朵鲜花 于学宫之内 争其斗艳 各展才华 学宫内修建的古香古色 参天奇术 池塘小桥 亭台楼阁 怪石竹林 走进学宫 犹如走进一处 世外桃源 令人心旷神怡 一进大门 便是一处宽敞的空地 空地中心 立着一座 三丈多高的铜像 铜像是为中年文士 一手持书卷 一手持戒齿 举目远眺 气宇非凡 尽管只是铜像 但看到之人 都会感受到 一股文风袭面 仿佛那铜像 便是世间的道理 是大道之一 云圈一眼便认出 那是儒圣 一手开创出 儒道体系的世间强者 超越了一品 桎梏的一代大弦 天奇学宫 千年前由儒圣亲手创建 儒圣博学 胸襟坦荡 建立学宫之初 便将学宫 定为兼容百家之学 相互争名 彼此论道之地 天奇学宫 因此被后人誉为 百家争名的圣地 儒家 道门 武道 佛门 乃至各种杂学 均在学宫有一席之地 但天奇学宫 唯独不收乌修 也从来没有乌修强者授课 这一点 有人猜测 是圣人不喜乌修的 英读手段 所以学宫比弃了乌修一脉 也有人猜测 是乌修强者 曾经得罪过圣人 以至于学宫内 在乌修的位置 天奇学宫建成 已有千年之久 兼容天下百道 而毒气无休的真相 早已无人得知 百花殿 位于学宫西侧 云雀跟着木安 走了两久才到地方 穿过月亮门 入眼是一大片 郁郁葱葱的草地 方圆数百丈 极为宽敞 在草地四个方向 各自建着一座三层高楼 楼内灯火辉煌 远远能听到人声不断 格外热闹 这里便是百花殿的四座学楼 每一座都比街上九楼还要宽敞 其内有学子们的居所 有先生授课的讲堂 有专门悟道的近视 有切磋较量的演舞场 还有些用来研习 各类学问的专属房间 此时已然入夜 学楼中心的草地上 仍旧有学子们来来往往 有人在谈笑 有人在争执 有人在对弈 有人在鄙视 也有一对对年轻男女 在月下漫步 倾诉中常 云雀第一次看到 如此多的年轻修行者 汇聚在同一个地方 这还仅仅只是 十二点钟的一店也 可想而知 整个天气学宫 会有多么热闹 多么朝气蓬勃 感慨之际 云雀与穆安来到西楼前 其他东南北三座学楼 全都热热闹闹 哪怕暂时没有先生的北楼里 都亮着许多灯火 唯独西楼 一点亮光没有 黑漆漆 阴森森 偌大的楼宇 跟个鬼屋似的 与其他三座学楼 格格不入 站在黑漆漆的西楼前 云雀点了点头 不错 像个坟 到了这里 云雀没来由的 多出一种归属感 仿佛回到了青湖山 穆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道 我去点灯 整个学宫 就属我们这边安静 嘿嘿 总共俩学子 一个先生 住三层楼 能不安静吗 云雀倒是无所谓 他从小住的地方就是坟 换成大典的坟 也一样住 一楼大厅里燃起烛火 西楼总算多了点人气 西楼的学子居所都空着呢 云师弟想要住哪间 自己挑就好 今天太晚了 明天我带你 去领取学子符 每人三套 穆安道 牧师兄 我们这边到底学的是什么 先生的大名 我还不知道呢 云雀道 我们先生姓默 尊号不详 叫他默先生 默老都可以 默安一边烧水淒茶 一边讲解道 默老主要传授断案与验尸 偶尔也会讲授些 道家养神的心法 难怪西楼没人来 原来这里学的是 捕快和武作 云雀一听就明白了 捕快武作 放在藏石镇没什么 正常职业 甚至有些穷苦百姓 还挺羡慕 但放在天气皇城 放在学问圣地的天气学宫 显然是最底下的两个行当 根本没人看得起 属于走在路上提一嘴 街边野狗都得翻白眼的那种 穆安尴尬地挠了挠头 道 不瞒你啊 我从小就梦想着 当一名神博 满天下缉拿罪犯 多威风 为了梦想而求学 穆师兄是个有报复的人 云雀说了句夸赞 穆安变得更尴尬了 嘿嘿笑道 其实不算什么报复 当年我报考别的学店没考上 穆老又给了我个机会 考百花店西楼 我这才成功通过 原来是个简陋的 云雀没去嘲笑 毕竟人家运气好 于是问了句 你当时考的什么 不会也是验尸吧 是啊 跟你一样 墨老假扮尸体 穆安道 可以啊 穆师兄 没想到你的眼力如此毒了 墨老假死的能耐 我显现没看出来 云雀道 若非心思缜密 云雀今天差点答错 墨老假死的状态 跟尸体简直一模一样 毫无破绽可言 穆安的表情愈发尴尬 张了张嘴 最后叹气道 嗨 不是我眼里好 当时墨老亲自把我带进考核的棚子 然后他倒在那里让我验尸 问我 他是怎么死的 云雀听完一时无语 西楼缺人都缺到这种地步了 与穆安闲聊一阵 云雀得知了百花店的大致情况 北楼暂时没有先生 整座楼变成了一些学子们修炼的地方 喜欢安静的学子 经常去北楼选间屋子闭关 东楼先生叫做周无极 是为盗门修士 据穆安说 是个神圣叨叨的老头子 传授堪鱼 占卜 外加烹饪 做菜手艺不咋地 偏偏总逼着学生必须吃完 于是私下里得了个外号叫狗不理 形容东楼先生做出来的饭菜 狗看见都不想吃 云雀知道堪鱼术 就是风水术 简单来说 东楼先生是个风水先生 南楼先生名为麒麟珠 是为女先生 据说是天下第一花魁 歌舞双绝 成名昭世十八部剑舞民动天下 传授歌舞技法与杂学 南楼学子是最多的 其中步伐被麒麟珠美貌所吸引的男学子 女学子更有不少 有人不远万里 从异国而来 专门为学习麒麟珠的歌舞 可见 这位女先生的魅力有多大 百花店里奇葩多 果然百花齐放 云雀听完百花店的介绍 愈发觉得无语 东楼的风水先生 南楼的第一花魁 外加一个西楼的死鬼 百花店真是热闹 就差北楼再来个老神棍 正好凑一桌 喝了两杯茶水 云雀觉得肚子在抗议 天牢里的晚饭没吃上 一路急行赶到学宫 他早饿了 这时 其他几楼的学子们 纷纷涌出 赶往一座单独建立的小木楼 见云雀张望外面 木安解释道 那边是饭堂 云师弟若是饿了 可以去吃饭 我手头还有些事要忙 今天不吃了 云雀到了生好 到了饭堂之后 云雀傻眼了 饭菜不错 甚至还有酒 但是要钱 原来天祺学宫只管住宿 不管吃喝 想吃饭 必须自己掏腰包才行 饭菜不算贵 价格比街上的酒馆酒楼便宜得多 大多是成本价 可云雀身无分文 穿着的还是玉族衣服 包裹和银票 都在天牢里呢 云雀无声叹息 天下间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饿肚子 比这更痛苦的 是饿肚子的时候 偏偏没钱 这可怎么吃 学宫里又没有熟人 要是木青瑶在的话就好了 云雀准备饿一碗 明天想点办法 实在不行 先找木安借点吃饭前 正准备离开饭堂 看到角落里坐着两人 云雀立刻眼前一亮 其中一个是名壮硕青年 二十多岁 身形魁梧 头发编成几十根发便 一副抑郁装扮 看起来生猛威武 看到这人 云雀仿佛看到了一千两银票 这人云雀并不认得 以前也没见过 不过此人的通缉令 贴的满城都是 走在路边即可看到 刚进城那天 云雀便发现了 特意看了看价格 赏金一千两 学宫里居然还有通缉饭 云雀意外之下 没急着离开 而是坐在两人旁边的空位 辫子青年 好像胃口不大好 面前摆着饭菜 他扮上不动筷子 闷闷不乐的道 这什么饭菜啊 又软又糯 跟米汤似的 叫我怎么吃 半生不熟带血丝的那种 才有嚼头 另一名青年 虽然身形没那么壮硕 但也体质极好 手掌宽大 手心全是老简 一看便是舞者 他劝慰道 有学问的都这么吃 咱也学着吃呗 我吃着就挺好啊 多吃几年 我们就习惯了 习惯了锦衣玉食 忘记了苍狼长孝 别忘了 我们是草原上的雄鹰 天生就要生食血肉 这种米汤我才不吃 辫子青年冷哼着撇过头 他打的饭菜 其实是正常饭菜而已 谈不上米汤 可能这位牙口太好 吃不惯煮熟的食物 大汉 别耍脾气 不吃的话 你会变得虚弱 对我们舞者不利 另一名青年 好心归全 名为大汉的辫子青年 越发来劲 把筷子一摔 道 今天没胃口 哎谁吃谁吃 反正我不吃了 这时旁边传来声音 这位师兄 你不吃的话 那我吃了呀 随便吃 大汉气横横地说了句 一回头 看到一个陌生人坐到对面 捧着他心打的饭菜 埋头大吃 不大会儿的功夫 饭菜皆空 大汉看得惊讶不已 道 草原上的狼群 都没你吃得快 你饿了多久 云雀抬起头 拍了拍肚子笑道 伍佛 半天就饿 多谢师兄款待 对了 明天的早饭你吃不吃 名为大汉的青年 瞪了半天眼 愣没敢接话 他现在也饿了 正后回晚饭丢了呢 明天 明天看我有没有胃口 大汉硬气地说道 可惜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我再去给大汉打一份 旁边的年轻人 起身又去打饭 临走时犹豫着到了句 我们的银子不多了 大汉听完 硬气的神色 随之垮了下去 师兄是草原人 云雀道 你怎么知道 大汉惊讶道 云雀笑了笑 心说你这打扮 就差没把蛮子俩字 刻在脑门上了 见过师兄的画像 街上快贴满了 云雀道 真的 有多少张 不会很多吧 大汉心虚地道 不多 一条街只贴了几百张而已 云雀道 大汉听完 顿时愁眉苦脸 肚子饿得咕咕叫 却没有半点胃口 于是 云雀顺理成章地 又吃了一份晚饭 云雀终于吃饱了 也得知了大汉与他同伴的身份 两人都是草原蛮族 大汉本名叫做图苏 来自草原天鹰部 大汉这种称谓 通常是草原部落 对首领的尊称 另一人是图苏的伴当 名叫满身 得知两人的名号 云雀差点把晚饭喷出来 一个满身 一个大汉 合起来是个好词 满身大汉 图苏师兄不远万里 到学功求学 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云雀道 何止不容易 爬悬崖绕过黑铁城的时候 差点把我俩摔死 要不是命大 哪能混进学功 图苏道 满身在旁边苦着脸纠正道 大汉 我们不是混进学功 是考进的学功 我对 考进的学功 混进的天启城 图苏一拍桌子道 随后两人才注意到 云雀的穿着 学功里有专门的学子服 听课的时候是要穿的 其他时间可以随意穿戴 自己的服饰 不过云雀穿着狱卒的衣服 前行有个明显的狱字 你是官差 满身狐疑道 官差 你想击拿我 图苏大惊道 晋国律法在学功里无效 你敢抓我就是坏了学功的规矩 云雀笑着白手道 不抓人 我是新来的学子 还没领到学子服 别误会 图苏和满身放心下来 不过随后又觉得惊奇 晋国果然人才多 连狱卒都能考上学功了 图苏羡慕道 云雀呵呵了两声 没去解释 心说咱俩同病相连 你的通缉令贴了满街 我的通缉令估计也不少 价钱一样 都是一千两 当然家丑不外扬 这种事哪能往外说 大汉有没有想过 求学之后如何回到草原 云雀道 嗯 图苏和满身都愣住了 这个问题 他们的确没想过 现在想起来 好像自己没了退路 估计一出学功 就得被抓起来 关进天牢 草原满足与大静是死对头 边境区域经常开战 他们在学功里求学 晋国没办法 可一旦出了学功 图苏和满身肯定会被击补 等我在学功修为圆满 大不了杀出去 一路杀回草原 拆了黑铁城 再拧掉富男王的脑袋 图苏恶狠狠地道 云雀很想给这位出个主意 在学功直接养老 就两个人 得修到多高的境界 才能从天祁皇城 杀到草原 纯粹两个莽夫 听到富男王的名号 云雀又多问了句 不知图苏师兄的天鹰部 有多少手下 云雀打算帮穆青瑶 刺探一番敌人的消息 图苏气势汹汹地 伸出两根手指 道 两万 不少啊 听说蛮族战士能争善战 一万人马敢冲锋 禁国十万大军 云雀继续套话 十万算什么 你们禁国 就算百万大军当前 我们天鹰部 也敢冲锋陷阵 图苏得意道 云雀听得暗暗心惊 莫非天鹰部有两万五夫 两万普通蛮人 算不得多强的战力 可若是两万五夫汇聚在一起 那杀伤力可就吓人了 富男王都未必挡得住 为了打听清楚 云雀绕了个弯子问道 来彩礼雄厚 吃什么肉 他们不吃肉 只吃草 图苏随口道 吃草 云雀奇怪道 旁边的满身实在听不下去了 用手捂着脸 杨不吃草吃什么 图苏瞪着眼睛道 云雀深吸一口气 忍住了做这家伙一顿的冲动 杨那玩意 别说敢冲锋 你挖个火坑他都敢往里跳 你们天鹰部到底有多少人 云雀直接问道 全家起来九百多人 等转过年 有玩降生 估计能到一千 图苏认真地算计着 云雀叹了口气 他在这帮着傅男王刺探军情 结果刺探了个寂寞 什么天鹰部 除了名号听起来唬人之外 加起来还没藏食阵的人多呢 估计傅男王派出个小队 就能把天鹰部给涂了 图苏本想再弄份晚饭 结果饭菜全卖没了 云雀反正吃饱喝足 就此离开 在百花店转了转 发现南楼确实是个好地方 女学子最多 还肥艳瘦 阴阴艳艳 全是年轻女孩 几乎看不到丑的 有几个身着舞裙的女学子 正在楼内大厅演练舞蹈 举手投足间美丽动人 旁边围观的男学子 一个个看得直流口水 站在楼外欣赏了一番 云雀大为感慨 并发下红愿 藏食真的女人都看过了 既然到了这里 该当看遍女童窗出狱 才不往来一次天气学宫啊 云雀的这番红愿 最后能否实现 没人知道 不过这红愿若是被如圣听见 欣赏美人出狱的好地方 不过 云雀是有底线的人 只动眼睛不动手 万花丛中过 我只过眼影 至于会不会被人发现给打死 云雀是有把握的 藏食镇县衙味深沿 马小脚的女儿 还不是被她看过上百次 欣赏过南楼的歌舞 云雀走到东楼 这边更热闹 楼下大门口 架着个大铁锅 里面咕嘟嘟不知煮着什么食物 上面有盖子 闻着还挺香 一群学子围在四周 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锅里的食材 云雀站在旁边看热闹 这时 一个瘦老头从楼内走了出来 大厨打扮 卖着方布 一看到此人 铁锅旁围观的雪子 呼啦一声 散去一大半 站在很远的地方 往这边张望 铁锅旁 还剩下十几个雪子 人一少 云雀发现 图苏和他的半当满身也在 可能这位大汉饿了 盯着大锅一个劲咽口水 云雀不认的瘦老头 认为是个厨子在准备宵夜 于是好奇地看着 跑什么 一群没口福的 瘦老头瞪了眼远处的雪子们 将目光落在剩下的十几人身上 道 你们几个走运了 今天新研制的菜品 让你们尝尝鲜 文婷此言 剩下的十几人 纷纷脸色发苦 想要走 又不敢动地方 只能哭丧着脸站在原地 云雀已经猜到了瘦老头的身份 应该是百花店东楼先生 周无机 莫安提过 这位先生外号叫狗布里 经常鼓到些古怪的菜肴 味道不咋地 还非得让雪子们吃完才行 周无机看了看火后 点头道 差不多熟了 说着掀开锅盖 里面热气生腾 隐约看到一些圆滚滚的东西 在锅里翻滚 看不清是什么 周无机挽起袖子 伸手在废水中捞出一物 对离着最近的图苏道 你先尝尝 你想吃耳朵呢 还是鼻子呢 图苏看清对方手里的东西后 一张大脸 瞬间变得惨无人色 一个劲干呕 幸好 他刚才没吃晚饭 否则这阵子 直接能吐出来 周无机手里拿着的食物 竟是一颗人头 大锅里翻滚的 也全是人脑袋 东楼之下 谁煮人头 大锅旁的雪子 纷纷捂住嘴 脸色苍白 远处的那群雪子 则在暗暗庆幸 幸亏跑得快 我 我不饿呀先生 图苏玩命的摇头 他是想吃生食没错 最好是半生不熟的 但那是羊肉牛肉之类 可不是人脑袋 不饿 不饿也得给我吃 脚下伸根了一样 被周无机以法力困住 正在图苏忍不住要吐的时候 旁边传来吃东西的响动 和一道生意 还行 味道不错 图苏一扭头 正看到云雀手里捧着人头 嘴里嚼着个耳朵 这下图苏实在忍不住了 蹲在地上呕吐起来 把胆汁都吐了出去 本来谁煮人头 已经够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居然有人还真敢吃 不仅图苏在吐 周围的十几个雪子都在吐 连远处逃跑的那些雪子 在看清云雀吃人头后 有一半都开吐 等图苏吐得差不多了 又听云雀说道 豆腐做的 的确是豆腐人头 只是 做得太过逼真 云雀手里的人头 是名少女模样 五官俱全 唯妙唯笑 图苏一听 眼泪直接出来了 豆腐做的你早说啊 我都吐完了 周无机朝云雀头去赞许的目光 汗手道 你不错 知道尊师重道 美食当前 仙长为敬 单单这一点 就比其他雪子要强得多 今后我做的美味佳肴 你有特权优先品尝 多谢先生 云雀笑着失礼道 不知这颗人头菜 学生能否带回去仔细品尝 拿去吧 周无机一挥大秀 很是痛快的道 随后 云雀捧着人头 大不留心返回西楼 路上不少雪子看他的目光 都变得格外怪异 能吃的下周无机做的饭菜 这得饿到什么地步 其实豆腐人头 根本没啥味道 谈不上好吃 云雀没钱呢 带回去一颗 明天的早饭就有了 回到西楼的时候 已是深夜 整座楼内漆黑一片 云雀随便在一楼 找了个房间 准备睡觉 这是个两人间的住所 地方宽敞 两张床分别摆在屋子两侧 隔着很远 进来之后 云雀发现有人了 一张床上 躺着个微胖的身影 一动不动 看样子已经熟睡 既然莫安睡着了 云雀也没点灯 把豆腐人头放桌上后 倒在另一张床上 呼呼大睡 西楼屋子有的是 现在黑灯瞎火的 等明天再找监合室的 一夜无梦 天亮后 云雀起床 撑了个懒腰 浑身筋骨 琵琶琶作响 一看对面 莫安不见了 舒展一番筋骨后 云雀捧着豆腐人头出门 打算热一热再吃 在大厅正好碰见莫安 莫安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一见云雀手里的人头 莫安吓了一跳 豆腐人头 周先生昨晚做的 我带回来一个当早餐 云雀解释道 莫安放心下来 道 周先生经常鼓到些奇奇怪怪的食物 时而有学子 吃完闹肚子 云师弟可要小心点 没事 我胃口好 云雀笑了笑 随口道 牧师兄起得挺早啊 哎 我一夜没睡 莫老吩咐我提炼些材料 忙活到现在才弄完 困死我了 莫安唉声叹气地道 那你赶紧去睡一会儿 我去热热吃的 云雀说完 忽然脚步一顿 奇怪道 不对啊 我昨晚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睡了呀 我们住的同一间屋子 不可能 我昨晚根本没睡啊 莫安也诧异 道 说完 两人同时沉默 空荡荡的大厅里 气氛变得诡诀起来 云雀最先打破沉默 咱们西楼 确定只有一位先生 两个学子 没错 加起来就三个人 莫安道 可能我看错了 牧师兄去休息吧 云雀道 一夜没睡 我实在太困了 云师弟自己去事务堂 领取学子福即可 离我们百花殿不远 打听一下便能找到 莫安打着哈欠去补教了 大厅里只剩下云雀一人 整座西楼静悄悄 再无声音 云雀的眉风 微微促起 这座西楼 有古怪 自己有可能认错人 但不会看错 昨晚另一张墓床上 绝对躺着个人 而且 身形与莫安相仿 并非古兽如柴的莫老 西楼一共就三个活人 那么 昨晚出现的第四个人 又是谁呢 啃完了豆腐人头 云雀始终毫无头绪 昨夜里的绝非鬼物 否则以云雀的敏锐足以察觉 既然不是鬼 那么肯定是人 而且是一个西楼里 不该存在的人 云雀不再多想 起身前往事务堂 天骑学宫范围太大 云雀接连打听了三次 才找到位置 合对身份后 领取到属于自己的 学子令牌 与三套学子符 学子符的样式是一样的 类似道袍 做工考究材料极好 均为白色 前兴处绣着各店的标记 百花店的学子符 绣着九朵小花 围拢成圈 看起来清爽漂亮 就是不太适合武夫 更像如生穿的衣袍 反正来求学 又不与人动手 穿什么云雀不在乎 云雀最主要的目的是 冲击七品练神镜 可百花店怎么看都不太靠谱 突破练神镜十分麻烦 需要冲神脉 破神藏 凝神骨 每一步都不能有半点差池 云雀现在急需的 是冲击七品练神镜的经验 没有强者的经验 他只能摸石头过河 真要掉河里 淹死不至于 伤及了经脉神魂 得不偿失 得去阎武店瞧瞧 看看能不能唐听 将学子扶手好后 云雀想着 找个人打听打听阎武店的方位 正巧走到一处月亮门 一人从对面大步来 云雀低头想着心事 差点与对方撞上 一抬头 云雀与对方同时张大了嘴巴 两人的眼里 是同样的惊诧之色 你怎么在这 两人一口同声 与云雀走个对面的 是个年轻人 扫把眉 掉眼梢 穿着一身轻甲 护心静擦拭的一尘不染 正是没钱 没钱与云雀的惊讶一样 都奇怪着对方 怎么会出现在学宫 云雀狐一地打量对方 道 你不在百玉成守城门 难道来皇城八案了 办什么案 这里是学宫哪有案子 我自然是求学而来 昨天通过的考核 我已经是天祺学宫的学子了 没钱瞥着云雀一身 狱卒行头 调侃道 行啊 看来护送郡主有功 都从武座混成了狱卒 果然要步步高升啊 狗放屁都比你说话好听 武座和狱卒有区别吗 云雀没好气得到 区别大了 藏石镇的武座 连狗都不如 天祺城的狱卒 至少比狗强得多 没钱挑了挑 难看的扫把眉 嘲笑道 是不是后悔了 早跟你说我们这种人 高攀不上人家郡主 你还不信 这下好了 一个狱卒就把你打发了 你来学宫做什么 不认得路的话 我可以指点你一二吗 我来学宫 当然是查你的案子了 没大人 你以前办的那些龌龊事 贪末的那些黑心钱 已经被揭发 天牢里给你准备好了牢房 这不派我来拿你归案呢 云雀冷笑道 胡说 鸡拿我也得百玉城来人才对 皇城天牢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钱瞪眼道 当然有关系 你在皇城落得网 自然得押入天牢 云雀煞有介事的道 我刚来皇城才几天 百玉城里的事 谁能捅到这边来 没钱不信的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没大人贪赃王法 罪不可赦 我这种良民实在看不过去 不揭发你 我良心不安啊 云雀道 你压得也有良心 咱们俩的良心 早喂狗了 没钱毫不在乎的道 说别的 他可能会害怕 但云雀说揭发他 那他肯定不信 俩人都坏到流油 早绑到一条破船上了 哪有窝里反的 没钱瞄了眼云雀手里的学子符 一把夺了过来 故作惊讶道 呦 百花店的学子符 行啊云雀 你也成学工学子了 百花店好啊 能学厨子 能学武作 还能学歌舞 最适合你了 云雀抢回衣服 道 你的学子符呢 到哪都穿这套盔甲 泡澡穿盔甲 吃酒穿盔甲 到了学宫你还穿 你这身夹里 是不是藏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没钱的神色 瞬间变换了一下 啊 我的学子符在盔甲里面呢 你瞧 说着 掀开衣服下摆的假叶子 果然里面是学子符 你是不是有迫害妄想症 总觉得 有人要害你 成天穿着盔甲 你也不嫌个的慌 云雀比一道 习惯了 我愿意 没钱一脸不屑 忽然想起 昨天没看到云雀 道 你昨天在哪考的 我怎么没见到你 我来晚了 只剩最后的百花店 你是阎武店的吧 带我去阎武店瞧瞧 云雀没说天牢的事 穿一身狱卒衣服 都被人家嘲讽 这要让没钱知道 自己护送完郡主 非但没得到好处 反而被关进天牢 还不得笑到打牙 没钱带路 两人敢往阎武店 一路上少不得 互相羞辱谩骂 他们俩在百玉城 就这模样 到了学宫 还是同样的习惯 云雀和没钱 自己觉得没什么 可落在路过的学子眼里 这两人就成了 学宫里的奇观 一个穿盔甲的卫兵 一个天牢狱卒 两人一边走一边对骂 不知道的 还以为禁军 和行不出了什么仇怨 以至于双方见面就开掐 对了 借我点银子 我手里现在没钱 云雀道 少来 没钱吃饭 云雀道 他的钱 其实都在天牢里压着呢 去客栈取呗 学宫又不是大牢 没钱狐一道 我不想出去 给我拿点银子 记长 云雀道 不借 我手头紧 没钱道 嘿你个孙子 当初你找我借钱 我可借你了呀 云雀道 就因为我借了你的钱 发现还你钱的时候 太费劲了 所以发誓 这辈子 我的钱谁也不借 没钱道 你狠 咱们俩的交情 一刀两断 云雀道 趁早断 咱们本来就没交情 以后再学宫 千万别说我认得你 没钱道 怎么 认得我很丢人吗 云雀道 学宫那么多女学子 你能不看人家沐浴吗 到时候被抓住游街 我可丢不起男人 没钱撇嘴道 说的就像你不想看似的 云雀比一道 我当然不看 我对女人没兴趣 没钱傲气道 云雀神色古怪的 看了对方一眼 警告道 你以后离我远点 想什么呢 我对男人更没兴趣 我只对钱敢兴趣 没钱怒道 笑骂间 两人到了阎武殿区域 不同于百花殿的学楼 阎武殿是一座高大的殿羽 金碧辉煌犹如皇宫 学子居住区域 在殿羽两侧 阎武殿一般晚上才授课 白天多位学子们互相切磋 你要是想来听课 我劝你消了这个打算 各殿学子不可旁听 其他学殿的授课 这是学宫规矩 可以申请调换 但需要一年以后 才能真正调转过来 没钱道 还有这种规矩 云雀大为失望 想一想也有道理 如果不设置年限 谁都能随意乱传听课 那学宫岂不乱套了 你在百花殿学一年歌舞吧 没准能从武夫变成武夫哈哈 我走了 阎武殿一堆修炼心得 看都看不过来哟 没钱得意洋洋的道 喂 给我留点银子 我真没钱吃饭了 云雀道 学宫后边种了不少地瓜 我看过了 一大片呢 你饿的话就去挖点回去口 肯定饿不死 没钱说完 扬长而去 你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云雀骂了句 无可奈何 没钱这家伙 是长在前眼里的 让他拿出一个铜板 跟要他命差不多 虽然无奈 云雀反而变得轻松起来 没钱既然到了学宫 以后的学宫生涯 肯定不会沉闷 至少有半个朋友能打圈 不过学宫规矩 让云雀一时头疼 最快也要一年之后 才能转到阎武殿 相当于单个一年的修炼时间 如果八品练古镜 没有圆满还好说 大不了这一年苦修 可云雀已然将八品修至圆满 即将踏入七品练神境 得想个办法 记住阎武殿的位置后 云雀返回百花殿 回来的时候 正好是中午 饭堂内人满为患 远远闻着饭菜香气 肚子立刻不争气地抗议起来 啊 一顿饭憋倒英雄汉 学宫里也没个野味啥的 有点妖也行啊 云雀无奈地发现 没有野兽 没有妖物的学问胜地 有时候 还不如荒郊野里 至少荒郊野林里 不缺肉吃 走进饭堂 云雀寻摸着图苏 和她的半当满身 打算看看那位大汉 今天是不是也没胃口 正找人呢 目光忽然落到一名女学子的身上 这女学子独自坐在角落 有一种绝世独立的气质 孤而不独 美而不厌 周围所有学子 在她的容貌之下 都变得暗淡无光 女子生得一张绝美的脸庞 眉如远代 谋若秋水 如一只灵狐 秀美中 带着一丝别样的妩媚 整个饭堂内 大多数男学子的目光 都时不时地 在女子身上流连忘返 有人看着吃了 甚至一时忘记了吃饭 云雀也盯住了这女学子 不同于其他人的爱慕 云雀的眼里 全是愤怒 即不来到近前 云雀大马惊刀 坐在女学子对面 把手一伸 含声道 还钱 还钱之说 自然得先有戒 对面的女学子 闻言秀眉微醋 看了眼云雀 并未说话 目光冷漠 云雀可不是故意找茬要钱 而是认定 对方欠自己银子 天牢里捏成银钉的那些银子 少说有无良 对面的女学子 正是天牢里的阿梅 看到阿梅 云雀的火气 就不打一出来 爬进耳朵的那只虫子 她可没忘呢 最可恨的是 阿梅始终没把那根银钉还回来 无良银子 放在平常云雀不在乎 可现在身无分文 吃饭都成问题 见对方无动于衷 云雀冷笑一声 道 可以啊 逃得比我都快 欠钱不说 还要杀人灭口 果然最毒负人心 你这女人够冷血的 对面的女学子 脸色发冷 目光充满冷烈与陌生 放下筷子盯着云雀 仍旧没说话 欠我的无良银子 你不想还了是吧 别以为你是女人 我就不敢动手 云雀继续冷声道 云雀子深吸一口气 看得出在压制着极大的愤怒 还是没开口 云雀趴的一拍桌子 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 银子你赖不掉 欠钱不还 我会扒了你的皮 虫子的事 还没找你算账呢 拍桌子的声音 引起四周一众学子的目光 人们看到云雀和那女学子后 很多人的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对面的女学子忍无可忍 豁然起身 冷声道 你有病 云雀喝了一声 道 废话 你往我脑子里塞虫子 我能不病才怪了 云雀现在没出刀 已经是给学公面子了 换成其他地方 阿梅的脑袋 还再不再多两说 女学子一张翘脸变得惨白如指 两只手紧紧捏着 眼神好似能杀人似的 狠狠瞪了云雀一眼 转身离开 饭也没吃 狐狸精 早晚跟你算账 云雀骂了句 见对方打的饭菜 还没来得及吃 抓过来闷头打吃 吃着吃着 云雀发现自己周围站满了人 全是男学子 足有二十多个 这些人的表情很奇怪 有的愤怒 有的羡慕 有的佩服 有的肉疼 没等云雀询问有什么事 其中一人先将一个银钉扔在桌上 哐当一声 足有二十两 云雀正奇怪呢 其他人也纷纷扔钱 有的扔银钉 有的扔银票 其中最大面值的一张 居然有二百两 不大会儿 云雀桌上堆满了银子 差不多一千两 扔完钱 这些男学子纷纷离开 大多带着懊恼唏嘘之色 最后一个年轻学子离开前 朝着云雀挑起大拇指 道 一个字 服 等这帮人走后 云雀莫名其妙 难道学宫里有钱人太多 看自己吃不起饭 都来接近 不对啊 就算自己当乞丐 也要不来这么多钱 这是一千两银子 又不是一千个铜板 如果学宫里 随便能赚到这么多 整个晋国的乞丐 怕不得全都集中到学宫门口 一辈子不愁吃喝了 正疑惑着 一个面貌老成的学子坐了过来 说是老成 其实就是显老 应该不到三十 但看起来足有四十多岁 这人神态温和 拿出个厚厚的小本子 道 这是韩师兄的一百两银票 这是吴师弟的二十两文银 这人将桌上的银子 与册子上的记录一一对照 很快点头道 总共九百七十两 一分不差 都在这里了 下注着二十六人 现有二十五人履约 云雀听得愈发糊涂 这位师兄 你说的是什么赌约 你不知道 对方比云雀还诧异 当然不知道 我昨天才来学宫 云雀道 原来是新入学的师弟啊 师弟运气真好 一来就能让五仙子开口 云雀更糊涂了 道 师兄能否说说 这钱和赌约到底怎么回事 谁又是五仙子 误打误撞 居然也能天降横财 师弟的财运实在惊人哪 我叫房石 百花店学子 家里是做小买卖的 我在学宫里售卖一些杂货 记录些赌约之类 赚个饭钱 房石容貌普普通通 天生一张笑脸 眯起眼睛 显得十分和蔼 房石很有耐心 将赌注的来龙去脉 一一解说 很快云雀恍然大悟 五仙子 指的就是刚才的阿梅 赌约 是百花店一些男学子 自发而来 赌谁能先让五仙子 先开口说话 据房石所言 五仙子入学宫以来 从不与男人说话 犹如冰山美人 由于样貌太美 五姿又无比迷人 被男学子们 惯以仙子之称 云雀刚才虽然大骂一顿 结果 让五仙子说出一句 你有病 于是 云雀成了唯一的赢家 按照赌约 谁能先让五仙子 开口对自己说话 哪怕只有一个滚字 也算赢 房石解释完之后 感慨道 师弟有所不知 这几年 搭讪五仙子的男学子 数不胜数 无一例外 全部杀鱼而归 别说 让五仙子开口说话 哪怕人家哼一声 都能让那群爱慕者 连着做几天的美梦 了解赌约真相后 云雀反而更加不解 等等 房师兄刚才说 这几年 难道那五仙子 来学宫很多年了 他不是昨天来的吗 云雀道 师弟真会开玩笑 五仙子在学宫 至少已经三年了 房石微笑道 三年 云雀沉默了一下 追问道 最近那位五仙子 一直在学宫 他有没有被关进大牢 怎么可能关进大牢 五仙子天天都来饭堂的 不瞒你说 我也是五仙子的爱慕者之一 每天能看到五仙子几眼 对我们来说 真乃一件姓事啊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吗 房石大大方方地说完 发现对面的云雀 脸色变得有点奇怪 云雀到现在才弄清楚 原来自己刚才认错人了 刚才的五仙子 不是阿梅 云雀的心里 此刻十分震撼 因为两个人 长得实在太像 简直一模一样 以云雀的眼力 不存在认错人的说法 除非两个人的外貌 完全一致 恰巧 天牢里的阿梅 与学宫里的五仙子 就像同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一样 没有丝毫不同 云雀心头微动 想到了一个可能 学宫里的五仙子 与天牢里的阿梅 是孪生姐妹 骂错人了 云雀嘀咕了一句 不过骂错 也有骂错的好处 至少得了九百多两银子 有件事 需要与师弟讲清 我负责记录这场赌约 每年要收拾两银子的记账费用 如今正好三年 你赢的钱里面 我要收走三十两 房石说着 拿出了三十两银子 云雀自然理解 人家记录了三年 拿点好处理所应当 三十两的记账费 可不便宜 但对比近千两的赌注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有了银子 云雀心情不错 至少最近在学宫里 吃喝不愁 房石很贴心地帮忙 整理好银票与银两 问了问云雀的名号后 建议道 云师弟一次赢得这么多银两 若觉得不易存放 或者想多赚些钱的话 可以存在我这里 每个月我会给你一分利当作利息 按照一百两计算 下个月你会得到一百零一两银子 一千两的话 每个月会多得十两 房石说完 云雀立刻警惕起来 房石兄家里不是做买卖的吗 怎么开个善堂 银子放你 这还能钱生钱呢 云雀道 商骨注定与善无缘 不满云师弟 你不仅可以在我这里存钱 还能借钱 存钱生利 借钱则需要还利 房石如实道 云雀点点头 原来是钱庄的手段 在房石兄这借钱 每月要多还几分利 云雀道 不多 三分利 不过拖延一月未还 三分利便会算到总账里面 房石微笑道 云雀听得都想夸赞两句 这位是个天生的买卖人啊 利滚利 不错 好买卖 云雀质疑道 不知房石兄如何担保呢 你若有个三长两短 找你借钱的肯定高兴 不用还钱了 但找你存钱的 可倒了没 银子打了水漂 这一点 云师弟无需担忧 即便我死了 我身上的账 也会有人继续承担 存钱与借钱一方 均不会有影响 房石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道 我的姓氏便是最佳保障 云雀不解 房石兄此言何意 我家是开商行的 房家商行还算有名 不仅在大镜设有钱庄 酒楼 当铺 客栈 在少五国 在宁萧国 来自云州霸主大秦 都有我们房家商行的钱庄 所以 钱这方面 我姓的房子 就是金字招牌 房石笑以宁的道 云雀听完古怪的看了对方一眼 你之前管这叫小买卖 这都不叫家里有矿了 这叫富可敌国还差不多 重新打量了一番对面的房石 除了贤老 看起来比旁人稳重些之外 实在没有任何出奇的地方 手上没班纸 也没挂玉佩 一双布鞋 看起来普普通通 跟个穷书生差不多 谁能想到 这么个模样普通 衣着普通 连说话都和和气气的年轻人 居然家里的钱庄遍布诸国 连续记录赌约三年 从而赚取三十两银子 这种举动 实在不该是房石这种豪门子弟所为 然而 云雀很清楚一点 越是不放过任何小钱的商骨 越是真正的深藏不露 云师帝今后 若需要武器单要各类材料之类 都可以来找我 我卖的东西 价钱可能会贵一点 但品质绝对有保障 房石说着 朝云雀挤了几眼睛 道 想要 品尝美味佳肴也没问题 天气城里 有我家两座酒楼 外加一座青楼 云师帝弱去了 替我即可 给你打个酒折 青楼都能打折 云雀还是第一次听说 房石的稳重和健谈 给云雀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 这位家境巨富的房师兄 在得知云雀是西楼学子后 之前的稳重消失了一瞬 云师帝 居然是西楼学子 房石的眼睛不大 此刻瞪大了起来 脸上充满震惊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云雀道 没问题 西楼就是 就是人少了些 房石很快恢复正常 目光中却多了一份敬佩之色 敢去西楼求学的学子 在百花殿 是最让人佩服的 原因很简单 西楼学子 容易人间蒸发 与房石相熟后 云雀询问起一个关键问题 对了房师兄 刚才你说下注的26人 有25人履约 还剩下一个是谁 这个 房石的脸色变得为难起来 啊 云师帝 最后一份赌注 我劝你别要了 最后一个下注的 该不会是房师兄你吧 云雀道 当然不是 我若下注 岂能赖账 房石将小本子拿出来 让云雀看 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谁在哪一天下得注 下了多少银子 包括十辰都有 其他付了钱的名字 都被房石勾掉了 唯独剩下最后一个 银涛 云雀念出最后一人的名字 这人 云雀不认的 但从姓氏看 应该是皇族 因为皇帝姓英 豫王之子 皇帝的亲侄子 房石压低声音道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妨算了 房石也算好心 找王府世子要赌账 一般人可没这种胆量 而且容易惹出是非 但房石不知道 他对面的少年 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三千两 云雀瞪起了眼睛 盯着樱涛 名字后边的赌注 白纸黑字标注着三千两巨款 房石看了看左右 低声解说道 樱涛对五仙子一见倾心 念念不忘 经常制造机会搭讪 结果几年下来 人家五仙子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 樱涛气恼之下 才在我这里下了重主 他觉得自己 肯定是第一个让五仙子开口的人 结果让你先下一城 你说 这钱他能给吗 房石对事情看得十分透彻 一个世子 自然不会缺钱 但绝不会咽下这口气 如果让樱涛知道 五仙子先对别的男人开口说话 他肯定勃然大怒 若再去找他要钱 相当于火上浇油一样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皇帝欠钱也得还啊 云雀说完 朝房石要来记载着赌注的纸条 那可是三千两 足够云雀薄命一战了 何况只是个赌债 别人不敢要 云雀可不在乎 房石摇了摇头 叹气道 云师弟多考虑考虑 莫要冲动 说完告辞离开 云雀当然不会冲动 要账这种事 没钱最拿手了 分他一百两 那家伙肯定能想出一百种手段来要账 不过前提是 不能把樱桃王府世子的身份告诉没钱 否则没钱肯定不会帮忙 怪不得我罗没校尾 谁让你这孙子不借我钱呢 云雀此刻觉得神清气爽 之前没从没钱手里借来钱的气闷 消散一空 在学宫里 有朋友的感觉 真好 有了钱 自然得大吃一顿 刚才那位五仙子 要的饭菜太少 几口就没了 云雀吃饱后 回到西楼 木安正好刚睡醒 迷迷糊糊的在发呆 牧师兄 打听个人 五仙子叫什么 云雀道 南楼的五仙子啊 叫穷武 天穷的穷 云师弟见到五仙子了吗 他可是我们百花店的招牌 学宫十美之一呢 木安一提五仙子 也不迷糊发呆了 兴致勃勃的道 五仙子的武姿堪称一绝 其他学店的男学子 经常来百花店转悠 就等着一读五仙子起舞的方姿呢 一听十美 云雀也来了兴趣 道 看来学宫里美人不少啊 那当然了 天骑学宫 汇聚天下间的年轻修士 美人无数 能排进学宫十美的 都是倾国倾城的人物 当中有八位是学子 唯有两位是先生 木安如鼠家真的道 两位先生当中 想必有一位是南楼先生 麒麟珠了 云雀道 既然南楼先生 曾经是天下第一花魁 模样肯定不会差 对对对 麟珠先生肯定当得上十美之一 木安连连点头道 另一位女先生是谁 云雀道 仙丹殿先生 薛紫衣 是位温柔美人 声音软糯 听得人骨头发酥 有一次 我去仙丹殿帮末老 借些材料 见过紫衣先生 像一位邻家姐姐一样 美丽又善良 木安道 仙丹殿啊 好像离这百花店挺远的 云雀道 十美当中 谁排第一 十位美人 各有千秋 很难排出先后的 不过学子们私底下 都公认一位 是真正的十美之首 木安神神秘秘地道 云师弟猜一猜 到底谁是十美之首 我刚来学宫 哪里猜得到 不会是凌云郡主吧 学宫十美 必定有他一席之位 猜对了 正是凌云郡主 木安道 凌云郡主不仅人美 心灵更美 为了天下苍生 四处奔波寻找灵花 不知遇过多少危险 人家在学宫里求学的时间 比我们少得多 可学业却是数一数二的 如此才貌双全的美人 简直是所有男学子心目中的仙子 木青瑶在学宫里 被誉为十美之首 云雀并不意外 凌云郡主的美名 在整个大境都家喻户晓 人又生的美若天仙 做的又是 拯救苍生的寻花之举 天气学宫十美之首 人家当之无愧 这么说 凌云郡主在学宫里 有不少追求者了 云雀道 何止不少 学宫的言无常理 几乎每天都有人 为了凌云郡主大打出手 就为了争个护花使者的名额 前一百早满了 谁想冲进前百 得挑战才行 木安道 这么夸张 那一百人 凌云郡主都认得 云雀惊讶道 认得什么呀 人家凌云郡主 才不认得那么多闲人呢 都是那些男学子 自发排列的前百名额 弄了个称号 叫什么凌云榜 能排进前百的 整天沾沾自喜 也不想想人家郡主 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木安酸溜溜的道 大有一种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味 看样子 这位也很希望自己能上榜 虽然没什么用 至少能跟别人吹嘘一番 咱也是凌云榜上的人物 云雀听得哭笑不得 原来学宫里 有这么多无聊的家伙 上个榜都能每半天 如果成了凌云郡主的一中人 还不得没死 云雀道 美不美死不知道 但很大概率会被打死 木安道 天奇学宫上万名男学子 爱慕凌云郡主的 少说有一多半 你想想看 如果谁被郡主青睐 那群爱慕者 还不得发疯呀 这么危险啊 云雀诧意道 其实不用担心 凌云郡主那等仙子 天底下根本没有男人配得上 谁要敢娶凌云郡主 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木安道 牧师兄 人家郡主嫁娶 好像和你没关系吧 云雀道 嘿嘿 我就那么一说 谁都愿意看着心中的仙子嫁人啊 木安挠头笑道 世人爱戴的凌云郡主啊 谁娶了她 可倒霉咯 云雀感慨了一句 道 对了 凌云郡主最近来没来学宫 这个可不清楚 凌云郡主经常出门 每年在学宫 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 很少能见到的 木安道 云雀看了看天色上早 打算去红如店转转 打听打听木青瑶的消息 木青瑶便就学于红如店 临走前 云雀问道 莫老一般什么时候授课 讲不讲与武道有关的东西 木安脸色一苦 道 莫老不讲课的 更不讲武道 之前只有我一个学生 莫老心情好 也许会指点两句 心情不好 只让我干活 现在你来了 估计也和我一样 云雀无奈 只能放弃西楼 跟着那位爱装死的莫老 估计什么也学不到 只能找机会 先去阎武店偷艺了 随后云雀去了趟红如店 红如店不愧为儒家学堂 学子们井然有序 大多温文尔雅 即便见到云雀这个 其他学店的学生 也有不少人点头示意 很有礼貌 于是云雀走了一路 林云郡主没看到 脖子倒是有点酸 一直和人家点头来着 最后找了两个 红如店的学生 打听木青瑶的消息 得知小郡主 最近并未返回学宫 没在 去哪了呢 云雀实在想不通 木青瑶的下落 自从抵达皇城 已经四天了 即便被长辈禁足 百花店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晚饭的时候 云雀又遇到大汉屠苏 和他的半当满身 这两位的晚饭 清汤寡水的 俩人只吃一盘菜 云雀特意看了眼 是盘麻婆豆腐 又软又辣 按理说 大汉不爱吃才对 结果屠苏 吃得狼吞虎咽 差点和满身强起来 这位大汉 应该是没钱了 看到屠苏的模样 云雀仿佛看到了银子 在向自己招手 房时能干的买卖 云雀一样能做 不过借钱这种事 云雀是不会单纯 往外借的 但能以物换钱啊 比如说 天鹰部的两万只羊 十两亿只羊的话 看屠苏的模样 估计七两也能卖 如果再饿几天 没准还能降价 草原蛮人与晋国是世仇 坑仇家的银子 一点负担都没有 吃过晚饭 云雀回到西楼 特意还选了 昨晚睡的那间房 这次旁边的木床上 空荡荡 没人 昨天的家伙 到底是谁 云雀打了套拳 带着疑惑躺在床上 这次云雀没睡得太沉 半夜的时候 听到轻微的脚步声 出现在门外 云雀翻身下地 来到门口 将房门打开一纸宽 望向外面 不多时 一道剑术的身影 经过门口 屋子里漆黑 对方没发现云雀的目光 继续往远处走去 云雀却看清了此人的模样 随后 云雀的神色骤然一变 眼中泛起惊疑 刚才走过去的家伙 云雀认的 不是学宫里的人 而是天牢里 刚刚死掉的 那个囚犯九头鼠 此刻云雀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念头 诈尸了 在学宫里 见到与阿梅一模一样的穷武 那时认错了人 但这次遇到的 可不是活人 而是早就死掉的九头鼠 云雀心里暗暗嘀咕 难不成 九头鼠也有个孪生兄弟 在学宫里求学 略意沉吟 云雀无声无息地打开门 跟在九头鼠后面 九头鼠脚步不快 身体显得有些僵硬 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到长廊尽头 开始上楼梯 云雀跟着对方 一直到了三楼 九头鼠站在一扇门前 不动了 至此 云雀能确定一件事 九头鼠不是活人 而是一具尸体 没有任何呼吸 行尸 午夜时分 无人的西楼内 行尸走肉 旁人看到如此恐怖的画面 非得吓个半死 云雀不怕 没胆量的话 还叫猎妖人吗 况且 行尸这种东西 云雀又不是没见过 野外偶尔会出现 不过大多走几步就倒下 像九头鼠这种 还能上楼梯的 云雀没遇到过 嘎吱 房门开启的声响 在寂静的西楼内 格外刺耳 九头鼠迈步走进屋中 云雀也跟了进去 屋子里没人 空荡荡 一张小园桌上点着火烛 烛光昏暗 四周贴着墙壁 排列着一些奇怪的水缸 盖着盖子 不知装着什么 九头鼠进屋后 便站立不动 云雀转到正面 一身死气 尸体保存得十分完好 并无尸气外意 就像刚死的一样 正打量着九头鼠的尸体 云雀身后忽然传来一道 沙哑苍老的声音 看什么呢 声音出现得极为突然 云雀毫无准备之下 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不知何时 背后站着个枯瘦的老者 两眼冒光 跟个骷髅成精差不多 正是西楼先生 墨老 我随便看看 云雀随口说着 心头泛起惊骇 以自己敏锐的感知 竟没发现 墨老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 若对方是敌人的话 足以趁机杀掉自己 怎么跟个火鬼一样 神出鬼没的 云雀在心里覆斐了一句 我的东西 不允许旁人随便看 墨老目光悠悠地盯着云雀 沙哑道 看了会倒霉的 学生记下了 下次不看了 这就回去睡觉 云雀说着想走 嘎吱一想 房门自行关闭 既然来了 留下吧 墨老背着手飘到墙角 掀起一个大缸的盖子 云雀瞄了一眼 缸里面装着黑漆漆的水 水里抛着森森白骨 又是尸体 又是白骨 这地方怎么看都像杀人现场 要不是知道九头鼠早死了 云雀说什么 也得逃出去 省得自己明天也成了尸体 打开盖子后 墨老将里面的白骨 从水里捞出来 扔到地上 白骨是零散的 有骷髅头 有手骨 有腿骨 散落一地 天亮之前 把这副白骨拼接完整 墨老说着 取出一团黑线 交给云雀 黑线很奇怪 类似蛇皮编织而成 上面带着纹路 云雀试了试力道 极其坚韧 用不着天亮 一会儿即可接好 云雀说着开始动手 用蛇皮黑线串连白骨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便将散乱的白骨还原 墨老背着手 始终在旁边看着 等白骨恢复 他点了点头 道 不错 手法老练 看来你对世骨很熟悉 学生当过舞座 验过几年诗 墨老若没事的话 我回去睡觉了 云雀道 这位阴森森的西楼先生 浑身透着一股诡异 云雀可不想 与这种家伙相处太久 原来是舞座 难怪你能通过考核 墨老指了指九头鼠的尸体 道 你来说说 他是如何死的 病死的 云雀随口答道 墨老节节怪笑了两声 道 敷衍先生 是要受到惩罚的 你从天牢逃出来 是不是还想被关回去 墨老说笑了 我是天牢狱卒 不是囚犯 云雀辩解道 天牢狱卒 可没有考进学宫的先例 考核当天 你又来得那么晚 不是逃犯是什么呢 墨老道 当时天牢里 关进来许多新囚犯 学生因忙碌而来晚了 况且 小小狱卒也有一颗求学之心 学生努力多年 终于如愿考入学宫 天牢里的同僚 正准备给我庆祝呢 云雀胡周道 墨老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似笑非笑的道 你说的那些同僚 恐怕没准备庆祝 而是准备给你加刑吧 你的通缉令 都快贴到学宫门口了 云雀尴尬地笑了笑 老老实实开始验尸 简单查看一遍后 给出答案 中毒而亡 当时云雀见过九头鼠 被抬出牢房的模样 脸色铁青 口吐白沫 说是暴毙 但云雀知道 肯定是阿梅的手段 在天牢里 想要弄死一个囚犯 用毒杀的办法 是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的 阿梅之前的育友军都病死 想必也是被他给毒死的 不对 墨老沙哑道 咒杀 他中了毒咒而亡 也不对 墨老摇头道 梦杀 他死于梦境 被乌修所杀 云雀道 还是不对 墨老继续摇头 这下云雀奇怪了 阿梅一个弱女子 能动用的修为 不外乎毒杀 咒杀以来 很快 云雀想起了爬进耳朵的小虫 最后给出个答案道 他死于蛊虫 天牢里的阿梅 云雀认为绝对有修为 极有可能是乌修一道 因为只有乌修杀人 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可轻易掩人耳目 用骨 正是乌修的拿手好戏 墨老居然再次摇头 否定了云雀的猜测 云雀这下认真起来 重新仔细检查 一遍尸体 确认没有任何伤口 尸体完整 又是暴毙而亡 我觉得 符合乌修梦境杀人的结论 云雀质疑道 墨老乖笑着来到尸体进前 翻开眼皮 一下将眼珠子挖了出来 捧在手里道 世上一切杀人之法 都会有迹可循 梦境杀人看似玄傲 实则没什么新奇 以法术令目标陷入尘面后 乌修再用自身法力 形成一束神念真芒 摧毁目标神魂 令其在梦境惨死 这便是梦杀之法 你要记住 梦杀的痕迹 来源于眼球 眼通脑 脑运神 死者在梦境中 被摧毁神魂 自然会遭受巨大恐惧与痛苦 这份恐惧痛苦 会传递到眼睛 使得眼底充血 而这颗眼球上 只有血丝 并未充血 说明 他并非死于梦杀 云雀听得很认真 也很佩服 不愧是传授武座一行的先生 对验尸的经验 如此老道 云雀自己就是武座 对死者的死因大多清楚 几乎一看便知 但修行者的手段千奇百怪 尤其乌修杀人 毫无痕迹 如果莫老不讲 云雀无法了解到 死于梦境的尸体 居然有如此特征 那么 毒咒与蛊虫呢 一样能让人死得无声无息 云雀追问道 毒咒更简单了 看看尸体的血迹 即可判断是否中毒 蛊虫的确有些麻烦 最难分辨 需要极为详细的查验方 可看出蛛丝马迹 莫老背着手 声音沙哑地道 蛊虫种类繁多 千奇百怪 大小不一 有活骨死骨之分 有虚骨死骨之别 最小的蛊虫 可从毛孔钻进人身 想要分辨出来 需要检查尸体浑身毛孔 乃至每一根头发 这种检测的能力 需要到家零食方可 还要对蛊虫了解到极致 知道每一种蛊虫的特点 才能最终定论 莫老语气平淡 好似在讲述着一件平常事 可听在云雀耳中 却是一种震撼 莫老能确定 九头鼠并非死于蛊虫 说明人家 除了拥有到家修饰的零食之外 已经对蛊虫极为了解 难怪人家能成为学宫的先生 云雀至此 改变了对莫老的看法 不管像不像火鬼 至少人家的学识 确实渊博 莫老握起一只手 形成拳头 道 死于一拳 这下云雀更难以理解 尸体外表完好无损 根本没有伤处 怎么会被一拳打死 莫老将眼珠子按了回去 拿出一把匕首 划开尸体的前心 随后将心脏掏了出来 又是挖眼珠 又是掏心脏 这种做法 换成别的学子 早下跑了 云雀自安稳如常地站在原地 现在 看出来了吗 莫老捧着心脏 阴森地笑道 尸体经过特殊处理 血液早已凝固 心脏显得十分新鲜 云雀只看了一眼 便脱口道 心脉净裂 内境所杀 莫老手里的心脏 仔细看去 能发现 里面存在着密密麻麻的细小裂纹 预示着心脉内部 已经被震得碎裂 而外表还完整如初 得知死因的那一刻 云雀心头泛起震惊 这种伤势 他也能办得到 但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一拳下去 心窝都得被打得塌陷 骨头也会断裂 心脉自然能震碎 可九头鼠的尸体是完整的 没有任何伤势存在 如此情况 唯有一个可能 那一拳 是七品 炼神镜武者所为 因为只有七品武者 才能完美掌握内境 从而形成隔山打牛的伤势 不伤外表 而震碎心脉 让云雀震惊的 不是九头鼠的死因 而是天牢里那个柔弱的阿眉 居然是七品武者 谁能想到 一个只会唱曲儿的弱女子 竟拥有着七品 炼神镜的武道修为 墨老把心脏放回原处 几下将伤口缝好 目光阴森地盯着云雀道 你还不错 胆子够大 比穆安强不少 从今天起 我教你一个法门 名为炼师术 听闻炼师术 云雀骤起眉 这种术法 一听就是道家 或者乌修一脉的手段 自己一介五夫 又没有法力可言 怎么修炼 将疑问道出后 墨老怪笑了两声 我的炼师术 自然与旁人不同 出自一份远古秘法 炼师 只是第一层法门而已 这份法门 无需法力或者灵力 只要你的神魂足够强大 就有修炼的机会 用神魂来控制尸体 云雀大为不解 这种手段 前所未闻 法力 来自于修为 墨老背着手讲解道 道家修内丹 儒家修文胆 佛门修本心 乌门修古道 五夫修气血 世间各大修行之法的精髓 除了五夫之外 无外乎四个字 沟通天地 云雀神色凝重 静静聆听 五夫没有内丹 没有文胆 唯一能沟通天地的机会 便是神魂之力 墨老语气深沉地继续讲道 以神魂之力驾驭的法门 天下罕见 老夫的炼师术 正是其中之一 你若能修成 即可驾驭炼师作战 相当于多了左膀右臂 学生愚钝 怕是学不来 况且我觉得 五夫学了炼师术 用处不大 云雀如实道出了想法 呵呵 有没有用处 试试就知道了 墨老乖孝奸 不见他有什么动作 可旁边九头鼠的尸体 居然动了起来 一拳轰向云雀 云雀的反应也不慢 同样出手 与对方互轰了一拳 九头鼠的身体 倒着往后飞去 直至挪移了树杖才停住 云雀则倒退了一步 别看仅仅退了一步 云雀大为吃惊 自己刚才动用的 是八品舞者的力道 而九头鼠那一拳 尽管没有自己力量大 但也有九品巅峰舞者的程度 一具尸体 怎么会保留秀为 他生前是八品舞者 从天牢拉出来后 本该丢到城外乱葬岗 被我用二两银子买了下来 以炼尸术祭练过后 保留住九品修为 末老略显自得的沙雅道 这便是炼尸术的奇异之处 能保存尸体一部分修为 若有七品尸体 做成炼尸后 便有八品修为 六品尸体 可保留七品修为 以此类推 怎么样 你觉得 这算不算有用吗 我如果有一具一品舞者的尸体 就能做成二品战力的炼尸 云雀惊讶道 照这么算下去 修炼炼尸术的人 岂不是早无敌了 别想得太美 一品禁剑 不是我们能涉及到的存在 即便有尸体 也未必能祭炼 末老语气阴森地说完 递给云雀一个古旧的小册子 记载着炼尸术的法门 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来问我 切勿贪功冒进 否则容易神魂崩裂 末老指了指墙角的一排大纲 语气诡异地道 你的这些师兄们 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完 末老无声无息地飘出门外 九头鼠与那具拼接好的白骨 也跟着走了出去 云雀随后打开大纲看了看 全是白骨 难怪西楼人手 原来不是没人来 而是来的人 都死了 炼尸术 这玩意听起来不错 但云雀没打算修炼 实在太危险 连翻都没翻 云雀直接将小册子扔在住处 比起多一句炼尸术战 还是自己活着的好 他可不想若干年之后 有个师弟从大纲里 把自己淋散的白骨捞出来 重新组装 躺在床上 云雀有点了解天气学功的规矩了 先生教的东西 千奇百怪 学生可以随便学 但自己修炼出现意外而顽固 那么与传授法门的先生 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这也是为何西楼死了不少学子 而莫老还能留在百花店的原因所在 一觉天亮 在饭堂门头吃早饭的时候 云雀察觉到对面有人看自己 而且离得很近 眼珠子都要掉进自己饭碗里了 一抬头 正是屠苏的大脸 这位草原大汉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个进咽口水 旁边的满身也一个模样 像两只饿狼似的 怎么了大汉 有事吗 云雀道 那个 云师弟啊 上次你吃了我的饭 今天能不能请我吃一顿啊 实在太饿了 屠苏有气无力地道 东楼先生的人头豆腐你怎么不吃 顶饱的 云雀边吃边道 那是人吃的 正常人肯定吃不下 只有云师弟这种豪杰才敢吃 屠苏急忙改口 云雀听得好笑 道 想吃什么 这顿我请你 屠苏和满身一听 转身就跑 不大会儿端过来一大盆包子 足有上百个 云雀看得眼睛发直 你这是一顿顶三天哪 还是云师弟大方 以后送你两只羊 两人埋头大吃 既然说了请客 云雀爽快地付了账 最好弄见阎武店的学子福 云雀思索着 如何混进阎武店 没钱那个小气的家伙 是别指望了 云雀很快想到一个人 房石 房石在学宫里行商 不知有没有学子福卖 从饭堂出来 看到北楼外围着不少学子 北楼没有先生 平常这里多为其他学子活动的地方 人不算多 不知今天出了什么新鲜事 云雀正好路过 走上前瞧了瞧 很快听说一个消息 北楼有了新的先生 百花店东西南北四楼 目前只有三位先生授课 云雀也好奇着 最后一位北楼先生 是何方神圣 如果传授武道 就更好了 正瞧着热闹的 云雀发现身后有人挤 回头一瞧 是个弱不经风的年轻人 背着剑 鼻子上贴着膏药 不知被谁揍了 这人云雀认的 考核当晚 打算跟自己混进学宫的那个家伙 被自己关在了门外 你怎么进来了 云雀奇怪地道 既是学问之地 赌学之人 为何不能进来 年轻人看到云雀 下意识地揉了揉鼻子 你又不是学子 云雀道 我确实不是学子 但我是先生 年轻人指了指鼻子上的膏药 道 关门关那么重 要钱你得赔我 看着年轻人费力的挤进人群 云雀哭笑不得 早说你是先生 当时就给你留门了 况且 这是什么先生 关个门都能被伤到 简直弱不经风 年轻的先生 终于挤进北楼 站在大厅内高声道 诸位安静 从今日起 我在北楼教书 年轻先生咳嗽了一声 昂首道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天下多不平 唯有剑平之 我的名字 便叫做剑平之 周围安静了一瞬 剑平之这名字够古怪的 不过听起来很是霸道锋利 有一种锋芒毕露之感 很快有学子发问 先生 传授的是什么 莫非是剑道 剑平之缓缓摆手 微笑道 我传授的学问 有些特殊 叫做神道 周围一片惊呼 神道这词 实在新鲜 大家都没听说过 什么是神道 有人高声发问 剑平之面带笑意 温和的道 神道乃是我专言多年 吉佛 道 如三家精髓开辟而来 别开天地 另创一家的修行之道 好家伙 云雀听完大为震惊 这个剑平之 是打算开辟出一个 新的修炼体系 要行那圣人之诀 一众学子 纷纷发出惊呼 连学功大祭酒 都没敢说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这位新先生的口气 未免太大 一些颇感兴趣的学子 纷纷发问 想要知道 神道究竟有何玄奇之处 剑平之看得出很高兴 抬手示意众人安静 道 简单说来 神道 便是请神上身 借用神明之力 乘风破浪 开山填海 一句话说完 只听哗啦一声 挤满人的大厅里 走得一个不胜 云雀边走边嘀咕 东楼算命 南楼歌舞 西楼艳师 北楼跳大神 百花殿可真热闹 正好凑了 一桌四大天王 剑平之愣了愣 怎么都走了 神道之玄奥 非凡莫测 难道没人愿意学吗 不学也来听听吗 我讲得可有趣了 北楼先生卖力地吆喝着 可惜没人理会 云雀走着走着 目光一动 有杀气 以舞者的敏锐 云雀朝着右侧望去 果然与一双 充满杀气的目光相对 不远处的南楼门口 孤立着一道窈窕身影 一身淡蓝色白褶裙 长发如铺 肩若消成腰如约素 美颜如玉 正是穷武 只不过这位武仙子的目光 此刻冷冽得好似能杀人 正瞪着云雀 云雀自然不甘示弱 回瞪着对方 你眼睛大 了不起吗 我眼睛也不小 至于道歉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姐俩长得一模一样 关我什么事 瞪了好一会儿 穷武转身走回南楼 看样子正准备着学武 穿得也是舞裙 云雀心里暗暗好奇 穷武与阿梅 绝对是姐妹 但两人的处境 天差地别 一个在学功求学 一个在天牢里蹲大狱 这是什么原因 别人的是 云雀懒得多想 正好看到房石 于是追了上去 房师兄 留步 云师弟气色不错 想要存钱吗 不存钱 打听点事 房师兄这里竟然卖东西 不知有没有 阎武店的学子服 我打算买一件 云师弟真会开玩笑 学子服是学功之物 学子的身份证明 岂能买卖 被学功知道了 会被开除的 这样啊 那算了 我恰好前两天 捡到一件阎武店的学子服 云师弟若认的丢失之人 可以带为领走 我只收一百两银子的 保管费即可 云雀狐疑地看了眼对方 道 当真 买卖无戏言 房师说着 将云雀领到东楼一间小屋 果然拿出一套 绣着刀剑的阎武店学子服 还是崭新的 云雀痛快地 给出一百两银票 虽然舍不得银子 但混进阎武店最为重要 拿到衣服后 云雀道 房师兄应该知道 我要这衣服有什么用 我若被阎武店发现抓住 你难道不怕被牵连 我相信云师弟的为人 房师拿出一枚 遍布小孔的骑石 笑道 疾病法器留音时 刚才我们交易的对话 已经记录下来 我是捡到的学子服 正好你花钱 替施主领走了而已 我这人比较谨慎 所有买卖 都会留个后手 云雀挑起大拇指 道 房师兄果然是买卖人 房师黑黑一笑 又拿出一块奇遇道 我这里还有留影域 一些重大的交易 不仅留声 还要留影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吗 云雀麻木地笑了笑 其怕哪都有 唯独学宫多 阎武店 学宫十二店之一 金碧辉煌的大店外 并排划分着十处阎武场 每个阎武场内 都摆放着上百件兵刃 刀枪剑挤 辅越勾叉 应有尽有 经常有学子 在阎武场内切磋较量 阎武店 传授武道意图 来此求学的 无一例外 全是武者 武夫最喜欢切磋 很多武道招式 只有在对战中 才能快速修炼成功 以至于阎武店 每天都有学子受伤 学宫十二店中的 回春店是传授一道的地方 学子们戏称 回春店早晚被阎武店兼并 因为回春店里养伤的 全是阎武店的武者 快要比回春店学子的 数量还多了 由此可见 阎武店是打架圣地 天黑之后 阎武场上立刻变得空荡荡 学子们会聚在 阎武店一间宽敞的大厅内 阎武店的先生比较特殊 白天喜欢睡大觉 只有晚上才会受课 云雀穿着阎武店的学子服 很自然地融入人群当中 到了大殿内 先生还没来 云雀看了眼四周 很快瞄到 穿着学子服的眉前 正坐在角落 眉前正闭目养神 等着上课 听到旁边有动静也没在意 直至他听到熟悉的声音响起 不穿盔甲 终于有点人母狗样了 眉前猛然睁眼 果然看到云雀坐在旁边 你怎么混进来了 眉前惊奇地低声道 什么叫混 我是来求学的 圣人说偷师不丢人 云雀第一次看到 眉前不穿盔甲的样子 笑呵呵地 用拳头捶了两下对方心口 道 舍得扔掉你那身盔甲了 咚咚 手里传来的响动 让云雀和眉前同时沉默了 每一所思 盔甲不穿了 结果护心镜挂在衣服里面 这是多怕死啊 随着一道身影出现 大殿内安静下来 云雀望向前面 延五殿的先生 名叫许贤云 四旬上下 面皮白净 身形高挑 算不上壮硕 看起来有点文质彬彬 好似如生 学宫十二殿 各殿先生的名绘 都记载在小册子上 学子们随时可以翻阅 云雀曾经看过 将各殿先生的名字早已记下 许贤云走上讲台 环顾一众学子后 红声道 人来的不少 上次讲了练古镜 如何最快达到根基圆满 这次该讲突破练神镜 云雀闻言 目光一亮 来巧了 自己正需要突破练神镜的经验 大殿内有很多八品练古镜的学子 此刻纷纷正经微作 神态凝重而认真 对接下来的授课十分期待 许贤云招了招手 立刻有学子搬来的大木箱 放到讲台旁 大殿内的众人 纷纷献出好奇之色 不知先生传授修炼经验的时候 怎么还要准备道具 许贤云打开木箱 从中拎出一雾 大殿内响起一阵惊呼 有些女学子甚至捂住了嘴巴 许贤云拿出来的东西 竟是一副白骨 人骨 看到那白骨 云雀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白骨容易散开 各处骨头均用细细的绳子连接了起来 而且连接的手法老道 看起来十分完整 云雀之所以表情古怪 因为许贤云手里的白骨 正是他昨天晚上拼接的那副 莫老昨天要自己拼接白骨 原来是借给阎武殿先生的 许贤云一手拎着白骨 一手指着头盖骨 红声道 众所周知 冲击七品练神镜 共有三步 也是三个难点 冲神脉 破神脏 宁神骨 每一步都危机重重 我先讲何为宁神骨 此话说完 有学子大为不解 询问道 先生 破镜七品练神的第一步 不是冲神脉吗 没错 第一步是冲神脉 但那是你们的第一步 不想听你可以上来讲 许贤云说完 没有学子 还敢多问 云雀听得好笑 这位阎武殿先生的脾气够大的 见没人说话 许贤云接着道 所谓宁神骨 便是将神魂之力融入金骨 神骨融合 将肉身淬炼至巅峰 唯有如此 才能为下个境界打好根基 许贤云环顾四周 问道 都听懂了吗 一众学子齐声答道 听懂了 许贤云点点头 道 听不懂也无所谓 因为这段是废话 书本上全都有 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不讲废话 你们当中 谁知道人身上 共有多少块骨头 阎武殿先生 这个奇怪的问题 学子们低头的低头 摇头的摇头 一时间没人答得上来 206块 云雀用很低的声音 嘀咕了一句 身为武作 这种问题根本不算问题 早就数过了 别说人有多少骨头 就连各种妖兽 有几块骨头 云雀也知道的清清楚楚 许贤云的目光 瞬间落在云雀身上 点头道 不错 居然有人知道 那么你来说说看 206块骨头 宁身骨的话 要从哪一块开始最好呢 云雀心头一惊 自己刚才只是 很低声音的自语 连旁边的煤钱都听不到 而且离着讲台极远 居然被人家听了去 这位先生的听觉 足以笼罩整个大厅 甚至整个演舞殿 这得多高的境界 虽然心中惊奇 云雀外表始终镇定 起身达到 如果我要宁身骨的话 一定从头骨开始 云雀没体会过宁身骨 但他八品练骨镜 就是从头骨开始大熬 不同于其他人的 从脚开始修炼 云雀的回答 很快被一名学子反驳 不对 应该从脚开始 我们八品武者熬练筋骨 都从脚下开始 双脚是根基 脚下不牢站立不稳 何况头部最为重要 必须放在最后 将身体其他骨骼凝练完毕后 经验也会充足 这时才是 凝练头骨的最佳时机 这番话 迎来许多学子的认同 很多人纷纷点头赞同 云雀没去辩驳什么 直接坐下 他又不是演武殿的人 这种时候低调为好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许仙云没给出正确答案 而是朝着云雀道 说说你的理由 为何一定从头骨开始 云雀没办法 只好再次起身道 我修炼是用来搏杀的 不是用来求稳的 双脚强弱无关紧要 先把脑袋保住 才能在厮杀中活得更久 所以我选择从头开始 云雀的回答 推翻了一众学子固有的认知 他们无需搏杀 只需要在学宫里 不断学习修炼 就能提升境界 甚至有很多人 根本没面对过妖兽 没经历过死战 他们觉得打敖本体 就该从脚开始 根本不明白 与妖兽的恶战中 脑袋如果太弱 很快就会丢的 脚断了还能活 还能站 脑袋断了 一命呜呼 大厅里无数学子们 疑惑之际 许仙云大笑起来 哈哈 好一个从头开始 先强化致命弱点 这是武夫与生俱来的直觉 都给我记住 我们是武夫 不是戏台上的武射 何为武 以武破镜 以武斩妖 以武开天 没有疏死而战的信念 趁早改修 说完 许仙云又一招手 立刻有人奉上热茶 一众学子们安静地等待 有人明误了什么 也有人始终懵懂 等喝完茶 许仙云继续讲课 敲着骷髅的头骨道 宁神骨 最佳顺序就是从头骨开始 因为神魂在头中 头骨与神魂最易融合 若去先融合双脚 那是舍尽求远 一块神骨一场结 宁神骨的痛苦 唯有经历过的舞者才懂 冲击境界之前 我劝你们先备好毛巾 准备擦眼泪 当然你们可以忍住一口气 只融合关键的几块大骨 比如头骨追骨 也有机会达到七品 不过战力会相对削弱 没有宁愿的那些骨头 将是永久的弱点 说完 许仙云宣布暂时休息 他要去吃宵夜了 回来再讲破神脏 云缺正听的聚精会神呢 结果先生走了 难怪穆金瑶说 实在够怪的 先生一走 大厅里热闹起来 学子们互相议论 嘈杂四起 听了半堂课 云缺想起常威 当时在危急时刻破镜七品 应该就是一口气 融合了主要的几块大骨 更多的骨骼 他根本没时间融合 旁边走来一人 云缺抬头一看 笑了起来 吴师兄恢复得不错 眼眶不怎么轻了 过来的正是吴鹰 吴鹰 苦笑着坐到旁边 道 眼眶好了点 鼻子现在还偶尔流血呢 吴师兄没被牵连吧 云缺道 还好 大人没怎么怪罪 只是这两月的俸禄 与我无缘了 吴鹰自嘲道 里面现在什么情况 云缺低声道 里面 指的是天牢 都不思的人满黄城找了两天 没找到只能作罢 拍些人手在外面做做样子 你的事已经没人提了 吴鹰低声道 云缺放心了不少 没有大动干戈 说明行不也心虚 否则天牢逃了重犯 哪能这么消停 只追查两天 周围人多 吴鹰没再多说 临走前低声道 今晚阎武殿有学正查检 是事务堂的总管宋先生 走的时候小心 云缺文言 往大厅外看了眼 果然看到 一名身穿黑袍 神色肃穆的中年人 站在门外 学正 是天骑学宫里的一种身份 也是职务 天骑学宫 以大忌酒为首 执掌学宫 旗下设有各殿先生 传授学问 先生之下是客亲 为聘请而来的奇人议事 接下来便是学正 学正相当于学宫内的管理人员 协助大忌酒处理各项事务 归属事务堂 无音口中的宋先生 名为宋道理 是学宫第一学正 事务堂的总管 据说此人极为严厉 经常处罚学子 被私下里 称为黑面虎 学正偶尔会到 各殿查检学子人数 与身份 没想到 今天碰上了 而且还是总管 云缺暗道倒霉 等会出去的时候 得想办法 绕开那位黑面虎 云缺看了看旁边 没钱 正一本正经的 在小本子上 记录着先生讲课的内容 俨然一位好学生的模样 棒 云缺刚说一个字 没钱立刻道 我不认得你 请这位同窗默药 打扰我学习 要不是周围 全是学子 云缺肯定大骂一顿 过阵子帮我要个账 分你五十两 云缺画风一转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对方什么来头 没钱立刻放下笔 眼睛里闪烁着铜臭之光 百花店的学子 家里开酒楼的 打赌书给 我三百两 我怕他不还钱 找你帮忙 这种事 还是你没交为最拿手 云缺道 说出实情的话 没钱这家伙肯定不干 于是云缺 把玉王之子说成开酒楼的 三千两赌注 说成三百两 没钱狡猾得很 一身心眼 好在拖人下水这方面 云缺更胜一筹 有我在 你放心 三百两的账 一分不会少 不过我要一百两 没钱道 你心得黑成什么样 才能跟我讲价 三百两的债 你要一百两 云缺道 赌债最难逃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少于一百两 你自己需要 我才不管 没钱道 算你狠 一百就一百 要账的时候 我喊你 云缺一副肉疼神色 没钱很是得意 还以为自己 占了多大便宜 殊不知 他已经被云缺 拖进水坑了 许贤云吃完宵夜回来 开始讲解破神藏 与冲神脉 云缺听得格外认真 并暗暗佩服 这位许先生 的确有东西 讲得全是大白话 一听就懂 可仔细琢磨 其中内涵玄机 有时听着 只是一句笑谈 实际上 却是武道强者的 真正经验 听到最后 云缺有一种 毛色顿开的感觉 之前自己苦苦摸索 有机会就到处打听 这才艰难的 修炼到八品境界 如果有许贤云 这种名师指点 加上足够的材料 云缺有把握一年内 就从普通人 修炼到八品武者的程度 都说修炼资源 最为重要 可名师指点 又何尝不是一种 重要的资源呢 听了一堂课 云缺觉得天气学功 没白来 讲完了 冲击七品的三个要点 许贤云大秀一挥 扬长而去 眼看着先生要走 云缺起身道 先生留步 我有个疑问 许贤云停住 见识之前 达出人体 有多少骨头的云缺 点头道 什么疑问 说来听听 先生说 宁神谷要以神魂之力 彻底融合浑身骨骼 才能大成 如果有两道神魂呢 该如何修炼 云缺的问题 听得在场学子 纷纷错愕 这哪是问题 简直在找茬养 人怎么可能有 两道神魂 学子们招云 缺头去奇怪的目光 认为先生 接下来肯定会大发雷霆 炎武殿的学子都知道 先生许贤云 是个暴脾气 遇到不顺眼的学子 轻则大骂 重则动手 被许贤云 做过的炎武殿学子 大有人在 现在还有个 躺在回春殿呢 云缺问出的这个问题 看似多余 可对云缺来说 至关重要 因为妖魂的存在 妖身为刀 妖魂 则融入了云区的神魂 云缺相当于 双魂之人 他不清楚这一点 对突破炼神 竟有没有影响 出乎所有学子的预料 许贤云非但没有发怒 反而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才开口 双魂之身 想要冲击炼神境 冲神脉 与破神藏和常人无异 唯独最后的宁神谷 需要宁炼两次 将两道神魂 分别与骨骼融合 方可真正圆满 顿了顿 许贤云声音低沉的道 一旦成功 双魂凝神谷的舞者 在七品境界 便可同皆无敌 若有一魂 不肯融合 前功尽弃 前功尽弃四个字 被说得声音极重 带着一种奇怪的感情 说完 许贤云就此离开 等先生走后 学子们才相继起身离开 这是礼貌 也是规矩 对先生的一种尊重 云缺想着双魂之事 刚站起来 一回头 没钱 已经溜到大门口了 你压得没老六 你真是我朋友 云缺咬牙切齿 没办法 只能趁着人多往外走 云缺特意溜边走 躲着那位学政的目光 结果刚到门口 还是被发现了 宋道理目光如鹰 每个出来的学子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身为事务堂总管 宋道理有着 过目不忘的本事 所有学宫学子 他都认得 连哪个学子 是什么垫的 都一清二楚 数万学宫弟子 一个不落的记住 这就是宋道理的本事 你 宋道理盯住云缺 目光一沉就要质问 话没说完 大厅里 忽然传来一声大叫 紧接着有人摔倒在地 周围学子 惊呼四起 有人大喊救人 宋道理文言一惊 顾不得云缺 急忙过去查看 云缺趁机溜出延武殿 发出大叫后摔倒的人 云缺看到了 正是无音 无音这是帮自己解围 吸引了宋道理的注意力 还是吴师兄够一浅 云缺离开大殿后 完全轻松下来 延武殿一侧 有一座特殊的三层楼宇 大门口有学子进出 匾额上写着藏书楼三个大字 天气学宫十二殿 每一殿都设有藏书楼 存放着本殿的功法心法 与众多的修炼心得 是实实在在的宝地 百花殿也有 云缺去看过 光是菜谱就占了半层楼 延武殿的藏书楼则不同 里面存放着 与武道有关的大量资料 是云缺最希望得到的 站在藏书楼门口 观察一番 云缺泄气了 进藏书楼 需要一种特质的牌子 叫做书牌 对应着延武殿学子的身份 门口有学士看管 还得登记才能进去 藏书楼的书籍不外见 想要看 只能进去看 是带不出来的 云缺叹了口气 宝珊就在眼前 偏偏看不到 屠乎奈何 实在让人心仰难耐 以云缺的聪慧 加上过目不忘的本事 只要进去藏书楼 相当于蛟龙鹿海 绝对能收获颇风 毕竟各殿先生 可不是天天授课 有时候 半月一月都不露面 学子们最大的知识来源 其实就是藏书楼 这里能真正了解到 各派修炼体系的精髓 能得到许多强者的修炼心得 还能修炼五花八门的五道功法 正在云缺觉得 无比遗憾之际 围过来一伙人 全是阎武殿的学子 五大三粗 云缺一个也不认得 为首是个 榜大腰圆的年轻舞者 一双环眼瞪的如牛 盯着云缺道 你就是那个护送 凌云郡主 进城的云缺 云缺没想到 学宫里居然有人认得自己 诧异了 瞬间便明白过来 当时宋郡主进城的 还有白燕与一众进军金吾卫 这几天下来 消息肯定传了出去 对面这位 应该在金吾卫里有熟人 小小功劳 不提也罢 云缺谦虚道 功劳 我看你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小子 我警告你 别以为护送郡主 就有功了 林云郡主 不是你这种香巴佬 能高攀得上哪 这话说的云缺 就不爱听了 护送谁 是我的事 我想送郡主 就送郡主 想送老太太 就送老太太 与你有关吗 云缺道 当然有关 你敢觊觎林云郡主 就是对我的挑衅 云缺听得莫名其妙 道 你谁啊 我叫李谷 说完家的句 林云榜前十 名字没听过 不过林云榜这三个字 好像耳熟 略意回想 云缺终于想了起来 穆安说过 学宫里 爱慕林云郡主的男学子们 自发弄了个林云榜 以排进前百为荣 哦 原来是大榜前十啊 没听说过 云缺道 林云榜 以战力排序 上榜者都是高手 你居然没听过 真是孤陋寡闻 另一名学子比一道 黎师兄能排在前十 那是真正的高手 你这无名之辈 连前百都进不去 又一人自豪道 抱歉 什么榜 我都没兴趣 麻烦让让 云缺道 让开可以 你得发誓 今后不再骚扰 林云郡主 见到郡主 就绕着走 李谷站在云缺面前 冷声道 我要是不发誓呢 云缺道 不发誓也行 从我胯下钻过去 你就可以走了 李谷说着 指了指脚下 冷笑连连 胯下之辱 寒性瘦的 云缺可受不得 我这人骨头太硬 弯不下腰 从你胯下钻过去 肯定做不到了 不过 云缺淡然一笑 道 从你脸上踩过去 倒是没问题 哈哈 好大的口气 你这么有骨气 敢不敢与我比斗一场 你若说了 今后就得远离 林云郡主 你若赢了 我退出林云榜 云缺听得乐出声来 道 我给你个建议 你找个婆娘生个娃 回家跟你儿子玩去 这边的争执 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很快围过来 好多人看热闹 李谷冷笑道 连比斗都不敢 我看 你不是什么武夫 是个懦夫 是我多虑了 你这种人 林云郡主一个眼毛 都看不上 滚吧 李谷说着让开去路 他旁边的几个同伴 纷纷献出鄙夷之色 口出不逊 鄙逗都不敢 还算什么 演武店的学子 这种懦夫 别说林云郡主 连青楼里的姚姐 都看不上哈 不堪一击的小角色而已 咱们小题大做了 李谷听得哈哈大笑 骂道 快点滚 少在这脏了老子的眼睛 下次再敢纠缠林云郡主 见一次揍你一次 然而云缺却没走 笑呵呵地站在原地 道 你想打一场是吧 行啊 在你身上的书牌 郑愁没机会去藏书楼 有人就送上门来 云缺也挺高兴的 李谷文言立刻凝笑起来 道 这可是你说的 小子 你别反悔 当然不会反悔 我们可以 现在立自聚 云缺笑呵呵地道 好 诸位同窗 做个见证 李谷大声道 我与此人已无赌斗 谁反悔谁 就是懦夫饭桶窝囊废 周围看热闹得越来越多 好几百人 李谷的嗓门又大 人们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都听到了 我们作证 舞者一诺千金 临阵退缩的是胆小鬼 天天切磋没意思 还是赌斗过瘾呢 李谷家把劲 让这小子去回春店躺一年 有没有人下注 我做庄 李谷一赔一 另外那小子一赔十 周围学子纷纷起哄 这里是阎武殿 全是武夫 学问没多少 大家最爱看 我下注 十两银子压离师兄赢 这次我稳赚十两 云缺看到 第一个下注是正式没钱 在这家伙的带动下 不少人开始掏钱下注 最少几两 最多几百两的都有 李谷冷笑道 明天就在阎武殿外 谁不来谁是狗娘养的 明天不行 我还有事 三天后 阎武场一战 云缺道 可以 我等你三天 嘿嘿 李谷怪笑着用双拳互相撞了一下 发出一声闷响 同时有气浪如狂风般散开 感知到李谷 故意外散的气息后 云缺确定了对方的修为 七品练神经 等着被我虐吧 傻瓜 李谷无比得意地骂了句 自己也去下了众主 难怪李谷如此张狂 信心十足 他认为 以七品占八品 稳赢 云缺笑了笑 转身走出阎武殿 很快没钱追了上来 给我个准线 你到底打不打 没钱道 当然打了 一千两银子呢 傻子才不打 云缺道 李谷那家伙 是七品武者 你下手注意点 别出人命 没钱道 我猜八品啊兄弟 你这时候 不是应该劝我小心 打不过 就认输才对吗 云缺好笑道 你是正常的八品吗 没钱语气古怪的道 我怕你收不住手 在学宫杀人 就麻烦了 我有份寸 云缺望着远处 还在下注的人群 道 你觉不觉得 学宫里的钱 比外面好赚多了 是啊 没来之前我也不知道 来了之后才明白 学宫里的傻子真多 没钱同样望着人群 冷笑道 两人感慨一叹 一口同声道 学宫真是好地方啊 云缺走后 没钱重新转回下注的地方 拿出三百两银票 压了云缺 要不是没钱 一路赶到皇城 花费不守 身上没多少银子了 他肯定压得更多 一赔十的赌注 今天压三百两 三天后 就有三千两到手 至于云缺会不会输 没钱根本没考虑过 李古是七品武者不假 又在阎武殿修炼多年 打架也是把好手 但他再厉害 比得过野外 那些凶悍的七阶妖兽吗 答案肯定是比不过 云缺连七阶妖兽都能宰 何况一个 只会在学宫里 与同窗切磋打架的附加子 然而 没钱并不知道的是 云缺现在已经无法动用妖力 否则没钱肯定不会下 那么重的柱 把家底都压出去了 没有妖力加持 云缺的战力 再强不过八品巅峰 对战七品极为吃力 但云缺并不担心 之所以三天后比斗 云缺准备 在三天内冲进七品 或许有些仓促 但云缺没办法 并非因为离谷 而是阎武殿先生 许贤云最后的那句话 若有一魂不肯融合 前功尽弃 云缺身上 除了自己的神魂之外 还有一道妖魂 这也是云缺 为何问出那个 奇怪问题的初衷 如果破镜七品 除了自己的神魂熔骨之外 还要妖魂熔骨 而那道妖魂 根本不受云缺的控制 正常情况下 七品练神镜 最后的宁神骨 对云缺来说 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妖魂若不配合 云缺也许这辈子 只能停留在八品练骨镜 巧合的是 让云缺只剩一道神魂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云缺现在 很想感谢一番红莲教主 无意中帮了 自己一个大忙 莲花印不知能 封住妖魂多久 所以云缺要尽快成为 七品舞者才行 回到百花店 云缺先吃晚饭 然后找到房时 问了问 冲击七品的丹药 在何种价格 得知常用的丹药 有三种 冲卖丹2000两 神藏丹3000两 养骨丹5000两 一听价格 云缺一脸苦涩 一种也买不起 太贵了 皇城内有专门交易 修行材料的方式 里面的丹药 应该会便宜一些 但云缺出不去学工 外面贴着通缉令呢 一旦被抓回天牢 再想回来就难了 云师弟如果手头紧 不如先买一粒冲卖丹 冲开经脉 完成第一步 之后的破神藏 与宁神骨可以慢慢来 很多人 耗时一两年 才完全从八品冲进七品 房时到 不瞒房师兄 冲卖丹我也买不起 云缺到 老客户了 给你打个九折 一粒冲卖丹 收你一千八百两 房时说着 取出一个小巧的瓷瓶 道 丹药你拿走 三天后给钱即可 云缺有些诧异 这位房师兄实在大方 居然先给货 后收钱 我身上只剩八百多两 房师兄不怕我三天后 拿不出钱来 云缺到 我相信云师弟肯定拿得出 赢了比赌 一千两进账 加上你获得赌注的银子 正好够丹药钱 房时将云缺身上 有多少银两算得明明白白 房师兄消息够灵通的 云缺意外地道 自己刚从演武店回来 吃顿饭的功夫 房时居然都知道了 但凡热闹事 在学宫里传得极快 我看好云师弟 肯定能打赢 房时笑道 多谢房师兄 对了 你知不知道我和谁赌斗 云缺接过丹药后问了句 只听说 你与人赌斗 对方是谁上不清楚 正打算去问问呢 房时道 是离谷 云缺说完转身就走 剩下房时 表情僵硬地伸着手 一动不动 看模样 好像要讨回丹药 又难以启齿 回到西楼 云缺关好门窗 弹歇而坐 调整气息 九品炼体 八品炼骨 均为打熬肉身 修行中吃的苦 都能在身体上得到展现 肉身逐渐强大 而七品炼神 需要打熬的 已经不止肉身本体 还有神魂之力 其中的凶险 与艰难远非 九品八品可比 第一步冲神脉 指的是 冲开周身七经八脉 将每一条经脉 都以气机洗刷凝炼 达到经脉 坚固的效果 唯有经脉强壮坚韧 才能让舞者 动用出威力 更强大的内劲 而非只能以外力对敌 直至将周身气 血运转到巅峰状态 云缺张口吞下冲脉丹 丹药入腹 立刻炸起一股浑厚的药力 在这份药力协助下 云缺调动周身气机 从头到脚 仔仔细细 冲击着每一条经脉 时间紧迫 必须在妖魂醒来之前 突破到七平 溪楼平静如溪 云缺开始了闭关 冲击境界 当晚 皇宫内却并不平静 御书房内 时而传来 悲斩碎裂的响动 皇帝在大发雷霆 一众侍女 太监站在御书房 外极远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敢接近 废物 全是废物 英子瘦的脸色惨白 目光阴沉 大骂道 这么多天 连点线索也没有 养一群狗 都比你们有用 书房内 跪着十余人 身穿黑衣 没人敢抬头 老太监站在一侧 垂手而立 等皇帝发完火 才轻声道 陛下息怒 贼人实在狡猾 没留下半点线索 再追查下去 恐怕也是无用功 此案蹊跷 老臣以为 不如交给四天剑查办 吕青应该有办法 将东西找出来 四天剑 英子瘦的神色变化了起来 沉默良久 摇头道 吕青怎么说 也是前朝之人 正信得过他 但这件事 不能让他接受 更不能让他知道 老太监张了张口 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他很清楚 皇帝在忌讳着什么 晋国取代大烟 实在太快 以至于民间流传 晋皇窃国的说法 认为英子兽的皇位 是偷来的 而英子兽如今最在意的 就是帝王的威望 英子兽不会允许 有窃国的说法存在 这些年对前朝遗臣 他也大多重用 目的就是给自己证明 可是这次皇宫失窃 所丢的东西 与皇帝威望息息相关 一旦消息传扬出去 皇位不会有影响 但皇帝的威望 将大打折扣 御书房内 气氛压抑得可怕 皇帝不说话 其他人大气不敢喘 老太监最先打破了沉默 陛下不如求助国师 国师为方外之人 对此事定然不会宣扬 若国师出手 遗失之物 当可完毕归照 皇帝文言轻轻点了点头 叹息道 看来只能如此了 你再追查三天 如果还没有眉目 正便去请国师相助 老太监躬身英势 带着十余名黑衣人 退出御书房 皇宫内一组无人的殿语中 老太监背着手道 陛下说的话 你们都听见了 再去查三天 这件事便可结束 身为死事 你们应该懂得守口如瓶 十余名黑衣人 纷纷单膝跪地 属下明白 老太监点点头 白手道 去吧 十几名黑衣人 起起转身 正要走向门外 忽然每个人的心窝处 都出现了一个通透的伤口 扑通扑通 十几具尸体相继倒地 唯有死人 才能守口如瓶啊 老太监摇了摇头 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缓步走出无人的电雨 对那些曾经的心腹 不曾多看一眼 天明之际 云缺睁开双眼 一夜时间 周身所有经脉 已经冲击成功 突破七品的第一步冲神脉 至此完成 运转一番契机 云缺惊奇地发现 自己所能动用的契机 几乎是之前的数倍 契机 是武者气血之力的外在表现 关乎着力量 速度 灵敏 武感等等 一切与本体有关的能力 契机越强 武者的战力就越强 单单冲开神脉 获得的提升就极为惊人 以云缺估计 自己现在 去找那离谷对战 不动用妖力的前提下 至少能打个平手 常年斩杀妖物的经验 旁人可没有 云缺是在厮杀中长大的 对战斗有着天生的天赋 同阶之间绝对没有对手 哪怕高一个大境界 有了冲开神脉获得的力量 便可一战 云缺心情大好 吃了顿丰盛的早饭 云缺心情好 图苏和满身也开心 因为他俩跟着 混到好几个馒头 听说云师弟 与阎武殿的人赌斗 到时候 我们兄弟一定去给你雷鼓助威 图苏两口 塞进去的馒头 道 阎武殿的家伙嚣张得很 走路斜着眼睛看人 就像谁不是武夫似的 我和大汉 要不是抱错了学殿 早把阎武殿 那群嚣张的家伙 全揍一顿 满身大为不愤的道 你们两个 就像揍人家 整个阎武殿的学子 口气太大了吧 云缺笑道 拳揍有点多 不过揍一百个 问题不大 图苏又吞了一个馒头 噎得够呛 我们草原人最擅长打架 在草原的时候 我和大汉单枪匹马 干翻过十几个部落的首领 满身道 是吗 你们什么修为 云缺好奇道 七品武夫 图苏和满身同时答道 云缺有些意外 这两个混饭的 居然都是七品练神进武者 看来学宫里 七品境界根本不值钱 遍地都是啊 吃完饭 云缺准备回去 继续冲击境界 在饭堂门口 遇到了神色匆匆的无鹰 无师兄怎么到百花店了 云缺奇怪道 来找你 无鹰将云缺拉到一旁 没人的地方 陈生道 你知不知道 那个骊骨是七品武者 知道啊 云缺道 知道你还应战 以八品对七品 没有任何胜算 无鹰责怪的道 一千两赌注 我给你出了 你别再去阎武殿 丢点人不算什么 我们五副脸皮都厚 一旦被七品重创落下伤势 容易影响今后的修为 得不偿失 多谢无师兄关心 不过比刀我肯定要去的 八品打不过七品 如果我突破练神镜 那就打得过了 云缺狡黠地笑道 你再冲击境界 无鹰惊讶道 第一步冲神脉 已经顺利完成 我有把握两天后 成为七品 云缺道 好小子 是我小看你了 无鹰重重地拍了拍云缺肩膀 高兴道 师兄送你点东西 提前祝贺你七品大成 说着取出个小瓷瓶 不容分说塞给云缺 无师兄 这是云缺疑惑道 一点小礼物 你收着 破神脏的时候记得吃掉 师兄等着看你再学宫的第一次大战 无鹰说完就此离去 云缺打开瓷瓶 发现里面是一粒丹丸 极为精致 丹香扑鼻 丹药 云缺并不认得 只知道这东西应该价值不菲 回去后 特意找到房石问了问 正品神藏丹 云师弟原来身家不菲啊 房石道 一位朋友刚送的 房石兄看看丹药有没有问题 我打算卖掉 不知房石兄能出多少 云缺道 房石仔细查看一番 点头道 丹药没问题 药效完好 气息纯正 我能给出2900两的收购价 现在即可付钱 房石说着 准备拿银票 我在考虑考虑 也许用得上呢 云缺收回了神葬丹 回到住处 云缺没风微醋 若有所思 卖丹药 只是个说辞 主要目的 是让房石咽一咽神藏丹 既然房石肯当场掏钱 说明丹药的确没问题 之所以怀疑神藏丹 是因为 无鹰实在太大方了 三千两白银的丹药 随随便便就送人 关键自己与无鹰 根本没那么深的交情 云缺年纪虽然不大 但人情世故 懂得很多 云缺很清楚地知道一个道理 世上除了亲生父母之外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平白对自己掏心掏肺 更不会平白帮了自己 一次又一次 过犹不及啊 吴师兄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云缺把玩着瓷瓶 暗暗自语 又帮自己天牢越狱 又送三千两的神藏丹 无鹰的热情 有些超乎寻常 这跟没钱在城门口 收钱一个道理 一两银子二两银子都算正常 可超过三两银子 其中必定存在着 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 甚至是阴谋 无鹰的目的 云缺看不透 不过神藏丹是正品无仪 正好拿来用 用归用 三千两银子 云缺要还给无鹰 等看到木青瑶 正好能得到三千两 即便近期见不到木青瑶 还有樱涛倩的三千两赌债呢 有了神藏丹 云缺即刻进行第二步的破神藏 从开始到结束 一切顺利 神藏之说 又称神石宝藏 是独特的石海空间 而石海 则是神魂栖息之地 破开神藏空间 便会感知到自身神魂 各大派系的修行者 均有这一步 唯有沟通石海 感知原神 修行者才能更为了解自身 做到内观定照 天人合一 武夫虽然无法拥有法力 但石海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 武者开辟神藏后 感知将更加敏锐 能察觉到之前难以观测到的细微变化 例如 对手施展法术的强弱 范围 例如 空气中五行之力的变化 敌人气息的方位 刀剑袭来的速度 浮露爆裂的时间点 这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 却是感知程度的强弱表现 有可能在恶战中 关乎着胜败 关乎着生死 破开神藏 还有个好处 会让武者的神魂愈发强大 统接乌修施展的入梦之法 与攻击神魂的暗杀手段 几乎失去作用 强大的武夫 甚至不惧乌修的咒杀 连一些幻术 也可快速挣脱 云雀紧闭双眼 心神完全沉入到石海空间 渐渐地 石海的轮廓清晰起来 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旷之地 看不到尽头 云雀在石海中睁开眼 这是他第一次以自身神魂 观察着这片奇异的石海空间 在这方天地之内 云雀犹如主人一般 可以随意来去 如风飘行 有趣的地方 云雀在兴起之余 四下观望 远处上空 有一片黑云笼罩的区域 其内仿佛有一头庞然大雾 静静折服 妖魂 云雀的目光冷冽起来 这些年 他始终在好奇着 到底自己的第二柄长刀里 封着什么妖物 今天 云雀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对方 可惜看不清 那层黑云将妖魂包裹着 不过从轮廓来看 对方的神魂比自己强大了太多 在那层黑云之下 云雀的神魂显得十分渺小 现在不是观察妖魂的时候 省得将对方惊醒 云雀很快退出石海空间 休息了半天后 直接冲击第三步 凝神谷 有了破神脏之后的感通神魂 第三步 其实对云雀来说最为简单 只要调动石海空间的神魂之力 仔细凝练一番全身骨骼即可 这一步 与八品练骨劲的打凹筋骨类似 区别在于 八品需要以各类材料 加上自身气血来强化骨骼 而冲击七品的凝神骨 则需要神魂的力量 从头骨开始 云雀调动的神魂力量 逐渐与周身骨骼融合 这段过程是痛苦的 神魂入骨 会带给人一种针刺般的痛感 就像有人用无数细针 扎自己的骨头 让人痛不欲生 之所以舞者才会有凝神骨 是因为五夫的体质最为强壮 毅力也最强 其他体系的修行者 如果体会这番痛苦 不知多少人会直接放弃 学宫内冲击到七品练神镜的舞者 被最后一步凝神骨疼混的大友人在 几乎所有人都会痛哭流涕 要不然 阎武殿先生许贤云也不会说出 让学子们准备好毛巾擦眼泪的话 不过这种痛苦 云雀根本不在乎 常年猎妖自然伤痕累累 云雀身上的伤口根本数不过来 如果怕疼的话 算什么猎妖人呢 用了整整一天时间 周身上下所有骨骼 完全被凝练了一遍 云雀能感觉到本体的坚固程度 再次上了一大截台阶 之前八品的肉身 对战七阶妖兽 必须小心谨慎 被抓一下咬一下 肯定中伤 现在不同了 哪怕被平山郡的老虎爪 硬生生抓一下 云雀这副本体 也不会有太重的伤势 皮肉肯定会破开 但骨头很难被七阶妖兽抓断 终于欺骗 云雀喝出这句话之后 只觉得整个人轻松痛快 修行者下 终上三个修炼阶段 自己在下阶已经圆满 下一步就是六品宗师镜 正高兴之际 云雀忽然愣住 他察觉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自己外放的契机 虽然比以往强大很多 却没达到七品的程度 怎么回事啊 云雀大为不解 武者的契机 是衡量境界的最佳标尺 与盗门修士的灵器 儒家修士的文器类似 离谷外放契机 云雀立刻能判断出 对方是七品 可现在外放的契机 并没达到七品 也就是说 自己没能完全破镜成功 还停留在八品练骨镜 疑惑之下 云雀仔细检查本体 从里到外 每一条经脉 每一块骨头 都查看得仔仔细细 最后发现了端倪 自己的骨骼 本该被神魂之力凝炼成功 可不知为何 还存在着极大的瑕疵 就像只凝炼了一半 还剩一半没有完成 可实际情况是 云雀的每一块骨头 都拥有了自身的神魂气息 本该完成了凝神骨才对 如此奇怪的现象 让云雀一时陷入沉吟 很快 云雀猜到了真相 妖魂 看似完成 却并未完成的凝神骨 还差妖魂的凝炼 云雀惊讶之下 掀开上衣 果然 新窝处的莲花印 不知何时 已经消失不见 妖魂竟摧毁了封印 云雀此刻只剩下满脸无奈 本打算趁着妖魂被封印 自己赶紧突破七品 结果妖魂这么快就出来了 嘻嘻嘻 趁我不再想自己偷偷进街 你这个坏孩子 诡异的女子 声音响起在云雀耳畔 听到妖魂的声音 云雀觉得脑袋发疼 我自己的身体 什么时候进街关你屁事 云雀恼怒道 不管我是 那你自己冲击进街吧 反正我不松口的话 你这辈子 也别想成为七品 乖乖当你的八品五福好了 哥哥哥哥 妖魂挑衅的声音 让云雀大为恼火 又无可奈何 信不信我现在捅自己一刀 咱们同归于尽 云雀懊恼道 不信 你倒是捅啊 妖魂的声音充满调侃 早晚捅死你 云雀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我留在八品 对你有什么好处 云雀道 你道的七品 对我一样没好处 那我为何要帮你呢 妖魂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云雀道 不想怎么样 我就喜欢看你 无法突破境界的样子 又懊恼又抓狂 好玩极了 嘻嘻嘻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大家同魂一体 何必自相残杀呢 怎样你才肯帮我 云雀无奈道 妖魂怪笑了起来 语气戏虐地道 帮你也可以 先叫声姐姐来听 听闻妖魂的无理要求 云雀勃然大怒道 我堂堂七尺男 顶天立地 叫你一只妖做姐姐 不叫算了 当你的八品小五夫去 妖魂道 云雀的怒容瞬间消失 面带微笑道 姐姐 帮帮弟弟吧 男子汉大丈夫 关键要能屈能伸 这才乖嘛 姐姐给你买糖吃 哥哥哥哥 妖魂得意地笑声响起 云雀忍着火气 有些焦急地道 少废话了 我不吃糖 我要宁神骨 赶紧调用你的妖魂 容我骨骼 现在处于即将进阶 又还差最后一步的状态 拖得时间久了 对自己没有好处 前两关的冲神脉与破神脏 成功后都可暂时休息停下 唯独最后的宁神骨 不能停留过久 必须一口气完全冲进七品 否则宁练好的骨骼 容易出现退化的现象 怎么跟姐姐说话呢 求人还求得这么硬气 哼 姐姐生气了 妖魂怪生怪掉的道 云雀捏起拳 咬牙切齿 语气却温和起来 弟弟一时心急 说错了话 姐姐快点帮忙吧 要不然该前功尽弃了 这还差不多 当你可以 等姐姐心情好的时候再说 妖魂道 等你心情好 我这冲击境界呢 等不了 云雀怒道 那没办法了 那都破印 疯了我好几天 我现在不开心 你来哄姐姐开心吧 妖魂道 又不是我弄的封印 你找红莲叫主算账去 云雀没好气得到 红你开心 我把你心挖出来 切成八半 是不是就开心了 傻弟弟 你知不知道那道魂印不值 有封印之效 还能摧毁神魂 若没有我 凭你的神魂之力 现在早死多时了 妖魂道 云雀沉默了一下 云雀相信 妖魂的这句话 红莲教主 不会临走前 施展个无用的法术 红莲教主 竟然敢直接退走 他有着十足把握 击杀木青鸟 而那道魂咒 便是无法抵御的危机 谢谢你 行了吧 云雀道 就你一命 只换来谢谢两字 你觉得合算吗 妖魂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死你也活不成 云雀道 把你身体 让给我三天时间 我便祝你凝神骨 否则免谈 妖魂道出了真正目的 你做梦 只要我还活着 你别想用我的身体 云雀一口回绝 那你准备 做一辈子八平五夫吧 妖魂道 无所谓 我明天就回青湖山 八平就八平 反正都是混吃等死 等我老死的时候 你也跟着入土为安 到时候 你别后悔就行 云雀道 妖魂没再开口 过了一会儿后道 一天 没门 多说 借你一盏茶的时间 云雀松了点口风 与妖魂谈判 云雀也怕惹急了对方 不给妖魂点希望 对方肯定要恼火 真要不帮忙那就坏了 妖这东西 脾气古怪的很 最少半天 一盏茶够干什么的 妖魂讨价道 一炷香不能再多了 这是我的底线 云雀道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定在半个时辰 反正主动拳在云雀手里 先答应下来 稳住对方 等冲进七品炼神镜再说 好 就半个时辰 何时要用身体 我再通知你 现在你准备好 我要以妖魂凝鼓了 妖魂道 早准备好了 快点吧 云雀不耐烦的道 刚说完 云雀只觉得脑海中 涌动起一股悬傲的力量 犹如风暴般 冲进浑身骨骼 当妖魂融入骨骼的刹那 云雀体会到一种 无比恐怖的痛楚 如果说 之前以自己的神魂凝鼓 是被无数细针 扎进骨头 那么这一刻的感觉 就是被无数重锤 砸着骨头 两者相差何止百倍 云雀眼前一黑 直挺挺倒在了床上 彻底昏厥 神志昏厥 凝鼓却在持续着 云雀的身体 犹如抽筋了一样 在床榻上 颤抖个不停 浑身透汗 昏厥之后 云雀的意识回归到原神 在石海空间中 豁然睁眼 身体的痛楚 已经感知不到了 云雀发现自己的神魂 变得忽明忽暗 大有崩塌的危险 这是肉身 被重创才会有的现象 混蛋 你要害死我呀 给我滚出来 云雀朝着头顶 那片黑云大吼 怒不可舍 嘻嘻 你自己说准备好的 关我什么事 妖魂的声音 从黑云中传出 同时黑云缓缓下降 悬浮在云雀面前 距离近了 云雀更能感受到 黑云的庞大 里面的庞然大物 若隐若现 隐约能看到一个 猙獰轮廓 有四爪 类似虎豹 我准备好凝身骨 又没准备好去死 你想要我命啊 云雀怒道 谁让你那么弱小 姐姐只动用了 一成的魂力而已 这你都挺不住 若我用三成魂力绒骨 你的浑身骨头 早已经碎成鸡粉 黑云涌动间 探出一条条长须 长须之后 是一颗血色的兽手 兽手的口鼻 当先出现 鼻子发尖 嘴角是锋利的獠牙 虎 狼 虎 云雀在心里 快速猜测 等兽手 完全探出黑云 才知道猜错了 猫 云雀十分诧异 眼前的黑云里 竟出现一颗烟红的猫头 十二条长须 好似柳枝上下摆动 两颗血色树铜 倒映着云雀的影子 不对 云雀很快辨认出来 眼前的妖魂不是猫 而是狸 一头血色狸猫 狸这种妖兽 也叫狸猫 但与猫截然不同 极其凶悍 更极为罕见 之前尚未开辟神藏 到不了尸海空间 这是云雀 第一次见到身上的妖魂 狸猫的身体 随之迈出黑云 现出庞大的身躯 居然有七条长尾 云雀的神魂在妖魂 面前 还不及人家的前爪高 十五年了 你才开辟出神藏 真是愚蠢的地点 巨兽抬起前爪 拍向云雀头顶 云雀神魂不稳 根本没力气躲开 下意识地一闭眼 随后 云雀感受到 一只手出现在头顶 睁眼一看 对面的巨兽正在幻化 前爪化作双手 后爪变成腿 呈现出人形 站在云雀面前的 是一个身形高挑的女人 单凤眼 玄月眉 精致的五官 犹如玉雕般浑然天成 一头血色长发 直抵脚踝 女人的神色淡漠 透着一股雨声俱来的孤傲 好似一位来自天外的妖姬 浑身上下散发着妖艺气息 女人的一只手 落在云雀头顶 肆无忌惮地揉搓 好像在逗弄着顽童 嘴角挂着戏虐浅潜笑 妖魂化人 云雀先是诧异了一下 接着目光下移 看到了一番汹涌澎湃的惊人景致 这时若是喝着茶 云雀非得喷出来不可 依夫娜 你能不能遮上点 云雀大吼 哟 猎妖人还会害羞啊 在藏石镇看其他女人的时候 没见你这么大惊小怪呢 妖魂故作惊讶的野鱼道 随手一挥 身上多出一套幻化出的血色长裙 滑贵端庄 云雀松了口气 偷看是偷看 别人又不知道 面对面的这种实在尴尬 都怪你 我快死了 怎么办 云雀直接坐下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无赖架势 死不掉 放心吧 这些年你打熬的骨骼还算不错 勉强能承受住一成妖魂凝骨 妖魂站在云雀面前 居高临下的道 你得感谢我才对 等妖魂凝骨成功 你的骨骼将被强化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别说铜奸 高你一个大境界的武夫也无法比你 有多强 还能比得过平山君吗 云雀美好气得道 看似恼怒 云雀其实心头暗喜 双魂一旦完全凝骨 按照许贤云的说法 即可达到铜阶无敌的地步 双重神魂 两次凝炼 这便是无人能比你的好处 只要成功 云雀估计自己的骨骼强度 至少是其他欺品武者的一倍以上 如此一来 在薄杀的时候 相当于多了一套甲咒 同样力道的一刀 能砍开其他欺品武者的骨头 却未必砍得开云雀的骨头 然而更让云雀震撼撼的 还在后面 那只小老虎 傻弟弟 你太小看姐姐的神魂之力了 妖魂挑动嘴角 妖艺地笑道 宁神骨成功之后 你浑身的骨头 不会弱于六阶妖兽 云雀皱起眉 胡一道 真的假的 你没骗我 难道你是五阶以上的妖族 你猜呢 嘻嘻嘻 套话的不是好孩子妖 妖魂鬼笑道 云雀的确在套话 而且此刻心头矩震 如果妖魂没说谎的话 自己冲进七品炼神镜之后 竟能拥有不弱于六阶妖兽的骨骼强度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云雀深知 这代表着什么 七品武夫 却拥有六阶妖兽的骨骼 相当于云雀伸出手 让平山君随便咬 根本咬不断 这已经不是同阶无敌的说法了 而是在同阶妖兽中 绝对的无敌 云雀可以赤手空拳 去搏杀七阶妖兽 还能立于不败之地 即便锤不死对方 对方也咬不死自己 若换成在修士当中 云雀就是一个拥有七品武夫战力 六阶妖兽之躯的恐怖怪物 此时此刻 云雀的心头只回荡着三个字 杀六片 以七品战力 朱砂高 自己一个大境界的六品强者 妖魂缓缓蹲下 用一双诡异的树桶 盯着云雀道 是不是很意外呢 只要你哄我开心 姐姐还有更多的好处给你哦 嘻嘻嘻嘻 笑声在空旷的石海空间 回荡不停 充满诡诀之感 听得云雀浑身不自在 若有本体的话 非得汗毛乍力不可 笑完之后 妖魂语气古怪的道 不过呢 以我的妖魂凝神古 是有代价的 你那副弱小的肉身 估计要在床上躺很久了 云雀听罢顿时一惊 眼看着堵斗在即 下不了地的话 一千两就要泡汤了 一个时辰之后 云雀的意识回归本体 冲击七品最后一步的 宁神古彻底完成 云雀静静地躺在床上 感受着身上流转的 七品契机 这次终于完全成功 自己成为了真正的 七品恋神进武者 可是让云雀无奈的是 自己居然动弹不得 浑身上下没有知觉 就像被人 把全身骨头打断了似的 还是断成碎炸的那种 身上每一块骨头 都充满着崩裂的感觉 剧痛无比 云雀强忍着 才没再次昏厥 额头的冷汗 犹如下雨般躺得不停 足足躺了半天后 云雀才能把一只手抬起来 身体的痛苦 在妖魂凝骨后 无法避免 云雀一点都不后悔 更不在乎 反而大喜过望 区区肉身之苦算得了什么 自己得到的 将是无人能及的强横肉身 云雀已经能感受到 骨骼被妖魂凝练后的坚韧 云雀发出一句沙哑 而坚定的低语 徒手搏杀妖兽 连六品宗师镜武夫 都很难做到 唯有五品金身镜武者才行 金身镜 顾名思义 拥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五品金身 是一个极为强横的境界 五品武夫 拥有着堪比妖族的本体强度 战力无比惊人 云雀只有七品 自然达不到五品的战力 但他此刻的肉身强度 已经相当于五品金身镜了 这是一份 唯有云雀才能拥有的天赋 双魂所带来的好处 当然 云雀与五品武者相差还太远 金身武夫快速的恢复能力 超强的战力 云雀现在可无法拥有 躺在床上 云雀以强大的毅力 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随着时间流逝 云雀发现妖魂凝骨的痛苦 开始减少 一种奇怪的感觉 从头骨顶端出现 如同一片清凉 在头顶蔓延开来 这股凉意从头到脚 游走在每一块骨头上 好似一股泉水 渐渐熄灭着妖魂凝骨 带来的痛苦 云雀觉得很舒服 懒洋洋昏昏欲睡 很快云雀惊醒过来 他以为是妖魂凝骨的痛苦 逐渐消失 从而出现的错觉 可仔细感知下 发现并不是 自己身上每一块骨头 仍旧蕴含着 炸裂般的力量 根本没有消散 而另一股清泉般的感觉 也一样存在于 每一块骨骼 与那炸裂般的力量同存 除了自身神魂凝骨 与妖魂凝骨之外 仿佛有第三种力量 帮云雀抚平这骨骼上 遗留的剧痛 这是什么道理 云雀暗自嘀咕道 难道我还有第三道神魂 说完云雀 自己都觉得好笑 双魂之体 已经足够罕见古怪了 世上哪有三魂同存的生灵 不再多想 云雀放空思维 安静地休息 转过天去 到了赌斗的三日之约 阎武殿大门前的广场 人山人海 百花殿学子 与阎武殿学子的赌斗 已经传遍了学宫 任何地方都不缺看热闹的 天祺学宫一样不例外 这场赌斗 吸引了数千学子 大家都想瞧瞧 百花殿到底出了什么人才 敢挑战阎武殿的一群武夫 在天祺学宫 阎武殿是 发生打斗最多的地方 走在路上 其他学殿的学子 若看到阎武殿的人 大多会选择绕开 倒不是害怕打不过 而是不堪其扰 一个字 烦 阎武殿的武夫 粗俗又好斗 出口成脏 经常挑衅其他学殿学子 别人不打 他们就开骂 骂得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以至于有一年 上千学子联名给学宫提出建议 要求取消阎武殿 认为阎武殿里的武夫 根本不懂什么是学问 全是大老粗 不配在学宫求学 联名的那些学子 都是被阎武殿的武夫揍过的 提的建议 学宫也不可能采纳 圣人创建的天祺学宫 最初便设立了十二点 谁敢轻易取消一店 这次赌斗 其实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于云雀百花店学子的身份 平常其他学殿 看到阎武殿的武夫都绕着走 偏偏这次有人敢主动去赌斗 所有人都在好奇着 云雀到底是何方神圣 广场上从上午开始 就聚满了学子 离鼓信心满满地等在人群中间 直到中午开饭了 也没看到云雀出现 最着急的 莫过于没钱 他把全部身家压在云雀营 云雀若不来 他的三百两银子 可就泡汤了 没钱心急之下 直接去了百花店 找人打听 得知云雀住在西楼 没钱大不留心 走到西楼下 他正想迈不进去找云雀 忽然迈出的脚步 就此顿住 耳畔传来苍老低沉的声音 离开这里 快 没钱毫不犹豫 在西楼前转了个弯 装作散步 脚步匆匆地走出百花店 他走后没多久 莫老的身影鬼魅般 从楼上飘了下来 骷髅般的莫老 站在大厅深处 望着远去的没钱 目光犹如两团鬼火般 脸上带着一丝疑色 等离开百花店很远 没钱站在一个 没人的凉亭里低语道 你不是说到了学宫 轻易别与你联系吗 怎么你先开口了 你刚才去的什么地方 苍老的声音道 百花店西楼 到底怎么了 没钱疑惑道 那座楼宇内 有一种令我不安的气息存在 以后切勿接近 苍老的声音警告道 难道是云雀 没钱道 不是那小子 是一道很苍老的元神 很强 贸然接近 对方有可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苍老的声音变得愈发低沉 我知道了 以后不再去百花店 没钱点头道 等等 云雀那小子 怎么也在学宫 苍老的声音 忽然疑惑起来 应该是凌云郡主的举荐 那家伙一直护送郡主来着 跟我同一天到的学宫 没钱道 前两天敲户心境的 是不是他 苍老的声音问道 除了他 谁能跟我动手动脚 没钱无奈道 告诉你多少次 离那小子远点 挨上他准没好事 这里是天奇学宫 强者众多 无法轻易外放感知 你自己好自为之 说吧 老者的声音彻底消失 没钱咧了咧嘴 一脸无奈 他知道 为何老者会生气 人家在护心境里闭关修炼 云雀上次 在阎武殿学堂里 框框砸了两下 换成谁都得被吓一跳 类似于睡得正香呢 突然有人踹门 没找到云雀 没钱只好灰溜溜返回阎武殿 没钱没赶进西楼 但有人不在乎 图苏和满身 晃着膀子闯进西楼 一顿乱找 终于在一间房间里 发现云雀 云雀 你怎么还睡大觉呢 今天是你比斗的日子 你不会忘了吧 图苏道 当然没忘 我现在起不来 云雀道 身上虽然不疼了 但尚未恢复全部知觉 只有两只手臂能动 根本站不起来 受伤了 满身道 摔了一跤 伤了腰 云雀敷衍道 摔个跟头就趴下了 你们经过人太脆了吧 图苏自豪道 我们草原人天天摔跤打架 睡一觉就好 所以你才是大汉啊 云雀道 那当然了 天鹰部谁也打不过我 哎对了 你得去比斗啊 我借了五两银子下注 你可别丢我们百花店丢脸呀 图苏道 当然得比 找个担架 抬我去阎武店 云雀道 名声无所谓 一千两银子不能丢 满身担忧道 你这个样子还怎么打 会出事的 要不别去了 没事 我一只手也能打 云雀道 两人很快找来一副担架 抬着云雀走出西楼 落过南楼的时候 云雀又看到了穷武 对方瞪着一双漂亮的眼睛 狠狠盯着自己 看什么 没见过躺着打架的吗 云雀说完 穷武的眼睛变得仿佛要冒火 咬牙切齿 抬着担架去赌斗 这种新鲜事 吸引了一众百花店学子 担架后边跟着好几百人 都想去阎武店看热闹 五夫斗殴 在学宫里天天都有 并不稀奇 抬担架去打架的 学宫创立千年来 只此一份 穷武站在南楼门口好一会儿 狠狠跺了下小脚 跟着人群走向阎武店 他想看看 云雀被打个半死的模样 解解气 身残至奸 一看就是个神智坚韧之人 不学神道可惜了呀 剑平之嘀咕一句后 也跟着去阎武店看热闹 反正他一个学生没有 天天都很清闲 当云雀出现在阎武店外 周围的无数学子随之沸腾起来 沸腾的原因 并非即将开始的比斗 而是云雀居然被担架抬来的 一轮声此起彼伏 站不起来还敢比斗 世上果然什么人都有啊 也不怕被打死 逞什么英雄 人家这叫有信誉 自己立的约 哪怕爬也要爬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躺在担架也敢一战 好样的 还有人做装吗 这次压李谷的天营啊 下注早结束了 早知道百花店的人这个熊样 我就该压李谷赢 这下好 二十两打水飘了 分开人群 图苏和满身将云雀台进一处演武场 李谷正大咧咧地站在对面 满脸鄙夷 云雀让图苏找两根木头 把担架斜着架起来 让自己处于近乎战力的程度 等忙活完了 图苏神色古怪地叮嘱道 输得痛快点 男子汉大丈夫 打输不丢人 云雀胡一道 你怎么胖我输呢 你不是借了五两银子压我赢吗 那个 我确实借了五两银子 但我压的是李谷 嘿嘿 图苏挠着头道 说来话长 把你的刀借我一用 云雀道 没等没钱说话 旁边有人红声道 用我的刀 说话的 正是无音 云雀打过招呼后 接过无音递来的长刀 刀身厚重狭长 黑铁锻造 刀刃锋利 并设有暗槽 专门用来放血 这是把骑兵用的斩马刀 借助马匹之力 能将对手拦腰斩断 是军中汉将常用的凶器 刀一入手 立刻传来一股沉甸甸的力量 百经已上 云雀注意到 刀身上存在着一排细小的纹路 乍一看好似裂痕 实际竟是符文 法器 而且等阶不定 云雀没用过法器 但见识过不少 一眼看出 无音的斩马刀 至少在上品程度 甚至有可能是极品 尽你所能施展 刀断了 算我的 无音大气道 云雀道过泄 熟悉了一番长刀 做到心中有数 赌斗切磋 又不是生死搏杀 云雀自然不会动用妖刀 妖刀出鞘就要见血的 凶器太重 不适合再学功动用 云雀打算 以后有钱了 也弄把法器长刀备用 当做平常的武器 云雀在这边摆弄长刀 可把对面的鲤骨 气得够强 担架抬来的也就算了 连兵器都不带 还得借别人的 根本没把他鲤骨放在眼里 进了阎武场 等同于 千下生死状 鲤骨瞪着眼睛喝道 小子 今天我要是失手把你打死 用不着偿命 放心 你打不死我 不过我劝你先挖个坑 待会儿趁着还有一口气在 先把你自己埋了 省得别人费事 云雀随口道 嘴炮这一块 也就没钱能和云雀较量较量 就凭你 哈哈 你想笑死我不成 鲤骨装模作样的仰天大笑 道 区区八平武夫 敢在七平面前猖狂 不得不说 你小子胆子够大 不过脑子一点没有 等会儿 老子来教教你 什么叫武道 好啊 教得不好的话 我可揍你 云雀说吧 将长刀插在地面 也学着当初鲤骨的模样 双拳对撞了一下 砰一声闷响 一阵气浪出现 吹得鲤骨的头发狂摆 七平 鲤骨的笑容 瞬间凝固在脸上 差一道 你居然进阶七平了 怪不得 你要三天后再战 原来是缓兵之计 相比于鲤骨的惊讶 一旁的眉钱更为惊诧 他本以为 年底自己 肯定能进阶七平 都想好了 要在云雀面前炫耀一番 气一气云雀 结果人家先成了七平 没钱现在心里酸溜溜的 他决定不能等到年底 过几天就开始重击七平 否则的话 该炫耀的就是云雀了 他没钱更抬不起头来 无垠微眯起双眼 缓缓点了点头 看向云雀的目光 充满了赞赏之色 百花店的一众学子 纷纷兴奋起来 为云雀鼓气助威 揍他一顿 让他们阎武殿知道知道 我们百花店不是好惹的 总被外人欺负 我们百花店 终于出一个能打的了 云雀加油 百花店万胜 一群百花店学子呼吓不断 唯独穷武站在人群里 一声不吭 恨恨地瞪着云雀 他只想看到 云雀被打成猪头的模样 以解心头之恨 难怪这群百花店学子 兴奋不已 学宫十二店 唯独百花店最下诚 当然 这不是学宫定的 而是学子们私下里的说法 因为百花店传授的东西太杂 什么都有 没一个靠谱的 因此 百花店学子的战力相对最低 在其他学店面前简直如透明人一样 唯独新年的时候 百花店的歌舞才能闻名学宫 其他时候提及百花店 很多学子都会嗤之以鼻 认为百花店里 都是一些没能耐的富家公子 专门来学宫里混个身份 出去后好到处吹牛 可悲的是 百花店这么多年 确实没出什么人物 面对战力最强的演武店 更没人敢挑战 如果云雀今天能赢一场 百花店学子也觉得脸上有光 听到百花店众人的加油打气 李谷直接吃笑起来 喝道 他揍我 真喜欢白日做梦 一个刚入七品的残废舞夫 他拿什么剩我 四周演武店的学子们 立刻纷纷大喝 百花店就该回去绣花 演武店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来了也行 跳几支舞再走 让我们乐呵乐呵 哈哈 我要听曲儿 别不好意思 你们百花店 不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吗 听说百花店的人厨艺都不错 来给咱们做炖饭尝尝 嘎嘎 哎呦 我刚丢了二两银子 你们百花店里 不是有端案的吗 快来帮我找找 找到了分你们一两银子 哈哈 演武店一群五大三粗的壮汉 嗓门一个比一个大 说得一个比一个难听 全是武夫 这帮人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刘情面 专挑百花店的痛楚骂 听得一众百花店靴子 咬牙切齿 图苏脾气火爆 问声问气地回骂道 你媳妇丢了 我刚找到 就在我床上呢 怎么样 这案子断得快不快 你他娘的找打 死蛮子 信不信我拔了你的牙 演武店一方一鸣壮汉骂道 怕你啊 不服气 比量比量 图苏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郑主还没打呢 看热闹的 都快打了起来 李谷白手示意同伴闭嘴 盯着云雀道 幸云的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 别在这拖时间 拖到明年你也必输无疑 云雀单手持刀 靠在力气的担架上说道 我的时间也挺宝贵 咱们一招分胜负 好 一招就一招 李谷冷喝着取出武器 他用的是棍 而臂粗细 起霉膏 一根含铁大棍 棍身之上 同样雕刻着细腻的符纹 是一件等阶不俗的法器 轰隆一声闷响 李谷 将大棍戳在地面 立刻出现一个半尺深的坑 同时炸起一圈气浪 从力道判断 李谷的含铁棍 至少八百斤网上的分量 棍是刀剑的克星 一寸长 一寸强 棍这种武器 天然比刀剑要长 攻击范围极大 远非刀剑可比 尤其棍的重量大多沉重 属于重兵器 硬拼的话 刀剑等轻兵器 处于天然的劣势 能用棍者 必定气力过人 这是修行界的常识 李谷周身气机转动 冷笑道 小子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七平武夫的战略 龙奔棍法 李谷猛然抓住大棍中心 刹那间 将寒铁棍五动如飞 风声大气 围观众人立刻朝后面退去 七平武夫相斗 能离多远离多远 否则容易被误伤 李师兄居然动用棍法 那小子今天怕有残废 杀机又牛刀啊 我赌的一百两 今天肯定翻倍 见李谷施展棍法 阎武殿一方群情激昂 纷纷叫好 龙门棍法是阎武殿的武道法门 立大士臣 是专门以立取胜的招式 一些修炼棍法的武者 此刻认为 云缺必败无疑 刀再好 除非是神兵 能一刀切断含铁棍 否则棍法激发的威能 加上李谷七品武者的肉身之力 足以将长刀绷飞 人都能一棍给拍扁 李谷动用棍法 云缺也没闲着 云缺以右手持刀 左手猛地拍了下身后的担架一侧 随后担架低溜溜旋转起来 云缺也跟着一起转动 好似个陀螺一般 围观众人看见云缺的模样 纷纷大笑不已 尤其阎武殿的一群武夫 笑得阴阳怪气 百花殿果然人才挤挤 这舞跳得不错 我猜叫转圈舞 看人家转得多熟练 私底下肯定没少下功夫 多转一会儿 这个有趣 也有不少人没笑 比如吴英 他仔细看着云缺的举动 对云缺信心十足 没钱瞄了眼 那群笑得肆无忌惮的铜窗 嘴角泛起一抹嘲讽 心说笑吧 等会儿你们就要哭了 云缺的举动 看似荒唐滑稽 可没钱深知云缺的目的 旋转 是在剧烈 云缺脚下不能动 相当于没了根 手上的力道再大 也不过七品之力 没有脚下的力量加持 很难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所以 云缺才选择旋转自身 以转动的力量 带动长刀 达到正常的发力程度 这是云缺的聪明之处 担架越转越快 将地面搅出个坑来 云缺手里的长刀 也始终跟着自身在旋转 刀体带动的风声越来越重 李谷不算太傻 他从刀锋中 察觉到云缺的目的 哼 一棍开山 李谷大吼一声 脚下往前一踏 手里的寒铁棍 以横扫千军之势 横着弓向云缺 嗡 这一棍之威 扫出了一股刺耳的破空声 近千斤的寒铁棍 加上七品五福全力出手 其上的力道 已然超过了万斤 如此力道 平山君那等七阶妖兽 也不敢硬抗 龙门棍法大开大合 讲究的是一粒详实惠 其中一棍开山为第一式 也是最为猛烈的一式 看到这一棍的力道 百花店众多学子 纷纷到抽冷气 为云缺捏了把汗 云缺行动受限 无法躲避 只能硬接 接得住还好 接不住的话 人就废了 云缺别看本体在旋转 周身契机始终锁定着离骨 对方的一举一动 他都了若指掌 这种契机的运用 在八品的时候 是绝对达不到的 当喊铁棍扫来的那一刻 云缺突然抬起左手 以双指竖在眉心 右手的长刀 随之流转起一股冷冽之气 骑手势 旋转中的云缺 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力量 接下来 他要动用的 是来自前朝斩妖司的 真正绝学 断刀式 断刀式 斩妖之计 共十世 传至前朝司天剑坚正 是斩妖司中真正的绝学 学会断刀式的猎妖人 屈指可数 连柳十一那等高手 都无法施展 云缺之所以会 是因为自己的母亲 年幼时 母亲将断刀式的 所有心得与精髓 一并传授给云缺 这么多年来 云缺经常揣摩修炼 也仅仅修成了前三世而已 断刀式是一种 堪称恐怖的刀法 配合妖刀施展 威力惊人 是猎杀强大妖物的 不二法门 云缺很少动用 因为没什么必要 他的妖刀本身 已经足够强大 斩杀同阶妖兽 跟切白菜差不多 随便砍就行 还用什么刀法 越阶斩杀七阶 妖族的话 单凭断刀式可不够 需要动用妖力 一样不需要用刀法 以至于这些年的斩妖生涯 云缺动用断刀式的次数 寥寥无几 基本没有靶子可用 这次的比斗 则是一次动用刀法的机会 因为有了个活靶子 离古式大力臣的 寒铁棍扫出之后 发生了玄奥的变化 并非普通的横扫而已 寒铁棍本体 竟在阵战中出现无数虚影 那是棍法的威能展现 每一道虚影 都蕴含着惊人距离 将寒铁棍的攻击面 瞬间放大百倍 扫向云缺的 虽然只是一棍 却是一面棍墙 必无可避 防不胜防 棍影铃声的刹那 云缺出刀了 出刀的姿态很古怪 反手倒提 自下而上 斜着斩出 一断 山魁鹿 呜 刀刃划开空气 产生一种刺耳鸣 断刀式第一式 一断山魁鹿 这一刀看似缓慢 实则快若闪电 一刀斩出的同时 云缺的身影 在旁人看来 出现了三次快速停顿 并不连贯 好似在出刀同时 犹豫了三次 然而在真正行家的眼里 云缺的快速停顿 其实是出刀的虚影 看似斩出一刀 实则是三刀 每一刀都有超过万斤的距离 三刀叠加 数万斤的力量 三刀斩出 形成三道长刀虚影 互相连接 汹涌的刀器 组成一片刀幕 犹如奔腾的大河 从天地间肆虐而来 传闻世间有山魁 喜食人脑 藏于深山 速度如风 来去无踪 想要猎杀 难如登天 这一刀 是专为斩杀山魁所创 一刀出 斩断山魁所有退路 刀出 则妖王 哄 刀刃与寒铁棍 接接实实撞击在一处 火星蹦见 炸裂的狂风四散开来 将地面的沙土 卷起一大片 围观的人群 急忙以手遮炼 抵挡沙尘 同时 人们纷纷震惊 这种单纯比拼力量的交战 没有任何花俏的招式 只有拳拳倒肉的凶悍 李谷本来信心十足 一棍将云缺拍残 结果轰鸣乍起的同时 李谷的脸色豁然大变 他听到了手背上 传来的咔咔响动 那是手骨碎裂的声音 尤其让李谷惊骇不已的是 含铁棍上传来的反振之力 从他的手指 开始震裂骨骼 并且快速蔓延到手背 手腕直至手臂 李谷大惊之下 不顾一切的撒手 他不敢再握着含铁棍 否则两只手臂的骨头 都得被震裂 这是多大的力量 李谷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松手的同时连连倒退 一下子跌坐在地 他的双手和手腕的骨头 尽数被震裂 这还是逃得及时 否则两只胳膊肯定保不住 李谷完全呆住了 两只手不停颤抖 一张大脸全是冷汗 早没了当初趾高气扬的模样 像急了一个 被大人一脚踹翻在地 呆了茫然的孩童 反观云雀 身后的担架 已经被距离镇成粉碎 但云雀的本体 则在长刀的支撑下 勉强站在原地 一步没退 一招分胜负 此刻胜负一分 尽管李谷的力道不小 但云雀已经有腰魂绒骨 肉身的坚固程度堪比六阶妖兽 以李谷七平五负的力道 根本伤不到 除了手心有点妈之外 云雀一点伤势没有 其实 云雀已经留守了 刚才那三刀 全对着寒铁罐斩 如果其中一刀斩向李谷 此刻李谷就不是坐在地上 而是躺在地上 脑袋早已搬家 断刀是是杀伐之法 若云雀不留守 李谷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毕竟是学功比斗 不至于杀人 云雀才将三刀尽数斩在寒铁罐上 此刻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目光呆滞 一个被单价抬来的百花店靴子 居然一刀 就把阎武店的老牌靴子李谷给战败了 而且看人家云雀的模样 轻松得根本不像在恶战 一滴汗都没有 没钱冷笑了一声 不以为意 他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准备领取 他豪赌而来的三千两了 无音目录震惊 他猜到云雀会胜 但没猜到云雀胜得如此轻松 穷武瞪着信念 翘脸上带着些许失望 他是来看云雀被人揍解气的 结果反而看到 云雀一刀战败强敌的英姿 这让穷武又是恼火 又是羡慕 图苏和满身别提多痛快 两人大呼小叫 为云雀助威 一时间忘了他们借来的五两银子 这时候已经输出去了 阎武店一方的学子们 则黯然神伤 脸叼大了 刚才大呼小叫 看不起云雀的那些人 现在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都以为百花店来个傻兮兮的残废 肯定被李谷虐一顿 结果来了个半猪吃虎的 不仅虐了李谷 连这阎武店的名声都给砸了 人家一个躺在单架上的 居然都能战败阎武店的同阶舞者 传出去就是阎武店的一个笑话 不知要被其他学店嘲笑多久 满场的寂静中 只有寒铁棍 飞行传来的霍霍风声 李谷撒手后 他的寒铁棍 直接被距离崩飞出去 那破风声听着都圣人 不知带着多大的力量 这时有人朝着寒铁棍看去 随后惊呼四起 崩飞的寒铁棍 懒腰从门里走出来 这位先生看样子还没睡醒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砰 下一刻 人们听到了一种 重气撞击的响动 寒铁棍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许贤云脑门上 这下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学子们 再次瞠目结舌 一时间连呼吸都忘了 寒铁棍飞行的风声都足够吓人 至少万斤的力道在上面 足以砸倒一片墙 落在人脑袋上 非得砸个万朵 桃花开不可 有胆子小的 还以为这次要出人命 云雀也看得一愣 刚才只顾着出刀 没注意喊铁棍 被离骨扔出去的后果 其实怪不得云雀 这里是阎武殿 全是武夫 挡不住他的刀 还躲不过飞来的喊铁棍吗 云雀根本没多想 谁知道许贤云睡的迷命 呼呼走出来 直接被一棍子砸脸上 这位先生用脸接棍 在学子们错愕惊恐之际 许贤云连眼皮都没睁 抬手揉了揉额头 被棍子砸到的地方 棍子上的力道 至少上万斤 许贤云可没挡 硬生生砸在脸上 居然根本不在乎 至少五品金身镜 甚至更高 云雀在心里猜测着 许贤云的真正修为 学宫先生的修为 含有人知 是人家先生的隐私 天骑学宫有个规矩 但凡有真才实学者 并且通过学宫之长大忌久的认可 均可在学宫认教 据说 即便是九品修士 只要有过人之处 令本派系的修行者折服 一样能成为学宫先生 当然也仅仅是个传闻而已 不可能当真有九品 低阶修士 在学宫认教 学宫里的诸多先生 绝对没有弱者 这时 云雀想到了百花殿 新来的北楼先生 没有大忌久认可 剑平之不可能成为先生 那个神棍 的确有常人难及的本领 莫非神倒是真的 剑平之那家伙 当真能请神上身 疑惑之际 云雀听到屠苏的大吼 百花殿赢了 哈哈 云雀好样的 咱们百花殿 没有闹肿 轰一声 百花殿一方的人群 沸腾起来 阎武殿不过如此吗 还打不过我们百花殿 以后我也常来阎武殿转转 咱们百花殿 终于扬眉吐气一次 百花殿学子们欢呼雀跃 曾经最让人看不起的百花殿 今天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云雀试着动了动双脚 全力出手之后 左腿的筋骨疏通开来 已经恢复了知觉 能缓慢行走 一千两 外加你的书牌 拿来 云雀朝着李谷伸手道 李谷瞪着眼睛不吭声 一副愤愤不服的架势 图苏是个莽撞的家伙 见对方想赖账 挤不上去 从李谷身上 抢来一千两的银票 连着书牌一起递给云雀 李谷挣扎着站了起来 怒道 你仗着有把好刀 算什么能耐 有种等我伤好了 再来比过 等你到了六品再说 七品 你打不过我 云雀笑了笑 将长刀还给无音 李谷显然是个养尊处优的家伙 哪里听过这般羞辱 一张大脸憋得通红 骂道 百花店的胆小鬼 今天算你捡了个便宜 图苏听得火气大起 反骂道 输了还嘴硬 你他娘真不像的汉子 输不起啊 去你娘的臭蛮子 等老子出了 学宫先去草原 图了你一族 李谷破口大骂 图我一族 我先揍死你 图苏火气大起 一记老拳 结结实实轰在李谷脸上 图苏终于想起来 自己输了五两银子 就因为压错了李谷 那可是他借的 这下好 下个月饭钱不但没卓落 还得想办法还钱 李谷两手有伤 来不及防御 直接挨了一拳 比两股都歪了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李谷一脚踹在图苏肚子上 将这位大汉踢出个跟头 一见图苏吃亏 满身嗷乌一声扑了上去 他是大汉的半当 生来就是为大汉死战的 李谷旁边的阎武殿众人 也反应过来 立刻冲过去三个 结果满身比图苏还猛 几拳下去 放倒了三个阎武殿学子 一下将李谷扑倒在地 抡起老拳一顿胖揍 阎武殿一方顿时大怒 冲出来上百人 怒喝着围攻满身和图苏 连着云缺也被围在当中 哎呦我的鼻子 开山掌 敢踢我脸 奔雷脚 你压的掏我下盘 胡鹤手 去你妈的王八拳 一时间喝骂声 拳脚声 惊呼声 哀嚎声 汇聚在一起 阎武殿外 发生了一场几十年 难得一见的群殴混战 这下彻底热闹起来 学宫斗殴 并不罕见 尤其阎武殿 天天都有打架的 不过身为学子 自然没有傻子 大家都知道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 单挑笔斗 可以用刀剑兵刃 群殴的话 只能上拳脚 这一场混战 打得天昏地暗 热热闹闹 哀嚎四起 鼻血纷飞 围观人群 看得目瞪口呆 即便最冷漠高雅的 武仙子穷武 此刻也谈口微张 目光呆滞 武夫群殴 可不是街头混混打架 一拳出去 就有人飞起来 一脚下去 能把对手 踢出十几丈远 绝对的拳拳倒肉 能听到喷喷声大作 围观人群的头顶 时而有人哀嚎着 飞了出去 摔出老远 爬不起来 穷武专修武技 他的武姿不仅极美 还有着不凡的威能 并非纯粹的舞蹈 而是一种剑舞 足以击杀敌人 穷武的剑舞 堪称美轮美奂 将杀伐之际 与武姿完美融合在一起 赏心悦目 反观这群武夫 粗野得好似猛兽一样 刚开始群殴 还有些招式可言 打到最后 完全凭借本能挥拳乱砸 穷武看到云雀打得兴起 一记老拳 轰在旁边的图苏脸上 其他人也一样 阎武殿一方 互相误伤得更多 无鹰抱着肩膀 乐呵呵的看着打斗 房石拿着小本子 在计算着什么 旁边有人看了一眼 发现是在计算云雀 总共放倒了多少人 从而推算出云雀的战力 没钱没闲着 始终在拉架 不过拉的是偏价 这家伙下手又黑又隐晦 专门往阎武殿 那群武夫的肋骨 与下盘招呼 一拳下去 对方肯定起不来 没钱一边拉偏价 一边在心里大骂云雀 这个惹祸惊 他可是阎武殿的学子 要被人发现 对自家学殿的学子下手 以后可就难混了 其实 没钱也想在旁边看热闹 但他做不到 他和云雀从小就认识 经常互相谩骂 互相坑骗 看起来不像朋友 更像仇人 可唯独一点 两人有着绝对的默契 那就是动手的时候 肯定一起上 混战一直持续了一顿饭的时间 才在赶来的学政 大吼下宣告结束 掌管事务堂的学政 宋道里亲自抵达 本就一张黑脸 此刻面沉似水 在宋道里面前的地上 躺着一百多号 包括离谷在内 全是阎武殿学子 其中不乏七品高手 大多数都是八品武夫 还能站着的 只有三个 云雀 图苏外加满身 别看能站着 图苏和满身的脸肿成了猪头 鼻子嘴角全是血 也就仗着两人有七品修为 又是草原蛮人足够强悍 换成旁人这时候 根本站不住 云雀的一只眼睛 也变得乌青 浑身上下全是脚印子 嘴角挂着血迹 云雀的伤势是最轻的 雕魂熔骨的好处 在此刻显现无疑 经过这番混战 云雀浑身筋骨 已经尽数疏通 行动如常 彻底恢复 发现宋道里过来后 没钱早钻进人群 正没事人一样 装作看热闹 宋道里怒道 学宫乃求学之殿 不是街头斗殴的地方 你们阎武殿天天斗殴 天天上人 有没有一天能消停 阎武殿一方有学子气不过 小声嘀咕道 是他们百花殿先动的手 宋道里听到声音 怒视对方道 他们先动手 你们就有理了 你们自己看看 一百多人被打翻 阎武殿不是最能打的吗 今天怎么吃扁了 说话的学子顿时没声了 觉得颜面扫地 人家百花殿三个人 干翻了阎武殿一百多号 这比刚才赌斗还丢人 赌斗输掉 至少能借口说 离骨轻敌 被对方偷袭 群殴输掉 谁也找不出借口来 单纯就是打不过人家 训斥完阎武殿一方 宋道里瞪着云雀三人道 百花殿的学子 来阎武殿群殴 你们可真给学宫长脸面 天骑学宫改为斗殴学宫好了 罚你们三个 去后山雾兴崖面壁十日 面壁期间壁骨 不许吃喝 图苏不服气 凭什么只罚我们三个 宋道里恨不得上去 揣这家伙两脚 指着满地哀声四起的 阎武殿学子道 你看他们能面得了弊吗 十天后 他们能从回春殿爬出来 都算好的 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去面壁撕过 宋道里实在被气得不轻 作为事务堂总管 宋道里负责维持学宫秩序 其他学殿问题不大 唯独阎武殿天天出事 每次来阎武殿 他都觉得恼人而疼 一群武夫 皮糙肉厚 打骂一顿 人家根本不在乎 后来宋道里想出个办法 那就是罚面壁 而且必须避骨 不许吃喝 武夫最怕没吃的 这招惩罚被创立以来 阎武殿的学子 的确老实过很长一阵子 结果 今天出了这场意外 上百人群殴 宋道里入职学宫以来 从来没遇到过 他要是晚来一阵子 估计阎武殿 都能被这群武夫给拆了 一听面壁十天 还没吃的 云雀图苏满身三人 立刻脸色一垮 面壁不算事 可没吃的 那真要命啊 以七瓶武夫充盈的气血 十天半月 不吃不喝毫无问题 关键是饿啊 估计阳武殿 见云雀几人被罚面壁 没钱不动声色地 又往人群 李躲了躲 生怕自己也被牵连 琼武的目光明亮起来 小银牙咬的作响 云雀被罚 他可算出了口气 天骑学宫范围极大 学宫后方是一座青山 不算高 是皇城里唯一存在的山峰 这座山也属于学宫 没有上山的路 哪怕是皇帝 乃至学宫先生与大祭九 也不允许登到山顶 因为这座山的山体上 有着圣人亲笔书写的字迹 此山无名 山体一侧是断崖 断崖有名 叫做悟心崖 如圣曾经在此地以纸为笔 留下八个大字 原本字迹 写在崖底的石壁上 后来为了更加显眼 天骑学宫将圣人留下的字迹 连着山体 挖出八块巨石 又在断崖靠上的位置 挖出八个山洞 将八块岩石安装进去 悬在崖底 如此一来 圣人字迹变得格外醒目 背显威严 崖底被挖去 自己形成的八个山洞 则成了悟道修心之地 这才有了悟心崖的称呼 断崖前方是一片空地 荒草丛生 将三人带到这里后 宋道里沉生道 十天之后 方可自由 提前溜走的话 再加十天 哼 一甩大秀 宋道里返回了学宫 剩下三个难兄难弟 大眼邓小眼的一时无言 云雀很是无奈 刚到皇城被关进天牢 好不容易进了学宫 没几天 又被关起来面壁 秉着寄来之则安之的习惯 云雀倒是无所谓 先瞻仰了一番圣人亲笔 悬在崖顶的八个大字 龙飞凤舞 看起来飘逸超然 沧海无尽 彼岸有花 云雀低声念着圣人字迹 这句话并不玄傲 也不晦涩 简单明了 可以理解为 沧海即修行 彼岸便是终点 修行路是无穷无尽的 需要历经苦难 但终点 必有鲜花等待 给人一种苦尽甘来的美好感觉 望着字迹看了一会儿 云雀现出金融 他感觉到 内心渐渐清明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心神竟随着观看字迹 而出现改变 时隔千年之久 单纯已遗留的字迹 即可影响学子的心神 不愧是超越一品的儒胜 云雀在感叹之余 发现旁边的图苏和满身 看得更加专注 两人瞪着眼睛 一眼不眨 雕像一样 能从儒胜遗留的字迹中 看出感悟 说明心智超然 云雀做得到 可旁人未必做得到 莫非图苏和满身 也有着过人的心智 云雀觉得有些惊讶 问道 你们看出什么了 图苏眨了眨眼睛 道 好大的字呀 看起来写得真好 满身点头赞同道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字 到底写的啥呢 云雀一无脸 自己实在想多了 这俩蛮子 根本就不认字 三人并排坐在牙底 云雀拿出离谷的书牌 翻看了一下 有了书牌 就能去阎武殿的藏书楼 这是云雀的真正目的 哪怕被罚 面壁十天也值了 藏书楼里 大量的前人修炼经验 是无比宝贵的遗产 对云雀用处极大 修行这条路 遥远艰难 靠着自己摸索 很难有所成就 那些前人的经验 就成了指路明灯 能避免云雀走很多弯路 七品炼神境 对云雀来说 仅仅是修炼的开始 他要冲击六品宗师 五品精神 乃至最后的一品金剑 混吃等死 那是没办法 如今到了学宫 有了变强的机会 云雀又不是傻子 岂能错过 藏书楼里的功法 云雀更感兴趣 前朝斩妖司也有功法 如七杀刀法与断刀士 可这两种功法 是为了妖武者量身打造 完全的杀法之法 一旦用出 就是薄命的招式 有功无手 有去无回 云雀需要一些 弓手兼备的法门 如此才能活得长久 群殴之际 岩武殿学子不少人 都有很强的拳脚功夫 这一点是云雀的弱想 七杀拳法 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式 几乎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而且威能一般 只适合九品八品武者 对七品武者来说 只能当作平常舒展禁锢的手段 恶战之际 已经很难用得上了 如果自己 也会高深的拳法 云雀觉得刚才的混战 还能再干翻一百个 想起修炼法门 云雀的眉峰 渐渐锁紧 斩妖丝的功法 太过激进 全是薄命用的 就好像斩妖丝的猎妖人 只是一个个棋盘上的卒子 过了河 只管往前冲杀 根本不需要顾及自己的死活 对敌人斩尽杀绝 对自己也一样 不留任何退路 与其说成是猎妖人 不如用死士一词更为准确 猎妖的死士 云雀渐渐疑惑起来 既然是死士 那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最终只是与妖蟹同归于尽 猎妖人 原来不是猎妖人 而是一个不会回头 也无法回头的过河族 云雀正沉思之际 被旁边的响动惊醒 扭头一看 图苏和满身 正拿着个奇怪的瓶子 倒出来一些油脂样的东西 往脸上的伤处 草原上的伤药 云雀好奇道 对 我们从小擦到大 你也来点 两天保转就好 图苏将瓶子递给云雀 云雀闻了闻 有种奇怪的味道 很删 什么材料做的 云雀说着 打算也弄点擦拭伤处 羊蛋 最好涂多点 好得快 满身道 云雀的手顿时停住 原封不动 把瓶子还给涂苏 虽然连妖兽挖卵都敢生吞 但这玩意往脸上抹 云雀的内心 还没强大到那种地步 皇宫 一身龙袍的皇帝 缓步走在御花园内 神色沉重中 透着犹豫 直至走到花园深处 一间古朴典雅的阁楼下 英子兽才停住脚步 抬头望向匾额上 他欲比轻蹄的字迹 飘渺阁 皇帝深吸一口气 目光变得坚定下来 走向阁楼大门 木门随着皇帝的脚步 自行开启 飘渺阁 取自飘渺神奥之意 楼阁内香烟浮动 四周墙壁上 排列着一层又一层的红烛 楼阁正中心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道尊雕像 雕像前的蒲团上 盘坐着一道曼妙身影 一袭朴素的道袍 无法掩盖那玲珑曲线 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孔 精致无瑕 宛若欲雕 看到女子的那一刻 英子受恍惚了一瞬 尽管她是九五之尊的帝王 天下美人皆可入怀 可唯独眼前的女子 是她得不到的 只剩下无尽垂涎 道袍女子 便是当今大敬国师 林妙卿 陛下来飘渺阁 所为何事 林妙卿睁开双眼 碱水之谋一尘不染 好似吴波谷谈 空灵的声音 仿佛来自九天 悠悠响起 说话的时候 林妙卿始终盘坐于 蒲团之上 并未起身 皇帝没有丝毫懊恼 反而十分敬重地道 这次来 是求国师帮朕寻一样东西 可以 不过陛下 要考虑好 我答应帮陛下出手三次 十五年前已经出手一次 这次 是第二次 林妙卿一张精致的脸下上 无悲无喜 声音清冷 英子受暗暗咬了咬牙 重重地点头道 朕已考虑良久 还望国师出手相助 但道 英子受沉默了一下 语气沉重地道 玉玺 丢失的玉玺 是英子受心头的一根刺 他能登上皇位 与他自身的本领 其实没多大关系 实属运气 所以 英子受极为在意名分这个东西 这些天寝食不安 心急如焚 玉玺失窃这件事 英子受不可能外传 更无法外传 否则他的皇位 将招来更多的流言蜚语 民间已经流传出他 英子受窃国的说法 如果让黎明百姓得知 皇帝丢了玉玺 他英子受的皇位 做得更不踏实 林妙卿缓缓汗手 并未多问 神色丝毫不变 只见这位女子国师 伸出如玉般的左手 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分别须抓了一下 煞世间异象大起 东侧 一股金沙从天而来 南侧 一片绿叶凭空而现 西侧 一条小溪蜿蜒而至 北侧 一团烈焰升腾而起 随后 林妙卿单掌按在地面 口中青土出一个宁字 大片沙石 瞬间由地底浮出 金木水火土 五种力量在阁楼内 互相融合凝聚 组成了一幅巨大的 九宫八卦图 八卦图自行旋转 散发着令人震撼的 玄傲气息 林妙卿位于八卦图的中心 他微合双眼 双手快速掐动咒觉 八卦图上 先后亮起一道道 星光般的光运 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组成了一幅庞大的地图 英子兽看得莫名震撼 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当整个九宫八卦 完全被星光填满后 那些光运 开始逐渐熄灭 最后 只剩下林妙卿侧前方的一个光点 忽明忽暗 林妙卿睁眼看去 远待般的绣眉 忽然动了一下 明眸中闪过一丝疑惑 但很快 这份疑惑便消失不见 八卦图停止了运转 消散开来 阁楼内恢复明镜 英子兽焦急道 国师 可曾寻到玉玺下落 找到了 林妙卿声音平静地道 英子兽大喜 追问道 不知玉玺流落到何处 朕立刻派人去巡回 林妙卿看了眼面带喜色的皇帝 缓缓道出四个字 天祈学功 闻听此言 英子兽的表情就此将注 无论玉玺在何处 英子兽都有把握 派遣得力手下找回来 然后再将知道此事的心腹灭口 那么玉玺 曾经丢失的事 就没人会知道 也不会流传出去 国师是方外之人 英子兽相信 国师不会外传这个消息 然而整个大境 唯独一个地方 连英子兽的皇权也无法抵达 那就是天祈学功 玉玺落在天祈学功 英子兽只能望尘莫及 他不敢派人去找 更不敢将学功铲平 哪怕英子兽有心将学功里的所有人灭口 他也做不到 因为天祈学功拥有着摧毁一座国度的能力 皇帝成信而来 败信而归 茶饭不思 郁闷不已 云雀倒是很想吃饭 可惜没得吃 在悟心崖下哭作到傍晚 三个武夫全都饿得肚子直叫 图苏看着瓶子里的商药 直咽口水 估计再饿半天 这位大汉连羊蛋熬制的商药都能当饭吃 云雀看了看四周 从雅底到学功 只有一个出口 还是个大铁门 早被送到里关死 根本出不去 雅底两侧 长着一些叶片很大的荒草 郁郁葱葱 满身饿得很了 跑过去弄了不少草叶子 大嚼特嚼 图苏也吃了两口 又吐了出去 呸呸 好难吃啊 图苏骂道 我觉得还行 总比饿肚子强 满身吃得十分卖力 他只向荒草尽头的石墙道 拔草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字 这个字我认得 一百两的百 图苏跑过去 很高兴地指出其中一个字 除了百字之外 图苏和满身再没有认得的了 于是喊云雀过来瞧瞧 云雀来到镜前 看了看字迹 念叨 不似百方春绚烂 只和藤叶共云霞 寒来院向炉中口 一捧担心道儒家 这是一首小诗 下面还有落款 秦蒙捉笔 云雀念叨 秦蒙捉笔是谁啊 我们草原人吗 名字这么怪 图苏挠头道 捉笔是个谦称 形容自己的诗作难登大雅 人家谦虚而已 云雀无奈地道 谦虚还写个屁的诗啊 什么炉中口 他当自己是地瓜吗 图苏不以为然地道 我看这个秦蒙 应该是个烤地瓜的 说着说着 图苏忽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终于想起来 秦蒙是谁了 大忌久 满身低呼道 秦蒙便是天气学宫当代的 学宫之长 大忌久 云雀看到角落里的小诗后 目光一动 他自然看得懂 诗词中描写的是什么 图苏说对了 这首诗就是写地瓜的 此刻云雀也想起来 没钱曾经说过 学宫后边种着一大片地瓜 再看眼前的杂草 云雀拍了拍自己脑袋 刚才没注意 这种叶子云雀认得 正是地瓜叶啊 一把下去 连根带叶的提起来 果然是一个熟透了的地瓜 哈哈 有吃的了 图苏和满身大喜过望 急忙开始挖地瓜 悟心崖下 升起火堆 三人烤着地瓜 有说有笑 时间受不了 可是有那么大一片地瓜呢 填饱肚子不成问题 云雀吃着烤得金黄的地瓜 回头看了眼刻着小诗的角落 心中感慨 地瓜不会自己长出来 定然是大忌久勤蒙亲手种的 这位大忌久 绝非闲来无视种地瓜 而是送给在悟心崖闭关 或者面壁的学子们果腹之用 应该是个挺好的老头 云雀如此想着 学子犯了错 的确该罚 而大忌久 像着疼爱子孙的长辈一样 偷偷在这里种下地瓜 只要挖到 就能吃饱 如果不认得地瓜叶子的学子 又看不出小诗中的含义 那么 只能活该恶肚子了 吃饱后 云雀倒在地上 望着满天繁星道 大汉 你们草原人 为什么要劫略边境百姓呢 难道没吃的了 草原上的牛羊 不是挺多吗 图苏也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 豪气道 我们草原人是狼 生来就要吃肉 劫略是天生的本能 部落之间常年征战 很少有太平的时候 我们天鹰部 可没去你们进国劫略 都是那些大部落才会去征战 我们人手太手 又能自给自足 犯不着去打打杀杀 原来草原部落有很多 那你们冒险来 学工作什么 又不用征战 回家过日子多好 云雀倒 这叫雨来之前先作伞 有个词儿 叫什么雨来着 图苏挠着大脑袋道 未雨绸缪 云雀叹气道 大汉 你应该去红如殿先学认字 认字多麻烦 等我一桶草原 抓十个教书先生 跟着我不就行了 不认识的字都让他们念 图苏道 一桶草原 你的志向够伟大 不过希望渺茫啊 云雀道 所以我才来学功求学 等我冲进六品 不 冲进五品我才肯回去 图苏豪迈道 嗯 五品的话 咱们或许有机会活着回家 旁边的满身点头赞同 图苏一听 顿时泄了气 唉声道 来的时候憋着一口气 好不容易到了学功 从来没想过怎么回去 哎 天气黄城出不去 黑铁城更难爬啊 云雀听得好笑 道 那你就冲击四品 到时候 看谁挡得住 有道理 我们草原汉子 最不缺骨气 图苏来的精神 蹦起来与满身切磋起来 两人摔跤 比气力 摔得那叫一个痛快 云雀看得手痒 起身道 加我一个 你们俩一起来 好大的口气 我们可不客气了 图苏和满身 联手攻向云雀 五夫吃饱之后 最喜欢的娱乐项目 就是切磋打斗 云雀刚刚进阶七品 练神镜 正好用图苏和满身 来测试自身战力 三个人开始了车轮战 全来脚往 斗得不亦乐乎 七品五夫的气力 恢复得极快 远非八品可比 云雀此时的力气 无比充盈 连战三天三夜都没问题 这是以前八品的时候 难以想象的 大了太多 尤其内镜的掌握 让云雀有一种 脱胎换骨的感觉 八品的时候 打出一拳 就是一拳之力 没有任何加持 拳头上完全是外力 到了七品 云雀打出一拳的同时 不仅外力变得更强 还能调动内镜 将权力翻倍 攻击力无比惊人 与两人的切磋中 云雀自行悟出了 隔山打牛的手段 一拳打在图苏身上 却将其身后的满身 给轰飞了出去 这种手段 是七品 练神镜五夫独有的能力 内镜施展的完美呈现 三个人斗得热火朝天 从崖底打到了崖顶 断崖并不完全平整 其上有不少落脚地 普通人上不去 七品五夫则毫无问题 云雀刚来 并不知道乌星崖 不许登顶的规矩 图苏和满身打得高兴 早把规矩望到九霄云外 三人不仅在崖顶打斗 最后跳在圣人遗迹上 继续拳脚不断 刻有自己的石块 相当于镶嵌在崖顶 哪里经得住 三个七品五夫的力道 很快有两块大石被震落 轰鸣落地 石块落地的巨响 惊醒了打斗的三人 坏了 云雀大感不妙 那是圣人笔记 虽然摔不坏 但想动太大 肯定要惊动学宫里的学证 图苏和满身猛然清醒 两张大脸顿时变了颜色 急忙跳到崖底 查看石块 云雀刚想跳下去 忽然发现 石块掉落后的山体凹槽内 好像有什么东西 伸手摸了下 抓出来一个巴掌大小 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做工十分精致 好奇之下 云雀打开看了眼 随后目光一变 盒子里装着一方白玉 其上雕刻着一头 如龙似虎的异兽 小巧精致 微妙微笑 这异兽云雀认得 传闻龙子之一 名曰赤虎 认出异兽的同时 云雀脑海里想到一个词 天子喜 以欲赤虎扭 翻过来 果然底面刻着八个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玉玺 云雀大为吃惊 皇帝的玉玺 怎么会出现在学宫后山 还被藏在了圣人自己后面 来不及多想 云雀将玉玺收进怀里 跳到地面 铁门后 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正敢来查看 让图苏和满身 将两块岩石赶紧放回原处 云雀几步奔到铁门前 将大门暂时挡住 一人多高的石块 换成普通人 肯定搬不动 不过图苏和满身 这种七平五夫不在话下 一人扛起一块大石 往牙顶攀爬 咚 咚 咚 砸门声大起 云雀一脚撑地 用另一个膝盖抵着大门 就是不开 开门 宋道里脑怒的声音 在门后响起 稍等啊 大门坏了 马上修好 云雀敷衍道 不用修 坏了我再做一扇 你退后 在宋道里怒喝的声音中 铁门上传来一股剧力 以云雀七平五夫的力道 险些没顶住 等等 我的腿卡住了 再撞腿就断了 云雀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朝着图苏和满身 连连挥手 示意两人动作快点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快开门 宋道里的喝声 愈发恼怒 一直拖延到图苏和满身 将石块重新安装好 云雀才退后 哐当一声 铁门打开 宋道里面臣似水地走了出来 他先看了看面壁的三人 又扫了眼角落里 熄灭不久的火堆和地瓜皮 身为学工事务堂总管 这么点猫腻宋道里 哪能不清楚 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 没理睬地瓜的是 宋道里的目光望向雅顶 随后这位学生的表情 变得精彩分成 先是呆滞 接着惊恐 然后懊恼 最后变得面无人色 气得浑身颤抖 云雀顺着宋道里的目光望去 看到了雅顶的圣人笔记 随后云雀无奈地叹了口气 捂住了额头 大意了 让两个不识字的饭桶 去安装岩石 结果还给安反了 原本八个字是 沧海无尽 彼岸有花 现在变成了 沧海有尽 彼岸无花 有何无两个字 掉了位置 这么明显 别说学工学士 找个刚认字的娃娃来 都能发现 你 你 你们这些异图 宋道里气得体若筛康 两只手都在颤抖 他浑身起伏着一股 惊人的气息波动 愤怒道 圣人遗迹 天赐之物 你们敢踩落圣人笔记 简直大逆不道 天气学工 教不了你们这些狂徒 即日起 你们三个逐出学工 永不录取 宋道里怒喝的同时 伴随着一阵汹涌的气浪 吹得三人 站立不稳 连连倒退 在宋道里散发的气息面前 七平五夫 竟难以立足 云雀很清楚 宋道里身上的 是精纯的文器 与道门的灵气类似 是施展儒家法术的 核心力量 这位事务堂总管 果然有着很强的修为 这下图苏和满身傻眼了 有心求饶 可宋道里散发的气息 吹得他们根本张不开嘴 云雀知道闯祸了 但没想到这么严重 掉块石头而已 按回去就是了 实在不行 多闭门撕过几天 何至于开除呢 悟心牙 不仅是面壁之地 还被学工视为圣地 毕竟有圣人 亲笔一记在此 连整座小山 都不可随意踏足 云雀之前 并不知道这规矩 现在知道 也晚了 看宋道里愤怒的模样 想要留在学工 怕是很难 正这时 一位略微驼背的老者 从铁门内缓步走了出来 背着手 面带微笑 苍老的眼睛十分浑浊 老者穿着普通的粗布长衫 一双布鞋 看起来平淡无奇 看到老者 宋道里立刻收敛气息 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 道 大祭娇 您老怎么来了 出现的老者 正是在后山中的大片地瓜 又留下一手地瓜诗的 学工大祭娇 秦蒙 人老了 睡得轻 听见响动 便来瞧瞧 大祭酒语气温和 老家常一样地说道 听起来就是个邻居老头 不认识的话 很难想象 这位老者竟掌管着整个天气学工 这几个学子顽劣不堪 不仅在阎武殿群殴闹事 罚在乌兴崖面壁也不老实 胆敢踩踏无名山步说 还将圣人一记踩落 简直不可救药 学生自作主张 将此三人开出学工 以警校游 宋道里沉声道 大祭酒没表态 而是看了看云雀图书满身三人 微笑道 新风美酒斗士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何况几个矛头小子 大祭酒的语气 显然在给云雀几人说情 云雀多聪明 立刻攻身道 学生一介乡下平民 新入学工 不知此地规矩 学生之错 既然大祭酒是个奖礼的 那么不知者不怪这个道理 正好用得上 没等大祭酒说话 宋道里怒气冲冲地道 不知规矩 难道还不知圣人遗迹吗 你们敢在无名山上打闹 简直是踩在圣人头顶 不尊师不重道 大逆不道 宋道里这等儒家修士 对儒圣的尊崇 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 圣人遗迹只能用来瞻仰 岂能踩踏 其实不难理解 宋道里的愤怒 儒圣开创了儒家修炼体系 相当于一派的开山祖师 后来者只能敬仰 骂儒修什么都行 大不了拳脚相向 可一旦在儒家修士面前 谩骂了儒圣 那儒家修士是会拼命的 云缺无话可说 图苏和满身全都哭丧着脸 他们知道这里是禁地 可一打起来就头脑发热 望到脑后 现在冷静下来追悔莫及 大忌酒呵呵笑了起来 道 圣人头顶并非踩不得 若有后来者 能踩在圣人头顶再进一步 我想 儒圣他老人家也会高兴才对 大忌酒的一番话 听得宋道里哑口无言 沉默不语 遥望着并不多高的无名荒山 大忌酒唏嘘感慨地道 学问 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 学问 是一块又一块的基石 须沿街 而上方可登顶高处 我们这些老家伙 修炼多年 一事无成 到老了 仅剩的希望 便是成为一块基石 让年轻后辈踩在我们肩头 往前再多走几步 大忌酒说得平平静静 简简单单 可听在宋道里耳中 如同惊雷乍起 宋道里紧紧皱着眉 沉默两酒 朝着大忌酒攻身失礼 道 学生受教了 随后 宋道里瞪了眼云雀几人 道 我收回之前开除的惩罚 不过 这三个学子着实顽劣 十天面壁 罚得太轻 大忌酒微笑道 那就罚他们这十天面壁 不许吃烤地瓜 大忌酒开口 宋道里不敢不听 又狠狠地瞪了三人一眼 挥秀离去 云雀与图苏满身三人 齐齐失礼 谢过大忌酒 比起开除学功 不吃烤地瓜这种惩罚 简直和挠痒痒一样 云雀至此松了一口气 秦蒙微笑着看向三人 道 你们 从何处来 草原来的 图苏急忙答道 我也是草原人 满身答道 大忌酒微微点头 又轻轻摇头 看向云雀 云雀本想回答 从青湖山而来 可看到大忌酒摇头 忽然心头一动 学生 从凡间来 云雀恭敬答道 要到何处去 大忌酒笑着问道 到天上去 云雀答道 去做什么 大忌酒道 听说仙人都大方 去赚他们点小钱 云雀道 呵呵呵呵 我问过很多人 这个问题 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 有人要去飞升成仙 有人想去九天揽月 还有人要去探索 天外寻那长生不灭之法 唯独你 想去天上赚钱 不错 是个有会跟的 大忌酒撵着胡须笑道 年轻人 应该多用心修炼 少些顽皮为好 装错的岩石 你们自己调换过来 三人齐声英势 转身跑向断崖 准备将岩石调换 看着看着 秦蒙浑浊的目光 忽然变化起来 就像一滩泥水 在刹内间转为清澈 大忌酒的眼底再无浑浊 泛着一股射人的光滑 长长的寿眉 也随之微微索起 当大忌酒目光变化的同时 云雀三人的脚步就此定住 不是不想走 而是走不动 三人好像陷入泥沼里 无论如何用力迈步 脚下纹丝不动 这股力量悬傲强大 绝非法术 仅仅是气息而已 云雀心头暗惊 单单散发出的气息波动 就如此恐怖 这位大忌酒的修为 将可怕到何种程度 回头看去 云雀发现 大忌酒正望着圣人字迹 带着有一种疑惑的神色 仿佛遇到了什么难题 两酒 禁锢三人的气息消散 大忌酒转身离去 临走前吩咐了一句话 石块先这样吧 不用动了 既然大忌酒说 不用调换 图苏河满身大喜过望 刚才他们一人扛一块巨石爬山 悬崖又陡峭 实在累得不轻 腰酸背痛 再来一次 非得累趴下不可 雅底很快只剩下云雀三人 一场开除的危机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图苏河满身在暗暗庆幸 而云雀则盘坐在雅底 始终望着头顶那八个圣人遗留的大字 大忌酒刚才的神色不对 云雀觉得 大忌酒肯定从这八个字中 察觉到了什么 可圣人自己遗留了千年之久 秦蒙身为学功之长的大忌酒 早就看过多次才对 怎么今天有所感悟 沧海有镜 彼岸无花 呢喃着安反了的自己 云雀渐渐明目一些东西 心里也愈发震惊起来 沧海无镜 彼岸有花 这句原话是对修行的理解与憧憬 令修行者们对艰苦修炼的未来 有一种苦境甘来的期盼 可如今反过来两个字 这句话的意义变得截然不同 沧海有镜 彼岸无花 以为修行之路有尽头 但修行的终点却没有鲜花存在 并不美好 甚至存在着无人得知的巨大危机 前一句是鼓励之言 后一句分明是警告 彼岸到底有花 还是没有花泥 云雀望着牙顶的字迹 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 天牢 石头这些天过得郁郁寡欢 心情低落 自从几天前云雀被带走后 一直没回来 石头重新恢复了清汤寡水的饭食 云雀不在 他可吃不到肉 喝不到酒 尤其让石头郁闷的是 自从云雀被带走 天牢里每天的放风时间也被取消 整天关在牢房里 石头快要闷死了 幸好墙上挖出来个洞 无聊的时候 还能看看美人 打发时间 今天石头吃完早饭 例行趴在墙上看阿梅 他最喜欢看阿梅小口小口吃饭的模样 别提多美了 然而一眼看去 石头忽然大惊起来 隔壁的女人正卷缩在地 口吐白沫 痛苦地抽搐着 阿梅 阿梅你怎么了 来人呐 阿梅病倒了 快来人救命啊 石头的呼声 很快引来天牢狱卒 查看过阿梅后 狱卒匆匆去禀报提行官 不多时 黎树快步赶到 身后跟着黎树行步的郎中 打开牢门 黎树让郎中赶紧查看阿梅的病情 郎中把这脉 脸色愈发难看起来 低声道 内热外寒 气血蒸腾 暴毙之兆 大人 这囚犯怕是活不过今天 能不能治 黎树追问 这 郎中为难了一下 说实话 黎树道 应该有救 但属下的医术做不到 得去城内的大医馆 用上好的良药才有希望 郎中如实道 通常这种情况 提劳斯是不会多管的 多说灌点汤药 活过来命大 活不过来 直接将尸体扔到城外乱葬岗 天牢里病死的囚犯 不在少数 但黎树此刻神色焦急 直抽冷气 懊恼地自语道 怎么偏偏他生病 这下麻烦了 阿梅 是个极为特殊的囚犯 别的犯人不知道阿梅的来历 黎树作为提行官 自然一清二楚 他若不顾对方的生死 很容易被牵扯 没准会惹来大火 犹豫再三 黎树吩咐手下 将阿梅抬出天牢 又调来十名刑部高手 黎树亲自带着阿梅离开刑部 赶往皇城内的大医馆治病 到了医馆 黎树直接亮出 自己四品提行官的身份 叫来医术最高的郎中 不惜花费大量银两 给阿梅用最好的药 经过一番及时治疗 阿梅的病症 终于有所缓和 黎树始终提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寸步不离地 与一众刑部高手守在一旁 不知是心情轻松的缘故 还是昨晚没睡后 黎树坐在医馆的包间里 一个劲地打哈欠 没过多久 这位天牢提行官 便沉沉睡去 旁边的十名刑部高手也一样 纷纷陷入梦境当中 清晨 百花店饭堂 琼武今天的胃口不错 喝了一碗小米粥 吃了两个包子 这些天来 他第一次吃得如此开心 因为云雀被罚去后山面壁了 想起云雀十天没有吃的 琼武就觉得心情大好 从饭堂出来 正准备返回南楼修炼 有位同窗女学子寻了来 琼武 学宫门外有人找你 找我 琼武第一时间觉得 是那些觊觎自己的男学子 于是神色冷淡的道 我没时间 说着往南楼走 对方说是你的家人 传信的女学子道 琼武的脚步猛然一顿 匆匆转身 赶往学宫门口 他的家人 早在几年前便已经死绝 世上唯独还剩下一个 到了学宫门外 琼武看到一个戴着小猫的身影 对方的帽颜压得很低 遮住了大半张面孔 当琼武来到境前 此人缓缓仰起头 现出了小猫下 那张与琼武一模一样的脸 琼武骤然绷紧了身体 眼圈发红 神色中透出一种激动与内疚 来者只低声道出一句话 我要冲击六品 琼武听闻后 毫不犹豫地重重点了下头 学宫后山 勿兴崖 云雀不再多想圣人遗迹的事 因为太过遥远 沧海就够大了 自己这辈子都未必能有到头 管他彼岸有没有花 云雀此时正思索着玉玺的事 天牢里厌尸之后 云雀猜测到皇宫丢了重宝 没想到是玉玺 这东西对云雀来说没用 可是对皇帝来说 那是一国弃运之所在 帝王无喜 皇位不稳 名不正言不顺 究竟是谁透了玉玺 又藏在学宫勿兴崖 云雀对那窃贼的身份愈发好奇 这个人 有着极其敏锐的心智 怕翻遍学宫也找不到玉玺的蛛丝马迹 圣人遗迹可不是轻易能动的 也就云雀这种新来的愣头青不知规矩 加上图苏满身两个莽夫 才恰巧撞他的岩石 云雀之前推测 凶手是庙堂中人 身有官职 此刻又加了一个线索 对方能将玉玺藏在悟心牙 说明是学宫之人 尽管范围变小 仍旧很难查出真凶 因为学宫里有不少官宦人家的子弟 而且学宫出去的学子 很多都在当朝为官 学宫规矩 旁人不可善入 唯有学子方可出入学宫 这里说的学子 自然也包括 学成离开学宫的历届学子 其实 云雀对凶手的身份不太好奇 毕竟丢的又不是自家东西 云雀只是觉得奇怪 为何凶手偏偏盗走玉玺呢 这玩意根本卖不出去 没人敢买 也就不值钱了 偷出来能有什么用 凶手的目的 云雀始终猜不出来 随后云雀开始考虑 如何处理玉玺 玉玺对所有人来说 其实都是没用的东西 换不到钱 不过 对皇帝可是至宝 唯有将玉玺交给皇帝 才能换来最大的好处 我先收着 有机会再说 云雀自顾自的嘀咕了一句 天色已经大亮 旁边的屠苏和满身 饿得肚子直叫 这才一天 还有九天 九天不吃饭 我会饿死的呀 屠苏哀嚎道 实在不行 我们继续吃草 满身出主意道 大汉觉得难以下咽的话 直接吞就好了 只要不嚼 就不觉得难吃 两人正哀声叹气之际 云雀已经去挖地瓜了 屠苏和满身看得奇怪 过去问道 大忌酒不让我们吃 你还敢吃啊 我们闯了大祸 能留在学宫 已经不容易了 不能再犯错了呀 云雀呵呵笑了两声 挖出一个地瓜道 说你们笨还不信 大忌酒昨天怎么说的 屠苏挠着头道 我们面壁的这几天 不许吃烤地瓜 对呀 大忌酒说的是 不许吃烤地瓜 难道地瓜只能烤着吃吗 还能煮着吃 争着吃 炖着吃 生吃 云雀笑道 高兴的话 我还能做成拔丝地瓜来吃呢 屠苏和满身文言恍然大悟 两人直拍自己的脑瓜子 还是云雀你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 我不吃烤地瓜 我吃生的 两人一头钻进草堆 开始挖地瓜 地瓜确实能生吃 这一点云雀很清楚 生的红薯口感脆脆的 还有些许甜味 足以蛊腹 但一天三顿的生地瓜 连吃几天 谁都会觉得腻味 好想吃煮地瓜呀 屠苏哀声道 火折子倒是不缺 屠苏和满身都有 可偏偏后山这边没水 等下雨吧 没办法 云雀道 这都三天了 也没见半点雨 等到啥时候啊 到哪弄点水呢 对了 屠苏灵机一动 拍了拍自己肚子道 我们身上就有水啊 尿一天 足够煮地瓜了 云雀文言瞪起了眼睛 怒斥道 大汉 你给我滚远点 以后你精手的食物 别给我吃 饿死我也不碰 屠苏憨笑着挠了挠头 道 是有点恶心哈 我要是学会吃炎拳就好了 两拳下去 就能把地瓜砸熟 吃炎拳 什么功夫 说来听听 云雀来了兴致 一种高深的拳法 去年炎武店的先生 传说过一次 可惜没听太明白 没学会 屠苏叹气道 先生演示过 一拳轰出 竟能燃起一股烈焰 可吓人了 满身在旁边补充道 你们也去过炎武店偷听 云雀说完 两人憨笑着挠头 承认偶尔会溜过去 只要不被学正抓到一般没事 全生烈焰 那不是法术了吗 云雀不解道 不是法术 是纯正的拳法 图苏回忆道 我记得先生 当时讲的是 以拳道震出天地间的五行之力 以气机融合火灵气 即可全火相会 施展出赤炎拳法 云雀听得入神 道 武道 居然也能借助五行之力 到底怎么个震法 图苏和满身两张大脸 互相看了看 大眼瞪小眼的齐齐摇头 如果会震的话 他们早学会了 云雀叹了口气 两个棒锤 问了也白问 等面壁惩罚结束 自己肯定先去 阎武殿的藏书楼瞧瞧 武者 对于武道的痴迷 是与生俱来的 云雀当然也不例外 得知高的武道法门 云雀觉得心里直痒痒 恨不得一头扎进藏书楼 一年不出来 其实七品武夫学不学 拳法不要紧 王八拳 咱们也能揍人 关键是冲击六品的资源 实在让人头大 图苏不知想起了什么 哀声叹气 你们在七品有些年头了吧 冲击六品准备的怎么样 云雀问道 准备好了 满身气势昂扬的道 真的假的 云雀惊讶道 我身体准备好了 就是没钱 满身硬气的道 要多少钱 云雀道 据说至少得一个数 图苏笔梁的手指头 一万两 云雀道 图苏和满身 齐齐摇头 居然要十万两 确实太贵了 云雀扎舌道 两人还在摇头 云雀瞪起了眼睛 道 冲进宗师镜 到底多少钱才够 图苏和满身 一口同声的道 一百万两 云雀愣在当场 一百万两 这种天文数字 他从来没想过 更没接触过 这还仅仅是 脆体的材料前 没有过硬的天赋 和扎实的修为 有钱也冲不到宗师 图苏道 宗师镜 其实与九品八品的 炼体炼骨有点类似 相当于更高层次的 淬炼本体 先生说过 想成宗师 必须洗尽凡尘 将本体淬炼的 一尘不染才有机会 满身回忆道 对 我也想起来了 先生说 金沙脆体 灵气裹身 图苏道 云雀之前 从未接触过 高层次的境界 听得愈发好奇 问道 金沙脆体 灵气裹身 是什么意思 仔细说说 金沙脆体 指的是金沙草 七品五者必备之物 一小片就要五百两 可用来制成药语 慢慢淬炼本体 图苏道 灵气裹身 说的是以金纯灵气 裹住肉身 有灵气的地方太少 一般都用灵石代替 一小块灵石 价值一千两 满身道 得知了冲击宗湿镜 需要的材料 云雀长长一探 六品宗湿镜 简直是烧钱的无底洞啊 云雀这边 被罚在雾星崖面壁的几天后 木青瑶终于结束了 十天的禁足 小郡主咬着牙 缓慢地挪出了地牢 的确是挪 左手提着左裤腿 右手提着右裤腿的那种挪 终于重见天日 木青瑶差点哭出来 眼泪汪汪 憋着小嘴 一副委屈模样 这十天 代师姐可没放过他 天天不是扎马 就是劈腿 再不就是练拳 拳法没学会 不过劈腿大见成效 现在凌云郡主多了一份新能力 可以轻而易举地来个一字马 怀着满心委屈 木青瑶登上了 四天剑最高处的观星台 他要找师尊平平礼 最主要的是 让师尊帮忙救出云雀 木青瑶并不知道 他被禁足的这十天里 云雀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身份从天牢囚犯 一跃成为学工学子 只是处境没什么变化 始终是关押状态 观星台 四天剑最高处的一座高台 可俯瞰整个天气皇城 当木青瑶登到顶端 终于看到了那道 常年一席轻衣的身影 一名中年男子 在高台边缘副手 而立 容貌平凡 却有一身儒雅之气 高处风大 却吹不动此人的一根发丝 此人 便是当今四天剑的监政 大晋三驻国之一的吕青 弟子木青瑶 拜见师尊 木青瑶恭恭敬敬地失礼道 吕青背对着木青瑶 并未回身 开口道 此行 可有收获 语气温和 听不出期待 也听不出责怪 平静地毫无波澜 弟子此行未曾找到零花 但弟子 体会到了零花的真谛 只要大晋子民 都能坚守家园 永不放弃 那么天下间 人人都是零花 木青瑶说这话的时候 他脑海里想到的 百姓的画面 人人如花 人人如龙 当可万事盛平 李青的语气多了些感慨 转过身 望向他最小的弟子 温和道 百玉成属一之事 为师已有耳闻 你做得不错 有勇有谋 舍身未明 配得上圣人门生的身份 是师尊教导有方 木青瑶谦虚道 随后话锋一转 其实当时有人帮我 他一路护送 我到皇城 木青瑶话没说完 便被李青打断 你觉得 云缺这个人 怎么样 李青语气淡然地道 木青瑶抿了抿唇 他知道云缺的消息 是瞒不住的 师尊肯定会知道 他 木青瑶回想着 与云缺朝夕相处的 一幕幕往事 一时难以用语言形容 道 是个很纯粹的人 纯粹的人 李青重复着 这个有些模糊的字眼 点点头 道 他是世上最后一位猎妖人 你觉得 他能否称得奇斩妖丝 木青瑶沉默了一下 师尊的希望 也是他曾经的希望 但现在木青瑶的心态 早已转变 弟子觉得 学功更适合云缺 木青瑶轻声道 说完便低下头 他认为师尊会生气 毕竟斩妖丝 是大境四天剑 最为希望得到的东西 是大境最欠缺的战力 云缺的能力 误须质疑 别人或许不了解 但师尊肯定一清二楚 毕竟吕青 在前朝大焉 便是四天剑的强者 人格有志 我并非不讲理的人 他若来四天剑 我欢迎 他若不来 我不会强求 吕青说着 其制作的配方 极其古老 绝非乌家能得到的东西 一平乌家债 云缺该为首宫 你拿去交给陛下即可 木青瑶立刻高兴起来 有了四天剑的证明 云缺即可洗刷冤屈 不用坐牢了 可想到学功考核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木青瑶又变得闷闷不乐 他认为 云缺最早也得明年 才能进学功 吕青转过身 遥望着远处的天边 道 云缺已经在学功了 今日大朝会 去吧 木青瑶文言愣了一下 接着心中大喜 拿着奏折匆匆赶往皇宫 下楼的时候 腿也不疼了 腰也不酸了 脚步飞快 他要为云缺去请功 替平山君和常威请功 木青瑶觉得 平山君和常威与瞎子 肯定在六品高手的恶战之中被杀 林云郡主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哪怕对方死了 这份功劳 不能不管 皇宫 金鸾殿 一众文武群臣 汇聚在门外 等待着上朝面圣 其他人有说有笑 唯独天牢提心官离术 至始至终 一副苦瓜脸 云缺从天牢逃走 已经好几天了 刑部派遣人手寻遍全城 半点消息也没有 这件事不小 刑部已经压不住了 只能禀明皇帝 而他离主 便是刑部推出来背锅的 谁让他是提心官呢 他掌管天牢 有囚犯逃脱 自然他的责任最大 上朝后 离主把心一横 第一个上走 早晚都是大祸临头 早死晚死一个样 离主多年为官 心眼不少 他没先说云缺的事 而是先提及了 另一名囚犯 启奏陛下 天牢重犯穷婴 前日突发恶极 情况危急 微臣连夜救治 终于抢救了回来 如今病情已经稳定 休养些时日 即可痊愈 离主说完 在场的群臣 纷纷神色变化起来 皇帝皱了皱眉 沉婴好一阵 才点点头 竟什么也没说 皇帝不说话 其他人更不敢多嘴 尤其涉及到穷家人 没人愿意多提半个字 随后离书硬着头皮 将天牢重犯 逃狱的事说了出来 他没说云缺的名字 而是先添油加醋 把云缺说成大恶不赦 狡诈阴险 趁着提审的机会 打晕天牢令使 从而逃狱 离书说完 皇帝的脸色 变得阴沉起来 啪 一声脆响 书案被皇帝 狠狠地拍了一下 天牢重犯也能逃脱 你们提牢私事做什么的 堂堂天牢 难道成了客栈不成 说静就静 说走就走 皇帝震怒 天牢不是别的地方 这要时不时地 跑出去几个 不仅行步 连皇帝都得沦为笑柄 摘了他的乌纱 因此受怒喝道 立刻有进军上前 直接将离书的乌纱帽摘掉 离书早知道如此 他现在不求别的 能保住脑袋 就算万幸 当皇帝思索着 如何处置离竹之际 凌云郡主匆匆赶到 穆青瑶与其他郡主不同 立刻呈上坚政的奏折 因此受翻看了一下 没封紧锁 刑部其实已经彻查了 乌家寨之事 得出的结论 是乌家拥兵自重 图谋不轨 可坚政的这份奏折 点出乌家寨之事背后 还蕴含着更大的危机 以古方秘制的战乌 有可能牵扯到 神秘而强大的修行势力 因此受由此想到了那个 他并未在意的红帘将 穆青瑶趁机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为云雀深渊 并将返回皇城路上的 种种危机一并道出 从藏石镇三名武者作乱 到大石村养鬼 从百玉城鼠翼 到八山城诛沙铜骑 点燃风火 瞒天过海 林云郡主的口才极好 将这番经历 讲得简洁明了 精彩分成 说到惊显处 文武百官当中 不少人发出低呼 连皇帝也听入了神 在穆青瑶讲述的经历中 云雀真正的身份 被隐瞒了下去 只说 云雀是个从小 以猎妖为生的孤儿无辙 说完 穆青瑶声音清脆的道 若无云雀护送 林云郡主活不到今日 恳求陛下赦免云雀 还他清白 英子兽无奈地叹了口气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看似讲故事 实则你今天是来逼宫的呀 既然真相大白 赦云雀无罪 英子兽就此下了圣旨 至此 云雀从天牢重犯 恢复了无罪之身 其他文武群臣都觉得该当如此 唯独黎竹瞻眼 一脸呆滞 他此刻毁得长子都轻了 早知道林云郡主会来 他就该多等一会儿 再说陶玉的事 这下好了 陶玉的家伙无罪 他这个提心官丢了乌纱 简直倒霉透顶 随后穆青瑶一口气 替平山君求行妖令 替常威求无罪身 皇帝统统答应下来 到最后英子兽被气乐了 问道 你这丫头还想要什么好处 一起说出来 省得一样一样的讨要 单个时间 整个大劲 能让皇帝说这种蕴含宠溺的气话的 唯有林云郡主一个 还有云雀的风赏 穆青瑶直言道 不仅护送我平安返回 云雀还屠灭了意图不轨的乌家寨 杀掉了残害忠良的偏将铜旗 并且挖出君弩重器外流的线索 这些功劳 他当之无愧 皇帝再沉吟 旁边站在文臣之手的 一名轻受老者开口道 有勇有谋 此子不凡 陛下该当重用才是 说话的是当朝首府 年过七旬的文革大学士 周始博 英子兽缓缓点头 道 来人 你指 封云雀入朝为官 入刑部 官居五品 暂代提行官一职 赏白银万两 赐皇城北街府邸一座 听闻封赏 群臣纷纷扎舌 这份封赏 绝对堪称惊人了 一上来就是五品官 还暂代提行官 要知道 提行官是四品官职 暂代的话 就是说 将来有很大机会 成为正式职务 英子兽虽然有些懊恼着 云雀与木青摇走得过境 但他知道 什么人该重用 如此大功 若不给个足够分量的封赏 那么含的 就不是云雀一个人的心 而是天下人的心 有功则赏 有罪重罚 这是皇帝必须知道的道理 英子兽能稳坐皇位十五年 并不是愣投青 正好黎数这个提行官 被摘了乌纱 空出个位置 皇帝本就迁怒刑部提劳斯 于是顺手给了云雀 既然你们提劳斯 连天牢都守不住 那就让个能打的上位 圣旨很快写好 接下来就该云雀上殿领旨 一众群臣的目光 纷纷望向黎竹 云雀在天牢压着呢 黎数此时都快哭了 苦着连起奏道 陛下 天牢里逃走的重犯 就是云雀啊 英子兽都听得一正 群臣望向黎数的目光 也随之变得古怪起来 都在看到没大 那云雀 到底在何处 英子兽沉声道 回禀陛下 云雀已经考入天骑学宫 我马上去通知他 穆青瑶如实答道 一听云雀居然成了学宫学子 英子兽的目光 微微变化了一下 得知玉玺在学宫后 英子兽更加为难 他无法派人去学宫搜查 因为天骑学宫 根本不归大境管辖 皇帝也没有这个资格 唯有派遣心腹 暗中寻找这条路可走 然而能进学宫的 必须是学子才行 英子兽自从得知玉玺在学宫 他现在不相信任何学宫的学子 觉得所有学子都有嫌疑 而云雀是个例外 因为玉玺丢失之际 云雀和穆青瑶还没进皇城 一点嫌疑都没有 陈英稍许 英子兽点头赞道 文武双全 不错 既然如此 再封云雀为太子伴读 遇刺东宫行走 第二次的封赏 虽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 但群臣听得纷纷心头暗惊 首辅周世博 眉头微动 看了皇帝一眼 太子伴读这个身份 相当于拉近了云雀与皇室的关系 随便出入东宫 无需招呼 与凌云郡主 能随意出入皇宫的资格类似 这是份罕见的殊荣 即便围观多年的当朝首辅 此刻也看不透皇帝的用意在何处 大朝会结束后 穆青瑶直奔学宫而去 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云雀 刑部那边的动作更快 不仅勾掉了云雀的囚犯身份 连官府官帽都给准备好了 就等着云雀来刑部上任 无音去了趟赃罚司 提走了云雀被关押前的财物 亲自送去学宫 由于云雀被罚在后山雾星崖面壁 财物由无音暂时保存 回到住处 无音将云雀的包裹放在一边 只拿起那个空空的刀鞘 无音仔细地看着刀鞘 自从云雀被押入天牢 这把刀鞘他看过好多次 可每看一次都会心潮澎湃 尤其看到刀鞘下端 悬着的黑铁腰牌之际 无音的神色变得无比复杂 他望着腰牌上 早已被魔力的模糊的 斩妖丝三个字 眼眸里泛起着 无人能理解的狂热之色 仿佛那块腰牌 是他的亲人 是他的固有 是他毕生所追寻的希望 天骑学宫 后山断崖 天天吃着生地瓜的云雀 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升官发财 别说升官 云雀现在就想换换胃口 哪怕吃一口土豆也成 天天地瓜 实在吃够了 吃的云雀 现在看见图酥和满身 都觉得看到两个地瓜精 十天面壁 云雀没闲着 天天和两人切磋 由此熟悉着 七品练神经的威能 从最开始旗鼓相当 到后来图酥和满身 天天挨揍 当第十天云雀 提出打架的时候 两人直接趴地上认输 不打了 你下手也太重了 我的脸到现在还没好呢 都是七品 怎么咱们俩加起来 也打不过你呢 我认输 再打我快断气了 两人耍赖不起来 云雀瞅了瞅 这两位草原来的满汉 随后放弃了切磋的念头 是不能再打了 闭关之前 这二位就被阎武殿 那帮武夫打成了猪头 这都十天了 还是两颗猪头 伤势一点没清 我下手中了吗 云雀坐在崖底 开始自我反思 图酥听得无可奈何 瞧瞧自己这遍布亲子的身体 也就他们常年打架的草原人 还扛得住 换成其他武者 这十天切磋下来 非得被打死不可 十天时间一到 云雀终于重获自由 刚走出后山 云雀便看到了 穿着一身雪子服的凌云郡主 宛若一朵盛开的梨花 笑盈盈地出现在面前 郡主殿下好久不见 你也来面壁吗 云雀打趣道 听说乌星牙面壁后的雪子 看见什么都想吃 狼狈得很 我来看看面壁人的下场 穆青瑶不甘示弱地道 随后这位小郡主 当真看到了面壁人的凄凉下场 图酥和满身顶着两颗猪头 从云雀后面冒了出来 终于自由了 再也不来了 我宁可和一群七街妖兽睡觉 也不和云雀一起面壁 两人眼泪汪汪 跑回百花店找吃的去了 穆青瑶被图酥和满身吓了一跳 狐疑地看了看云雀 道 该不会是你打的吧 当然不是 我这么老实 怎么会打人呢 他们自己切磋弄伤的 你看我就没伤 老老实实面壁了十天 云雀道 穆青瑶明显不幸 道 刚进雪宫 就与阎武殿高手赌斗 一招完胜后 又与上百人群殴 你云雀的大明都快满雪宫人 竞接之了 有那么出名吗 以后我低调一些 云雀道 与穆青瑶见面后 云雀得知了 对方被监政禁足 也得知了皇帝的封赏 如今云雀终于成了自由自身 没事也可以上街了 不用担心被追捕 刑部无品的官职 皇帝挺大方吗 云雀感慨了一句后 立刻问出最关切的问题 无品官 一个月多少愤怒 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 大致应该在二百两文银以上 穆青瑶道 这么多 云雀大吃一惊 在藏石镇当武作的时候 咽一具尸体 才一百个铜钱 一个月未必能凑够一两银子 果然还是当官好啊 云雀不无感慨 不止呢 皇帝封你为太子伴读 穆青瑶笑着道 得知自己成了太子伴读 东宫行走 云雀倍感纳闷 我一介五夫 没什么学问 让我伴读是什么意思 陛下此举的用意 我也想不通 总之不是坏事 至少你有两份愤怒可拿 穆青瑶笑道 云雀点点头 装模作样地拱手道 微臣 多谢郡主提携 年礼 穆青瑶忍着笑 价值三千两的银票 一并塞给云雀 道 兑现承诺 钱给你了 郡主果然言而有信 不知剩下的好处 何时兑现呢 云雀坏笑道 穆青瑶俏脸一红 狠狠掐着云雀的手背道 那件事以后再说 我不会赖账就是了 笑闹一番 穆青瑶神色一正 道 我见过师尊了 师尊说人格有志 不会抢求你来四天剑 云雀没说话 轻轻点了点头 穆青瑶随后 将乌家寨 云雀微微皱眉 当初斩杀那百名 乌家战乌之时 云雀就觉得有古怪 正常战乌 身体虽然比正常人强大 但也强得有限 多说 类似于九平五夫 被重创后 肯定受不了 可乌家战乌明显类似于怪物 手脚断了也不知道疼 还能冲杀 打造战乌的手段 具体从何而来 四天剑还在追查 我估计是红莲教内的高手所为 穆青瑶道 红莲教 追查得如何了 云雀问道 陛下 已经下旨清教红莲教余孽 我打听过 最近这些日子 挖出来不少红莲教的信徒 砍了上千克人头 不过那教主的踪迹 没有任何消息 穆青瑶道 君弩的事呢 云雀道 不太清楚 君弩事件是刑部负责 正好你就认刑部 可以自己打听一下 穆青瑶道 两人边走边说 很快到了百花殿外 我最近几月会在红卢殿学习 为年底冲击境界做准备 或许经常要闭关读书 穆青瑶叮嘱道 你要尽快进宫面圣 领取封赏 陛下说 很想见见你这位少年俊杰呢 到了刑部 也需要熟悉一番 官场不比学宫 足够圆滑 才能不吃亏 云雀停步 将心头的疑惑道出 我的案子 卷宗上标注着代审二字 听说是刑部尚书所定 不知我何处得罪了那位尚书大人 不是尚书大人定的 是陛下 穆青瑶将当晚面圣的经过道出 太子此人脾气很古怪 而是我们一起玩耍的时候 我都拿他当姐妹 他对女人的首饰衣裙之类 格外感兴趣 但是对女人却没什么兴趣 你去东宫的时候 注意一下言谈举止 太子并不好相处 穆青瑶说完 深深看了眼云雀 两人就此分别 回到百花店 云雀第一件事 就是冲向饭堂 结果一看早饭 顿时没了胃口 煮红薯 地瓜粥 咸鸭蛋 怎么又是地瓜啊 云雀没胃口 图酥和满身 可有胃口 但两人身上分文皆无 盯着咸鸭蛋呲牙咧嘴 好像要生吞似的 得到三千两银票后 云雀大发善心 请两人吃了早饭 单单咸鸭蛋 这二位 就干掉了一百个 吃饭的时候 云雀看了眼角落 穷武独自坐在桌旁 正小口地喝着地瓜粥 五仙子温文尔雅地举止 吸引了无数偷瞄的目光 这时穷武也抬起头 望向云雀 云雀以为对方 还会如往肠内般瞪眼 结果穷武 非但没瞪眼 反而微微勾起嘴角 献出一抹奇怪的浅笑 显得有些诡异 云雀莫名其妙地 回瞪了一眼 心说果然女人心海底针 难道天天瞪眼瞪累了 该嘲笑了 吃完饭 云雀找到房时 还了一千八两的丹药钱 随后看到了无鹰 五师兄 来找我 云雀道 当然了 给你送东西 都是你在天牢里的物件 自己数一数 缺了什么赶紧说 过后可不补 无鹰笑着 将一个大包裹 交给云雀 里面都是云雀之前携带的东西 有刀鞘 有银票 有衣物 还有两根半截的冰铁勾连枪 是藏石镇击杀那八品 无者后所得 一直没卖 云雀道过谢后 将刚刚得到的三千两银票 塞给无鹰 多谢无师兄的神葬丹 无公不受禄 这是丹药钱 云雀道 区区银两算得了什么 无鹰见云雀执意归还 便接了过来 笑道 也好 痛快人都不喜欢欠人情 钱我收下 不过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拳呢 不会忘 以后 有机会 肯定还你一拳 云雀笑道 正好我要回刑部 你刚从后山出来 想必没去面胜 我们一路 等你从皇宫出来 直接到刑部 今后我们不仅是学宫同窗 还是刑部同僚了 无鹰大笑道 云雀也准备进宫去见见皇帝 顺便领了职位和封赏 一万两白银呢 揣兜里才踏实 况且早一天当官 早一天领俸禄 于是云雀与无鹰一斗 离开学宫 路上 云雀得知了一个消息 关于学宫的一次试炼 眼看着快到年底 天骑皇城愈发热闹起来 大小庙会不断 更有最热闹的齐天大计 每逢年底 热闹的不仅是皇城 学宫也一样 除了最为著名的 一年一度十二殿大笔之外 还有一次学宫试炼 试炼地点就在城外妖山 所有学宫学子均可参加 以猎杀妖兽的数量 来决定名次 前三的奖励及其丰厚 云雀听得大为兴起 猎妖而已 自己裂了十几年 多说卖点妖皮妖骨 换点小钱 头一次遇到猎妖 还有丰厚奖励的好事 我可等着和你比一比 谁杀的妖物多呢 别让师兄失望啊 乌英笑着问道 对了 你的刀呢 怎么只剩下的刀鞘 藏起来了 云雀狡黠一笑 知道被抓要关进天牢 提前藏好武器 够聪明 等妖山试炼的时候 师兄可要见识见识你的宝刀 乌英笑道 把云雀送到皇宫门外 乌英返回刑部 云雀一个人面圣 召见云雀的地方 在御书房 皇帝独自品着茶 打亮着眼前精神异异的少年 不错 阳刚之气十足 能以一己之力摧毁乌家债 你的战力实属惊人 如今修为如何 英子兽语气温和地询问道 回禀陛下 微臣刚刚突破七品练神镜 云雀如实答道 小小年纪 居然已经七品敬见 后生可畏啊 太子若有你一半的造诣 这也能少些烦恼 英子兽感叹了一句 道 刑部那边不急 你领了身份预牌 先去东宫走走 见见太子 陛下 微臣只是个武夫 为太子半读 怕是很难胜任 云雀道 既然看不透皇帝的目的 云雀只能先把丑话说在前面 到时候我不合适 你这个皇帝别降罪 不行趁早换人 英子兽无奈地轻叹道 找的就是武夫 太子脾气阴柔 缺了些阳刚之气 你无需多虑 太子也是百花殿的学子 只是他不经常去学宫 你们是同窗 在学宫里 替朕照料他 一二便是 若有可能的话 最好教教他武道一徒 朕宁可 他成为个粗野的武夫 也不想他成天 把自己关在东宫苗栏刺凤 云雀听得纳闷 怎么太子还有刺绣这种癖好 那不是女人才做的事吗 英子兽此刻之言 其实发自肺腑 他是一国之君 万人之上 却教不好一个忤逆的儿子 英子兽的心情 变得有些低落 除了太子的不成气之外 还有玉玺的下落 更令他倍感无奈 眼前这个战力超然的年轻人 英子兽已经看好 打算将云雀慢慢拉拢为心腹 替他去学宫寻找玉玺 然而英子兽做梦 也没想到的是 令他夜不能寐的玉玺 此刻就在云雀怀里 离他这位皇帝 不过几步之遥 云雀没提玉玺的事 现在交出玉玺 容易被牵连到皇宫凶杀案 离开玉书房 云雀领取了 属于自己的身份玉牌 与万两白银的封赏后 直接来到东宫 东宫紧挨着皇宫 并不远 亮出太子半读的玉牌 云雀在东宫自然畅行无阻 东宫太大 找了半天也没看到 太子在什么地方 后来抓了个宫女询问 得知太子在一处书房看书 不许吓人去打扰 看书而已 云雀根本不在乎 到了书房推门而入 皇帝都说 希望太子像个粗野的武夫 那么不敲门硬闯 便是成为武夫的第一步 一进门 云雀直接愣住了 屋子里坐着个年轻女子 一身水蓝色的长裙 五官精致 正在对镜描眉 女子也挣住了 两人一时间大眼瞪小眼 谁也说不出话来 云雀觉得太子的生活不错 金屋藏娇 东宫里还养着美人 你是何人 太子殿下呢 云雀最先打破沉默 女子的双手猛然握紧 浑身明显颤抖起来 眼里充满愤怒 怒道 你好大的胆子 一听对方开口 云雀再次一愣 虽然声音阴柔 但明显是男人的声调 在听到对方发出 男子声音的那一刻 云雀随之恍然 原来不是金屋藏娇 眼前这个漂亮的蓝裙女子 就是太子本人 男扮女装 什么癖好 云雀尴尬了一下 这种嗜好传出去 确实不好听 普通人家也就算了 多说被外人指指点点 但对方可是太子 一国储君 太子在东宫描眉打扮 简直是大劲的笑柄 不仅会被天下人吃笑 皇家的脸面也会被丢尽 太子英轩此刻气得浑身颤抖 怒不可涉 他一身女子装扮 生气起来 居然也像个女孩子 握着拳头抿着嘴 十分阴柔 毫无男子汉那种 冲冠一怒的气势 云雀很快恢复正常 失礼道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 英轩怒道 擅闯东宫 我要砍你的头 擅闯东宫不至于砍头 关键是 英轩的小秘密 被人家发现了 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这个 殿下咱们商量商量 我当没看见 还不行吗 云雀道 我不管 你死定了 现在就处死 英轩怒道 殿下息怒 你看你的眉都描歪了 云雀不以为意地道 微臣刚被陛下 封为太子半毒 第一天来东宫就成了死罪 陛下肯定会问的 到时候 我为了能活命 只能如实禀报陛下 仔细说一说 太子殿下的奇怪举动 英轩气得脸色铁青 指着云雀道 你 你欺人太甚 殿下言重了 我是自保啊 云雀道 英轩很快冷静下来 冷声道 把门关上 云雀回身关好门 大门刚刚合闭 就听英轩突然道出一个字 定 定字出口 云雀的身体 直接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连发丝与衣精都完全凝固 犹如雕塑 英轩终于尝出一口气 捏着兰花纸 重新提起眉笔 对着镜子仔细地描眉 语气细虐的道 道门定身术的滋味如何 以八品开光镜的修为施展 即便你是八品修身镜的如是 你的舌头挖了你的眼 将你留在东宫半月后再刺死 到时候 父皇即便怪罪 也无妨了 英轩描好了眉 又拿出胭脂涂红 一番精心打扮之后 提着蓝裙 起身来到云雀面前 怎么样 本宫的绝带容颜 是不是比起天下美人 也不遑多让 英轩这番打扮 确实很美 如果他不开口 没人相信他是个男人 是挺美 不过还是个带伴的 云雀开口道 粗鄙之言 你们臭男人懂什么 本宫早晚会成为真正的女人 舍弃这恶心的男儿之身 英轩认为 云雀早已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一时间说出了心里话 可随后这位太子豁然一愣 惊道 你怎么能开口说话 云雀呵呵一笑 内进运转间 浑身气急爆起 直接撑破了定身术 八品道门修饰施展的定身术 定住 同阶轻而易举 哪怕高一阶的修饰 突然被定住 也要挣扎好一阵 但云雀是武夫 七品炼神镜的武夫 是微斑地舒展了一下筋骨 浑身骨节 噼噼啪啪啪 发出一阵暴响 英轩看得瞠目结舌 好扮上才哆嗦到 七 七品武夫 英轩始终认为 云雀这个半毒书童 多说是个儒家八品修身镜 毕竟半毒嘛 自然以精通儒道的儒家修饰最为合适 英轩怎么也想不到 他那位皇帝老子 居然给他找了个七品武夫当半毒 我的眼珠可不好啊 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让殿下失望了 与其蛙眼割舌的浪费时间 不如说我调戏你 没准陛下一声气 就砍了我的头呢 云雀道 云雀现在才知道 为何皇帝偏偏指定自己这个武夫 做太子半毒 原来太子已经阴柔到了这等地步 有个武夫没事在身边 还能多点阳刚之气 皇帝也算用心良苦了 英轩亮枪后退 跌坐在大椅上 一时间双目无神 哀怨得像个女孩子 之前只是被看到男扮女装 现在好了 连他想要做女人的秘密 都被人家知道了 英轩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脸上发烫 懊恼不已 云雀深知见好就收的道理 拱手道 殿下其实不必多虑 这种事说出去 对我又没好处 我没必要四处宣扬 况且 我这人嘴巴不大 很容易就能守口如瓶 这话说的堪称八面玲珑 前半句先打消对方顾虑 拉近关系 后半句直接索要好处 反正这事儿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封口废 你看着点 你到底是什么人 英轩忧愿地瞪着云雀 微臣云雀 学宫百花殿学子 刑部无品官差 暂代提行官一职 因斩杀乌家寨 叛逆三百余人 陛下遇刺太子半读 东宫行走 云雀道 说出乌家寨一案 云雀是在警告太子 我能一个人斩杀几百人 就不差你这一个 英轩并非愚昧之人 既然斗不过对方 他立刻口风一遍 道 既然是父皇封赐的太子半读 你在东宫的俸禄 从今日起翻倍 再赏你 郁卓一对 英轩无奈地 从手上摘下一对 刚刚用来打扮自己的郁卓 愤愤然地塞给云雀 百玉成以美玉文明 云雀对玉制品 自然是识货的 只扫了一眼 便估算出这对郁卓的价值 每一个至少两千两文银以上 一对郁卓 怎么也得五千两 果然还是皇家有钱 云雀大为感慨 东宫没白来 郁卓价值不菲 关键在东宫这边的俸禄还翻倍了 单单太子半读 云雀一个月 就差不多能得到五百两左右 长俸禄这种好事 换成谁都要高兴 微臣谢过太子殿下赏赐 这对郁卓一摸 便知是极贫美玉 只是微臣昨日眼睛受伤 现在看不清事物 难以一观这郁卓的华美之处 可惜啊 云雀很自然地 给了太子的台阶 今天我瞎 看不到郁卓 自然看不到你穿裙子的样子 这话一说 英轩的神色 随之好转了不少 哼了声道 云大人看来 深安官场知道 平步清云是迟早的事了 以后没什么事的话 别来东宫 愤怒不用担心 不会少了你的 云雀满口答应 让我来 我还不想来呢 自己还要修炼 哪有时间陪你这个喜欢女装的太子 英轩一态如女子般连步轻移 绕过书房后侧的屏风 没再理睬云雀 算下了逐客令 云雀本想现在就走 结果听到书房后传来水声 往屏风后面瞧了眼 发现这书房别有洞天 后面见着一个精美的浴池 浴池有三丈建方 跟个小池塘差不多 四周的墙壁以岩石修建 打造出一种野外的天然感觉 一条小溪般的温热泉水 顺着一侧墙壁而出 缓缓流进池内 云雀经常与煤前在百玉城泡温泉澡 一看便知是温泉水 看到温泉 云雀不走了 在后山面壁十天 与图苏河满身打了十天 云雀身上都快臭了 既然有池子 还是温泉水 正好泡一泡 云雀正穿着蓝裙 坐在池边拨弄着泉水 听见身后有响动 他回头一看 云雀正在脱衣服 你要做什么 云雀大惊失色 这么大的池子 一个人泡多浪费 云雀手脚麻利 直接坐进浴池 反正自己是太子半毒 半个早又不算什么 下了水 云雀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气息 存在于池子里 这气息在外面感受不到 仿如清风拂面 随不而流 洗刷着周身所有毛孔 令人无比舒适 气息虽然陌生 但云雀很清楚是什么 灵气 灵气的存在 是修行者赖以为生的根基 传说是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之气 又叫先天真气 天下各大体系的修行者 全都离不开灵气 道门用灵气酝养精丹 儒门以灵气加固稳胆 佛门借灵气加持佛法 乌修以灵气祭练乌骨 修为越高 越需要庞大的灵气支撑 五夫只修肉身本体 不需要灵气 即可拥有强大的战力 但在淬炼肉身的时候 一样需要灵气辅助 否则很难将肉身淬炼到完美的程度 天地间拥有灵气的地方 少之又少 被划分为三种 一种是远古遗留的仙家洞府 又称为世外桃源 难寻踪迹 一种是神兵一宝 自行演化 而出的一方灵气宝地 取走宝物 灵气便随之消失 最后一种是灵脉 又叫灵矿 由天地之力运化而来 深藏地底 大小不一 可开采出灵石 多倍国度与宗门占据 灵石有固定规格 两寸剑方 一块灵石的价值 等同千两白银 修行者可摄取灵石内的灵气 来修炼 一些品阶较高的法器法宝 大多需要以灵石方可购买 东宫里的浴池 肯定不会是仙家洞府 那么云雀感受到的灵气 只能是由灵石散发而来 水里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仔细看了看 云雀终于发现灵石的踪迹 原来被镶嵌在池子的侧壁上 犹如一条金色的缎带 围拢成一圈 足有两三百块之多 云雀大为震惊 东宫的一座浴池 价值就在二三十万两以上 云雀怀着震撼的心情 舒舒服服地泡着澡 不仅有温泉 还有灵气滋养肉身 实在舒服 英轩在旁边沉着脸 气得不轻 别说和男人泡澡 他这位太子殿下沐浴的时候 宫女都不能接近 必须自己一个人才行 水温正好 殿下一起泡啊 云雀招呼道 英轩咬牙切齿道 你自己泡吧 本宫才不和你们这些 臭男人同处一池 云雀反正无所谓 你不泡就算了 扭头一瞧 云雀看到手边有一些花草 梅花菊花百合花 总共十几种 看样子 太子泡澡的时候 还要撒上花瓣才行 云雀扫一眼 就挪开目光 这玩意他可没兴趣 大男人的 弄一身花香成河体统 会被人骂成娘娘腔的 不过很快 云雀又转过头来 直勾勾盯住了一种 金色的奇异小草 玉池台子上 放着不少花朵 其中一种金色小草 最不起眼 偏偏吸引了云雀 所有的注意力 这种小草通体金黄 薄如蝉翼 乍一看 就像能工巧匠 以黄金雕刻的金叶子 这事 云雀拿起一颗金色小草 心里有个答案 却无法确定 英轩在旁边冷哼一声 道 没见识 那是金沙草 据说能洗炼肉身 强健本体 本宫嫌弃味道不好 从没用过 英轩在语气中 透着一丝得意 他觉得自己 总算能找回点颜面了 果然是金沙草 云雀的眼睛开始冒光 想要冲击六品宗师 必须将本体淬炼到极致才行 金沙淬体 灵气裹身 耗费百万两 才有机会完成 没想到在东宫里全都齐活 玉池镶嵌零食 手边还有金沙草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一样 不 不是掉馅饼 而是掉下来一头烤圈羊 价比黄金 比金子多贵 一片至少五百两文银 微臣用一片金沙草 殿下不借一把 云雀客气地问答 随便你 英轩语气淡漠地道 云雀将一颗金沙草扔进水里 很快感受到 来自灵草的气息 不断冲刷着身体 这下云雀舒坦了 东宫以后得常来啊 太子简直是一张长期饭票 云雀现在都想把皇帝 赐给的北街府宅还回去 今后就住在东宫里 见云雀炮得舒服 英轩又恨又无奈 他提起裙摆坐在池边 将两只脚伸进水里 这位太子 不仅容貌像的女孩 连脚都如女子一样 小巧白皙 你怎么不怕我呢 东宫里的下人 从来没有你这种猖狂的家伙 英轩垂头丧气地道 也不自称本宫了 我连妖都不怕 为什么要怕你呢 你是太子 又不是怪物 云雀道 我是未来的皇帝 一言可断 千万人生死 英轩道 未来的事 可不好说 也许未来我还是神仙呢 摘星揽月 一拳灭一国 云雀道 也许 我不适合当皇帝 英轩的神态低落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之处 他无法向他父皇那般位移天下 他也许这辈子都与皇位无缘 却偏偏住在东宫 是名正言顺的太子 未来的事 谁知道呢 能活一天是一天 挺好的 云雀眯着眼睛 半睡半醒的模样 两人谁也没在开口 英轩想着心事 云雀忙着脆体 整整泡了一个时辰 云雀从池子里站了起来 金沙草与灵石的双重功效 实在惊人 这一个时辰 云雀已经感受到 身体达到了极限 并非无法再泡走 而是已经不能吸收了 需要将身上的灵气 尽数炼化方可 再泡下去 无异于浪费时间 那颗金沙草 已经从金黄变得枯萎 彻底失去了药效 一个时辰 五百两枚了 殿下若没有其他吩咐 微臣要去刑部就认了 晚上还要回学宫 有时间再来泡 而再来陪太子读书 云雀穿好衣服 告辞离开 走的时候 云雀顺走了两朵梅花 等云雀走后 殷轩犹豫了一下 随后吞去裙衣 走进池水 他刚才梳妆打扮 需要完全洗净才行 身上全是胭脂味道 若被皇帝闻到 非得大怒不可 没办法 殷轩只能在云雀洗完之后 再清洗自己 闭着眼坐在池子里 殷轩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 他觉得 云雀这个半毒还算可以 至少与其他东宫里 唯唯诺诺的吓人截然不同 云雀 狡猾的家伙 殷轩冷哼了一声 他手指碰到了水底的什么东西 抓出来一看 像一只毛虫 又好似草剑 仔细看去 竟是汉泥 太子瞪大了眼睛 好半场终于大叫出来 臭武夫 你多久没洗澡了 我讨厌男人 离开东宫 云雀神清气爽 回头看了眼偌大的宫殿 云雀暗暗给东宫改了个名 东宫澡堂 刑部大厅 刑部侍郎上官宏图 督布侍郎中陈周华 吴英 黎树等人均在等候着云雀 这位有史以来升官最快的新同僚 黎竹算减个便宜 皇帝只是撤了他天牢 提刑官的官职 降级两品 从四品成为六品 仍在提劳私任职 只不过之前云雀是黎树管辖的囚犯 现在人家摇身一变 成了他黎树黎大人的顶头上司 云雀与众人打过招呼 见过上官宏图后 身形高大的老者便是刑部最高长官 二品大员 刑部尚书 江洛军 江洛军右手食指戴着一枚黑铁戒指 他打量了一番对面的少年 汉手道 都说英雄出少年 果然如此啊 小小年纪便官居无品 难能可贵 今后天牢的各项事宜 你要多多费心了 老夫建议 你先查点一番各处牢房的牢门 看看结不结实 切勿再让牢里的强人逃脱了才好 刑部尚书的一番话 说得有趣 引得周围众人微笑起来 大惊立国十几年 唯一从天牢里逃出的 就云缺一个 大人放心 属下打算把牢门全换成铁板 只留个饭菜进出的孔洞 这样就安全了 云缺也开了得玩笑 反正脸皮够厚 云缺才不在乎别人拿自己打去 何况还是顶头上司 年轻人的思路 都很清奇啊 江洛军笑了笑 示意云缺落座 道 最近鬼案不断 闹得刑部不得安生 潜入皇宫杀人的凶手尚未找到 这件事当排在守卫 你们要尽力寻找凶手的线索 早日将其捉拿归案 江洛军说到最后 声音变得发成 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众人纷纷领命 除此之外 追查红连教云孽一样重要 近期抓了不少红连教的匪人 但红连教的老巢在何处 还没有任何消息 江洛军顿了顿 问道 关于刘氏的军弩重器 你们查得如何了 督补司郎中陈周华急忙回话道 距离云郡主带回的线索 黑风寨的军弩 来自巴山城 一个外号叫胡子的人 真名叫林胡豪 在巴山城开着一家典当行 属下已派人追查多日 此人开设的典当行 早已人去楼空 查不出任何去向 江洛军沉引导 黑风寨的声闹得很大 此人收到消息就此远顿 不算意外 继续追查此人 下发通缉令 抓到为止 赶贩卖军弩 老夫倒要看看 他长了几颗脑袋 陈周华拱手领命 上官宏图皱眉道 大人 巴山城的苏洪山将军 已经清点过本部 并无军弩流失 而军弩重器 大多在皇城内锻造 会不会是皇城里有人 私下贩卖 郡主曾经提及过一个名字 说那胡子 是替洛将军办事 洛将军 江洛军摇头道 大进的将军数以百计 其中并无此人 显然是那林胡豪 为了蒙骗黑风寨 而杜撰出来的人物 众人纷纷点头 认为上书大人的猜测 有一定的道理 敢做军弩 这份买卖的人 说出什么话都不可相信 况且 靖国根本没有这个洛将军 可惜林胡豪的消失 切断了军弩一案的线索 再想追查 刑部也毫无头绪 云雀此时开口道 大人 我知道一份线索 说来听听 江洛军泛起一丝兴致 我们不知道 售卖军弩的源头是何人 却能从购买军弩一方的 红连轿查起 胡子虽然是中间人 但他更像一个搭桥者 为了把军弩顺利运出 八山城而存在 以我猜测 红连轿的教主 一定知道 谁是洛将军 云雀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江洛军文言 缓缓点头 道 有些道理 军弩一案与红连轿 脱不开干系 只是红连轿太过隐秘 我们在明 他们在案 如同木头里的蛀虫 很难抓出那教主 属下有一份线索 应该能挖出 不少红连轿之人 云雀道 是吗 究竟是什么线索 江洛军望向云雀 其他众人的目光 也纷纷汇聚在云雀身上 百玉城的城守 负义 云雀沉声道 当时我与郡主刚进城 负义便借口剿匪封城三日 说他与红连轿无关 反正我是不信 上官宏图 此时出言质疑道 城守封城剿匪 在大境并非首例 可以说时常发声 算不得奇怪 你为何断定 那负义与红连轿有关呢 很简单 因为百玉城附近 根本没有山匪 云雀笑了笑 道 别说山匪了 连妖都没有几只 作为穷困潦倒的猎妖人 在支远县地界 大妖小妖看到云雀 恨不得有多快跑多快 更别提山匪了 如果看到山匪 云雀哪能放过 肯定把山匪洗劫一空 一个铜板都不剩的那种 所以 藏石镇百玉城附近 太平得很 要是有山匪的消息 都不用百玉城出兵 云雀第一个就杀过去了 来钱的买卖 云雀肯定当然不让 江洛军陈银稍许 吩咐道 派人去百玉城 缉拿负义 押赴刑部审讯 陈周华急忙领命 他这一会儿竟领命了 脸色发苦地道 大人 我们刑部最近公务繁忙 又要追查皇宫凶案 又要追查红连教和军奴 实在忙不开啊 不如让思天剑协助 那红连教听说高手众多 比妖协还难缠 思天剑的人不能只管妖物 不管妖人吧 是不是思天剑协助还不够 还得让禁军帮忙才行 让陛下觉得 刑部里全是酒囊饭袋 江洛军脸色发沉的道 你的都补司人手不够 便调及丘审司 还不够 就让提劳司 赃罚司 绿利司都去查案 陈周华不敢多言 唯唯诺诺地点头称事 吴英此刻拱手道 大人 云雀曾经提出一个猜测 皇宫凶案的凶手 有可能是内鬼 此人能接近皇宫 从而不被人怀疑 我们可彻查 当天接近皇宫的所有人员 包括皇宫里的宫女和太监 其实都有嫌疑 吴英完全可以私下里 将消息告知尚书 自己揽工 这时候提及 又说明是云雀的猜测 显然是在尚书面前 给云雀树立个心智高超的好印象 江洛军缓缓汉手 道 有这个可能 派人去查一查凶案 当天都有何人接近过皇宫 这差事又落在陈周华头上 陈周华一脸苦涩 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上哪查去 就算有人看到凶手经过 恐怕也想不起来 是哪天见过 一次例行极易至此结束 尚书与侍郎相继离开 两位大人一走 其他人终于轻松下来 吴英提议 为云雀接风洗尘 黎树立刻自爆奋勇坐东 派人去仙客楼定位置 他怕云雀这位新来的顶头上司 给自己穿小鞋 毕竟之前云雀还是囚犯的时候 他可没给云雀什么好脸色 只给了几顿肉而已 离这午饭还有一段时间 云雀离开大厅后 先去了趟天牢 既然自己回来了 那么阿梅就别想好过 虫子的那笔账 云雀打算好好的算一算 时隔半月 再次回到天牢 云雀竟有一种 物是人非的感觉 半月前 自己是天牢里的囚徒 整天想着如何逃走 郁闷憋屈 现如今 自己成了提心官 掌管天牢一切事宜 尽管是暂时代理 一样手握大权 人的命运 就是如此奇怪 短短失于天 接下球 即可成为座上宾 放风时间被取消 他们这些囚犯愈发无聊 老大回来了 石头看见云雀出现 以为云雀重新被押了回来 结果看到人家一身官服 顿时经的瞠目结舌 使劲揉了揉眼睛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没理睬石头 云雀直接来到隔壁 关押阿梅的牢房前 命人打开大门 你们忙去吧 我要单独审讯 云雀摆了摆手 道 狱卒自然不敢多问 连忙退走 坐在角落里的女人 此时抬起头 一双明亮的眼眸 忽然晃动了一下 目光中充满意外 云雀打量着阿梅 阿梅的头发 梳理得一丝不苟 衣衫也十分整齐 整个人显得明媚动人 与之前略有不同 云雀总觉得 阿梅尽管貌美无双 可本身始终带着一种 阴冷的气息 犹如折服在角落里的野狐 今天的阿梅 虽然也有那种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 却少了那种阴冷的感觉 没想到吧 我还能回来 云雀迈步走进牢房 抓了把稻草流成团 将墙上的孔洞先堵住 石头果然在偷看 这一下什么也看不到了 阿梅往后挪了挪身体 一语不发 冷冷地与云雀对视 云雀来到对方面前 居高临下地盯着女人 缓缓抬手 拿出那两朵 从东宫顺来的梅花 梅花从手心飘落 散发着淡淡花香 一朵落在阿梅脚边 一朵落在阿梅头顶 梅花给你带来了 唱曲儿吧 云雀声音冷漠 之前八品境界的时候中了招 如今云雀已经七品大成 他今天要好好听一听 阿梅那能获新的歌声 阿梅没唱 也没接梅花 眸子里透着一股奇怪的恨意 始终与云雀冷冷对视 不想唱 你不是挺喜欢唱起儿吗 云雀突然探手 一把掐住阿梅的脖子 将其提了起来 阿梅娇弱的身躯 在云雀手里 犹如一只小兽般 根本挣脱不出 伪装得很好吗 谁能想到你一介弱女子 居然会是七品武者 云雀冷笑道 你用内镜 震碎了九头鼠的心脉 伪造对方暴毙而亡的假象 这些年死在你手里的人 恐怕不少 我现在官居无品 是天牢提心官 你胆敢谋害我 罪加一等 这些罪行加在一起 足够定你死罪 阿梅的目光疑惑了一下 随后缓缓低下头 不再挣扎 任命一样 怎么 不想反抗 七品炼神经的修为 再不反抗 可就没机会了 云雀冷淡道 阿梅闭上眼 一声不吭 云雀皱了下眉 阿梅今天很古怪 不辩解 不求饶 不唱曲 居然甘愿等死 刺了 一扇碎裂的声音 在牢房内响起 云雀一下 将阿梅的球服撕开 献出刺眼的银白 阿梅豁然惊醒 一时间忘记了遮掩 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目光都变得呆滞起来 你不是很喜欢勾引吗 今天本关 让你勾引个够 云雀几下 将阿梅的球服扯掉 对方犹如一只白羊般 摄摄发抖 不着寸捋 云雀将球服扔在一旁 冷声道 把你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否则 你活不过多久 但凡害我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云雀打算 今天与阿梅了结恩怨 云雀已经准备好 对方会突然爆起 妖刀此刻正在 手心的血肉里转动 能随时握刀劈斩 可等了好一会儿 阿梅始终低着头 除了颤抖的愈发力害之外 根本没有反击的征兆 云雀觉得奇怪 抬手掐住阿梅的脸 将其的头抬了起来 随后云雀愣住了 阿梅眼泪长流 哭得梨花带雨 哭 哭了 云雀再如何聪慧 此刻也猛了 你可是七品五夫 云雀从来没想到过 一个七品恋神进舞者 居然还能哭鼻子 看阿梅的模样 犹如受精的小兽 唯唯曲曲 可怜兮兮 演戏 云雀很快断定对方的举动 一定是在演戏而已 不过哭得可真相 看起来非常伤心 阿梅哭得愈发厉害 云雀没了打斗的心情 松开手 冷冷到 跟我装什么可怜 你的底细 我早已清楚 今天本关有接风宴 算你便宜 等过阵子再来收拾你 锁好牢门 云雀离开了天牢 过了好一阵 阿梅抽气着 捡回自己的囚服 艰难地重新穿好 卷缩在角落里 暗暗垂泪 至始至终 他没说一个字 哭红的眼眸里 虽然充满了愤恨与委屈 但更多的是一份奇怪的坚持 仙客楼 天骑皇城内有名的大酒楼之一 以桃花酒而闻名 接风宴上 云雀认识了更多的同僚 刑部武司的掌权者 尽数道场 一众令史相陪 熟悉了之后 众人开始高谈阔论 吴英当先举杯道 云大人离开天牢的时候 那一拳之威实在厉害 当时我便猜测 能打出如此权力的 肯定不会是无名之辈 果不其然 云大人少年得志 已经官居无品 是我吴某人的顶头上司了 哈哈 说着 吴英朝云雀挤了几眼 云雀逃遇这件事 外人不知道 因为没有通缉令 但刑部武司的人全都知道的 吴英显然是在撇清关系 省得落人口舌 事出无奈 只好委屈吴大人了 这杯酒 就当我赔罪 云雀笑着举杯 一口喝干 吴英是提劳司令使 云雀则是代理提行官 官职在吴英之上 在这种场合 称呼吴师兄 反而不妥 见云雀举杯 给云雀倒了第二杯 云大人当时可能不知道 你走之后 侍郎大人命我去追 到了刑部门口 我只看到一道人影 踩着一片青涩云雾遥遥远去 越飞越高啊 陈周华端着酒杯 摇头晃脑的道 这就叫平步青云 我就知道 云大人将来必定要升官发财 云雀很想给这位总捕头数 一根大拇指 你这马屁拍得实在好听 简直是马屁精附体 其实陈周华的官职 在云雀之上 人家是正四品的官职 早点拉好关系 云雀二话不说 一口喝干第二杯 第三杯酒是黎叔敬的 黎叔是个老油条了 马屁早已经准备好 正准备开口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大呼 爹 咚咚咚 一阵脚步声中 走来一名壮瘦的年轻人 两手各自缠着厚厚的绷带 看得出受伤不清 黎叔扭头一看 立刻笑了起来 来的不是旁人 正是他的亲儿子 这次是黎叔坐东宴请云雀 正好他儿子在家养伤 于是通知儿子来吃饭 顺便见见刑部的众人 以黎叔的门路 早给自己儿子铺好了路 未来他儿子是要进刑部的 他这儿子还算争气 如今在天骑学宫求学 是名副其实的七品五者 没等黎叔介绍 来者一眼看到云雀 顿时怒容大气 张口大骂 你这狗贼 谁还敢在老四面子出现 等我伤好了 看我不把你腿打断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齐齐变得目瞪口呆 黎叔直接傻在原地 他是让儿子来 见见以后的同僚的 不是让儿子来骂 自己刚上任的上司的 云雀瞥了眼对方 呵呵笑道 好啊 不过下次可不止一千两了 对方是熟人 正是阎武殿与云雀比斗 输了银子 又输了书牌的黎叔 原来黎叔是黎叔的亲儿子 黎叔很快反应过来 跳起来对着黎叔 连扇了十多个嘴巴 打得黎叔连连后退 莫名其妙 爹 你打我做什么 我的手就是云雀那家伙打断的 啪 他现在叫苦不迭 本来是接风宴 结果成了结仇宴 放肆 黎叔指着自己儿子怒骂道 除了惹是生非 你还能给我干点什么好事 立刻给云大人赔罪 骂完黎鼓 黎叔陪着笑脸对云雀道 抱歉啊 云大人 下官教子无方 大人万万海涵啊 黎鼓瞪着两只眼珠 直勾勾盯着云雀 一时脑子都不转了 他想不通 一个刚刚进学宫的家伙 怎么成了自己老爹的上司 还不跪下谢罪 黎叔一脚踹在黎鼓身上 酒居官场 黎叔深知穿小鞋的滋味有多可怕 一旦云雀以后记了仇 他别想再提劳斯安生 黎鼓见父亲如此大怒 不敢违背 立刻双膝跪地 愁眉苦脸地道歉 云大人息怒 小人口无遮拦 还望大人误怪 云雀看得好笑 道 还比不比了 不比了 我服了 打不过你 黎鼓连忙认怂 黎叔找酒楼小丝 要来一根藤条 双手递给云雀道 云大人若还不出气 狠狠打他一顿 什么时候出气 什么时候为止 算了 童言无忌 云雀笑道 黎叔可算松了一口气 黎鼓听得一张大脸 憋得通红 他岁数比云雀都大 居然被人家说成童言 幸亏周围全是刑部的人 没有学功学子 要不然 他黎鼓都没脸在学功求学了 把黎鼓撵走后 黎叔连连给云雀针酒 一个紧赔罪 云雀并不在乎 五夫都这模样 张口就骂 抬手就打 若是跟个五夫置气 那早晚得气死 一顿街风宴 除了黎叔之外 众人吃得皆大欢喜 散席后 无音陪着云雀走向北街 这里有一处府宅是皇帝赏赐的 云雀还没来过 宅院不算大 一处比较僻静的小院落 一间正屋 两间偏房 干干净净 屋内家世俱全 尽管府宅不大 但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天奇皇城 这座小院 没有上万两银子 是下不来的 无音环顾四周 道 还不错 地段偏僻了些 胜在幽静 明天我买两个丫鬟回来 帮你打理屋舍 无音此刻的神态很轻松 说的话有一种兄长般的感觉 仿佛云雀是个需要照料的弟弟 不必了 无师兄 我住在学宫 这里不会经常回来 云雀道 不常回来 才需要有人打理 要不然屋子怎么住人呢 放心 买丫鬟的钱我出 无音笑道 一个人住惯了 不用麻烦了 云雀谢绝道 好吧 你怎么喜欢怎么来 无音不再提丫鬟的是 神色微正道 皇帝的赏赐 云师弟当之无愧 不过有句话 云师弟莫妖望望 半君如半虎 官道意图 并不好走 越往上爬越发凶险 高处不胜寒 知足常乐 现在的官职位 已经很满意了 行不加上东宫 两分俸禄呢 云雀笑道 况且我是个武夫 让我当太高的官 我也不会啊 知足常乐是个好心态 但绝非好男儿 无音摇头道 我们大好男儿之躯 生于天地间 就该活一番轰轰烈烈 才不枉此生 师兄提醒你 官徒艰难 并非让你知难而退 而是期待你迎难而上 将来有一番报复 封侯拜相 我一个小小武夫 哪有机会封侯拜相 云雀道 千莫小看了自己 只要我们坚信一件事 并持之以恒地去努力 早晚会成功 无音拍了拍云雀肩膀 笑道 今后在刑部遇到什么难题 大可来找我 别看你的官职比我高 但在刑部混的时间 我可比你的年头多 她是什么来头 云雀问道 阿梅 哦 你说的是穷英吧 她是燕门侯一姑 她的是很复杂 涉及当年的燕死天门事件 卷宗就在提劳斯 你看看就好 莫要在外面提及 尤其在皇帝面前 一个字都不能提 行不还有事没处理完 我得先回去了 无音走后 院子里安静下来 穷英 穷武 你们果然是姐妹俩 云雀得知了阿梅的真名后 对所谓的燕死天门事件 生出些好奇 不能在皇帝面前提及 说明这件事与皇帝有着很大的关联 而且还是丢脸的事 既然是皇帝忌讳的事 又为何一个关境天牢 一个救读于学宫 这一点云雀暂时想不通 不过很快即可得知真相 只要回行部看看卷宗即可 云雀坐在屋中 望着门外时而走过的行人 眉风微微促起 我若封侯拜相 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吴师兄 云雀喃喃自语 乌英给云雀的感觉 像一位亲切的老大哥一般 是值得性爱的朋友 但这种朋友 云雀并不习惯 也不需要 云雀更习惯没钱那种伴个朋友 该互相坑的时候互相坑 该帮忙的时候帮忙 一切以自身利益为主 如果说天下间 还有一个云雀能完全信赖的人 那么只能是凌云郡主 而乌英 云雀始终信不过 云雀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乌英这个人 好像藏着某种目的 究竟是什么目的 云雀猜不到 也想不通 散去思绪 云雀看了看几间屋子 除了家世之外 空荡荡 过碗瓢盆一样没有 反正不住在这 云雀懒得去买 记住位置后 便锁好门 返回学宫 今天熟悉一番行不即可 领取官服令牌之类 明天才开始正式走马上任 百花店依旧热闹 东楼吵吵嚷嚷 南楼歌舞升平 西楼翘无声息 北楼望眼欲穿 望眼欲穿的 自然是新来的先生 见云雀经过 剑平之一个剑步冲上前来 我关你眸光清澈 天庭饱满 必是神魂极强之人 最适合神道之学 有没有兴趣来听讲啊 抱歉啊先生 我今天忙得很 改天再说 甩开剑平之 云雀返回西楼 剑平之随后盯住了 刚好路过的图苏 还是那套说辞 口若悬河 这先生当的 还得骗学子上课 云雀摇摇头 刚进西楼 看见大厅里 摆着好几个大木箱 墨安正吭哧吭哧的 往楼上台 累得满头大汗 云师弟 你可算回来了 帮帮忙 墨安如同看到救星 什么东西 构成的 云雀一手一个 抓起两个木箱 跟着墨安往楼上搬运 墨老买的材料 好像是妖兽骨 墨安羡慕道 还是云师弟力气大 早知道我也修炼武道 墨老时常会在外面 买一些奇奇怪怪的材料 我不仅负责取货 还得往楼上搬运 每次都累个半死 墨安觉得沉重的箱子 在云雀手里 根本不算事 这便是五夫的好处 有了云雀帮忙 很快将几个箱子 运到三楼一间大屋里 云雀拍了拍手上的尘土 扫了眼四周 发现这里是一处 类似书房的地方 靠墙摆着一排书架 九头鼠的尸体站在墙角 应该被墨老炼制过了 云雀翻看了几本 都是些奇怪的书 不是记载鬼案的奇闻录 就是涉及尸体的死人经 还有些关于灵体的书籍 云雀从中找出一本蛊虫录 这本书记载了各种奇异的蛊虫 从形体到能力 十分详细 还配有图案 一眼便可看清 蛊虫是何种模样 云雀向来对这种有图的书 最感兴趣 这里是墨老的书房 平常不让进的 云师弟看书可以 千万别带出去 让墨老知道会发火的 墨安叮嘱一句后 去楼下休息了 云雀本打算看看就走 结果看着看着入了谜 蛊虫 是乌修最为拿手的手段 需要精心炼制 蛊虫种类繁多 功能更是千奇百怪 云雀看到一种 名为嗜酒骨的蛊虫 蓄养在酒缸里 人若种了嗜酒骨 便可千杯不醉 喝多少酒都不会醉倒 还有种月光骨 薄如蝉翼 宛若一片月色的薄纱 在夜里裹在身上 即可达到隐匿身形的作用 当看到一种身体细长 头部生着细针口气 有四肢短小细爪 类似蚊子般的蛊虫时 云雀忽然目光一动 石镜骨 云雀瞪起了眼睛 图画上的石镜骨 正是在天牢里 石镜骨以镜骨为石 种在身上 即可缓慢啃食掉一些 镜骨与封印 对本体无害 云雀当然知道 什么是镜骨 类似太子施展的定身术 就是最简单的一种镜骨 而红莲教主的浑皱莲花印 则属于高深的封印之术 直至在墨老书房里 看到石镜骨的介绍 云雀才恍然大悟 原来阿梅夏虫 不是要害自己 而是想要帮自己消除莲花印 云雀的表情变得无比精彩 尴尬又无奈 这下误会大了呀 想起不久前 把人家弄得大哭 云雀简直哭笑不得 自言自语道 怎么不早说呢 一句话的是 不就没这么多误会了吗 又不是哑巴 真是古怪的女人 不过身材真好啊 正回味着 阿梅堪称完美的身姿之际 忽然旁边有人说话 有多好呢 简直极品 云雀顺口而出 接着豁然一惊 屋子里可没人 而说话的 竟是九头鼠 死人开口 云雀震惊了 九头鼠 而是莫老 九头鼠的尸体晃动了一下 脉步从墙角走出 站在云雀面前 大口开合道 练尸术 修炼得如何了 原来是莫老 学生愚钝 尚未修成 云雀扯晃道 哼 你不想修炼而已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练尸术没用 莫老冷淡的道 学生觉得 用处确实不大 云雀道 那你觉得分身术 有没有用呢 莫老道 当然有用 分身相当于 分出一个自己 我本体在学宫修炼 另一个分身 还能去逛街 劳逸结合 简直是美事 云雀道 我现在就在逛街 马上到仙客楼 想吃点什么宵夜 待会儿给你带回去 莫老低沉的道 莫老在逛街 那这具尸体 云雀忽然想到了什么 惊讶道 难不成 练尸术还能控制尸体说话 你以为呢 练尸术不仅能让练尸开口 还能听到练尸所听到的声音 看到的景象 或许不及分身术那般玄妙 却也类似 莫老哼了声 道 你要知道 分身绝学 是修行强者才能施展的神通 四平以下想都别想 这下云雀动心了 之前以为练尸术 只是驾驭练尸对战 多一份助力而已 可有可无 现在看来 练尸术的好处超乎想象 难怪之前大纲里那些死去的学子 宁愿冒着神魂碎裂的危险 也要修习练尸术 这份奇异的法门 果然有足够的吸引力 别的不说 只要能修成 云雀即可将分身留在刑部混缝路 自己则在学宫修炼 无需像无鹰那么忙碌 还得两头跑 敢问莫老 最多能控制几具练尸 云雀问道 单纯对战的话 练尸数量 以你对练尸术掌握的深厚程度有关 若像我这般远距离控制练尸充当分身 只能控制一具 还需要寻找适合的尸体 并经过特殊炼制才行 莫老道 有机会的话 学生会尝试修炼一番 云雀说完 对面的九头鼠再无声息 恢复了尸体状态 云雀并非说说而已 而是打算有空修炼试试 炼尸术的关键点在于神魂 是一种神魂类的特殊功法 最严重的后果 是神魂碎裂 不过这份后果 云雀不太在意 自己的神魂比较特殊 有妖魂融入其中 想要让神魂崩裂 可不是容易的事 唯有达到让妖魂崩裂的程度 才能真正威胁到云雀的生命 自从在石海看到妖魂的庞大 云雀觉得 别说炼尸术 就算神魂自爆术 恐怕也弄不死那家伙 晚上的时候 墨老果然带回来个石盒 里面装着仙克楼的韭菜 扔给云雀和墨安后 墨老飘上了三楼 吃着美食 云雀看了眼对面的墨安 问道 牧师兄 你修没修炼过炼尸术 一听炼尸术 墨安直摇头 别提炼尸术了 这几年 我几乎天天都在修炼 就是学不会 炸一道 墨安是道门修士 有八品开光镜修为 居然几年都学不会炼尸术 何止很难 炼尸术对神魂强弱 有着极高的要求 以我的元神之力 再修炼十年都没戏 墨安叹气道 你修炼炼尸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不是 云雀打听道 没有啊 除了学不会 什么感觉也没有 墨安如实道 之前西楼好像有不少师兄 因为修炼这份炼尸术 而生死倒消 云雀道 我来学宫年头短 没见过西楼以前的师兄 走火入魔的事我倒是听说过 那些死去的师兄 因为贪心 修成炼尸术术后 总想着多控制几句炼尸 以至于元神消耗过度 所以修炼意图 不能贪功冒尽 要一步一个脚印才行 墨安认真的说道 这么说 死掉的师兄 都是贪婪作祟 与功法本身没多少关系 云雀道 当然了 神魂类的法门 本就极为罕见 最容易走火入魔的 若当真是写法妖术 墨老不可能传给我们 如果墨老当真 传授给学子夺命的写法 造成不少学子因此亡固 大忌久不可能不闻不问 只要炼尸术本身没有什么猫腻 云雀准备尝试修炼一番 自己在神魂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 真要出问题 还有妖魂兜底呢 吃完饭 回到住处后 云雀找出炼尸术的小册子 看了半宿 越看头越大 墨老给出法门的时候 随手一扔而已 看起来好似烂打击的货色 结果仔细看完 云雀才发现 这部功法晦色玄傲 涉及了头部的数十处学位 其中有很多词汇 自己根本无法理解 简直看天书一样 还以为凭借自己的聪慧 看看就能修成 结果是 自己想得太美了 难怪墨安那种八品道门修士 钻研了几年都学不会 以后有机会 得请教墨老才行 云雀放下功法 沉沉睡去 一觉天亮 今天是正式上任的日子 云雀穿戴好官服 抵达行步 见过尚书与侍郎两位上司后 云雀与黎树正式交接 就此成了天牢代理提心官 公务不算多 均与管辖狱卒和囚犯有关 手下实名临时即可完成 不过每次天牢押近囚犯 或者释放囚犯 提心官都需要亲自过问才行 之前云雀刚进天牢 黎树随后便来确认 这是提心官的职责所在 黎大人 现在是和职务 云雀道 我是闲人一个 没有职务 主要给云大人打打下手 黎树苦笑道 这样 那以后天牢来往的囚犯 黎大人多多费心 我就不过问了 云雀道 这活儿看着清闲 实则折腾人 天牢太大 整天都有囚犯压进压出 多的时候一忙大半天 云雀还打算在刑部偷懒修炼呢 行 云大人放心 这活儿我最拿手 肯定不会出差错 黎树大喜过望 满口答应下来 给他个差事 他已经谢天谢地了 又是原本提心官的任务 他自然高兴 没准干得好了 将来还有机会官复原职 两人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熟悉了一番提劳斯 云雀来到存放卷宗的地方 让看管此地的官差 找出穷英的卷宗 黎树为了表现一番 自爆奋勇帮忙查找 很快拿出一份上了年头的卷宗 云雀仔细地翻看着 眉峰渐渐锁起 穷英一案 与石头说的消息相差不多 由于重创了断指喉 而被关进天牢 没有期限 若无意外 一辈子将在天牢渡过 卷宗上记载的并不多 云雀注意到穷英的身份一栏 标记着罪臣之女四个字 无音说过 穷英是燕门侯遗孤 云雀于是 询问起燕门侯的卷宗 一听燕门侯三个字 旁边的黎树 立刻脸色变了 急忙将屋子里的其他官差赶走 关好大门 云大人怎么想起来 查看燕门侯的卷宗了 黎树不解地道 昨天听说了燕死天门事件 好奇之下打算瞧瞧 云雀道 黎树帮忙寻找 很快拿出一摞卷宗 道 在这呢 云大人看完 千万别在外面谈论此事 燕门侯是陛下的忌讳 云雀看了对方一眼 更觉得好奇了 无音这么说 黎树也这么说 难道燕门侯犯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不赦之罪 带着好奇 云雀翻看起卷宗 燕门侯 名叫穷金 三年前私通少五国 于天门关举起反旗 后穷金夫妇被边军斩杀于天门关下 其留在皇城的两个女儿 穷英穷武 发配教方司 反叛之罪 罪名确实不小 但云雀从这段简单的介绍中 看出了一些古怪的地方 天门关位于大晋以东 是阻断少五国的一处边关险地 有重兵把守 既然造反 不选个大晋副帝做根基 反而选了个边关 而且还被天门关的边军所杀 这反其举的 简直让人不可置信 哪怕找个乞丐让他造反 也不会选在天门关 除非已经掌握了整个关卡的兵力 从穷英被天门关边军所杀这件事来看 穷英就好像夫妻两人直接宣布造反一样 手下一兵一组也没有 令人啼笑皆非 还有一点更为奇怪 穷英造反 却把两个女儿留在了皇城 这种事除非是傻子 否则正常人绝对干不出来 都要造反了 肯定先把家人带走啊 穷英的卷宗里 疑点重重 其中的经过没多少记载 聊聊几十字 而批判穷英大恶不赦的言辞 占据了卷宗的绝大部分 其中细数了穷英的十大罪状 每一条都能抄家灭门 简直将穷英写成了古往经来 最大的恶人真正的识恶不赦 看过卷宗 云雀猜测里面写的 肯定不是全部真相 那位燕门侯 究竟是什么来历 李大人能否说说 云雀道 这 李树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道 既然云大人想知道 我便说说 其实这件事 但凡三年前就在皇城为官的 全都知道 之所以没人提 是因为说出来 陛下颜面无光啊 李树为了给云雀留下个好印象 不得已 道出了三年前的真相 原来燕门侯穷金 并非晋国人士 而是来自少武国边关荣城的一位偏将 穷金此人在少武国名头不小 除了武力超群之外 最主要的是他生了两个清国清城的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女儿 穷金遭人陷害入狱 两个女儿即将进献给少武国的一位王爷 红颜祸水这句话 在穷金身上得到了一次另类的验证 只不过 他的祸水不是红颜 而是闺女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陷害穷金的 自然是那个 寄于穷英穷无美貌的少武国王爷 在狱中 穷金得知 女儿要被送去王府的消息 一怒之下 杀出牢狱 带着妻女叛逃到晋国 到了晋国后 穷金被晋皇英子受重用 亲口加封燕门侯 从此官居高位 大富大贵 然而好景不长 穷金的叛逃 惹怒了少武国的皇帝 不到月许便大兵压境 逼迫晋国交出穷金 否则就要刀兵相见 少武国兵强马壮 始终是晋国所忌惮的存在 为了不引起大战 晋皇英子受 只能同意了少武国的要求 如果就这么把穷金交出去 皇帝颜面尽失 没封侯之前还好 大不了就说 穷金是少武国派来的案子 可一旦封了侯 再把人交出去 英子受 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于是 英子受给穷金定了个 私通敌国的罪名 并大肆宣扬穷金的恶行 将其押赴天门关处死 说是处死 其实是将穷金送还给少武国 平息少武国的怒火 否则直接在天祈城就能砍头 何必在押赴边关 押赴边关的 只有穷金夫妇 穷英与穷武 被留在了天祈皇城 这是皇帝英子受 留下的一手暗棋 如果穷金回到少武国直接被杀 那没什么好说的 他两个女儿也就没用了 如何处置都可以 一旦穷金没死 还有机会留在少武国为官的话 那么穷英和穷武 就成了英子兽手里的一份筹码 可以在以后继续胁迫穷金 为大靖暗中做事 这是镜皇的一场算计 一盘冷血之旗 结果在天门关外 穷金突然挣脱 大杀四方 斩杀了上百名押送的靖军 后来被坐镇天门关的靖国将军 亲手击杀 临死之际 穷金仰天狂笑 大骂天下乌鸦一般黑 帝王全是无情的鸟 至此 燕门侯穷金战死于天门关外 一心赤城 两朝为官 却落了个惨死边关的下场 这便是发生在三年前 大靖十五年的燕死天门事件 这件事 其实民间早有传闻 甚至在少武国与大靖 都流传着一段童谣 好官不收礼 好汉不行起 好男不骂妻 好燕不落西 好燕不落西中的燕 指的便是燕门侯穷金 而西字 指的则是少武国以西的大靖 听完整个经过 云雀沉默了两久 穷金的两个女儿 怎么只有一个在天牢 另一个呢 云雀明知顾问的道 当时两人即将发配教坊司 得知消息后 两人逃走 后来只在学宫附近抓到了一个 另一人不知 被谁举见进了学宫成为学子 大靖律令管不到学宫 没办法只能把穷英抓回来 随后段子侯私下里花了大笔银子 将穷英买去当小妾 结果还没洞房 就被人家咔嚓了 穷英就此关在天牢 黎叔说完 又再三叮嘱云雀 千万别在外面谈论这件事 云雀点头答应 摆摆手 让黎叔去忙 独自坐在存放卷宗的大屋内 云雀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穷英的遭遇 令人唏嘘 犹如一个棋子般 被人随意摆弄 随意出卖 咽死天门这件事 让云雀看出了皇帝的冷漠无情 其中最无辜的 是穷英穷武两姐妹 只因为天生丽质 便惹来滔天大祸 找谁说理呢 人都是棋子吗 可以丢来丢去 随意舍切 云雀一拳砸 在大桌上 冷声道 尽情地舍吧 气吧 总会有一枚棋子 能砸穿棋盘 刑部的伙食不错 除了没有酒水供应之外 与外面酒楼里的味道相差不多 关键是不要钱 那云雀可不客气了 连吃了五大碗米饭 八盘肉菜 吃过午饭 云雀问了问梨树 城内有没有卖梅树的 天祈城 果然是繁华之地 据梨树讲 西街的花草市集 不仅有梅树 桃树菊树琵树 连百年以上的大枣树都有 得知云雀想要买两棵梅树 梨树立刻包揽下来 钱都不用云雀出 等着就行 不久后 梨树从外面拉进来两棵梅树 按照云雀的要求 买的都不算大 一人多高 种在瓷盆里 树上全是花孤朵 正含苞待放 云雀一手一盆 提着走进天牢 石头正在无所事事地躺着 听见脚步声立刻起身张望 看到云雀提着两棵梅树经过 石头羡慕不已 老大就是老大 两朵梅花厅的曲儿 人家拿来两棵梅树 这是打算把阿梅包了呀 阿梅协议在墙角 好似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目光无神 比昨天少了些灵动 显得茫然麻木 再次见到云雀 阿梅立刻身体紧绷 卷缩在角落里 犹如寿惊的羔羊 云雀有点尴尬 把两棵梅树放在牢房两侧 咳嗽了一声 道 昨天下手中了些 送你两棵梅树 就当扯平了 阿梅不说话 低垂着目光 躲在墙角一动不动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 实进谷奈玩意 我又不认的 你也不解释 我哪知道你下重 是想帮我 还以为你在害我呢 云雀无奈地道 我这人 没对别人道过歉 也不会道歉 今后你在天牢 想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我都管了 这样 行了吧 见对方还是不吭声 云雀皱眉道 你要在天牢关一辈子呢 就算一个月请你吃两顿 一年就是二十四顿饭 你至少还能活几十年 你算算的多少银子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不知哪句话触动了心弦 阿梅眼圈发红 眼泪扑速速无声落下 又哭 你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 这么爱哭呢 云雀道 阿梅把头锤得更低 不让云雀看他的脸 即便看不到 云雀也能听到 泪珠不断落地的轻微响动 叹了口气 云雀坐到阿梅旁边 道 喂 别哭了 以前别人用两朵梅花 你就给唱曲 今天我送你两棵梅树 非但不用你唱 云雀掰断梅树一根树枝 用来当做小锤 清了清嗓子 一边用树枝敲着木床 一边开口唱道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两个小乞丐 穷困 潦倒 一个会骗钱 一个会猎妖 一连混迹了十几年 刚好 温饱 多年奔波苦 终于有回报 乞丐翻身野狗打滚 鸣声 大噪 一个守城门 一个当舞座 出人头地骗点小钱 活着 真好 云雀唱得根本没有电 顺口溜一样 听到最后的出人头地 阿梅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舞座和守城门 哪一样都与出人头地 扯不上关系 阿梅抬起头 脸上挂着泪 哭中带笑 眼中满是幽怨 笑中带泪这种表情 放在谁脸上 都很不合适 肯定会显得古怪 但在阿梅那张俏脸上 却呈现出一种 惊心动魄的美 给人一种 我见游怜之感 恨不得将其揽进怀中 呵护一生 不让他受人欺凌 那是一种 独属于娇弱女子的美感 配上阿梅的绝世之言 连云雀都看得一时呆住 祸水啊 云雀在心里感叹 难怪少五国的王爷 不惜陷害忠良 也要得到穷英穷武姐妹俩 如此容貌 实在令人念念不忘 云雀觉得 整个大劲的美人 也就沐青瑶 能与穷英穷武姐妹俩 不相上下了 临云郡主的美 是一种大家闺秀 高贵典雅的美 出于泥而不染 纯洁无瑕 穷英穷武的美 则是一种妖艺的美 犹如灵狐 美中寒妹 妹态天成 哭多了伤身 在天牢里病了 可没人管你 云雀道 我现在是代理提心官 你需要什么 可以找我 能帮的 云某人绝不含糊 不过事先说好 借钱免谈 阿梅用一双漂亮的眼睛 瞪了眼云雀 低下头不说话 西子如今啊 是不是你嗓子坏了 都这么熟了 怎么一句话不说呢 云雀奇怪地道 阿梅还是不说话 不说就不说 晚上请你吃点好的 云雀站起身 走到牢门旁 听住脚步道 再长的夜 终会破晓 云雀走后过了半晌 阿梅抬起头 痴痴地望着梅树上 即将开放的花 哭红的眼眸 渐渐变得坚强起来 离开天牢后 云雀始终在懊悔不已 拖大了啊 他要吃唐僧献的包子 可怎么办 一两银子一个 我都吃不起 想起云木经摇 第一次到黄城吃的包子 云雀大为感慨 那万一云雀一顿 能吃三十多个 毫不费力 一两银子一个包子 一顿就得三十多两 一天三顿一百两 一个月天天吃包子 就要三千两文银 两份俸禄加起来都不够 在藏石镇的时候 至少能吃得起包子 到了天祈城 不仅官居无品 还是太子半毒 结果连包子都吃不起了 也不知道 这叫有出息了 还是更加落魄了 人生 就是这么奇怪 上任第一天 云雀是在感慨中度过的 快到晚上放牙的时候 侍郎上官宏图召集众人 道出了一个消息 草原蛮人求和 并且进献百名武姬 其中有一位是身份高贵的别籍 将来会成为皇帝的兵妃 别籍 一位草原上的公主 是部落大汉的女儿 那帮蛮子 这些年没少吃亏 终于怕了 有人解气的道 富男王威名远扬 蛮子也得望风而逃 另一人高声道 黑铁城铜墙铁壁 蛮子别说劫略大进 他们的草原都快保不住了 和亲之事 看来是草原人的无奈之举啊 众人议论纷纷 都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自从富男王坐镇黑铁城 草原人彻底没了脾气 威风早已不在 已经被打服了 上官宏图汉首道 大进三驻国 可不是白叫的 这次草原人和亲 边军会一路护送 到了天祁皇城后 便有礼部和我们刑部接手 事关重大 万万不可大意 在别集入宫之前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众人拱手殷氏 上官宏图接着道 还有一件事 少五国的玄域郡主 明日将抵达皇城 礼部已经准备好 人手保护其安全 我们刑部也不能闲着 派过去十人驻守在史属 协助礼部 直至玄域郡主 与豫王世子完婚 史属 是他国使臣 抵达大进后入住的地方 众人再次领命 上官宏图轻叹了一声 感慨道 三年前送他们一人 三年后才如约送来郡主联姻 哼 少五国还是看不起我大进啊 众人的神色微变 没人敢搭查 云雀从上官宏图的话中 听出了玄机 三年前大进送给少五国的人 应该就是穷精 原来当时皇帝与少五国 还有私下的交易 以穷精换少五国一名郡主联姻 只不过这份联姻 一直拖延了三年之久 如今才兑现 虽说玄域郡主与豫王世子联姻 厉害关联不算什么 总归是件好事 等将来两国的公主与皇子联姻 大进之东 才算安稳 上官宏图眸光变亮 道 少五国联姻 草原人求和 只要一切顺利 我大进将再无外敌 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 用不了多久 兵力即可赶超少五国 成为真正的云州强国 北方妖都覆灭 晋国的外敌 只剩东边的少五国 与南方的草原蛮人 这两处威胁若能解决 晋国将再无外忧 这也是皇帝和一众朝臣所期待的结果 云雀从黎叔口中得知 玄玉郡主是少五国的 豫王诸兽之女 而这个豫王 便是当年基于穷家姐妹美貌 不惜陷害穷精的罪魁祸首 得知是此人之女 云雀觉得 那玄玉郡主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比 一个混蛋老子 养出的子女 大概率也是混蛋 为了即将到来的两次联姻 行部显得更加忙碌起来 云雀也跟着瞎忙活 好在提劳斯主要管天牢 护卫郡主和别籍那种事 跟他没什么关系 不过上官宏图提及的豫王世子 却跟云雀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家伙 还欠着三千两赌债呢 这事儿云雀可没忘 赌五仙子开口的账本 就在云雀手里 还差一个樱桃没给钱 别说三千两 三两银子云雀都得去要 自从还了房石与无银的担要钱之后 云雀身上 只剩下原本自己的那点积蓄 总共几百两 在藏石镇算得上一笔财富 在天气城里 实在寒酸得很 连买两根金沙草都不够 皇帝赏赐的万两白银 看着是不少 但比起宗师镜需要的百万银钱 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所以 银子这种东西 对云雀来说 多多益善 越多越好 晚饭在行不吃的 学宫里要钱 这边免费 而且还能顺便 给阿梅带一份 占便宜这一块 云雀绝对是祖宗级别 回到百花殿 天已经黑了 前阵子不是赌斗就是面壁 云雀没空找欠账的樱涛 今天正好没事 云雀找人打听了一番 得知豫王世子樱涛就在东楼 今晚要账 云雀冷笑了一声 先去阎武殿找到没钱 说好了一百两 钱要来了 你可不许赖账 没钱到 亲兄弟们算账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云雀道 两人回到百花殿后 先寻找樱涛的踪迹 恰巧今天东楼先生兴致大起 在楼下架起个大炒锅 拿着铁锹大的锅铲 在卖力翻炒 全都捏着鼻子站在旁边 心惊胆战 先生今天发话 所有东楼学子 都得尝尝他的新手艺 在人群中锁定樱涛后 云雀与梅前互相对视一眼 同时挑起嘴角 冷笑着围拢过去 两人的架势 像极了在山林中围猎妖物的模样 樱涛此人身形魁梧 生得高高大大 穿金挂银 一身贵气 在人群中颇为显眼 身为豫王之子 皇帝的亲侄子 樱涛从生下来 便地位显赫 仆人丫鬟无数 以至于养成了一种孤傲的脾气 哪怕在学宫里 看人都用鼻孔 一副高人一等的气质 在学宫里求学的皇家子弟并不少 大多不在学宫居住 晚上会回到自己的府邸 因为学宫里没有下人伺候 对那些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皇亲贵咒来说 身边没有仆人 实在是一件难熬的事 樱涛最近几天都没来学宫 因为养了一房小妾 整天在府上寻欢作乐 今天被他老子给撵了出来 樱涛正心声不满 想着快些回府与小妾玩乐 忽然听到旁边有两人在争执 你欠我的二两银子 今天必须还 什么叫欠你 随口一说而已 你还当真了 谁知道那头猪真会上述 少来 字句在这呢 白纸黑字 当时我说猪会上述你不信 非得赌二两银子 你输了就得还钱 不还能怎么样 赌债而已 谁当真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赌债也是债 欠钱不还的生儿子 没有肚气也 我不生儿子 只生闺女 你能奈我何 两人争执的声音不小 周围人都听得见 尤其在樱涛旁边 他听得最清楚 正奇怪着 怎么猪还会上述呢 樱涛就见 旁边那扫帚没的年轻人 朝他求援道 这位师兄 你给平平领 他欠我的二两银子 该不该还 樱涛吃笑了一声 比一道 二两银子的赌债都还不起 你还指望他生儿子没肚气眼 估计他连婆娘这辈子都找不到 周围其他几个学子 也觉得气愤 樱涛自在人间 欠钱不还 连猪狗都不如 赶紧还钱 还你就是了 又不是给不起 我可不想做猪狗 云雀做出一副任命模样 拿出二两银子交给没钱 随后转向樱涛 高声道 我的赌债还清了 世子殿下 你的三千两赌债 也该还我了吧 樱涛愣在原地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欠了那么多赌债 眼前的年轻学子 他根本不认得 没钱也挣住了 随后呲牙咧嘴 恨不得冲过去咬死云雀 他这才知道 自己被拉下水了 云雀之前 对他说的三百两赌债 原来是三千两 而家里开九楼的 富家子弟 居然是亲王世子 没钱现在 毁得肠子都清了 偏偏无可奈何 戏已经演完 他就被一脚踹开 拿了一百两好处 却得罪了亲王世子 实在得不偿失 樱涛很快清醒过来 怒视着云雀道 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见过你 何时欠过你的钱 世子殿下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云雀将记载赌约的 纸张拿了出来 道 关于五仙子的赌约 想必世子应该没忘 你当时下注三千两 恰巧半月前 五仙子开口与我说话 当时不少人都在 房氏师兄也可作证 其他人的赌债 已经清还完毕 只差世子一人 殿下该还钱了 房氏就在人群里呢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他一个劲咧嘴 跟没钱此刻的心情差不多 樱涛这时恍然大悟 随后愈发愤恨起来 他当时只是气话而已 当天他厚着脸皮 搭讪穷武三次 结果人家根本没理他 樱涛一怒之下 说出三千两赌注 本以为最后肯定是他 这位世子殿下 才能令五仙子开口 结果被一个无名之辈 杰族先登 樱涛又气又闹 恨透了眼前讨账的云雀 三千两而已 他不是拿不出 堂堂欲亡世子 这点钱不算什么 但樱涛厌不下这口恶气 他根本没想过给钱 怎奈云雀和没钱 刚刚演了一出好戏 大骂欠债不还者 猪狗不如 最觉得是 樱涛偏偏还中了计 亲口说 云雀这种欠二两银子 不还的家伙 连婆娘都逃不到 儿子更生不出来 他要是今天不还钱 那刚才他骂出的话 他自己就得全接回去 众目睽睽之下 樱涛实在丢不起这份人 狠狠瞪着云雀 樱涛怒声道 行 三千两是吧 我现在身上 没带那么多银票 过两天给你就是 云雀摇头道 好饭不怕晚 赌债最怕欠 我已经等了半个月 才看到殿下 这笔账不能再拖了 世子殿下 还是现在节倾为好 若实在没有银票 用些金银首饰抵账 也是一样的 对于欠债这种事 云雀和没钱的观点 是一样的 宁可我欠天下人 不让天下人欠我 尤其过两天 给你这种说辞 云雀可太熟悉了 当初借给没钱一百两 那孙子就是这么敷衍的 一百两银子 足足拖了两年都没还上 一要钱 就说过两天给你 直接过了两年 也没见着钱 到时候 樱涛整天不见人 去拿找他去 总不能去欲王府要账 府上肯定有不少护院高手 没准打起来 樱涛浑身上珠光宝气 脖子上挂着 价值万金的乌金链子 左右腰间 各旋着价值连成的血液 帽子上镶嵌的珍珠 有指甲那么大 还是一圈 简直是行走的珠宝库 不用多 随便从这位世子身上 拿一件珠宝 足以抵得上三千两的赌债了 樱涛有心发作 想了想 这里是学宫 又忍住了 冷冷地撇着云雀 嘴角挑起一抹冷笑 随后 樱涛将大拇指上的一个墨浴斑纸摘了下来 道 此物足以抵得上三千两银子 压在你这好了 小人总能看到小丽 看不到大富大贵 樱涛指桑骂怀 说云雀没眼光 得罪他 这位亲王世子 只能得到点小钱 却错过了天大的富贵 以后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樱涛才不在乎 自己富贵与否 或许与贵人有关 但樱涛很确信 这个豫王世子 肯定不是自己的贵人 一个喜欢争风吃醋的世子 长着出身好而已 若没有世子的头衔 屁都不是 接过墨浴斑纸 樱涛看了看 仔细收好 微笑道 世子殿下果然守信 不过这件斑纸 我只保管两天 两天后 你若不拿三千两银票来换 对不住 我只能把东西送到典当行 樱涛没心思与这种人浪费时间 樱涛当即答应下来 不过嘴角的冷笑 却带着一份阴险 他就没打算 用银票来换纳班纸 因为墨浴班纸 是皇帝遇刺之物 樱涛就等着云雀卖出去呢 只要敢卖 那云雀便多了份 私自售卖遇刺之物的罪名 皇帝若得知 肯定龙颜不悦 云雀到时候就倒霉了 而他樱涛却有说辞 我押出去的东西而已 谁让你云雀给卖了 樱涛打算 到时候把罪名 全推在云雀身上 借皇帝之手 让眼前这个可恨的家伙 从世上消失 借刀杀人 阴险的樱涛 已经对云雀起了杀心 大锅里的食物已经做好 周无极瞪着眼睛 分给在场所有学子 一人一份 必须都吃完 于是毫无意外地 又吐了一大片 云雀还好 只是觉得有点恶心 将事先说好的 一百两银票 分给没钱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就该听劝 离你这个扫把心远远的 哦 没钱干呕着骂道 听谁的劝 哪个老人 劝你离我远点了 云雀狐疑地道 听 没钱神色变换了一下 硬气道 听我爷爷说的 你爷爷不是早死了吗 云雀道 我爷爷昨天托梦给我 让我离你远点 你以后少来找我 没钱干呕着逃回阎武殿 并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来百花店 被坑了不说 还差点说漏嘴 又被强行灌了一碗 血肉模糊的恶心东西 他已经欲哭无泪 瞧了瞧不算太晚 云雀也去了趟阎武殿 用骊骨的书牌 走进藏书楼 不来不知道 一到阎武殿的藏书楼 云雀都不想出去了 这里简直是舞者的圣殿 海量的各类功法 看不完的强者心得 云雀都想直接住在藏书楼 一夜没合眼 直至天光放亮 云雀才恋恋不舍地走出藏书楼 白天还要到刑部当职 他无法整天留在学宫 要是能分身就好了 云雀不无感慨地自语着 其实刑部那边没什么大事 有黎树盯着 他这位提心官去不去没区别 到了也是单坐着 有活的话 自然手下人去忙 晚上找莫老问问练师术 云雀打定主意 最好自己能修成练师术 再找个合适的练师 伪装成自己的模样 堂堂正正去刑部摸鱼 自己的本体 就能留在学宫天天修炼了 一路上 云雀始终想着练师术的事 从学宫到刑部 足足一个时辰的路程 天天这么折腾 实在浪费时间 到了天牢 云雀先找黎树打听一番刑部这边 有没有传送阵之类的东西 结果黎树直晃头 刑部有万里传讯手段 却没有在天气城里 各处传送的法阵 如果想传送 只能自己施展 或者购买昂贵的传送服录 在刑部闲来无事 云雀开始翻看 有关红联教的卷宗 自从皇帝下旨清剿红联教 刑部便开始在靖国各地 追查红联教余孽的线索 倒是找到不少教徒 但对方被发现身份后会拼命反抗 以至于绝大部分都被当场击杀 最近只抓到两个活口 看过卷宗后 云雀打算亲自去天牢里 瞧瞧那两个红联教的活口 看看能不能得到些有用的线索 牢房内 云雀见到了两个红联教余孽 是两个男人 一个年岁大些 一个比较年轻 都用过了大型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云雀问了问话 对方只能哼记两声 问过负责刑罚的狱卒 结果毫无收获 这两人嘴硬得很 什么也不肯说 离开牢房 云雀吩咐狱卒暂停用刑 并叫来天牢里的郎中 给两人智商 这两个活口还有用 不能就这么打死了 嘴硬没关系 云雀有办法让两人开口 不过需要一个中间人 扮演红联教教徒的角色 让两人相信对方是自己人 自然会掏出消息来 云雀已经露面 而且有官职在身 不适合扮演红联教的人 云雀觉得最合适的人选 是黑风寨的瞎子 瞎子擅长伪装 更擅长打探消息 不到半月 就从八山城 查出胡子的身份 可见其能力有多强 简直是天生的斥候 瞎子是个人才 可惜在与火烛使者 红河一战中 已经被杀 云雀并不认为 常威瞎子和平山君 能在六品强者手里 还有活路 走在天牢昏暗的通道内 云雀思索着卧底的人选 经过阿梅的牢房时 停不看了看 发现阿梅还卷缩在角落里 好像始终没动地方 听到脚步声后 阿梅抬起头往外看来 眼眸里多了几分光泽 今天想吃点什么 云雀问道 对方不回答 一声不吭 没胃口 妈 那我吃什么 你吃什么好了 云雀说得理直气壮 反正他在行部吃饭 吃完正好给阿梅 捎带一份回来 可不就是 我吃什么你吃什么 见阿梅的状态好转了不少 云雀就此离开 没走出多远 又停了下来 扭头看去 隔壁牢房的石头 正一脸善笑 点头哈腰 看到石头 云雀目光一亮 人选有了 打开牢门 云雀坐在石头对面的木床上 微笑道 住得如何 天牢里舒服吗 老大说笑了 这里暗无天日的 乃能舒服 石头满脸陪笑道 恭喜老大升官 老大今后肯定节节高升 平步清云 等我出去了 一定请老大好好喝一顿 少来套近乎 你的案子我看过了 三天两头伤人 近来一次关个一年半载就能出去 对你这种惯犯 实在太轻了 云雀沉着脸 道 不用重刑 犯人不会开口 不施重罚 地皮屡胶不改 我打算一次关押你三十年 如此一来 才能震慑你这等萧小 你出去了 也不敢再犯案 石头一听三十年 顿时脸色大变 急忙跪地求饶 连连叩头道 大人饶命啊 我以后不敢了 出去后肯定精盆洗手 再也不敢为非作胆 真要关上三十年 我非死在天牢不可啊 关个一年半载没什么 混一混就出去了 可一旦关押三十年 出去后 石头都是个老头子了 别说继续做他的账房 先生要账 连乞讨恐怕都没了力气 石头被吓得不轻 更不解着 为何云雀要拿自己开刀 他快速回想 觉得自己没得罪这位啊 不想关那么久 也行 替我做件事 办得好了 非但不用做三十年牢 过几天你就能出去 云雀老神在在地道 关威这种东西 云雀第一次体会 简单来说一句话 真贪娘的好用 石头恍然大悟 连忙赌咒发誓的道 大人您吩咐 刀山火海 我石头肯定一眼不眨 退一步 我是狗娘养的 这件事谈不上多凶险 只要你机灵点 自可安然无恙 云雀点点头 道 本关不仅是提心关 掌管天牢 还是太子半读东宫行走 我在外面也有不少账收不回来 正好缺个账房先生 帮我管管账 石头一听就明白 人家这是点拨自己呢 混江湖的 乃能还不懂 急忙跪拜倒 大人您说 究竟要我做什么事 只要不是掉脑袋的罪名 我石头绝对帮大人办妥 云雀剑差不多了 直接到处让石头 混进红莲教刺探消息的目的 先从天牢里的两个红莲教徒入手 红莲教 我好像听说过 是个很低调的教派 都在偏远城镇出没 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大人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石头信心十足的道 云雀告知了石头红莲教的口号 又给了他一只红烛和火折子 最后命人找来些血迹 涂抹在石头身上 天牢里最不缺的就是血 等伪装一番之后 石头变得可怜兮兮 如同被用过大型似的 还差点意思 闭眼 云雀道 石头下意识地闭上眼 随后被云雀一拳砸在脸上 鼻口窜血 石头被打得原地转了三圈 猛了半赏才缓过劲来 随后被关进了两个红莲教教徒的牢房 下午的时候 云雀找到侍郎上官宏图 将自己的打算合盘拖出 在云雀的计划中 如果石头成功博取两名红莲教教徒的信任 也许会得到些线索 但肯定不会太重要 那么下一步 就要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制造一起意外 故意放走红莲教的教徒 让石头跟着对方一起逃 如此一来 石头才有机会 真正打入红莲教 从而找到红莲教重要的线索 听完云雀的计划 上官宏图眸光微亮 汗手赞道 放蛇归山寻龙记 一勾香尔钓金凹 好计谋 上官宏图再次打量了一番云雀 目光中多了几分郑重 之前他只觉得 云雀是拖了凌云郡主的人情 才一举做到五品的官职 毕竟单单护送凌云郡主这一份功劳 就足够加官进绝了 上官宏图始终认为 云雀是个矛头小子 想要在刑部站稳脚跟 需要多年以后了 可如今 上官宏图发现 面前这个年轻人 绝非等闲之辈 这份心智 对上朝堂上的滚滚诸功 也不落下风 绝对是卧龙凤厨之兆 上官宏图围观多年 眼光老辣 看得出五品官职 肯定不是云雀的尽头 恐怕用不了多久 人家就能爬到自己的头上 大人谬赞了 我只是平常在大人的教会中 多学了些东西而已 云雀谦虚了一句后 道 若计划能成功 需要放走红莲教的人犯 大人觉得是否可行 以云雀如今的官职 是无权私自放走天牢重犯的 需要请示上司才行 上官宏图略意沉吟 道 两个半死的红莲鱼孽而已 大可利用一番 这件事 你拳拳做主 若当真钓出了大鱼 我亲自为你向陛下请功 有了侍郎背书 云雀终于可以大势一番拳脚 另一边 石头被关进新牢房后 看到了两个半死不活的家伙 两人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好在刚刚上过商药 血已经止住 但两人伤势太重 一时间还起不来 只是睁眼看了看石头 没人开口 石头知道 这次是自己的投名状 必须好好把握 于是按照云雀的吩咐 不跟对方说话 自己坐在角落里揉着脸 云雀那一拳打得不轻 石头到现在 还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缓和了大半天 等到入夜 石头鬼鬼祟祟地躲在墙角 用火折子点燃那只红烛 嘴里嘀嘀咕咕 用很小的声音 说出红烛不灭连台永存这几个字 天牢里很静 两个红连教的教徒 隐约听见了石头嘀咕的口号 于是 两人目光 惊讶地互相看了眼 其中年轻的最先开口 声音虚弱地道 石头慌张地熄灭了火烛 将半根红烛重新收好 又是一阵沉默 年纪大些的红连教教徒 突然说道 红烛不灭 连台永存 石头紧跟着说了下半句 随后惊讶道 你们也是 年轻的教徒刚要承认 被年长的教徒一把按住 此人虚弱地笑了笑 道 我们也是卖蜡烛的 你的红烛不错 应该不便宜 说完这句 两个教徒不再吭声 闭着眼休息 不过那年轻的教徒 显然有些躁动 不安地翻来覆去 好像憋着什么心事 石头不再说话 找个位置闷头睡觉 这一幕 躲在暗处的云烛 看了个真真切切 云烛冷冷一笑 对跟在旁边的黎竹吩咐道 老的那个红连教教徒 可以处理掉了 找好借口 别让另一个生意 黎叔知道云烛的计划 立刻会议 道 下官明白 那老家伙 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红连教余孽都是死罪 既然得不到供词 那么何时弄死 石头的任务 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反正云烛也不急 更没抱多大希望 只当一次尝试 到了西楼 见三楼 一间屋子亮着灯 默老既然在 云烛正好去请教一番 练尸术的修炼 默老今天心情不错 很有耐心地 指点了云烛半小时间 对于练尸术 云烛终于有了点眉目 尽管还是修不成 好歹找到点路了 临走前 云烛问了个自己 比较关心的问题 若修成练尸术 并且练制出一具 合适的练尸做分身 怎样才能将分身的模样 改造得与自己一样呢 默老闻言不屑地哼了声 道 改换面貌最为简单 易容术之类的均可半道 或者以傀儡之法改造 傀儡店专门教那种偏门 随便弄本傀儡术 学学就会 云烛听得好笑 就默老这种活鬼般的先生 没事不是练尸 就是摆弄尸骨 居然还有脸说 别人偏门 第二天 没等云烛出门 房石找了过来 没别的事 给云烛推销一种养元丹 说是宗师必备之物 对各派系修士 都有极大助力 武者服用后 可洗练周身经脉 滋养元神 一粒需要文银三千两 云烛有所耳闻 知道养元丹很贵 几乎是七品五夫必吃之物 而且需要大量净福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可惜实在太贵 云烛现在还舍不得买 身上虽然有皇帝赏赐的一万两 可到了七品之后 处处用钱 云烛也得省着花才行 回到刑部 得知红连教那个年纪代谢的教徒 已经死掉 死因是狱卒送晚饭的时候 对方将饭菜弄撒 被狱卒暴打一顿后 不治而亡 云烛很清楚 狱卒下手的窍门 能打得遍体鳞伤 而筋骨无损 外表看着伤势极重 其实都是皮外伤 也能挤下重击之后 外表看着毫发无损 实则非死极惨 石头的进展不多 偶尔能与年轻的红连教教徒 说上两句话而已 云烛白天在刑部的时候 修炼武道 继续打熬本体 晚上回学宫 则去找墨老 请教练师术 如此过了两天 云烛不爽了 因为樱涛 还没来赎回墨玉班纸 打听了一下 对方这两天 根本没来学宫 好一个欲望世子 想赖账是吧 在我这门都没有 云烛是什么人 常年斩妖为生 天天杀戮为伴 何时惯过旁人 既然对方不还钱 那就卖了班纸 先去问了问房时收不收 对方把脑袋摇成波浪鼓 他知道事情经过 自然不肯烫浑水 房时不收 天气城里 有的是当铺 云烛将墨玉班纸 带在左手 大步走出学宫 拐过转角的时候 看到路边站着个陌生丫鬟 只打量自己 尤其往自己左手 多看了好几眼 云烛不认的对方 也没在意 正要去找当铺 对方居然追了上来 公子刘布 我家小姐有请 听到丫鬟说小姐有请 云烛以为是穆青瑶的人 于是跟着对方 绕进一处小巷 走了半赏 最终来到一架马车处 车相关的严严实实 有着车马行的标记 应该是租赁的 云烛满头雾水 想不通穆青瑶 怎么租赁马车 还停得这么远 上车一瞧 里面端坐着一名 陌生的绿群女子 妆容精致 模样还算不错 只是眼角上 调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 高傲雕蛮之感 你是哪位 云烛疑惑道 绿群女子 淡笑着笔梁的请坐的手势 并未开口 而是鼓刀起茶道 马车也随之缓缓前行 车厢里点着檀香 随着茶香渐浓 二者混合成一种特殊的香气 闻之令人昏昏欲睡 女子的茶道十分复杂 又是烫杯温壶 又是摇香喜茶 鼓刀的半赏还没好 云烛坐了一会儿 不耐烦地道 我不认得阁下 没事的话 告辞了 说吧就要走 好茶需要细品方可 公子莫非连这么点时间 也等不得吗 绿群女子开口道 你到底找我有何事 云烛皱眉道 品茶 谈心 绿群女子微笑着回答 将一杯刚刚泡好的茶 递给云烛 道 尝一尝 味道如何 云烛接过茶杯 瞥了眼 顺手将其倒掉 苏骨散这种东西 无色无味 但有个特点 不易容易废水 最好下在温水里 云烛冷冷一笑 道 姑娘下毒的手法太幼稚了些 第一次吧 下次记得等茶凉了的时候再下药 绿群女子被拆穿后 丝毫不惊 但笑道 没关系 茶水无效 还有檀香 你闻了这么久 很快就会动弹不得 云烛慵懒地已在旁边 装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道 糟糕 你这女人好卑鄙 就算我动弹不得能怎样呢 难道你要非理我吗 檀香的确有问题 里面加了药 独翻个壮汉轻而易举 但对于七瓶五夫来说 半点用都没有 车外传来嘻嘻嚷嚷的声音 马车已经走上了大街 云烛心里愈发奇怪 自己都不认得对方 怎么上来就给自己下药呢 什么时候结得愁 难道是红莲叫的人 绿群女子被云烛的假象迷惑 终于献出争名模样 咬牙切齿骂道 区区下国之人 也配娶本小姐 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绿群女子一边骂着 一边开始撕自己的裙衣 很快变成一副 衣不遮体的狼狈模样 云烛看愣了 这人有病吧 来人呀 飞里了 救命啊 绿群女子尖叫起来 声音传出老远 街上的人群 纷纷回头望向马车方向 不知发生了什么 赶车的车夫 与刚才那丫鬟听见声音 立刻冲进车厢 贼人大胆 敢轻薄我家小姐 你死罪 两人刚说出一句话 没等站稳 就被云烛一拳一个 给打飞了出去 绿群女子豁然一愣 惊讶着中了毒的云烛 怎么还能行动如常 你这套路 我三岁的时候 就觉得不新鲜了 云烛冷眼瞥着对方 那既然你这么喜欢 让别人看 好吧 我帮你一次 云烛一把抓起对方 将其身上的裙衣 全给撤掉 然后带出车厢 绑在了马车前面 这下子围观的众人 议论大起 指指点点 惊呼声怪叫声不断 绿群女子始终陷入震惊当中 等她发现自己不着寸吕 云烛一巴掌抽在马匹上 拉车的马儿 在长街上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缓缓远去 有病得治啊 云烛嘀咕了一句 给自己下摊的人 云烛从来不惯着 你砍我一刀 我就砍回去石道 你害我一次 我就直接宰了你 若非感受到 对方没有修为 云烛不可能如此轻易放过那女人 尤街的惩罚 已经算轻的了 在城内找了家当铺 墨浴班纸不多不少 换了三千两文银 云烛心情不错 在藏石镇 想要赚上三千两 不知要猎杀多少妖物 才能凑够 到了天祈城 没出一个月 不算皇帝赏赐 已经接近五千两入账了 赚得虽然多 可花费更加惊人 养元丹纳玩意 一粒就要三千两 谁能吃得起 离开当铺 正好经过一座青楼 楼上的女人 农装艳膜已在窗口 朝着云烛招手道 小哥 上来听个琴儿呀 云烛抬头看了眼 道 行啊 免费吗 女人翻着白眼道 你想多了 世上哪有免费的曲儿可听 姐姐可以给你多唱几个 云烛呵呵一笑 道 你也想多了 想赚我的钱 做梦吧 天牢里有免费的曲子听 犹如天籁 傻子才花钱上青楼 听那些俗曲儿 想起阿梅的歌声 云烛暗暗回味 听过一次 实在令人难忘 可惜阿梅最近不知怎么 话也不说 曲儿更不唱了 回到刑部 云烛先观察一下石头的进展 发现石头偶尔与紧剩的 那名红莲教徒 石而语着什么 看样子两人混得挺熟 再有几天 实际就差不多了 云烛开始思索下一步计划 抓人容易 放走就难了 这里是刑部天牢 可不是藏识着那种 偏远小镇的牢狱 刑部天牢 有大批军兵 驻守其中步伐五道高手 又有法阵运转 想从天牢逃出去 比登天还难 制造混乱 让两人逃走 并不现实 很容易被那教徒怀疑 闯出去更夸张 就石头那点能耐 两个狱卒就能把他打趴下 很快 云烛想到个最佳方案 杀死 找一种药 能让人暂时失去呼吸心跳 又不会立刻死亡 过一段时间 即可恢复过来 如此一来 只要两人假死后 肯定会被当作尸体处理 扔出城外 顺理成章逃出天牢 到时候 那红莲教徒 绝不会怀疑石头的身份 只会觉得 石头是他救命的恩公 回去找莫老问问 他假死用的什么丹药 看看能不能弄来点 云烛忽然一拍脑门 恍然道 笨哪 用什么假死药啊 找点便宜的 迷心散揉成丹丸 就说是假死丹 让那教徒 以为自己假死成功不就行了 刑部定下的计划 天牢这边本就知情 再找假死药 属于白费力气 只要红莲教的教徒 吃下 迷心散昏厥一阵子 到了城外乱葬岗再醒来 他自然以为 吃的是假死丹 吃过午饭 云烛捎带一份 给阿梅送了去 牢房里的两棵梅树 已经相继开放 花香四溢 穷英正坐在一棵梅树前 默默望着眼前的梅花 梅花开得正艳 可穷英的眸子 则暗淡无光 仿佛藏着沉甸甸的心事 当当 云烛敲了敲铁栏 道 别看了 开饭了 将饭菜放在对方面前 云烛坐在一旁 穷英目光冷淡地瞪着云烛 眼里仍旧残存着恨意 不过很快 他便挪开目光 开始吃饭 云烛看得大为感慨 美人就是美人 连随便吃个饭 都令人觉得赏心悦目 天老里说你伙食最好 小心吃胖了 云烛调侃道 穷英不抬头 默默吃着食物 云烛做了会 见对方还是不肯说话 起身走向门口 刚要出去 身后传来穷英沙哑的声音 我想沐浴 云烛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看 牢房里没有遮掩的东西 也没有木桶 实在不方便 可以 吃完我带你去 云烛道 天牢里的囚犯 是没资格洗澡的 刑部不提供这种待遇 不过若是给狱卒些好处 这么点小事 不难办到 等穷英吃完 云烛将其带到自己办公的房间 提行官掌管整个天牢 住的地方自然是最好的 房间里就有玉桶 命狱卒打来热水 云烛关好门 往玉桶对面一坐 道 你是重犯 带你出来 已经算通融了 本官得盯着你才行 喜吧 我不回头就是了 说完 云烛将椅子一转 背对着穷英 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传来衣物稀稀苏苏的响动 随后水花轻响 云烛的确说到做到 绝对不回头 抬起右手 端向着自己的掌心 掌心自然没什么好看 不过云烛的掌心 很快多出了一截刀身 腰刀从掌心浮出三寸 锋利的刀身 犹如一面小镜子 清晰倒映着身后的美景 尽管上次在牢房里 将对方看了个遍 再次看到 云烛仍旧觉得惊心动魄 实在养眼 正欣赏着美景呢 刀身上忽然多出一只细长的血童 眼睛弯曲着 好似在嘲笑 滚 你挡住我了 云烛低声骂道 同时心头暗惊 以往只有在动用妖力的前提下 刀身才会睁开妖童 妖刀随之微能胆增 现在自己根本没沟通妖魂 更没动用妖力 妖童居然自行浮现 而且还是一副嘲笑的神色 云烛觉得 自从进阶七品 开辟神藏石海 见到妖魂本体后 对方与自己的联系 变得更深了一些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妖魂如果没事 救出来的话 会被人察觉不说 更容易出事 云烛深知 身上的妖魂绝非善类 那家伙是会吃人的 哗啦 哗啦 陷入沉淫的云烛 很快被耳畔传来的水声惊醒 抬头一看 穷英不知何时站在了面前 不着寸履 身上挂满水珠 你不是喜欢看吗 今天看得够 穷英的翘脸上没有羞涩 充满了悲愤 一双美目被恨意填满 云烛尴尬了一下 看了两眼 哗 起身走向门外 关门的时候 听到穷英沙哑的声音传来 我恨你 站在门外 云烛无奈一叹 女人太不好哄了 自己又买梅术 又唱曲儿 外加天天给送饭 结果人家还是不买账 不就弄哭你一次吗 至于吗 云烛倍感无奈 愈发觉得 阿美与以往截然不同 不仅脾气大 跟以前杀了人 还能安稳如常的状态 简直判若两人 尤其那种愤恨的目光 让云烛不由地 想起了学宫里的五仙子 眼神简直一模一样 将沐浴过的穷英 送回牢房后 行不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昨天刚刚抵达皇城的 少五国玄狱郡主 出事了 梅香楼 皇城内最贵的青楼之一 被称为萧金之枯 没有万贯家财 没人赶上楼 能在此地玩乐的 均为豪门巨富 甚至皇族子弟 樱涛正与一群衙内 在梅香楼吃酒 这位柿子殿下一手搂着一个美人 喝得醉眼迷离 天下美人无数 唯独学宫里的美人 才能称之为极品 外面的 全是雍之俗粉 樱涛笑骂道 柿子殿下何时在学宫里 取个小妾 让我们也好开开眼见 嘎嘎 听说学宫里有个五仙子 跳起舞来 那叫一个漂亮 真想去瞧瞧 可惜考不进去啊 几个衙内喝得不少 大声说笑着 其中一名牙内调侃道 等柿子与玄狱郡主成了亲 怕是没空出来 与我等玩乐喽 家中有了母老虎 肯定看得紧那哈哈 他敢 樱涛一瞪眼睛 道 郡主算个屁 当个玩物取经来养着就是 敢管我 打断他的腿 殿下豪气 来 我敬殿下一杯 柿子果然是真男人 屋内一阵喧哗大起 众人推背换展 一名牙内奇怪地道 柿子手上的扳指呢 怎么没带出来 平常你可不离身的 樱涛文言大笑道 压在一个傻子手里了 三年前我随口一说的赌注 那家伙居然当真 三千两的小钱而已 他若跪下求我 赏给他也无所谓 那傻子给脸不要脸 在学宫里追着我要债 他这辈子一个铜板 也别想从我手里要走 询问班纸的牙内道 那班纸是玉刺之物 如果对方拿不到银子 卖掉了可就糟了 就等着他卖呢 哈哈 樱涛得意道 敢卖掉皇帝玉刺的班纸 便是死罪 我等着看他怎么掉脑袋 哈哈 跟我斗 他还那了点 喝酒 众人举杯 正喝得高兴 大门突然被踹开 怒气冲冲闯进一人 大胆 敢踢本少爷的门 你活腻了 骂完后 樱涛这才看清来人的模样 瞬间酒醒 慌忙起身道 父王 您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玉王 樱天牙 樱天牙二话不说 甩起巴掌 他一声脆响 将樱涛山的原地转了三圈 你个畜生 除了惹混 还会点什么 樱天牙怒不可舍 气得脸色铁青 我 我没惹祸啊 樱涛刚要辩解 又挨了一个大嘴巴 打得他蒙头转向 滚回王府 准备马上成亲 樱天牙指着樱涛的鼻子骂道 你做的好事 你自己兜长 成亲之前 敢走出王府半步 打断你的腿 樱天牙一摆手 立刻有王府护卫闯了进来 驾着樱涛离开清楼 直至回到玉王府 樱涛也没想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 清楼喝顿酒而已 平白挨了顿打不说 还被禁足 樱涛想不通 自己闯了什么祸 但云雀此刻已经知道自己 惹了什么祸了 都捕司的总捕头陈周华 来天牢办事 亲口跟云雀说起 上午发生在皇城的大事 少五国来的玄狱郡主 今天竟偷偷跑出实属 结果被人扒成白羊 绑在马车上游了街 陈周华愁眉苦脸的道 那郡主是来大进联姻的 陛下十分重视此事 这下不仅玄狱郡主颜面尽失 没脸见人 连少五国也跟着丢人 我们刑部特意派过去 诗人盯着实属 却出了这档子事 哎 我又得挨骂 刑部下射五司 陈周华是都卜斯的头 云雀是提劳斯的头 两人同级 陈周华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趁着来办事在天牢这边歇一会儿 顺便跟云雀说起这件奇闻 结果听闻后 云雀的脸色也随之一变 云雀可没想到 上午那个想要暗算自己的绿群女子 居然会是少五国的郡主 前两天 侍郎大人说起过这件事 云雀当时也在场 不过他管辖天牢 与郡主联姻的事不挨边 当时也就一听 根本没在意 云雀试探着问道 不知今天城内发生过几起游街事件 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被绑在马车上游了街 一起还不够啊 这种事 我来行部十几年 今天才见识到 陈周华道 这下云雀彻底断定 那绿群女子 就是玄狱郡主无疑 把少五国郡主 绑在马车上游街 还是一件衣服 都没有的那种 这种事 没准都能挑起少五国 与晋国之间的大战 这下惹祸了 云雀暗道倒霉 他与玄狱郡主素未谋面 无冤无仇 哪里想到 对方会特意来学宫 找自己的麻烦 直到现在 云雀也想不通 为何玄狱郡主要算计自己 不知那罪魁祸首 抓到没有 云雀问了句 抓到了 要不然我们杜布斯 也不能这么消停 陈周华道 抓到了 云雀更觉得奇怪 小心地问道 到底是谁 这么大胆 嗨 还能有谁 玉王世子呗 陈周华叹气道 樱涛 云雀听闻后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那玄狱郡主 错把自己 误认为樱涛了 这才有了之前 一系列的怪事 少五国的玄狱郡主 与大晋国的 玉王世子联姻 是来嫁给樱涛的 玄狱郡主不认的樱涛 但知道樱涛习惯 带着墨玉戒指 又是学宫学子 以为樱涛在学宫里 而当时云雀从学宫出去 正巧带着樱涛的墨玉班纸 被误以为 玉王世子 从而带上了马车 想通了来龙去迈 云雀抽了抽嘴角 心说世子殿下对不住了 这口黑锅 你还是自己背吧 现在情况如何了 两家还联姻吗 云雀问道 当然得联姻啊 玉王府今天就办喜事 先把玄狱郡主弄进王府 要是让那郡主回到少五国 麻烦就大了呀 陈周华说完 朝云雀几枚弄脸的道 云大人太子半独当得如何 太子这棵大树 不知多少人想要抱都抱不上啊 今后一旦太子登基 你这位半独必定水涨船高 到时候可别忘了 咱们行部这些老伙计啊 怎么能忘呢 咱们都是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云雀客套道 陈周华听得大为高兴 道 我早看得出云大人是个讲义气的 大家都是武夫 喜欢直来直往 今后有事 千万别跟我客气 要不然老哥可不高兴 一定一定 陈大人若没什么事 晚上不如去小酌几杯 云雀邀请道 你一提酒我都馋得慌 最近是不行了 我现在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又是皇宫命案 又是追查红莲教 还得准备迎接草原别急 整个天气城的麻烦事 都堆在我身上 这个月 连家里的婆娘都没见到几面 过阵子 估计儿子 都要不认得我了 陈周华苦着脸抱怨道 哎 还是你们提劳私好啊 不像我这都补司 你行不都不赚了 云雀道 嘿嘿 知我者 云大人也 陈周华起声告辞 我得忙去了 改天再来找你喝酒啊 陈周华走后 云雀放心下来 玄玉郡主驾进王府 这辈子估计出不来了 自然找不到自己 至于樱涛将来 会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云雀反而不在乎 别看云雀现在官拜无品 又是太子半读 他真正在乎的 根本不是地位 而是那点俸怒 至始至终 云雀都是光脚的 从来不怕穿鞋的 哪怕跟大晋皇朝闹崩 大不了躲晋穴公不出来 算什么大事 云雀不再关注此事 出了烫城 来到城外之前 被截杀的茶滩处 茶滩早已变得破破烂烂 四周还残留着 恶战过的痕迹 在周围找了一大圈 没有尸体 奇怪 被狼叼走了 云雀本打算给 平山君常威和瞎子收尸 毕竟并肩而战过 结果一具尸骨也没发现 时间过了太久 已经大半个月 遗留在野外的尸体 很可能被野兽 甚至妖物吞噬 云雀只好返回皇城 黄昏时分 照例给穷英带去晚饭 云雀将今天 玄玉郡主被游街的事 讲述了一番 但没说自己干的 穷英显然知道 玄玉郡主是 少五国玉王诸兽之女 听到消息后 两只小手狠狠地捏着 眼神冷地害人 玉王诸兽 就是害得穷家 一门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由于天牢里 没有阳光暗无天日 两颗梅树上 已经有花瓣开始凋零 澳雪寒梅不惧严寒 却难抗黑暗 梅花 不该盛放在天牢里 应该生长在 天气学宫那等光明之地 云雀望向阿梅 感慨道 穷武是你妹妹吧 她在学宫生活得不错 而你只能在天牢等死 姐妹俩容貌一样 命运却天差地别 老天爷真会开玩笑 阿梅没说话 轻轻拾起脚边的一片花瓣 拖在掌心 看得出神 柔弱的身躯 一如寒风中的梅花 有机会的话 我帮你逃出天牢 送你去学宫 云雀语气凝重 目光中充满真诚 听闻这句话 阿梅豁然扬起俏脸 目光中闪烁着不可置信 又充满期待的光芒 这一刻 整个人仿佛都活了过来 不像之前 那么死气沉沉 云雀默默注视着眼前的美人 嘴角渐渐忍不住的勾起 呵呵笑道 逗你完哪 我哪有本事 把你弄进学宫 你这种杀人狂魔 还是在天牢里住一辈子为好 真要到了学宫 还不得弄死一片 说完扬长而去 阿梅愣正了两酒 眼圈渐渐发红 明起唇 忍了又忍 眼泪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坏蛋 愤怒又无助的骂声 在天牢里传出很远 很远 天骑学宫 云雀在晚上去了趟演武店 结果今天没人授课 演武店外 全是互相切磋的学子 于是转而去了藏书楼 找出赤岩拳法 仔细看了一个时辰 将其全部记下 等白天到刑部的时候 再慢慢揣摩 回到西楼 莫老正坐在一楼大厅里品茶 练尸术 修炼得如何了 莫老无精打采地询问 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云雀将不懂的地方说了出来 莫老则不厌其烦地一一指点 直到半夜才结束 过两天 给你找一具简单点的练尸 先尝试控制 你的修炼天赋不错 用心的话 应该能学得会这道法门 说吧 莫老脚不沾地地飘上三楼 云雀想了想 始终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简单点的练尸 尸体还有难易之分 疑惑归疑惑 云雀对练尸术的确上了心 刑部和学宫两头跑 实在太折腾了 云雀现在就想弄个分身 替自己去混一份俸母 第二天 天牢押入一名新囚犯 百玉成的成手 傅义 云雀摩拳擦掌 亲自提审 他要好好审一审 这个当初下令封城三天的狗官 提审傅义的过程并不顺利 任凭如何审问 傅义一口咬定 当时百玉成有山匪作乱 封城三日 只为了剿匪 还将他与城内其他文官 一并救助百姓的事 当作说辞 认为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是被人陷害 才落到如此田地 傅义言辞凿凿 理直气壮 见提心官年轻 更是底气十足 觉得以自己的老恋 肯定能拿捏住对方 他不认得云雀 当时百玉成大乱 云雀始终在暗中行动 根本没露面 见傅义嘴硬 云雀面带微笑地道 百玉成在整个大境 都算安稳之地 多年来含有妖邪作乱 可见你治理得甚好 傅义急忙道 大人明见 下官这些年兢兢业业 为百姓四处奔波 每月至少巡视周边村镇十余次 这才能让百姓们安居乐业 下官的忠心天地可见 下官对陛下忠心耿耿 岂能勾结什么红莲教的妖人 云雀摇了摇头 道 傅大人这番话里面 水分恐怕不少吧 本官听说百玉成附近有座青湖山 山上有一位猎妖人 常年以猎妖为生 之所以支远县地劫妖邪几手 是因为那猎妖人的存在 傅义文言立刻辩解道 大人切莫被一些流言飞语蒙骗 那猎妖人只是个猎户而已 哪有什么能耐 他偶然捡到几具妖物尸体 拿到镇上售卖 被人误以为猎妖的高手 其实就是个孤名钓鱼之辈 不值一提 是吗 果然人言可畏啊 看来那猎妖人的名声 是借了你傅大人的光哦 云雀似笑非笑地道 可以这么说 毕竟我们百玉成守军 经常在周边猎妖 斩杀的妖物尸体 有时候来不及清理 被一些小人捡了去 大做文章 傅义道 既然傅大人到了 正好 那猎妖人也在行步 不如你们当堂对峙一番 看看支远县的妖邪 到底是谁清理的 如何呢 云雀道 傅义的脸色变了变 依旧故作镇定地道 没问题 下官深正不怕影子嫌 大人将那骗子带上来好了 云雀微笑着道 不用麻烦 清湖山的猎妖人 就在你面前 傅义皱起眉 狐义的四下看了看 除了天牢狱卒之外 没外人 他在哪呢 傅义疑惑道 我就是 云雀脸色一沉 道 傅义 你懒功劳的本领不赖吗 本官在支远县猎猎十五年 结果功劳 全被你一个人收走 你的脸 可够大的 傅义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想到 清湖山的猎妖人 居然成了天牢体行官 身为百育成成手 傅义自然听过猎妖人的名号 只是没见过 反正有人猎妖 他乐得清闲 傅敬莫了妖邪作祟 他这位成手 也算治理有方 傅义一时说不出话来 满脸震惊 不提猎妖之事 咱们算算就账 看你这位成手这些年 都干过什么好事 云雀冷笑着继续道 老树商行私下里 打压各处刑商走贩 之所以能独占百育成 背后靠山就是你 商行的好处你没少得 百育成成难的三千亩粮田 你以地底 有玉石矿围 由而独占 坑了上百户农人 乌家寨养妖未换 以活人未食 你一样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傅大人 你真是忠心耿耿的好官呐 傅义听完 只觉得眼前发黑 心头发沉 他这点亏心事 全让人家抖落了出来 其实云雀并不知道 傅义的所作所为 但身为校尉的没钱之道 泡澡的时候 没钱没少骂傅义 是个贪心的白眼狼 云雀目光转冷 沉声道 贪磨了这么多 你还不知足 居然勾结红莲教的妖人 想要置郡主于死地 我劝你 将红莲教的消息说出来 也许能死得痛快 否则行不得大行 你会尝个便 傅义一咬牙 吼道 我没勾结红莲教 贪磨之事我认了 但红莲教与我无关 傅义很清楚 自己的罪行 他贪磨多年 被查出来 肯定丢官罢职 但未必 一定会死罪 毕竟他是七品武者 朝廷对修行者治罪 往往与普通人不同 大多会从轻发落 一旦承认 与红莲教有关 那他傅义必死无疑 一点转机都没有 好 大行伺候 云雀一声吩咐 傅义被带了下去 开始用刑 天牢里的刑罚 千门百类 即便七品武夫 也够喝一壶的 半天后 黎树前来禀报 大人 傅义那家伙 不肯招供 普通大行 对他用处不大 七品武者 打不动啊 除非同为 七品的高手用刑 才有效果 云雀料到如此结果 沉吟不语 黎树出主意道 其实对付武夫 有个最简单的法子 不给饭吃 他十天半远 别说七品 六品武夫 也受不了 云雀点点头 没说话 对付傅义这种家伙 用什么残忍的手段 都不算过分 可傅义若是宁死不承认 与红莲娇有关的话 就算饿死了 也换不到丝毫线索 云雀对付义的死活不在乎 主要目的是 挖出红莲娇的蛛丝马迹 黎树见云雀 脸色不大好 再次出主意道 还有个办法 让他开口 找丝天剑的高手帮忙 以法术审讯 办法不错 但行不 调不动丝天剑啊 云雀道 别的案子 肯定调不动 红莲娇一案关系重大 又涉及军弩重器 只要咱们去求助 丝天剑也无法推脱 黎树道 那便麻烦了一大人 亲自走一趟丝天剑 云雀道 黎树满口答应 立刻赶往丝天剑 回来的时候 黎树带来了一个人 这人穿着便服 不到三十岁的年纪 容貌端正清秀 留着短发 面无表情 云雀看了好几眼 愣没看出 对方是男侍女 这位是丝天剑的花大人 花不羡 同管皇城法镇 是坚政大人的四弟子 坚政得知刑部求助 特派请花大人 前来协助办案 黎树介绍完 偷偷招云雀 比亮个六的首饰 试一花 不屑是六品高手 多谢花大人 前来相助 一路劳累 先喝杯茶谢谢 云雀客气道 丝天剑地位特殊 对方即便没有官职在身 也比提心官的地位 要高 尤其还是坚政的弟子 自然要以礼相待 不必了 人哪 花不屑语气平淡 听不出情绪波动 声音低沉 听起来又像男生 又像女生 云雀一度怀疑 这位是个阴阳人 或者是个太监 既然人家植入主题 云雀当然乐意 将其带到 关押复义的地方 复义被关在天牢最深处 关押重刑犯的区域 这里的犯人 都有修为在身 牢门均为特殊炼制 并且日夜有狱族把守 与关押石头 和阿梅的牢房截然不同 复义被五花大绑 用铁锁牢牢困住 浑身是血 以云雀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莫伤到筋骨 大型也仅仅是 皮外伤而已 见到云雀出现 复义一句话不说 摆出一副 被冤枉的硬气架势 打开牢门 花不屑走到复义面前 仍旧面无表情 但周身开始起伏 一种奇特的气息波动 云雀立刻察觉到 对方的气息 比气品修饰 要强大了太多 花不屑 并起双指 点向复义的眉心 口中轻贺道 丝结其用 知无不言 玄奥的气息 对人倾诉的渴望 想要将自己的秘密 全都说出来 知无不言 是儒家的高深法术 其用处 是让对方开口说出秘密 这种法术 其实形部是眼馋的 有很多硬骨头 大型都不招供 若能学会如此法术 那么审讯将变得简单 可惜的是 形部一耍的武夫 只会动刀剑 根本不会法术 复义的表情变得挣扎起来 十分痛苦 最后眼泪鼻涕长流 目光变得无神 哽咽着说道 我 我收了红莲教五万两的银子 我只替他们办过几次小事 红莲教要杀郡主 不关我的事啊 云缺目光一沉 追问道 封城三天 是不是红莲教让你做的 复义变得愈发痛苦 五官挪移 在抗衡着法术 但很快又开始流泪 道 是 他们给了更多好处 我 我不敢忤逆他们 红莲教实力太强 他们 他们 复义的嘴角开始流血 声音变得断断续续 最后彻底消失 云缺正等着听关键消息呢 结果一瞧 负义两眼翻白 已经昏厥过去 花不屑随之切断法术 额头渗出细汗 看得出消耗不清 此数伤及神魂 接连动用的话 他会死 花不屑此言一出 云缺大为遗憾 关于红莲教的关键消息 看来得过阵子才能得知了 通过这次审讯 云缺对六品儒家修士 有了一番了解 很强 七品五夫 在六品儒修面前 很容易被玩死 儒家修士以文器作为法力 使用的招式 类似于盐出法随 当时李玄居施展的化地为牢 威能其实已经很强了 只不过红莲教主修为更深 才轻易破开 云缺猜测着儒家修士 是不是非得开口才能施法 如果是的话 那以后得去阎武殿藏书楼里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封口刀法之类的绝学 对上儒修 先让对方闭嘴 要不然没个打 既然复一昏绝 今天的审讯只能到此为止 云缺正要送花不谢出去 后方昏暗的天牢深处 突然传来一阵古怪的笑声 圣人之力拿来审讯囚犯 简直是一群酒囊饭袋 酒囊饭袋 哈哈哈哈 声音来自重刑犯区域 最深处的一间牢房 黑七七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人 云缺刚想问问 李竹里面关的是什么人 对提心关居然也敢大呼小叫 结果发现 李竹的脸色很古怪 一个竟适宜云缺赶紧走 送走了花不谢之后 云缺询问起 李竹刚才骂酒囊饭袋的家伙 是什么人 江桑 李竹到出这个名字后 声音都在发沉 云缺听得有些耳熟 略意回忆终于想起来了 江桑 前朝大燕国龙图阁大学士 大燕王朝百官之首 江桑此人的名声很大 堪称大燕王朝的中流砥柱 自从燕国覆灭 便不知去向 原来被关在了天牢里 云缺有点意外 前朝大燕的很多官员 其实都在晋国任职 晋皇因子兽这一点 做得很有心机 至少有一半都在前朝大燕任职 改朝换代后 非一旦没被定罪 反而有不少人还加官进绝 英子兽由此博得个广纳贤才的美誉 被称之为明君 然而 云缺很清楚一点 英子兽的根基并不牢固 打进天骑承若大杀四方 晋国绝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天下不知道乱到什么时候 英子兽等同于将前朝的皇位与群臣 一并收为己用 这才让晋国迅速安稳 皇帝的手段 云缺能窥之一二 但云缺想不通 为何其他人都能被晋皇重用 唯独大学士江商被关在天牢 江商的能力 绝非旁人可比 由此人辅佐 晋国将更加稳固 难道江商不肯归降 云缺问道 不清楚 有关江商的事 没人知道也没有卷宗 听说晋国立国之初 就被关在这里 黎叔忌惮的道 若没有特别的事 大人最好别去江商那边 那老家伙极其危险 而且早就疯了 这些年不少狱祖死于他手 云缺点点头 记下了此事 江商的处境与自己无关 云缺除了感慨一番之外 没打算去接触 现在只等着复义恢复过来 再找花不屑来审讯 云缺铁了心要从复义嘴里 撬出红莲教的线索 至于抓来的那个教徒 则无需动用法术审讯 对方地位不高 知道的有限 用来当个鱼尔即可 这两天 石头的进展不错 时不时地与对方嘀嘀咕咕 云缺剑差不多了 借口提审 将石头带了出来 并告知后续计划 将一粒迷心散制成的丹丸 与一粒普通糖丸 交给了石头 给他担药的时候 说是你珍藏的假死丹 肉疼的表情拿捏好 别让他起义 云缺道 大人放心 这么点小事 我肯定办得滴水不漏 石头心领神会的道 随后云缺拿出两张画像 其中一个是巴山城的胡子 另一个是火烛使者红河 记住这两个人的模样 只要得知其中一人的下落 立刻回来禀报 或者得到你觉得有用的线索 也可找机会溜回来报信 云缺敲了敲面前的桌子 道 若线索有用 一次一百两 今后行步 你可以当成自己的家了 一百两不算少 云缺可设不得自己掏腰包 这种攻势 自然行不出钱 石头读咒发誓 肯定完成任务 随后云缺命狱卒 给石头制造些 看着严重实则不伤筋骨的伤势 将其重新压了回去 牢门外 云缺躲在暗处盯着两人 石头呲牙咧嘴 回去后立刻装模作样的大骂狱卒 一群天杀的狗东西 有种打死老子 石头直抽冷气 皮外伤也疼了 看得红莲娇那教徒直皱眉 有种吐死湖碑之感 这日子没头了 早晚得死在这里 不行 得想到办法出去 石头嘀咕道 哎 认命吧兄弟 除非变成尸体 否则咱们这辈子出不去了 年轻教徒叹气道 尸体 你倒是提醒我了 石头趁机接话道 进来的时候 我藏了两粒假死丹 只要吃下去 心跳呼吸都会暂时消失 一夜之后即可恢复过来 天牢狱卒肯定当我们死了 尸体会运出城外 扔在乱葬岗 如此一来 我们不就能逃出生天了吗 你有假死丹 年轻教徒惊讶起来 当然 我花了大价钱买的 不过这东西很危险 容易吃下后 当真死掉 能不能恢复过来 全看运气 我吃一粒 剩下的点你 石头将迷心散制成的丹丸塞给对方 自己一口吞下另一粒糖丸 神态争鸣道 拼了 反正都是个死 大不要早死几天 若能活过来 算我命当 年轻教徒见石头吞下丹药 他犹豫了一下 也将丹丸吃了下去 没过多久 便沉沉睡去 失去知觉 云雀见一切就绪 命人将石头与那教徒秘密运走 拉到城外乱葬岗 至此 一颗钉子被钉在了红莲教内部 石头能否传回消息 只能看他的运气了 处理完这件事之后 云雀清闲下来 在自己的房间运转气机修炼 武夫也需要打坐 以气机不断洗炼肉身 达到愈发强大的目的 但这个过程无比缓慢 没有外力协助 打坐一年 也见不到多少进展 该去东宫洗澡了 云雀默默想着 太子这张长期饭票 可不能浪费 正打算吃过午饭 去东宫转一圈 一名狱卒 忽然慌慌张张地来报 不好了大人 天牢出事了 云雀一皱眉 奇怪道 天牢能出什么事 有人逃狱了 还是有囚犯死了 没人逃狱 也没人死 有位侯爷到了天牢 非得要人 黎大人正在周旋 让我来请大人赶紧过去 狱卒急急地道 云雀听得更加奇怪 起身道 哪位侯爷来天牢 要什么人 是那位断指侯 专门来找阿梅的 狱卒道 闻听此言 云雀脸色一沉 天牢内 黎树正在满脸苦涩地劝说 侯爷您息怒 天牢囚犯都是罪名 关在这里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您老人家无需亲自过来 只要您开口 下官帮您出气 他三天 三天 三天够吗 他把我害成了什么模样 断指侯禽兽四十多岁 眼窝深陷 面目英质 恶狠狠地道 三年了 本侯在床上 躺了快三年才恢复过来 你知不知道 太监是个什么滋味 用不用本侯 送你去进食房感受一番 少跟我废话 开门 黎树还想拖延一会儿 但断指侯不是自己来的 带着两名壮兽的护卫 两人均为七品武者 散发的强烈杀气 令黎树不寒而栗 黎树点头哈腰地找来钥匙 打开了阿梅的牢门 这里没你的事了 滚远点 放心 不会弄死他就是了 禽兽大步迈进牢房 两名护卫紧随其后 黎树没办法 人家是侯爷 他哪里惹得起 只好苦着脸退下 阿梅坐在牧床上 冷眼瞪着禽兽 紧紧抿着唇 嘿嘿嘿 穷衣 没想到还能见到 我这个夫君吗 你以为躲进天牢里 本侯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吗 想得美 禽兽吩咐道 把他抓起来 两名护卫一左一右 拎小机式地 将阿梅提了起来 任凭阿梅如何挣扎 两人好似铁塔般纹丝不动 你够狠的 让我断子绝孙 没关系 本侯玩不成你 我能让别人玩你 禽兽掐住穷英的下科 鸣声道 今天夫君特意给你 找了两个七品武夫 他们的气力无穷无尽 我倒要看看你这小身子 能不能禁得住 两个武夫的折腾 你敢 阿梅倔强地怒吼道 啪一声 禽兽一巴掌扇在阿梅脸上 阿梅苍白的翘脸 立刻多出五个手指印 你算什么东西 本侯有什么不敢 你躲在天牢里 一样 是我买来的玩物 本侯今天就是要玩死你 禽兽怒冲冲地 往木床上一坐 吩咐道 开始吧 他是你们的了 把你们七品武夫的气力 全拿出来 用不着怜香惜玉 出了人命 算本侯的 两名护卫立刻凝笑起来 一人伸出一只手 开始撕扯阿梅的囚服 阿梅知道 今天自己完了 一生的孤傲将烟消云散 落在两名七品武夫手里 他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只能眼睁睁等着 被人凌辱致死 一生的凄苦 颇天的仇恨 无数个日夜的刻苦修行 直至今日到了尽头 他很清楚 今天就算自己侥幸 还留着一口气 自己也不会再苟活于世 肯定会自行了断 他很想大骂老天瞎眼 为什么如此不公 他很想大骂两国帝王 堂堂一国之君 却容不下一个中心的穷家 将穷家人当作棋子 随意舍弃 他很想再看一眼蓝天 看一眼绿树 看一眼盛放的梅花 但落到眼底的 则是满地花瓣 梅树 已经凋零 犹如灵狐般绝美的女子 此刻心如死灰 哐荡 就在两名护卫 即将扯开阿梅的囚服之际 牢门被人一脚踹开 禽兽被吓了一跳 甩脸看去 只见一名身着官袍 神色冷峻的年轻人 阔步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梅树 与一众欲足 阿梅失去光泽的眼眸 在看到云雀后 忽然闪烁起一抹蜥蜴 死灰般的仙儿 多了一丝火苗 阿梅紧咬着银牙 他虽然恨云雀欺负他多次 但他知道 云雀至少不会害他 禽兽当先怒道 大胆 让你们滚远点 还过来做什么 都滚出去 快滚 梅树不敢招惹 陪着笑 躲在云雀身后 云雀淡淡地扫了眼几人 冷声道 天牢重点 你等居然敢再次放肆 是大净律法入雾 好大的狗胆 云雀的贺骂 听得禽兽未知一正 身为侯爷 禽兽在整个天祁皇城 可以横着走 除了皇帝 谁敢骂他 仗着是皇帝的家臣 禽兽平日里欺男霸女 从来是他欺负旁人 谁敢多说半句 哪怕皇帝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骂上两句作罢 根本没有任何惩罚 可今天 禽兽居然被一个矛头小子贺骂 他哪能忍得下 勃然大怒 大净律法 你知不知道 大净是谁家的 本侯乃陛下家臣 侯爵之位 天牢算什么 皇宫里本侯也可随意行走 禽兽指着云雀的鼻子骂道 你是哪里来的只骂小官 敢跟本侯玩官威 你玩得起吗 黎叔见局面要失控 连忙介绍道 侯爷息怒 云大人刚上任不久 是陛下侧封的刑部提心官 掌管天牢 黎叔现在就想大事化小 把眼前这位难缠的断指侯请走 千万别在天牢里出神妖事 否则提劳斯以后 别想消停 像黎叔这些混迹官场 多年的老油条 都知道断指侯禽兽最难缠 人家有皇帝撑腰 谁也不愿招惹 提心官算个屁 禽兽非但没有消气 反而变本加厉的喝道 你们刑部尚书见到本侯 也得失礼请安 一个区区提心官 就敢跟我大呼小叫 跪下 认罪 黎叔一听顿时直咧嘴 他知道今天要坏事 禽兽自从受伤 在侯府养了三年 刚刚好转 就来找穷鹰撒气 人家这是报仇来了 以禽兽的为人 不把穷鹰折磨至死 肯定不会罢休 这种时候 谁挡在面前 谁就要倒霉 黎叔一个劲给云雀使眼色 想要让云雀退一步 别管了 可云雀根本没看他 稳稳当当站在原地 原来是侯爷清零 下官有失远迎 侯爷误怪 云雀先客气了一句 随后声音一冷 道 不过下跪认罪这种事 我怕侯爷受不起 有什么受不起 你跪下认错 给本侯刻三个想头 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今天那是本侯 不再追究 你敢不跪 我保证你的官图 从今天起就到头了 秦兽冷笑着道 威胁 官大一品压死人 何况是侯爵 要知道断指侯 可不是其他那些 闲散侯爷 他手里握着 筑造军械的大权 先贤曾言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只跪天地君清师 下官虽然官职不高 但也是陛下 清风的正无品 侯爷既不是天 也不是的 更不是我的 亲人与师长 那么只剩下个君了 让我下跪 莫非侯爷想要当皇帝 云雀做出一副 诧异神态 朝着黎树 与一众狱族吩咐道 既然侯爷有此宏愿 我们这些芝麻小官 不敢抗命 来来来 大家都跪拜一番 黎树反应最快 撩起官袍 准备下跪 别 别动 都给我站着 禽兽大惊 连忙阻止道 谁敢拜我 打断他的腿 禽兽并不傻 他仗着 是英子兽的家臣 即便去金鸾殿上撒抛尿 皇帝也只会笑骂他一顿 多说踹两脚 不会在意什么 因为禽兽 从小就跟在英子兽身边 深得英子 兽的信任 皇帝登基后 这才给了他 铸造军械的大权 别的事 都无所谓 皇位这件事不行 皇位 那是皇帝的逆龄 别说一个侯爷 一个家臣 就算皇帝的亲爹 想要夺位 到时候该宰还是宰啊 禽兽胆子再打 也不敢拿皇位 这种事开玩笑 恨恨地瞪了云雀一眼 禽兽白手道 算了 本侯今天心情好 你们滚吧 别在这碍事 天牢重地 不知侯爷 想要做什么事呢 云雀道 你算什么东西 本侯要做什么事 你管得着吗 禽兽冷声骂道 下官毕竟是提心官 掌管天牢 这里若出了事 尚书大人那边 可不好交代 云雀道 江洛君 他也不敢管本侯 告诉你也行 本侯就是来折磨穷英的 我要他今天 生不如死 这下你知道了吧 还不快滚 禽兽不耐道 原来侯爷 是要凌辱囚犯 下官的确不该打扰 侯爷的雅性 云雀点头道 一听这话 穷英眼里的 最后一丝希望就此消散 他缓缓闭上眼 等待着 即将来临的折磨 随后穷英忽然又听到 云雀无比冷烈的声音响起 私闯天牢凌辱囚犯 侯爷 您犯法了呀 穷英再度睁开眼 禽兽则大为诧异 犯法 你们天牢 还能管得到本侯不成 禽兽怒道 天牢当然管不到 不过 大经律法规定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云雀冷声断鹤 来人 将私闯天牢的断指侯拿下 重打三十大板 放 放肆 谁敢打本侯 禽兽大吼道 但下一刻 他便被吴英一把掐住脖领子 拎出了牢房 一众狱卒一起上手 三五下给绑了个结结实实 这里是天牢 是提刑官的底盘 上官既然发话 令氏与狱卒自然地听命 尤其断指侯 这家伙嚣张跋扈 将天牢重地当成了菜市场 刑部众人早看他不顺眼了 反正出事也是提刑官顶着 有云缺在 狱卒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两名狱卒拿来水火棍 就在阿梅的牢房外开始行刑 打得禽兽鬼哭狼猴 水火棍这东西是有讲究的 分为两种 一种空心 一种石心 前者打人看着惨烈时 则伤不到筋骨 后者却能将人打得骨断筋哲 该着禽兽倒霉 狱卒拿来的是石心棍 这顿好打 禽兽的腿差点被打断 老李那两名侯府 互为愣正扮上 他们没想到 自家侯爷居然会被挨打 这种事从没发生过 那是金枝玉叶的侯爷 说打就给打了 大胆狂徒 敢伤我家侯爷 你们有几个脑袋 还不住手 两人扔下阿梅 喝骂着就要冲出去相救 结果被云雀堵在了牢房之内 云雀站在大门口 挡住去路 冷冷撇着两人道 断指侯擅闯天牢 该当重责 最有余辜 三十大板的 惩罚是看在侯爵的情面上 打完就可以走了 而你们 今天走不了 放屁 你敢官押我们不成 我们乃侯府近卫 七品无者 你最好考虑清楚 再说话 两名壮汉 怒视着云雀 一副威胁的架势 敢问二位 有何官职在身呢 云雀语气淡淡的道 没有官职 侯府近卫 都比你这种小官强的多 两人不甘示弱的喝道 这么说 你们是没有官身的 平民百姓哦 云雀点点头 忽然脸色一沉道 大胆刁鸣 擅闯天牢重殿 凌辱天牢重犯 你们还不认罪 两人心头发沉 看得出云雀打算 将他们扣押在天牢 侯爷已经被打了 自己若被押在天牢 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两人互相看了眼 决定动手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伸手抓向云雀 他本打算将 赌门的提心官 抓住当人质 等救下侯爷逃出天牢 过后再来找刑部的麻烦 毕竟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天牢里武者可不少 真要大闹起来 两名七品武者 也扛不住 抓是抓到了 可任凭他护卫手上 如何用力 居然撼不动对方分侯 大惊之下 护卫恍然大悟道 你是武夫 猜对了 胆敢袭击提心官 你们最佳一等 云雀将官府扯下 扔给狱卒 冷笑道 是你们束手就擒呢 还是等本官亲自动手呢 这两个侯府护卫 显然是禽兽的左膀右臂 云雀没打算放过 动手是必然的 不过 官袍不适合打斗 这玩意是纯粹的零锣绸缎 比不得特制的学子服 很容易坏掉 而且价格不菲 少说 几十两银子 给不给 再发一套新的 为了避免自己掏腰包 还是不穿为好 云雀的上身筋肉球节 抱起的五副契机 令他充满了一种狂暴之感 犹如一只即将扑杀猎物的豹子 凶悍中透着一种阳刚之气 两名护卫见识不妙 各自运转契机 决定联手冲出去 两人同时出手 拳风抱起 一左一右攻向云雀 云雀淡然一笑 不退不避 双拳齐出 砸向袭来的拳头 砰 一团气浪 炸起在牢房之内 气浪形成的狂风 吹得阿梅一时睁不开眼 他急忙躲在墙角 将身体卷缩成一团 一拳之下 势均力敌 云雀纹丝没动 那两名七品舞者 各自退了一步 看似平手 实则两名护卫 此刻呲牙咧嘴 刚刚打出的拳头 正微微颤抖 他们已经动用权力 而且是二打一 本以为对方 即便是七品同阶 也能将其打得退开 让出牢门 可人家非但没动 连点吃疼的神态都没有 两名护卫 不由得心头大爱 他们在七品恋神 竟有些年头了 两人联手之下 没有任何童坚能挡得住 今天竟遇到了 如此怪异的强敌 是不是没吃饱啊 拿点力气出来 云雀冷笑着踏步而出 将两人当做了火把子 全如雨落 七杀拳法 牢房之内 七品舞者交手 没有兵刃 完全的拳脚相搏 别看云雀刚刚进阶七品 但他有妖魂戎骨 注定在七品舞妇中无敌 两个护卫哪里是对手 他们平日里帮着 段子侯七男霸女还行 根本没见识过 什么叫生死之战 没用几招 云雀一拳轰在 其中一人面门 将其满口大牙 做得半颗不胜 横着飞出撞在墙上 整个牢房都跟着晃了晃 另一人趁机想要偷袭制胜 结果云雀豁然转身凌空飞起 一记鞭腿将其抽飞 同样撞击在墙壁 满脸是显昏迷不醒 尚未活动开筋骨 战斗已然结束 云雀无奈地叹了口气 什么侯府护卫 实在太弱 打得一点都不尽兴 墙角 阿梅争着一双漂亮的美目 望着那个这些天 始终欺负他的家伙 一时间看得吃了 轻而易举 放倒了两名七品舞者后 云雀吩咐手下 将两人绑起来 压在天牢 并命人通知丘审司 将两人记录在案 立刻审讯定罪 丘审司是刑部五四之一 与提劳司地位相当 大家都是同僚 这件案子自然得好好定一定 除去擅闯天牢 凌辱囚犯 还袭击提刑官 那两名侯府护卫 这辈子 想要离开天牢 怕是难了 别的案子 都有通融的机会 可在刑部天牢里犯案 等同于毛贼 去捕头家里刑窃 被抓住肯定没好 外面的三十大板 已经打完 禽兽被打得直翻白眼 口吐白沫 身后全是血迹 这位刚养好前面伤势的段子侯 后边再遭重创 这下不知又得躺多久 你 你 你给我等着 禽兽气息虚弱地指着云雀 眼中全是恨意 他恨不得扒了云雀的皮 以解心头之恨 云雀微笑道 下官此举 也是无奈而为之 毕竟大经律法是陛下的威严所在 不能因为侯爷一个人 而坏了陛下的威丫吧 来人呐 恭送侯爷出狱 两名狱卒架起禽兽 往天牢外走去 这是没完 侯爷回府后最好尽快养伤 云雀好心地提醒道 明日朝会 刑部会参拟一本 秦兽被嫁出天牢后 扔在路边 等在外面的侯府下人 急忙过去搀扶住秦兽 将其抬上马车 回侯府的路上 秦兽越想越憋火 两条腿到现在都没有知觉 好像被打断了 不回府 去皇宫 马上去皇宫 我要面圣 我要去告玉状 秦兽哀嚎着大吼 车辆转向 直奔皇宫 天牢 云雀让狱祖与令使们散去 该干嘛干嘛 并让黎叔你好奏折 明天朝会 云雀打算亲自敬见 断指侯这事 压是压不住的 不如尽快挑明 让皇帝知道 当着文武群臣 将秦兽在天牢里的霸道行径 公之于众 到时候 看皇帝还如何给秦兽撑腰 等狱祖们散去 云雀拎着官服 坐在阿梅对面 默默看了对方扮上 你怎么不动手 云雀很是疑惑地道 以你欺品武者修为 再加上用骨的手段 对付两个同阶武者问题不大 放倒他们 再胖作那禽兽一顿出口气多好 只要不弄死他 你应该不会被判罚死罪 反正你这辈子也出不去 干嘛非得等我来动手呢 阿梅仰着头 直视着云雀 目光恢复了冷漠 仍旧不肯开口 见对方不说话 云雀皱眉道 你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 等着被他们得逞吧 我若不来 你自己的身子 难道不要了 阿梅仅仅咬着银牙 终于开口 声音沙哑而冷漠的道 你心疼了 阿梅此刻的模样 像急了被欺负后 还要装作坚强的大小剑 那份冷漠背后藏着的柔弱 任谁都看得出来 是啊 心疼 云雀抖了抖手里的官袍 重新穿好道 我心疼这套官袍 打坏了几十两银子呢 你最近怎么不太对劲呢 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穷武了 你妹妹在学宫里 就用这种眼神瞪我 跟我欠了她八百两银子似的 不就认错人找她要钱了吗 谁知道你们姐妹俩那么像 你拿我的无量 银子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女人可真记仇啊 阿梅下意识地挪开目光 好像心虚般 不再与云雀对视 等着 我再给你取两套球衣 云雀起身走到门口 回头道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阴邪点的好 像条毒蛇 直吐杏子不露牙 现在你像个呲牙咧嘴的小猫 跟个受气的大小结似的 我不习惯啊 云雀走后 略显无奈地听着 秦兽在面前哭诉 秦兽到了皇宫后 天由加醋 将天牢里的是说了一遍 恳求皇帝下之斩了心来的提心官 帮他报仇 英子兽看了眼秦兽 道 那云雀市镇 刚刚封的无品官职 暂代提心官 他又是太子半毒 你自己跑去 天牢惹祸被打了一顿 镇就得杀掉他 为你出气吗 是不是镇以后封的官员 谁都不能得罪你断指侯啊 啊 他是太子半毒 秦兽心头一惊 他之前一直在府上休养 并不知道 云雀是什么来头 本以为只是个天牢小官 没想到还是太子半毒 对付个提心官 对秦兽来说轻而易举 但若有太子半毒的名头 那意味着皇帝的重用 甚至是皇帝的心腹 陛下 我这两条腿 怕是要废掉 大不了把我轰出天牢 用得着下这么重的死守吗 秦兽满脸苦涩 卖惨道 你怎么不说 是你擅闯天牢在先呢 云雀秉公执法 何措之有 朕现在 就需要这种正直之人 英子兽说 这番话的时候 语气里没有任何感情存在 秦兽仗着是皇帝的家臣 撒泼道 陛下呀 奴才太可怜了 不仅成了太监 以后怕不得走路都难 奴才这辈子太苦了 实在不想活了呀 行了 别跟朕卖惨 你这些年办的那些龌龊事 还没跟你算账呢 让御医去你府上 给你医治一番 英子受不耐烦的道 御医亲自去侯府 这可是旁人没有的待遇 可见英子受对秦兽的感情极深 陛下 我出不来这口气啊 秦兽说着 努力几下两滴眼泪 英子兽看了看他 叹了口气 道 云雀 朕还有用 不能动 那穷家罪女 倒是没什么用处 年底便斩了吧 给你出口恶气 秦兽这才高兴起来 连连叩头 大拍马屁 第二天 云雀在朝会上 直接掺了断纸侯一本 将奏折呈上 并将秦兽与两名护卫 皇帝的脸色始终阴沉 半晌没作声 皇帝不说话 朝堂上所有人都不敢吭声 大气都不敢喘 一群百官望向云雀的目光 充满了敬佩之色 众人的心里 同时泛起一个想法 果然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这位实在是个愣头青 段子侯也敢招惹 谁都知道 秦兽在皇帝眼前 就是个狗奴才 但这个狗奴才 跟着皇帝太久 皇帝能打能骂 别人可不行 秦兽身上的命案 不知有多少 之所以到今天 都没人敢动他 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家臣 没想到 云雀刚认识没几天 就把段子侯给揍了 这简直是虎口拔牙 动了皇帝的逆铃 令文武百官更没想到的是 两久之后 皇帝居然下令 责罚段子侯 罚末期三年俸怒 罚奉三年 对侯爵来说 算不得大事 但那是段子侯 皇帝从来没动过 一根指头的段子侯 如此责罚 已经足以看得出 皇帝对云雀的重视 一众百官认为 云雀已经成了皇帝心腹 地位甚至超过了段子侯 非皇腾达只是早晚的事 散朝之后 文武百官对云雀愈发客气 套近乎者比比皆是 云雀没功夫在这敷衍 本打算回去 却被皇帝留了下来 御书房内 英子兽单独召见了云雀 云雀还以为 皇帝要说说秦兽的事 结果英子兽根本没提 而是笑着问道 在太子那边 可还习惯 还好 东宫有吃有喝 还有温泉可泡 太子对微臣十分客气 微臣实在有些受宠若惊 云雀道 习惯就好 你与薛儿年纪相仿 又有同窗之意 将来太子继位 你可要费心辅佐才是 皇帝这番话 将云雀拉到了皇族一方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以后太子成了皇帝 你云雀就是古宫之臣 仪式的荣华富贵 随后 英子兽画风一转 道 朕近日来因仪式而心神不宁 此事关乎重大 唯有云爱卿可替朕解忧 不知 你可愿意帮朕这个忙呢 云雀微微诧异 道 陛下吩咐即可 微臣自然全力以赴 好 朕要你在学宫里找一样东西 找到了 便是大功一见 英子兽神色郑重 下了一道秘纸 听到这里 云雀心头一沉 他已经知道皇帝要找什么了 更知道自己麻烦上身 可皇帝已经说到这里 自己没有退路可言 云雀只好硬着头皮询问道 不知陛下要在学宫里找什么 英子兽深吸一口气 沉声道 玉玺 英子兽没有过多解释 只叮嘱云雀 此事不可外扬 需要谨慎寻找 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消息 云雀临旨离开之后 英子兽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 屏风后 无声无息地走出一名老太监 锤手立在皇帝身旁 此子有勇有谋 是个不错的棋子 气了 有些可惜 英子兽叹息道 可神色里没有半分不舍 好棋子 就该用在最关键的一步 若能寻到玉玺 陛下给他风光大葬也就是了 老太监沙哑道 英子兽没在开口 缓缓点了点头 皇宫外 云雀回头望向灰红的宫殿 无奈一笑 自从得知厌死天门事件的真相 云雀就知道 皇帝英子受试的 无情寡义的凉薄之辈 自己若找到玉玺 那便是自己的死期 在一名无品小官 与玉玺丢失这两者之间 舍弃前者才是最佳选择 到时候 皇帝重得玉玺 名望丝毫无损 只是刑部少了个 微不足道的提心官罢了 多好的如意算盘 城里人活得真累 算计来算计去 活着如下棋 费心又费脑 还是乡下好啊 云雀望着冷冰冰的宫殿 想通了很多事 不仅自己是棋子 连穆青瑶 恐怕也一样是皇帝手里的棋子 西式的灵花 连多少修行强者都寻而不见 一个没有修为的灵云郡主 即便满天下的游历 又岂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穆青瑶是通灵之体不假 但他毕竟没有临时感知 无法大范围感知灵花的气息波动 云雀猜测 林云郡主是皇帝打造的一个招牌 最终目的是嫁给太子 嫁入皇族 借穆青瑶的名声 来稳固皇家的威望 天下百姓爱戴的林云郡主 若成为皇室之人 那么皇家的威望 将会更上一层楼 这些年 林云郡主的确找到了灵花 但云雀怀疑 真正发现灵花的 恐怕另有其人 只不过将这份荣耀 嫁接在穆青瑶身上而已 云雀冷冷一笑 望着皇宫赐语道 这么喜欢下棋 就不怕我这个棋子 先期盼吗 收回目光 云雀望向皇城对面极远处 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塔 那是思天剑的观星台 吕青 你在这盘棋上是什么位置 你又是哪一步棋呢 云雀的心头 没来由的有些沉重 距离太远 看不清观星台上是否有人 带着一份无奈 云雀走向行步 预喜的是 他需要好好谋划一番 如今既有前传 又有东宫能泡走 云雀可不想 现在就与皇帝翻脸 此刻 观星台上 一席轻衣正遥望着皇宫方向 深邃的目光 仿佛能穿越树里之远 落在皇宫外 拿到渺小的身影之上 吕青的嘴角 渐渐浮现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淡淡笑意 回到行步后 云雀变得有些心不在焉 皇帝将他当作了弃子 这一点已经无需质疑 但云雀想不通的是 玉玺为何会出现在学宫 将玉玺一案的前因后果 复盘了一遍 仍旧存在着巨大的遗团 究竟是谁 在皇宫里倒出了玉玺 偏偏藏在学宫深处的悟心芽 这人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云雀即便头脑再好 也想不通凶手的最终目的 只偷东西 藏着不卖 有什么好处 云雀想不通凶手 此举的任何好处 却能想到 丢失玉玺的唯一坏处 皇帝将威望大跌 莫非凶手的目的 是想要皇帝丢人现眼 真是奇怪 云雀散去思绪 不再多想此事 反正玉玺在自己手里 只要不拿出去 皇帝就不会动 自己这个所谓的心腹 今天正好是发放俸禄的日子 云雀得到了二百六十两文银 别看只杀人几天而已 竟得到一整月的俸禄 银子到手 云雀心情好转了过来 棋子就棋子 只要有钱拿 云雀不介意跟皇帝 演绎出君臣和睦的戏码 给阿梅捎带了晚饭 云雀去看了眼复义 不愧是七品五折 复义恢复得很快 已经转醒 但十分虚弱 估计在恢复一夜 明天就能再请四天剑的人来审讯了 至于复义会不会被折腾死 那不是云雀考虑的问题 本就该死的家伙 活一天都算他便宜 回学宫的路线 云雀已经摸清了 用时明显缩短 之前要一个时辰以上 现在不到一个时辰即可抵达 这条路是最短的路线 但还是耗费时间 回到学宫 云雀先找到防石 问了问有关赶路的手段 防石给出三种选择 一是昂贵到令人折舌的飞行法器 需要临时作为动力驱动 飞一圈简直如烧钱一样 二是短途传送阵 比飞行法器的耗费都大 三是最廉价的轻身符 打听过价格后 云雀直接选了轻身符 原因简单 前面那两种 把皇城里的宅子 卖了都买不起 轻身符也不便宜 一百两亿张 贴在身上 即可身轻如燕 属于最普通的符露 需要以气机引动 普通人是用不了的 轻身符的灵气是固定的 随着使用时间而缓缓消耗 大致可使用十次左右 云雀买了一张 留作有急事 两头跑的时候再用 本想去演武店转转 看看今天许仙云有没有授课 结果被莫老留了下来 简单的练士给你弄好了 拿去试着控制 莫老扔下一个长条形状的木盒 无声飘走 云雀看到木盒的大小 眼皮跳了跳 半人高 不到一尺宽 这种尺寸 里面装着的 肯定不会是正常人的尸体 难道是个练尸娃娃 云雀满腹狐疑地打开木盒 结果看到所谓的简单练尸后 顿时无语 盒子里面的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条灰黑色的死蛇 而且还是条小蛇 总共也就一尺多长 要多不起眼 有多不起眼 扔到草丛里 都没人看的那种 云雀现在才理解了 莫老口中的简单练尸 是什么意思 先会爬就行 云雀无奈地自嘲一笑 东奔西跑了十几年 到头来还要先学爬 再学走 爬就爬吧 练尸小蛇总比没有的强 回忆了一番练尸术的运转 云雀开始尝试 用了整整一个时辰 终于能让小蛇动起来 云雀很高兴 因为他发现自己控制练尸小蛇的时候 能通过小蛇的眼睛观察到外界 随着爬行的愈发熟练 云雀控制练尸小蛇爬出窗口 围着西楼转了一圈 有着极佳的效果 可以再不被目标发现的情况下 得知目标的准确位置 由于妖刀也有同样的效果 云雀对练尸的这份能力 并不觉得新奇 不过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妙用 盘坐在屋中 云雀闭上眼 以练尸小蛇的视觉开始行动 南楼此时正式热闹的时候 一群女学子练完武技后 有说有效地返回住处沐浴更衣 洗澡的时间 到了 女学子的卧房通常单人独居 房间内配备有木制的浴桶 毕竟女孩子爱干净 经常会沐浴 不像演武店那群舞夫 十天半月都不洗一次 每当先生授课 大厅里都弥漫着一片汗臭之气 灰色小蛇绕到南楼下 开始缓慢攀爬 小小的蛇眼闪烁着期待的目光 由于小蛇不大 又是夜晚 没人注意到 百花店的学楼均为木制 木窗上罩着窗纸 屋内若有油灯 便会在夜晚映尘出人影 每当这个时候 百花店里总会有一群男学子坐在远处 望着南楼窗纸上映衬出的身影 一边遐想连篇 一边猜测 身影属于哪位女学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些远远偷看人家身影的男学子 每天只能干眼馋 看影子 云雀对影子可没什么兴趣 要看就看真甚 很快 云雀发现了蛇性的妙用 轻轻一戳 即可在窗纸上留下个孔洞 足够蛇眼来欣赏美景 云雀一边在屋子里闭目盘坐 一边嘀嘀咕咕 嗯 这个胃胖不错 这个苗条真好 这个银银一握的腰肢 简直极品 这个呗 光洁如玉 简直能杀人 转过来 再转过来点 咦 怎么是瓶的 还戴吧 二我的眼睛 太子你个变态 别人洗澡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云雀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把刚才看到的惊悚一幕 抛诸脑后 太子居然有心情住进学宫 不知是不是东宫太闷了 赶紧控制小蛇 从太子的窗口 爬走 云雀开始寻找关键目标 五仙子 来都来了 不把五仙子欣赏一番 实在是一大遗憾 五仙子没找到 云雀看到了一幅 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一间宽敞的屋舍内 一名女子将长发扑在水面 整个人扑在水中 那若隐若现的风鸾 简直是云雀平生警戒 此恶 大凶 只看一眼 云雀便大为震撼 女子有着完美的身材 年纪在三十岁左右 同时拥有着少女般的青涩 与贵妃般的典雅 简直如妖孽一般 令人感叹 世间竟有如此 美人 以云雀看遍藏石镇的阅历 都觉得 此人实在是天生有物 难怪有古人风火戏诸侯 眼前沐浴的女人 绝对是能让帝王冻容的祸水 还没等仔细看清 就觉得有人在拧自己的脑袋 惊诧之间 云雀立刻散去功法 切断了与炼师小蛇的联系 屋子里没人 刚才传来的感觉 来自炼师 以神魂之力驾驭的炼师 若是受损 施法者也会跟着有同样的感觉 被发现了 云雀一阵奇怪 炼师小蛇是死物 并没有气息存在 按理说十分隐蔽才对 怎么被抓住了呢 云雀的不解 很快得到了答案 一袭火红长裙 手里提着一条小蛇的身影 怒气冲冲走进西楼 看到来者 云雀顿时脸色一焦 南楼先生 天下第一花魁 麒麟珠 原来自己刚才看的 竟是南楼先生 云雀当然不会承认 正想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不料麒麟珠破口大骂 西楼的老鬼 没想到你年岁不小 爱好还不少啊 想看老娘 就来南楼堂堂正正地看 好歹你也是个先生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算什么男人 再偷看老娘 挖了你的老眼 哐当一声 麒麟珠将炼师小蛇 扔在西楼大厅 扭着腰枝离去 末老无声无息地飘了下来 云雀无声无息地站在一旁 师徒俩同时望着小蛇 沉默了好久 好久 云雀 外面传来呼喊声 云雀往外瞧了眼 是太子英轩 正准备给末老认个错 结果一回头 人已经消失了 收起不知还能不能用的 炼师小蛇 云雀走出西楼 微臣见过太子殿下 云雀失礼道 学宫里无需失礼 这里又没有大经律法 英轩摆手道 显得没什么精神 太子怎么住在学宫了 什么时候回东宫 云雀关心地问道 关心的不是太子 而是东宫里的藻池子 这几日先生传授霓裳与义武 我想学 嘿嘿 想观赏一番 英轩看了看周围 道 陪我走走 云雀是太子半读 不好拒绝 只好陪着英轩 在百花殿的草坪上散步 太子若喜欢观赏舞姿 何不让皇宫里的舞姬表演 云雀道 别提那些雍之俗粉 皇家舞姬没一个会跳霓裳与义武 即便南楼学子能掌握者 也寥寥无几 其中五仙子是词武高手 云雀你帮我个忙 求那五仙子 给我仔细示范一次 霓裳与义武 云雀道 殿下说笑了 我又不认得五仙子 哪有面子求人家跳舞 云雀直接回绝 不仅不认得 还有仇呢 我怨出白银万两作为报酬 云雀道 殿下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云雀痛快地道 万两白银啊 云雀的眼睛都开始红了 五仙子不跳 我给你跳 两人走到南楼附近 云雀察觉到高处有目光望来 抬头看去 与一双秋水般的眼眸相对 二楼 一间学子屋舍中 五仙子正以窗而立 娇美的俏脸 在月光下格外动人 只是望向云雀的目光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古怪 没有恨意 也没有冷漠 而是带着似笑非笑的意味 加上浅浅勾起的嘴角 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云雀回瞪了一眼 心中纳闷 高冷孤傲的五仙子 怎么最近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像一条毒蛇似的 多了几分阴冷 英轩回去后 云雀钻进阎武殿的藏书楼 看了大半宿 才回去睡觉 得养精蓄锐才行 明天还要审讯复义呢 第二天 等云雀到了刑部 精神抖擞 准备派人去四天见请人之际 黎树慌慌张张地赶来 告知了一个坏消息 复义 死了 得知复义的死讯 云雀十分意外 昨天临走之前还看过 复义已经清醒 恢复一夜 本该好转卸才对 怎么一命呜呼 云雀亲自赶到 关押复义的牢房 看到的 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黎树与提劳斯 十名令使站在一旁 脸色都很难看 没人开口 场面沉闷而压抑 复义是重犯 关乎着红连轿的线索 一夜而已 人居然死了 云雀仔细检查一遍尸体 没有外伤 但眼珠里遍布血丝 不知是昨天的神魂审讯所致 还是另有原因 昨晚可有人来过天牢 云雀沉声问道 乌雀上前一步 拱手回道 这是提劳斯的规矩 昨晚轮到无音 直守天牢 云雀点点头 既然无音说了 没有外人来 那么复义的死因 应该不是他杀 会不会复义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选择自我了断 黎树猜测道 他的罪名尚未确立 他没到绝境 不会选择自尽 云雀笃定道 我看应该是斯天剑的审讯原因 另一名老成的令氏分析道 神魂审讯最为凶险 很容易造成神魂崩裂 而亡的下场 复义之死既没有外伤 昨晚又没人来过 应当是他神魂受损 不治亡 黎树无音等人纷纷点头 觉得有道理 花不屑当时已经说明 此数伤及神魂 很容易死人 云雀也觉得复义之死 是花不屑那道强横法门的后遗症 而复义昨晚苏醒 则是回光返照 复义死不死 云雀根本不在乎 只是如此一来 红莲教的线索又断了 死得这么痛快 便宜他了 云雀说罢 他吩咐拖走尸体 等回学宫的时候 自己带走 人死了 尸体可有用 还能制作成练尸呢 复义是七品武者 莫老出手祭练一番 便是一具保留八品武者 战力的练尸 刚要离开此地 忽然身处牢房里 传来一阵狂笑 一群饭桶 人被杀了都不知道 你们真是废物 云雀豁然回头 妄想传出嘲笑的牢房 那是天牢最深的一间牢房 黑漆漆 阴森森 里面关着的是 前朝龙图阁大学士 江商 听到江商的嘲笑 云雀皱了皱眉 缓步走向牢房 黎树大惊 连忙劝道 大人小心 那老家伙很危险 切勿接近为好 云雀白手示意无防 顺手拿起墙上的一只火把 来到最深处的牢房门外 借着火把的光亮 云雀看清了牢房里关押的人 江商很苍老 满头白发 连眉毛都是白的 由于常年不见天日 脸色苍白的害人 这位大学士身形魁梧 但囚服破破烂烂 胡子跟头发混杂在一起 拉里拉遢 手脚锁着特制的铁链 看外表十分狼狈 当年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龙图阁大学士 落到如此田地 不免令人唏嘘 昨晚 你看到了什么 云雀平静地问道 杀人凶手 江商协议在角落里 翘着二郎腿 早已没有了大学士的气势 反而如同街边乞丐 凶手 是谁 云雀问道 想知道 拿酒来 江商毫不客气地道 云雀吩咐狱卒去取酒 很快拿来了一坛 看到酒 江商浑浊的目光 立刻明亮起来 猛地扑到镜前 从牢门里伸出手要抓 云雀往后退了一步 捧着酒坛道 先说出凶手 酒就归你了 江商被关押了十多年 一滴酒没碰过 早已馋得眼睛发红 立刻吼道 酒给我 我告诉你 凶手是谁 云雀目光一动 他之前曾经怀疑过 凶手有可能是天牢里的人 只是没有证据无法确定 现在江商的指证 无异于一份重要线索 云雀沉吟了一下 将酒坛递给对方 并未开门 关押江商的牢门是特制的 要是在刑部尚书手里 连侍郎都没资格开门 何况云雀这个提心官 江商抓住酒坛 将嘴巴贴在牢门上 往嘴里倒酒 咕嘟嘟一阵好饮 酒水至少洒了一半 等酒坛变空 江商将其扔掉 收回手 抹了抹嘴角 打着酒阁 继续躺了回去 酒已经喝了 该你说了 凶手到底是谁 云雀道 杀人多有趣 我说了出来 他就没办法继续杀人了 天牢里太寂寞 我还打算多看几场好戏呢 哈哈 你们这些饭桶慢慢查 哈哈 江商大笑 直接反悔 黎竹忌惮道 大人算了吧 老家伙疯疯癫癫 他说的话 不可信啊 黎竹现在就想离这江商远点 他当提心官的时候 手下狱卒 没少被这老家伙弄死 云雀并没走 反而嘴角渐渐勾起一抹笑意 你们都退出去 云雀背对着众人 吩咐道 黎竹等人不敢不听 互相看了看 相继退出重刑犯区域 等附近再无旁人 云雀往前走了几步 站在牢门前 道 江大人既然是龙图阁大学士 修得必然是圣人之道 学宫后山雾心崖的圣人笔记 你应该知道 废话 圣人亲笔留记 只在学宫无名山 天下如是谁人不知 江商冷横道 那么江大人可知 云雀道 沧海无尽 彼岸有花 还用问吗 江商冷声道 不对 这句话的顺序有问题 云雀面带笑意 低声道 不可能 少来胡言乱语 圣人遗迹 不是你们这种饭桶能看懂的 江商不屑道 我在后山面壁的时候 曾经踩落了自己 重新安装的时候 无意间将自己装返 这句话的顺序变乱了 云雀将声音压得更低了些 道 大忌久看到后 非但没有责罚 反而不允许重新归位 你猜 沧海无尽彼岸有花这几个字 是不是有问题呢 告知这件事 是因为云雀料定江商这位大学士 对圣人遗迹极为重视 云雀没别的办法胁迫江商 只能抖出这段往事 果然 听闻大忌久 并未将错乱的自己归位 江商豁然站了起来 冲到牢门前道 哪个字的顺序错了 快说 云雀淡淡一笑 退后一步道 想知道的话 还请大学士帮忙指认出 昨夜杀人的凶手 好 我告诉你是谁 那凶手刚才就在你们当中 你让他们一个个到我近前 我若辨认出来 你要将圣人遗迹 现在的字迹顺序告诉我 江商急匆匆地道 成交 云雀转身换来之前的众人 面色平淡地道 诸位 现在有线索了 昨夜杀人的凶手 有可能在天牢之内 为了洗清嫌疑 你们每个人都要到江商牢门前站定 让他分辨一番 众人听得神色各异 有人觉得 云雀心事动众 连死囚的话都信 也有人皱眉沉吟 猜测会不会凶手当真是自己人 复义死于天牢 我等的确都有嫌疑 我们别让大人为难 我先来 乌雀当先走出人群 站到江商的牢门前 江商抬起浑浊的牢眼 打亮了乌雀一番 脸上的冷笑 忽然凝固了一瞬 下意识地呢喃道 真像 真像啊 很快 江商的冷哼声再起 你真像凶手啊 可惜不是 下一个 乌雀退后 第二名令使走上前去 江商冷笑道 你也挺像的 也不是 下一个 等实名令使均被看了一遍 江商所有人都说像 却没认出凶手 等黎叔一脸巨异地 站在牢门前时 江商瞪起了眼睛道 嗯 你最像昨晚的凶手了 我 我像什么像 我昨晚在翠花楼过的夜 至少两个女人 能给我作证 黎叔懊恼道 一众令使听完 神色变得怪异起来 纷纷朝黎竹 投去羡慕的目光 玩玩 呵呵 随便玩玩 黎叔尴尬地回头解释道 砰一声 趁着黎竹回头 江商突然伸手抓住黎竹的脖子 轻而易举将其提了起来 黎叔两眼一翻 看样子 马上要被掐死 云雀就在旁边 单臂一盏 一拳轰向江商的手腕 这一拳云雀 动用了七品炼神经的权力 结结实实打在江商宽大的腕骨上 令云雀吃惊的是 江商的手腕毫无伤势 仅仅被力道 震得松开了黎竹 救下黎叔后 云雀神色转冷 道 没想到堂堂龙图阁大学士 是个言而无信之辈 他们不是凶手 让我怎么说 还有一个人 我没辨认呢 江商大笑道 谁 云雀沉声道 你呀 你就是昨晚杀人的凶手 你是凶手 凶手 江商疯癫般大笑 云雀皱了皱眉 转身离开 江商的反复无常 让云雀无法确认 此人到底真风还是假风 负一只死的真相 就此成了谜团 当天 云雀在刑部亲自抄刀 切开了负义的尸体 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没有毒血残留 脏器均都完整 符合神魂受创而亡的死因 缝好尸体后 云雀命人找来个黑袋子 将尸体装好 等晚上运回学宫 尸体不值钱 反正也得拉出城外扔掉 云雀要了下来 运尸体的狱卒 正好轻松了 午饭后 云雀照例多打一份 这时 丘沈寺的人过来办事 找云雀这位提刑官 接洽行刑事宜 天牢里的犯人 时不时会有处刑的 砍头不在刑部 而是在武门 死刑犯均都如此 目的是用来震慑萧小 让百姓感受到 大禁律法的威严 云雀没在意 随口问道 这次处决的谁 对方答道 穷英 云雀正准备去卷宗库交接 结果听闻穷英二字 脚步豁然一顿 与丘沈寺交接过后 云雀仔细打听了一下 穷英的判罚 与丘沈寺无关 甚至与刑部无关 是皇帝亲自下的旨意 年底行刑 丘沈寺的人走后 云雀始终锁着眉峰 距离年底 只有一个多月 穷英的死期将近 若丘沈寺负责判罚 云雀还有机会打点一番 这次皇帝下旨 没人能救了穷英 断指后 云雀目光冷冽 他猜测出穷英的死刑 是皇帝为了给禽兽出口恶气 最是无情帝王家 云雀无奈地摇了摇头 云雀当然不想让穷英死掉 毕竟人家之前好心用蛊虫帮忙 结果被自己误会 从而挨了顿折磨 可救出穷英 几乎没有机会 云雀想过用无音当初的办法 但并不可行 自己进天牢的时间很短 外面守门的刑部兵丁 大多不认的自己 有机会伪装成狱卒离开 穷英被关了三年 长得又漂亮 刑部里几乎没人不认的他 就算有新来的狱卒 也会好奇 来看两眼天牢里的美人 单单容貌这一关 就没戏 加上穷英的身材极好 女扮男装之下 除非守门的刑部兵丁 眼睛有问题 否则一眼即可看出是女人 云雀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送去饭菜之后 云雀没走 坐在牢房里 皱着眉 看着阿眉吃饭 阿眉已经习惯了 云雀在旁边 低着头 小口小口地吃着 不说话 美人进餐 着实扬眼 可今天云雀 云雀越看心情越沉重 皇帝下旨 年底你将被处死 云雀低声道 阿眉拿着筷子的手 忽然颤抖了一下 沉默两久 继续慢慢地吃饭 一滴滴晶莹的泪珠 无声无息地落进米饭里 混合成五味杂陈 云雀看得心里 越发不是滋味 如果能走出天牢 你有没有把握 逃出天气城 云雀低声道 阿眉不说话 流着泪缓缓摇头 云雀知道结果 即便阿眉是七品舞者 想要从刑部闯出去 或许不算难 但绝对逃不出天气城 不说刑部里 会有一群高手追杀 在旁边就驻扎着禁军 一个七品舞夫 不可能逃过刑部 与禁军的围杀 见对方只吃了几口 便放下筷子 云雀劝慰道 多吃点吧 还有一个多月呢 等你脑袋掉了的话 想吃也吃不下了 听见这种奇怪的劝说 阿眉卷缩起来 看起来愈发可怜 更没胃口了 云雀想了想 可能自己不擅长安慰别人 于是道 我如果还有一个月可活 肯定天天大吃特吃 要死也是饱死鬼 没准临死之前 还有机会翻盘呢 到时候 若有逃生的希望 你却没力气跑 那才是傻瓜 阿眉沉默了一阵 抓起筷子 又开始快速吃了起来 只是一双美目里暗淡无光 看不到丝毫灵动 好似个提线木偶般 麻木地吃着食物 云雀没再说话 起身要离开 求你见识 阿眉抬起头 声音很轻地道 你说 云雀回头道 别告诉穷武 阿眉的声音变得平淡 目光中多了一些决然 云雀点了点头 走出牢房 整个下午 云雀都在思索着 救出阿眉的办法 直到黄昏 也没想出任何法子 吃过晚饭 给阿眉捎带一份后 云雀返回学宫 无音同路 傅姨死了其实挺好 咱们行步 少了麻烦 他能做到百玉城的成熟 上面肯定有人提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再观场魂 首先自己的圆滑才行 无音道 有道理 以后得多跟无师兄学学 云雀笑道 无音的提醒 是一番好意 傅姨之事 很容易牵扯出更多的人来 庙堂之上的滚滚珠宫当中 没准也会有人受到牵连 这案子越查 越凶险 傅姨一死 刑部这边 也跟着轻松下来 无音传授着混迹官场的诀窍 他却不知 云雀其实并不在乎傅姨 牵扯了谁 云雀只有一个目的 将红莲叫连根拔起 杀得一个不胜 还有两天 就是妖山试炼 你可得好好准备一番 别忘了 我们的比赛 无音笑道 谁杀的妖物手 谁就请客去仙客楼 没问题 无师兄准备好银子 我这十辆 在仙客楼少说的几十辆 云雀道 别看不起人 我吃的也不少 哈哈 无音笑道 得知妖山试炼 云雀的心情好转不少 自从来天骑成 好多天没砍腰了 手都痒痒 不知奖励都有什么 云雀好奇地打听道 二三名是普通法器 有数十种可以任选 价值大致在三千两 到五千两之间 我们五夫首选 肯定是刀剑之类的 攻击类法器 无音详细地解说道 第一名奖励 是价值三万两以上的 极品法器 或者同价值的金乌丹 雾道丹 韩玉膏 养颜丹等灵丹 云师弟若能赢得第一 最好选极品的 刀剑类法器 我的虎鸦刀 便是极品法器 你对战离骨的时候 用得还顺手吧 得到的试炼第一名 云雀道 莫得过 这把刀是买的 花费了接近五万两 无音尴尬一笑 你家真有钱啊 云雀羡慕道 有些积蓄而言 快被我败光了 五夫这条路 实在费钱啊 无音感慨道 云雀大有同感 别的修炼体系 云雀不熟悉 不知道花费多少 反正五夫修炼 简直就在烧钱一样 墨钱别想有什么造诣 所以天下五夫 大多为了赢钱而奔波 爱财如命 回到西楼 还能用 只是蛇眼没了 被麒麟珠挖了下去 云雀决定 以后的谨慎一些 该看的看 不该看的不看 尤其南楼先生 麒麟珠 还是不看为妙 否则容易眼珠子被挖走 负义的尸体 被一并带了过来 云雀上楼找了找 莫老没在 不知去了何处 将尸体 暂时放在一旁 等莫老回来 再问问 能不能做成练尸 穆安刚从饭堂回来 见云 却拉来一具尸体 惊讶道 云尸体 你哪里来弄来的尸体 天牢 刚死的囚犯 莫老不是经常买尸体吗 这句不要钱 云雀道 云尸体怎么做到的 天牢里刚死的囚犯 就能运出来 我都是 等在城外乱葬岗 才能帮莫老买到尸体 莫安惊奇道 莫安并不知道 云雀有官职在身 所以很佩服云雀的手段 我在天牢做个芝麻官 运尸体这种事 还不简单 云雀随口说一句 然后目光一动 运尸体 从天牢里弄出活人很难 但运一具尸体出来 实在太简单 只要穷鹰假死 瞒过天牢的众人 不就能轻松逃出来了吗 云雀的心头豁然开朗 下午的时候 他钻了牛角尖 只想着穷鹰怎么才能逃出天牢 居然忘了假死这种办法 当初红莲教的教徒与石头逃狱 云雀就曾经想到过假死 只是不需要而已 让那红莲教教徒昏死过去 他自己会认为有假死丹存在 想到办法 云雀高兴起来 道 莫安直摇头从来没听说过 考核之时 莫老是怎么假死的 云雀又问道 莫老说过 那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本领 别人学不会的 莫安道 云雀没再多问 从自己房间里 将那粒血煞丹 与断成两截的冰铁枪带上 直接找到防石 血煞丹是红莲交给平山军的 断掉的冰铁枪 是藏食镇那三名武夫凶手之物 一路上云雀始终带着 没来得及出售 防石抄着手 一副小商贩的模样 笑呵呵地道 云师弟想要存钱 还是买东西 听说皇帝赏赐了你万两白银 外加一间府宅 若将银子存在我这里的话 我可以免费帮忙 打理你的宅院 每天派人清扫一遍 保证一尘不染 云雀不得不佩服这位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赚钱 简直把赚钱俩字 刻在了骨子里 府宅的事 不劳烦房师兄了 钱也不存 我来卖点东西 云雀将血煞丹 与冰铁枪递给对方 房石仔细看了看丹药 闻了闻 摇头道 这里血煞丹是瑕疵品 外表看着不错 但用料粗糙 至多能给你一百两文银 冰铁枪倒是不错 我能出八百两收购 云雀直接点头 将这两件没用的东西卖掉 换了九百两 拿到银票 云雀暗暗付费 一百两的血煞丹 就能让平山君出山 真是一头傻老虎 如果让平山君知道价格 非得气个半死 收起银票 云雀问出正事 房石兄手里 可有假死丹之类的丹药 房石皱了下眉 道 云师弟从何处听来的假死丹之说 不止我手里没有 整个修行界 也不存在假死丹这种东西 因为根本没用 没人会特意炼制无用之物 无论修饰对战 还是狩猎妖物 或者探索险地 假死这种状态 都没有丝毫用处 与人对战 你若假死 对方完全可以补一刀 对上妖兽更不用说 一旦假死 将会成为妖兽的食物 对于无用的东西 修行者是不会炼制的 云雀听完点了点头 房石说的没错 假死状态 对修行者来说没有必要 装死这种事 除了末老没人 还能做得出来 见云雀一副遗憾的模样 房石笑了起来 道 如果云师弟当真需要假死丹 从而达到假死状态 其实完全可以用另一种灵丹代替 房石所言 令云雀生起一份希望 连忙追问是何种丹药 房石耐心地解说道 此丹为道门高手修炼 高深道法时所用 有丙息凝神之效 吃下后 呼吸心脉会完全消失 隔绝一切外因 将本体调整到一种空灵状态 是用来悟到的最佳丹药 由于服用此丹后 会达到如尸体般的效果 仿佛打开通往冥界的大门 所以被俗称为通明丹 扶下此丹 即可达到云师弟需要的假死状态 从外面看与尸体一模一样 我现在没有 不过可以帮云师弟预定一例 半月内即可到货 云师弟执意想要 我可以折算成银两 算你 房石思索了一下 出价到三万五千两好了 多少 云阙揉了揉耳朵 文银 三万五千两 房石又说了一遍 道 不瞒云师弟 我卖的丹药 肯定有点小贵 但药效绝对有保证 通明丹即便在外面方式里 也很难找得到 况且 市价绝对不会低于三万两 云阙的眼皮直跳 三万五千两的丹药 你说是小贵 宅子卖了 我也买不起啊 我在考虑考虑 实在太贵了 云阙垂头丧气的道 确实昂贵 毕竟是盗门强者 才有实力用的灵丹 如果丹丹为了假死状态 就服用通明丹 实在得不偿失 太浪费了 房石说完补充了一句 道 对了 通明丹只是俗称 丹药正统称呼叫做误导丹 云阙无精打采 准备告辞 忽然愣了一下 误导丹 听着这么耳熟呢 很快云阙想了起来 刚才与吴英一起回学宫的路上 吴英提及了 妖山试炼第一名的奖励 除了几品法器外 还有几种昂贵的灵丹 其中就有误导丹 为了确定 云阙问了问房石 得到肯定的答复 确实第一名的奖励中 可选择误导丹 但想要在妖山试炼中拔得头筹 以云师弟刚刚七品的修为 基本不可能 没什么希望 房石叹息道 难道妖山试炼 有很多六品学子参与 云阙奇怪地问道 那倒不是 学宫里的确有六品经济的学子 人数不多 而且大多苦修不怎么出门的 参加妖山试炼这种事 就更少了 房石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道 云师弟刚入学宫 没参加过妖山试炼 所以不知道情况 你可知道 历年来的妖山试炼 都是什么人获取的第一名吗 实力最强的武夫呗 云阙脱口而出 房石连连摇头 苦笑道 错了 至少我没见过有武者获取第一名 最近二三十年来 夺取第一名的 全是女学子 以洪如殿与道山殿居多 延武殿的武夫 根本排不上号 云阙颇为诧异 道 女学子猎妖这么厉害 何止厉害 简直是玩命一样 房石解释道 第一名的奖励当中 有养颜丹可以选择 养颜丹的功效 是滋养肌肤 养护容貌 延缓衰老 是天下所有女修士 都为之疯狂之物 你要知道 女人对自身容貌的重视 甚至会超过自己的生命 为了养颜丹 他们会拼命的 不至于吧 云阙吃惊道 每当妖山试炼之前 我的买卖最好 尤其一些攻击类的 俘虏与法阵 简直供不应求 学宫里的女学子 宁可倾家荡产 也要大批购买 就为了能猎杀 更多妖物 房石扎舌道 云师弟肯定没见过 那种壮观场面 你们武夫去妖山 是一只一只的杀 那帮风女人 是一片一片的杀 烽火雷电 法器符咒 灵符大阵 应有尽有 你们是去猎妖 他们是去平山哪 寸草不留的那种 云阙听得一脸呆滞 原来女人疯起来 比男人还可怕 云阙本以为自己 斩妖十余年 去了妖山不说 肯定第一名 也差不多少 如今看来 别说第一 前十都够强 自己这么穷 买张青身符 都要咬咬牙 怎么跟那群修炼多年 看到养颜丹 就不要命的师姐比 学宫里的师姐 我看都挺漂亮的 还那么在乎养颜丹吗 云阙道 算天下间最美的女人 也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 而养颜丹 就是她们认为的完美所在 房石笑道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能直接获得第一名 什么办法 云阙追问道 猎杀到妖山之王 房石与其一臣 道 妖山中 七七这一头六阶巅峰妖兽 名为白玉蜘蛛 大部分时间都在山腹内沉眠 极为凶残 学宫 对妖山试炼的规定 是以分数作为排名 猎杀一头九阶妖兽算一分 八阶妖兽五分 七阶妖兽十分 最后谁的分数最高 谁便是第一名 不过有个特例 只要能猎杀到白玉蜘蛛 即可直接夺魁 无论之前是否有分数 都会成为第一名 得知这份消息 云阙若有所思 蜘蛛类的妖兽 她也杀过 只不过很少 因为并不常见 而且蜘蛛类大多有毒 不太好对付 房石提醒道 云师弟听听就好 千万别去找那白玉蜘蛛 据说近百年来 那头凶兽始终栖在 妖山之内 没人敢去挑战 别说七品练神镜 即便六品宗石剑道 都得退避三射 云阙谢过房石的讲解 告辞离开 妖山试炼 看来自己想象的 太过简单了 云阙一边想着心事 一边往回走 路过饭堂的时候 看见五仙子 正从里面走出来 云阙将悟道丹 与妖山试炼的事先 放在一边 迎着穷武走了过去 太子那一万两银子 至少先赚到手再说 吃饱了吗 跟你说件事 云阙拦住穷武的去路 五仙子神太平静 一双美目微微弯起来 好似在笑 可看不出什么笑意 有一种诡异的美感 云阙直接开门见山地道 太子想让你跳一场 霓裳雨衣舞 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 穷武的嘴角渐渐勾起 道 当奴才了 怎么说话呢 我是正经八百的太子半毒 东宫行走 什么奴才 云阙不满地道 穷武缓缓点头 道 狗腿子 喂 你吃毒药了是不是 不跳也行 反正你姐姐下个月斩首 你自己想办法吧 云阙说完 转身就走 结果 手臂被穷武一下抓住 你说什么 穷武的声音变得低沉下来 目光透着冷冽 穷英被判死刑 年底行刑 不信的话 你自己去天牢打听打听 云阙道 穷武冷冷地盯着云阙 仿佛要看穿云阙的心思 良久后道 我若给太子跳舞 你能从天牢救他出来 看心情吧 我心情好的话 也许能帮助想点办法 不过 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想多管闲事 云阙道 穷武沉默了一下 道 跟我来 穷武说完走向一侧 绕过南楼离开百花殿 云阙一直跟着对方走出很远 到了一片无人的林间 有话直说 走这么远干嘛 想灭我口的话 现在动手也行 云阙不耐烦地道 怎样你才肯救他 穷武停下脚步 平静地问道 你先给太子跳一场霓裳雨衣武再说 这是麻烦透了 皇帝下的圣旨 捞他出来 我得冒着灭门的风险 云阙没好气得到 虽然家门里就自己老跟一个 自己隔屁就算灭门 但厉害关系 也得提前说好不是 穷武望着云阙凉酒 随后开始解扣子 云阙看得目瞪口呆 你们姐俩怎么都一个毛病 一言不合就脱衣服 穷武掀开裙衣 将自己完全展现在云阙面前 平静地道 救他出来 我把身子给你 云阙张了半天嘴 一时正在原地 他没想到 平日里孤傲如冰的五仙子 居然会用这种方法 来恳求自己 穷武的俏脸上 看不出表情 平静如常 但云阙能看出 对方眼眸的深处 藏着难以掩饰的交集 能让一个女孩子 做到如此地步 可见已经到了绝境 穷武不想让天牢里的姐姐死去 但他没办法营救 只能恳求云阙 不惜一些代价 若是平常 云阙少不得调侃一番 至少要欣赏一阵 可现在这种情况 云阙没那个心情 走过去 将对方的一惊合拢 云阙叹了口气 道 你姐姐算我半个朋友 看他被杀 我不舒服 能救的话 我会尽量帮忙 你先给太子跳了舞再说 穷武文言 用力地点点头 回到百花殿后 穷武匆匆返回南楼 云阙本想着去演武殿转转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 清脆的呼唤 云阙 声音如百灵般悦耳动听 回头一看 穆青瑶正面带微笑 翘生生地站在面前 郡主 云阙诧意道 你怎么过来了 来找你啊 不行吗 穆青瑶偏着头 背着小手微笑道 陪我走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两人在学宫内漫步 说说笑笑 一路行来 云阙至少察觉到 周围有超过百道冷冽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都是途中遇到的男学子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云阙 这短短一段路 已经死掉一百次了 云阙大为感慨 陪着凌云郡主散步 在天气学宫 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两人走到学宫内一处小湖 沿着小桥 来到湖心凉亭 四周空旷 月光洒落湖面 美轮美奂 游子湖 学宫内最美的地方 却很少有人来 可能学子们不愿读私人 想起身为游子 远赴学宫求学的 一路艰辛 思念其远在故乡的家人 沐青瑶呼吸着湖心处 清新微凉的空气 轻盈道 一池连夜荡清粥 十里荷花香满楼 最是湖心明月夜 千丝万缕为君流 云阙四下看了看 夏天的时候 水里应该有荷花 但早已枯萎 只残留着一些干瘪的叶子 你说的不对 应该是 云阙略意沉吟 也装模作样的营道 一池枯叶无清粥 下水捞个大莲藕 上来一瞧没有孔 原来是块破石头 听完云阙的打油尸 沐青瑶笑得直不起腰 一双美眸完成了月眼 手拿出来 沐青瑶收起笑容 很严肃地道 云阙伸出左手 两只手 沐青瑶道 云阙只好伸出两只手 奇怪地问道 做什么 沐青瑶轻轻抿着唇 微红的翘脸上 献出一丝羞涩 道 对线沉默 说完抓住云阙的手腕 将云阙的两只手 突然按在了 自己的心窝之上 云阙正住了 只觉得掌心传来的柔软 令人痴迷 令人沉醉 月夜 胡心亭 两道年轻的影子 此刻仿佛连接在一起 正当云阙流着口水打算 仔细感受 这美好时刻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 哗啦巨响 一尊庞然大物浮出水面 遮住了漫天月色 大静及西之地 十万大山 如铁甲神江般 矗立于此 千万余年 山中蛇虫属已无数 飞禽走兽无穷 栖息着树枝不尽的野兽与妖物 这里是塞外荒芜之地 人烟罕至 被静国视为天然屏障 此刻 在大山深处 一群黑袍人正 站在一片空地边缘 排列成圆形 每个人的脚下 都闪烁着一个光点 一如大地上的一串星环 随着斗转星移 那些光点缓缓蔓延开来 越来越多的光点出现 组成了一座 悬傲阴芬的庞大法镇 在法镇中心 立着半座石碑 古老的石碑早已风化 看不到任何字迹 却一如一颗永恒的星辰般 停留在岁月长河之中 无法被时间消灭 黑夜 到了最深沉的时候 法镇中的所有光点 尽数汇聚在石碑之上 终于照亮了石碑上 那尘封已久的暗淡图案 石碑旁 一名手持墓葬的老者 忽然举起双手 涌唱着古老诡异的骤炎 常人千任 围魂试所 增兵鹅鹅 飞雪千里 一副九首 拔木九千 玄人以息 头之深渊 致命于地 燃之得名 魂息 归来 空旷的天空大风起 无云的天穷惊雷声 地面上组成法镇的 上百名黑袍人 在老者的骤炎结束后 瞬间干瘤 血肉尽湿 成了一具具干瘪的骷髅 骷髅们空荡荡的眼眶 同时遥望着 那半块石碑上 隐约出现的一道淡淡裂痕 裂痕很浅 其中却仿佛蕴含着什么 恐怖的存在 即将降临世间 天骑学宫 湖心亭内 云雀在听到身后 传来水花声的同时 豁然转身 将木青摇护在身后 巨大的黑影 遮住了整个凉亭 云雀与小郡主 尽数被黑暗包裹 在云雀眼前 是一尊猙獰的无灵巨蟒 头顶独角 背身双翅 长须如蛇 一双白眼 好似两个惨白的灯笼般 散发着射人的幽芒 这头巨蟒 紧紧探出头部 便比整个凉亭都要庞大 身躯隐在水下 不知有偿 妖 云雀此刻 无比惊诧 天骑学宫的游子湖内 居然存在着 恐怖的妖物 眼前的巨蟒 单从头部看 有些像龙 但与龙又截然不同 像是一种龙与蛇的混合体 不仅云雀没见过 连博学的沐青瑶 也从未见过如此异兽 最让云雀震惊的是 这么庞大的一头妖物 竟然没有半点妖气存在 甚至连气息都没有 如果不是青眼所见 转过身去的话 以云雀的敏锐感知 都无法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仿佛那不是凶猛异兽 而是异头 只存在于画作中的图案 随着异兽的出现 湖面上狂风四起 平静的游子湖 掀起了十丈高的大浪 云雀与沐青瑶 在狂风中 犹如两颗小草 被吹得衣衫狂摆 云雀最初以为 是自己身上的妖魂 将此兽惊醒 后来发现 好像不是 巨蟒现身后 白色的巨铜 越过凉亭 望向西方 根本没看 湖心亭里的两人 云雀见 暂时没有危险 没敢妄动 而是以询问的目光 望向沐青瑶 沐青瑶此刻的神色 充满震撼 紧紧抓着云雀的手臂 低声道 传说居然是真的 学宫内真有神兽 云雀听得奇怪 小声问道 什么神兽 难道不是外面 跑进来的 沐青瑶解释道 传说圣人当年 建立天祺学宫后 将座骑留在此地 守护学宫 古籍上记载 圣人做其名为藤蛇 为真龙之种 乃是玄武分身 云雀听罢 更为诧异 天祺学宫建立了上千年 神兽藤蛇 一直没露面 偏偏自己今天 正在占便宜的时候 冒了出来 云雀盯着对面的 庞然大雾 咬牙切齿 你个傻蛇 坏我好事 不知是听到了两人 轻声交谈 还是察觉到云雀懊恼的目光 始终望向西方的 庞然大雾 缓缓低下头 将一双白灯笼般的眼珠 盯在了弧心亭内的 两人身上 云雀感受到 自己周围的空气 仿佛凝固了下来 脚下如灌签一般 动不得分喉 画卷般 发丝都不再摆动一下 这一刻 仿佛狐心亭内的时间 与空间尽数停滞 云雀的额头 缓缓滑落一滴冷汗 仍旧感受不到 巨蟒的气息波动 这一点只能说明 对方的境界 已经超出了云雀的感知范围 云雀终于明白了 刚才巨蟒浮出水面后 为何没关注自己 和木青鸟 在巨蟒面前 狐心亭里的 两人就像两只蚂蚁 对巨蟒来说 与普通的两粒灰尘 没有区别 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巨蟒看自己 类似于听到了 两只蚂蚁在说话 从而有些好奇 云雀的猴结 滚动了一下 云雀估计 即便身上的妖魂出来 也未必能打得过 对面这头神兽 若当真是圣人做起 那整个天气城里 也没认识对手 巨蟒盯着云雀 与木青鸟 一时没动 云雀更不敢动 不过他发现了 一个特别之处 巨蟒的白眼 虽然散发幽芒 却没有瞳孔存在 蒙着一层白蚁 应该是瞎的 瞎蛇 云雀开始胡思乱想 瞎蛇这东西 刚才自己还拿过一条来着 该不会 莫老 炼制的小蛇 是从游子湖里抓的吧 转念一想不应该 如果那条小蛇 真是眼前这头 庞然大物的后代 莫老抓的时候 就该被人家一口吞了 正无计可施之际 湖边出现大忌酒的身影 秦蒙缓缓步走上小桥 从河畔到胡心亭 至少上百步的距离 这位大忌酒 脚步根本不快 直走了三步 便抵达凉亭 秦蒙越过云雀与沐青瑶 站在巨蟒面前 随后做出个出人预料的动作 进攻身失联 天骑学宫 第九任大忌酒秦蒙 见过林尊 秦蒙执弟子里 毕恭毕敬 随着秦蒙的失礼 云雀与沐青瑶的身体 也恢复过来 两人学着大忌酒的模样 朝着水里的巨兽失礼 巨蟒缓缓缓抬起头 瞎掉的蛇眼 继续朝向西方 不知在望着什么 云雀回头看了眼身后 什么也没有 水花蹦见 巨蟒沉入了水底 湖面恢复平静 无风无浪 可大忌酒的霉风 始终紧紧锁着 面带一色 你们 来这里做过什么 秦蒙转身 望向两人 什么也没做 云雀和穆青瑶一口同声 连姿势都一样 连连白手 沐青瑶五指平身的白手 云雀则指尖弯曲 好像刚刚抓了什么东西似的 晃得十分可疑 见两个年轻人神色慌张 秦蒙笑了起来 道 没问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 我是问 你们来到湖心亭之后 可曾影响到湖水 或者施展了法术之类 我们散步至此 未曾施法 也没影响湖水 沐青瑶道 对 我们是清白的 云雀义正言辞地道 秦蒙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的望向湖面 大忌酒 刚才那神兽 当真是圣人做起腾蛇吗 沐青瑶好奇地询问道 的确是腾蛇 圣人身边的灵兽 学宫弟子 当尊称弃灵尊 秦蒙道 为什么灵尊会浮出水面 我们好像没吵到他老人家吧 云雀疑惑地道 与你们无关 秦蒙摆了摆手 是一两人随他去岸边 边走边道 腾蛇为上谷一种 有占卜天赋 能预知吉凶祸福 天骑学宫创建千年来 灵尊只出水过两次 冰封千日 枯骨如山 云雀听得惊奇不已 道 腾蛇第三次出水 莫非天下又有大劫 登上河畔 秦蒙轻声一叹 道 腾蛇出水 必是大灾之兆 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 有幸能得见灵尊 哎 不如不见 大忌久有没有办法得知 是什么灾难 若能提前预防 对黎明百姓来说也是好的 木青摇醋眉道 秦蒙摇了摇头 苦笑道 至今为止 尚未有人能与灵尊沟通 郡主心怀天下苍生 有一颗赤诚之心 你们今日得见灵尊 未尝不是一种缘分 也许以后能有机会 得知灵尊的想法 灵尊的眼睛 是谁弄瞎的 云雀问道 不知 为何问起这个 秦蒙望向云雀 随便问问 我就是觉得 灵尊刚才看起来 好像有点生气 云雀道 生气 说说看 你为何觉得 灵尊在生气 秦蒙道 说错了 大忌久可别怪罪 云雀道 秦蒙笑道 圣人云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天祈学宫 装得下世间之不同 但说无妨 云雀点点头 心说圣人真了不起 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 回去得翻书查一查 既然秦蒙让但说无妨 云雀便说出 自己刚才发现的 一个不同之处 墨老曾经教导过 眼通脑 老运神 掩饰神魂之窗 可展现神魂的变化 灵尊虽然瞎了 但眼珠始终存在 我觉得 灵尊刚才的目光 带着一种奇怪的恨意 所以才说 灵尊好像在生气 云雀顿了顿 继续道 学生斩杀过一些妖物 对妖物临死前看 我的目光十分熟悉 那种恨意 与灵尊刚才的目光 有些类似 我猜测会不会是 弄瞎灵尊的家伙出现了 秦蒙听完 眉头锁得更深了几分 道 灵尊因何目盲 没有准确消息流传下来 究竟是天生如此 还是后天造成 恐怕除了圣人之外 无人知晓 这件事先这样吧 说完 大忌久再次看了眼西方 背着手远去 苍老的背影有些勾搂 看起来暮气沉沉 一段悠悠低语 从大忌久口中道出 风寄来 那边任凭吹之 唯心有所细 方可微然不动 云雀与木青瑶站在湖畔 两人也看向西方 除了满天繁星之外 天穷空旷 明月高悬 看不出丝毫灾难降临的征兆 仿佛腾蛇只是寂寞多年 出来透口气 与木青瑶望向天穷的目光不同 云雀倒是看到了点别的东西 一座高塔 丝天剑的冠星台 正好位于云雀的西侧 云雀与木青瑶 远离了游紫湖 走在安静的小境 木青瑶还在刚才的震撼中 难以自拔 云雀反而早已恢复正常 管他腾蛇还是蛟龙 只要不咬我就行 至于天下灾祸 云雀才不在乎 自己神魂里就有个大祸 指不定哪天会爆发 灾祸若起 受罪的还是百姓 天道不安 不知何时天下 才能真正太平 木青瑶忧虑道 灾祸都不知道来不来 你先起人忧天 累不累啊 云雀道 也许是那条大蛇 见我在他的地盘 占了郡主的便宜 他嫉妒 于是冒个头来示威 木青瑶略带忧虑的神色 被云雀一番话 逗得烟消云散 狠狠掐了下云雀的手背 木青瑶嘟起小嘴道 刚才的事 不许跟别人说 下官遵命 肯定守口如瓶 云雀打去道 木青瑶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这种女儿家的小举动 只有在云雀面前她 才能做得出来 平日里绝无仅有 夜已深了 云雀打算送木青瑶回红如店 结果木青瑶要去百花店 我想找你们百花店的商人房时 听说他经常售卖各种法器服录 木青瑶道 还能存钱借钱呢 你想买什么 云雀道 一种特殊的兽牙 需要六阶程度才行 必须致阴致邪 很罕见 不知房时有没有的卖 木青瑶现出为难的神色 好像有什么烦心事 六阶兽牙 用来做什么 云雀奇怪道 木青瑶说出原因 十七年禅圆满之后 需要师尊协助我开启石海 你们舞者叫做破神葬 我们儒家称之为开天门 意思是一样的 唯有如此 我才能真正获得气品修为 天门不开 修为不存 儒家修士 冲击气品格物境的时候 需要准备一份 与自身气息截然相反的材料 取其相克之力 来作为开天门的钥匙 妖物的獠牙 充斥着妖邪气息 正好与如修气息相反 是最好的材料 听闻原由 云雀不以为然的道 兽牙还不简单 等我去妖山的时候 顺便给你带点回来 木青瑶缓缓摇头道 我修炼的十七年禅态特殊 相当于从毫无修为 直接开天门 需要的兽牙 必须置音质协方可奏效 妖山里的妖兽疗牙 大多无用 师尊说 兽牙的事 要我自己想办法 算对我的一次考验 买到也行 抓妖也可 城内的方式我去过 能达到要求的兽牙 根本找不到 年底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不知能不能买得到 云雀知道 木青瑶的十七年禅 必须在年底成功 否则会前功尽弃 于是带着对方找到房石 结果房石手里 也没有木青瑶所需的疗牙 普通程度的六阶兽牙好办 但这音质鞋的类型实在罕见 我手头没有合适的 不过 我家在其他国度的店铺应该有 我可以派人回去问问 至少要等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运过来 不着急的话 你们先留下定金 房石给出了一个期限 木青瑶可等不得两个月 只好做吧 房石建议道 郡主要兽牙 想必是为了儒家开天门 我知道一个地方能得到 而且绝对是至阴 至邪的六阶兽牙 什么地方有 木青瑶期待地问道 妖山之王 白玉蜘蛛的獠牙 房石道 木青瑶听完就泄了气 告辞离开 六阶巅峰妖兽的獠牙 她一个毫无修为的弱女子 如何能拔得下来 白玉蜘蛛的牙 需要几颗才够 云雀道 一颗足矣 你别去冒险 木青瑶神色凝重的道 妖山之王不是白叫的 那只凶兽盘踞 妖山上百年之久 没人能猎杀 你刚当七品证 需要稳固境界 我不许你去冒险 我会想别的办法 云雀活动了一番筋骨 笑道 我又不是正常的七品武夫 六阶妖兽而已 打不过至少我能跑 好多天没动刀了 手痒 太危险了 我怕你出事 木青瑶担忧道 我活着就是一场危险 等好消息吧 不过獠牙到手得给报酬才行 郡主应该知道 我这人无力不起早的 云雀懒洋洋的道 七品武者 想要再上一步 需要耗费巨额赢钱 我给你试驾 再多加五成的报酬 木青瑶好心的道 他知道直接给钱 容易打击到男人的自信 所以用了点小心机 打算在金钱上帮衬云雀 毕竟凌云郡主是不缺钱的 其实木青瑶多虑了 以云雀的脸皮程度 买卖买卖 咱们这么熟了 正常价就行 不过除了银子之外 得多加个报酬 云雀神色古怪的道 多加什么报酬 你说 我都答应 木青瑶天真的道 云雀捏了捏两只手 坏笑道 再来两下 木青瑶一张翘脸 顿时狭飞双鬓 红得像个苹果 坏人 木青瑶瞪了眼云雀 爽快的道 成交 云雀呵呵直笑 本来也打算去妖山猎杀 那只白玉蜘蛛 结果平白多了一份好处 回想起刚才的手感 云雀强忍住流口水的冲动 把木青瑶送回红如店 云雀途经炎武店的时候 正好看到许贤云在授课 于是忙不迭地 换上炎武店学子服 混了进去 这位先生实在脾气古怪 都半夜三更了 居然讲课 做好后 云雀发现自己身上 炎武店的学子服 有点多余了 周围一群炎武店的学子 基本没一个不认得他的 全对他横眉立目 云雀一点不在乎 做得笔直 仔细听讲 今天许贤云讲的是拳法 赤炎拳 讲完后 许贤云亲自示范一次 一拳轰出 竟砸出一片烈焰来 在场的学子 无不惊呼连连 云雀看得如痴如醉 这才是武道强者该有的身手 全正五行 武夫给人的印象 永远是粗鲁莽撞 一言不合拔刀相向 平日里出口成脏 大吼大叫 之所以这种印象 因为大多低阶舞者的确如此 武道最适合那些 没什么天赋的汉子 只要身体不差 再下点苦工 就有机会成为九品武者 而其他派系的修行者 动辄飞天遁地 法术更千门百类 施展出来不仅威力惊人 还美轮美奂 洒水成兵 剑出如虹 其他派系最看不起的 其实并非武夫的战力 而是武者的攻击范围 人家离着远远的扔法术 你们武夫碰不到人家 只能挺着挨打 好似受气的野狗 无能狂吹 再看到许贤云施展 赤炎拳之际 云缺明白了一点 武者 也能用出 无限接近法术的招式 以许贤云砸出的 那片烈焰来看 至少能覆盖 他周围三丈方圆的范围 加上武者矫健的 身法与速度 在对敌之际 这一招赤炎拳 如果施展得当 足以顺杀 十丈内的敌人 尽管算不得多远 但比起刀剑的长度 已经足够惊人了 刀剑的刀气剑气 虽然也能立体攻击敌人 但说到底 仅仅是武者自身的 弃机凝聚 威能远远不及刀剑本身 可赤炎拳不同 那是真正的烈焰 五行之力当中的火灵力 云缺估计许贤云没出全力 毕竟这里是学堂 周围全是学子 许贤云的那一拳 威能应该还会更强 离开炎武殿之后 云缺决定开始修炼赤炎拳法 对战时用不用的上先不说 这招关键能唬人哪 一拳砸出一片火焰 云缺都能说自己是道门修士 唬人的能力 在云缺看来 可比拳法本身的价值高得多 回到西楼 莫老正坐在大厅里喝茶 大半夜的喝茶 也不怕睡不着 云缺赴斐了一句 比起白天睡觉 晚上授课的炎武殿先生 莫老基本白天晚上都不睡 跟个老游诗诗的 天牢里刚死个七品五者 想着您老 应该用得上 就给带回来了 云缺道 看过了 还不错 练制一番 应该能保存八品战力 莫老满意地点点头 道 等练好了 你拿去练手用 多谢莫老 云缺道谢后 随口问了句 莫老能否看出尸体的死因 蛊虫所杀 莫老道 蛊虫 难道不是神魂受损而亡 云缺疑惑道 死因的确类似神魂受损 但不是 莫老品着查道 蛊虫在尸体什么地方 我仔细验过 还切开检查了内脏 毫无发现 云缺道 你才验过几年诗 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而已 莫老哼了声道 蛊虫在死者的脑子里 细如针芒 从头发跟进去的 你能将尸体所有头发 都检查一遍吗 云缺听得十分震惊 并且大为佩服 将还是老的辣 莫老验尸这一手 不服不行 得知复义的真正死因 云缺不由得疑惑不解 蛊虫到底是复义 押入天牢前就被种下 还是在天牢里 被人动得手脚 如果是后者 那么杀人凶手 就在天牢才对 正对上僵伤的说法 而天牢里 云缺知道 有一个人会用蛊虫 阿梅 但阿梅与复义 应该没什么仇怨才对 他没有杀人动机 一时礼不清头绪 云缺不再多想 大睡了一觉 天亮后 准备去行不吃 免费早饭 一出西楼 发现门口围着一群人 围首的图素一看到云缺 顿时大呼道 神人出来了 快来看神人哪 云缺都梦了 回头看了看 大厅里空荡荡 就自己一个人 哪有什么神人 再看揍你们 云缺一声怒吼 围观的学子 呼啦一声散去 原地剩下图素和满身 两人眼睛里闪烁着一种 虔诚之光 看得云缺直恶心 说清楚 谁是神人 云缺掐住图素的脖子质问 你 你啊 图素无比崇拜得到 见云缺瞪起眼睛 图素急忙解释道 消息都传开了 说你昨晚 在游子湖撒了一泡尿 结果把传说中的神兽 给滋了出来 你不是神人是什么 你比我们草原的天神 都要令人敬佩 云缺听得瞠目结舌 把图素掐得脸红脖子粗 喘不上气来 才得知真相 由于藤蛇 没有散发任何气息 学宫内的先生们 并不知情 不过有几名当时 在湖畔附近的学子 看到了灵尊的身躯 于是消息 很快在学宫散播开来 引起一阵轰动 传闻这东西 三人成虎 越传越离谱 先是传闻云缺 在游子湖边 打斗惊扰了神兽 后来演变成云缺 在湖里洗澡 之后传成云缺 在湖里洗脚 再后来越传越邪火 最后变成往湖里撒尿 云缺都听呆了 他没想到 会有一天 自己的传说 也能流传在千年学府 天牢 云缺沉着脸 走进阿梅的牢房 负义 是不是你用蛊虫杀的 云缺沉声问道 阿梅的神态恍惚了一下 现出不解之态 道 我不认得 刚关进来的犯人 我查过了 死于蛊虫 不是我 阿梅摇头道 不承认也行 刑部已经设下计策 引穷武 离开学宫 在外面布下天罗帝王 你妹妹 只要走出学宫一步 便会被缉拿归案 今天你们姐妹 终于能在天牢团聚了 等年底一起问斩 云缺道 阿梅一听神色骤变 哀求道 别让她离开学宫 求求你 求我有什么用 我只是个小小的提心官 天牢死了囚犯 害得我背锅 我现在自身难保 哪有心思管 你们姐妹的烂事 云缺道 是我杀的 人是我杀的 阿梅直接承认道 承认了 你为什么杀副义 云缺问道 我 我恨她 阿梅低着头道 承认就好 副义是皇城校尉 当初抄你家的时候 她没少虐待你们姐妹 是不是这个原因 让你记恨在心 终于等到机会 杀她报仇 云缺道 是 所以 我要杀她 阿梅低着头道 是个屁 云缺伸手掐住阿梅的下颗 将其脸下养了起来 梅好气得道 副义是八山城的守将 跟你家八杆子打不着 你连人都不认得 承认个什么劲 炸你一下就上当 笨得像猪 云缺之所以来诓骗阿梅 是因为副义之死 她只知道阿梅会用骨 但如今一看 阿梅绝非凶手 杀人者另有其人 关心则乱 涉及到亲人的危机 阿梅的反应算作正常 但云缺总觉得 对方的心机 比以往差了太多 骗一下就上当 根本不像以前那个 冷血的阿梅 刑部 到底会不会抓她 阿梅急切地问道 暂时不会 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脑袋都要掉了 还惦记别人 你们家有没有遗产之类 或者值钱的东西 云缺道 做什么 阿梅听得一脸不减 报酬啊 我想点办法 把你弄出天了 你总不能一个 铜板不出吧 云缺解释着 伸出五指道 少说这个数 否则没戏 五百两 阿梅道 五万两 云缺道 一粒物到单 房石那边 售价三万五千两 云缺 可不打算自己出 亲兄弟都得明算账 何况是阿梅了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 阿梅低落下来 垂下俏脸 四万两也能商量 最低不能少于 三万五千两 否则你只能自己等死 云缺道 阿梅不再说话 沉默不语 云缺不耐烦地道 给我个准信 你到底能拿出来多少 阿梅抬起头 显得十分可怜地 竖起一根葱白手指 声音很轻很轻地道 一百两 云缺盯着对方看了好一会儿 叹气道 买棺材够了 阿梅紧紧地抿着唇 低声道 穷家什么也没留下 并无遗产 我没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无钱变作推磨的鬼 我虽然同情 你们姐妹的遭遇 但咱们俩的交情 不值三万两 抱歉啊 告辞 云缺道 我会还你 我发誓 阿梅再如何冷静 此刻也被激发出 心里最后的求生欲 多久能还 如果你还不上呢 欠账这种事 我心里有阴影 云缺道 三年之内 我一定能还上 阿梅道 时间太长 我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过三年 只多一年 三万五千两白银 云缺道 好 阿梅认真地点头道 还不上的话 该怎么办 你总不能空口 白牙就借走 三万多两银子吧 云缺道 若还不上 我把自己递给你 此生做牛做马 绝无怨言 阿梅道 递给我当丫鬟吗 我还得管你吃喝 你知不知道 三万多两银子 能买多少个丫鬟 至少几百个 便宜一点的 能买上千个丫鬟 云缺道 阿梅沉默了稍许 倔强地仰着脸道 上千个 丫鬟加起来 也不如我好看 这下云缺无话可说了 确实 眼前这个是货水级别的 城里那些丫鬟 可比不了 好吧 姑且信你一次 一年还不上 你就归我了 来 花鸭 云缺从怀里 拿出一份卖身器 阿梅接过来看了看 上面子子细细写明了 一年的年限 与归还的银两 如若不还 以身抵押 看完后 又气又恨又无奈 原来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卖身器 只等他按手印呢 他很想撕毁这张可恶的卖身器 可又舍不得 因为这是他能否活下去的唯一奇迹 在天牢里 除了云缺之外 阿梅看不到半点希望 等阿梅按了手印后 云缺将卖身器收好 平白救人 他可不干 想要让云缺干活 必须拿钱来说话 这是云缺一贯的行事作风 放牙前 提前找到侍郎上官宏图告假 得知云缺要参加妖山试炼 上官宏图很痛快地点头答应 并笑着鼓励了几句 学宫学子 前途无量 这是公认的 上官宏图自然也不例外 对云缺的试图十分看好 今晚的学宫 异常热闹 大家都在议论着明天的试炼 更有许多人互相招呼着组队 等明天到了妖山一同行动 学宫里最忙的人 要数房石 房石忙得不可开交 找他买东西的人 排起了长队 路过的时候 云缺发现 房石这边买东西的 已女学子居多 这些女学子 平日里温柔腼腆 但今晚全都浑身杀气 摩拳擦掌 好像明天要上战场似的 为了个养颜单 至于吗 云缺回到西楼 将练师小蛇装好 准备明天戴上 这玩意看着不起眼 没准有用 探个路什么的 还是可以的 可惜眼珠没了 否则效果肯定更好 又将七输送的香囊 贴身收好 以云缺现在的七品战力 加上堪比六阶妖兽的 骨骼强度 动用妖刀的话 斩杀六阶妖物不难 但白玉蜘蛛有剧毒 不好对付 七输的驱毒香囊 必不可少 最好再弄套盔甲之类的东西 云缺暗自嘀咕道 六阶巅峰的蜘蛛类妖兽 自己从未对战过 不能大意 稳妥起见 弄套护身甲咒比较好 去房石那边瞧了眼 排队的族有几百号 估计到半夜 也轮不到自己 云缺没去凑热闹 来到阎武店 找没钱借盔甲 没钱的那套盔甲 从来不离身 尤其护心静 睡觉都带着 云缺看不出那盔甲的等级 但肯定是好东西 没钱得知云缺的来意后 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就俩子 没门 那么小气呢 算我租的行了吧 只租一天 你开个价 云缺道 别说一天 一会儿也不行 那是我家先祖留下来的遗物 谁也不见 没钱一正言辞道 凡事都有商量嘛 我出二百两 行了吧 云缺道 不是钱的事 你家先祖遗物 会往外借吗 没钱怒道 少来 只要价钱合适 你祖宗的骨灰你都能卖 一口价 五百两 云缺道 不用白费口舌 五千两也不见 没钱道 一千两 最后机会 银票在这 一手盔甲一手钱 云缺果然拿出一千两的银票 不过赚得紧紧的 对方真要交易 他直接反悔 傻子才用这么多钱 借一副盔甲 云缺只是在试探而已 有钱你自己去买一套 凌江店就有卖的 别来烦我 没钱不理云缺 钻进书楼消失了身影 云缺将银票收好 低语道 一千两够你拼命一次 居然不要 盔甲里肯定有问题 你个没老六 居然有命令瞒着我 有机会 看我不把你那护心镜挖出来 瞧瞧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既然没钱说凌江店有盔甲卖 云缺顺路去了一趟 凌江店作为学宫十二殿之一 是一处比较特殊的存在 传授锻造 炼器方面的学问 以打造各种武器盔甲而闻名 除了武器盔甲 凌江店还涉及各类建筑 比如皇宫的宫殿 各大城池的城墙 豪门大户的府宅 形态各异的雕像 一些昂贵的家具 甚至锅碗瓢盆 都有所传授 当然不是普通人家用的锅碗 都是些珍贵材料炼成 大户人家才用得起 凌江店的匠人遍布天下 学成者都可扬名一方 成为受人追捧的能工巧匠 一辈子吃喝不愁 据说学宫正门 唯妙唯孝的如胜雕像 就是凌江店的强者所打造 天气学宫范围太大 云缺在前往凌江店的途中 经过一处小水池 搭着小桥 旁边见着两人高的假山 这种古典的景致 在学宫里到处可见 一个三四岁大 杂着双鸭记的小女娃 正坐在水池边打瞌睡 小脑瓜一点一点 晃晃悠悠看起来很危险 容易掉进水里 云缺觉得奇怪 仔细看了看 的确是个小娃娃无遗 学宫里居然有这么大点的娃娃 随后云缺恍然大悟 自语道 这帮学子真不浪费时间 一边求学一边生娃 等娃长大了 还能在学宫里免费听课 好算计啊 云缺出于好心 走过去拎着脖领子 将女娃提起来 放在离水池远些的地方 省得对方掉水里出现意外 小女娃被惊醒 一双大眼睛 忽闪忽闪 小脸红扑扑的 看起来很是招人喜欢 云缺决定好事做到底 温和的道 小妹妹 迷路了吗 你爹娘是什么学店的学子啊 别怕 哥哥带你回家 只收你二两银子的带路费 找到你爹娘 记得让他们拿钱哦 小女娃瞪着大大的眼睛 张着小嘴 一时都听愣了 她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眼前这家伙 肯定穷疯了 我家在铃匠店 小女娃声音清脆的道 你是铃匠店的呀 那正好 我要去买点东西 顺路 跟我走吧 云缺拉着小女娃 走进铃匠店区域 你要买什么 小女娃面无表情的道 买件护身盔甲 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的吗 云缺道 巧了 我家就卖护身盔甲 小女娃道 是吗 到时候让你爹娘给我打个折扣 哥哥这么好心送你回家 你说是吧 云缺道 没问题 肯定给你打个大大的折扣 小女娃表情古怪的道 铃匠店的构造十分奇特 一个宽敞的广场四周 修建着一圈上百个石屋 大小不一 里面大多然找火焰 铁锤落下的响洞 络绎不绝 叮叮当当 很是嘈杂 在小女娃的指认下 云缺走进其中一个最大的石屋 这里灯火通明 如同一座石头宫殿 四周环绕着十余个巨大的火炉 不少学子正在锻造东西 闷头打造 小女娃走进大殿后 周围正锻造的学子们 纷纷停下手里的动作 朝着小女娃躬身失礼 口称先生 云缺正四处观看呢 听到先生俩字 豁然一愣 随后目光茫然地 缓缓望向小女娃 心里蹦出了一个名字 孔气气 灵将殿先生 学宫十二殿的先生 明慧都在册子里 任何学子都可观看 云缺自然早知道 各殿先生的大名 云缺只知道 灵将殿先生孔气气是个女人 可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个女娃 小女娃甩开云缺的手 坐在一张最大的石头椅子上 居高临下冷漠道 我到家了 你想买盔甲是吧 正好我这有一套最适合你 说吧 从一个丢弃无用之物的箱子里 拿出一套破破烂烂的盔甲 这盔甲已经不能叫甲了 应该叫王 大窟窿套着小窟窿 所有布料夹起来 估计连二两都没有 孔气气老神在在地 翘着二郎腿 晃着小脚压道 刚才说好了 给你打个大大的折扣 收你二百两 云缺暗呼倒霉 也不知谁手艺这么厚 能锻造出残刺 到这等程度的玩意 学生刚想起来 我不需要盔甲 这就告辞了 云缺毕恭毕敬地道 说完转身就跑 结果没出两步 轰鸣声大起 石屋门口 落下一层厚重的石门 将通道封死 孔气气抱着肩膀 老气横丘地道 别小看这套金丝甲 以上品材料严精锻造而成 六阶妖兽也扯不断 只是炼制的过程 出了点小意外 变成瑕疵品 我看你很需要这套盔甲 刚才的带路费扣除 你再拿一百九十八两银子 盔甲就是你的了 不买的话 留在铃匠店 劳作一年方可离开 云缺面无表情地 干笑了两声 扯不断有什么用 关键他根本防不住啊 云缺还能说什么 破财消灾呗 谁让自己的一片好心 被人家当作驴肝费了呢 交了银子 这才走出铃匠店 云缺没心情 在找房时询问甲咒 直接返回戏楼睡觉 出师不利 还没去腰山呢 先赔了二百两银子 铃匠店内 小女娃形态的先生 孔七七仰天大笑 掂量着手里的银子得意道 敢跟为二两银子带路费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天底下 没人能占我孔七七的便宜 旁边的一众铃匠店学子 大多张着嘴 一副欲言又止的无奈神态 最后齐齐叹息 这位先生哪都好 就是修炼的功法副作用太大 不仅外表会变成娃娃 好像连心眼也变少了 残破的金丝甲的确没用 但那是珍贵的严金炼制 别看破成那模样 拿出去当做材料卖 也至少几千两银子呢 这下好 不到二百两 让先生给卖了 简直血亏 午夜 月明之计 飘渺楼内 起伏着一种玄傲中 透着莫名诡异的气息 盘坐于葡团的林妙青 秀眉紧锁 精致无瑕的翘脸上 很快 林妙青的脸上 浮现出一种痛苦的神色 紧闭的双眼 豁然睁开 这位女子国师 取出一个瓷瓶 将三里丹药吞服 玉玺尚在皇城 大进国运 却衰退到如此地步 已经压制不住夜火了 林妙青大口呼吸着空气 仿佛刚才经历了一场恶战 两久才好转一些 心魔大劫实在可怕 需要耗费九成修为 才勉强压制 再继续下去 境界恐怕要跌落 林妙青紧促秀眉 神态凝重地自语道 幸好多年前做了一份准备 明日得走一趟妖山 同一时刻 四天见高耸的观星台上 一席轻衣 盘坐于满天星辰之下 一张古老的棋盘 静静地悬浮于吕青面前 棋盘上 是一局残棋 吕青的嘴角 倾着淡淡笑意 缓缓探出手 拾起一枚棋子 将其往前走了一步 落子无声 妖山 原本是一片荒凉之地 位于天气城以北百里外 多年前 此地妖物泛滥 周围村镇经常被妖物袭击 后被天气学宫以大镇封锁 将其当作一处学子们的历练之地 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妖山试炼 妖山不止一座山 由一片山脉构成 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在没有大镇笼罩之前 妖山附近人烟罕至 自从有了大镇 妖山里面的妖物出不来 山脚下逐渐繁华起来 形成了一处小镇 取名为妖山镇 妖山镇里客栈居多 到处能看到小商小贩 而且生意十分不错 经常有皇城里的富家子弟 前来妖山镇关妖 由于大镇存在 山内又妖物繁多 经常能隔着法镇 近距离看到各种妖物 普通人可没有这种关妖的机会 遇到了非死即残 不过在妖山镇却能实现 以至于小镇上的生意愈发兴隆 有不少人直接将妖山镇 称之为关妖镇 尤其到了每年的年底 天气学宫妖山失恋的日子 妖山镇上的客栈早早就被订满 大批游客涌入其中 平常只能关妖 今天将有机会看到 学宫学子们斩妖的英姿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对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来说 绝对不容错过 清晨 妖山镇外霞光万道 数之不尽的各类法器 在半空划出各种颜色的轨迹 从地面看去美如朝霞 有脚踏飞剑的道门修饰 有乘坐非洲的儒家修饰 有盘坐袈裟的佛门修饰 各类法器在此刻争相斗艳 速度奇快 飞行的手段 各派系的修行者均可动用 只要有一件适合腾空的法器 就有机会施展出 令凡人向往的玉空飞行之法 道门有预见之术 儒家有笔墨成风 众多学宫学子们各施手段 都想在今天展现一番自己的修为 即便那些不会飞行法术 又没有飞行法器的学子 也大多各斩其能 有的乘坐傀儡 有的驾驭驯化的妖兽 还有的利用短距离传送法阵 或是千奇百怪的顿法赶路 总之 这次妖山试炼尚未开始 众多学子们就暗暗比拼了起来 谁敢录的速度最快 谁的审法最好 谁的手段最赏心悦目 都是比拼的内容之一 如此难得的景象 令妖山镇内 众多普通人津津乐道 小镇内惊叹声此起彼伏 当好看的飞行队伍过后 妖山镇的地面随之震动起来 第一次来小镇的人 肯定会惊讶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住在这里的百姓 则安稳如常 都知道接下来抵达的 该是那群不会飞的武夫了 宽敞的关道远处 一片黑影快速接近 学宫内数千的武夫学子 吭哧吭哧闷头狂奔 没办法 别的派系都会飞 武夫只能在地面跑 每当妖山试炼 学宫内的武夫 都觉得是一次丢脸时刻 于是狂奔的时候 全都动用契机 速度又快 脚步又沉 远远看去好似千军万马 在发动冲锋 图苏和满身 混迹在队伍当中 每当妖山试炼 他们俩才敢跟着 众多学子出城 别看城门口 就贴着通缉令 但学宫学子一起出城 城门口的守卫 是不敢盘查的 只要穿着学子服 即可畅通无阻 一年才能出城一次 图苏和满身 本该高兴 可这两人此刻 郁闷不已 一边跑一边回头 在队伍最后面 云雀正骑着一匹快马 不紧不慢地跟着 悠哉的模样 好似出城踏青 凭什么你有马可骑 凭什么我们用脚跑 两人郁闷道 谁让你们不是官呢 刑部里的好马多的是 你们也可以去骑一匹 云雀呵呵笑道 一百里路 对武夫来说不算事 但有马总比跑着去的墙 所以云雀早早就去刑部 弄了匹好马 用来逮捕 此时云雀有一种 奇怪的感觉 眼前一片闷头冲锋的武夫 好像一群蛮牛 他自己在最后面骑着马 像得赶牛的 没钱从人群里跑了过来 跟在云雀的马匹旁道 烧我一路 不烧 我的马是祖传的 跟你那生亏甲一样 只能拖着我一个人 谁也别想做 云雀道 没钱气得咬牙切齿道 你个小气鬼 我腿快断了 跑不动 跑不动好办哪 我帮你一把 云雀说着扬起马鞭 朝着没钱抽了下去 没钱一蹦多高 差点摔个跟头 大骂不断 云雀则反唇相机 听得图苏和满身 还以为这二位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一路慢骂中 抵达了腰山脚下 云雀将马匹 留在腰山镇 找了家客栈 给了十个铜钱 让其帮忙照看马匹 行不得马都不错 弄丢了得赔不少银子 小镇外的山脚下 汇聚了上万学子 人头攒动 热闹不已 宋道里站在人群最前方 黑着一张脸 无时无刻都是严肃表情 好像根本不会笑 等时间一到 宋道里咳嗽了一声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腰山试炼正式开始 以一天为限 日落之前必须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众多学子纷纷乘势 随后宋道里 走到大阵前 一掌拍在身前的虚空 轰鸣声骤然出现 在宋道里面前 一道流光凭空浮出 随后扩展开来 形成一处 数丈宽的通道 学子们相继走进法阵当中 大多人都是沉默而行 唯独演武殿的 一群武夫大呼小叫 跟一群凶兽式的往里冲 把其他学殿的学子 都给挤到旁边 看得宋道里直皱眉 走进腰山的那一刻 云雀睁大双眼 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气 眼中是久违的神采 图苏和满身 在旁边看得好奇 也学着云雀使劲吸气 结果什么味道也没有 闻什么呢 花草香气 两人狐疑地问道 妖气 好久没闻到了 云雀唏嘘道 他这话说完 旁边的人都投来古怪的目光 头次见到有人爱闻妖气的 这批好实在奇怪 但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当云雀穿上 从灵匠店买来的金丝甲之后 周围人的目光 从古怪变成了金气 图苏捏了捏金丝甲 满脸疑惑道 你要打鱼去吗 为什么带个鱼网 这是宝甲 你懂什么 没见识 云雀道 我知道 肯定叫鱼网甲 专门捞鱼用的 满身恍然道 我看你们俩像鱼 两条傻鱼 云雀美好气得道 房石就在附近 看到云雀凑了过来道 云师弟这件甲咒很奇特 好像炼制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不过材料实属不错 精纯的严精啊 买卖人说话果然好听 云雀心说 这不是炼制出了问题 这根本是炼费了 严精 值钱吗 云雀问道 当然值钱 一两严精 大约价值三千两白银 云师弟这件甲咒 估计没多少防御效果 如果卖的话 只能单纯当作材料 我可以出五千两回收 房石道 这玩意值五千两 云雀惊讶起来 自己花了不到二百两买的 本以为被坑了 没想到占了天大的便宜 当然 若云师弟觉得不划算 我可以再加二百两 房石道 等我想卖的时候 再找房师兄 云雀客气了一句 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云雀觉得 林江殿的先生孔气气 不仅仁不大 脑子好像也不太够 只觉得 卖给自己个破烂甲咒 却没计算 炼制甲咒的材料钱 如果经常这么算账的话 那林江殿 简直是赚钱的宝地啊 不用干别的 去收破烂就行了 学子们进入大阵后 开始蠢蠢欲动 做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眼前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丛林 树木高耸 远处是起伏的山脉 时而能听到妖雾的吼叫声 远远传来 哗啦啦 林江忽然出现响动 紧接着一头硕大的猛虎冲了出来 这头猛虎高有丈许 身上花纹 犹如金色花朵 凶悍中 透着一种奇异的美感 八截妖兽金花虎 人群中 有人惊呼出声 八截虎类妖兽 可不好对付 八品境界的修行者 需要谨慎应对 连七品修饰 也不能掉以轻心 金花虎看着凶悍 可虎眼中 却浮现着惊慌之色 他刚冲出丛林 身后的地面随之震动起来 一头庞然大雾紧随着出现 硕大的鼻子一拱 就将金花虎撞飞了出去 八截妖虎 哀嚎着跌落远处 摔得不轻 爬起来一蹶一拐 逃进丛林 拱飞金花虎的 是一头体型 更加庞大的野猪腰 浑身灰色长毛 獠牙如长枪般锋利 壮硕的猪鼻子 犹如撞击城门的攻城锤 看着就让人心惊胆战 这头硕大的野猪腰 居然追杀着金花虎 野猪腰发现 面前的一群人类 顿时暴躁起来 口中发出低沉咆哮 后腿不断蹬着地面 随时会发动冲锋 七街妖兽 大家小心 是七街巅峰妖兽汉山猪 这是头猪王 附近肯定有猪腰群 学子当中 有人认出猪腰 一时间惊呼大气 妖山区域 越往深处越危险 外围大多是 九街八街的低等妖兽 七街的很少见 不料 今天大阵刚开 就出现一头 七街巅峰的猪王 一猪二熊三老虎 这句民间谚语 在妖族中也适用 野猪类的妖兽 站立绝对在 虎妖与熊妖之上 极为可怕 不少七品舞者 面对七街猪妖 都会选择避开 汉山猪皮操肉后 很难杀死 又力大无穷 哪怕被猪鼻子撞一下 都有生命危险 除了舞者 其他修炼体系的修饰 直接会被撞死 这一点 从刚才那头金花虎的状态 即可看得出来 一众学子正犹豫着 谁先出手之际 云雀动了 猎妖开始 云雀一声低吼 狂奔而出 直奔汉山猪而去 他这番冲锋的举动 看得所有学子无不佩服 看看人家百花店 真猛啊 一个人就敢独斗七街猪王 我服气了 鲁莽的武夫 猪王那么好对付吗 他这次非得吃个大亏 学子们在议论中 发现云雀的出手方式 十分古怪 到了汉山猪 敬前腾身跃起 一脚踩在猪王脸上 随后第二脚踩在猪王背上 接着人家一跃而下 风一般冲进丛林 消失了踪迹 原地 汉山猪王与一群学子 全都挣住了 都以为云雀要去对付猪王 结果人家只是赶路 很快 猪王清醒过来 将怒火撒在面前的学子身上 咆哮着冲向人群 一时间 众多学子乱成一团 云雀的确在赶路 别的妖兽他没兴趣 想要稳得第一 必须猎杀白玉蜘蛛才行 云雀有自知之明 以他一个人的战力 肯定抵不过那群 对养颜单红了眼的师姐们 一路急行 云雀直奔山脉深处的一座山峰 妖山有地图 标注着白玉蜘蛛的栖息地 就在最高的山峰之内 行径间 云雀大为感慨 难怪叫妖山 丛林里的妖兽是真多 几乎百余杖就能遇到一头 为了节省时间 云雀遇到妖兽直接冲过去 身后聚集起一大片 各行各样的妖兽 猛追不放 足有数百头 抵达最高的山峰后 身后追赶的妖物纷纷停步 好像在惧怕着什么 不敢再追 歇口气 云雀打亮一番眼前的山峰 十分陡峭 高有百丈 如一柄利刃般直插天穷 云雀绕着山峰走了一圈 没看到有洞窟之类的存在 于是开始攀爬 在半山腰一片悬崖处 发现一处山体裂痕 裂痕是横着的 很扁 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去 在山下看不到 好似一张扁平的大嘴 其内昏暗无光 鼻翼动了动 云雀点头道 很重的妖气 就是这里了 随后弯腰钻了进去 越往里走 四周越发狭窄 最后只能侧着身子行径 幸好云雀不胖 换成图苏满身那种壮汗 钻都钻不进去 挤过了狭窄区域后 空间逐渐开阔起来 头顶时而有一束阳光落下 在昏暗的地底 形成一道道细小的光柱 虽然能照亮点四周 却显得更加阴森 光柱从山顶的开裂处而来 这座山峰不知为何会有许多小洞 云雀仔细看了看 头顶的那些小洞 大这儿必粗细 绝非见动 类似长枪贯穿后形成 云雀知道那些小洞的由来 不是长枪所为 而是蜘蛛妖雾的熬枝扎出来的 云雀仰着头 暗自惊讶道 好长的腿啊 能扎穿山腹的长度 至少要十丈开外 由此判断 白玉蜘蛛的熬枝 一直就有十丈长 云雀谨慎起来 腰力运转 左眼扑上一层血色 又将链尸小蛇取出 控制其在前面缓慢爬行 用来探路 如果惊动了白玉蜘蛛 小蛇可以作诱饵 吸引住对方的注意力 随着行径 周围变得愈发昏暗 头顶的光柱逐渐稀少 最后彻底消失 云雀脚步很轻 终于抵达了山体最深之处 有血童加持 四周的黑暗对云雀来说 如同白昼 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是一片宽敞的山腹空间 曾经应该是天然的石窟 后来被蜘蛛妖兽重新挖掘过 当作巢穴 周围石壁上挂满了残碱般的东西 里面都是妖兽 被蛛网层层裹住 是白玉蜘蛛捕猎的食物 其中有的还活着 时而晃动一下 发出圣人的低沉哀嚎 地面凹凸不平 遍布着大小不一的石损 云雀仔细地搜索着 很快发现了一个颇为奇特的东西 在洞窟中心 有一座很大的石墩 漆上摆放着一块水缸大小的白色玉石 晶莹剔透 润泽无瑕 犹如一块天然的极品玉矿 一看便知 价值连城 普通人看到这块硕大的玉石 肯定会生出贪念 将其搬走据为己有 可一旦接近 便会成为那块玉石的食物 因为玉石上呈现出一些其他的东西 合拢的一对熬牙 一双与白玉铜色的眼球 还有那玉石上极为不起眼的一层绒毛 与连接在八个不同方位的漆黑熬枝 云雀一眼看出玉石的真相 白玉蜘蛛的本体 这头猪腰的本体 其实并不算大 但八条熬枝却极长 无声无息的弯曲在四周 好似八根石柱 在黑暗里很难发现 看到白玉蜘蛛的全貌后 云雀皱了皱眉 觉得有点棘手 无需动手 单凭外表 即可衡量出一头妖物真正的战力 绝非体型越大越厉害 反而是越小的妖兽 越难缠 白玉蜘蛛的本体 类似水缸大小 在外面那些妖兽当中 算得上最为小巧 但其爆发出的力量 绝对非同小可 否则也不会被冠以妖山之王的称呼 看来得动用妖刀了 云雀暗暗沉吟着 继续观察地势 这里是战场 是蜘蛛的老巢 云雀必须将地形了解清楚 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动手 正观察的功夫 在云雀藏身处的对面 空间忽然出现波动 紧接着 献出水纹般的一层暗淡光幕 嗯 云雀惊起来 以为自己被白玉蜘蛛发现 随之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很快 云雀发现不对 白玉蜘蛛并没动 好像毫无察觉 很快 那层光幕中 竟走出一道女子的身影 一身道袍 长发束在脑后 装扮简简单单 可容貌美的惊人 一双碱水之眸 清澈如稀 精致的五官浑然天成 美如玉雕 道袍朴素 却难以掩盖那曼妙身姿 女子缓步而行 从光幕中走出 犹如从画卷中走出来的绝色仙子 看到女人的那一刻 云雀错愕不已 这人他认的 一次大朝会结束散朝后 此人姗姗来迟 非但没人怪罪 文武群臣都对其毕恭毕敬 连皇帝英子兽 都对其刻刻气气 以礼相待 国师 云雀在心里嘀咕道 他怎么来腰山了 云雀实在想不通 国师林妙卿 为何会出现在腰山的山腹之内 而且看样子 好像朝着白玉蜘蛛而来 林妙卿的出现 并未惊动白玉蜘蛛 仿佛那道玲珑有致的身姿 只是个虚无的幻影 林妙卿 缓步走到白玉蜘蛛进前 抬起左手 纤细的五指上 起伏着玄傲的气息波动 随着林妙卿的动作 白玉蜘蛛竟缓缓缓飘浮起来 现出了石墩上的两颗白色玉石 那玉石如拳头大小 色泽温润 像极了两块玉玉 但云雀知道 那不是玉玉 而是蜘蛛卵 原来国师此行 是为了此物而来 云雀猜不到 国师取走蜘蛛卵有何种 反正只要不抢走白玉蜘蛛 与自己就无关 云雀躲在暗处 等着国师离开再动手 林妙卿左手悬着 施展法力托起妖兽 右手抓起两枚蜘蛛卵 整个动作清零随意 仿佛那六阶巅峰妖兽 在其面前不过是空气而已 拿起蛛卵后 林妙卿满意地点了点头 刚想放下白玉蜘蛛 忽然她的脸上 生腾起一缕不正常的蕴红 身上的气息也瞬间混乱起来 意外的出现 终于惊醒了白玉蜘蛛 一双硕大的眼珠 在本体上睁开 张开獠牙 凶猛地咬向林妙卿 林妙卿向后飞退 同时单手掐动法掘 施展出法术 将白玉蜘蛛动在原地 云雀在暗处只管看热闹 反正与自己无关 你国师来偷猪卵 结果被发现 大蜘蛛肯定暴怒一场 免不得一场恶斗 云雀打算坐山观虎斗 欲磅相争 最后渔翁得利 只要国师将白玉蜘蛛中窗 然后带着猪卵离开 那自己就省事了 不用动手 白得了妖山第一名 反正国师不是学宫的人 他自然不会去 学宫拆穿自己 正想着美事呢 云雀渐渐发现不对劲了 国师的冰封法术 很快被白玉蜘蛛冲破 随后猪妖喷吐大片猪丝 结成一片硕大的猪网 将林妙卿裹住 林妙卿以法术反击 与白玉蜘蛛斗得不相上下 不对 云雀越看越疑惑 国师可是大晋三驻国之一 修为再低 也不可能低于无品 否则苏红山和白燕 都能成为驻国了 可林妙卿此刻展现出的实力 与六阶巅峰妖兽白玉 蜘蛛相当 类似于六品巅峰 很难达到无品程度 这是什么原因 云雀疑惑不解 难道国师是个唬人的 慌骗了皇帝 转念一想 不大可能 英子受尽皇城的那一晚 吕青就在思天见 如果英子受身边 没有真正的强者 哪能如此轻易登上皇位 穆青瑶曾经猜测 当晚国师与吕青交过手 至少两人见过面 如果是这种程度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让吕青妥协 很快 云雀得到一个猜测 国师绝对是修行强者 但今天不知为何 施展不出全部修为 从林妙卿脸上 并不正常的运红来看 云雀觉得 这位国师的身体 肯定出了问题 有可能走火入魔 或者中了什么歧毒 由此推断下去 国师来盗取蜘蛛卵 很有可能用来疗伤 云雀这边正猜测着 国师的状态 白玉蜘蛛变得愈发暴躁起来 八条熬之中的四条 将本体支撑起来 而另外四条 则疯狂攻击 十余杖长短的熬之 挥动起来霍霍作响 一击即可将山岩崩碎 力道惊人 随着熬之的疯狂扫动 云雀藏身的地方没能幸免 在轰鸣中碎裂开来 这下云雀无处可藏了 他刚想退回通道里 结果被白玉蜘蛛发现 一片猪网袭来 将出口彻底封死 这还不算 白玉蜘蛛将云雀也当作了盗贼 一条熬之豁然砸来 云雀没办法之下 单臂一阵 妖刀浮现而出 一刀迎着熬之斩去 轰鸣大作 云雀的力量已经够可怕了 结果白玉蜘蛛的距离更加恐怖 一击之下 连着妖刀与云雀 全给砸进了岩石里 要不是云雀突破七平 以妖魂熔骨 这一下非得重伤不可 从岩石坑里跳出来之后 云雀狼狈不堪 一身是土 懊恼之下 他开始猛攻猪妖 地底洞窟之内 两人 一妖 陷入了殊死搏杀 地窟内 以白玉蜘蛛所在的石坨为中心 云雀与林妙青 各自在不同的位置遏战 林妙青面对着猪妖本体大部分的攻势 云雀则与一只熬之斗的南分上下 云雀又不傻 自然只展现出七品实力 能抗住六阶巅峰妖兽的一只熬之 已经不错了 杀敌主力 当然得留给国师才行 林妙青看到云雀后 只扫了一眼便移开目光 专心施展法术 应对猪妖 这位国师脸上的 蕴红愈发严重 本体气息也越来越混乱 随之而来的 是法术的威能逐渐变小 自从蜘蛛卵被夺 白玉蜘蛛一直处于狂暴状态 攻势猛烈 喷涂的猪网 将整个地窟全部封死 而且猪网越来越多 将有限的空间快速缩小 等到石窟内 尽数被蛛丝填满 这里将成为真正的死地 云雀发现局面不利 再不拿出战力 自己要跟着倒霉 没办法 云雀动用了妖力 妖刀瞬间扑上血色 云雀身形略动 避开熬枝猛击 一跃而上 踩着熬枝狂奔 几步抵达关节处 一刀斩落 呼 刀锋呼啸 长刀划出一片血光斩下 云雀以斩妖多年的经验 判断出白玉蜘蛛熬之的弱点 就在弯曲的关节 当长刀即将斩中之际 白玉蜘蛛的熬之上 突然浮现出一层白线 那是蛛丝 瞬间将关节处裹住 云雀这一刀 紧紧斩断了蛛丝 熬之丝毫无损 与此同时 一股蛛丝闪电般袭来 云雀脚下一阵 以极快的速度跃起避开 跳落地面 急手 云雀暗暗惊讶 六阶巅峰妖兽果然难缠 尤其这种蜘蛛类的妖物 狡猾不说 几乎没有弱点 刚才那一刀 几乎等同于六品武者全力出手 居然都没伤到妖兽 若是正常的六品武夫 面对白玉蜘蛛 绝对不是对手 对面的国师 变得更加虚弱 刚才还能与白玉蜘蛛 斗得不相上下 此刻 只能勉强防御 节节倒退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就要撑不住了 云雀目光一沉 等国师一旦落败 那么白玉蜘蛛的本体 肯定要全力攻击自己 想到这里 云雀不再犹豫 决定动用刀法 其实 云雀还有个办法 只要放出腰刀里的腰肘 六阶的白玉蜘蛛 未必扛得住 但那样一来 自己的底牌 会被国师得知 云雀现在无法断定 国师究竟自身出了意外 还是故意 伪装成如此模样 在林妙青 那等修行强者面前 自己的隐秘 还是别展现为好 没准会惹来麻烦 云雀抬起左手 横在眉心 摆出了起手势 随后一步踏出 再次跃上 白玉蜘蛛的熬枝 急掠间 云雀的气息变了 如山的煞气 豁然爆起 腰刀之上的血色 浓如漠然 挤不到了熬枝关节处 云雀突然悬身一转 以身体带动刀势 斩出了爆裂的一击 二段 金怪门 这一刀 犹如划出一轮血色的满月 汹涌的煞气 与刀身完美融合 披斩出一剂 蕴含着无尽煞气的狂斩 传闻深山有金怪 有万般变化 可遁土 可饮食 可七术 可容水 行踪飘忽 无处不在 极难斩杀 断刀势的第二势 便是专门为深山金怪所创 二段金怪门 断绝金怪 所有可遁走之门 让其无路可遁 无处可逃 咔嚓 一刀之下 裹着蛛丝的熬之关节处 被硬生生披斩开来 总共八条熬之 断了一条 虽然并不致命 但伤势可不轻 白玉蜘蛛暴怒之下 奋出两条熬之 猛攻云雀 想要扎死这个 胆敢砍断 他一条熬之的人类 云雀这边的重击 令国师压力骤减 云雀本以为林妙青 会积攒力量 与自己配合斩杀猪妖 结果没料到的局面 随之发生 林妙青缓了一口气 抬手打出三张灵符 分别是蜂 雷 火三鼠 形成一圈龙卷 其内火光冲天 看起来威能惊人 白玉蜘蛛的本体 被龙卷风困住 一时正脱不出 随后林妙青 转身朝着虚空连连点动 以双指画出一幅 玄奥的图案 紧接着光运浮现 虚空中开启了一面光门 看到光门出现 云雀立刻知道 国师的打算 人家要逃 云雀眼皮一跳 打到这种地步 猪妖完全狂暴起来 自己刚刚重创了猪妖 结果林妙青要跑 没办法 云雀只能做好准备 独占猪妖 不知是林妙青法力不足 还是白玉蜘蛛 将猪网铺满洞窟的缘由 那道光门 仅仅存在了瞬间 就支离破碎 林妙青一只脚 刚刚踏进去 结果踉跛了一步 险些摔倒 没逃出去 云雀这时终于能确定 国师并非在隐瞒实力 而是虚弱不堪 否则怎能连逃走 都做不到 白玉蜘蛛 很快破开龙卷 疯狂咆哮 林妙青刚才动用的传送法术 几乎耗尽法力 一张精致的翘脸 时而苍白如纸 时而晕红如霞 倒霉的是 他刚刚迈进光门 没在意地面的一个裂缝 本以为自己能一步 传送而去 结果光门破碎 林妙青一脚 陷进地面裂缝当中 左脚被卡住 白玉蜘蛛 发现敌人的破绽 立刻猛攻而来 喷出蛛丝 将林妙青陷住的左脚 牢牢缠在地面 无法挣脱蛛丝 越急着脱困 左脚被缠得越牢 一时间显向还生 若是武夫 以蛮力就机会挣脱出来 换成道门修士 可没这份能耐 云雀在对面看热闹 让你跑 这下跑不掉了吧 林妙青一双美目 豁然望来 清赫道 帮忙 云雀本想让国师 多扔点灵符 消耗些猪妖的力气 一想对方是国师 官比自己大得多 要是不去帮忙 以后会被穿小鞋 云雀只好几步越了过去 以七平五夫之力 撕扯着缠住 林妙青的蛛丝 白玉蜘蛛就在面前 云雀不敢耽搁时间 很快将蛛丝撑开 可林妙青那只脚 不仅被蛛丝缠住 还卡在地面缝隙 一时间抽不出来 云雀看得着急 一把握住对方的脚踝 帮忙往外拽 林妙青感受到脚踝被握住 脸上顿时出现晕红之色 一声阴静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你做什么 林妙青强忍着不适合到 帮你啊 云雀还觉得奇怪呢 我再帮忙没看出来吗 林妙青终于脱困 他连连后退 靠在石壁上大口喘气 身体软弱无骨 连战力都显得艰难 云雀更加不解 刚才还能扔灵符 怎么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不就是抓了你一下脚踝吗 不至于吧 洞窟内尖锐的嘶吼声大作 白玉蜘蛛见猎物脱困 再次扑杀而来 林妙青回头看了眼 发现石壁上有个窝口 强撑着身体逃了进去 云雀这个气啊 你会跑 我也会跑 云雀也跟着钻进窝口 窝口能容一人同行 树杖长短 里面是一个天然的石洞 没有其他入口 白玉蜘蛛的熬之硕大 一时间冲不进来 在洞口外连连嘶吼 暂时安全 云雀看了看四周 道 躲不了太久 这里如果被蜘蛛撕封住 我们只能等死 国士可有办法杀掉猪妖 林妙青盘坐在石洞内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空气 脸色稍微好转 沉生道 白玉蜘蛛的弱点 在双眼之间 你想办法将它困住 我只剩一箭之力 能否成功 只有一次机会 那么大只妖兽 我怎么困得住啊 云雀为难道 林妙青不再言语 闭目休息 见人家不说话 云雀只好自己想办法 困住白玉蜘蛛的办法还没想到 猪妖已经想到办法 冲进来吃人了 白玉蜘蛛将所有熬之收拢 并在一起 类似一条肠尾 本体则挤进了石壁窝口 猪妖的熬之的确碍事 伸展开来数十丈 但本体并不大 正好能通过窝口 猪妖开合着两只熬牙 犹如硕大的剪刀般爬来 云雀集中生智 将身上的破烂金丝甲取下 照着猪妖套去 正好将白玉蜘蛛的脑袋缠住 两只熬牙陷入甲皱上的孔洞 如何挣扎也张不开嘴了 云雀大喜 林将殿先生果然成不起我 这破烂金丝甲 六阶妖兽 当真扯不断 白玉蜘蛛剑撞想要退出去 云雀哪能放过这次良机 以七平五夫之力 拽住甲皱另一端 国师动手 云雀大吼道 林妙青豁然睁眼 单手点出 一柄流转着水纹的长剑随之出现 如一道流星般一闪而过 没入白玉蜘蛛双眼的中心位置 剑光过后 猪妖的脑袋出现个通透的剑洞 白玉蜘蛛咫咫怪叫 疯狂挣扎 绿色的怪血洒满四周 很快跌倒在地 再也不动了 云雀松了口气 对国师的飞剑之力 暗暗震惊 能一件击杀六阶巅峰妖兽的武器 不用问 那把长剑绝对是法宝级别 远非法器可比 猪妖一死 危机随之接触 林妙青耗尽了所有力气 虚弱不堪 气息混乱 云雀也累得不轻 坐在一旁休息 山洞内安静下来 只剩下猪妖血迹低落的滴答轻响 猪妖之血是墨绿色 随着流淌 渐渐浮现出一片暗淡的绿色雾气 很快填满两人所在的山洞 云雀察觉到雾气后立刻屏住气息 提醒道 是猪毒 林妙青根本不在乎 当毒物飘到附近后 他身上随之浮现出一层玄傲的气息 将其完全隔绝 区区六阶之毒 雕虫小技 林妙青正常呼吸着 与其淡然 有着一种强者的独特孤傲 云雀健壮不甘若是 也开口正常呼吸道 的确不咋地 小毒而已 连点味道都没有 说着故意深呼吸两下 因为 察觉到怀里的香囊 完全能屈蔽毒物 云雀才如此放心 七叔给的宝贝 确实好用 林妙青冷漠地瞥了眼云雀 闭上眼不再开口 云雀恢复稍许后 打算问问国师什么时候走 他好把蜘蛛尸体带出去 只要白玉蜘蛛的尸体到手 这次妖山试炼 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 正寻思着 如何询问 才能不透露自己的目的 云雀忽然发现 眼前的绿色毒物里 居然夹杂着一丝丝 奇怪的红色雾气 驱毒香囊 能让绿色毒物无法近身 却挡不住红色的怪物 一张嘴就吸进去一丝 再看林妙青也一样 鼻端正吸进去一丝 奇怪的红雾 怎么会有红雾啊 云雀惊讶到 林妙青此刻感受到了什么 猛然睁眼 当他看到夹杂在绿雾里的 红色雾气后 沉稳的神色 瞬间变得慌乱 惊呼道 银猪禽毒 糟了 禽毒 白玉蜘蛛在产卵之前 用来吸引公蜘蛛的特殊气息 这种毒气十分罕见 平常并不存在 需要产卵的时候 才会在猪妖身上临时生成 只要不是产卵之际 即便白玉蜘蛛死掉 也不会外泄禽毒 因为根本就没有 而妖山里的这只白玉蜘蛛 多年前已经产卵 并始终在孵化 正常情况下 蜘蛛卵没有孵化之前 白玉蜘蛛绝不会再次产卵 也就不会有禽毒生成 林妙青早知道 妖山里的白玉蜘蛛已经产卵 他刚刚拿到两枚蜘蛛卵 料定猪妖绝不会有禽毒存在 所以根本没有防备 结果本该不存在的奇毒 居然在此刻出现 这种毒气 其实很难归类为毒物 因为没有伤人的效果 所以绝大多数的手段都防不住 无论以本体气息隔绝 还是驱毒的香囊 都无效 勤毒一旦被吸入 那么后果只有一个 能让人陷入发情状态 无法自拔 当林妙青感知到自己 中了勤毒 犹如遭遇灭顶之灾 一时间震惊地愣在原地 脸上不满惊恐 云雀没听过这种勤毒 但从名字上大致猜到了用处 来不及多想 云雀只觉得腹中燃起一团烈火 烧得他口干舌燥 连着神志都模糊起来 如此感觉 云雀从未体会过 立刻运转周身气机抵御 不动用气机还好 气机一旦运转 独立发作得更快 云雀的整个身体 仿佛掉进了火炉 气血沸腾 对面的林妙青更加不堪 额头遍布细汗 呼吸急促 一双减水之眸 变得朦朦胧胧 灵气尽湿 狭窄的山洞内 如同有干柴遭遇了烈火 红绿相间的毒物中 两道身影缓慢地靠近 最终纠缠在一起 云雀的眼前 已经变得漆黑 犹如置身于黑暗当中 仅剩的神智 快速顿入石海空间 元神在石海中猛然睁眼 云雀终于恢复清明 但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无法感知到肉身的存在 就像被隔绝了神魂与本体 白玉之珠 实际还有情毒 这下麻烦了 孤男寡女 容易出事啊 云雀察觉到情况不妙 国师肯定身体有问题 否则不该如此轻易中招 如果自己的本体不受控制 占有了国师的身子 等清醒过来 对方还不得找自己拼命 正思索对策之际 妖魂化作女子的身影 出现在面前 天赐良机 妖魂笑得肆意而癫狂 你运气真不错呀弟弟 居然能遇到这等好事 等你夺了那女人的原因 我再吞了她的原神 我们都能变成更强 简直是非来横财 云雀冷眼望着对方 莫然道 消了念头吧 只要我没死 你别想她吃人 妖魂骤然收起笑声 冷冷道 我吞了她 实力能暴增一倍以上 到时候 你会有更强的助力 那女人修炼了上百年 她的原因 对你的五夫之躯 也有极大好处 只要夺到手 便类似于一份内力 始终存在于你身上 将其炼化吸收 可增强你的修为 云雀面带寒意 重复着之前的冷语 除非我死 否则 你别想吃人 这是我的底线 妖魂绝美的俏脸 突然争鸣起来 怒道 愚蠢 你苦苦修炼为了什么 难道你不想变得强大 你不想尽快查清 当年妖独之战的真相了吗 凭你现在这种修为 妖独外面遗留的妖兽 都能将你轻易吞杀 云雀淡然一笑 道 我自己的路 我会自己走 用不着你关心 信不信我现在吞噬你 妖魂从女人的形态 转化为血色狸妖 獠牙毕露 吞呗 反正我死了 你也活不成 大不了同归于尽 云雀无所谓的道 狸妖的大口发出怒吼 随后缓缓合拢 一双血色树瞳 死死盯着云雀 好 你自己的路 你自己走 不让我吞她的元神 你也别想活命 等那女人清醒过来 她绝对不会饶你 误会一场 我会解释清楚 云雀道 呵呵呵 你以为她会听吗 妖魂发出嘲笑的声音 你可知道 那女人是什么修为 她是三品化神境大修士 修的是天一道派 她有心魔大剑 心魔节千奇百怪 各不相同 她的心魔节是夜火 需要度过才能再进一步 解除夜火最方便的办法 是找个男人 但天一道派最注重原样原因 失去原因之身 她的境界将永远停留于此 再难有往前一步的机会 你断了她的修行路 她必杀你泄愤 云雀听罢 心头发沉 没想到国师的境界如此恐怖 居然达到了三品 这种程度的修行强者 几乎不存在心慈手软之辈 自己若吃了大亏 肯定是要报复的 云雀现在 很想掌控自己的身体 趁着还没发生无法挽回的局面 将危机掐断 可认她如何沟通 也感知不到肉身的存在 妖魂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调侃道 傻弟弟 你对真正的修行强者一无所知 到门大修士 境界越高越无情 你不要妄想 与她有过一场露水姻缘 人家就能念旧情儿饶过你 那都是说书的 编出来骗人的故事而已 你占了她的身子 又不毁她的元神 最后死的只能是你 到时候别来喊救命 我才不会管你 云雀想了想 冷峻的脸色 瞬间变成温和 道 姐姐帮帮忙 妖魂吃人的确是云雀的底线 自从老猎人被妖魂吞噬 云雀就发过誓 绝不会再让妖魂吞掉任何活人 妖魂若吞噬掉林妙卿的元神 不知会变得多强 如今这种云雀掌控身体 而妖魂被封印石海的局面 有可能被打破 到时候 云雀很容易失去对肉身的掌控 所以无论如何 云雀都不允许妖魂变强 可林妙卿若当真失去原因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让云雀左右为难 心思电转之际 云雀眼前一亮 两条路我都不选 我走第三条路 盘坐于石海 云雀汇聚所有心神 默默改之 沟通肉身做不到了 无法控制中了禽毒的身体 但还有一件外物 有机会控制 那条链尸小蛇 很快 云雀感受到了链尸的存在 于是动用链尸术 将自己仅剩的神魂力量 附着在小蛇身上 小蛇没了眼睛 看不到周围景物 云雀只能用听力分辨 先从角落里爬出 听了听 沿着一个方向爬去 很快 云雀以蛇身 感知到林妙卿的方位 并成功将其双脚和双手 一并缠住 随后便感受到林妙卿 在不断颤抖 始终晃动着身体 成功了 云雀抹了把并不存在的汗水 只要先压制住林妙卿 自己再想办法回归本体 就能彻底解决这次危机 云雀没敢休息 努力沟通着本体 林妙卿是被压制住了 可自己的身体是自由的 男人这种东西 一旦神志不在 跟野兽没多少区别 很快 云雀渐渐感受到一种 清凉的气息涌动 令他觉得 神魂变得十分安静 心如止水 借着这份悬傲的力量 云雀的神志 逐渐回归本体 睁眼后 云雀看到了 颈尖的月玉卦饰 正闪烁着暗淡 却清明的光韵 光韵中 仿佛呈现出 慕青瑶天真无邪的俏脸 在对着自己微笑 云雀玩耳一笑 抓着月玉低语道 国师虽美 可惜我心有所细 这项链果然划算 又救了我一次 云雀看了看自己的状态 上衣早已不知去了何处 幸好裤子还在 一次危机 至此化解 差点阴沟里翻船 云雀松了口气 随后眉头锁起 自己是个七平五夫 落到如此地步 虽然狼狈 但也说得过去 毕竟境界不高 可国师是三平强者 林妙青怎么也会落到 差点失身的境地 巧合 还是有人在腰山里 动了什么手脚 随后云雀想起一件事 藤蛇出水的那一晚 大忌酒在临走前 曾经说过一句话 风寄来 那便任凭吹之 唯心有所细 方可微然不动 当时云雀觉得 大忌酒是在感慨着 藤蛇出世所预兆的劫难 可自己今天的境遇 却对应了 大忌酒的那句话 唯心有所细 方可微然不动 如果自己无法控制本体 夺了林妙青的原因 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可能就此陷入死劫 难道大忌酒 预料到今天这件事 当时才出言提醒 云雀疑惑不解 实在想不通 只好当作大忌酒的说法 是对藤蛇预兆所发 散去思绪 云雀看向国师 林妙青此刻不着寸履 手脚被练尸小蛇缠住 摆出了一个 无比诱人的姿态 尽管恢复了神智 可看到眼前的景致 云雀差点把持不住 妖孽啊 云雀深吸了几口气 稳住心神 救你 就是救我自己 云雀暗暗嘀咕了一句 伸手摸了一把国师的身体 温润如玉 手感惊人 极品的美誉 也不过如此了 云雀感叹之余 顺便多了摸了几把 危险的便宜不能占 容易没命 但安全的便宜 不占白不占 林妙青又不知道 一个时辰之后 林妙青的身体停止了颤抖 云雀立刻倒在旁边 闭眼装死 很快 林妙青坐起身子 目光中充满了复杂之色 云雀的耳畔 响起稀稀苏苏的穿一声 估摸着林妙青 已经差不多穿戴好 云雀这才睁眼坐了起来 目光茫然道 我怎么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话刚说完 脖子下边多出一柄 流转着水纹的冰冷常见 对面 一身道袍的林妙青 目光如冰 杀气沉沉 国师这是何意 云雀惊讶道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清楚 林妙青冷声道 下官什么也没做呀 云雀义正言辞地解释道 下官刚才陷入一场梦境 梦到自己要与国师 行那苟且之事 下官一直默念着 道祖佛陀如圣 以大义力抗衡着非分之想 最终才压制住邪念 下官不敢说刚正不恶 但绝对是个正人君子 正人君子 林妙青咬着银牙寒声道 若非你那只贤猪手 我本该早能苏醒 摸几下也就罢了 你足足摸了一个石扇 云雀瞪大了眼睛 张着嘴 一脸惊讶 原来人家失去神志 却有感觉存在 这下 尴尬了呀 林妙青此刻又羞又恼 怒意大起 他是堂堂三品化神静强者 修炼百余年 截然一身 纯洁如玉 纵然有夜火大劫 他依然苦手肉身 宁可最后 被大劫焚成灰烬 也不可能去找个男人来破解 这是林妙青的坚持 亦是他修行多年的信念 可今天 多年的坚持与信念 差点被个矛头小子毁掉 林妙青的身体 何曾被外人碰过半个指头 却被云雀看了个便不说 还肆无忌惮地摸了个够 本就耗费全部修为 才能勉强压制的夜火 当才数次险些爆发 想起被陌生男人 触碰身体时的那种异样 林妙青心头的杀意 越来越浓烈 国师的杀气 云雀感知得一清二楚 对付白玉蜘蛛问题不大 可对付一位三品盗门强者 云雀一点机会都没有 于是 云雀不再装傻冲愣 昂首直言道 没错 我是摸了 但我身中气毒身不由己 只动手 没动枪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若国师有所不满 大不了杀我泄愤 我死之后 会去找盗祖他老人家平平礼 问问盗祖 盗门修士 是不是都是些白眼狼 只会恩将仇报 以怨报德 趁便宜的内疚感 这番话看似随口一说 其实云雀动了很深的心机 不管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只要林妙卿原因上在 那自己这边就有脸 盗门修士 十分注重心境 追求念头通达 若林妙卿当真杀掉自己 等同于忘恩负义 这件事必定让其心境出现裂痕 影响之后的修为 毕竟林妙卿刚才毫无反抗能力 说成被自己所救 也不为过 果然 林妙卿眼中冷意不减 但水文般的法宝长剑 却没再往前半寸 始终停留在云雀的脖子下面 过了半场 常见凭空消失 林妙卿冷漠地盯着云雀良久 韩生道 这次作罢 饶你一命 胆敢说出今天之事 你会死无全事 林妙卿说完 以法力开启一道流光之门 下官肯定守口如瓶 不过博士别忘了 今天我算救了你一次 云雀道 有错咱认 但该有的功劳不能不提 林妙卿猛然回头 一张翘脸上便不怒容 道 好 我欠你一条命 下次我要杀你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条命来抵战 说霸凌妙卿下压左掌 将脚下那条链尸 小蛇直接压成了鸡粉 随后这位国师 一步踏入光门 消失了踪迹 云雀终于松了一口气 真正的强者 实在难以相处 尤其是强大的女人 更不好说话 随后云雀的表情 变得古怪起来 自言自语道 账不对啊 你要杀我的时候 才能用来抵战 这是什么糊涂账 不愧是国师 真会算计 云雀决定以后 离着国师远远的 最好永远不见 不过 刚才的手感 是真好啊 云雀开始打扫战场 看了看 碎成渣的链尸小蛇 可惜了 好好的小蛇 成了国师泄粉的工具 白玉蜘蛛已经死透 云雀将缠在 熬牙上的金丝甲 弄了下来 原本全是动的破烂甲 这次坏得更严重 几乎被撕裂 只能当材料卖给防尸了 拔掉仅有的 两颗熬牙 再把白玉蜘蛛 剩下的几条熬之切断 云雀将破烂金丝甲 做成个网兜 带着猪妖本体 离开山腹 此刻即将黄昏 远处时而能看到 滚滚的火光烟尘 那是其他学子 与妖兽搏杀所致 云雀心情大好 别人还在比赛 自己已经夺魁 回去的路上 云雀闲听信步 走得轻松自在 这种感觉 好比考秀惨 先相视秋围 再会视春围 最后电视 层层选拔 十年寒窗只为此刻 别人再埋头答卷 云雀则早早得到了 秀才之名 别人答得再多再好 也于事无补 至多算个第二 六阶巅峰妖兽的尸体 仍旧残留着强大的气息 云雀提着白玉蜘蛛 一路走去 没有任何妖兽感靠近 离开猪妖所在的山峰 云雀直奔出口 行进了不久 脚步一顿 云雀闻到了一种鲜血的气息 不是妖物 而是人 很快 在一棵大树后 云雀发现了一具尸体 血子符已经染红 心窝处破开的大洞 心脏不翼而飞 看血子符上的云纹标志 对方是道山殿的血子 具体修为不得而知 但死的模样实在惨烈 这里距离白玉蜘蛛的老巢 不算太远 属于危险地带 有血子贸然来此 从而身亡 在云雀看来不算稀奇 云雀没动尸体 绕开后远离了此地 血宫试炼 死掉的血子 会有血症来处理 自己若动手翻找东西 容易惹上嫌疑 这种便宜 还是不占为好 妖山之外 已经有大量血子汇聚 交头接耳 有人兴奋地 诉说着自己的收获 有人懊恼 叹息运气不好 没裂到几头妖兽 图苏和满身正抱着肩膀 兴高采烈地站在空地上 好像两个得胜的将军般 趾高气昂 在他们两人的身后 堆积着小山般的妖物尸体 夹起来 足有三十多头 两人以七平五夫战力 斩杀了一天 可谓收获颇丰 其中有一头七阶妖兽的尸体 格外庞大 被堆在最顶端 十分显眼 这些妖兽 都算大汉的 你肯定的第一 满身小声道 不行 容易被拆穿 你就说 里面有你猎杀的两头 图苏眼珠乱转得道 两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觉得 稳得第一了 结果从妖山入口 走出几名炎武殿学子 其中一人的身后 拖着不少于 四十颗妖兽头颅 图苏和满身 看得直了眼睛 气势顿时弱了不少 看来只能的第二了 图苏叹气道 第二 也行啊 奖励很丰厚的 满身开导道 不多时 又有几名神色冷峻的 红炉店女学子 从入口走出 这些女学子身后最少的 都有三四十颗妖兽脑袋 而且 兽手不是浇糊 就是被炸得开裂 简直惨不忍睹 其中最多的 一名女学子 竟带出来 超过五十颗兽手 图苏和满身的气势 彻底消失 两人 刚大的站在妖物尸体前 好像两个门神似的 这下别说第二 前世估计都没写 炎武殿学子当中 传来一声嘲笑 百花殿也想夺魁 简直白日做梦 就凭你们那点 三脚猫的功夫 这辈子也得不到第一 说话的学子 绑大腰圆 只不过两只手 缠着绷带 正是之前 与图苏满身群搂的李谷 李谷伤势没好 没去妖山 始终在外面看热闹 他可记得图苏和满身 脸上的淤青 就是被那两个家伙揍的 现在还没好利索呢 谁说我们百花殿得不到第一 妖山试炼还没结束 你们等着瞧 图苏不甘示弱地反击道 嘴硬有什么用 两个人加起来 才裂到这么点妖兽 我要是没有伤 一个人裂得都比你们多 李谷嘲讽道 立刻有更多的炎武殿学子 跟着嘲笑起来 学宫十二殿 你们百花殿这次试炼 等着垫底吧 实在不行 把你们百花殿 列到的妖物全算上 估计都没我们 炎武殿十个人列得多 正好今天人多 百花殿的给大家 跳场舞助助兴 女的不够 男的跳也成哈哈 百花殿一方的学子们 气得咬牙切齿 都知道 每逢试炼 或者大笔之类的场合 百花殿肯定是最后一名 被人嘲讽在所难免 老学子都习惯了 图苏不愤 回骂道 少来嚣张 你们炎武殿厉害 一百个没干过我们三个 对了 回春殿快被你们包场了吧 炎武殿一方的学子大怒 这件事是他们的肉中刺 提起来就觉得丢人 李谷愤然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 咱们要比 就比今天谁列的妖物多 有种跟我们炎武殿比一场 你们百花殿 要是列到的妖物数量 比我们多 你身后那些 妖兽我一个人全都生吃了 连毛带皮一起吃 好 谁不吃 谁是狗娘养的 图苏骂道 说完发现 满身正死命地拉着他 一脸愁容 图苏恍然大悟 中计了 百花殿这点战力 怎么可能比得过 炎武殿列的妖兽多 两人回头看了看 小山般的妖物尸体 同时咽了下口水 这玩意根本没法吃 李谷得意洋洋的道 别说我们炎武殿欺负人 给你们百花殿的机会 你们要是能得到 试炼第一名 算你们赢 一群炎武殿学子 纷纷起哄 我们炎武殿 要是这才输 我陪着李谷师兄 生吞妖兽 算我一个 两个傻蛋 看他们怎么生吃妖兽 第一肯定是 红如殿和道山殿的 那些师姐们 就凭百花殿一群 花拳绣腿 在梦里也许能得第一 我要看他们 是那头长毛妖元 李谷与一群 炎武殿学子怪笑不断 等着看图苏满身 两人待会儿出丑 这时 云雀从入口处走了出来 身后拖着的破网兜 李谷知道 云雀是他老子的顶头上司 看见云雀立刻闭嘴 没敢嘲笑 不过眼里的不屑之意 谁都看得出来 李谷身旁 一名炎武殿学子可不在乎 讥讽道 哟喝 百花殿最能打得出来了 不怎么样吗 才弄出来一头妖兽 原来是个胆小鬼 连猎妖都不敢 云雀自然听到了 对方的嘲讽 也不说话 将破烂金丝甲撤掉 献出了里面的猪妖本体 刹那间 腰山外宽敞的空地上 上万名学子 变得鸦雀无声 上万双眼睛 直勾勾盯着那 玉石般的猪妖尸体 所有人都沉浸在 巨大的震撼当中 刚才讥讽云雀是 胆小鬼的家伙 直接咬了自己的舌头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人家的确只猎到一只妖兽 却是妖山之王 白玉蜘蛛的出现 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而猎杀了妖山之王的云雀 更是焦点的中心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置信 那是六阶巅峰的妖山之王 盘踞妖山数十年 都没人敢惹的存在 居然被一名七平五妇给宰了 图苏和满身张着大嘴 一脸呆滞 李谷的嘴巴 都能装进去的鹅蛋 眼武殿一方刚才声称 要跟李谷 一起吃妖兽尸体的学子们 此刻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多嘴惹是非啊 人家百花殿 扛出来的白玉蜘蛛 完胜眼武殿 都不用去数 各自猎杀的妖兽数量了 人家百花殿 直接是赢家 图苏最先醒悟过来 跑到云雀镜前 仔细看了看 白玉蜘蛛的尸体 顿时狂笑道 白玉蜘蛛 哈哈 我们百花殿 猎杀了妖山之王 满身指着李谷大喊道 来来来 该你们对线赌约了 我们猎到的妖物不多 也就三十多头 趁热呼 你们赶紧吃了 记住 得连毛带皮一起吞 云雀刚从妖山出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听完屠苏和满身的大吼 也猜到了一二 云雀朝着李谷招了招手 对方哭丧着脸 走到镜前 云 云大人 李谷苦涩地打着招呼 你这孩子太调皮 伤没好利索 不在家里躺着 又来凑热闹 云雀叹了口气 道 你爹在天牢繁忙 没时间管你 我替你爹管管好了 不用多吃 你把那头长毛猿吃了就行 李谷眼泪都下来了 看了眼长毛 不知多少年没洗过的猿猴腰 还没等开吃 他干呕了两下 开始狂吐 在李谷的呕吐声中 一年一度的妖山试炼 就此结束 云雀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名 回去的路上 吴英与云雀同行 云师弟果然厉害 我猜猎了不到二十头妖兽 你居然把白玉蜘蛛干掉了 吴英道 运气而已 差点没回来 下次不能这么鲁莽了 云雀苦笑道 有了白玉蜘蛛 相当于极拼法器到手 记得到时候 选一件衬手的武器 以你的气力 中刀最好 或者护身轻甲野行 关键时刻能救命 吴英提醒道 云雀无奈地点了点头 第一名虽然到手 可法器是换不来了 得要误到丹才行 要不然 穷英非死不可 云雀倍感无奈 朋友这东西 果然越少越好 多一个 就多一份麻烦 如果当初穷英不用那只蛊虫 想要替自己解除婚姻 云雀不可能为对方 做到如今这种地步 云雀就是这样的人 谈不上滴水之人 涌泉相报 但眼睁睁看着穷英被斩首 他于心不安 人活着 就得念头通达 这是云雀为人行事的信条 心疼归心疼 反正怀里揣着卖身器呢 误到丹价值的银两 早晚让穷英还清才行 回到学宫后 等到很晚 也没传来排名的消息 直至午夜 前三名的奖励才下发 第一名是云雀 第二三名 分别是洪如殿 与道山殿的两名女学子 云雀在事务堂领取奖励 选了误到丹 另外两名女学子 各自领取了自己的奖励 只是看云雀的目光充满忧怨 好像云雀抢了他们宝贝似的 领完奖励 在忙着清点此次 妖山之行身亡学子的数量 刚刚清点完毕 总共39人 得知这个数字 云雀大为诧异 历年来 妖山试炼的获奖者 与伤亡情况 都记载在册 百花电书楼里 均可查询 云雀曾经看过 在妖山试炼中 出现的死亡事件 极其少见 不能说没有 大致两三年才会出现一例 而死者多为貌事之人 大意之下被妖兽击杀 或者准备并不充足 就去深处寻找强大妖兽 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 不算罕见 可今年一次死掉了 39名学宫学子 如果数量太过惊人 以至于大忌九 亲自去了趟妖山 将学子的尸体 尽数带回学宫 回到西楼 正遇到莫老从楼上飘下来 云雀打过招呼 想去休息一番 结果被莫老带上 又返回了事务堂 大忌九召集所有先生 去辨认自家学子的尸体 西楼这边没人死 木安根本没去妖山 莫老是被叫去帮忙验尸的 云雀则成了打下手的小徒弟 事务堂内 整整齐齐摆放着39具尸体 有男有女 有的尸体 已经被妖物啃得残破不堪 有的还算完整 瞪着眼睛死不瞑目 仿佛临死前 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云雀站在莫老身后 扫了眼尸体 将目光落在大厅内的 一众先生身上 学宫十二殿 除了百花殿有四位先生之外 其他学殿均只有一位先生 加起来总共十五位 众多先生齐聚一堂的景象 在学宫里难得一见 不过人数不太对 云雀数了下 只有十四位先生在场 缺席的是兵道殿先生 一众先生 各个气宇不凡 形态各异 百花殿的四位 云雀都见过 周无机 齐灵珠 剑平之 莫老 略过这几位 云雀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其余的先生 洪如殿先生 名叫柳亭峰 是位四巡文士 衣装得体 容貌端正 手持与扇 一看就是个学问人 道山殿先生 名叫徐霄 是位古兮老者 一身灰色道袍 精神异异 双目如电 佛心殿先生 会心禅师 是个中年的胖和尚 一颗大光头 生着一副笑面 像极了弥勒佛 延武殿先生 许贤云 云雀见过多次 这位白天睡大觉 迷迷糊糊 棍子来了也不知道躲 晚上可精神得很 瞪着眼睛望着尸体 好像很生气 临将殿先生 孔气气 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 一身酒气 不知 这位嗜酒如命 还是调配什么药方所致 玉兽殿先生 只有个疯字 人称风先生 戴着一张铁脸面具 看不出容貌 十分神秘 仙丹殿先生薛子怡 被誉为学功十美之一 一袭水色长裙 如林家姐姐般 温柔美丽 傀儡殿先生名叫蜜合 此人最为怪异 虽是人形 身体却好似完全由沙土组成 根本不像个活人 林职殿先生 叫做尤正天 是位中年修士 容貌普普通通 但一字眉格外显眼 云雀这边观察着 诸位先生之际 大忌酒 勤蒙沉声开口道 此次妖山试炼 共有三十九名学子身亡 是我学功之不幸 诸位辨认一番死者身份 事务堂会记录在册 并通知死者家眷 前来认领遗骸 大忌酒刚说完 傀儡殿先生密合出言道 没有我傀儡殿的学子 告辞 声音沙哑低沉 好似金属摩擦发出了响动 说完 密合的身体 无声无息坍塌开来 洒落成一滩沙土 云雀暗暗惊奇 傀儡殿先生 来的不是本体 而是傀儡分身 随后一众先生 各自辨认出自己学殿的学子 除了佛心殿与仙丹殿 并无学子亡固 其他学殿都有学子 死于妖山试炼 等先生们认完尸体 勤蒙道 一次试炼 三十九人身亡 从无先例 此事颇为诡异 莫老对验尸一道造诣额颇高 有劳你验证一番学子的死因 莫老点点头 开始验尸 云雀在旁边帮忙 很快 所有尸体验过一遍 莫老沉声道 伤势相同 心脉均被掏走 是妖物所杀 一击毙命 莫老给出了个结果 淘心的妖 许贤云冷声道 能一次击杀三十九名 不同学殿的学子 妖山里 核实出了此等凶兽 洪如殿先生柳亭峰 摇了摇雨扇 开口道 妖山之兽 大多心智低下 此事蹊跷 孔七七打着哈欠道 谁说妖山里 都是些愚蠢妖兽 那头白玉蜘蛛 就足够狡猾 肯定是大蜘蛛爬出来杀人 早点抓起来 给我打造成材料多好 说过多少次 偏偏没人听 孔七七一开口 立刻没人搭查 可能都觉得 孔七七是个小孩子心智 不想搭理他 秦蒙看了眼云雀 道 云雀 你猎杀白玉蜘蛛之际 此妖在什么地方 闻听此言 一众先生纷纷朝着云雀 头来诧异之色 这些先生 对妖山试炼的结果 大多不感兴趣 尚不知道 谁得了第一名 每年一度的妖山试炼 对学子来说 是一次热闹的竞赛 但对于先生来说 只是学子们的一次小小考核 即便拿到第一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都是些低阶妖兽 可白玉蜘蛛不同 那是六阶巅峰的 虫类妖兽 极其难缠 孔七七也不困了 瞪着一双大眼睛 盯着云雀 小脸上满是惊奇 在山腹深处 学生进山后直奔山腹 与那猪妖恶战半天之久 能将其猎杀 实属运气 云雀道 确定了妖山之王 始终在山腹 秦蒙将白玉蜘蛛就此排除 妖山续暗的真相 变得扑朔迷离 会不会妖山里 运化出新的强大妖兽 东楼先生周无极道 秦蒙摇了摇头 道 我已经去了趟妖山 赶知过山内所有妖物 其中并无六阶以上的存在 周无极皱眉道 这就奇怪了 若是七阶妖兽 不大可能连杀三十多名学子 而且还专门掏心 到底是什么妖兽 仙丹殿先生薛紫怡 声音温柔地开口道 也许是外来之妖 潜入妖山行凶害人 道山殿先生徐霄泽摇头道 妖山之法阵 是我道山殿所设立 隔绝六阶妖兽轻而易举 运转多年 从不曾出现差错 除非五阶以上的妖兽 才有可能穿过法阵 但五阶妖兽若出现 死的绝不会 只有几十人 始终站在一旁的宋道里道 妖山试炼整个过程 我始终在山外驻守 并未发现 强大妖物出没的迹象 几次推测 相继被否定 一时间先生们也想不出 到底是何种妖兽杀人 勤蒙沉默良久 望向角落里的一位先生 道 剑先生的神道玄傲莫测 能否换来王者之魂 复原凶案当时的经过 剑平之站在最远处 始终站的笔直 略微垂着头 看似在聆听着众人的分析 显得十分恭敬 好似个学子一般 然而 大忌久说完 剑平之依旧保持着姿态 一动不动 云缺就在剑平之旁边站着 都不用看 只听呼噜声都知道 这位早就睡着了 大厅里的众位先生 纷纷尴尬不已 有人苦笑 有人叹息 有人摇头 有人不屑 大家对这位新来的先生 并不了解 也并不看好 大忌久再次开口道 剑先生 呼噜呼噜 剑平之睡得正香 云缺满腹无奈 百花殿学子 平日里就在学宫殿底 经常被别的学子看不起 这下好 不仅别的学子 看不起百花殿学子 连别的学殿先生 都要看不起百花殿的先生了 天亮了 开饭了 云缺在剑平之耳边 低声喊了句 早饭吃什么 剑平之立刻苏醒 睁开眼睛 发现在事务堂 立刻尴尬了一下 不过 这位脸皮够厚 好整以侠地站在原地 献出一副沉思表情 让人觉得 他在思索案情 大忌酒神色不变 重新将之前的提议道出 行 没问题 剑平之满口答应下来 道 不知大忌酒 想要召谁的亡魂 召魂知道耗费神力 一天之内 我只能动用一次 秦蒙看了眼满地尸体 选了一名八品境界的武者 选武者 是因为武夫的身体 最为强悍 最耐打 哪怕被击杀的时候 也比其他派系修行者 坚持的时间长 最有可能得到凶手的线索 剑平之让云雀帮忙 两人一起将其他尸体挪开 摆到角落 大厅中心 只剩下那具武者学子的尸体 随后剑平之围着尸体走了三圈 脚步沉重 最后站在尸体头顶的方位 我要施法了 诸位切莫散发气息 容易影响死者亡魂 剑平之说完 一众先生各自收敛气息 大厅里变得安静起来 云雀站在远处 好奇着剑平之 接下来要如何召唤亡魂 招魂弄鬼 这种本事虽然不常见 但绝非没有 尤其巫谷一道 巫修高手能炼化旁人的元神 当作武器 就像大石村那些养鬼的村民 能借助红莲法台 留住亲人的魂魄 形成鬼物 魂鬼这种东西 煞气一冲即可覆灭 云雀经常遭遇 没觉得多稀奇 更想不通 剑平之急便换来死者亡魂 又要如何让魂魄开口 剑平之神色变得无比凝重 盯着眼前的尸体 缓缓抬手 握住了背后的剑柄 他整天背着一把剑 从没亮出来过 很是神秘 不知是什么品贱 众人都以为 剑平之要拔剑施法 结果这位将剑鞘 整个摘了下来 走到角落放好 又走了回来 待会儿亡魂附体 别把剑弄坏了 剑平之还特意解释了一句 把一群先生给气得不轻 你放剑就放剑 弄得好像要施展 什么经典法术似的 逗我们玩呢 云雀的眼皮跳了跳 这位要不是先生 云雀很想过去给他一脚 重新回到尸体前 剑平之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左手掐腰 身体往左倾斜 右手举至头顶 伸展了三次 然后右手掐腰 身体往右倾斜 左手举至头顶 伸展了三次 一众先生看得疑惑不解 都看不出剑平之 这是什么奇鬼的法门 施法前的准备 活动一下身体 剑平之又解释了一句 这下云雀能确定 在场的先生当中 肯定有一多半 都和自己一个心思 很想冲过去 踹剑平之脊脚 孔七七瞪着大眼睛 一脸怒气 狠狠捏着两个小拳头 估计剑平之再不施法 这位凌江殿先生 就要动手揍人了 剑平之活动完身体后 再次做出个 令人费解的举动 他蹲在尸体旁边 开始按尸体的肩膀 按完肩膀按手脚 差不多把尸体按了个遍 一边按 一边低声嘀咕 活络筋骨 神魂舒泰 射你亡魂 实属无奈 黄泉有路你先走 若有怨念别回头 天还没亮 我还想睡个回笼觉呢 嘎吱嘎吱 云雀已经听到 孔七七咬牙切齿的响动了 云雀心里也在犯嘀咕 这个剑平之 该不会没什么能耐吧 怎么看起来 像急了那些骗人的神魂呢 剑平之站起身 闭上眼 开始念念有词 嘀嘀咕咕 听不清说些什么 云雀察觉到大厅内的气温 逐渐转冷 阴气大气 一众先生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剑平之身上 这时 剑平之的身体 忽然抽筋一样颤抖起来 翻着白眼 好像癫痫发作 跌倒在地 云雀正奇怪着 这位又出什么幺蛾子 只见剑平之 挣扎着往后躲避 同时口中发出陌生的声音 别 别过来 别过来 剑平之一个劲地往后躲 眼睛里没有黑眼人 一片惨白 看起来无比诡异 就像对面有个无形的东西 正在朝着 他缓缓逼近 怪物 怪物 啊 剑平之发出一声惨叫 趴在地上不动了 大厅里鸦雀无声 剑平之的古怪举动 另一众先生纷纷皱眉 大忌酒一语不发 始终沉默着 云雀仔细感受了一下 周围的阴气已经逐渐退去 很快消失殆尽 神道 云雀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从剑平之的表现来看 所谓的神道 不就是跳大神吗 让死者 的魂魄上自己的身 从而给家眷留下最后的遗言 这种骗局 云雀五岁那年 还和没钱一起用过 转过年六岁的时候就不用了 因为上当的越来越少 得换个新办法才行 云雀很想大笑两声 这种神道 我五岁就会了 而且 演得比剑平之还像 过了不久 剑平之眼白恢复 从地上爬了起来 气喘吁吁 好似刚才耗费了很大气力似的 在下不负众望 终于查清妖山续暗的真凶 剑平之神色沉重的道 凶手 是个怪物 秦蒙问道 剑先生 可看得到那怪物的真相 这个看不到 展现出他临死时候的状态 至于他临死时经历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需要更加高深境界的神道造诣才行 我现在还达不到那等境界 剑平之一张大脸不红不白的道 云雀在旁边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如果自己是大忌酒 这时候 肯定掀一顿老拳招呼过去 秦蒙缓缓汉手 语气平和的道 剑先生辛苦了 剑平之急忙白手 大气道 为了学公千年的名誉 为了惨死学子的冤情 辛苦我一人算得了什么 身为学公先生 首先要明误天下大义 唯有一身正气 方可为人师表 这番说辞 令两侧的石余卫先生 纷纷呆滞 目光茫然 洪如殿先生柳亭峰手里的雨扇 没拿稳 缓缓落地 云雀都听呆了 看了看旁边一脸正义的剑平之 云雀在心里 生起了一份古怪的敬佩 人的脸皮 云雀认为总共分为三种 一种是脸皮厚的 这种人活得轻松 可谓脸皮厚吃个够 第二种是脸皮厚如城墙的 这种人不多 但活得最为潇洒 什么自尊 什么脸齿统统抛弃 有便宜就占 小孩的糖也偏 第三种是不要脸的 云雀就是这种人 直接把脸皮扔了 脸皮再厚又能如何 我脸都不要 谁怕谁 云雀始终认为在脸皮这方面 自己做到了极致 但今天看到剑平之的所作所为后 云雀发现自己错了 脸皮论 还有第四种 堪称终极状态 那就是 自从生出来 直接就没有脸 云雀直勾勾看着旁边的剑平之 心里敬佩道 果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我充其量不要脸而已 你压得 根本就天生没有脸啊 南楼先生麒麟珠 美目一瞪 道 大忌酒 我有个建议 能不能把百花店北楼 搬到学宫外面去 只要大忌酒同意 我亲自动手 肯定让北楼完完整整的 挪出学宫 在场的先生们都听得出来 麒麟珠说的挪字 其实很想用滚字 剑平之听得不对滋味 昂首傲然道 北楼怎么了 现在北楼没有学子 不代表以后也没有学子 我敢打赌 今年北楼肯定有学子 来求学 云雀在心里付匪 除非学宫里有傻子 否则你这辈子 招不来半个学生 眼见两位先生要争执起来 秦蒙苦笑道 其实剑先生 是有真才实学的 这一点 我可以作证 大忌酒发话 麒麟珠哼了声不再多说 孔气气则哼了好几声 显得大为不屑 一张娃娃脸 写满了笔一两个字 周无机背着手 皱眉道 妖山死掉的学子 会不会与藤蛇有关 藤蛇两个字 触动了在场所有先生的神经 众人神色微变 纷纷望向大忌酒 藤蛇若离开游子湖 我会第一时间察觉 秦蒙轻叹一声 道 妖山之事 事务堂会继续追查 直至挖出杀人的怪物为止 劳烦诸位深夜来此 实在抱歉 大家可以回去了 秦蒙说吧 朝着众人拱了拱手 一众先生 立刻纷纷拱手还礼 大忌酒虽然不是先生 但地位与声望 远在所有先生之上 先生们陆续离开事务堂 云雀却被大忌酒留了下来 大忌酒 有何吩咐 云雀不解地问道 云落的学子 事务堂已经派人通知其家眷来收尸 你是刑部之人 交接尸体的时候 帮忙清点一二 好让尸体能顺利运走 秦蒙道 云雀一听就明白了 点头答应下来 学宫不受大经律法管辖 但学宫里死了人 尸体是要运走的 如果不通知刑部 这么多具尸体出现在街上 容易引起骚乱不说 寻接的军兵也会盘问 到时候免不了一番麻烦 正好云雀是刑部的人 有他在 处理尸体就方便多了 事务堂的办事速度极快 这时已经有死者家眷赶来 等在学宫门口 云雀与处理此事的宋道理一起 在学宫外交接尸体 死者家眷看到尸体 无不痛哭失声 甚至大喊大闹 想要质问学宫的 也大有人在 宋道理别看平时是黑面虎 所有学子都怕他 但面对死者家眷 宋道理的脸怎么也飞不起来 只能一个劲地安慰规劝 有个老玉大哭着上来 抓闹他这位学生 面对凡人老玉 宋道理无法还手 一身长袍 被抓坏了好几处 狼狈不堪 幸好云雀在场 刑部的官位一拿出来 没人还敢闹事 随着前来收拾的家眷越来越多 云雀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 学宫门外 凭着一排车马 全是私人辅宅的车马 大多做工不菲 价值连城 这些马车 绝非普通百姓能拥有的 至少得是大户人家 来收拾的人群当中 云雀看到了不少熟面孔 都在当朝为官 等尸体尽数被领走 天已经快亮了 宋道理紧锁眉头 站在学宫空旷的大门前 沉沉叹息道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世间凄苦莫过于此 叹息过后 宋道理看向忙活了半小的云雀 神色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他之前只认为 云雀是个顽固子弟 与阎武殿的那群武夫一样 只会成天打架惹事 但今天 宋道理对云雀改变了印象 别看人家年纪不大 处理起事情来紧紧有条 该安慰的时候 好心安慰家眷 该用官威的时候 毫不犹豫动用官威震慑 如果今天没有云雀在场 他宋道理 这身衣服别想要了 没准脸上都得多出几条血印子 张了张嘴 宋道理不知该说什么好 最后生疏的倒出四个字 辛苦你了 宋道理是个严肃的人 更是个死板的人 形式作风 完全遵循着圣人之言 甚至可以说迂腐 不尽人情 凡是只讲道理 有道理就是对 没道理就是错 没有第三种答案 他这辈子 几乎没笑过 也没说过委婉之词 对人道谢的次数 寥寥无几 如今能说出辛苦二字 若被旁人听到 非得震惊不可 云雀拱手道 分内之事 学生该做的 宋道理点了点头 返回事务堂 妖山血案发生后 学宫里流传起一种说法 腾蛇献世 大灾之兆 妖山血案仅仅是开始 还会有更加可怕的灾难来临 很多学子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一时间 整个学宫变得人心惶惶 云雀也相信这个说法 千年来 腾蛇献世过两次 的确有过两次劫难来临 而且 腾蛇是圣人做奇 又能预知灾祸 一旦出水 必定预示着 会有灾难降临 但云雀觉得 腾蛇预示的灾祸 与妖山血案应该无关 由于尸体身份 是云雀一手记录在册的 他了解39名死者的全部身份 让云雀颇为惊奇的是 死掉的39名学子 虽然在不同学殿 却有一个共同点 全是官患子弟 那39名死者的家里 都有家人在当朝为官 这一点 让云雀大为不解 即便妖山混进了一头可怕的怪物 也应该胡乱杀人才对 难道那怪物在杀人之前 还会调查一下目标的家庭背景 只选官患子弟下手 学宫里的确有一些官患子弟 家住在皇城的大有人在 但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绝大多数学子来自天南海北 如果说是巧合的话 那也太巧了一点 以云雀估计 去妖山的学子大约万余人 其中官患子弟多说三四百个 就算翻一倍 也不足总人数的一成 连杀39人 又全是官患子弟 这种概率并非没有 但小得微乎其微 掏心的未必是怪物 也有可能是人 云雀在巫舍内暗暗自语 妖山血案 让云雀联想到了皇宫凶杀案 虽然手法不一样 却能伪装成妖物杀人 或许别人做不到 云雀就能 也就是说 妖物者可以办到 好困 云雀打了个哈欠 散去思绪 皇宫凶杀案有皇帝馆 妖山血案有学宫馆 自己一届小小提心官 管个天牢就够了 已经清晨 云雀动身赶往行步 到了天牢后 始终哈欠连天 天牢里没什么事 云雀打算睡一会儿 黎主苦着脸寻了过来 大人 穷英这两天气色不大好 我看他今天早饭都没吃 好像病了 要不要找郎中瞧瞧 黎树道 过阵子就砍头了 不病死就行 不用管他 云雀道 看似无情 实则云雀是在提前避嫌 如果表现得太关心的样子 等救出穷英之后 没准会被怀疑 黎树为难了起来 知无道 大人哪 穷英身体不太好 前阵子刚大病过一场 应该没好利索 这要行刑之前 病死在天牢 武者的肉身气血充盈 轻易不会病死 不过从黎树的话语间 云雀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穷英之前胜过大病 什么时候的事 云雀道 大概半个月前 就是大人刚逃狱 啊不对 是大人刚去学宫之后 没几天的时候 黎树道 他得了什么病 云雀道 气血蒸腾的暴毙之症 当时差点没死在天牢 我亲自带人 将他送去城里的大医馆 这才救了过来 当时把我吓得不轻 黎树后怕的道 云雀听罢 困意全无 追问道 穷英离开过天牢 有多少人跟着他 当时可有异样 带了十个人呢 都是有修为的武者 看病过程一切正常 只是后来下官有些困倦 打了会瞌睡 黎树尴尬地道 云雀微微眯起眼 沉默良久 道 等他快病死了再说 不用管了 黎树走后 云雀暗暗咬了咬牙 他终于明白 为何阿梅最近不对劲了 因为根本不是本人 独自来到阿梅的牢房后 云雀看到了卷缩在角落的女人 脸色苍白 尽管美丽依旧 却难掩憔悴 胃口不好是吗 活动活动筋骨就好了 云雀面带笑意地道 今天心情不错 找你过个招 拿出你七品五者的权利来 说吧一拳轰出 直奔阿梅的面门砸去 这一拳带着风声 快若奔雷 瞬间到了境前 阿梅愣正着 一时忘记还手 弹口微张 眼睁睁看着拳头砸来 云雀的重拳 并未砸在阿梅身上 堪堪停在了阿梅的鼻尖处 拳风将阿梅的秀发吹得狂摆 他下意识地闭紧眼睛 好似受惊的小鹿 云雀缓缓缓收回手 这次试探 是最后的证明 由此 云雀已经能确定 眼前的女人 根本不是穷英 好一招偷梁换住 天牢苦寒之地 不知五仙子住得可还顺心 云雀语气淡漠地道 不 我不是穷武 我是穷英 阿梅的眸光慌乱了起来 是吗 既然你是穷英 把之前我送你的银钉 拿出来 云雀冷漠道 阿梅张了张嘴 不再吭声 他拿不出来 因为他不是阿梅 而是与姐姐调换了身份的五仙子 云雀的目光始终冷漠 从怀里取出那张卖身器 缓缓撕碎 阿梅曾经想用蛊虫 帮我清除魂咒 勉强算我半个朋友 而你 不算 扔下手里的碎纸片 云雀起身朝外走去 在门口停住脚步 道 你的生死大劫 与我无关 云雀走后 穷武浑身无力地瘫倒下去 眼眸里最后的灵动随之消失 他只能等死 别无他法 回去后 云雀睡了一觉 下午才醒 对于穷武的生死 云雀决定不再多管闲事 因为对方不是阿梅 好看归好看 但悟到丹的价值 更高 云雀又不是那些富家公子 能为了漂亮女人豪至千金 这叫及时止损 如果是阿梅 云雀还能看在那只蛊虫的份上 帮忙想办法 但五仙子的话 本就没什么交集 更没什么交情 云雀不可能动用 价值三万五千两的误导单 拒救一个与自己 没什么关系的漂亮女人 睡醒后 云雀想到了一件事 既然学宫里的才是阿梅 那么妖山血案里死掉的学子 有可能是阿梅所杀 阿梅不仅有欺品武者修为 还会污修手段 足以制造出妖兽杀人的假象 最关键的一点 是阿梅有足够的动机 咽死天门事件 穷家成了弃子 被皇帝舍弃 穷家姐妹最恨的 就是皇帝与百官 阿梅有足够的动机 在妖山试炼中 杀掉一些官宦子弟来泄愤 而且 阿梅对人命绝对不会在意 在天牢里 不知杀了多少人 阿梅之所以能动用蛊虫相助 也是在云雀先给出了银钉之后 之前石头在墙壁上挖洞 云雀看了隔壁之后 那条蜈蚣肯定也是阿梅放出来的 云雀很清楚 阿梅是个与自己类似的人 冷血 无情 但有自己的底线 对自己好的人 肯定不会加害 但欺负自己的人 那便随手可杀 凶手到底是不是你呢 穷英 傍晚回到学宫后 云雀直接去南楼找到穷英 两人来到僻静的林间后 云雀开门见山地道 你妹妹下个月行刑 你自己想办法 恕我无能为力 不是说好了帮忙吗 穷英促起眉 语气焦急而不解 如果是你在天牢 我的确会帮忙 但你妹妹与我无关 你竟然能偷梁换柱逃出天牢 自己想办法好了 你们姐妹俩不是很厉害吗 骗得我团团转 云雀道 我没想过骗你 你又没问过我 如果你问了 我会如实告诉你一切 小五不了解你 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泄露我们的命名 我在世上只有这么一个亲人 不计一切代价我也会救她 穷英真诚的道 不错了 你至少还有个亲人 我连个家人都没有 云雀懊恼道 我现在对你们姐妹的命名没兴趣 也不想多管闲事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再送到天牢给你妹妹吃 让她假死逃生 穷英没说话 静静地望着云雀凉久 你去妖山猎杀白玉蜘蛛 原来是想换物到丹 救我一命 穷英忽然展颜而笑 笑容绝美 道 在天牢里 很多人送我东西 有人送我梅花 有人送我食物 有人送我银两 都是些取悦我的东西 唯独你 送给我一枚保命的银钉 那只石镜骨 我炼制了快两年才成功 就当还你银钉的勤奋 云雀摊手道 好啊 如此一来 我们两不向前 大家各安天命 各走各路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好处的事 你肯定不会做 穷英养着俏脸 道 只要你就出穷武 我给你个足够的好处 你们姐妹俩穷得叮当响 能拿得出什么好处 云雀狐一道 救我妹妹出来 我们姐妹一起嫁给你 穷英斩钉截铁地道 云雀听得瞠目结舌 太草率了吧 买一赠衣啊 取一对容貌绝世的姐妹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份难以抗拒的诱惑 云雀也一样 毕竟是俗人嘛 云雀又不是圣人 两个娇滴滴 倾国倾城的美人 一个歌声如音 一个舞姿如仙 一个献舞 一个献歌 配合起来 便是一场难得一见的美景 尤其歌舞完毕 两个美人 还能一起侍奉整袭 简直是人生一大美事 想一想 都令人口水长流 云雀也流口水 但一想到误道丹的价值 口水立刻咽了下去 在美人与三万五千两白银之间 钱不会 你们姐妹的彩礼太贵 我给不起 况且 我这人有个习惯 不认人 只认钱 云雀冷静地道 穷英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道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 没关系 如果你信得过我 将丹药借给我就穷无 误到丹的钱 两年之内 我肯定会还清 云雀叹了口气 道 不瞒你 欠账这种事 我有很深的心理阴影 我曾经最信任的人 欠了我一大笔钱 好多年了也没还清 这些年我要账要得心神俱疲 发誓以后 绝不会在外借钱财 朋友归朋友 借钱免谈 穷英默默地望着云雀 抬起一根手指 道 一年还清 年底之前 我即可进阶六品宗示镜 加上我八品法务的修为 一年之内 肯定能赚到三万五千两白银 云雀的目光晃动了一下 果然对方五无同修 穷英继续说道 南楼有名学子的家人 在刑部任职 我听到一个消息 说 军械外流与红连教有关 你是刑部官员 若能揪出红连教里的大鱼 对你的仕途有极大好处 云雀看了对方一眼 对穷英扫听消息的手段 有点佩服 军械外流的消息 只有刑部的人才知道 并未外泄露 毕竟是官国之重器 闹得天下皆知的话 皇帝的脸面无光 所以刑部始终封锁着消息 但难免有人走漏风声 这种消息 想要完全封锁 是不可能的 有门路的话 迟早会知道 怎么 你认得红连教的人 云雀道 不认得 但我知道 有个人与军械外流关联颇深 或许是幕后主谋 穷英道 谁 云雀皱眉道 穷英没有立刻说出关键人物 而是话锋一转 道 三年前 我与穷武在压戒之教方司途中逃离 穷武进了学宫 我被抓了回去 之后被断指吼买下 即将送入侯府的时候 有个人找到我 给了我一份乌修法门 其中包含各类蛊虫的纪念方式 在天牢这三年 正是靠着那部法门 我才能修至八品无修 对方当时承诺 只要我听从命令 进了侯府后 想办法一股虫控制住断指吼 将来即可救我脱离苦海 并且帮我穷家报仇血恨 那个人以为我没有修为 只是一介弱女子 提出的条件容不得我拒绝 但他不知道 我早已是七品武者 到侯府后当晚便重创了断指吼 随后被押进天牢 穷英平静地讲述着 这件三年前发生的事 云雀厅的心头暗精 断指吼禽兽 手握锻造大拳 负责军械锻造 军中所用的刀剑重弩等物 都是禽兽一手掌握 控制住禽兽 相当于握住了大静的命脉 能将重要军械 源源不断地运出皇城 云雀听懂了穷英 讲出这份经历的目的 对于重弩之类 云雀并不在乎 大静存亡与他无关 但军弩背后的红连教 是云雀必杀的目标 云雀直接取出纸笔 导 写签条 三万五千两白银 一年内还清 告诉我 当初送你乌修法门的人 究竟是谁 我去救你妹妹逃出天牢 穷英毫不犹豫地写下欠条 并按上手印 随后他直言道 当时那神秘人 戴着鬼脸面具 声音刻意沙哑 看不出容貌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见云雀骤起眉 穷英又道 不过你放心 我生来便有英语天赋 能记住 听到过的所有声音 即便对方伪装沙哑 我一样能分辨出他真正的声音 只要听到此人在我旁边开口说话 我即可确认他的身份 云雀沉音好一会儿 点了点头 拿过欠条 又加了个标注 再按个手印 买卖就成交了 穷英接过来看了眼 顿时神色变得古怪起来 有些懊恼 又有些无奈 欠条后面标注着一行小字 一年内若无法还清欠款 穷英穷无姐妹俩 便卖身给云雀 云雀有权转卖 我们是货物吗 还能转卖 穷英美好气得到 当货物已经不错了 至少能借来三万多两银子 我以前当牛做马 都借不来二两银子 云雀道 穷英美反驳 再次按了个手印 云雀将欠条收好 用一种奇怪的眼光 看着穷英道 说实话 妖山里死掉的三十九个学子 是不是你杀的 放心 我不会到处宣扬 只会离你这种冷血屠夫远点而已 不是我 穷英摇头道 我的确去了妖山 猎杀不少妖物 但我没杀人 真不是你 云雀胡一道 那些学子的家里 都有当朝为官之人 整个学宫里 只有你最为痛恨大进朝堂 你为了泄愤而制造杀戮 合情合理 我恨得只有英子兽 穷英目光皱冷 道 早晚有一天 我会砍掉皇帝的人头 为我穷家雪恨 云雀再次皱起眉 穷英不像说谎 他的恨意也没有伪装 云雀虽然怀疑过穷英 但其中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穷英入学宫的时间太短 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已 之前穷英一直住在天牢 到了学宫后 穷英也没有过多走动 至少云雀没看见穷英离开过百花店 而死掉的那些雪子 可不止百花店 几乎十二店都有 如果穷英当真是凶手 那么他 需要提前打听好 那些雪子的身份 才能在腰山内精准击杀 否则穷英不可能做到 连杀39名雪子 还都是官宦子弟 云雀觉得 穷英不是凶手 那真凶 如果在学宫内的话 肯定比穷英来的时间要早很多 熟悉各店雪子 尤其对官宦子弟十分了解 什么时候救他出来 要不要我接应 穷英关切地询问 我自己看情况决定 不用你出面 你在百花店待着就好 你露面反而更麻烦 云雀道 多谢你了 穷英变得轻松了不少 嘴角挑起一抹诱人的笑意 用一只手 把玩着自己上衣的扭扣道 穷武若能活着逃离天牢 我可以先给你一些好处 当作利息 云雀立刻精神起来 瞄着穷英玲珑有致的身姿问道 我就知道 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给点什么利息呢 穷英往前走了两步 一张翘脸几乎贴在云雀耳畔 低声道 你想要我 语气暧昧 喝气如蓝 一抹忧香起伏 没等云雀想象出那些不可描述的景象 就听耳畔的声音接着道 唱歌吗 云雀一把推开对方 一脸比一地道 两朵梅花的事儿 也能当利息 太小气了吧 穷英眼口轻笑 很快正色道 那你想要什么好处当利息 说出来 我满足你就是了 云雀很凝重地竖起一根手指 穷英不解道 唱失手 不 至少唱一宿 回到西楼后 云雀一进门就看到负义的尸体站在一侧 除了面无表情之外 看起来跟活人没有两样 墨老没在 墨安指着尸体道 给你的云师弟 墨老已经炼制好了 墨老 让我告诉你一声 再拿炼师去占别人便宜 他会打你板子 说完墨安十分好奇地追问道 云师弟天赋真好 居然能修成炼师术 你用炼师做什么了 我看墨老不太高兴的样子 没做什么 看看别人修炼而已 云雀神色如常地敷衍道 接收尸体后 云雀试着以炼师术控制一下 还别说 真能动 不过不是走 而是在地上爬 一扭一扭地 看得墨安瞠目结舌 云雀师弟出窥门镜 能让炼师行动已经不错了 墨安麻木地笑了笑 说了句违心的奉承之词 云雀倒是很满意 先学爬 后学走嘛 谁生下来就会跑 把炼师看成个刚出生的娃娃 心里就平衡多了 不是我笨 而是炼师还小啊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云雀上午在刑部修炼 下午冬宫泡澡 晚上回学宫 混迹于炎武殿厅奖 乐此不疲 三天后 由狱卒来禀报 阿没病了 这几天始终没吃东西 云雀去看了眼 穷武的确病了 卷缩在墙角 脸色苍白 时而咳嗽 身体微微发抖 云雀没去理睬 病了才好 如果活蹦乱跳 突然暴毙 那才惹人怀疑 一天后 连侍郎上官宏图 都听闻了此事 在一次急议时 特意问了问云雀 云雀只说 阿没身体不好 这阵子经常生病 并且将黎叔上次 带着阿没 去城内医馆看病的事 说了出来 借此营造出 阿没久病体弱的形象 又过了一天 云雀等待的机会来了 这天大清早 有消息传来 刑部外放的眼线 在天关城附近 发现红连教一处堂口 教徒数百人之多 为了不打草惊蛇 那边的刑部官差 没动手 等待援军抵达 由于都布斯 最近实在繁忙 人手不足 上官宏图下令 提劳斯的令使 暂时调配到都布斯 这次前往边关 围剿红连教 都布斯那边 派遣了两名七品令使带队 提劳斯也出了几名令使 吴英就在其中 天关城 位于大静以东的 天门关附近 这次出门 若一切顺利 也得十天半月 临行前 吴英与几名提劳斯令使 跟云雀打过招呼 需要云雀 这位提心官核准 才能离开 云雀很快办好了手续 毕竟现在的刑部 都布斯说话算 人家想吊谁吊谁 陈周华最近相当牛气 等吴英等人走后 云雀觉得时机到了 正好提劳斯的令使 大多都在都布斯那边帮忙 天牢里人手明显不多 天牢里的高手越少 越方便行动 云雀打算 今晚就把穷武弄出去 昏暗的牢房内 穷武卷缩在角落里 一动不动 精致的小脸瘦了一圈 一双美眸里遍布血丝 不知几晚没睡 穷武不仅人变得消瘦 心更早已如同死灰 这几天 他始终活在回忆里 回忆着父母上 在知识的美好时光 那时他还是个 天真烂漫的少女 最喜欢舞蹈 每天都要跳给父母看 每次都会被父母夸赞 姐姐穷英 虽然歌喉动人 却轻易不喜欢唱出来 以至于每次被父母夸赞的时候 穷武的心里 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他又是妹妹 被父母和姐姐三个人宠着 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苦难 什么叫折磨 即便家道中落 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大境 穷武也被家人们始终保护着 后来生死关头姐妹俩逃出教方司 在学宫门外 得到了唯一一个 能进入学宫机会的时候 穷英选择了牢狱之灾 将进入学宫避惑的机会 让给了他这个妹妹 这三年来 穷武在百花殿刻苦修炼 修为达到八品开光镜 对剑武一道颇有心得 但他知道 自己这点修为 想要替家人报仇 无异于吃人说梦 他更知道 姐姐的修炼天赋 远远超过他太多 只因为他是妹妹 才被家人们保护到如今 这些年 穷武无时无刻 不再惦记着天牢里的姐姐 却无能为力 而今 他终于体会到 姐姐在天牢里受的苦 遭的罪 如果当初是他穷武 被关在天牢的话 这三年 恐怕根本熬不过去 早已死在狱中 爹 娘 我很快就来陪你们了 穷武睁开茫然的眼睛 看到的是 梅树上正在干枯的花朵 那些枯萎的花 与他一样 即将凋零 哀莫大于心死 此刻的穷武 对于自己的生命 再无半点期盼 身无可怜 麻木的目光转动了一下 刚想闭眼的穷武 忽然发现 牢房里不知何时 多出个人 静静地坐在旁边 穷武顿时下地缩起身体 昏暗之下 他以为黑白无常来锁命 很快穷武看清了 对方的模样 竟是那个欺负过他 又带给他逃生的希望 结果后来又反悔的可恶家伙 云雀默默地望着穷武 低声道 你该死了 穷武很想哭 可偏偏笑了起来 笑得绝望而凄美 还有多久 十天 还是半月 能不能现在杀了我 别让我等了 穷武沙哑低沉地道 可以 吃了这粒药 你会死得毫无痛苦 我最后能帮你的 只有这些 云雀伸手递过去 一粒丹丸 穷武毫不犹豫地 抓过来吞了下去 随后神采变得 灵动了几分 对云雀道 最后帮我个忙 告诉我姐姐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替我活下去 云雀没说话 缓缓点了点头 穷武强撑着站起来 道 谢谢你的梅花 还有每天的饭菜 我无以为报 殒命之前 这一生最后的一只 霓裳羽衣武 当作暴答 我给你看 说罢穷武偏偏起舞 清零的好似一只彩凤 哪怕一身球服 野武的精彩绝伦 令人拍案称绝 然而 武姿只到一半 便随着跌倒的身影 戛然而止 云雀等了稍许 走过去把了把脉 脉搏消失 心跳停止 药效发作 云雀以舞作的专业手段 仔细查看了一遍 确认毫无破绽 这才放心下来 悟道丹果然悬傲 难怪又被叫做通明丹 如此状态 简直与死人一般无二 除非拥有临时感知的道家高手 否则没人能看得出来 之所以没将真相告知穷武 其实云雀也算用心良苦 穷武毕竟不是穷鹰 没有穷鹰那么深沉的心机 如果说明情况 穷武肯定会配合 但免不得心中亢奋 从而影响到药效 只要让穷武心如死灰 觉得自己吃的是必死的毒药 他才能毫无念想地被动配合 偷出死球 试掉脑袋的罪名 加上那三万多两银子的误道单 云雀不得不谨慎 确认没有破绽后 云雀返回自己的房间 等了一会儿后 换来梨树 今天侍郎大人问了阿梅的病情 咱们不能不管不问 你带两个郎中去瞧瞧 给他配点好药 别让他真死在天牢 黎树连忙领命 去找郎中 不多时 黎树慌慌张张地来报 不好了大人 阿梅他死了 什么 云雀故作惊讶 跟着黎树来到牢房 两个郎中愁眉苦脸地猴在一旁 查看一番后 云雀叹了口气 道 怪我 早点让郎中来瞧瞧就好了 黎树开解道 谁也不想阿梅死在这里 没办法 他命该如此 云雀点点头 道 去禀报侍郎大人 一切责罚都算我头上 黎树忙不迭地去报信 别的囚犯死就死了 云雀这个提心官 即可做主处理尸体 但阿梅不行 他是重犯即将行刑 突然病死 皇帝必定会过问 必须禀告刑部侍郎或者尚书 过了不久 上官宏图匆匆赶来 云雀失礼后 告罪道 大人 卑职办事不利 没能救回阿梅 卑职甘愿受罚 上官宏图摆了摆手 先看过尸体后 问那两个刑部的郎中 是何死因 回禀大人 囚犯体弱 又遭寒清 久病成疾而亡 一月前此囚犯 就有暴毙征兆 当时虽有好转 想必留下了病根 今日发作而死 两名郎中如实回禀 其实不仅他们 天牢里的狱卒 乃至上官宏图 都知道阿梅最近生病 今天病死 其实算不得多么意外 上官宏图紧锁双眉 白首让狼中与狱卒退下后 突然一拳 砸在牢房的石墙上 一声沉闷的轰击后 墙壁留下个深深的拳印 云雀看得心头一惊 从这一拳的速度 与微能判断 上官宏图 至少有六品宗师净修为 六品无者 云雀并不知道 这位刑部侍郎也有修为 因为平日里 上官宏图文质彬彬 而且身形受削 怎么看都像个 若不经风的文人 谁承想 居然有修为在身 云雀此刻心里之打鼓 幸亏是六品武夫 如果是六品道门修士 或者儒家修士 动用临时感知的话 没准就穿帮了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爱 上官宏图沉沉一叹 唏嘘道 我曾与夜门侯喝过一次酒 那是个畅快之人 口无遮拦 敢骂天骂地 骂天下之不公 骂诸公之迂府 骂豪门酒肉 臭路有洞丝骨 那是个真正的武夫啊 可惜 上官宏图摇了摇头 没再说下去 他知道 这种话本不该说的 因为验死天门事件 是皇帝一手造就的阴谋 他一届刑部侍郎 虽然官居三品 又岂能改变皇帝的想法 云雀能感受到 这位顶头上司心头的悲愤 此刻对上官宏图的为人 不免尽忠了几分 看了眼尸体 上官宏图叹息道 病死也好 至少留个全尸 不用受那一刀之苦 尸体你们替劳斯处理吧 云雀立刻领命 在城外后挖个坑埋了 别让他曝尸荒野即可 云雀再次领命 上官宏图走后 云雀的心终于落了地 一切顺利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正好有侍郎大人的吩咐 到了城外随便挖个坑埋掉 等狱卒走后 自己立刻返回 把人挖出来 这场瞒天过海的谋划 就算成功 穷武醒来后 给他点盘缠 让他自己逃走即可 剩下的就不管云雀的事了 救人归救人 不可能帮你把退路全部处理好 云雀命狱卒用黑布裹住尸体 找来一架马车装好 随后准备出城 狱卒忙活搬运尸体的时候 陈周华寻了过来 陈大人今日这么得闲 来我们天劳做客 云雀打去了一句 心里在疑惑着对方的来意 嗨 我也想来做客 可惜没空啊 我是来求援来了 陈周华苦着一张脸道 云大人的提劳丝 还有多少能动用的人手 统统借给我 城里出了大事 今晚我们都布斯 谁也别想睡个安稳觉 出什么事了 云雀问道 别提了 御王府的儿媳妇跑了 陈周华哀声叹气地道 就是半个多月前 嫁给御王世子的那位玄玉郡主 云雀随之恍然 当初自己把那位脑子不大好 又刁蛮的玄玉郡主给游了街 后来御王世子樱涛背了黑锅 云雀都快把这件事忘了 得知玄玉郡主逃出御王府 云雀第一职爵士 自己要有麻烦 若被那郡主认出来 肯定会指认 自己才是当时的罪魁祸首 碍于脸面 会选择沉默 即便对不公堂 云雀也不怕 当初又不是自己先下的手 是那郡主下药在先 玄玉郡主 怎么如此轻易 就从王府里出来了 云雀觉得奇怪 谁知道呢 我从小道消息听说 玄玉郡主自从驾进王府 就被关了起来 时刻有护卫看守 不知怎么居然逃了 陛下得知后 大为震怒 已经派遣进军十二位中的 左右监门卫 封锁皇城大门 现在进出天骑城 均有进军高手 以临时检查 那玄玉郡主插翅南飞 陈周华抱怨道 我们刑部负责 追查郡主下落 这烂摊子 又落在都布斯身上 我这边实在人手不够 才来找云大人求援啊 云雀点头称好 在提劳斯 调出百余人 交给陈周华 等陈周华走后 云雀暗呼倒霉 本来今天是 最佳良机 穷武炸死已经成功 就差最后一步运出城外 结果出了这档子事 如果进军高手 在城门以临时查看 很可能发现尸体的异样 从而拆穿 刑部和进军毫无干系 进军直立于皇帝 需皇帝下令方可调动 而刑部说话算的是上书 二者可以说八杆子打不着 平常也很少接触 如果相比起来 进军的权力还在刑部之上 毕竟进军行动 代表着皇帝的意愿 刑部也得让路 这下麻烦了 云雀没想到 玄玉郡主会在今天逃走 如果不将其抓回去 进军肯定不会撤走 玉卒等着出城 云雀没办法停留 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一边慢悠悠地往刑部门外走 一边思索着对策 今天肯定不能出城了 穷武的状态 在临时感知下 很容易被识破 最好能留在城里 等风头过去再说 可跟着的两个狱卒是个麻烦 总不能杀了灭口 刚出刑部大门 云雀正绞尽脑只想办法 街上走来一人 看到此人 云雀眼前一亮 办法有了 出现在刑部大门外的 正是牧安 牧师兄怎么到这了 进屋喝杯茶再走 云雀笑着打着招呼 墨安是接走尸体的最佳人选 因为墨安经常在城外 替墨老买尸体 跟运送尸体的狱卒十分熟悉 让他买走尸体 没人会怀疑 哪怕之后炸死的消息 被皇帝得知 黑锅也是墨老来背 学公先生要买的尸体 至于怎么活过来的 谁也不知道 想追查 就得抓学公先生 皇帝自然不敢去学公 找先生的麻烦 那么云雀也就没有麻烦可言了 云尸体幸好你还没走 墨老急缺尸体用 让我来天牢这边 瞧瞧有没有死掉的囚犯 墨安道明来意 云雀心头暗喜 脸上则故作为难的道 尸体倒是刚好有一句 不过侍郎大人吩咐要埋掉 不能曝尸荒野 墨安见云雀为难 立刻拿出五两银子道 云尸体想想办法 墨老那边等着呢 以前二两银子就购买一具尸体 今天墨老给了五两 既然先生急用尸体 那我们做学生的 要尽力帮忙才行 但侍郎大人发话 我这个提心官也不能不听 实在为难啊 云雀说着 看了身后的两个狱卒一眼 两名狱卒机灵得很 立刻道 大人不用为难 尸体其实已经买好了 对 我们俩动手挖的坑 埋得十分稳妥 云雀点点头 从墨安手里 结果五两银子 顺手扔给两名狱卒 示意两人可以走了 两个狱卒急忙道歉 乐呵呵地喝酒去了 帮了提心官大人的忙 又得了银子 这种好事可不常有 打发走狱卒后 云雀亲自赶着马车 与墨安往学宫走 走出一条街后 云雀忽然一拍脑门 道 瞧我这脑子 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忘了这囚犯尸体 需要五座那边 确定死因才行 我得回去一趟 要不是狼大人 过阵子查验卷宗 怪罪下来 非得训我一顿不可 牧师兄 你先回学宫 等天牢那边手续办完 我把尸体带回去 墨安点头说好 丝毫没有怀疑 自己先回学宫了 随后云雀赶着马车 专走小路 一路来到城北 自己那间府宅 把穷武搬进屋子里 关好院门 云雀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半宿折腾得 几经波折 好不容易把人弄了出来 点燃烛灯 云雀坐在屋内 侧耳听了听 街上时而有军兵 匆忙行进的脚步声 今晚皇城内言查 刑部大批人手与禁军 不知触动了多少人 玄玉郡主 怎么会逃出来 云雀暗暗思索着 之前没心思多想 现在 穷武暂时安全 云雀察觉到 玄玉郡主逃脱一事 有些古怪 玉王可不是普通王爷 是英子兽的亲弟弟 王府内肯定不缺护卫 以玄玉郡主的身手 不可能出现逃走的情况 难道有人潜入玉王府 就出了那个郡主 云雀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 只是猜不到 救人者的目的是什么 最近天祁城内鬼案不断 皇宫凶杀案 腰山血案 这次又出了玄玉郡主失踪的怪事 如今的天祁城 简直能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幸好我只管天牢 别的是不参合 云雀自言自语的道 夜见深 肚子开窍了 晚饭云雀都没吃 一直忙活到现在 安稳下来 立刻觉得鸡肠碌碌 宅子里被褥都有 就是没有吃的东西 刚想出去吃点宵夜 云雀发现 穷武的秀眉动了动 此时穷武恢复了心跳 玄妖醒了 云雀略感诧异 按照穷武的恢复速度 幸亏没出城 否则还没到城门 穷武就能醒过来 到时候 都不用进军中的高手 以临时感知 随便找个人 把下麦即可判断出 活人死人 很快云雀随之明雾 悟道丹这种昂贵的丹药 大多是六瓶以上高手服用 专门用来秉息凝神 隔绝一切影响 专注闭关所用 修为越高 越能激发出药效 达到的效果就会越久 穷武才八瓶而已 而且没有刻意炼化药效 以至于悟道丹 在他身上的作用时间很短 穷武忽然睁开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猛地坐了起来 大口喘气 好似险些溺死一样 穷武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他认为眼前的世界 是阴间名符 周围很近 一间宽敞的房间 一盏油灯 穷武眨了眨眼 心里变得平静 原来地府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没有牛头马面 也没有油锅火山 更没有小鬼啃视自己 然而 穷武刚刚安稳的心神 再看到云雀坐在旁边后 豁然大惊 你 你怎么也死了 穷武惊诧道 云雀猜到穷武此刻的心思 故作冷淡道 是啊 我本打算趁你没死透的时候 救你出去 结果被发现了 砍了头 我死得老惨了 你说怎么办吧 穷武黯然道 对不起 连累你了 道歉有什么用 我都死了 这样吧 你把之前没跳完的霓裳羽衣 接着跳完 就算报答我了 云雀说完 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套 普通裙衣扔了过去 穷武的囚服肯定要烧掉处理 否则太显眼 一看就知道是囚犯 穷武接过裙衣 低着头道 这里 可是地府哦 没错 阎王爷让我们在这等着提审 趁着还有时间 快点换上跳完 云雀催促道 好 你能不能先出去 我要换衣 穷武略显为难的道 出不去 这里又不是天祁城 地府里面能让我们随便乱走吗 人都死了 还在乎什么 换吧 云雀道 穷武想了想也对 自己都到了地府 还用在意那么多吗 看着云雀的面吞下囚服 穿好裙衣 穿衣的时候 穷武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咕噜咕噜 好像在咽口水 抬头一看 云雀正直勾勾盯着自己的身子 穷武羞涩了一下 但很快不再多想 毕竟到了阴间 想再多能有什么用 可没等起舞呢 穷武又发现些奇怪的地方 自己有影子 而且屋子外 好像还有些路人的声音 再仔细看看自己的身体 心跳脉搏 均在 穷武疑惑间平住呼吸 很快觉得受不了 狠狠地呼吸了几口空气 我没死 穷武惊仪起来 是吗 哎呀 我好像也没死 肯定是老天开眼 让我们起死回生了 云雀也跟着惊仪起来 穷武咬起银牙 慌忙扣上裙衣的扣子 他终于知道 自己又被耍了 可他偏偏恼怒不起来 你给我吃的 不是毒药 而是能让我假死的丹药 从而瞒天过海 把我从天牢里带出来 穷武道 还行 不算太笨 云雀呵呵一笑 拿出纸笔刀 欠条写好了 按手印吧 一年内还清 无力偿还的话 你的人归我 我有权转卖 同样的说辞 云雀又说了一遍 穷武没有任何犹豫 当场按了手印 云雀将欠条收好 脸上终于献出满意的笑容 两份欠条 加起来七万两 别说我坑你们姐妹 实在是本官 今天冒了天大的风险啊 穷武并不知道 他姐姐也写了张 一模一样的欠条 此时坐在榻上星巢起伏 死地逃生 穷武的毛子里 终于恢复了灵动 但他对今后的命运 又充满迷茫 一时间显得茫然无措 现在城里出了事 进军接管城门 等风声过去 你再想办法出城 我给你留点银子 你有没有地方可去 云雀道 穷武缓缓摇头 柔弱的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你当初是怎么进的学宫 如果再得到一个学子的身份 最好不过 云雀道 当时我和姐姐想着逃进学宫庇护 可学宫有法阵笼罩 没有身份令牌根本进不去 姐姐让我当场给先生展示 于是得到了先生的举荐 如此一来 我才能顺利成为学子 但姐姐却没有机会了 穷武将当年的经过道出 原来是南楼先生七灵珠救了你 云雀了然地点点头 学宫先生 每一年都有一个举荐名额 无需考核 直接进入学宫成为学子 当时穷英穷武两个人 七灵珠即便两人都看好 也只能举荐一人 这是学宫规矩 先生也无法更改 如果向灵珠先生讲明真相 他会不会把今年的名额留给你 云雀道 最好的结果 穷家姐妹不仅能团聚 还能彻底安全 穷武再次摇头 道 先生今年的举荐名额 已经用过了 这样啊 你想怎么办 是出城自谋生路 还是冒险躲在皇城 等待明年的举荐机会 云雀道 我 不知道 穷武茫然低语 他生于将军之家 后来始终在学功求学 没经历过多少凶险 自保的手段太少 遇到这种生死攸关的局面 早已没了方寸 云雀也觉得麻烦 如果是个普通人 混在皇城里很容易 所有看到他的人 都会记忆深刻 一出去就容易被发现身份 留在这座府宅更危险 容易把自己给拖下水 正思索着 如何安置穷武的时候 院外忽然嘈杂起来 有军兵在搜查附近屋舍 云雀皱了皱眉 是以穷武近生 很快 院门外传来声音 官爷 这家刚才有人抱着个女人回来 我住在对面 隔着门缝看到的 你看清了 是抱进去的女人 没错 好像长得还挺好看的 来人 搜查 当当当 一阵杂门声响起 云雀暗呼倒霉 成梅出去不说 刚回来就遇到官兵搜查 之前回来的时候 云雀还特意看了一下 四周没人 结果千方万方 没防住邻居 杂门声毫不客气 听得出用的是脚 穷武宛如受惊的小鹿 满眼慌乱之色 不知如何是好 云雀当机立断 道 快 脱掉衣服 穷武愣证了一下 瞪大了眉目 刚在你面前换了衣服 这都没穿热乎呢 还脱 杂门声越来越急 门外传来怒喝 开门 再不开门 不客气了 云雀见穷武愣在原地 焦急之下过去帮忙 几下将其变成了白羊 用被子一蒙 随后把衣裙散落在地上 将囚服藏好后 云雀把自己的衣服也扔掉 钻进被褥里 这时有人翻墙而入 一脚踢开房门闯了进来 来人瞄了眼地上的裙衣 盯着床榻冷笑道 还挺猴急的 里面的人出来 别等我掀被子 云雀听声音 觉得耳熟 从被褥里伸出脑袋 对方看清云雀之后 顿时张大了嘴巴 警察道 云 云大人 云雀也看清了来者 不是旁人 正是都补司的陈周华 是陈大人 快坐 我这不太方便 不好下地迎接 云雀道 别 别下来 原来这里是云大人的府上 怪我事先没打听清楚 打扰了云大人的雅兴 过阵子等不忙了 我在设宴赔罪啊 你继续 陈周华几眉弄眼地 退了出去 关好房门 站在院子里 对一群都补司的 牙翼吼道 都长点眼 这里是云大人的府宅 查来查去 查到我们刑部 自己人头上来了 今后都给我记住位置 别再拐讨媚圈 记住了大人 北街309号府宅 都补司这辈子 不会再来人了 大人我觉得 对面那家 还得再搜查几遍 都补司的人马 退出院子后 怒气冲冲 砸开了对面邻居的房门 又重新搜查了好几遍 把屋子里的锅碗瓢盆 散了满地 他们在泄范尹 幸亏自家郎中大人进去的 要是他们闯进去 发现是提心官大人 那不得被记仇啊 等都补司的人走后 云雀苦笑了一声 今晚实在一波三折 回到家都不得安宁 随后 云雀察觉到 被入在微微颤抖 颤抖的不是自己 而是白羊般的穷物 刚才情急之下 只想着别穿帮 现在云雀才发现 自己正将穷物揽在怀里 一只手还按在了 不该按的地方 云雀尴尬了一下 穿好衣服后 正惊威作道 最近应该没人会过来 你暂时住这 别出门 学工的事 让你姐姐想想办法 嗯 穷物躲在被褥里 露出两只眼睛 他现在比云雀还尴尬 不知自己该穿衣裙 还是始终躲在被子里 我去弄点吃的 云雀起身离开 到附近的小酒馆 要了点饭菜带回家 进门后 穷物已经一装整齐地 坐在椅子上 只是目光慌乱 不太敢看云雀 显得有些局促 云雀没去关注 穷物的微小表情 只觉得 对方现在是个烫手的山芋 尽快扔出去才行 一旦被发现 穷物非但没死 还住在自己家里 那就麻烦了 一想起穷物姐妹俩的罪名 云雀没胃口了 让穷物自己吃 他则返回了学工 百花店 云雀找到穷英 你妹妹就出来了 不巧今天城里出了事 有位少五国郡主逃走 进军接管了城门 暂时出不了城 他被安置在一个 还算安全的地方 云雀简单说完 我承诺的事已经办完 接下来 你们姐妹是去世留 你们自己想办法 穷英听闻后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去见她 让她回学工 穷英断然道 也好 你妹妹比你差远了 娇滴滴像的公主似的 还是你这个杀人魔头 在外面闻妥些 云雀道 这次多谢你了 救命之恩 我们姐妹不会忘 穷英道 客套话就免了 恩情不恩情的无所谓 你别忘了还钱就行 云雀道 银子 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穷英道 废话 我又没有你们 姐妹俩的出身 我三岁开始流落街头 没银子就得饿死 你说银子重要不重要 云雀道 穷英的嘴角微微翘起 淡淡地笑着 认真的听着 你身上 好像有好多故事 有机会 我想听一听 穷英道 行啊 五两银子一个故事 想听多少都没问题 云雀开完架后 道 把你妹妹换进来之后 你有什么地方可去 她躲在我家里呢 我可不想 烫你们穷家的浑水 不知道 我先藏起来 等突破到六品再做打算 放心 我不会牵连你 穷英道 还是你这个当姐姐的名势力 等你妹妹回学宫 让她找麒麟珠 求一个明年的举荐名额 云雀道 明年没机会的 前两日听说 齐先生已经将明年的名额 预定了出去 是一位少五国的公主 穷英道 少五国公主 那么远 也能得到名额 云雀奇怪的道 你们姐妹也是少五国的人 难不成 齐灵珠来自少五国 是的 齐先生出身少五国 三年前能救下我们姐妹之一 穷武的武器天赋是齐一 先生同情我们姐妹是齐二 穷英神色凝重的道 先生 已经救过我们一次 对我们有大恩 我不想再去麻烦齐先生 就你这种脸皮的程度 说真的 没资格 做我半个朋友 云雀比一道 作为我云某人的朋友 不要脸 是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还有下辈子 我会努力 让脸皮厚一些 穷英轻笑道 行吧 山高水长 咱们后会有期 记得被抓住的时候 别把我供出来啊 云雀随意地拱了拱手 算作分别 穷英面带轻笑 缓缓万福还礼 这一次 阴冷的阿眉 仿佛一朵盛放的梅花 美得令人窒息 其实 我曾经也像的公主 也曾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 穷英起身后 恢复了往日里的阴冷 嘴角的笑容 却不再如天牢中那般诡异 而是显得有些苦涩 一句 我曾经也像的公主 听得云雀不大舒服 看了眼面前的女人 云雀叹口气 道 想想别的办法 你们姐妹认不认得 其他先生 最好再求个举荐名额 穷英缓缓摇头 道 男 先生的举荐 不会轻易外放 更别说 我们与其他先生 根本不熟悉 云雀皱了皱眉 道 我去问问莫老 看他有没有名额 回到西楼后 云雀直接去三楼 找到莫老 云雀毫不客气 开门见山 求个举荐名额 莫老更不客气 二话不说 直接回绝 下楼后 云雀赴匪道 小气鬼 三楼上 莫老暗骂道 惹霍金 背黑锅的事 莫老还没忘呢 既然莫老这边 没求来名额 云雀也没了办法 剩下的先生都不熟啊 这种事光靠脸皮后没用 自己又不是香模模 人见人爱 尚乃去求个名额 正坐在西楼大门口发愁呢 云雀看到 北楼空旷的大厅里 剑平之刚好走了出来 云雀眼前一亮 剑平之刚来学功 手里肯定握着名额没用 眼看年底了 不用多浪费 剑先生 溜完去啊 云雀装作路过 笑呵呵打着招呼 嗯 晚饭吃的有点多 出去走走 剑平之老神在在地道 不知先生最近招没招到学生 云雀道 还没有 不过我相信 早晚会有源源不断的学子 被我的神道吸引而来 住满北楼 剑平之昂首傲然道 做梦呢吧 云雀复匪了一句后 笑着道 我有个人选 先生肯定重义 可惜对方 错过了今年考核 没资格进入学宫 如果让他成为学子 先生就有学生了 云雀道 是吗 谁啊 剑平之两眼发亮 在夜里蓝悠悠 好像个恶狼一样 五仙子穷五的一位表姐 他们姐妹俩天赋都很好 神魂肯定不弱 只要先生给出个举荐名额 明天我就能把她带来北楼 云雀谎称表姐 为的是不给自己惹麻烦 哦 剑平之嗷了一声 背着手要走 先生不想要学生吗 云雀奇怪道 那个穷物我见过 神魂不行 她表姐恐怕也强不到哪去 我不需要这种学生 剑平之断言拒绝 云雀差点骂出来 你连图苏满身 那俩饭桶都抓着不放 这会儿挑起石来了 先生想要什么样的学生 我帮忙物色一番 云雀道 我看你就不错 只要你来北楼听课 我就把今年的举荐名额送给你 你想举荐 谁就举荐谁 我不过问 剑平之道 云雀听完一咧嘴 让我来挑大神 门都没有 不如这样好了 我让图苏和满身那两个精锐学子 来北楼听课 先生意下如何 云雀道 他们我看不上眼 就选你 你不来就算了 剑平之大手一挥 抬腿就走 云雀一咬牙 道 行 我来北楼听课 但不能经常来 有时间才行 没问题 每月来听讲一次即可 只要你了解到神道的玄奥 绝对会痴迷神道 而无法自拔 剑平之道 云雀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并且给这位北楼先生 既挑大神之后 又加了个新的标签 自恋狂 剑平之的修为 看起来不靠谱 说话倒是算术 当场将自己的先生令牌 交给云雀 有了先生的令牌 云雀能随时动用举荐名额 只要把人带来 再去学宫事务堂报备即可 随后 云雀又把穷英找了出来 名额的事 差不多了 该你出报酬了 至少三万两 云雀狮子大开口道 学宫先生的举荐名额 放在外面少说五万两 看在你算我半个朋友的份上 给你个友情价 这么快 穷英瞪大了美目 一脸不可置信 这才过去半个时尚而已 人家居然举荐名额到手了 震惊之余 穷英沉吟了一下 道 欠你太多钱 我怕还不完 换个别的条件 又想拿身子抵债是不是 云雀道 穷英摇了摇头 道 我帮你炼制一种特殊的蛊虫 可以协助你 更快达到六品宗师径 云雀文言大为吃惊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在天牢里的三年 便是借助这种蛊虫 即将达到六品 穷英道 什么蛊虫 云雀问道 包皮骨 专门以血肉为食 穷英道 你想害死 我直接明说多好 云雀美好气得道 包皮骨听起来害人 实则并不可怕 这种蛊虫喜欢吸食尸体的血肉 会先从皮肤吃起 所以才由此得名 对普通人来说是致命的 但咬不动气品舞者的筋骨 包皮骨能吞噬掉 武者多余的虚弱血肉 而武者气血充盈 血肉可以很快再生 利用好包皮骨 即可达到快速循环的作用 让武者不断运化出 更新更强的血肉 变相加快修炼过程 穷英仔细讲解后 道 你可以将包皮骨 看作一种消除虚弱血肉的丹药 是那神秘人送我的 乌修书籍上所记载 起初我也不太相信 后来找到材料 炼制了一只 才确定功效 这种手段 只有五无同修的人才能发现 云雀听霸咒起眉 包皮骨的用处 云雀是相信的 这种事与两人的利益无关 没必要扯谎 令云雀费解的是 穷英在天牢那种物资稀缺的地方 怎么炼制出的包皮骨 云雀问出这份疑惑后 穷英道 包皮骨需要五种材料炼制 飞燕 梅花 老鼠 蜈蚣 狼猪 前四种 恰巧天牢里都有 唯独狼猪最为罕见 属于妖兽一类 个头不大也无毒 但极其凶悍 天牢里有狼猪 云雀更加纳闷 有 不止一只 三年来我总共炼制出九只包皮骨 穷英道 九只狼猪 你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云雀问道 在我的牢房里 穷英道 你的牢房里有狼猪 云雀愈发奇怪 我也不知道 为何会有狼猪出现 但别人的牢房里 绝对没有 穷英沉吟了一下 道 我怀疑 有人故意把狼猪放在我牢房里 目的 就是想让我祭练包皮骨 好让我快些修炼 云雀目光微宁 道 莫非 是那个三年前私下里找过你 给你无修功法 让你控制断指侯的神秘人 不清楚 自从那次之后 我再没见过他 穷英道 云雀随之陷入沉思 那个戴着鬼脸面具的神秘人 不仅与军械流失有关 与红莲教有关 居然还能随意进出天牢 天牢在普通百姓眼中是禁地 但能轻易进出的 不在少数 刑部的人就可以 朝堂上的滚滚诸宫也可以 如断指侯那般的皇亲国妻一样可以 云雀沉吟良久 始终猜不透此人的真正身份 但云雀有种预感 那个神秘的鬼面人 应该就是盗走玉玺的真凶 包屁股的消息 对云雀来说是一份契机 七品舞者的修炼根本 是将肉身打熬到接近完美 才有机会踏入下一个大境界 血肉的强大 不仅要依靠灵气与灵药 更需要舞者不断去调动血肉来 加以强化 而调动血肉的最佳方式 便是切磋打架 只有在战斗中 不断调动血肉之力 不断受伤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熬肉身 受伤之后的恢复过程 是舞者之躯 必须经受的熬练 类似淬炼刀剑 需要不断以铁锤击打 将剑皮最弱的部分 夯实到完美 才能打造出真正锋利的武器 天下舞夫 从来没有不打架的 或许境界低微的时候 可以自行修炼五道意图 一旦超过八品 若从不与人切磋 很难再进一步 修武意图 说白了 就是淬炼刀剑过程的展现 云雀深知这个道理 包皮股的功效听起来害人 只要穷衣没说谎 便一定有效 包皮股 会让肉身缓慢地流失血肉 相当于持续受创 只要本体恢复的速度够快 即可源源不断 运化出新的血肉 用好的话 包皮股 几乎是一种专门 为七品武者量身打造的 炼体奇物 包皮股 或许不太昂贵 但这种捍卫人知的炼体手段 绝非用金钱能买到的 云雀当场同意下来 穷英负责提供包皮股 云雀将举荐名额送给穷武 交易达成 双方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云雀看了看天色 决定出去一趟 今晚就把穷武接到学宫 免得夜长梦多 皇城里最近乱象不断 云雀觉得自己头顶的乌纱 说不准哪天就飞了 趁着官职尚载 把穷家姐妹的事办完 现在搜查皇城的是刑部的人 提心官的身份 没人敢多管 等没了官职 或者进军开始搜查 那才麻烦 得知今晚即可与妹妹团聚 穷英的眼中 闪烁起惊喜的光泽 没再多说感谢的话语 穷英突然贴近 紧紧抱住云雀 美人头怀送抱 当然是一桩美事 任谁都会心里高兴 甚至会有点得意 然而 云雀心如止水 她能感受到穷英的两只手 十分用力的同时 在微微颤抖 这个关押在天牢三年的女人 其实并没有外表 看起来那么坚强 正如穷英所言 她也曾像个公主 可覆灭的家门 天降的横祸 让她不得不将自己 变得坚强 变得冷血 或许只有在信任之人的面前 她才能稍稍透露出自己的本心 展现出柔弱的一面 云雀缓缓抬起手 在对方瘦削的肩头 轻轻拍了拍 很快 穷英恢复正常 翘脸上挂起那份 有些阴冷的轻轻笑意 道 我去做一件面具遮挡容貌 学宫里就没人知道天牢的假死一事了 等穷武回来 她依然还是五仙子 云雀点点头 对穷英的谨慎十分满意 道 有你这个姐姐 是穷武的福气 你想要吗 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做你姐姐 我年纪本就比你大一些 穷英道 不要 这辈子都不要姐姐 云雀忽然懊恼起来 气呼呼地朝学宫外走去 一提姐姐俩字 云雀就觉得甚得慌 如果有可能的话 云雀很想把那个自作多情的 妖魂姐姐给埋了 穷英望着云雀远去的背影 美眸中罕见地闪过一抹温柔 微笑着低语道 像的孩子 云雀已经走远 但草坪四周嘈杂起来 穷英现在顶替着穷武的身份 刚才的投怀送抱 远处有不少人看到了 五仙子的身姿 在百花殿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 时刻吸引着众多目光 于是草坪周围炸了锅 不可能 肯定是幻觉 五仙子怎么可能对男人投怀送抱 是谁给我施法了 天呐 我看到了什么 我的五仙子啊 你怎么能投入别人的怀抱 啊 我的心碎了呀 我的眼睛肯定出问题了 我要去回春店看病 我不活了 我要去死 都别拦着我 让我去死 五仙子是我一生的信念 我要投胡自尽 五仙子投怀送抱的劲爆消息 如同一阵狂风般 席卷了整个学宫 一传十 十传百 不出一个时辰 连事务堂的学证都听闻了 学宫内无数的男学子 今晚买醉者比比皆是 借酒交愁 学宫十美 每一个都是 众多男学子心目中的仙子 纯洁无瑕 尽管自己得不到 也不想别人占便宜 尤其阎武殿一群武夫 听闻此事后 在阎武场里误熬直叫 发泄着心中愤怒 有人好奇 打听了一下 究竟是谁 能得到五仙子的青睐 结果得知是云雀后 阎武殿这帮武夫不叫了 改为破口大骂 更有人将沙包贴上云雀的名字 一顿暴打 借此泄愤 云雀以一己之力 让阎武殿丢了两次人 一次赌斗 一次腰衫 这次人家又占了五仙子的便宜 阎武殿的武夫 恨不得把云雀抓过来群殴一顿 一个曾经被云雀揍过的 阎武殿学子别出心裁 借机提出再设立一个榜 于是继临云榜后 热乎乎的恶人榜 在阎武殿出炉 暂定十个名额 后边的梅选好 反正榜首肯定是云雀 云雀此行一路顺利 当穷武重新站在 天气学宫大门口的时候 心中百感交集 三年前 他们姐们无路可逃 将学宫当作最后的希望 结果进不去 恰好麒麟珠出现 救下一人 如今穷武再次体会了一番 当年那种绝境逢生的感觉 只不过 这次救他的不是先生 而是云雀 穷武眼圈发红 一滴青泪 顺着翘脸滑落 我不是做梦吧 穷武喃喃自语 咬一咬手指头 就知道是不是做梦了 云雀道 穷武此刻心神纷乱 果真咬了一下 结果醋眉落寞道 不疼 原来是梦 咬你自己的 云雀没好气地把手抽回来 嫌弃地在衣巾上 擦了擦指尖的口水 对不起 我拿错了 穷武咬了下自己的手指 淡淡的痛楚 令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重回学宫 穷武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周围的景色 虽然早已熟悉 但此刻看来格外怀念 哪怕路边的小草 都仿佛比外面的杂草好看百倍 两人赶往事务堂 路上 云雀提醒道 你应该知道 先生的举荐名额有多珍贵 我耗费了极大代价才弄来 算你个友情价 三万五千两 加上误道单 你总共欠我七万两白银 以后记得还 用不用写自居 穷武下意识地道 他都习惯给云雀写欠条了 不用了 我信得过你 但你最好别告诉别人 尤其你姐姐 你欠我钱这件事 别和他说 云雀道 为什么 我们姐妹一起赚钱 肯定能更快还你 穷武不解道 你姐姐为了你在天牢受尽了苦 刚有几天好日子 你也不想让他 和你一起背债吧 你已经长大了 不该总活在姐姐的羽衣之下 自己欠的债 要自己还 你说对吧 云雀苦口婆心地道 穷武想了想 很认同地点头道 你说得对 这笔钱 我会自己还清 这才听话嘛 云雀放心地道 听话 穷武狐疑道 哦是听劝 听人劝吃饱饭吗 云雀呵呵笑道 管你听话还是听劝 只要你不和穷英说 我就能收两份钱 论起做买卖 云雀很佩服房石 但论起做买卖 谁的心更黑 那房石在云雀面前 就小屋见大屋了 先生令牌的分量 在学宫内极重 事务堂很快办好了穷武的入学手续 由于穷武现在顶替穷英的身份 他得到了刻着穷英二字的身份令牌 当回到百花店南楼 穷武看到在这白胡面具的姐姐之后 眼泪再也止不住 扎进姐姐怀里 痛哭流涕 姐妹重逢 云雀没去打扰 独自返回西楼 钻研他的练尸术 练尸副义 始终留在西楼 这东西现在只会爬 带出去只能惹来嘲笑 云雀可不想丢脸 修炼一番后 没多大进展 还是站不起来 爬的速度倒是快了不少 副义啊副义 你活着的时候 不是挺精密吗 怎么死了之后只会爬了 站起来走两步 云雀这边正罢练尸呢 穆安找了过来 云师弟 那具尸体呢 穆安道 尸体 云雀心说 尸体刚进南楼 随后扯谎道 不巧啊穆师兄 那具尸体 被侍郎大人看到后 扣了下来 说是犯官之女 罪大恶极 不用扔乱葬岗 直接堕碎喂狗 所以运不出来了 啊 喂狗了 那怎么办呀 穆老还等着呢 穆安道 这样 等明天我回行部看看 有没有死人 多弄两具尸体回来 云雀不以为然的道 那好吧 穆安垂头丧气的出去了 他知道自己 又得挨穆老一顿臭骂 果不其然 告知没找到尸体后 莫老大发雷霆 让穆安连夜去找 找不到尸体别回来 于是穆安倒了眉 在城里转悠大半宿 除了被刑部的人 盘查过好几次之外 一具尸体也没找到 天亮后 穆安愁眉苦脸地回到西楼 看到大门外站着个少女 身姿笔直 长长的秀发 好似黑色的瀑布 一身青色衣裙 犹如此刻的天光 看背影都知道 肯定是位美人 走到门口 穆安终于看到了对方的容貌 顿时吃惊道 林 林云郡主 穆青瑶面带微笑 客气地道 这位师兄 我找云雀 他在吗 得知林云郡主的来意 穆安哪敢怠慢 忙不迭地前面带路 来到云雀的房间后 穆安敲了敲门 里面只有呼噜声 为了不让郡主久等 穆安推开门 随后被吓了一跳 连着穆青瑶也为之一惊 云雀的睡相 穆青瑶见过多次 还是那般四仰八叉 睡得豪迈又大气 穆青瑶觉得自己 这辈子肯定睡不出云雀这种模样了 简直跟猪差不多 让穆青瑶惊讶的 是床榻旁的地上 跪着个人 看模样 好像跪了一宿 以头触地 乍一看 还以为这位正在磕头 只是一动不动 尤其这人穆青瑶还认得 正是副义 穆安很快反应过来 尴尬地挠头解释道 是炼师 先生炼制的 送给云师弟修炼用 郡主自便 我先走了 穆青瑶汗手道谢 独自走进云雀的房间 仔细瞧了瞧 炼师傅义 穆青瑶觉得十分新奇 简直与活人一般无二 如果穆安之前 没解释的话 穆青瑶还以为 傅义在给云雀请罪 目光落在床 她的身影 穆青瑶眨眼而笑 绝美的脸庞 如同梨花绽放 起床了 该上潮了 穆青瑶轻轻推了推云雀 上什么潮 我还上天呢 呼噜 云雀发出一句模糊的梦意 穆青瑶听得眼口轻笑 随后神色一正 故作惊讶道 呀 谁的银子掉了 我的 云雀两脚不动 上身直接坐了起来 揉揉眼睛才发现 穆青瑶站在面前 郡主怎么来了 云雀道 昨晚草原别急到了天奇 今日大朝会 草原使团正式面圣 群臣必须上朝才行 我来寻你一起去早朝 穆青瑶背着小手道明来意 云雀闻言也想了起来 昨天黄昏的时候 行部里好像有人嘈咕过这件事 当时忙着救人 云雀只是听了一耳朵 没去关注 承蒙郡主台爱 微臣能与郡主同行 实在受宠落惊 云雀一边穿鞋子 一边打去道 是吗 之前与我同他而眠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受宠落惊 穆青瑶轻轻哼了声 做出一副女儿家 娇羞愉怒的俏皮模样 一缕朝阳从窗外映来 将凌云郡主的俏脸 染上一层光蕴 犹如出水的莲花 圣洁无瑕 云雀一时看得呆了 真美 云雀的举动 像极了服饰少爷的贴身丫鬟 让郡主殿下服饰更衣 富男王若是知道了 会不会揍我 云雀道 你猜呢 穆青瑶调皮一笑 时间上早 云雀没有立刻出门 而是关好了门窗 并神神秘密地招呼 穆青瑶来自己被窝 做什么 穆青瑶狐一道 给你看个好东西 云雀说着 从被窝里摸出个小盒子 道 这可是真正的宝贝 世上除了你凌云郡主之外 我不会给第二个人看 穆青瑶听得好笑 学着云雀刚才的语气道 承蒙云大人抬爱 能让我一起观宝 实在受宠落惊 不幸是吧 今天本官就让郡主开开眼界 看一看 是不是大镜的至宝 云雀说着打开盖子 穆青瑶原本以为云雀在与他玩闹 结果看到盒子里的东西后 笑容瞬间消失 玉玺 穆青瑶瞪大了美目 确认一番后 惊一道 玉玺怎么会在你手里 穆青瑶 圣人遗迹后面找到的 当时我与图苏满身切磋 将自快严实弄掉了两个 云雀将找到玉玺的经过 简单道出 玉玺居然藏在五星牙 到底是谁干的 穆青瑶差一道 皇宫凶杀案 死了个宫额那件事 你听说了吧 云雀道 有所耳闻 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穆青瑶道 我猜那凶手真正的目的 不是杀掉宫额 而是盗取玉玺 并且得手 最后被那宫额撞剑 才下了杀手 事后伪装成妖物杀人的模样 云雀道 很有可能 穆青瑶点头道 本来我以为捡到了宝贝 还给皇帝能换来天大的好处 结果成了烫手的山芋 云雀道 为什么 你直接说明 在乌星牙找到的玉玺即可 如果陛下不信 我给你作证 穆青瑶道 完了 前些日子 皇帝曾经召见我 下了道秘址 让我去学宫寻找玉玺 如果把玉玺交出去 我容易人间蒸发 云雀随手掂量着玉玺道 穆青瑶闻言后 秀眉渐猝气 沉吟不语 你们大进的皇帝 不怎么样吗 疯了我的官 就拿我当棋子 最是无情帝王家 云雀感叹道 过阵子再去面壁的时候 我把玉玺藏回去 就当没见过 除了我和藏玉玺的凶手 估计没人敢去乌星牙 擅自挪动圣人自尽 不用藏起来 你将玉玺交给皇帝 今天就交出去 穆青瑶道 交出去 我还没活够呢 你不会以为皇帝得了玉玺 就能让我活着吧 早晚会灭口 云雀笃定的道 只要实际恰当 你非但不会被灭口 反而会有重伤 穆青瑶明亮的眼眸里 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解释道 今日草原别急面圣 是来联姻的 草原使团百人之多 按照常规 一国公主嫁给大晋皇帝 陛下必定要加封 并回馈重礼与安抚的圣旨 让草原使团带回不足 这份圣旨 必须有玉玺夹带才行 是代表两国和平的重要之物 若没有玉玺 即便圣旨是陛下亲笔 草原人也不会认得 只能惹来更大的争端 所以今天的大朝会 玉玺存在与否 至关重要 如果陛下一直拖着不测封兵妃 草原一方会觉得 大晋皇帝孤傲自大 没将草原人放在眼里 趁机口诛笔伐 甚至刀兵相见 最不济 也能四处宣扬诋毁晋国 怎么看都对大晋不利 草原别急 恰逢玉玺丢失之际抵达 这件事存在蹊跷 我怀疑 那盗取玉玺之人 有可能与草原人有关 甚至就是草原人所为 目的是为了今天的逼宫 所以今天的大朝会 陛下其实极为被动 没有玉玺 便难以侧封兵妃 陷入两难之地 如果此时交出玉玺 即可四两拨三千 消弃掉来自草原的一次危机 木清瑶语速极快 分析出陈破厉害 讲得条条是道 云雀听完 不由地佩服凌云郡主的心智 但自己好像没什么好处 那我呢 草原危机解除了 我还得被灭口啊 云雀道 木清瑶微笑着 伸出一根纤细葱白的玉纸 道 你只需多说一句话 即可逢凶化吉 请郡主赐教 云雀道 你就说 木清瑶将声音低沉了一些 模仿云雀的语气道 微臣奉旨 已将陛下存放于学宫 吸取天下文器的玉玺取回 献完必归照 云雀听完 立刻竖起大拇指 赞道 郡主聪明 这一招戒坡下驴 实在高明 按照木清瑶的办法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将玉玺呈上 并且就说玉玺 是皇帝自己放在学宫 吸取天下文器的 这样一来 皇帝就算有心灭口 也无能为力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否则真要杀了云雀 那么群臣就会联想到 玉玺这件事 从而猜忌不断 木清瑶献出小小的得意 笑道 不是借泼下驴 而是以公为首 三十六计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云雀点点头 唏嘘道 多看书还是有好处啊 过阵子我去找马小脚 把他家的藏书全借来看个遍 我府上有很多藏书 你可以随时去看 木清瑶道 都带图的吗 云雀顺口说出真正目的 自多图很少的 为什么总喜欢看图呢 木清瑶不解道 图看起来比较直观嘛 云雀以笑声掩饰自己的尴尬 取出包好的蜘蛛牙 交给木清瑶 郡主帮我解围 咱也不能小见 答应你的东西 拿到了 可惜白玉蜘蛛 只有两颗牙 太少了 木清瑶收下后 刀 我有一颗足矣 猪牙能练制成法器 若附加材料足够好的话 有机会达到极品程度 剩下的一颗白玉蛛熬牙 我帮你去鳞匠店 打造成法器 其余材料我来出 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 刀 不需要太锋利 结实就行 百斤左右 云雀不客气地道 木清瑶点头计下 并将一万五千两银票 交给云雀 这是之前承诺过的价格 一颗白玉蛛熬牙的市价 差不多一万两 木清瑶多给了五成 云雀自然乐地收下 但另一份承诺 人家现在不肯兑现 得日后再说 带上玉玺 两人走出西楼 清晨的百花店 能看到不少学子 有的在草坪上散步 有的在僻静处读书 有的在修炼新掌握的功法 有的在互相招呼着打打闹闹 也有人蹲在饭堂门口等开饭 当然 这种恶狗般的举动 只有图苏和满身能做得出来 南楼之上 一扇窗被推开 琼武终于睡了一夜好觉 庸懒而满足的小脸上 焕发出光泽 他在窗口 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 戴着狐脸面具的琼英 站在窗口一旁 望向经过南楼的云雀 他旁边的是谁 生得好美 琼英道 林云郡主 学功十美之一 他是道山殿的学子 怎么来百花店了呢 琼武疑惑道 仿佛察觉到楼上投来的目光 在经过南楼之际 木青瑶做出一个 让云雀出乎预料的举动 小郡主竟主动牵住了云雀的手 自然而然 毫无羞涩 仿佛在彰显着自己的主权 云雀当然不介意 正好趁机感受着小手的细腻 占足了便宜 云雀这边不介意 周围的男学子们 受不了了 一个个瞠目结舌 木雕泥素一般 望着牵着手远去的两道背影 过了好久 哀嚎生四起 昨晚五仙子头怀送抱 今天凌云郡主牵手 老天瞎眼了呀 怎么让如此禽兽 混进学宫圣地 又是幻觉 我一定生病了 这两天总能看到幻觉 抢走了五仙子 又勾走了凌云郡主 她是什么妖孽啊 我不活了 我这就去死 谁也别拦着我 天不生云雀 学宫使美如长夜 天若生云雀 学宫使美遭大劫 苍天哪 开眼吧 把云雀劈死好不好 云雀 你是我今生之敌 你是学宫之敌 饭堂的早饭还没做好 云雀的事迹 已经再一次轰动学宫 云雀自己都没想到 去一次大朝会而已 自己竟成了学宫之敌 今日大朝会 格外热闹 金鸾殿内人头传动 今天并非上朝议事 而是皇帝设宴 为草原来的贵客 接风洗尘 从昨晚开始 御厨们连夜忙碌 大殿内此刻韭菜飘香 云雀看到了不少老熟人 太子殷轩 八山城将军苏红山 金吾位指挥是白燕都在 以云雀的官职 只能坐在最后面 旁边是陈州华黎数等 一众行部官差 穆青瑶的位置 则在最前面 与当朝首府 六部尚书等 一众大员坐在一起 皇帝尚尉到来 群臣显得轻松 互相攀谈着 有说有笑 大殿内的人群 明显出现两极话 文官的酒桌 都在温文尔雅的面带微笑 轻声谈笑 金句叠出 妙语连珠 五官的酒桌 和武夫坐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模样 陈州华与一众同僚 谈论起皇城新开的 一座青楼 说到高兴处嘎嘎怪笑 他嗓门又大 简直像一只鸭子 闯进了金丸殿 听得远处的文官们 直皱眉 云雀一边听着陈州华的怪笑 一边盯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丰盛 实在太丰盛了 全是没吃过的山珍海味 以云雀估计 这一桌子菜 没有三百两银子 绝对下不来 越看越饿 见别人没动快 云雀先抓起一只 争雄掌啃了起来 他一口下去 周围众人的谈笑声 立刻消失 纷纷目光惊讶地盯着云雀看 趁热吃啊 待会儿凉了 云雀好心地提醒道 陈州华就坐在旁边 他很快反应过来 一把抢过云雀手里的熊爪 翻个面放回了盘子上 动作极快 甚至出现了残影 竟涌出修为 嗨嗨 刚才说到哪了 对了 新开那家青楼实在不错 大家没事 都去乐呵乐呵 陈州华语气尴尬地道 周围的刑部众人 立刻明白过来 重新开始谈笑 气氛这才恢复 随后 陈州华压低声音 在云雀耳边道 陛下没来 咱们不能先吃 这是皇宫里的宴席 有规矩的 云雀恍然大悟 到了生限 谁知道设个宴 还这么多规矩 皇家果然事多 云雀赋斐了一句 本来是个小小的插曲 周围都是刑部的人 大家就当没看见 也没人会说出去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云雀啃了口熊掌的一幕 被相邻一桌一名 瘦高个子的中年人 看在了眼里 此人冷哼一声 起身来到近前 指着被云雀啃过的熊掌 事则道 陛下设宴 你胆敢提前开斥 简直不将礼法放在眼里 扣你半月俸禄 以锦笑游 云雀顿时瞪起了眼睛 你谁压上来就扣我银子 陈州华急忙打员场道 牛大人消消气 他刚刚认知不久 不懂规矩 回去后我多多指点 他一二也就是了 听陈州华说出牛大人 云雀立刻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牛大空 礼部侍郎 官居三品 礼部专门掌管无理之仪 管理靖国科举 词迹 言响 即翻属国往来之事 礼部下设四司 与刑部类似 礼部侍郎 与刑部侍郎 上官宏图评级 所以 牛大空对陈州华毫不客气 你懂规矩 你们武夫粗鄙不堪 根本不懂理法为何物 做没做相 占没占相 吃没吃相 等草原贵客到了 看到你们如此模样 定会认为我大惊不知礼节 成了人家的笑柄 训斥完陈州华 牛大空指着云雀的鼻子道 半月俸禄三天内交到礼部 晚交一天 便多罚你一天俸禄 说完 人家大袖一挥 回归座位 云雀沉默了下来 回头四下看了看 找什么呢云大人 陈州华胡一道 找刀 云雀面无表情地道 别别别 兄弟消消气 不就半个月俸禄吗 犯不上志气 陈州华劝道 咱们刑部和礼部始终不对付 人家礼部是礼仪之地 最看不惯我们刑部一群武夫 况且人家是侍郎 官大一品压死人啊 云雀很想砍了那个牛大空 别的惩罚无所谓 打板子都没问题 可一旦涉及到银子 那是云雀的命 你可以打我骂我羞辱我 但你不可以扣我银子 扣我银钱者 如杀我全家 再看一桌美味 云雀没胃口了 合着这趟皇帝设宴 我掏了半桌的钱 牛大空坐在不远处 与同僚有说有笑 云雀注意到 有人拿出玉佩 让牛大空帮忙验看 牛大空点评的时候 摇头晃脑 大有一种指点江山之感 这人应该酷爱美誉 看出牛大空的爱好后 云雀渐渐微笑起来 摸了下怀里装着 玉玺的小盒子 老小子扣我钱是吧 等会儿拉你跳火坑 此时 大殿外走来一队人马 草原使团到了 队伍共有一百多人 其中有百名母鸡 模样靓丽 均穿着抑郁服装 十分显眼 为首的一名女子 格外美艳 小麦色的肌肤 身姿玲珑有致 穿得很清凉 纤细的腰肢 在行走间宛若水蛇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此女子 便是草原别吉 名为吉安达 在别吉身旁 跟随着一名身形受虚的草原人 四巡上下 看起来有点弱不经风 别吉到天奇 看到使团到了 牛大空立刻亲自迎接 礼仪十足 又是拱手又是作医 客气得跟个孙子似的 云雀觉得 这家伙 很像一条养歪了的狗 对自家人呲牙乱吠 对外人点头哈腰 云雀若是皇帝 肯定把这家伙送去草原 让牛大空去教教草原人礼仪 瞥了眼牛大空 云雀将目光落在别吉身上 这女人确实很美 加上那身衣与装扮 更添了几分妩媚 可不知为何 云雀看到这位别吉的时候 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那不是草原上尊贵的公主 而是从草丛里走来的一头狼 妖 云雀心里下意识地 蹦出个妖字 对方不是妖 没有任何妖气可言 甚至连修为都没有 窈窕妩媚 落落大方 但云雀就是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古怪感觉 这种感觉十分奇怪 又并不陌生 就像面对着妖物 刚刚产下的蛋 在尚未孵化之前 妖物蛋几乎没有妖气散发 看起来人畜无害 可一旦孵化出来 就是一头吃人的凶手 除了云雀之外 大殿内所有人 都没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别吉一路从草原而来 始终有边军护卫 在经过黑铁城的时候 已经被查验一次 路上进军交接又查验过 到了天气皇城 还会被仔细查看 直至近了皇宫 会再次经历一次彻底严查 至少四次查验 足以证实 这位别吉人畜无害 况且在场的可不乏高手 无品境界的武者有知 无品的道门修士 与儒家修士亦有知 云雀之所以会有如此感觉 其实更像一种直觉 猎妖多年 斩妖数以万计之后 才能拥有的特殊直觉 不过云雀 自己也说不出 对方古怪在何处 只凭着感觉 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 反正对方是来给皇帝当妃子的 皇帝死不死的 云雀才不在乎 等草原使团落座后 皇帝因子寿 缓步而来 地位最高者 当然要最后入席 随后是一番繁复的仪式 草原使团先拜见皇帝 那呼急别看身子单薄 嘴皮子极好 先介绍了所属不足后 再歌颂了一番敬皇 然后皇帝又表示了一番 给了不少封赏 但媒体立刻那非之事 云雀在后边 等得都快睡着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 别的没怎么听 只知道别疾所在的部落 叫做猪邪部 因子受面带微笑 示意使团可以落座了 并喝了低杯酒 文武群臣这才感动快 别看脸上再笑 因子受此刻颇为不满 内心恼怒不已 草原别急联姻 当然是好事 代表着草原人在示弱 可偏偏实际不好 玉玺丢了 不加盖玉玺 就没法给草原使团 传回圣旨 人家是朝拜上帮大国而来 需要请回圣旨 交给部族大汉 以示双方世代交好 没有加盖玉玺的圣旨 根本无效 与英子受的交集懊恼不同 群臣吃得热火朝天 尤其武夫那边 简直如恶狼闯进了羊圈 大口酒大口肉 胡吃海塞 就差没划拳了 宴席刚开始 别急缓缓起身道 草原平急 无甚重礼 小女子亲自为陛下 献上飞天之舞 以助酒性 英子受点头允诺 丝竹之音响起 百名武姬翩翩起舞 宛若百只蝴蝶般灵动 尤其别急 群居飞扬 义舞飞天 跳得精彩分成 一群武夫 看得眼睛都直了 太子英轩更紧紧捏着拳头 目光中非但没有男人的贪婪 反而充满了一种古怪的羡慕 别人不懂太子 云雀当然知道 太子此刻的心思 英轩肯定也想穿上舞裙 去跳上一舞 云雀望向太子 一边吃一边直乐 心说 你要敢在你老子面前穿裙子 皇帝就敢 把你脑袋砍下来 当球踢 英轩发现 云雀在朝自己笑 立刻将眼里的漆带隐藏下去 正惊危坐 做出一副太子该有的神态 并狠狠地瞪了眼云雀 五霸 百名武姬纷纷退下 别急幼命人献上 从草原带来的美酒 经过禁军高手检验无毒后 被皇帝赏赐给群臣 宴席的气氛愈发热闹起来 推杯幻展声络绎不绝 离席道别捉敬酒者 大有人在 云雀狼吞虎咽的吃饱后 见时机差不多了 起身来到牛大空旁边 牛大空此时 正给一位同僚点评玉佩 雕工上家 必定出自名将之手 单单这份雕工 便价值连城 可惜玉智有一些瑕疵 否则绝对是无价之物 牛侍郎的健保功夫了得呀 佩服佩服 这块玉 确实有一丁点的瑕疵 哼 别的不敢说 关玉一道 我无需用眼睛 只要摸一摸 即可确定玉品如何 牛大空正侃侃而谈之际 听到旁边传来客气的询问 牛大人 我手里有块玉 是家传的宝贝 您给摸摸看 值几个钱 牛大空心情不错 同僚的赞许 让他有点飘飘然 乍一听到如此客气的说辞 想都没想 立刻同意下来 牛头一看 是刚才被他罚了半个月俸禄的刑部之人 牛大空有点不高兴 皱起眉 云雀面带笑容地道 下官久闻 牛大人乃是狱中伯乐 关玉如关马 大人 帮忙给验一验 看看我这块 玉是不是狱中的千里马 听到狱中伯乐四个字 牛大空得意起来 大手一挥道 你这小门小户的 能有什么家传宝玉 拿出来我瞧瞧 云雀压低声音道 大人 我这块玉有些特殊 见不得光 被阳光一照 就得出现斑纹 不值钱了 您只能摸一下 以大人多年见玉的经验 一摸即可判断出 是不是宝玉 牛大空惊奇起来 道 还有这种玉 本官倒是头一次听闻 那好 我来摸一下看看 云雀连忙称好 从怀里掏出来的黑袋子 让牛大空将手伸进袋子里 玉玺已经事先被调了个方向 侧面朝上 是平的 摸不出雕刻的痕迹 牛大空摸了两把 皱起眉 惊一道 手感温润 又极其细腻 这是方极品好玉啊 云雀立刻收起袋子 笑道 牛大人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大人慢慢吃 下官倒退 牛大空十分好奇那块玉 结果人家走了 他与云雀又不熟 只能作罢 九过三巡 使者呼及起身朗声道 陛下 我们草原不只有美人 还有勇士 飞天之舞代表着草原人的灵动 强壮的体魄 则代表着草原人的勇猛 今日恰逢良机 诸邪部的勇士愿为陛下展现一番真正的无勇 说罢一招手 一名始终跟在呼及身后的壮汉 急步走道场中 高大的身躯 犹如一尊铁塔 因子兽缓缓汉手 道 准了 让他表演吧 呼及笑着摇了摇头 道 我们草原的勇士不会表演 只会搏杀冲锋 还望陛下派遣一名大晋国的勇士 与我们草原人切磋一番 群臣纷纷停下吃喝 目光落在呼及身上 众人都知道 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 草原人想试探大晋的武力 要给大晋来的下马威 因子兽淡然而笑 道 好 诸位爱卿 谁去与那位草原勇士较量一番 立刻有一群武夫纷纷请战 群情激昂 草原人敢在大晋的皇宫里挑战 不给对方点颜色瞧瞧 晋国的武官岂不是饭桶 武夫最不怕的就是切磋 很多人都想亲自上去教训教训草原人 首辅周世博此时起身 微笑道 我晋国的将军们 久经沙场 下手没有分寸 得找一位与其境界相当之人切磋 免得伤到这位勇士 众人听完 纷纷暗自佩服 当朝首辅果然厉害 一句话说得看似好意 实在将草原人先贬低了一遍 呼急哈哈一笑 道 首辅大人多虑了 草原上的勇士 常年在野外狩猎 时常被野狼野狗咬一口 受点小伤 不算什么 这话一出 群臣纷纷愤怒起来 连英子兽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周始博贬低对方 用了怕伤到这位勇士的说法 人家则反唇相击 指桑骂怀 将大禁舞者 比喻成野狼野狗 云雀在后边看着热闹 今天算长了见识 以前总听唇枪舌剑这个词 今天才知道 原来朝堂之上 是当真存在唇枪舌剑的 五夫打架拳拳到肉 为人斗口 字字珠惜 周始博神态如常 道 草原上只有野狼野狗 算不得危险 而我大禁之内 卧虎藏龙 被狼咬一口没什么 若被龙咬一口 下场可就不妙了 呼籍闻言 神色微变 他是草原人不假 但没有任何修为 最大的特长 便是言辞犀利 擅长诡辩 部族大汉任命他为使团首领 就是要借他之口 给大禁来的下马威 不料在口舌交锋之上 他不敌大禁首府 云雀在最后面 看了眼首府周始博 心说这老头儿有点东西 难怪能做到百官之手 不知与大烟的龙图阁大学士 比较起来 孰高孰低 呼籍的神色很快恢复 道 既然上帮大国藏龙卧虎 人才济济 那便请一位七品武者 来与我草原勇士切磋 皇帝英子受文言 刚要开口询问谁愿出战 却被周始博一个眼神阻止 看到首府的目光 英子受选择了闭嘴 他知道周始博的心智比他更深 肯定看到了他没看到的东西 周始博不紧不慢地道 不知使者带来的这位草原勇士 是何修为呢 八品五福 呼籍傲然答道 听到这话 云雀在心里嘀咕起来 这个草原使者开始下套了 以八品挑战七品 那所谓的草原勇士 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能力 到了这种时候 当朝首府即便明知是圈套 也得钻 周始博果然皱了下眉 语气如常的道 切磋就该境界相当 若让我大进七品武者 聚战一名八品修为的草原人 岂不是欺人太甚 呼籍好像就等着这句话呢 笑道 上帮大国果然有气度 那好 就请首府大人 选一名最强的八品武者 与我草原勇士 切磋一二 听到这里 云雀就知道 大进这边输定了 除非找个如自己这般 在八品就有斩杀七品能力的武者 否则正常的八品武者 必败无疑 草原人有备而来 大进一方则毫无准备 云雀将好奇的目光 落在周始博身上 打算瞧瞧 这位当朝首府 如何化解这次危机 这时候 很多人都察觉到忽急的目的 连英子兽也皱起眉 亦是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周始博只是略意沉吟 便亲自点兵 朝着人群道 玉玛坚 可在 人群后方 立刻占起一名武官 拱手道 威臣在此 大人有何吩咐 玉玛坚是个官职 郑无品 掌域就马匹 地位不高 跟云雀一样 在最后面坐着 说白了 这位就是个养马的 在整个大殿内地位最低 连云雀这种天牢提心官都比不过 我进国以玉玛坚 来领教领教草原勇士的身手 周始博说完 直接落座 相当于下了命令 他没提玉玛坚的名字 只说官职 这一点也是心机所在 周始博已经料到 这一局大敬必输 但输归输 如何输得不丢人 才叫能耐 你们草原勇士不是厉害吗 能以八品占七品 那我就出个养马的官跟你斗 你若赢了 大可肆意宣扬 就说草原勇士 打败了大敬的养马官 看看最后谁丢人 呼吸的脸色变得 不太好看了 冷哼一声 是以那草原勇士 开始比斗 随后场中空地上 两名八品武者 拳脚相向 打得热火朝天 云雀看着打斗 心里却暗暗佩服着 当朝首辅的手腕 这老头不是有点东西 而是足够厉害 心机交锋能到这种地步 绝非常人能及 难怪是当朝首辅 没点能耐 根本坐不到这个位置 输都输得毫不丢人 实在高明 云雀不由地想起了 田击赛马这词 以最弱的马匹 去对战敌人最强的马匹 虽败犹容 草原使团有备而来 结果聚集了全力的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 大殿内 人们的目光 纷纷汇聚在打斗的两人身上 那位御马肩并不弱 在八品武者当中 足以位列前茅 看得出修为极其扎实 起初 两人还站成了平手 可打着打着 草原壮汉的手背 与大脸上出现了异样 一条条血管 如青金般隆起 同时本体力量 也越来越大 御马肩 渐渐招架不住 最后被人家直接扛起来 扔出大门外 呼 御马肩整个人 如同风筝一般 飞出数十丈远 砸在一群 正要上菜的公鹅当中 顿时惨叫不断 鲜血似箭 御马肩有八品武者修为 扔出虽远 却摔不死 多说重创 可那些公鹅是普通人 没有修为 御马肩的身体带着距离 落下后 好似一块巨石般 当场砸死三个公鹅 看到出了人命 鹰子兽的脸色 越发难看起来 闻五百官怒目相识 偏偏无言以对 砸死人的 是那御马肩 若怪罪草原壮汉 显得大进一方 潜驢即穷 只剩小气 云雀注意到 那壮汉此刻 浑身气血汹涌 整个人的气息 比刚才要狂暴数倍 这种程度的气血波动 唯有七品武者才能拥有 他怎么做到的 云雀很好奇 对方明明是八品气息 却能爆发出 七品程度的气血之力 好像整个人的血液 在燃烧一样 草原壮汉哈哈一笑 狂声道 刚才那晚夜 我一个人能掐死十个 你们大进是不是没人了 敢不敢 来个七品武夫 与我一战 草原人此刻图穷比线 口舌交锋没占到便宜 直接开始玩横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个壮汉 相当于死士 那呼吸根本没打算 让他活着 所以才借其之口 喊出挑衅之言 大进一方没人开口 这话接不了 不是没有七品武者 而是一旦七品上去也败了 那大进就不是让人笑话 而是言辩尽尸 呼吸没说话 四平八稳地坐在原位 自针自营起来 见没人敢战 草原壮汉愈发猖狂 吼道 怎么 你们大进连七品武夫 都没有吗 实在不行来个六品 老子今天就要杀个痛快 此言一出 一群武官坐不住了 这等挑衅 实在让人火大 当场就有多位七品武官 请命出战 英子兽没有立刻决定 而是妄想周始博 周始博再次起身 示意请战的众人退下 道 草原勇士果然不凡 既然不尽兴 我大进自然奉陪到底 不过这里的七品武官 大多修炼多年 欺负一届八品 说出去 实在不太好听 不如让一位本月 刚刚突破到七品的年轻人 陪这位勇士过两招 这话一说 已经有很多人 看出了首辅的用意 周始博还是本着 丢最少脸面的原则 要选一位 刚刚突破七品的武将 但很多人都不理解 刚到七品 境界不闻 对方显然有着 战败七品的实力 如果再输一局 还是丢人哪 不如找一位七品巅峰去挑战 那不就稳赢了 在场的仅有一少部分人 看出了草原壮汉的特殊之处 比如 白燕与苏红山这种武品高手 白燕此刻已经断定 那草原壮汉 有着斩杀七品巅峰的能力 白燕坐的位置 距离首辅不算远 他望向周始博 打算将自己的判断告知对方 结果首辅根本没看他 而是望向人群最后方 周始博的目光 落在了云雀身上 云雀正看热闹呢 见首辅看自己 心里一阵惊奇 首辅的消息 够灵通的 连自己何时进阶七品都知道 首辅投来的目光中 带着一种询问的意味 而且并未点名 这一点 就让人觉得舒服了 如果周始博直接让云雀出战 云雀肯定找说辞推脱 又不是我惹的麻烦 在场这么多武将 轮得到我吗 而周始博 能以当朝首辅的官位 做出询问的姿态 算是给足了尊重 人家一品大员这么客气 云雀自然不能小气 于是点了点头 周始博随之微笑起来 他并非只想将丢人的程度 降到最低 才询问云雀 而是在周始博看来 现在大殿里的所有七品舞者 唯独云雀是最强的一个 身为首辅 自然清楚 云雀护送凌云郡主回皇城一事 更知道 当时在五品境界的 红莲教主面前 云雀能安然脱困 单单这一点 就足够证明云雀的本事 周始博此刻底气十足 朗声道 有请刑部云大人 与草原勇士切磋一二 随着当朝首辅的一句话 金鸾殿上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汇聚在云雀身上 皇帝英子兽抬起眼皮 神色变得不太自然 木卿摇袖眉微醋 目光中带着一丝担忧 苏红山一张大脸上带着好奇 旁边的白燕 则面带笑意 举起手中酒杯 朝着云雀摇摇一进 刑部侍郎将落军 尚书上官宏图 陈周华李主等人 神色各异 都在替云雀捏把汗 刑部这边多维武夫 刚才的过招 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都觉得那草原勇士 极其难缠 普通的七品 恐怕不是对手 而云雀进阶七品 还不到一月时间 根基属于最不稳固的一个 现在出战 很有可能栽根头 众目睽睽之下 云雀起身 朝着周始博拱手道 卑职领命 陈周华此时拽了拽云雀一脚 低声道 那蛮子气血太盛 小心有古怪 云雀点点头 走到大殿中心 没看到草原勇士 云雀再次朝着周始博失礼 道 首辅大人 如此切磋实在无趣 草原勇士也提不起兴致 不妨加点踩头 让草原勇士兴致高昂 他才能全力以赴啊 云雀此言一出 沐青瑶微笑起来 他就知道 云雀肯定不会白忙 长在前眼里的人 若没有好处 怎么可能平白处理 周始博点了点头 望向皇帝道 陛下觉得呢 英子兽大手一挥 道 那便加些彩头 文银三万两 胜者可得 皇帝开口 云雀放心下来 挺好 自己活动活动筋骨 三万两到手 皇帝果然不差钱 不过一份彩头 云雀可不满足 朝着使者 户籍拱了拱手道 不知使者大人 可否也拿些彩头出来 否则我兴致不高 打起来绵软无力 不尽兴啊 呼吉明显愣了一下 他在口舌相争方面 从来没遇过对手 精湛的诡辩天赋 让他深得大汗器重 从而成为草原使者 哪怕面对大晋的首辅 他呼吉也不落下风 步步紧逼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一句话 呼吉居然哑口无言 原因很简单 就没见过 脸皮这么厚的 皇帝都给了彩头 你还来管我再要一份 呼吉很快恢复过来 从容不迫地道 陛下 已经给出彩头 三万两的高价 是我生平仅见 足够昂贵 草原地广人稀 平级多年 拿不出好东西 呼吉本以为一句话 把对方打发走 也就完了 不料人家根本没走 还弃而不舍地 跟他算起账来 没银子无所谓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首饰啊 珠宝之类的都行 实在拿不出来 你们草原有牛羊吗 写个欠条当彩头 过后我派人 去草原运回来 别担心 运飞我出 云雀说完 不仅呼吉愣在原地 大殿里连着皇帝跟群臣 全都瞠目结舌 周始博不由地摇头苦笑 对云雀的荒唐之举 无可奈何 呼吉目光皱冷 重新打亮了一番眼前的年轻人 他知道自己看走眼了 还以为这位提心官 是个脸皮厚的 原来是个不要脸的 一旁的别吉 此时轻笑了起来 从头上摘下个精美的玉簪道 这枚玉簪 至少价值一万两 就当我们猪鞋部的彩头好了 有别吉解围 呼吉的神色 这才好转一些 冷哼一声 按照礼节 一国使团给出的彩头 应该由宫女暂时接过保管 等比试结束 再送给胜利者 英子兽轻轻点了点头 立刻旁边有宫女 拿着托盘走过去 要接玉簪 结果宫女 没等走到镜前 就被云雀巴拉到一旁 云雀自己把玉簪接了过来 还随口到了声线 云雀这番举动 可把呼吉气得不轻 怒道 你懂不懂规矩 别急得赏赐 尚未奋出胜负之前 岂能到你手里 难道你们大镜 都是如此无理之辈吗 但凡找到点由头 这位使者 都要趁机贬低大镜 听得在场众人大为不愤 有人觉得 呼吉太过自大 也有人认为 云雀做事荒唐 周始博没开口 笑意温和地望着云雀 好像先生测试 学生时的样子 而且对学生信心十足 云雀将玉簪收进怀里 道 使者说得不对 我们大镜都是知书达理之人 特别讲道理 既然是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先收起来呢 呼吉沉声道 你的东西 你尚未切� 凭这个 云雀在呼吉鼻子前 晃了晃拳头 道 因为我必胜啊 呼吉彻底愣住了 大殿里沉默稍许 一众武夫 立刻误傲怪叫起来 武夫就该如此狂傲 云大人好样的 这他娘的 才叫习武之人 够近 苏红山一拍桌子吼道 舒坦 我大镜武者必胜 一句我必胜 道出了武夫骨子里的那股傲气 一时间引起了 在场所有武者的共鸣 苏红山武品修为 他一巴掌 差点把桌子拍碎 发出一声闷响 把皇帝吓得一哆嗦 此时此刻 草原人的气势 彻底被压了下去 呼吉的确精通唇枪舌剑 但他没有修为 云雀的拳头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 他一时无言以对 下意识退后一步 得了欲簪 云雀这才心满意足地 回到场中 那草原勇士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浑身血管爆起 眼珠子遍布血丝 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嘀吼 云雀还是没理睬此人 转了的弯 走到大门口 看模样 好像要离席似的 让众人摸不清头脑 来到大殿门口 云雀朝着远处 那些不敢乱动的宫女喊道 都闪开 一会儿有头猪要飞出来 别砸到你们 宫女们急忙四散开来 原地留下三具尸体 云雀看了眼远处的尸体 目光冷冽了几分 等云雀重新回到原位后 草原勇士 已经被气得怪叫连连 人家明显在骂他是头猪 扑向云雀 云雀做出个停止的手势 道 等一下 我还没活动开筋骨 得先练套拳 草原勇士的脚步戛然而止 他此刻 只觉得气血上涌 险些没喷出血来 若是平常 他肯定不容分说动手 但这里是大进的皇宫 又是切磋 人家没准备好 他若继续进攻 会被认为草原人 只会趁机偷袭 草原勇士接二连三被戏耍 看得众人痛快不已 陈州华黎树等人 觉得云雀在故意贬低草原人而已 只觉得出气 痛快 心智高深的当朝首府 各部尚书与皇帝 则看到了另一层 认为云雀在动用很深的心机 效仿了一鼓作气的典故 一鼓作气 三二摔 三二剑 几次戏耍下来 那草原勇士的战役 将被消磨到极点 战力也会下降不少 在场的 都是大进的文武百官 心智高深者比比皆是 自认看出云雀的目的后 纷纷汗手表示赞同 认为云雀乃是将材 唯独木青瑶 在看到云雀当真 打出一套并不熟练的拳法之后 察觉到云雀真正的意图 人家不是为了出气 故意戏耍对方 也不是为了降低对手的战力 而是要拿草原勇士 当作沙包 练拳 看到云雀打出的拳法后 白燕目光微动 低语道 赤岩拳法 看出了云雀打的是赤岩拳法 白燕反而疑惑起来 因为云雀的招式都对 但明显生疏 并不精湛 白燕被誉为儒匠 可见他心思细腻过人 但此刻却看不出云雀的用力 其实 云雀的目的很简单 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都知道如何节俭 一文钱恨不得掰成八半 对于任何的便宜 都必须占到极致 云雀只是想趁着这次切磋 多占点便宜 两份彩头 算两份便宜 对面的草原蛮子 也不能浪费 多好的机会 活沙包啊 打死不用偿命的那种 当然用来练拳了 云雀就是想占三份便宜 仅此而已 当熟悉了赤炎拳 云雀朝着对方招了招手 道 来 草原壮汗乌翱一声 如猛虎般扑杀而至 随后大殿里的众人 看到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切磋 没修为的文官还好 觉得两人撕打得拳拳到肉 战况激烈 可一众武官 看得瞪大了眼睛 目光茫然 一脸不见 那草原勇士 的确在尽力搏斗 一拳一脚都挂着风声 足以彰显其力道的恐怖 绝对有欺品之力 可云雀根本没在切磋 还是在练拳 既然是练拳 招式自然缓慢 几乎打不到对方 刚开始的时候 云雀成了沙包 被草原壮汗一顿猛打 但云雀不在乎 对方的拳脚落在身上 只是挠痒痒一样 他始终认真地施展着 并不熟练的招式 随着搏斗的时间延长 云雀的拳法变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纯熟 对方的拳脚已经很难近身 并且攻势反转 壮汗不得不在进攻的同时 时而招架 草原壮汗越打越心惊 他可不是寻常的八品境界 以他的拳脚之力 七品五服也扛不住 可对方居然不在乎 这场打斗 云雀简直酣畅淋漓 难得的活沙包啊 云雀都想去一趟草原 多找点这种好东西回来 帮助自己修炼 五道法门 均为了恶战而生 在战斗中才能最快掌握 并加以提升 越是凶险的恶战 对五道法门的休息 越加有力 从最开始的生疏 到现如今的熟练 云雀在一顿饭的时间内 将赤岩拳大致掌握 只差最后的关键点 震出烈焰 经过一次次尝试后 云雀的眉峰渐渐锁紧 拳法已经完全熟悉 但如何以气机融合火灵器 达到全火相会的程度 云雀始终做不到 无论怎样 以气机震荡空气 都感觉不到火灵器的存在 草原壮汉 此时已经被云雀 打得鼻青脸肿 脚下亮呛 强撑着发起一次次进攻 又被一拳拳轰倒在地 云雀的眼底浮现出迷茫 仿佛眼前有一扇门 自己就在门口 却无法推开 这是种难得的明雾境界 通常会在休式打坐 冥想之际才会出现 舞者在恶战中 出现明雾的状况 极为罕见 苏红山看出了云雀的状态 感叹道 居然出现五进感悟 好强的舞蹈天赋啊 这小子 简直是个奇才 白燕在一旁沉声道 我修炼赤炎拳 足足用了三年光景 云雀接触拳法的时间 绝不会超过一个月 能有如此天赋实在罕见 这次是他的契机所在 可惜 赤炎拳绝非一朝一夕能修成 那草原蛮子 若彻底倒下 他便错失一次良机了 苏红山遗憾道 一旦战斗结束 感悟便随之结束 苏红山觉得大为可惜 如果对手多些 也许云雀就能修成 真正的赤炎拳了 白燕略一沉吟 抓起桌上的一碗热汤 抬手扬了出去 正好撒在云雀脚边 睡 容时为气 或 息时为静 随着白燕的朗声断鹤 云雀空明的脑海中 犹如炸起一道闪电 他始终在用契机 寻找着空气中 灼热的火灵力 之所以便寻不到 是因为天地中的五行气息 在没有被激发之前 都如沉眠一般 根本感知不到 仿佛并不存在 只有将五行之力唤醒 才能让滴水成冰 烈焰生腾 明雾中 云雀挽起了袖口 朝着跌跌撞撞冲来的 草原撞汉 缓缓轰出一拳 这一拳 云雀是闭着眼睛打的 他的全部心神与气机 都包裹在拳头上 感受着出拳之际 空气在拳风震荡中 出现的变化 刹那间 云雀抓住了某种感觉 五行中的火 在沉寂时 与土之力类似 细密如灰 又温热如静 好似刚刚熄灭的灯芯 看不到火光却有着温度 只要再次有火焰靠近 即可重新燃烧 云雀打出的一拳 如同一缕微小的火苗 终于点燃了灯芯 找到了 云雀豁然睁眼 敌喝道 赤岩拳 碰 呼 一拳 轰在草原撞汉的心口 同时炸起一片烈焰 大殿中心 仿佛凭空升腾起一个硕大的火球 将撞汉完全包裹起来 灼热的气息 经得一群没有修为的文官 纷纷厚仰 皇帝身边的一众敬畏 下意识地踏出一步 准备护驾 火光燃起的同时 火球般的草原撞汉 直接倒飞出去 一直摔出几十丈远 落在大殿外的远处 口喷鲜血 浑身烈焰 哀嚎了两声 便被彻底烧死 大殿之内 变得鸦雀无声 无论草原使者与别籍 还是皇帝与群臣 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撼当中 云雀的身影 傲立于大殿中心 右手之上火光缭绕 犹如一尊玉火武神 一拳 定乾坤 一次赌斗 三份好处到手 皇帝赏赐的三万两白银 草原别急的玉簪 外加赤盐全修成 云雀收招定士 面不改色 瞥了眼殿外的尸体后 回身告罪道 微臣沉迷于武道 以致尸手 打杀了草原勇士 请陛下责罚 这是该有的姿态 毕竟草原使者在旁边呢 英子受心理高兴 表面却脸色一沉 道 年轻气盛 下手不知轻重 该当重罚 罚奉一月 下去吧 云雀归坐 同时宫女 奉上了赏赐的彩头 三万两银票 虽然被罚了一月奉路 云雀相当满意 一月奉路才二百多两 现在三万两到手 户籍器的脸色铁青 他眼睁睁看着云雀 往兜里揣银票 皇帝的责罚 还真是够重的 只罚奉一月 算来算去 他带来的草原勇士 就值个二百多两银子 收好银票后 云雀朝着白燕拱手道谢 若没有人家在关键时刻提点 自己绝对悟不透赤岩泉的精髓 白燕笑着点点头 随后起身 同样告罪道 陛下 微臣方才失态 在金丸殿上洒落一碗汤水 微臣甘愿受罚 英子受微笑着白手道 白将军一时失手而已 如此小事算得了什么 让玉厨再上一碗汤 白燕随之归作 云雀看的不是个滋味 看人家的待遇 连一天俸路都没法 反而还崇上一碗汤 这就是五品境界 与七品境界的差距啊 由于云雀完胜 陈周华等一众武夫 呼喝连天 纷纷敬酒 一时间大殿内热闹不已 大镜这边越热闹 草原人那边越冷清 呼及成了无人问津的外人 独自处在原地 呼及看了眼15和6的一群武将 嘴角冷冷一笑 很快恢复镇定 往前走了几步 对皇帝拱手道 上帮大国 果然人才被出 在下佩服 出发之前 大汉特意叮嘱我 见到上帮皇帝 一定要替他亲口道歉 英子受听得奇怪 不解道 哦 你家大汉 要谢阵什么呢 呼及昂首道 谢陛下这些年来 替我诸邪部 肃清消消 扫平了草原边缘那些 闲散部落的杂兵 让我诸邪部 拥有更多草场来饲养阎狼 听闻此言 大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文武群臣怒目而逝 照忽己所言 这些年 大进对抗的草原强敌 不过是些草原上的杂鱼而已 如此局面 相当于攀山者披荆斩棘 好不容易登上高峰 结果抬头一看 自己所在的地方 只是个小山包 眼前 还有无数更高更多 更险峻的山巒 这种懊恼之感 任谁都觉得不舒服 英子瘦的脸色 立刻冷了下来 苏红山脾气暴躁 一拍桌子吼道 放屁 富男王横扫 草原十余仔 杀得草原人望风而逃 我看你们 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忘了疼没关系 去看看黑铁城 就能想起来了 呼急 文言大笑了起来 傲然道 富男王的大名 的确威震草原 但你要知道 草原无边无际 其中大小部落无数 富男王杀的 都是草原边缘的 小部族而已 朱邪部位于草原深处 有数百年之久的历史 我们朱邪部 才是草原真正的主人 苏红山鄙翼而笑 道 草原我去过 随便抓一个草原蛮人 都如你这般说辞 都说自己是草原的主人 你们草原上的主人 可真不少啊 呼急 对苏红山的鄙夷 不以为意 傲然道 敢问这位将军 既然你去过草原 可见过我们朱邪部 真正的勇士 以前没见过 今天见到了 苏红山指着 大殿外烧焦的尸体 大笑道 可惜啊 你们的勇士烧成炭了 随着苏红山的笑声 一众大镜五官 纷纷大笑起来 对草原勇士不屑一顾 这多七品战力而已 对百官来说 实在不值一提 呼急安稳如常 等着对方笑完 才一字一句地道 朱邪部的勇士 有着高贵的血脉 是天神真正的子孙后辈 我们称之为血脉 以八品战力 即可对战七品强敌 像这种血脉 我朱邪部 拥有十万之重 十万两个字 犹如一记重锤 砸在所有人心头 苏红山的笑容 直接僵在脸上 白眼的眉头猛然锁紧 周始伯安稳的神态 豁然一变 皇帝因子兽的目光 渐渐阴沉 十万名堪比七品战力的血脉 若汇聚在一起 将产生无比恐怖的战力 如果呼急所言为真 那么朱邪部 就有着横推大进的能力 十万七品武夫 足以摧毁一座国盾 云雀听的也颇为震撼 即便呼急说的有水分 十万这个数字未必准确 但哪怕只有一成 也不容小觑了 一万名七品武夫 能轻易熬死苏红山 这种武品高手 一万血蛮 能横推黑铁城 摧毁八山城 一路杀到皇城脚下 大殿内 闻五百官们 神色各异 没人知道 呼急所言的十万血蛮 究竟是真是假 朱邪部的消息向来棘手 边关那边 几乎没多少情报传回来 周始伯最先恢复镇定 微笑道 十万血蛮 的确汉勇无双 但我大进三驻国 亦可在百万大军中 取主帅首级 又是一轮交锋 呼急拿十万血蛮 震设大进 首辅则用三驻国锐利还击 就算你们草原 有十万血蛮百万大军 在我大进三驻国面前 你家大汉的首级 仍旧难保 双方此刻剑拔弩张 虽然只是言辞交锋 却有着极重的火药味 此刻金鸾殿内 气氛阴沉 鸦雀无声 这时别急站了起来 道 朱邪部大汉是草原的王 陛下 则是大进的天 若我们两家至此交好 世代无争 对双方都有莫大的好处 这也是我嫁入大进皇族的最终目的 希望天下无争 大进与草原的百姓 都能生活在太平盛世 有别疾缓和气氛 英子兽点头赞道 别疾秀爱会中 心念苍生 果然是草原上最美的花朵 阵风你为极飞 这位草原别疾的确很美 英子兽已经动心了 别疾汉手微笑 娇言如花 众人都以为 草原使团之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别疾忽然画风一转 臣妾多谢陛下台爱 还请陛下降下圣旨 使团好带回诸邪部 从此草原与大进相安无事 别疾说完 英子兽顿时脸色一变 他被别疾的美貌所吸引 而且来自草原勇士的威胁 也被一并消灭 本以为没事了 却忘了关键的圣旨 竟事先道出了风飞的说辞 说出去的话 可说不回来了 天子一言九鼎 出而反而 会被草原人当作笑柄 正迟疑之际 英子兽听到 呼及再次高声道 请上帮皇帝下旨 呼及朝着皇位走了两大步 咄咄逼人道 草原上有忙不完的事 使团今日必须返回 还望陛下在日落之前准备妥当 否则我们只能空手而归了 我家大汉形势单脆 最厌恶婆婆妈妈的人 若看不到圣旨 黑铁城会被诸邪部的十万年郎君 踏为平地 等呼及说完 云雀知道 这才是最终的图穷比线 之前的言辞交锋也好 五道切磋也罢 不过是开胃菜而已 呼及设的局 此刻终于完美展开 由此 云雀料定道走玉玺的贼人 一定与草原人关联颇深 而呼及也一定知道 现在的皇帝 手里没有玉玺 看似联姻的使团 不过是一条草原人 递来的引线罢了 有圣旨还好说 至少能让引线熄灭 一旦没有玉玺加盖的圣旨 那么这条线 就会燃烧成战火 云雀现在有点相信 呼及的底气了 诸邪部的战力 绝对非同小可 否则这家伙 不会如此狂妄 可按照大晋北方的局面 傅南王驻守的黑铁城 如同无敌的堡垒 阻挡着草原人的战马 何时出现个 如此强大的珠邪部 云雀想不通的是 皇帝和首府 与一众群臣一样想不通 英子兽此刻被架在了火上 进退不得 其他人并不知道玉玺不在 包括首府周氏伯在内 对呼及暗藏威胁的言辞 不以为意 不就圣旨吗 给你们就是了 反正是草原人送来的别集 又不是大晋嫁过去公主 怎么算都是大晋国占便宜 英子兽的目光 变得十分阴沉 好扮上没开口 周氏伯渐渐察觉到不对劲 微微皱眉望向皇帝 呼及阴险地笑了笑 再次往前踏出一步 高声质问道 一国之君 欲口惊言 既然册封我珠邪部 别计为兵妃 难道还舍不得下旨吗 莫非 陛下既想要美人 又不愿给名分 要做那出入勾兰的嫖客不成 这话说得就难听了 英子兽文言勃然大怒 偏偏无法发作 他刚才亲口封的兵妃 这时候拿不出玉玺 若只写一道圣旨 必定会被呼及质疑嘲讽 丢人就丢大了 见皇帝始终沉默 百观当中 开始有更多人察觉到情况不妙 各种心思纷纷在众人心里出现 周氏伯现在有力 也使不出 他不清楚真相 不敢贸然开口 只能与皇帝一起沉默 唯有穆清瑶知道真相 小郡主此时 看了云雀一眼 事已时机到了 在呼及咄咄逼人 皇帝无能为力的关头 云雀站了起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云雀从怀里拿出个精致的小盒子 高声道 微臣奉旨 将陛下存放于学宫之内 吸取天下文器的玉玺取回 献完必归照 云雀将沐青瑶娇的说辞 完整说了一遍 再看英子兽 这位皇帝的脸色变得忽青忽白 神态忽而惊喜 忽而傲慢 目光复杂地盯着云雀 微臣怕玉玺有损 提前请礼部侍郎牛大人 一同请回玉玺 牛大人亲自厌看过 断定玉玺完好无损 说完 云雀回头看了眼 瞠目结舌的牛大空 道 牛大人为人低调 特意嘱咐 无需在陛下面前提他的功劳 但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往 牛大人既然出了力 就该有功才对 牛大人 你千万别推辞 玉玺上 还有你的手印呢 你就算不承认 也不行啊 牛大空此刻觉得脑瓜子里 炸起了阵阵天雷 一阵头晕目眩 他这才知道 刚才摸的 哪里是什么美玉 而是玉玺 他能做到礼部侍郎 绝不是傻子 自然看得出 云雀能拿出玉玺 肯定其中有着外人不知的缘由 这缘由 绝非皇帝将玉玺放进学宫 吸取文器那么简单 否则你直接交给皇帝不就行了 用得着吃饭的时候 待在自己身上吗 那是玉玺 一国重器 又不是玉佩 牛大空有一种闭门家中 做货从天上来的感觉 觉得自己已经被拖进了火坑 他现在懊悔不已 刚才就不该扣那小子半个月俸禄 但凡牵扯到玉玺 哪有小罪 全是灭族的大祸 这下好 风水轮流转 今天转得特别的快 人家丢了半个月俸禄 不等一顿饭吃完就报仇了 因此寿将冰冷的目光 落在牛大空身上 牛大空急忙起身失礼 硬着头皮承认云雀的的说法 不得不认 玉玺上的确留着他的手印 随便找个修士一查便知 云雀大步走向龙岸前 准备将玉玺呈上 此时穆青瑶忽然起身 从云雀手里接过玉玺 公公静静摆在皇帝面前 玉玺是我和云雀一起 从学宫内请回 大忌九层言 玉玺文器已足 当可气定山河 大静万事昌盛 说完 穆青瑶飘飘万福 云雀在旁边也跟着躬身失礼 低头的同时 云雀看了眼身旁的小郡主 见其正脚侠倾笑 云雀不由的一阵感慨 瞧瞧 凭好个天真聪慧的小郡主 跟着自己的时间久了 都学坏了 大忌九远在学宫不问世事 结果被拿来当了护身符 招水惹谁了呢 小郡主的举动 令云雀为之感动 穆青瑶担心皇帝会记恨玉玺一事 于是将自己主动卷了进来 如果为了玉玺之事 要杀云雀 那就连他这位凌云郡主 也一起灭口 还得是生死与共的交情 云雀不由的心头感慨 如果是没钱那孙子 遇到这种事 肯定有多元躲多元 英子兽的神色变得十分复杂 看了看面前的云雀与木青瑶 深吸一口气 点头到了生蚝 将玉玺重新握在了手里 玉玺失窃这件事 就此告一段落 尽管文武群臣当中 有人想到了什么 猜到了什么 但没人会多嘴去问 英子兽更不会挑明 毕竟玉玺到手 他悬着多日的心 也算落地 皇帝当场下旨 封了草原别籍为兵妃 并当着忽吉的面 夹盖圣旨 让其带回草原 忽吉目光如刀般 盯着玉玺看了两酒 结果圣旨后 一语不发 英子兽道 既然草原上有忙不完的事 朕便不留使者了 此话说完 代表着送客 忽吉一口酒没喝呢 直接被人撵了出去 草原使者愤愤而去的背影 看得文武百官格外解气 等忽吉走后 英子兽望向云雀 道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能及时将玉玺送回 今日起身为四品 正式担任刑部提刑官 皇帝一句话 云雀又升了一级 之前是代理 现在是正式的了 皇帝的册封 听得在场一众百官 神色微变 一个月没到 从五品升到四品 这位的升官速度 也太快了吧 照这么下去 用不了几年 就得慰吉人臣 在场不少人都打定主意 要与云雀套套近乎 以后多熟悉熟悉 人家可是皇帝眼前的红人 别人都觉得 云雀成了皇帝的心腹 只有云雀自己知道 非但不是心腹 还与皇帝越来越远 没人喜欢 不听百步的棋子 尤其是个浑身带刺 还不听百步的棋子 九宴结束后 别吉被带到后宫 由宫女精心打扮了一番 等待着侍奉皇帝 别吉带来的百名草原武姬 被英子兽当作了赏赐 赏给群臣 这下众人大喜过望 都想着自己能捞一个回去 皇帝赏赐的武姬 即便家里的母老虎 也不敢多嘴 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入房中 在场的群臣数量 足有近千人 百名武姬根本分不过来 只能按照官衔来分配 以云缺的官职 按理说是不可能得到武姬的 但皇帝偏偏赏赐给云缺 还一次赏赐了两个 当两名娇滴滴的武姬 一左一右坐到云缺旁边 把刑部一群武夫 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陈周华一个劲咽口水 每人配俊杰 简直绝配啊 陈周华羡慕道 我住学宫 没地方安置 这两名武姬 转赠给陈大人好了 云缺道 真的 给我了 陈周华立刻瞪起了眼睛 当然 云缺白手示意身边的两名武姬 坐到陈周华那边 算彻底送了出去 武姬不错 但云缺不需要 更不想要 皇帝的心思 云缺自然看得出来 无外乎想要木青瑶疏远自己 这一点 其实云缺不在乎 关键是 那草原别急不太对劲 而且 草原人此行前来绝非示弱 更像下战书一样 云缺有种预感 草原人恐怕要有所动作 如此一来 更不能留在身边 于是做个顺水人情 送给陈周华 反正陈周华是六品高手 武姬即便有问题 人家也不怕 陈周华一个劲道谢 笑得都要找不到北了 这种互相赠予武姬的事 在大境很常见 别说武姬 连小妾都有不少人赠来赠去的 漂亮女人而已 只要不是正妻 都算男人的玩物 不久后 皇帝离席 返回后宫 这下大殿里更热闹起来 推杯换盏 宫愁交错 云缺特意去给白燕进了杯酒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不过一碗汤而已 白燕笑着举杯道 我在学宫冰道殿求学多年 算起来也是你的师兄 云缺恍然 难怪人家有儒匠的美誉 原来出自冰道殿 白师兄何时回学宫 师弟一定设宴暴达一番 云缺对白燕出自学宫并不意外 大境的百官当中 不少人都曾是学宫弟子 过阵子 确实要回去一趟 冰道殿先生授课在即 难得的机会 绝对不容错过 白燕道 云缺听得奇怪 腰山续暗之际 十二殿先生汇聚一堂 唯独冰道殿先生缺席没来 云缺还以为对方没在学宫 按白燕所说 那位先生应该始终在学宫里才对 大忌久召集都赶不去 此人多大的架子 冰道殿先生的授课 很难得吗 云缺问了句 一年只授课一次 你说难得不难得 白燕笑道 云缺暗暗赋匪 果然好大的架子 一年才讲一次课 什么先生 太狂了吧 到时候我去寻你 你也一同来听讲 相信我 绝对令你受益匪浅 白燕道 兵法这块 我没接触过 怕是听不懂 云缺道 兵道殿主要传授的是兵法一道 这一点学功学子都很清楚 云缺又不想做将军 了解兵道意义不大 兵道与武道 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 修武之人 若能掌握高深的兵法 足以让修为更快提升 白燕道 那好 到时候我也去听听 不知那位兵道殿先生 是什么人 我们大兵的将军吗 云缺知道兵道殿先生的名讳 但不知道对方的来历 白燕摇头 正色道 先生并非晋国人 而是大秦之人 一位真正的强者 是我这一生 奋力追赶的目标 听闻大秦两个字 云缺立刻联想起 一连串的词汇 云州霸主 天下第一强国 先武大秦 云州之大 无边无际 其上国度无数 晋国看似庞大 但放在整个云州 不过是一个角落而已 哪怕兵强马壮的少武国 在云州也排不上号 云州有百国万成的说法 很多国度连年征战 兴衰更替 正常不过 但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大秦 据说大秦立国 有千年之久 是真正的千年不衰 更传说大秦有先人存在 以先家之器 庇护国运 大秦的战力 更无比恐怖 堪称不败之国 武夫无数 所以才会有 先武大秦的美誉 云缺只在书本上 得知过大秦 毕竟距离太远 无法了解 没想到学宫里 就有一位 来自大秦的先生 看白燕提及那位 兵道殿先生的神态 如同渴求学问的学子 面对满腹经轮的先生一样 白燕已经够强了 金吾位指挥使 武品秀为的精身净强者 皇帝都要以礼代之 不敢怠慢 能让白燕说出 如此崇拜之言 可见那位 兵道殿先生 绝对是真正的强人 云缺不由地 生出些好奇 决定与白燕 一起去听听课 看看大秦的强者 有什么能耐 一直喝到天黑 众人才相继散去 当晚 草原别急梳妆完毕 缓步走向皇帝的寝宫 精美的脸庞上 带着柔和的笑意 只是那微微上挑的嘴角 有一种诡异之感 英子兽今天 憋了一肚子火气 草原人来势汹汹 差点让他这位皇帝出囚 云圈的梅棋子 又不听摆布 自作主张 险些让玉玺丢失的真相 泄露出去 英子兽的脸色 始终不大好看 直到看见草原别急 才显出一丝笑容 不过那笑容内 隐含着残忍的意味 英子兽要拿别急撒气 只有在别急身上 肆意驰骋 才能令他这位近皇 有一种掌控 整片草原的感觉 将别急抱上龙榻后 沙莲缓缓落下 沙莲外 老太监的身影 漠然而立 背对着龙榻 面无表情地守在旁边 英子兽是个谨慎的人 尽管多次验证草原 别急毫无修为 他一样 十分小心谨慎 今晚皇帝 与别急较近 云雀则在与练尸较近 傅义的尸体 在屋子里 爬了半袖 终于亮翔着站了起来 尽管走路歪歪斜斜 时而摔倒 好在像个人了 云雀长出一口气 练尸术这玩意太难修炼 每次控制练尸 都有种疲惫的感觉 当然疲惫的 不是身体 而是神魂 小蛇还好 不算费力 人形练尸 则麻烦得多 但人形练尸的好处 是小蛇练尸 无法比拟的 傅义有修为 只要能灵活控制 相当于多个八平五夫侍卫 而且这个侍卫不怕死 随时能当作炮灰舍弃 最主要的是 能充当分身 替自己去刑部魂俸怒 云雀已经规划好了 先掌卧练尸术 然后去傀儡殿 找些易容类的法门 把练尸伪装成自己的模样 到时候 自己只需要没事 去东宫泡泡澡 行部转一圈 就能回学宫修炼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 云雀无法动用炼尸的修为 这世的难点 炼尸术上并无记载 做了半修美梦 清晨时分 云雀一睁眼 看到床边站着两道身影 一个是炼尸复翼 另一个是鬼魂般的墨老 赋斐了一具老幽灵 云雀起身失礼 仅仅能让炼尸行走 还远远不够 你要尽快掌握炼尸术的精髓 将炼尸的真正实力施展出来 才算小有所成 莫老沙哑着说完 扔下一个小册子 道 这是运转 神魂驾驭炼尸的经验 你看过一次后 会自行焚烧成灰烬 切磨外转 云雀正准备有时间去请教一番 结果人家 把修炼经验送来了 收好小册子 云雀道谢后 准备回到刑部再看 随后离开西楼 屋内 莫老忽然咳嗽起来 咳得声嘶力竭 胸腔仿佛是个破风箱 莫老很快止住咳嗽 缓缓掀开长袍 献出皮包骨般的躯体 他的心脉处 竟然在腐烂 隐约能看到 心脏隔着皮肤 在缓慢无力地跳动着 仿佛随时都会停止 没多少时间了 莫老将目光投向窗外 望着云雀远去的背影 眼眸深处 闪烁着一种 古怪的期待之色 行不经日无事 有事也是离数在忙 云雀打开莫老给的小册子 仔细观看 其上记载着 如何运用神魂之力 让炼尸爆发出本体修为 之前的炼尸术 只是单一的功法阐述 很多晦涩之处 需要自己摸索感悟 而这份小册子 则是更为珍贵的经验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云雀只看了一遍 就彻底记下 小册子果然自行焚烧 很快化作灰烬 云雀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传承 修行强者 最为珍贵的能力 绝非精通某一种法门 而是对各种法门的修炼经验 这些修炼经验 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 方可行程 绝非一朝一夕能达到 轻易不会外传 神魂居然还能离铁 难怪炼尸堪比分身 照这么说 神魂 累的法门修炼到极致 莫非能原神出窍 云雀摇了摇头 觉得不大可能 道门儒家乃至佛门 都有原神出窍的传闻 唯独没听过 武夫也能原神出窍的 那根本就不是武夫的能力范围 超刚了 记下经验后 云雀暂时放下练尸术 去了趟东宫 练尸的好处 仅仅是混缝路 不急于一时 泡澡的好处是修炼本体 最为重要 舒舒服服地泡在温泉里 云雀如同主人般 随手拿过一片金沙草扔进水中 又是五百两的好处到手 自从泡过几次之后 云雀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血肉骨骼的凝食再其次 主要是杂质的排出速度加快 每次泡完 都会留下不少汗泥般的东西 那是肉身洗练后的杂质 云雀渐渐明目了宗师镜的真谛 七品进阶六品 类似于洗精法水 彻底洗练肉身 将本体打造成完美状态 而这段过程 烧钱是无法避免的 钱越多 修炼的速度越快 反正是太子的钱 云雀一点都不心疼 云雀如今 在云雀面前变得十分放松 堂而皇之的苗眉打扮 更是穿了套金色的裙衣 在池边翩翩起舞 跳的是霓裳与衣舞 一曲五霸 英轩坐在池边道 我跳得如何 有没有点灵珠先生的神韵 殿下跳得好极了 与五仙子简直不相上下 比起南楼先生也不遑多让 云雀随口赞道 唯心之言 你们男人没几个说实话的 英轩哼了声 捏着兰花纸 拿起一朵牡丹放进水中 太子的这番女子举动 看得云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殿下不如学学舞道 陛下心纳了皇妃 若是明年生的胖小子 你这太子之位 怕要不保啊 云雀道 我不在乎 皇位而已 哪有无曲令人着迷 英轩低音道 天回北斗挂西楼 金屋无人引火流 月光遇到掌门殿 别做深宫一段愁 云雀听得倍感无奈 我从小流落街头都没愁过 你个锦衣玉石的太子 愁什么愁 既然是太子半读 云雀不好 总说些粗俗之词 绞尽脑之后 朗声道 少年不时愁滋味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强说愁 而经食尽愁滋味 欲说还修 却到天凉 好个秋 不知从哪看来的 谁写的不知道 反正云雀觉得比较应景 正值深秋 天气凉爽得很 老气横秋 英轩点评后 也准备下水 结果两只脚碰到水里的汗泥 顿时大怒道 你们臭武夫 天天这么脏吗 你前天才来泡过 云雀一张脸 不红不白的道 殿下单待 行部整日繁忙 我这是累的 你看我多努力工作 英轩狐疑地看了看云雀 道 真那么忙的话 你还有空隔三 差五地过来泡澡 劳一结合吗 云雀道 你是我认得的人当中 脸皮最厚的一个 英轩无可奈何 云雀在他眼里 就是个滚刀肉 赶不走打不过 人家还抓着他的小辫子 简直一个混事魔王 泡过澡后 回到行部 正好赶上午饭 行部饭堂 云雀吃饭的时候 陈周华端着饭菜凑了过来 一看这位 云雀立刻一挑眉毛 好家伙 两眼乌黑 神色微米 跟半个月没睡觉差不多 陈大人看来 昨晚很惊心啊 云雀打趣道 嘿嘿 还不是云大人送的礼物太好 没把持住 陈周华几枚弄脸的道 草原的娘们果然够近 云大人今后也得试试才行 对了 云大人身为四品 还没庆祝呢 今晚我做冬 你们都不私不忙了 玄玉郡主找到了吗 云雀一边吃一边到 别提了 找什么呀 整个天祈城 都要翻了个底朝天 影子都没有 真是怪事 你说一个郡主 她能跑到哪里去 陈周华道 这么多天没找到 不是死了 就是早已远遁 应该不会在天启城了 云雀道 我觉得也是 这事儿 陛下已经让四天剑插手追查 我们这边轻松多了 可算能歇一歇 陈周华道 云雀点点头 没再发表意见 从皇帝动用四天剑 就可以看出 玄玉郡主逃脱这件事 因此受很重视 刑部已经指不上了 玄玉郡主的生死 云雀没兴趣 不过天牢里的龙图阁大学士 云雀始终惦记着 江商的存在 是揭开当年 大烟灭国之谜的一个契机 当年英子兽占据皇城内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云雀很想知道真相 江商从大烟灭国 便被关在天牢 他肯定知道一些 不为人知的消息 云雀准备了一壶好酒 独自来到天牢深处 将此地的狱卒尽数撤走 云雀搬了把椅子 坐在江商的牢门对面 针满两个酒杯 将其中一个 不住的巴基嘴 没喝够 不怕是毒酒 云雀道 最好毒死我 我现在 只想早点去投胎 江商疯疯癫癫地道 投胎了 就成了靖国人 大学士被关在此地 不就是不肯归降吗 云雀道 靖国人 等我投胎之后 必定举起反旗 将那窃国的狗皇帝 碎尸万段 江商贺道 陛下乃九五之尊 真龙天子 云雀道 狗屁的真龙 狗皇帝有本事 一刀一枪 打进天骑城 看我不把他脑袋拧下来 江商怒道 不这儿屈人之兵 方为上策 用些计谋而已 难道大学士不服气吗 云雀寻寻善诱地道 服气 当然服气 你这狗官套话的功夫 老夫是很服气啊 江商冷笑道 云雀笑了笑 给对方针满第二杯 跟大学士玩心机 果然没什么用 云雀几乎能确定 江商根本没疯 只是为了掩饰而装疯卖傻 遥遥一静 云雀先喝了第二杯 等江商喝完 云雀自言自语地道 这阵子 刑部抓了个前朝余孽 是斩妖司的人 叫柳十一 一边说着 云雀一边关注着江商的表情 当听到斩妖司三个字 江商的目光晃动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平静 前朝余孽 哈哈 你们的狗皇帝如果有种 就把所有前朝余孽 统统杀卷 江商笑骂道 已经杀了 凌迟死得很惨 云雀表情平静地 满口胡周着 哼 早死早超伤 江商不为所动 还抓到一个年轻人 也是斩妖司的余孽 他为了求生说出了身世 他说自己是 白姑琴的儿子 云雀平淡道 江商在听闻白姑琴三个字之后 神色瞬间变了 变得惊讶骇然 随后变得无比愤怒 狗官 狗皇帝 你们不得好死 看到江商的情绪变化后 云雀心里有了数 柳十一的存在 江商或许不认得 没听过 但自己母亲的名号 眼前这位龙图阁大学士 果然知道 云雀这是拿自己当诱饵 钓江商这条大鱼 江大人身为龙图阁大学士 陛下爱财 不忍杀之 不过那个斩妖司的余孽却活不成 天天被大行折磨 恐怕没几天活头了 云雀蒸了第三杯酒 递给江商道 我有个疑惑 若大学士能帮我解惑 我会给他个痛快 让那斩妖司的余孽不再受苦 你说 江商冷声道 当年陛下静天骑的那一晚 究竟是谁开的城门 云雀沉声道 开城门的 绝非普通守军 这个人至关重要 而且地位很高 是近黄英子 受不费一刀一剑 便成为皇帝的关键人物 也是云雀心里 最想知道的一个遗团 当年大燕皇帝 与司天剑高手战死妖都 燕国其他城镇 或许兵力不够 但皇城绝对有重兵驻守 满朝文武大部分都留在天骑 更有江商这位大学士辅佐太子 加上司天剑的大师兄吕青 如此战力 绝对不弱 哪怕国师亲自出手 也要大费周章 才有机会攻进天骑城 绝不会一夜之间 皇位一主 江商听闻后 忽然冷笑了起来 声音冰冷地道出一个名字 吕青 云雀虽然惊讶 但不算太过意外 以吕青的为人 他不忍看到皇城生灵涂炭 而开启城门迎接近黄 倒也说得通 云雀点点头 道 坚证爱惜百姓 不忍看到皇城被战火波及 如此做法 当得上大意 狗屁的大意 他吕青就是个卖国贼 他不得好死 江商大骂道 江大人不用那么大的火气 我们陛下有国师相助 坚证权衡利弊 才做出正确决定 否则国师出手 吕青一个人 能保得住天骑城吗 云雀道 江商忽然狂笑起来 骂道 你们这群被蒙在鼓里的 酒囊饭带 皇帝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皇帝说你是条狗 你是不是也信呢 真要笑死我也 云雀皱起眉 冷声道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当然不对 江商停住笑声 冷冰冰地道 你们国师的确厉害 但他是在英子兽那狗贼 坐上皇位三天之后 才到的天骑城 此言一出 云雀直接正住了 没有国师相助 英子兽的大军再如何强大 也绝对攻不下天骑 穆青瑶曾经幻想过 当时国师与奸 正在皇城内巅峰对决 最后两人达成共识 这才能让英子兽 顺利登上皇位 云雀也认为 吕青当时的妥协 必定与国师有关 可是江商所言 却道出了一个 云雀从未想象过的结果 英子兽当时尚未得到国师辅佐 吕青就打开了皇城大门 吕青为何要开门 云雀追问道 我哪里知道 你问吕青那个狗贼去 江商道 云雀沉声道 燕太子呢 早死了 江商道 云雀沉默了稍许 起身离开 狗官 给那斩妖丝的年轻人 来个痛快 江商在云雀身后大吼道 好 云雀没回头 就此离去 同时对江商多了些了解 江商这个人对大雁念念不忘 对大雁忠心耿耿 但其所言不可全信 也许是胡编乱造 不管江商所言是真是假 云雀觉得 十五年前那一晚的真相 越发变得扑朔迷离 如果想知道 国师究竟何时辅佐皇帝 只有去问一些 当年就跟在英子兽身边的人 比如傅男王 或者断子侯 即便当朝首辅周世博 也未必知道真相 因为当时那几天肯定无比混乱 英子兽不可能刚坐上皇位 就直接大风群臣 唯有始终跟在英子兽身边的心腹 才能知道 国师到来的确切时间 其实最直接的办法 是去问国师 但云雀肯定不会去 上次在妖山招惹了人家 去了容易被砍 刚在刑部吃过晚饭 一名军兵来报 石头 回来了 云雀立刻眼前一亮 云雀来天祈城 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追查当年妖都与大雁 同归于尽的真相 第二个 就是把红莲教彻底铲除 天牢内 云雀单独召见了石头 石头气色不错 看得出最近伙食挺好 红光满面的 见到云雀 立刻点头哈腰 一脸魅笑 小人不负重任 混进了红莲教 大人要追查的那两个人 有线索了 云雀递过去一杯茶 道 喝口水 仔细说说 你出去后的经历 石头连忙双手接过 小心翼翼地喝了口 心里甭提多美了 茶是好茶 关键这可是刑部天牢里的茶 提心官大人亲自给的 他经常进天牢 不是被打就是挨骂 以前的提心官 从来没拿正眼看过他 更别提喝人家的茶水了 石头此时有一种出人头地 光耀门眉的自豪感 连忙将自己这些天的遭遇 如实道出 与那红莲教徒逃出城外后 石头跟着对方 一起流落荒野 一路歧逃 最终到了红莲城附近的 一座小镇子 这才安顿下来 随后石头跟着那教徒 接触到镇上的红莲教 就此混入其中 他说自己来自八山城 两地相隔遥远 镇上的红莲教 也没法去查 而且有天牢里那教徒作证 石头的身份没人怀疑 就这样 在镇上住了两天 养好伤势后 石头跟着红莲教的人 进了红莲城 至此他才知道 原来红莲教一处极大的堂口 就设在红莲城之内 这处堂口 至少有上千教徒 其中高手众多 石头没别的本事 最大的能耐 就是混江湖 他很快在堂口混熟 帮着红莲教开始做事 而且见到了堂主 那堂主正是两张人像图之一的胡子 林胡豪 石头于是趁着出城办事 溜回了天祁城报信 得知经过后 云雀目光发沉 冷冷一笑 道 居然赶在黄莲教下设立堂口 红莲教的胆子够大的 云雀之所以有此一言 是因为红莲城与天祁城相隔很近 大晋地界之内 共有三座大城 设置了扶妖大镇 分别是天祁城 红莲城 常乐城 常乐城远在大晋南端 是有名的稻米之乡 产粮重地 红莲城是天祁皇城附近的一座大城 快马一天一夜即可抵达 红莲之名的由来 是因为站在此城的城墙上 即可遥望天祁城 形容到了此地 就像远来的红莲 很快即可抵达皇城 红莲城是仅次于天祁城的晋国大城之一 首位森严 更有扶妖阵存在 云雀没想到 红莲教居然能渗透到此地 石头带来的消息 价值很大 云雀说话算话 从刑部掉了一百两银票 奖赏给石头 并让石头继续留在红莲城 等待接下来的里应外合 切记 回去后别露出马脚 该做什么做什么 等刑部大军一到 你只要接应即可 到时候又是一份功劳 云雀道 大人放心 这么点小事 我肯定办好 石头捧着银票 兴高采烈地道 灵狐豪的下落 你要时刻关注 其他人都在次要 此人必须抓获 云雀道 石头连连点头 随后想起了什么 道 大人 最近红莲教私下里 重金招募高手 有不少人加入 还有七品强者入伙 你觉得 红莲教的高手再多 会是皇帝的对手吗 云雀淡然道 那肯定不会 嘿嘿 我是给大人提个醒 让大人做到知己知彼 其实我觉得 红莲教一盘散沙 什么人都招 连瞎子都要 这种势力肯定难成大器 只要大人率兵而来 必定将其铲平 石头拍马道 你可知那教主的线索 云雀问道 不知道 教主很神秘 我打听过认识的教徒 都说没见过教主本人 只在祭祀的时候 见过教主的虚幻影像 石头如石道 红莲教的堂口 最近在忙什么事 云雀道 运东县 大厢小厢的有很多 都堆在堂口里 石头道 运的是什么 云雀皱眉道 不清楚 我只是普通教徒 没资格查看货物 每次行动 都有更高级别的教徒带队 石头想了想 箱子很沉 估计是铁器之类 很沉 云雀联想到了军县 问道 你可知那些货物的来源地 不清楚 我只管运货 有的是从城外路运过来 有的是从码头河运过来的 我没见过送货的人 石头如石道 云雀点点头 道 你回去吧 三天之内 刑部会有所行动 莫要打草惊蛇 石头攻身失礼后 从刑部后门溜走 连夜返回红雁城 云雀直接去见侍郎 将消息告知 上官宏图得知后大喜 道 这个灵狐豪在红莲教中的地位不低 抓到他 有机会挖出红莲教的老巢 云雀 你做得不错 这次你的功劳 我会如实道之陛下 云雀客气一句后 请命道 天劳最近不算忙 此次剿匪 卑职也想尽一些绵部之力 好 明日你一同前往 这次本官亲自率队 会依回那红莲教的妖人 上官宏图红声道 最近刑部没少被皇帝骂 从皇宫绪案到红莲教 再到玄狱郡主失踪 刑部整天忙碌 却没一件事半成 上官宏图早憋了一肚子气 再这么下去 刑部都快成吃闲饭的了 上官宏图当晚下令 抽调刑部武司的人手 准备明天启程 人不算多 均为武司令使 修为最低的都有八品 总共三十余人 其实刑部令使总共五十人 由于之前发现 天官城附近有红莲教的据点 无鹰等人已经被派遣去剿匪 如今留在刑部的令使 总共三十多位 这次被全部争掉 相当于清朝而出 刑部的军兵则不带 上官宏图不想打草惊蛇 如果召集成千上万的人手 浩浩荡荡赶往红莲城 红莲教的人肯定会提前察觉 上官宏图定下的计划 是指带着刑部高手 到了红莲城之后 就地召集军兵 红莲城里也有不少刑部人手 而且有大量官兵驻扎 以刑部侍郎的官职 调集上万军兵协助不在话下 千余人的红莲教堂口 万人围攻足以拿下 当晚 云雀没留在刑部 而是返回学宫 明天直接在城门口 与刑部的人会合即可 学宫门口 一袭清裙的凌云郡主 宛若一朵青莲般停停而立 手里握着一把长刀 刀鞘是上等兽皮打造 看不出刀体 月光下 小郡主显得阴姿飒爽 学宫什么时候顾了看门人 云雀打趣道 等你呢 拿着 你的刀做好了 沐青瑶将长刀推给云雀 的确是推的 沐青瑶这把刀 始终立在地面 由于太重 他很难拿得起来 这么快 郡主果然言而有信 云雀单手抓起刀 入手沉甸甸 至少有一百斤 网上的分量 这种分量 尚无修为的小郡主 是提不动的 也不知她是如何费力 从灵匠店搬了出来 看到沐青瑶额头残留的细汗 云雀心头一暖 这丫头 真傻 学宫使美之一 随便喊一声帮忙 大把武夫争着抢着来帮你搬运 何必自己费这么大力气 快看看 可还趁心 沐青瑶眨着漂亮的眼眸催促道 云雀到了生吼 将长刀横在眼前 右臂忽然一动 嗡 长刀带着嗡鸣声出鞘 在学宫门口 划过一道寒芒 刀身漆黑如墨 散发着冰寒之气 任口处流转着暗淡的幽蓝之色 预示着蕴寒奇毒 刀体狭长 与云雀的腰刀外表类似 连颜色都一样 可见 沐青瑶氏专门打造成如何模样 只为了云雀用得趁手 从刀体自带的气息即可判断 这把刀有着极拼法器的程度 好刀 云雀点头赞道 随后挽了个漂亮的刀花 往左侧一展 直接将长刀归翘 云雀动了点手段 出刀的同时 以气机裹住刀身 使长刀离开刀鞘的同时 产生一股旋风 令刀鞘自行在半空转动 一时不会掉落 整个过程浑然天成 云雀只用了右手 左手根本没抬 抽刀与收刀之际 刀鞘犹如定在了半空一般 云雀只是懒得抬左手 武者气机充盈 只要不打架 魂后的气机如水满不易 无处可放 无处发泄 这也是为何 武夫大多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的原因之一 单手抽刀入鞘 这一招在对战的时候 没什么用处 但在女孩子面前 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简直帅气到爆棚 沐青瑶看得眼睛发亮 小脸红扑扑的 多谢郡主 云雀笑呵呵的道 答应你的事 自然会兑现 沐青瑶背起小手道 既然郡主言而有信 那剩下的一份承诺 云雀 伸出左手 五指来回弯曲 义正言辞的道 什么时候兑现呢 白玉珠熬牙的好处当中 还有再摸两下的承诺呢 这种重要的好处 云雀可没忘 沐青瑶下意识地 用手臂挡住心窝 一张翘脸红成了苹果 称怪道 那份好处 七品才行 行 郡主别忘了就好 我等得起 云雀呵呵笑道 沐青瑶恢复正常后 轻声道 十七年禅即将圆满 我要回思天剑 闭关冲击境界 最近不再学功 预祝郡主修为大成 一帆风顺 云雀恭贺后 道 郡主早日成为七品 也好早日兑现承诺 坏人 沐青瑶挽弯了云雀一眼 轻声道 你喜欢就好 云雀当然喜欢 小郡主的那份柔软 他至今难忘 手感简直太好了 分别前 沐青瑶目光温柔如水地望着云雀 轻声道 这一事 除你之外 我的身体 无人再可触及 声音很轻 但语气很重 不等云雀说话 沐青瑶脸色一红 转身跑上王府马车 马车旁有王府护卫 撩起门帘 恭请郡主上车 车夫扬起马鞭 马车朝着 撕天剑行去 云雀挠了挠头 嘿嘿一笑 心有灵犀的人 其实无需多言 沐青瑶不想让云雀觉得 他是个随便会让外人 触碰身体的人 今天才道出这番话 当然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云雀当然懂得 小郡主的心意 心里暖暖的 目送着王府的马车远去 云雀转身 走向学宫大门 有了衬手的武器 明天正好拿红莲胶的人是刀 就叫毒牙好了 云雀给手里的长刀 起了个简单的名字 毒牙刀 想起红莲叫 云雀皱了皱眉 石头带来的消息 云雀觉得 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红莲叫敢在红莲城 大肆招收信徒 如此举动不太寻常 太过于明目张胆了 要知道 天启城可就在红莲城旁边呢 红莲叫 到底打算做什么 地狱中 云雀没来由的一阵心神不宁 脚步随之停在学宫的门口 赴南王府的马车 平稳行驶在长街 车厢内 穆青瑶轻轻抿着唇 望向窗外的夜景 一只手下意识地 按了按心窝 他 会喜欢吗 穆青瑶低声自语着 俏脸上献出一种羞涩中 略带着难堪的神色 对于郡主来说 如此举动 实在荒唐了险 上次在游子湖的湖心亭 穆青瑶可是鼓足了勇气 才做出的决定 不仅为了履行承诺 还有一点小心机在其中 尽管身在红莲殿 穆青瑶也听闻了 云雀入学宫之后的经历 得知云雀与百花殿的五仙子 有所交集 小郡主深知静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 尤其那五仙子美貌无双 不比他穆青瑶差 明显是劲敌 虽然心系苍生 胸怀宽阔 但感情这种事 凌云郡主是不会谦让的 成为七品如修 到时候 就不会拖云雀的后腿了 穆青瑶幻想着 拥有修为之后 与云雀一起修炼 一起探索险地 一起游历天下的画面 绝美的俏脸上 浮现出憧憬的笑容 从天祺学宫到思天剑 这段路并不长 用不上半个时辰 很快即可抵达 但今晚 这条路 显得格外漫长 当穆青瑶沉浸在 女孩子特有的幻想之中 车门忽然开了 车夫脸色苍白地闯了进来 郡主 快 说了个快字 车夫顿了顿 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 卡住了一样 他脸色争鸣起来 猛地喷了口鲜血 用尽力量 道出了最后一个字 跑 破 一把利刃 从车夫的心窝穿透而出 锋利的剑刃上 滴落着鲜红血迹 当车夫的尸体倒下之际 穆青瑶立刻做出了正确决定 他直接跳出车窗 摔倒在地的痛处 此刻穆青瑶已经感知不到 他只知道自己 必须逃走 才有活路 穆青瑶不敢回头 用尽全力往前奔跑 心跳如雷 呼吸急措 身后 是王府护卫 相继被杀的倒地声 穆青瑶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他听得到 脚步声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 杀手紧追不舍 穆青瑶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从学宫到丝天剑的这一段路上 居然遭遇了截杀 丝天剑的观星台遥遥在望 可穆青瑶觉得 这段距离无比漫长 他奔逃的地方 是一条空旷小巷 两侧是冷冰冰的石墙 没有人家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如索命的恶鬼 穆青瑶的心里 只剩下一个念头 今天 是他的死期 绝望之际 小郡主看到小巷镜头 有一户人家 院门扮演着 其内隐约有烛火闪烁 没了去路 穆青瑶只能拼尽全力 逃进那户人家 进院子后 立刻回身 将院门锁死 穆青瑶没有修为 挡不住杀手 只能做到如此地步 他知道 一扇木门根本没用 但已经别无他法 穆青瑶大口喘着气 面对着院门 一步步缓缓后退 等待着木门被破开 结果门外再无声息 仿佛这座小院 是一处世外桃源 不被凡人所见 疑惑之际 穆青瑶猛然转身 看到了院子里的景色 一张木桌 两把木椅 桌上摆着一只红烛 刚才隐约看到的火光 就来自这只红烛 红莲叫 穆青瑶的心 彻底沉了下去 不是杀手追丢了目标 而是他这个猎物 已经踏入了死地 嘎吱 房门开启 走出一名老者 模样普通 身形瘦靴 穿着一身粗布衣衫 看起来如同普通的农户 看到老者的同时 穆青瑶惨然一笑 对方他认得 正是返回皇城的路上 那个百茶滩的火烛使者 红河 郡主气色不错 别来无恙 红河面带笑意 但眼神冷冽如冰 穆青瑶深吸一口气 缓缓坐在一侧的墓椅上 对方是六品驻基进高手 在人家面前 穆青瑶毫无活路 既然明知必死无疑 不妨大放一些 至少气势上不能低人意等 在天气城内击杀郡主 你该知道后果 穆青瑶平静地道 当然知道 皇帝会封城 刑部会搜查 进军会出动 思天剑也会有高手出马 红河稳稳地 坐在墓桌对面 道 既然赶来截杀郡主 自然没想过会活着 离开天气城 用我一条命 换凌云郡主一条命 划算 穆青瑶淡然一笑 道 我想不通 红莲教为何不惜耗费 一位六品高手 也要置我于死地 我知道今天必死 但临死之前 还望火烛 食者解惑 红河叹息道 郡主的这份冷静 足以傲视一众七品修士 你既然想知道 告诉你也无妨 愿闻其详 穆青瑶道 郡主博学多才 想必会下棋才对 你觉得用一个马 换对手的一个事 值不值呢 红河道 马主攻守 为之大将 侍主护驾 如虎双翼 若棋局前段 以马换势自然不值 若棋局后段将是熬战之计 则值得 侍若有缺 主帅威矣 穆青瑶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郡主果然精通其道 若非我们是敌人 老夫倒想与你切磋几盘 可惜啊 我们各位棋主 红河赞许地点点头 唏嘘道 老夫便是马 而郡主则逝世 这盘棋早已开始 已经到了分胜负的关键时刻 所以郡主必须死 穆青瑶紧簇秀眉 不解道 谁在下棋 为何我会逝世 我并无修为 对你们红莲教 来说没有威胁可言 当然有威胁 而且是很大的威胁 红河笑道 什么威胁 穆青瑶道 冥望 红河沉声道出两个字 穆青瑶意识不解 尽管天资聪慧 此刻也想不通 为何自己的冥望 对红莲教来说 是必须铲除的威胁 我的冥望 穆青瑶难难自语 确切地说 应该是皇帝的冥望 红河解释道 郡主天资聪慧 难道你还没察觉到 自己也是一枚棋子吗 一枚皇帝手里 用来增加冥望的棋子 听闻此言 穆青瑶随之恍然 林云郡主的冥望 之所以晋国之内 人尽皆知 除了这些年 寻找林花四处奔波的善举之外 少部的皇帝 在背后推一波助澜 一个人做好事 很难做到天下皆知 而作恶 更容易出名 这份道理 穆青瑶是懂的 我不会嫁入皇祖 穆青瑶平静道 由不得你 郡主觉得 这些年寻到的林花 当真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吗 会不会有人 比你先发现了林花 然后守在暗处 只等郡主到来 将功劳 尽数堆在你身上 红河微笑起来 笑容不知为何有些苦涩 道 林云郡主是皇帝 亲手打造的招牌 哪能让你落入别人之手 有了郡主这份声望 皇位才会愈发牢固 所以 我才说 你是一枚棋子 一枚明面上最漂亮的棋子 穆青瑶的绣眉 锁得更深了几分 道 陛下的心思我不想猜夺 林花的功劳 我也不在乎 我只想晋国百姓 不被要挟所害 能平安度日 我不贪功 但你的说法 我不认可 我有通灵之体 天生对灵雾 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 我寻到的林花 便是我的功劳 呵呵 我就知道郡主不信 无妨 今天是你的死期 老夫便告知郡主 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红河微笑道 我以前 曾是皇帝的暗卫之一 我们没有官职 也没有名字 我们是一群影子 隶属于总管无舍手下 执行的都是 见不得光的任务 暗杀 栽赃 灭口 还有寻找林花 六年前你寻到的那朵林花 其实 是我最先发现的 沐青瑶豁然一惊 低语道 不可能 你再胡说 红河轻笑了起来 笑容中充满苦涩与悲哀 我将林花的消息送出之后 在原地等待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 有一头熊妖始终徘徊在附近 几次险些将我吞杀 半月后你才抵达 并且有禁军与四天剑高手同行 与熊妖的那场恶战 禁军死了上千人 四天剑的高手战死三十多位 有一位四天剑高手 被熊妖撕碎身体 临死之际 你曾经问他可有疑言 你那位师兄笑着说不赔 一朵林花 又能打造一座扶妖镇 又能护议成百姓平安 郡主当年应该只有十一岁 不知我说的这段经历 郡主 可还记得 沐青瑶的神色变得愈发震惊 他当然记得 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那场恶战给他带来的冲击 这段经历 沐青瑶与云雀提及过 不料对面的红莲教使者 居然完整地说了出来 见证了当时的那场恶战 你 你当真是皇宫暗卫 沐青瑶惊疑道 曾经是 现在不是了 红河叹息道 为什么背叛 沐青瑶质问道 哈哈 背叛 红河神色古怪的道 我寻到林花的奖励 是一杯毒酒 无蛇要杀我灭口 林花的功劳 必须属于林云郡主 与旁人不可有半点关联 当时我察觉到不对 提前以契机护助脏府 毒酒发作后 勉强逃出皇城 后来宾死之际 被教主所救 我这条命 现在只属于红莲教 沐青瑶震惊地半赏无言 红河口中的无蛇 是皇宫大内的总管 寸步步离皇帝的那位老太监 沐青瑶原本并不相信皇帝的所为 但红河道出了当年的一幕 令沐青瑶不得不信 原来皇帝早将他这位林云郡主 当作了棋子 并在多年前就开始布局 棋子 沐青瑶淡淡地笑了笑 心里变得空落落 皇帝这些年 将他当作子嗣般对待 原来都是假象罢了 自己就是个摆在明面上的花瓶 被装饰得高贵圣洁 到最后 只会为花瓶的主人 勃来更多美誉而已 红河站起身 道 时间有限 不能与郡主多续旧了 这里离这四天剑太近 以防万一 老夫这边送郡主一程 放心 我的剑很快 一击即可 郡主不会有过多痛苦 我们是两枚即将下场的棋子 这是棋局 亦是宿命 无法更改 红河地狱中 手心浮现出一把冰晶小剑 那是他的本命飞剑 别说这么近的距离 击杀一位毫无修为的郡主 即便对方是欺品修士 也难逃一死 沐青瑶此刻心如死灰 缓缓闭上眼 他是一枚无力的棋子 没有抗衡的力量 只能在棋盘上等死 就在红河要出剑之际 院门外忽然传来一声闷响 好像切割东西的响动 随着响动出现 两颗人头高高飞起 掉在了院子里 红河目光一沉 掉落的人头 是他的两名手下 之前负责截杀 王府马车上的护卫 那两人本该守在门外 却莫名被杀 哐当一声 院门被一脚踢开 一身煞气的身影 阔步而来 手里提着的黑色长刀 还在滴落血迹 看到来人 沐青瑶惊喜万分 林云郡主知道 自己是个无力反抗的棋子 面对红河只能等死 但有能力反抗的棋子 此时到了 走进小院的 正是云缺 云缺的出现 如神兵天降 不仅沐青瑶大为意外 红河也没想到 这里 是他精心准备的扶杀之地 而沐青瑶离开学宫后 除了王府护卫 同行之外 再无外人跟随 红河等待这个机会 已经有多日 今天他有绝对把握 将林云郡主 灭杀于此 至于自己能否逃走 他从未想过 正如红河所言 他冒险 潜入天祁城 就是来一换一的 以自己的命 换林云郡主的命 然而云缺的出现 打乱了红河的全盘计划 这盘与皇帝对弈的棋盘上 出现了一个不走 正常路线的可恶棋子 红河认出云缺后 很快冷静下来 冷笑道 过河之族 不该回头 你只是棋盘上的 一枚小族而已 即便回头 也于事无补 凭你一人 改变不了棋局 不用改变 我能回头 就已经赢了 云缺站在沐青瑶身边 将毒牙刀插在木桌上 道 族子嘛 一步走一格 慢得要死 但族子这种棋子 有个特点 只要离着近往 无论是狙马炮 还是老帅 都会被一口吞掉 红河一时无语 冷冷地盯着云缺 沐青瑶本已经绝望的心 在看到云缺后 立刻燃起希望 惊喜道 你不是回学宫了吗 怎么追了来 学宫门外分别之际 云缺在目送马车远去 同时沐青瑶在车厢里 也在回望着云缺的身影 沐青瑶看到云缺 转身走向学宫大门的背影 今天这次危机 沐青瑶想到过云缺 但想的都是自己身死之后 云缺会不会伤心难过 以后还会不会记得 他这位小郡主 沐青瑶怎么也没想到 本该返回学宫的云缺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眼前 云缺笑了笑 道 掐指一算 郡主有难 我最近在学生道 看来进步神速 沐青瑶闻言自然不幸 但他想不出云缺能到来的缘由 其实云缺追过来 并非临时起义 而是从红雁城红莲教的异动 察觉到了危险 红莲教赶在 红雁城大肆招兵买马 这种情况十分诡异 毕竟最近一月来 刑部满晋国的追杀红莲教余孽 而且天骑城就在附近 红莲教一旦泄露消息 将迎来灭顶之灾 云缺对这种情况也难以理解 但云缺很聪明 做了一次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是红雁城 那红莲教堂口的堂主 如此大肆招收教徒 目的肯定只有一个 那就是近期要有大动作 这里的大动作 可以是对抗刑部追兵 可以是制造杀戮 给晋国找麻烦 也可以是战山为王 举起反旗 还可以是截杀凌云郡主 红莲教堂口的蠢蠢欲动 让云缺察觉到危机将至 如果红莲教近期要有所动作 那么这份动作未必只有一个 更有可能是一连串的动作 由此推断下去 红莲教很可能派遣高手 来皇城杀掉凌云郡主 其实这一切仅仅是云缺的推测 没有丝毫根据 但越想 云缺越觉得心神不宁 于是没回学宫 追着马车到了这里 此时的云缺表面神色淡然 眼眸里却已经填满了杀意 如果自己一时大意 没想那么多 直接回学宫 那么明天见到的 只能是沐青瑶的尸体 眼前的这个火烛使者 云缺必要杀之 红河恢复了常态 汉首道 你来了也好 郡主在黄泉路上有个半 至少不会觉得孤单 我觉得黄泉这条路 还是你自己走为好 郡主欠我一笔好处没还呢 我是他的债主 谁想杀他 我就宰了谁 云缺冷笑道 不是旁人如此说话 我会认为 是在乘口舌之力 拖延时间罢了 红河目光清冷地 盯着云缺道 但你不一样 能从教主手中逃脱 你很不一般 老夫会用出六品 助激进的权利 不再有任何保留 说话间 红河手里的冰晶飞剑 瞬间还原成正常大小 长剑上寒气弥漫 同时红河一拍额头 周身寒风大作 竟明炼成一副冰晶重甲 这还没完 红河扔出三个手指大的狼型玩偶 落地后立刻变化成 接近一人高的三头巨狼 狼皮上存在着缝合痕迹 狼眼无光 但凶器沉沉 明显是死物傀儡 红河张口 喷出一道精血 落在三头巨狼身上 再看他巨狼 竟相继摇头摆尾 张开大嘴 献出锋利獠牙 飞剑朔 护甲朔 傀儡朔 尚未出手 红河便拿出了所有能力 可见他对这一战 无比谨慎 六品道门驻激进的高手 面对一名七品武夫 能做到竭尽全力的程度 只能说明 红河对云雀极为忌惮 而这份忌惮的来源 是云雀曾经面对过 红莲教主 却至今没死 红河的三种手段 几乎在瞬间完成 云雀则提着刀 站在原地没动 只示意沐青摇退开 等沐青摇退到墙角 云雀终于晃了晃肩膀 看似要出手 红河正要 全力以赴攻向强敌之际 只见云雀 朝他比量个停止的手势 等等 既然是生死搏杀 我得准备一下 云雀说完 红河果然没在出手 谨慎地防备着 云雀清了清嗓子 忽然大吼道 救命啊 有刺客 林云俊主要死了 这一嗓子 吼得底气十足 在静夜里 如同一道炸雷般出现 正常情况下 方圆离许都能听得到 沐青摇在墙角哭笑不得 他就知道云雀 云雀向来不按套路出牌 红河愣着了片刻 红河实在没想到 被他一位六品高手 视为强敌的家伙 居然不动手 先喊救命 不要连面了 很快 红河冷冷一笑 道 不必白费心机 这里已经布下隔音法阵 你喊破喉咙 也没人听得到 红河本以为云雀会就此闭嘴 结果人家 喊得越来越起劲 救命 救命啊 有人要刺杀郡主 有没有人管啊 四天间的人都死了吗 吕青你是不是瞎了 云雀喊归喊 始终面向不远处 四天间的高塔 一边喊一边手舞足蹈 如果灌心台上有人的话 也许能看到这边的情况 毕竟不算太远 而且吕青的修为很高 只要发现点端倪 肯定会出手 然而云雀喊了半上 半个援军都没喊来 狗屁的四天间 连个看星星的人都没有 云雀暗自咒骂了一句 不再大喊 喊不来援兵 没办法 只能自己动手 云雀忽然一指红河身后 惊声道 红莲教主 红河闻言果然一回头 结果身后什么都没有 趁这个机会 云雀脚下爆发出气悬 合身而上 拼命的时候 他可不会顾及什么脸面 兵不厌诈 无所不用其极 毒牙刀在月光下泛着幽兰之光 如同一条毒蛇般 斩在红河的冰甲上 咔嚓 一片冰屑飞剑 这一刀 云雀以七品武者的权力 仅仅斩进了冰甲一寸身而已 距离红河的本体还差很多 斩中冰甲的同时 红河的那把冰精长剑也到了 直奔云雀的咽喉 云雀抽刀抵挡 刀剑相击 发出一阵炸雷般的响动 云雀被震开了十几步 红河瞥了眼冰甲上的刀痕 冷声道 没用的 七品武夫破不开我这身寒冰甲 小子 受死 红河掐动法掘 冰精飞剑再次猛攻而至 同时那三头傀儡巨狼 也相继扑杀而来 云雀喝了一声 周身气血爆起 再次杀进战团 诈一交手 云雀心头暗惊 傀儡巨狼的杀伤力 极其恐怖 每一头都有相当于七品武者的战力 等同三头七接妖兽 十分难缠 这种傀儡不知用什么材料打造 一刀下去 只能砍出个祸口 对其战力毫无影响 三头巨狼分为三个方向 将云雀团团围住 进退有据 灵敏的如同活物 学宫就有傀儡殿 而且炼士一道 也与傀儡有着类似的地方 云雀虽然了解 却没遇到过真正的傀儡强敌 今天初次交手 觉得好生难缠 盗门修士肉身虚弱 可若有傀儡协助 便可弥补短板 这种傀儡术 完全是克制武夫的东西 更难缠的是那把兵精飞剑 如同复古之躯 追着云雀猛攻不断 既要面对三头傀儡 又要对付飞剑 云雀一时间 只能勉强抵挡 显向还生 红河站在屋檐之下 面带冷笑 他料定云雀肯定有特殊之处 否则不可能从教主手中逃生 但他绝不认为 云雀能逃出自己部下的天罗帝王 这间院子并不大 方圆不过十余杖 对高等级的傀儡来说 有着绝对的好处 傀儡可以看作妖兽 空间范围越小 猎物就会越快被击杀 红河一边控制傀儡 一边加快了飞剑的进攻速度 此战必须速战速决 毕竟这里是皇城之内 思天剑附近 夜长梦多 红河这边攻势变猛 云雀也动用出权力 刀势变得越来越快 一刀正开飞剑 云雀一弯腰躲开 扑杀而过的一头傀儡巨狼 同时一脚踢开了左侧的巨狼 结果被右侧的第三头巨狼扑倒在地 见云雀被巨狼扑倒 墙角的木青瑶随之大惊 不过下一刻 巨狼的身上突然炸起一片刀光 没了爪子 你的这些小狼崽子 还能有什么用吗 被巨狼扑倒 不过是云雀做出的假象而已 他在寻找傀儡的破绽 傀儡的身躯几乎砍不动 那么只能试试狼爪 果不其然 由于狼爪相对纤细 再好的材料 也很难做到坚固 尤其在云雀手里 这把极拼法器毒牙刀之下 终于陷出了破绽 红河不以为意 直接舍弃那头断爪的傀儡巨狼 控制另外两头继续猛攻 更加敏捷 傀儡术是红河拿手的本事之一 他最多能控制三头傀儡 如果换成两头 则更加得心应手 云雀的处境 并没有因为摧毁一头傀儡而改变 始终被压制在下风 不过云雀越战越勇 到后来 直接以本体硬汉傀儡巨狼 将毒牙刀完全用来防御飞剑 恶斗变得愈发血腥 云雀犬如一头凶兽般 与两头傀儡巨狼拳脚相对 打得砰砰作响 拳拳倒肉 武夫的恶战 向来如此 十二傀儡巨狼被踢飞出去 十二云雀被巨狼撞得翻滚而出 红河始终在寻找 一击必杀的机会 很快 他目光一亮 云雀被一头巨狼顶得腾空飞起 直奔红河这边落了下来 好机会 红河运转全力 兵经长剑上抱起刺眼的寒光 对手一旦腾空失去落脚地 就变成了任人宰割 尤其是武夫 只能成为活靶子 红河有信心在对手落地之前 将其彻底击杀 他的飞剑可以瞬息百斩 云雀在半空防得住一剑 绝对防不住一百剑 不等红河斩出致命一击 云雀提前出手了 只见云雀在半空中大喝了一声 毒牙刀直接脱手而出 好似一条黑莽般砸在兵经飞剑上 兵经长剑直接被砸得落地 扎进土里 这一招脱手刀 云雀酿了两久 就等着红河即将施展绝杀的关头 将其飞剑震开 从而获得一次难得的近身良机 红河并不知道 云雀还有第二把刀 云雀在下坠的途中 浑身煞气爆起 双眼转为血童 右手的手心浮现出妖刀的刀柄 妖之力斩六片 嗡 当云雀落地的同时 手中的刀柄已然从红河的头顶 一直切着膝盖 云雀有着绝对信心 破开对方的寒冰甲 妖刀的恐怖 绝非极品法器毒牙刀可比 云雀认为这一刀 足以将红河斩成两半 然而落地之后 云雀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 红河毫发无损 只是惊得连连后退 与云雀拉开距离 云雀没看红河 只勾勾盯着手里的刀柄 没错 只是个刀柄 空荡荡的刀柄 我刀呢 云雀此时无比惊讶 陪伴自己多年的妖刀 居然指出来的刀柄 没有刀刃 刀柄怎么砍人 砍空气还差不多 云雀瞬间鸣雾 随之懊恼起来 肯定是妖魂那家伙搞鬼 上次没让他吞噬国师的元神 人家这是记仇了 云雀没办法 趁着红河惊魂未定 赶紧把毒牙刀捡回来 没了妖刀 只能用这把极品法器对敌 幸好还有把刀 今天要是木青瑶 没把毒牙刀带出来 云雀就得赤手空拳 面对六品强敌 到时候都没地方哭去 红河自然看到了 云雀刚才拿出的刀柄 他想不通 对方弄的刀柄出来 有何意图 于是多加了几分防备 恶战继续 红河不仅小心防范 更将临时感知散发到极致 关注着云雀的每一个动作 甚至眼神的每一个变化 打着打着 红河渐渐锁起眉头 别的东西没发现 他听见云雀始终在嘀嘀咕咕 咒骂不断 而且嘀咕的东西无比诡异 十二什么好姐姐帮帮忙 十二什么臭娘们不得好死 红河听得脑子都要转不动了 谁是好姐姐 谁又是臭娘呢 这是犯病啊 还是骂我呢 红河觉得云雀古怪又诡异 他决定尽快弄死这小子 红河不再保留 将全部灵气催动而出 同时动用了剑法与法术 御剑术 分光化影 兵法 兵杀 院落中 寒风大起 飞雪夹杂着寒冰铺天盖地而来 同时冰晶长剑 直接分化成百道剑影 云雀刚轰倒一头傀儡巨狼 一抬头 冰雪与剑光笼罩了自己 没办法 将其当作肉盾来抵挡飞剑与风雪 没了妖刀 云雀的战力 无法得到巨大提升 他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 对付一位六品驻激进的高手 这是一场 注定会艰难无比的恶战 七品五夫 在六品到门修士面前 很难有胜算 会被人家活活以法术耗死 云雀的处境 令沐青瑶担忧万分 两只小手紧紧捏着 额头遍布冷汗 焦急不已 沐青瑶很想帮忙 可他现在毫无修为 有心无力 小郡主很清楚 自己现在是个累赘 只有多好 才能不让云雀分心 仅仅抵挡了片刻 云雀的身上出现了伤口 摆到剑影 如同鱿鱼般围拢在附近 找到机会 就会劈斩而来 这样下去不行 云雀目光便冷冽如兵 被动防守的结果 只能是慢慢等死 必须反击 才有获胜的希望 云雀将护在头顶的傀儡巨狼 扔了出去 砸向红河 同时 左手并起二指横于眉间 一头巨狼将其撞开 等两头巨狼互相被撞飞 红河看到了云雀特殊的动作 他豁然一惊 刀法 红河修炼多年 经验充足 一眼看出云雀动用了刀法 而且以红河的感知 能清晰察觉到 云雀的气血之力 在此刻汹涌到极致 一种不妙的预感浮现 红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防守 将摆到剑光 汇聚成一片剑木 挡在自己身前 当剑木形成的那一刻 云雀动了 三段 邪鬼纵戒 低吼中 云雀手里的毒牙刀 仿佛活了过来 自行鸣颤出锐利的笑声 仿佛滑破天穷的流星 断刀式 第三式 三段邪鬼纵戒 这一式刀法 与前两式截然不同 一段山魁路 二段金怪门 均为斩杀山魁 与金怪之类的妖物所创 而第三式 则是用来斩杀邪魔鬼物 其刀式蕴含着 猎妖人的凶煞之气 煞气越重 刀式越沉 威能越发恐怖 邪魔鬼物 大多不畏惧刀剑 对武者来说 是十分难缠又头痛的东西 对付邪魔鬼物 道门与儒家相对于更加容易 尤其佛门 简直是邪魔鬼物的克星 所以 第三式断刀式 必须动用武者自身的煞气才行 以煞气转化为狂暴的刀式 可开山断河 可斩魔猪妖 天下邪鬼 尽可斩 呼啸的长刀 带起了铺天盖地的汹涌煞气 如同一片刀光瀑布般 轰击在红河的剑木之上 轰鸣中 院子中心的空气 随之震荡出阵阵波纹 狂风四散 沐青瑶虽然离得很远 还是被吹得睁不开眼睛 紧紧贴着强动弹不得 轰鸣过后 刀铺与剑木相继崩裂 云雀握刀的手 在不断颤抖 明显已经力竭 红河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飞剑变得暗淡无光 他身上的冰甲出现裂纹 层层断裂开来 红河心里震撼不已 若非他全力以赴 动用飞剑与冰甲双重防御 这一刀足以将他劈成两半 好强的七平五佛 红河越是震惊 杀意就越浓 趁着刀剑两败俱伤 红河动用仅存的法力 驾驭最后一头傀儡巨狼 一口咬中了云雀 咔嚓 硕大的狼口 直接咬住云雀左侧肩膀 几乎将半个人吞在口中 鲜血蹦剑 云雀脸色变得苍白 与红河一样 喷出一口鲜血 随后变得唯靡不振 你是我平生警戒的强敌 红河沉声道 七平之内 很难有人是你的对手 可惜 老夫是六平 你可以瞑目了 地狱间 红河控制傀儡巨狼 以全力咬合力齿 看到这一幕 穆青瑶再也无法冷静 惊呼着想要奔向云雀 哪怕一起死 他也要陪在云雀身旁 云雀苍白的脸上 忽然现出冷笑 下一刻 云雀脚下炸起风悬 拖着傀儡巨狼 往前猛冲竖步 红河并未在意 他的飞剑已经调转而回 即将抵达身前 以云雀被傀儡拖住的速度 根本没有飞剑快 然而令红河没有想到的是 云雀在距离他还有丈许的位置 就直接轰出一拳 一丈的距离 算不得多远 但人的手臂是有限的 无法伸长 自然无法伤到目标 红河冷笑着驾驭飞剑 就要斩断云雀的手腕 可是刹那间 一片火光凭空爆起 赤炎拳 当火光出现的那一刻 红河终于听到了云雀的低吼 随后他被烈焰笼罩 这一拳 云雀准备了两久 让傀儡巨狼咬住自己 不过是迷惑对方而已 以云雀妖魂熔骨的本体 别说七阶程度的傀儡巨狼 六阶妖兽也咬不动 隔着一丈距离出拳 正好是云雀现阶段 赤炎拳的攻击极限 全力携带着灼热的烈焰 完完整整轰击在红河身上 红河的心窝瞬间凹陷 大口喷血 陷入火焰当中疯狂挣扎 盗门修士的本体 远远比不得武者 一旦达到武夫的攻击范围 那么唯一的结果 就是被直接送走 云雀甩掉傀儡巨狼 两步冲到镜前 再次一拳轰出 两拳之下 红河的本体 直接被砸扁 心脉崩断 如此重创 六品柱激进修士 百死无生 咽气之际 红河不再挣扎 烧焦的老脸上 浮现出解脱般的神色 嘻喃着 这一世不赔 至少 有了个名字 红烛不灭 尼南生在熊熊火焰中 渐渐消失 红莲轿火烛使者 就此陨落 站在燃烧的尸体旁 云雀冷漠道 火烛使者 就该消失于火焰之中 缘你心愿 下辈子别忘了 一仗之内 五福无敌 这是 身为武者的傲气 任你千般法术 万种手段 别让我靠近 近身的话 神仙也给你一套带走 深吸一口气 云雀缓和着绷紧的神经 这次太险了 妖刀不出 自己本身力量 只有七品而已 想要以七品之力 击杀六品 几乎没有可能 若非妖魂戎骨后的 强横肉身 加上不久前 刚刚修成的赤炎拳 这一战云雀 很难有胜算 其实 云雀今天占了地利 扶杀凌云郡主 红河不敢选 太宽敞的地方 只能将自己 限制在院子里 隔阴法阵 也只能笼罩住院落 一旦打斗离开院子 立刻会被外面察觉 到时候 必定会有援军赶来 而这间小小的院子 成了红河自觉的坟墓 如同窦兽龙一般 他将自己 与一个堪比猛兽的 武夫关在笼子里 吃亏的肯定是他红河 沐青瑶飞快地跑了过来 担忧道 你吐血了 伤势如何 云雀擦了擦嘴角 现出嘴唇上的伤口 笑道 没吐血 我自己咬破的 迷惑对手而已 沐青瑶这才放心下来 一头扎进云雀怀里 两人静静地相拥在院落中 久久无言 各自体会着 劫后余生的感慨 沐青瑶想的是 云雀又救了我一次 我真没用 这次一定要突破七品 获得自保的修为 云雀想的是 又来了又来了 我最爱吃的大馒头又来了 这种感觉 真好啊 劫难过后 自然是打扫战场 收集战利品 红河的尸体 被烧成了骷髅 没用啊 即便完整 也用处不大 末老的练尸术 只能保存五者修为 留不住道门修士的法力 三头傀儡巨狼 两头还玩好 另外一头已经残废 但不能浪费 卖给防食 应该值不少钱 冰晶飞剑 可是好东西 正宗的极品法器 还是一位助击高手 酿养多年的本命法器 灵气十足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尸体上带着的东西 几乎全部烧毁 有些花草材料 也成了灰烬 云雀看得大为肉疼 好在零食烧不坏 从尸体上找到了 十二块零食 一块价值一千两 一万二银子到手 拿着零食和飞剑 云雀看向小郡主 询问道 你不缺钱吧 不缺啊 木青瑶道 那都归我了 云雀以闪电般的速度 将零食收进怀里 看得木青瑶无奈而笑 清理过战场后 两人坐在门口暂时休息 你的刀 出问题了 木青瑶面带忧色的刀 他看到了云雀指 拿出妖刀的刀柄 并无刀身出现 那家伙消极带攻 关键时刻不干活 等我回去再收拾他 云雀懊恼道 木青瑶知道 云雀口中的那家伙 指的是妖魂 小心线 刀是你的命 别伤他 木青瑶轻声道 放心 我有分寸 云雀道 木青瑶轻轻点头 神色变得有些落寞 刀 方才那位火烛使者 与我讲了他的经历 原来 他曾经是陛下的暗卫之一 我找到的那朵灵花 其实 是他先发现的 我听到了 云雀望着满天星斗 刀 下棋吗 我们都是棋子 大人物手里的棋子 这件事 让我从中戏取了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 木青瑶好奇地偏过头 眨着明亮的眼睛问道 以后学什么也不学下棋 免得跟人拼命的时候 忍不住探讨几句棋道 你瞧 红河那家伙死了吧 死于多说了几句棋 云雀道 木青瑶哭笑不得 不知该夸云雀睿智 还是该说他粗俗 我不做棋子 木青瑶轻声道 就算是棋子 我也要走自己的路 至少 我的命属于我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舍弃生命 别人拿不走 别说傻话 活着多好 云雀道 郡主可以考虑雇佣我 一个月不用多 三千两就行 我给你做贴身护卫 说起贴身两个字的时候 云雀下意识地黑黑了两声 木青瑶闻言翻了个白眼 道 我爹生气了 啊 我还没贴身 那 傅男王怎么就生气了 云雀疑惑道 不是你 是红莲教的事 苏伯伯将消息带去了黑铁城 前些日子父王来信 已经派人赶来皇城保护我 很快我就有贴身护卫了 你还要修炼 又有公务在身 怎能做护卫 况且不出一月我 即可达到七品 到时候就有了自保之力 木青瑶道 还想赚郡主点银子呢 这下没戏了 云雀遗憾道 正说话间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无声无息地站在两人身后 云雀最先察觉到 有人来临 猛然握紧了刀柄 回头一看 放心下来 是个面贪脸 容貌清秀 齐而短发 正是思天剑那位 帮忙审讯 负义的花不屑 四师姐 你怎么来了 木青瑶看到来人后 急忙起身见礼 听闻木青瑶的称呼 云雀这才知道 原来花不屑是女人 不是云雀眼力不行 而是这位实在太 平了 花不屑面无表情地看了眼院内尸骸 语气平淡无波地道 察觉到附近有法力波动 来看看情况 木青瑶将经过简短讲了一遍 花不屑的神色 仍旧没有丝毫变化 点了点头 道 杀手可有余孽 我来轻脚 即便有 也早跑了 等你们思天剑来人 黄花菜都凉了 云雀指了指院子道 这次是刑部的功劳 跟思天剑无关 云雀憋着一肚子气呢 人家就在思天剑附近 设服截杀郡主 结果凶手已经毙命 思天剑才来人 花不屑什么也没说 转身就走 木青瑶追了上去 道 我和师姐一起回去 说着 回头朝云雀白手道别 云雀也起身跟了上去 把毒鸭刀扛在尖头 走在木青瑶旁边 有四师姐在 不会有危险的 命案现场还要忙 不用担心我 木青瑶道 宋佛宋道西 不差这么点距离 我顺便去看看 冠心台奇特的构造 云雀道 冠心台没什么可看的呀 普通高塔而已 木青瑶奇怪道 不普通 一定修建的鬼斧神功 玄奥无比 要不然在塔里 怎么啥也看不到呢 跟瞎了似的 云雀自顾自的指桑骂槐 木青瑶无奈苦笑 听了一路云雀 变招法的挖苦 花不屑身为 坚政四弟子 果然稳重 任凭云雀说的如何难听 他始终不为所动 到了思天剑门口 连云雀都有些佩服 这位花大人 忍耐力很强啊 花不屑虽然始终一语不发 但光洁的额头 能看到明显的青筋凸起 一路上 木青瑶提心吊胆 生怕旁边的两人打起来 等木青瑶走进思天剑 云雀原路返回 王府马车附近 已经围拢了大批军兵 赴南王府的护卫被杀 这可不是小事 一群官兵心惊胆战地查看 生怕翻出来 凌云郡主的尸体 见云雀到了 立刻有官差前来禀告 这时陈周华带着都不思的人手 也火急火燎地赶来 一到地方 立刻询问郡主下落 郡主安然无恙 刺客都被我处理掉了 云雀一句话 陈周华长出一口气 还是云大人威武 这次又是大功一剑哪 陈周华赞道 小事一桩 陈大人来得也不慢 待会儿搜寻凶手余孽 也是一份功劳 云雀道 陈周华立刻会议 吩咐手下道 赶紧把人手散开 整条街都给我查三遍 都不思的人 开始忙碌起来 回到社府的小院 云雀叫来几个刑部的人手 帮着运送那三头傀儡巨狼 不往刑部送 而是送到学宫 战利品 云雀可不想交出去 陈周华看了眼院子 顿时一惊 院落里残留着 大片碎裂的冰块 遍地白雪 都是法术造成的遗留物 陈周华身为六品武者 常年办案 眼力很毒 看到这些坚硬的冰块 加上那三头明显不弱的傀儡巨狼 大致判断出凶手的修为 云大人经历了一场恶战啊 对方难道是六品 陈周华惊一道 助击修士 云雀道 听闻助击修士四个字 陈周华立刻张大了嘴巴 两只手齐齐挑起大拇指 杀六品 云大人厉害 我服气了 陈周华由衷地赞叹 他并非没见过越街杀人的情况 但结果肯定是低境界的一方兵死 或者被中创 但瞧瞧人家云雀 没事人一样 身上就是点皮外伤 陈周华自己对战六品 即便能赢也得是险胜 绝对无法向云雀这般轻松 云雀客气了两句 问道 陈大人可知 那无蛇是什么修为 陈周华的脸色变了变 压低声音道 不清楚 那个老家伙阴险得很 控制着一群影子般的暗卫 云大人记住一点 今后宁可去得罪首府 也千万别得罪那个无蛇 要不然容易人间蒸发 这么说 朝堂上有人被无蛇清理掉了 云雀道 陈周华四下里看了看 确定周围没人 才低声道 这话其实我不该往外说 谁让咱们是兄弟呢 你也知道 陛下的皇位来得有点轻松 免不得惹人口舌 这些年朝堂上 的确出现过质疑的声音 但最后都消失了 陈周华点到为止 没再声说 不过云雀已经听懂了 无蛇 就是皇帝手里的一把屠刀 悬在百官头上的一柄利刃 结束无蛇的话题后 陈周华转而高兴起来 道 云大人这次给我们刑部长了脸 侍郎大人和尚书大人 终于能在朝会上站至身板 等明天剿灭了红莲教的堂口 又是大功一剑 咱们刑部终于能抬头了 等任务结束 我得请云大人 好好喝一杯 云雀点头说好 将清理现场的事 交给了陈周华 返回学宫 西楼有的是空房间 先找地方把傀儡堆堆起来 云雀特意试了试炼师术 无效 傀儡以狼腰躯体炼制 其内加入了不少炼器材料 本体变得极为坚固 但与炼师截然不同 无法用炼师术控制 傀儡虽然挺好 但没什么用 傀儡术需要法力 他可没有法力可言 等以后 有空卖给房石 收好傀儡巨狼 云雀回到自己的屋子 没风微醋 红河当年的经历 可以用凄惨两个字来形容 本该是寻到灵花的大功 结果换来了一杯毒酒 红河 是皇帝手里的又一枚弃子 红河的命运 云雀不在乎 世上苦难人多的是 比红河命运多舛的 大有人在 云雀此时思索的 是红河喝的那杯毒酒 刚才之所以向陈周华 打听吴蛇此人 并非随口一问 云雀想确定吴蛇的修为 虽然陈周华也不清楚 但从掌控暗卫 这份权力来猜测 吴蛇不会比陈周华弱 至少无品 既然吴蛇是个阴险之人 那么心思必定细腻 他拿出来的毒酒 肯定不会留下半点破绽 绝对能彻底毒杀一名手下 以红河所言 他毒发后逃出城外 被红莲教主所救 这其中有个疑点 云雀推测 当年红河逃出城后 应该到了弥留宾死之际 怕是神仙难救 结果他却得救了 绝非红河命好 应该是那红莲教主 精通毒道 毒 云雀紧锁双眉 红莲教主上次动用的五毒虫 已经很强 毒杀七品不在话下 但解毒 可比下毒难得多 经历过红河刺杀一事 云雀对红莲教主 多了几分了解 对方肯定还藏着 更强的手段没用 一个乌修高手 已经足够难缠 若再加上毒道高手 这种敌人实在棘手 七叔在就好了 云雀现在很怀念 拥医馆里的七叔 七叔不仅一道惊人 在解毒之道更为擅长 七叔啊七叔 现在有个精通下毒的女人 你要不要搬来天祺城 跟她斗一斗呢 没准你又能多一位红颜知己 云雀随口自语着 与其中背险无奈 云雀知道 七叔那位早已亡固的知己 是七叔心里最疼的地方 七叔归影 也是因为知己之死 云雀只是自我调侃而已 没想着去求七叔出山 人家遗养天年 不问世事 生活得挺自在 何必来趟浑水 这句自语说完 云雀的目光忽然晃动起来 擅长下毒的知己 云雀很清楚七叔的过往 七叔的那位知己 最擅长下毒 最后却身中旗鼓而死 七叔亲口所言的往事 不会出错 云雀也不曾怀疑什么 但此刻云雀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在城外 被红莲教主截杀之际 对方用出了五毒大阵 云雀与木青瑶 靠着七叔的驱毒香囊 才得以脱困 当时拿出驱毒香囊的时候 红莲教主发出一声惊讶的轻疑 云雀听得真切 当时情况危急 云雀并没多想 此刻回忆起来 那时候的红莲教主 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不太对劲 驱毒香囊 的确能驱臂毒物 但当时五毒大阵 仿佛失去了控制 五只毒虫都没有拦截 云雀与木青瑶 才能冲了出来 这段经历 云雀越想越觉得不对 如果红莲教主 看到驱毒香囊 是在诧异着 两人有解毒手段 那么接下来 应该全力催动五毒虫才对 怎会错愕片刻 让猎物逃脱 想到这里 云雀拿出 绣着龙形图案的驱毒香囊 七叔的知己擅长下毒 死于旗鼓 红莲教主是乌修强者 不仅精通古道 又精通下毒 渐渐的 云雀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眼 炸死 会不会红莲教主 与七叔那位已故的知己 是同一个人 如果没来学宫之前 云雀不会出现如此想法 毕竟炸死这种事 在真正的强者眼里 是不存在的 可莫老就是个特恋 莫老的假死能力 绝对能瞒过 与他同机的修行者 这份奇特的猜测 让云雀睡不着了 于是找来一部 记载着学宫历代先生的书籍 仔细翻看 很快找到了七叔的记载 杨七谷 学宫回春殿先生 一道经战 被誉为当世话佗 于二十年前离开学宫 关于七叔的记载有限 书籍上并未记录七叔的 那位红颜知己 云雀随后找到房石大厅 房石什么都卖 连消息也卖 但关于杨七谷知己的消息 他没有 他来学子当中 怕是没人知道当年真相 云雀略感遗憾地返回西楼 大晚上的一个人 坐在大厅里发呆 练师术的经验心得 看得如何了 身后突然传来 苍老沙哑的声音 云雀已经习惯 莫老的神出鬼没 起身道 有点感悟 还需要时间揣摩 尽快修炼 莫老扔下句话 就要飘走 莫老 打听个人 杨七谷你认不认得 云雀道 认得 曾经回春殿的先生 莫老道 云雀心头一喜 果然还是问先生靠谱 学子不知道七叔的过往 曾经与七叔同为先生的莫老 也许知道些消息 听说杨七谷有位红颜知己 莫老知不知道 云雀道 知道 莫老冷冷地道 你打听杨七谷做什么 没什么 最近听说了杨先生的传闻 说其一道经战 又有位红颜为伴 可惜他那位红颜知己后来死了 好奇之下 很想知道是怎么死的 云雀道 与你有关系吗 莫老冷哼一声 转身飘向楼梯口 有关系 云雀胡周道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 听到半截没了 实在受不了 脚都睡不着 如果不知道全部故事 我整天心不在焉的 没心思修炼了 莫老停住身影 沉吟稍许 道 中毒死的 你还想知道什么 听说杨先生的那位知己 是用毒高手 杨先生擅长解毒 是不是因为毒 两人才因此结缘 云雀道 的确因毒结缘 可惜杨七谷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他们赌斗多次 杨七谷输多赢少 没少在学宫里读发 有时整夜狂笑 有时大徒不止 莫老说完 云雀都能想象到 七叔当时的狼狈模样 不是势均力敌吗 云雀奇怪道 人家的毒道在他之上 后来杨七谷没办法 找我借了具炼师去赌斗 用下三烂的手段 才扳回一局 莫老提及那段往事 冷声道 哼 炼师又不怕毒 亏他想得出这种办法 云雀听得哭笑不得 原来七叔还有这种 不为人知的经历 以后得调侃那老头一番 不知杨先生的那位红颜 来自何处 叫什么名字 云雀道 不清楚 那女人很神秘 我只在接她练师的那天 见过一次 莫老献出回忆之色 道 名字倒是不错 叫楚红莲 云雀听完了七叔知己的名字后 心头豁然一惊 楚红莲 红莲叫